华阳集团外事围满了江阳各报的记者 赵正明去世的消息 自然都是孙良健之前透露出去的 目的就是要看赵正明落魄的样子 公司内更是人心惶惶的 毕竟公司一破产 那是涉及到所有员工的福利 特别是这些天 看着公司的股票不断的下跌 员工们更是议论纷纷 无心上班了 这时 在公司高层的会议室中 坐着十来人 其中有三四个赵家以外的小股东 他们跟着赵正明的父亲 一起将公司发展起来的 可说是赵正明的坚实的后盾 然而讽刺的是 除了这三四个赵家以外的小股东 其余的则全部是赵家本家的人 而他们却是极力的赞成向孙家屈服 这样还能保住公司一些底蕴 所以双方是激烈的争吵了起来 这样的情况 赵雪岩前不久在利盐公司曾经历过一次 只是 这一次面对的却是本家的人 他更是感觉到寒心无比 这时 赵正荣指着大屏幕上公司的股市图 态度强硬的说道 总之 现在我们的股市快要被套牢了 如果再不向孙家低头 我们华阳就会崩盘 到时候 别想再翻身了 赵雪岩同样强硬的回道 向孙家低头这种事 我爸在的话 肯定不会做 所以 我也不会做 套牢就套牢 大不了和孙家两败俱伤 孙家在对夏东阳的事情上 本就做得太过分 赵雪岩心头便十分的愤怒 现在孙家又想要通过攻击华阳来报复 赵雪岩立来性格强势 哪里肯低头认输 赵正荣一听 经不住加重了语气 说道 赵雪岩 你这是意气用事 为了自己的私人恩怨 不顾大家的利益 赵雪岩冷哼一声道 你们的股份已经被我爸买断了 公司的发展 和你们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他这一句话 历时就戳到了赵正荣的痛点 如果之前他挺住 没被赵正明买断股份的话 以他原来所占的股份 那现在 他就是最大的股东 有绝大的发言权 眼下 他只得愤愤地一拍桌子 骂道 混账 赵雪岩 公司是我们赵家的 你爸不在了 赵家现在就给我做主 我说立刻向孙家妥协 那就立刻做 赵雪岩冷声道 我爸不在了 你也做不了赵家 做不了公司的主 赵雪岩 你太母无长辈了 赵正荣的老婆王娟怒斥着 她是自医院事情后赶回来的 赵雪岩却是十分镇定从容地说道 长辈的有长辈的样 而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 不配为长辈 混账 混账 赵正荣气得是连连拍桌子 快看 公司的股市快要崩盘了 如果再没有新的买主 入住的话 我们就彻底完了 这时 赵光贤指着变化的股市图 惊慌地喊着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下是要完了 是啊 我们拼不过孙家呀 赵家那些人 纷纷惊慌地说着 所有人也都将眼神 落到了股市图上 赵雪岩却是一脸冷然地对身边 他爸爸的秘书苏梅说道 苏秘书 立刻给财务那边和技术部打电话 追加五十亿 稳住局势 是 小姐 苏梅毫无犹豫地点头说着 他身着黑色的OL套装 他一头中长发微微卷曲 稍显圆润的白皙翘脸上 在右眼角下有一颗米粒大小的痣 以至于他笑起来时 总给人一种狐媚的感觉 特别是他身材火爆 穿什么衣服都显得紧 而且时常跟在赵正明身后 所以公司内部 有不少不好的传言 认为这位寡妇 是要靠着身体和魅术上位了 就连赵雪岩 也对这苏梅印象十分的不好 不过父亲刚离世 公司的事情 也就这个苏梅和刘红最清楚了 所以现在赵雪岩是要依仗苏梅 再说 赵雪岩做事向来讲究有理有据 即便是公司有传言 但并没有证实 所以 他不会胡乱对苏梅怎么样 苏梅 住手 赵正荣抬手阻折苏梅 然后看着赵雪岩说道 赵雪岩 你要清楚 公司现在已经没多少钱了 江阳的各大银行 都已经不给我们借贷了 你这五十一要投下去 是要彻底断送公司吗 赵雪岩却是冷冷的说道 我怎么做 用不着你来说 苏梅 打电话 是 苏梅准备拨通电话 那边 王娟却是一个剑步上去 一把将苏梅给按住 一如一个泼妇一般 将电话给抢了过来 赵雪岩看得大怒 喝道 王娟 这里是公司 你要干什么 王娟却是冷笑道 赵雪岩 我知道那下东阳是你的拼头 肯定你怂恿你爸 为他报仇 才和孙家斗 你爸没脑子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外人 弄得自己心力胶脆而死 那是活该 现在你爸死了 你为了那个拼头 想将赵家的底子全败光 想打电话过去 没门 王娟 有本事给我再说一遍 赵雪岩听得是彻底的怒了 当即上前两步 双眼怒视着王娟 爸爸尸骨未寒 想不到这王娟 这位大伯妈 竟然用这样的话来侮辱她 作为女儿 赵雪岩如何不怒 那几位外姓的小股东 也都是纷纷面露暮色 王娟这话说得也太毒 太泼妇了 面对赵雪岩强大的气场 王娟禁不住咽了咽口水 众人丝毫不怀疑 只要王娟再开口 赵雪岩绝对一巴掌给扇过去 赵正荣其实也觉得自己 老婆这话说得有些欠途 毕竟 她也只是为了钱 心头对赵正明 还是有兄弟情的 当即便为老婆解围 对着那四个外姓股东说道 文总 这些钱里可都有你们的份 你们难道现在 能眼睁睁看着这么个黄毛丫头 在这里胡来吗 其中那个年纪 怕是得有七十多的文总 她正惊微坐在椅子上 稳重地说道 赵总 我们都是跟着你父亲过来的 当初就和孙家有过一些摩擦 现在既然他们又出手了 要是能咬一口孙家 我不在乎那点钱 对 我们也不在乎 其余三个小股东也相继说着 你你们 赵正荣一时间语色了 不过 为了自己的利益 她却是恬不知耻地说道 好 你们不在乎是吧 我却不能坐视祖辈留下的基业 就这么毁了 来人啊 将赵雪岩先带下去 她一声喊话 外面却是没有丝毫反应 这让她不禁一皱眉 要知道 公司的保安部长 可是她一手提拔起来了 绝对是她的心腹 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她这是要扣着赵雪岩 强势夺权啊 她经不住打开了门 却见门口那保安部长 和另外两个保安 竟然就那么 如石雕般处在门口 更诡异的是 三人的额头上 竟然都冒着汗水 你们搞什么 进来 赵正荣可没看见 三人额头上的汗水 有些愤怒的喝道 三人却仍然没有动 甚至看都没看她一眼 只是眼神奇奇地 盯着一个方向 赵正荣忍不住 顺着三人的眼神 看了过去 夏东阳与赵正明 回到了公司外 在车上就看着门口 挤着的那数十个记者 夏东阳也能猜测到 公司内的情形 是何等的紧急 可赵正明 却似乎没有下车 要进公司的意思 夏东阳禁不住问道 伯父 赵总现在压力肯定不小 我们不进去吗 这时候赵雪岩并不知道 爸爸没去世的消息 他心里还承受着 刚失去父亲的悲痛 在面对家族亲人的逼迫 公司的危机 夏东阳担心 他心里会承受不了 赵正明何尝不明白 这个道理 直到 虽然这些年血儿 都是靠着自己的实力 在打拼 甚至不让外人知道 她是我的女儿 但丽严公司终究不是 她全权做主 而我也终有离开的那一天 如果不让她锤炼锤炼 如何能让她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有魄力 夏东阳细心地注意到 赵正明在说话的时候 眼神中闪过了 浓浓的无奈和悲戏 可见这时候 他心里还是很纠结与担心的 试问 天下家又有哪个父亲 愿意狠心 去让女儿承受 如此大的压力呢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了 沉默了一会 赵正明又说道 我大哥他们 无非就是想要夺权 不会对雪儿怎么样的 再说 刘洪在里面 不用担心 夏东阳想来也是 看来这些早就在 赵正明的掌握之中 只是 现在孙家已经将华阳几乎逼迫到了绝境 赵正明竟然还利用这个当口 给赵雪岩锤炼的机会 虽然有些心大 但介于之前他所说的收网 夏东阳觉得 以赵正明的经商智慧 他肯定还留有更可怕的后手 同一时间 在另外一处大楼窗口 孙良健在密切地关注了华阳外的情况 江阳各大公司 也都在密切地关注着 这时候 他们并不是要帮助华阳 而是都在等待机会 等待可以插一脚 而分一口肥肉的机会 省城孙家 孙中兴 以及公司的一些股东高层 也都在密切地关注华阳的股市走势 几个操盘手 正在紧锣密鼓的运作 孙中兴回来后 将老婆邵美华 和儿子孙德明安置好后 便集合了这些高层 他从多个方面分析击败华阳后的好处 强势地将那些嘈杂的声音给压了下去 如今 孙中兴也算是有些孤注一致了 这时候 已然不全是他为了儿子 老婆报仇了 而是他心头堵着一口气 必须要击败赵正明 继续施压 看赵正明还能扛多久 孙中兴挥手对操盘手下令 这时候 他还不知道赵正明炸死的事 华阳集团高层会议室外 赵正荣顺着保安部长三人的眼神看去 就见站在旁边角落里的 正是刘洪 刘洪就那么站在那里 却给人一种被猛兽盯着的感觉 那保安部长以及两个下属都清楚 只要自己一动 必然遭到刘洪的致命攻击 所以 在刘洪的气势压迫下 他们根本不敢动 刘洪 将这些与公司无关的闲杂人等都赶出去 这时 赵雪岩举步走到门口 对刘洪说着 是 小姐 刘洪一点头 便举步向前面的赵正荣走去 赵正荣知道 这是自己那二弟的贴身保镖 虽然没见过刘洪出手 但他生心懦弱 顿时故作镇定地喊道 刘洪 你不过我二弟身边的一条狗 你要干什么 当然 是将你们扔出去 刘洪语气并没有愤怒 只是上前一把抓住赵正荣的肩膀 随手一扔 就将赵正荣扔到了机里外的电梯口 摔的是杀猪般的惨嚎 爸 赵光贤一声惊呼 愤怒地向刘洪扑了过去 但他还没挨着刘洪 便被刘洪一脚给踹得撞在墙上 而后如烂泥般瘫倒在地上 光贤 王娟见儿子被打 张牙舞爪的 就向刘洪脸上招呼 刘洪刚才在外面是听到了 王娟侮辱赵正荣的话 这时候 对于这种泼妇 他可丝毫没有怜香惜玉 狠狠一脚踹了上去 王娟被他踹得重重撞在过道的墙上 竟是直接晕了过去 赵家的其余几人 个个吓得是静若寒蝉 他们都是以赵正荣为首的 这时候 领头都倒下来 他们还能干什么 刘洪扫了一眼静若寒蝉的赵正荣等人 沉声道 是你们自己出去 还是我请你们出去 我们自己出去 自己出去 赵正文几人连连点头说着 然后纷纷上前 将赵正荣三人扶起 向电梯口走去 赵雪岩这才又对苏梅点了点头 苏梅捡起电话 分别向财务和技术部打了电话 电梯中 赵正文战战兢兢的说道 大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赵正荣恨恨的说道 想不到赵雪岩竟然这么狠 竟然对我们动手 好 他六亲不认 那也不能怪我们了 我马上给孙中兴打电话 将这边的更多信息透露给他 反正我们的股权也都拿了出来 到时候公司倒了 孙家也不会再向我们出手 我们甚至还可以依附在孙家 这棵大树上 坐着拿钱就是了 对对 大哥说的有道理 赵正文双手赞成着 这两个胸无大志 毫无头脑的人 连这样的想法都有 难怪当初赵正明的父亲 并没有将大权交给他们两个 果然是知子莫若父 赵光贤也是恨恨的说道 对 还有赵雪岩他 现在所在的利盐公司 他不是弄得风生水起吗 让孙家一口给吞了 到时候看他落魄走投无路 怎么来求我们 正所谓日房夜房 家贼男房 往往出卖你的人 都是兄弟或是亲人 现在赵家就是这样的情形 几人也没出楼 就聚在一处楼道的拐角处 赵正文拨通了孙中兴的电话 将赵正明突然去世 公司的财务抵运 以及面临银行的贷款催款之类的 全部对孙中兴说了 那头 孙中兴听后有些怀疑 毕竟 几天前赵正明还好好的 他怀疑这是个陷阱 可赵正荣所说的那些 的确也是一个公司的绝密 他私存了一下 方才道 好 赵正荣 食食物者为俊杰 你放心 到时候 你就坐着属前养老吧 谢谢孙董 谢谢孙董 赵正荣一如一个狗腿子般 在电话这边点头哈腰 挂了电话 孙中兴立刻打电话 向江阳公司本部询问 果然得到了赵正明已死的消息 当即心头大喜道 赵正明 看来你真的是气数已尽了 哼 你就算死了 我也要你 没脸去见父辈 你的公司 我要定了 紧接着 他让财务再次加大了投入 务必要趁势一举击溃华阳 谢谢几位书百知识雪岩 高层会议室中 赵雪岩礼貌的 对四位外姓股东说着 哪里 我们都是从你爷爷那辈过来的 我们当然要维护公司 即便是董事长不幸过世了 我们仍然会如知识他一样 知识小姐你 对 那几个钱 没事 三个股东纷纷说着 那年纪最大的文总 更是说道 做生意和做人一样的 有所为有所不为 小姐 放手去驳 就算输 也要咬孙家一口肉 我们支持你 赵雪岩听得心头大为感动 他觉得 眼前这四位书百 比刚才那些所谓的亲人 实在是好得太多了 当然 这也足以说明 赵雪岩的爷爷以及爸爸 他们在做生意之时的一些信念与真诚 这才能换得这几位不离不弃 生死相随的生意伙伴 当即 赵雪岩便说道 几位书百 你们就叫我雪岩吧 我能力比不上爷爷和父亲 但我敢保证 一定经最大努力保住公司 小姐 孙家又加大投入了 刚才那五十亿 看样子坚持不了多久的 这时 一直关注屏幕股市走势图的苏梅说道 赵雪岩皱眉道 现在公司还有多少可用的资金 苏梅一口便报了出来 说道 最多还能凑五十亿 赵雪岩听后便说道 孙家的情况我了解过 这时候 他们也必然比我们好不了多少 现在就看我们谁能坚持到最后 苏秘书 立刻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金 与孙家做最后的周旋 是 苏梅似乎从来没想过后果 只执行命令 等等 这时 那文总却站了起来 拿出了一张卡 说道 小姐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积蓄 虽然只有三个亿 但我希望 这是能压死孙家的那根稻草 另一人也拿出一张卡 说道 小姐 我这几天也将该卖的卖了 该抵押的抵押了 不过我没文哥的多 只有两亿五千万 小姐 我这里也有差不多两亿 小姐 我这里只有一亿五千万 希望你别嫌弃 看这四位书白 纷纷都拿出卡来 显然 他们是早就准备好的 赵雪岩平日掌管丽颜公司 环境与地位 让他不得不养成高冷强势的习惯 而且 他向来也是个理智的人 然而此时此刻 他一双美目镜不住湿润朦胧了 要知道 现在公司几乎是在大厦江青的边缘了 这四位书白的股份 能不能拿出来都两说 他们却还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 试问 这种不顾一切的鼎力支持 如何能不让赵雪岩感动 他强忍着泪水 说道 谢谢几位书白 如果我失败了 我就给你们养老 纳文总指道 小姐客气了 放手去搏吧 他话中带着鼓励 赵雪岩经不住重重一点头 将四张卡接了过来 而后对苏梅说道 苏秘书 带我去技术部 赵雪岩要亲自去技术部 指挥公司的几位操盘手 是 小姐 苏梅头前引路 刘红也跟在身后 会议室中 便只剩下了文总四人 文总拿出一盒烟 一人递了一只 而后十分平静地说道 我们家族能有今天的规模 全是老爷子带起来的 现在证明去了 公司遇到危难了 是我们几个老家伙 该发挥余热的时候了 是啊 而且小姐身上 有老爷子当年的魄力与风骨 这次万一失败了 我相信他之后 也定能东山再起的 我们就在这里 等着小姐的消息吧 四人就在这会议室中 一边抽烟 一边喝茶 聊着当年与赵正明父亲 一起奋斗的日子 偶尔发出爽朗的笑声 俨然一派轻松喝下午茶的样子 谁都没去看后面 大屏幕上的股市走势图 而在这时候 公司上下的员工 几乎都在看着 电脑上的公司股市走势图 看着走势不断地下降 所有人的心弦都紧绷着 公司技术部 三位操盘手 各自控制着两台电脑 飞速地敲击着键盘 技术部的部长 是个三十七八的男子 这时候 站得笔直的为三位操盘手压阵 技术部中 气氛沉闷紧张 只听见咔咔咔敲击键盘的声音 小姐 你来了 技术部部长 上前招呼着赵雪岩 他叫沈良 是一个三七士官退伍回来的 在部队里 做的就是技术方面的活 回来后应聘到公司 因为能力出众 而且做事踏实 便得到了赵正明的赏识 两三年时间 便被提拔成部长了 他也创下了 华阳集团升职最快的记录 到现在那些新员工入职 老员工都用他的精力来举例 激励新人 努力踏实工作 总会有出头的一天 沈良虽然升职升得快 但他为人谦和 丝毫没有为现在的成就而自大 对待任何一个人 都十分的真诚 在公司内风评十分的好 如果不是他 已经结婚有了孩子 恐怕公司内的女孩子 都争相表白了 沈良也是十分的感激 赵正明的知遇提拔之恩 对工作更是一丝不苟 若非是有他在 在孙家权力的攻击下 华阳集团未必能撑到现在 沈部长 现在情况如何 赵雪岩曾来过公司 父亲也介绍过沈良 所以他认识 沈良看了看几个电脑屏幕 思路十分清晰地说道 孙家再次加大了投入 现在我们的股价持续下跌 几乎到了最低点 很多套住的户头 都赶紧低价抛了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 散户又根本不敢买 我们只有自己融资 利用手段稳住局面 但情况并不乐观 赵雪岩点了点头 将手中的四张卡 以及自己这些年的千万积蓄 也都拿了出来 全部递给了沈良 说道 财务那边会将公司 剩余的资金全部调过来 我手上这些卡 加起来有接近九亿 全部融进去 和孙家拼到底 让那些抛售的户头 再次看到 我们华阳集团的实力 是 小姐 沈良一脸郑重地接过卡 交给了三个操盘手 而后开始协助运作 赵雪岩也是来到一旁 拨通了秘书肖若南的电话 说道 若南 立刻去银行 将我名下 那套别墅抵押了 钱就打到我的卡里 为了爷爷和爸爸的心血 不被糟蹋 赵雪岩也是拿出了全部身家 破釜沉舟 是要与孙家决一死战 肖若南虽然和赵雪岩私交很好 但他并不知道 赵雪岩是赵正明的女儿 一听 赵雪岩要抵押房产 肖若南诧异地问道 赵总 到底什么事 没什么 立刻帮我去做 然后主持好公司就行了 自上次公司动乱后 赵雪岩在公司的地位 更加稳固了 于非离开后 他便将肖若南提拔为副总裁 他不在公司的时候 肖若南便全权处理公司的事务 肖若南听得出 赵雪岩语气急切 便不多问 直到 好的 我马上去做 这时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作为秘书的苏梅 自然走了过去 不多时 他就引进来一个面容轻瘦的中年男子 这男子是财务部的部长郭仁星 他算是公司的元老级别人物了 在赵雪岩爷爷在的时候 他便在公司了 只是 当时他还只是财务部的一个小职员 十多二十年过去了 他算是看着公司一步步做大做强的 就算是赵雪岩 都是叫他一声郭叔叔 郭叔叔 你有什么事吗 赵雪岩见苏梅引着郭仁星向自己走来 他当先迎了上去 郭仁星只道 小姐 我受所有员工的委托 过来对您说 他们愿意拿出一定的积蓄 注入公司的账户 是要和公司共还难 赵雪岩一听 心头灯时感动不已 只感觉自己和父亲实在差得太远了 也是 赵正明现在人都已经离世了 但公司面对如此危难 员工不仅没有涣散 反而是上下一心 铁板一块 可见赵正明在经商和处事方面 的确有他独到之处 或者说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 哪里之前 丽研公司不过因为一点小小的谣言 就闹得沸沸扬扬的 整理情绪后 赵雪岩便道 郭叔叔 有劳您下去对大伙说 我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支持 一定会挺过这关的 好的 我一定带到 郭仁星说罢便退了下去 偌大的技术部内又沉寂了下来 只剩下比刚才更加急促激烈的敲击键盘上 同一时间 在省城孙氏珠宝的技术部内 三个操盘手同样紧张急促地运作着 看着走势图僵持着 孙忠兴沉声道 赵雪岩 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继继续加到注资 旁边一人说道 董事长 我们现在能调动的资金也不多了 还有多少 那人知道 一百亿 顶天了 而且 这还是将员工们三个月的工资挪过来算的 一百亿 够了 继续 一鼓作气 吞了华阳 孙忠兴面色阴沉地点了点头 吐了一口烟 之前赵正荣打电话过来 交代了现在华阳集团的底蕴 最多能调动五六十亿的资金了 所以他十分的有把握 江阳华阳集团这边 几百员工硬是在短短的十来分钟 便众筹到六亿多的资金 注入到公司的账户中 所有员工都紧张地看着股市走势图 这时候 他们每个人与公司的相关更紧密了 每一次走势图的变动 都牵动着他们的心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在孙家的强势财力攻击下 华阳的股市再次被蚕食 股价仍然还在下跌 完了 这下完了 孙家实在太强了 可惜赵董两三代的艰辛经营 还是斗不过孙家 一众员工无奈地叹息着 他们没有为自己投入的钱而可惜 而是痛惜赵正明的付出 在赵正荣的办公室中 几人也是看到了股市图 王娟顿时应笑道 好 赵雪岩 这可是你亲自把你公司给弄垮的 赵光贤也冷笑道 听说那些员工都中筹了的 这下一破产 恐怕得闹动乱了 几亿的债 看他怎么还 等着他来求我们了 王娟得意地笑着 而后骂道死丫头 还敢让人打老娘 真是反了他了 技术部中 沈良一脸愧疚地对赵雪岩说道 小姐 对不起 我辜负你的信任了 她刚才也是听到了赵雪岩打电话 说是抵押房子 而且 那抵押的一千万也很快到了 但现在全部被套了进去 赵雪岩指道 郭部长 这不能怪你 我们的财力本就不如孙氏 你能运用技术坚持到现在 已经很不容易了 苏美也无奈而痛惜地说道 小姐 那我们现在只好清算 而后申请破产了 还能保留一些资金 解决员工的重筹 赵雪岩虽然不愿意认输 但在事实面前 她也不得不低头了 亏谁也不能亏员工 这话 是父亲赵正明 曾经对她说过的 此刻 她叹了一口气 说道 收手 清算吧 说出这话后 她心头痛得如刀割 父亲的公司 父亲的心血 就这样毁在自己手里了 话一出 技术部所有人都沉默下来了 每个人心头都沉重异常 就好比是 失去了一个亲人般痛惜 咦 小姐 又有二十亿资金 注入了你的账户 这时 一个操盘手 惊诧地对着赵雪岩喊道 二十亿 赵雪岩也是下了一条 急忙上前查看 果然 自己的账户上 多了整整二十亿 而转款人 竟然是肖若南 她赶忙给肖若南 打过去电话 电话接通后 她急切地问道 若南 你为什么给我 转这么多的钱 你哪里来的 肖若南便说道 雪岩 你别管我哪里来的钱 反正不是做犯法的事就行了 我知道你 肯定是遇到困难了 你先拿去渡过难关吧 肖若南是赵雪岩 接手公司总裁职位时 亲自在招聘会上 招回来的秘书 几年时间 二人工作融洽 培养出了很好的姐妹感情 赵雪岩从来没有问过 肖若南的私事 想不到她 竟然能一下拿出二十个亿 而且还毫不犹豫地给自己 赵雪岩心头惊诧更感动 她知道这时候情况紧急 如果一松 便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当即道 小姐 又有三十十亿资金 注入了你的账户 刚一挂电话 那操盘手再次惊呼道 什么 赵雪岩再次一惊 扑到了电脑前 一看转款人 竟然是于飞 于飞可在京都啊 她应该是在下东阳那里 知道自己这边的情况 却在数千里之外 一句话没问 直接就注资过来 而且还是三十个亿 这份情谊 赵雪岩再次感动了 但这事不是多说的时候 她急忙对操盘手道 继续融资 逗下去 好的 小姐 那操盘手 也是兴奋得很 急忙和两个同事操作起来 一时间 技术部中 战火重燃 咦 孙董 华阳又融入了资金 省城孙氏珠宝的技术部中 一位操盘手 诧异的对孙中兴说着 孙中兴也很是诧异 探身上前看着 原本刚才还以为 已经能一口吞下华阳了 哪知道 这才短短一分钟不到 华阳竟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了 其实就在刚才那一刹那 江阳不知道有多少家 华阳这块肥肉啊 孙中兴一皱眉 问道 我们还剩多少融资 那操盘手道 刚才一番买进 我们现在只剩下不到40亿了 想要吞了华阳 恐怕还差一些资金 孙中兴私存了一下 说道 立刻给银行打电话 抵押贷款再弄30亿 我就不相信 他赵雪岩还能有多大的能耐 还能调动多少资金过来 这时 他身边的财务部长说道 孙董 这样一来 如果我们败了的话 将面临各方的催债 孙中兴指道 缅川那边 我们还有一大批的资金 没有结算贿资 这点债务算什么 再说 我还不信邪了 会斗不过赵雪岩一个黄毛丫头了 动手 是 孙董 那财务部长 立刻下去安排了 华阳公司外 一辆再普通不过的面包车上 赵正明挂了刘洪打过来的电话 而后感慨道 想不到 雪儿竟然还能弄到资金坚持到现在 以我推算的 孙中兴能调动的资金 应该也差不多了 是到最后绝胜负的时候了 夏东阳默默地听着 坐车里时间也不短了 自己这位伯父 似乎就没有担忧紧张过 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留了什么后手 华阳公司内 剑本要跌破的局面 竟然再次稳住了 而且还有一点攀升 不少员工是欣喜起来 纷纷握着拳头 激动地盯着屏幕喊着 长 继续长啊 赵正荣的办公室内 看着死灰复燃的走势图 几人都是诧异得很 怎么回事 怎么又上涨了 赵光贤诧异地说着 赵正荣指导 应该是赵雪岩 又从哪里调过来 一些资金融了进去 王娟咬牙骂道 那死丫头 肯定是用了 丽严公司的财力 不过 丽严连事都没上 十亿都是顶天了 他坚持不了多久的 有了萧若南和于飞的五十亿 华阳的股价止住了颓势 缓缓上涨着 虽然速度很慢 但还是 让一些散户和固定的户头 看到了一点希望 当然 孙家资金的融入 赵雪岩这边的五十亿 也渐渐被吞噬 股价以一个很低的价格 稳了下来 与孙家竟然僵持起来了 这一刻 华阳集团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时间似乎都停止了流动 所有人都紧盯着电脑屏幕 就那么定定地站着 只听见一颗颗七雪 而跳动的心 技术部中 赵雪岩等人 也同样是各个紧张地看着屏幕 这时候 所有的钱都已经砸进去了 操作和技术基本的都没有用了 就要看看 股民能不能看到华阳的决心 重拾对华阳的信心 正所谓 谋是在人 成是在天 赵雪岩更是双拳紧捏着 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走势图和数字 每一次数字的跳动 折现统计图的变化 都牵动着他的心 躲在办公室的赵正荣等人 也是紧张得很 不过 他们最希望的 却是赵雪岩败了 不然 他们不仅没了面子 以后在赵家 恐怕更没有地位 孙氏珠宝那边 孙忠兴同样如此 他把自己目前能砸进去的钱 也都砸进去了 这是一场争斗 更是一场赌博 谁赢了 公司的财力 起码翻一倍 而所带来的股市效应 更是不可估量 华阳公司外辆黑色大众车上 赵正明关了手机上的股市走势图 而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对电话那头说道 你们可以动手了 夏东阳虽然不知道赵正明所说的动手 具体指的是什么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赵正明的后手出来了 就在他这个电话后 不过五分钟 华阳集团内 所有员工只见屏幕上的走势图 一下就起来了 股价更是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着 起来了 起来了 涨了 涨了 成功了 哦 哦 一时间 整栋大厦中 充满了员工的胜利后的欢声笑语 好些个员工激动的 更是直接将身边的同事给抱住 一个漂亮的女员工 兴奋的忘情的将身边 一位长得歪瓜裂枣的男同事给抱住 不断地跳跃着 那男员工被这梦寐以求 心意已久的梦中情人突然抱住 顿时一脸的猛逼 好一会儿 方才回过神来 赶忙一把 也就女子给抱住 突然 那女子意识到什么 赶忙一松手 看着自己抱着的 竟然是部门最丑的男人 他顿时吓得一声惊呼 连连喊道 天啊 我一定是疯了 疯了 他说着 连忙向外走去 那男子急忙追了出去 同时连连喊道 玲玲 等等我 等等我啊 小姐 成功了 您成功了 技术部中 沈良一脸欣喜地对赵雪岩说着 所有人都沉浸在兴奋喜悦中 赵雪岩一直紧握着的拳头 也终于松了下来 心头也是激动得很 自己并没有葬送爷爷和爸爸的心血 保住了公司 击败了孙家 在生死边缘走了这么一遭 此时此刻 赵雪岩甚至有些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 毕竟 她也只是一个女人 不过 她还是紧闭了闭眼睛 将眼泪给压了下去 被沈良等人说道 不是我成功了 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特别是沈部长和几位操盘手 我得谢谢你们 没有你们的付出 不会有现在的成功 沈良从来不拘公自傲 仍然谦逊地说道 小姐过奖了 没有你后面调过来的资金 我们也不可能让那些散户和套牢的股民 再次看到我们华阳的实力与决心 总之 这是大家团结一心的结果 大家都辛苦 赵雪岩总结着 有人欢喜有人愁 赵正荣的办公室内 几人纷纷惊呼道 怎么可能 赵雪岩怎么可能打赢了孙家 他从哪里调过来的资金 这下完了 以后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了 华阳集团上下沉浸在一片喜悦兴奋中的同时 省城孙氏珠宝技术部中 孙中兴被下得手一松 雪茄掉在地上 他在电脑操作台上 一脸不敢相信的吼道 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输 那技术部部长这时候说道 孙董 是之前那份文件上的几家项目涉及到的公司 他们倒戈回来 融资进来 吞了我们孙氏的资金 那份文件 孙中兴一皱眉 突然回过神来 一脚将一张电脑桌给踹倒在地 这一牵连下 哗啦啦的倒了好几台 所有人都静若寒蝉的站在一旁 不敢上前多说半个字 孙中兴咬牙切齿 恨恨的说道 好 赵正明 你竟然给我设下这么大一个圈套 你行 孙梁剑 你敢联合赵正明欺骗老子 老子一定要杀了你 不 急火攻心之下 孙中兴竟是仰头喷出一口血 而后直挺挺的向地上倒去 所有人惊呼着急忙向孙中兴围了过去 怎么可能 在华阳集团对面的大楼中 孙梁剑也得到了赵雪岩击败孙氏珠宝的消息 他满心的惊诧 怎么也想不通 良久 他方才阴沉着声音说道 孙中兴啊 想不到你 竟然连一个黄毛丫头都逗不过 看来想要对付赵正明 还是得通知他们动手才行啊 华阳集团内 一片欢声笑语 赵雪岩却是默默地走出了技术部 来到走廊尽头的楼道拐角处 这一刻 他再也无法控制住内心的情绪 眼泪不断地滑落而下 他仰望着上空 咽了咽唾沫 说道 啊 我知道 我知道一定是您的在天之灵保佑着女儿 保佑着公司 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次难关 您放心 女儿不会让您失望的 一定会好好地管理公司 让公司发展得更好 然而 他哪里知道 这并不是父亲赵正明的在天之灵 而是赵正明的商业质谋 华阳集团外 夏东阳与赵正明仍然坐在车内 不过 这回赵正明已然知道了 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的确 之前被孙良见到走的那份公司的机密文件 是他刻意制造的 他早就怀疑身边有内鬼 但却不知道是谁 这才设下这个圈套 不管对方是谁 最后的目的肯定都是运用那文件上的漏洞 来针对公司 到时候 不仅能引出内鬼 更能再绝境反戈一击 而且 介于这些天的形势 那内鬼很有可能将那份文件交给孙家 果然 一切如赵正明所料 当前几日孙中兴有大动作时 他心头便更加的有底了 所以他一直都没惊慌担忧过 他之所以在最后的时刻 才运用那份文件的暗招 就是要培养赵雪岩处理大事时的抉择与魄力 更重要的是 让公司的员工 对赵雪岩有一定的信任 以后更方便的接管公司 然而 即便是这样 这招期仍然十分的险 如果孙中兴能调动的资金更加庞大 或者说是一上来就注入庞大的资金 那华阳恐怕已经败了 当然 险是险 赵正明之前对孙家也是做了一番功夫的 富贵险中求 这就是赵正明的魄力 而用这样惊险的环境 给女儿赵雪岩锻炼 这更是赵正明的胆量不是一般的大 也更说明 他对赵雪岩给予的希望是何等的高 稍稍平复了心境后 赵雪岩给于飞拨去了电话 然而 那头 却传来了关机的提示音 他指的将于飞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 深深的铭记在心头 紧接着 赵雪岩便召开了中高层会议 这些中层中 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没见过赵雪岩 更不知道赵雪岩的身份 因为赵雪岩来华阳集团的次数不多 而且每次都是直接到父亲赵正明的办公室 加上妇女两都 有意要隐瞒 所以 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现在 看着坐在董事长位置上 如此年轻的赵雪岩 所有人都没有怀疑 有的只是惊叹与信任 惊叹赵雪岩的能力 能在这一次争斗中 力挽狂澜 信任他能一如赵正明一样 带领公司走得更长远 主持父亲留下的这么大一家公司 面对七八十位的中高层 赵雪岩没有丝毫的紧张与怯场 这也是他这些年 在丽岩公司锻炼出来的 他正经微作 自我介绍道 各位同僚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赵雪岩 是赵正明的女儿 他话一落 历时就有人低声议论道 难怪看着眼熟 是丽岩公司的总裁 我们江阳心崛起的商界明珠 虎腹无犬女 小姐深得董事长真传 我们华阳 后继有人了 赵雪岩微微抬手 是意大家安静下来 而后又说道 今天上午 我爸因病不幸离世 接下来 公司的事务将由我接手 我会将丽岩公司那边的 总裁职位辞去 将精力全部放在华阳 请各位能如支持我爸那样支持我 对于在这次争斗中 参与众筹支持公司的员工 我申表感谢 在这里 我也做出承诺 等财务那边回笼资金后 将对赵转账明细 给予参与众筹的员工 三倍本金的感谢 啪啪啪 他话音一落 会议室中 立刻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因为在座的 都参与了众筹的 接下来 赵雪岩又简单说了说 接手后将延续父亲留下的制度等等 总之 并没有太多的场面化 都十分的实在 他和赵正明一样 都是做实事的人 很快 赵雪岩的话通过各位中层 传到了各个员工的耳中 顿时 华阳再次陷入了一片欢声笑语中 纷纷感叹着 小姐好魄力 华阳公司股市回暖 击败孙氏珠宝的信息 很快就在网上传开了 江阳商网以及其余报道上 更是纷纷赞叹赵正明式的商业奇才 就算去世了 也能在争斗中将孙忠心脱下来 更有小报将赵正明 誉为商界的诸葛亮 将孙忠心比作司马懿 就算是孙忠心死了 也算不过赵正明 总之 各种版本都是赞扬赵正明 一时间 更多的人看好华阳集团的股市 更多的散户纷纷纷买华阳的股 短时间竟然就有要涨停的趋势 刘红带着赵雪岩 从公司地下停车场出来 他现在不想去应付门口的记者 他现在只想去殡仪馆 在父亲林前如小女孩一般大哭一场 发泄着心头的情绪 然而 当他在刘红的引路下 坐上路边那辆普通的黑色大众车时 看着车上坐着 明明已经离去的面孔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赵雪岩心情低落地 坐在黑色大众车的后排 却发现 上面已经坐着一个人了 他诧异地转头看去 当一见那张明明已经离去的面孔时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愣是没回过神来 只是眼泪却不自禁地滑落而下 直到赵正明微笑着伸开双臂 赵雪岩方才回过神来 一下扑到赵正明的怀中 死死地抱住赵正明 哭喊道 爸 你别离开我 别离开我 听赵雪岩的声音 看样子 他还以为眼前是自己的幻觉 不过 哪怕是幻觉 此刻 他也乐意沉溺在其中 赵正明和尚双臂 轻拍着女儿的背 满脸慈哀地说道 雪儿 爸爸在这里呢 爸爸没有离开 天下间 又有哪个父母 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呢 作为父母 他们都希望能护着守着孩子一辈子 听着父亲的话 感受着父亲怀抱的温暖 赵雪岩这才意识到 这并不是自己的幻觉 连忙直起身子 仔细地看着眼前的面孔 但他还是不相信 忍不住伸手抚摸着赵正明的脸 哇 这一摸之下 赵雪岩更是一如一个小女孩般大哭了起来 然后再次扑在了赵正明的怀中 大哭特哭了起来 赵正明再次轻拥着女儿 眼神中满是慈爱 他也没说话 就任由赵雪岩这么哭着 发泄着心头的情绪 的确 此时此刻的赵雪岩需要发泄 之前得知父亲离世 他强压着内心的悲伤回到公司 面对家族亲人的施压 而后再与孙家斗 他心头的压抑 可想而知 这时 父亲又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 这种大悲大喜的更迭 来得实在太突然 任谁都需要用一定的时间来消化 几分钟后 赵雪岩方才稍稍平复了情绪 而后缓缓从赵正明的怀中拖了出来 他就那么任由眼泪鼻涕挂在脸上 实在禁不住问道 爸 您不是已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没有死 赵雪岩心头自然最为高兴 但他内心仍十分的诧异 想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赵正明先是探身 从驾驶位右侧的盒子中 抽了几张卫生纸 为赵雪岩擦拭着脸上的眼泪 赵雪岩静静地享受着 这份温柔而浓厚的父爱 而坐在驾驶位上的夏东阳 心头却是羡慕不已 他甚至都已经不记得 不记得爸爸最后一次为自己擦拭眼泪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不自禁地 他便陷入了回忆之中 赵正明收手后这才说到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爸爸出现了假死现象 医院也没有发现 送到殡仪馆 还是夏东阳发现的 赵正明说出了这样一个版本 他不想让赵雪岩知道 今天的这场争斗 今天的这场胜利 实际是自己在背后用力促成的 他想让这场胜利 在女儿的心中埋下一颗自信的种子 而后生根发芽 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助女儿有朝一日 能成为商业巨头 他对女儿的期盼 对女儿的爱 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思虑周全 赵雪岩并没有怀疑 当即怒道 真是拥医 还号称是我们江阳最好的私家医院 简直是草菅人命 爸 这种医院 不能让他继续祸害人 一定要告他 赵正明知道自己女儿正义的性子 当即笑道 算了 发生爸这种情况 几率也实在太小 也不能怪医生他们 再说 这段时间在他们的调理下 爸的身体 也的确好很多了 爸 你生病了 怎么也不对我说呢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赵雪岩的注意力 一下被转移了 同时心头也是 愧疚不已 爸爸生病了 自己竟然一直都不知道 他觉得自己十分的失职 赵正明慈祥的笑着说道 也没什么 就是当年在部队里留下的一些旧患 复发了而已 不碍事的 别多想 天下间有很多父母 觉得孩子工作忙 自己有些病痛 也不想告诉孩子 不愿意涂增孩子的担心 给孩子增加负担 赵正明也同样是这样的想法 爸 对不起 赵雪岩自责的说着 很多时候作为子女 对不起三个字 总觉得难为情 对父母说不出口 很多子女 甚至一辈子都不会对父母说 因为作为子女 总感觉在父母面前 自己可以任性 自己可以犯错 而实际上 父母也不希望 听到孩子说那三个字 他们更多的是 希望孩子能陪在自己身边 可父母又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在外面闯出一片天地 有自己的事业 所以 孤独 寂寞 甚至病痛 他们都默默地承受着 只期盼子女平安回家 给子女一个温和的笑 一桌简单的家常菜而已 但此时此刻 赵雪岩说出来了 真心地说出来了 赵正明再次将她拥在怀中 慈爱地说道 傻孩子 和爸爸说 这些干什么 走吧 爸爸去你那里坐坐 嗯 赵雪岩轻声应着 完全没有在公司时的强势高冷 东阳 开车回雪岩的别墅 赵正明对驾驶位上的夏东阳说着 好的 伯父 夏东阳从回忆中回神过来 应为一声便打火启动 此人很快回到了赵雪岩的别墅 在沙发上落座下来 赵雪岩便开始烧水泡茶 赵总 还是我自己来吧 夏东阳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便上前说着 毕竟 他曾是赵雪岩的保镖 让赵雪岩来招待自己 给自己泡茶 他很不习惯 赵雪岩看得出夏东阳拘谨 当然也猜到他的想法 便说道 夏东阳 今天你是客人 去坐那就好 赵正明也说道 是啊 东阳 来坐吧 夏东阳只好坐在一旁的侧位上 很快 赵雪岩就泡好了四杯茶过来 四人都坐在沙发上 很显然 刘虹表面上看似保镖 实际在赵家 起码在赵正明妇女这里 并没有把她当外人 赵正明当先说道 雪儿 爸今天让东阳也过来 实际是有话 对你们两个说 我和夏东阳 赵雪岩诧异地看了看下东阳 夏东阳也很是诧异 不知道赵正明到底要说什么 赵正明先是对赵雪岩说道 雪儿 爸希望你能辞了立严公司总裁的职位 过来帮爸爸 爸 之前我去公司主持 那是以为以为你走了 可现在你好好的 为什么要我过来呢 赵雪岩说着 突然敏感地抓着赵正明 问道 爸 您的病是不是很严重 这才急着让我过来 赵正明拍着赵雪岩的手 说道 没有的事 别多想 爸身上的只是旧患 一到天气变化 就浑身疼 你也应该知道 当年爸是顶着压力 顶着你大伯他们的反对 接手公司的 为了不让你爷爷失望 爸爸这些年 好歹还是将公司弄得有点起色 但爸 也是有些累了 想要过几年轻松的日子 我看你在立严公司那边 也算是做出了名堂 在江阳商界 也有一定的名声了 是时候 过来接手公司的事务了 可我前些十日 才在立严那边鼓舞员工 这突然间我就离开 实在是有些欠途 赵雪岩说的也是实情 前些十日公司的闹腾 他这才刚稳定好人心 这一走的话 公司恐怕又得乱了 这便有备于他去公司 历练的初衷了 赵正明也不想逼得女儿太紧 便松口道 这样吧 爸也不要求你立刻过来 爸爸再给你半年时间 将立严公司那边的事处理妥 怎么样 好吧 想着爸爸的身体 赵雪岩还是答应下来 赵正明点了点头 继而便看着夏东阳 问道 东阳 你最近有什么打算 夏东阳坦诚地说道 赵总借了我一笔钱 我准备开一家烧烤店 做点小本生意 赵正明看了看女儿 眼神十分赞许女儿对夏东阳的帮助 而后便说道 你既然叫了我一声伯父 那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 就尽管向雪儿 向伯父开口 别总是那么见外 赵总已经帮我很多了 我也总不能遇到点小事 就跑来麻烦伯父您 当着赵雪岩的面 叫赵正明一声伯父 夏东阳其实已然没见外了 除了与女性相处之外 夏东阳并不是个扭捏的人 而且 对于赵正明的当初的恩情 他一辈子也不会忘 有些恩情不是说还就还清了的 一声伯父承载着夏东阳心头的亲情 与那份恩情 得用一辈子守护 可不知道怎么的 听夏东阳叫自己父亲为伯父 赵雪岩心头总觉得别扭的紧 赵正明却笑着说道 东阳 你既然都叫我伯父了 怎么还叫雪儿赵总呢 应该改口了 夏东阳听了一正 经不住转头看着赵雪岩 赵雪岩也是看着他 眼神中竟是有些细血 不知道这块木头会怎么叫自己呢 赵雪岩 雪岩 雪儿 呸呸呸 还雪儿呢 赵雪岩不禁冒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木头喊出来 恐怕都不好听 却听夏东阳十分别扭地喊着 赵雪岩 这是什么称呼 赵雪岩有种想要扇夏东阳一巴掌的冲动 赵正明却是在一旁大笑了起来 赵雪岩忍不住瞪了瞪下东阳 觉得 男人要做到夏东阳 这么不会讨女孩子喜欢 也真的是得有些水平才行 然而 赵雪岩却并没有意识到 他在夏东阳面前 早就没有当初的强势高冷 刚才的一瞪眼 最真实的一面 赵正明这才又说道 雪儿 夏东阳生意到时候刚起步 你可得好好帮他琢磨琢磨 赵雪岩既然都借钱给夏东阳了 自然也会帮到底 便说道 这个当然 就凭这个呆子 能做成什么生意 我会帮他好好策划的 夏东阳在一旁也不接话 反正也说不过赵雪岩 再说 人家一片好心 自己多说什么 赵正明点了点头 他了解女儿的性格 说出来的话 肯定就会去尽力做好的 而且 他也看得出来 自己将夏东阳当作亲人 女儿也是很乐意的 继而 他便岔开了话题 说道 雪儿 孙良健与孙家有联系 以后你得重新换个法律顾问了 赵雪岩有些诧异 而后敏感地问道 爸 孙良健也姓孙 莫非是 他是孙家的人 赵正明摇了摇头 说道 这只是个巧合 这次公司的危机 就是他出卖给孙家一些机密的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赵雪岩诧异地问道 在他的印象中 孙良健可帮父亲和自己的公司 处理了不少事的 赵正明并不想将过往的事情 让女儿知道 便说道 或许是被孙家收买了吧 总之 以后当心他就是 赵雪岩重不怀疑父亲的话 也就没深问 接下来 几人又聊了一些 多是赵正明问 夏东阳妹妹的情况 以及夏东阳开店以后 有没有更远的打算等等 眼看着时间不早了 今天可说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赵正明便提议出去聚一聚 不想 夏东阳的电话去响了 是戴科研打过来的 夏大哥 赵大哥他醒了 就传来带科研兴奋喜悦的声音 真的 夏东阳也是高兴不已 连忙道 我马上回来 挂了电话 他便对赵正明说道 伯父 十分抱歉 今天怕是不能陪你吃饭了 我一个兄弟在医院里昏迷好些天了 现在终于醒了 我得回去看他 赵雪岩一听便问道 是不是如龙 夏东阳点了点头 赵雪岩也是面露喜色 这几天就是因为赵如龙昏迷 夏东阳连店面都没去看 现在终于好了 去吧 来日方长 赵正明理解的说着 就开刚才的车过去吧 谢谢伯父 夏东阳也没客气 对赵雪岩和刘红分别点了点头 便快步向外走去 开着车 夏东阳快速向医院赶去 路过滨江路一个人行道时 他停车里让几个过马路的行人 却无意看见巷子中 有几个人正在打斗着 原本他也没在意 这晚上 一些小混混打闹十分的正常 可盛在他眼力惊人 却见那被打的人 竟然是之前妹妹的护工 胡大姐的儿子方亮 这下夏东阳不能坐视不管了 急忙将车停在旁边 快步向巷内冲了进去 住手 夏东阳人一到巷口就大喝一声 那几个正在对方辆拳打脚踢的人 立刻抬头看着夏东阳 顿时各个面露巨色 原来 这几个家伙 是新药会所的跑堂手 当时夏东阳去会所提张子亮 他们也都在场 其中有两家伙 还挨过夏东阳的拳头 此刻见夏东阳这位猛人出现在这里 他们如何不慌 夏东阳上前冷声问道 说 为什么打他 其中一人战战兢兢的回道 他成天到晚守在会所门口要钱 怎么敢也赶不走 我们只得给他一点教训 他为什么要钱 夏东阳又问道 那人回道 上次他不是请会所兄弟教训大哥你 但我们哪敢对大哥您动手啊 所以事情就黄了 他过来 想要拿回给我们的雇佣费 夏东阳心头了然 按理说 方亮这么做 也是合情合理的 事儿没办成 钱当然应该退回来 当即 他便说到 多少钱 把钱还给他 那人还没说话 方亮却对着夏东阳吼了起来 夏东阳 你就是来看老子笑话的吧 好啊 老子被打了 你满意了吧 老子喜欢被打 用不着你 假好心来帮忙 那四个会所的跑堂手 听得恨不得再给方亮这蠢货击较 能有夏东阳这位大神罩着 却还不知足 那人赶忙对夏东阳说道 不多 就三万 要不是看在萧衡 萧哥的表弟马成财分上 我们根本不会为了这点钱出手 不过大哥 我们所得的钱 大部分都交给萧衡 萧哥了 夏东阳一皱眉 原来马成才是萧衡的表弟 还有这层关系 突然间 他想起之前 自己曾经答应过新药的东哥 为了张子亮的事情 要亲自过去 给他一个说法的 可后来 自己就被抓进了龙盾 不管怎么说 自己是失信了 等会晚点 必须得过去一趟 这些都是东哥的人 自己已经失信在先了 现在也不能太过为难别人了 当即只好说道 算了 你们走吧 是是 多谢大哥 多谢大哥 四人渐渐点头称谢 还以为 就算不挨顿打 也得把钱吐出来 哪知道夏东阳 就这么放自己等人离开 四人一溜烟跑了 生怕夏东阳反悔 夏东阳这才上前去扶方亮 不想 方亮却是一把推开他的手 吼道 滚开 不用你扶 你厉害 你把人都赶跑了 老子去哪里要钱 夏东阳也没生气 就看着方亮 自己撑着墙壁站起来 然后问道 这些天你去看你妈妈没有 方亮却是愤怒地说道 我看他 他还不嫌丢我脸 丢得不够大吗 夏东阳一皱眉 心头是有气了 一把抓住方亮的手臂 拉扯着他说道 跟我回医院 去看你妈妈 方亮极力地挣扎 大骂着 放开 放开我 夏东阳 老子的事不用你管 你他妈是什么人啊 你信不信 老子回头就从医院楼顶跳下来 你就是个杀人犯 方亮这么多天 都不去看医院里的胡大姐 而且两次以死相逼 夏东阳心头的火势完全起来了 顿时一转身 一把揪着方亮胸口的衣服 拉扯着方亮冲过马路 来到冰江路栏杆处 而后一只手将方亮提起来 就那么悬在栏杆外 江阳这段时间 已经进入了历年来的汛期 栏杆四五米下 便是滚滚奔流的江水 方亮顿时吓得 杀猪般的惨毫了起来 双手更是死死地 抓住夏东阳的手臂 撕心裂肺地喊道 夏东阳 你个疯子 你干什么呀 这要闹出人命的 快拉我上去 夏东阳却是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不是要死吗 我成全你啊 放开 别抓着我的手 谁想死了 说说也不行啊 拉我进去 快啊 方亮吓得根本不敢去看脚下的江水 可潜意识的 他又忍不住撇头去看 顿时更吓得赶忙闭上眼 眼泪都出来了 这时候 正是开始夜生活的时候 冰江路上的人也不守 看着夏东阳 纷纷围上前来 更有不少人 立刻拿出手机拍照 这什么情况啊 多半是网红 想出名想疯了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极限运动 摆拍的吧 肯定有钢丝 在如今各种小视频 刷爆手机的年代 满足了很多想出名 却又没有门路的人 这不 网红便顺应十大而生了 以至于现在 明明发生在眼前的事是真的 却被这些围观的市民 当作是摆拍 看作是网红 现实的真与虚拟的网络 似乎正在侵蚀人们的本心 一见有人围过来 方亮灯石极其的大喊道 救命 救命啊 这个疯子想要杀人啊 表演的够真的呀 影帝级别的呀 哥们才不过去 给你当背景 围观的人 竟然没一人相信 眼前是真的 这把方亮急得眼泪横流 只好对夏东阳阳求道 夏东阳 我求求你 拉我上去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先拉我上去 人一旦脚下没有着实处 双脚甚至全身都会发软 脑海中甚至还会胡思乱想 演绎着各种掉下去后的可能 方亮此刻就是如此 所以越是想 他心头越是恐惧害怕 夏东阳冷声道 希望你记住说过的话 他说着 一把将方亮给提了回来 方亮双脚却是发软的厉害 一屁股就瘫倒在地上 浑身都在发抖 切 这就完了 这视频 活不了啊 就是啊 不够精彩 没看透 围观的人纷纷说着 便信信地各自离去 对于刚才的事 他们最多也就是 将视频发在朋友圈 或是斗音里 赚点人气 看看评论 消遣消遣而已 然而 一个跳往广场舞的大妈 却走上来 对着夏东阳说道 小伙子 你们这样要不得啊 想出名也得走正道啊 这样做太危险了 万一有个什么意外情况 后悔都来不及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本心 被网络吞噬了 但从那个通讯不发达 年代过来的大妈 他们或许骨板固执 但出发点总是好的 大妈的苦口婆心 远胜过百人千人的 围观指点 我们记住了 可千万记住了 大妈又叮嘱了一句 这才离开 夏东阳 你就是个疯子 这时 方亮稍微喘息过来 忍不住骂道 夏东阳也并不在意 方亮骂自己 而是干脆就坐在方便身边 而后拿出了一支烟 先点燃后 这才又递了一支给方亮 方亮也没客气 这时候 他也的确是需要抽支烟 来压压惊 点燃烟 他狠狠地作了一口 而后吐出浓浓的烟雾 这才说道 夏东阳 你为什么总是爱多管闲事 从方亮的语气中不难听出 他态度已然有些软了 夏东阳语气平淡地说道 如果你不是胡大姐的儿子 我当然不会管你 方亮一听夏东阳 又提自己做护工的妈 经不住又重重吸了一口烟 夏东阳知道 方亮在想什么 接着便说道 方亮 其实我很羡慕你 羡慕我 方亮听后 自嘲地一笑 夏东阳知道 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十五六岁就出去打工了 前不久 我妈也因病走了 我甚至没来得及回来见他一面 而你 你爸妈都在 他们对你都很好 胡大姐为了让你学业无忧去当护工 没日没夜的工作 你比起我来说 幸福得多了 方亮棱棱地看着夏东阳 眼中尽是惊诧 他想不到夏东阳的人生会 这样的悲惨坎坷 他本想安慰夏东阳两句 但夏东阳却已然又说道 不过 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因为爸妈在的那些年 他们都很疼我 我们一家四口的日子 过得十分的温馨快乐 他说着 转眼看着方亮 说道 方亮 你妈妈做护工并不丢人 相反他十分的光荣 他为了自己的儿子 靠自己的双手工作 工作没有贵贱之分 如果你想改变现状 就得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我没读过你那么多书 不会讲那么多大道理 但你应该能明白 他们对你的期望 现在你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生病了 我相信 他一点也不后悔 他现在肯定最想看到的就是你 你应该去医院照顾他的 夏东阳说着 伸手拍了拍方亮的肩膀 方亮咬了咬嘴唇 眼泪已然在眼眶内打转 他声音有些乌叶道 我要去医院 我要去看我妈 夏东阳一笑 方亮能回头的话 他心头很高兴 毕竟胡大姐是个好人 更是个好妈妈 他也不想看着胡大姐伤心 当即 他便起身道 走吧 我也要去医院 很快 二人就到了市人民医院 夏东阳先是陪方亮去胡大姐的病房 他也顺便看看 胡大姐恢复的如何了 病房内 胡大姐还在吃着晚餐 只是简单的白稀饭 应该是医生说要他养胃 他面色比之前看上去还要憔悴 一双眼也红肿得很 上次方亮的话 的确是伤了他的心 整天是以泪洗面 而这几天 他打方亮电话也不接 他更担心方亮 所以身体恢复情况很不乐观 妈 方亮大步冲进病房 来到了胡大姐的床边 胡大姐乍听儿子的喊声 急忙抬起头来 果然见儿子就站在床边 他憔悴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喊道 亮 你来了 你来了 继而 他语气一转 急切地说道 亮 我不想你没面子 可妈妈没有文化 做护工对文化要求不高 妈妈只希望你能读书读出来 别像妈 不带胡大姐说完 方亮便跪倒在床边 哭着喊道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该那样说你 胡大姐听到儿子的认错 一瞬间 眼泪便如绝地的湖水一般流了出来 将这些天的担忧 心酸及委屈 全部哭了出来 不过此时此刻 他内心更多的却是欣慰 他连忙伸手将儿子给扶了起来 说道 亮 快起来 快起来 妈妈从来没怪过你 只希望你能好好读书 妈妈再苦再累 也值得的 妈 方亮再也忍不住 一下将妈妈给抱住 如一个小孩般大哭了起来 留下悔恨的泪水 站在门口 看着这一幕的夏东阳 内心也是 欣慰得很 他相信 方亮从今以后 真的会改过自新 浪子回头 体谅妈妈 而认真读书了 他也并不想打扰胡大姐此刻的幸福 便默默地转身离开 等等一等 方亮的余光 正好看见夏东阳离开 便说开了妈妈追了出来 走廊内 他看着夏东阳 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 最后只好说道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知道 以前的所作所为 是多么的错 我以后一定认真读书 好好孝敬我爸妈 夏东阳点了点头 微笑道 那样就最好了 你去陪你妈妈吧 看着夏东阳 一直走进了电梯 方亮方才 转身回病房 然而 他却深深地将夏东阳 对自己的劝解之情 记在了心头 很快 夏东阳就来到了 赵如龙的病房 这时 不仅戴科严在 就连罗小晴和苏明 也都来了 如龙 夏东阳大步走了进去 夏哥 夏哥 赵如龙几人 纷纷招呼着他 夏东阳点了点头 来到病床边 问道 如龙 感觉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赵如龙精神不错地说道 没事 咱们当兵的 个个都是国防身体 躺几天 我就能出院了 戴科严一听 连忙紧张地说道 赵大哥 医生刚才可喊你 起码得卧床休息半个月 哪有那么严重 半个月 我人都生锈了 赵如龙的性子 可待不惯 夏东阳连忙劝道 如龙 还是听医生的吧 别落下什么病根 到时候 后悔都来不及 对对 听下歌的 罗小晴和苏明 也纷纷说着 几人在病房内 陪着赵如龙聊天 大概十点半 罗小晴与苏明便离开了 夏东阳也在 赵如龙的极力劝说下 不让自己照顾了 夏东阳想着 有袋科研在这里 似乎自己的确有些多余了 也就离开了 他本想着再去看看柳千千 但想着他之前激烈的反应 还是到时候 给他发个信息问候下吧 于是便出了医院 向新药会所赶去 他已经想好了 怎么着 也应该向东哥赔罪 很快 夏东阳就来到了 新药会所门口 这时候 正是会所生意火爆的点 不过 他却被门口 两个保安拦了下来 夏东阳便说道 二位大哥好 我是来找你们东哥的 我们东哥起事 你说见就见的 这里是会员制 别挡在门口 拦着其他客人 这两保安是萧衡的心腹 他曾交代过 一旦夏东阳过来 就将他拦下来 而这时候 已经有人进去通知萧衡了 夏东阳只好又说道 那麻烦二位大哥 代为通报一声 就说夏东阳前来给东哥赔罪 什么赔罪不赔罪的 我们不招待非会员 走开 走开 一个保安说着 竟然伸手推散了夏东阳一下 夏东阳却一如一颗苍松般 身子挺拔的纹丝不动 那保安指道 呦 是不是想闹事啊 真当我们心要没人啊 夏东阳暗纳着性子 说道 二位大哥 我真的找你们东哥有事 麻烦通报一下 这时 萧衡带着七八个堂手 大步走了出来 说道 你放了我们东哥鸽子 现在还有脸来 一见萧衡出来 夏东阳便对他说道 我这次就是来给东哥赔罪的 麻烦给通报一声 萧衡哪里会让他见到东哥 当即心念一动 便冷声说道 你上次来会所 闹得大家十分没面子 这次你既然是来赔罪的 那就得拿出点诚意 他说着便轻轻甩了甩头 后面的六个堂手 立刻便会议过来 向夏东阳围了过去 夏东阳哪里看不出来 这萧衡是想借这次 来报上次自己闹会所 让他难堪的仇 的确是有些阴险 可这次自己是带着诚意来的 如果还手的话 那还算是什么诚意 萧衡刚才的话 也是将夏东阳的后路给封住了 他冷笑着看着夏东阳 其实 这回他心头十分的期盼 夏东阳还手 他便可以的交代几个心腹要下重手 如果夏东阳还手的话 那到时候在东哥那里 更好说话了 历时 六个堂手就动手了 夏东阳只得闪避着 以他的战斗经验 即便是六个堂手同时进攻 大部分的拳脚 竟然都被他给躲闪过去 少数的攻击 他也是用巧妙的手法给化解了 这边的动静 也是引起了不少来客的注意 当然 这种打几个不开眼的场面 大多数人都司空见惯了 所以也没觉得奇怪 好几人甚至没多看几眼 就竟会锁了 不过 还是有好些人注意到 夏东阳即便是在六人的围攻下 竟也是游刃有余 不禁很是惊讶 对于夏东阳强大的身手 萧衡是恨得牙痒痒的 他清楚 以夏东阳的实力 只要一进会所与东哥接触 绝对会受到重用的 心头极度之余 更是想着 坚决不能让夏东阳见到东哥 当即便冷声喝道 夏东阳 我可看不到你一点诚意 他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 夏东阳如果不挨上一顿的话 那就不较有诚意 夏东阳想着 自己上次盗会所提张子亮 的确闹得有些 让萧衡等人没面子 既然决心要赔罪 那挨一顿又有何妨 面头一打定 他便撤开了手 历时 一个堂手就趁机一拳 打在他胸口上 夏东阳也不傻 顺势就倒在了地上 他一倒 六人更是一拥而上 便是一顿拳打脚踢 夏东阳拳缩缩着身子 挨打也是有技巧的 他在部队里特殊训练过 而且训练了足足三个月挨打 所以表面上看 他被围着打得很凄惨 可实际上 绝大部分的攻击 都被他手脚巧妙地给挡了下来 就算是挡不掉的 都被他挪到了 非要害部位手机 可萧衡并不知道这些 看着夏东阳 被自己几个心腹围着打 他心头冷笑连连 按道 夏东阳 还想见东哥 做梦吧你 老子玩死你 这回 他想的可完全就是 自己的地位与利益 压根就没将为表弟 马成才报仇的事 放在心上 这么打不会打死人吧 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这时 有围观的行人及客人 忍不住议论指点起来 萧衡自然也不敢 真的在这么多人面前 将夏东阳给杀了 当即便喊道 住手 六个堂手一听 纷纷停下手来 而后散开退到了萧衡身边 夏东阳缓缓站起身来 装着摇晃着身子 一副重伤的样子 问道 我现在可以进去见东哥了吧 萧衡却是冷笑道 东哥今天没在 你走吧 改天再来 夏东阳听得心头大怒 自己带着诚意而来 却被这萧衡当成傻子耍 当即脚下一发力 整个人一如猎豹一般扑出 一把便上前将萧衡的脖子给扣住 而后冷声道 你敢耍我 啊 萧哥 萧哥 放开萧哥 那六个堂手 以及两个保安 这回方才回过神来 纷纷怒喝道 那些看热闹的路人及客人 更是各个心惊不已 刚才他们又何尝反应过来 那不过就一眨眼的功夫 夏东阳便已经跨过四五米的距离 一把掐住了萧衡的脖子 快 实在太快了 被掐着脖子的萧衡 看着夏东阳冷烈的眼神 害怕的大腿上的肉都在打颤 不过 他跟在东哥身边日子不短了 也是见过不少大场面的 这回竟硬是强制镇定下来 吃力的说道 夏东阳 上次东哥不想和你一般见识 让你带着人离开了 你说了第二天就过来给东哥一个说法 可这都过去多久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被你放了鸽子 东哥面子哪里哥 有种你就掐死我 看看东哥会不会放过你 萧衡能跟在东哥身边十多年 成为东哥身边的红人 心思自然比一般人要赚得快 这时候是直接搬出东哥出来压下东阳 而且将全部的过错都推到夏东阳身上 夏东阳思存着 自己的确是理亏在先 这回如果真的把这萧衡怎么样了 估计以后更不好对东哥解释了 不管东哥今天再没在 这萧衡怕是都不会让自己进去了 如果强闯的话 那就更是烧东哥面子 更为不妥 思来想去 他只好决定以后再找机会过来了 于是便松开了手 萧衡一脱困 哪里能咽下这口气 顿时大喝道 打 狠狠地打 六个堂守闻声 再次向夏东阳围去 萧衡这是要再次紧逼着夏东阳出手 到时候便没回旋的余地了 住手 眼看着这一场必打无疑了 一声大喝从人群后传来 这一声大喝一如平地惊雷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去 只见一个身着白色衬衣 黑色马甲 十分帅气的男子大步走了进来 不是东哥又会谁 是东哥 东哥回来了 这一下有好戏看了 这小子肯定会被贬得很惨 围观的人 大部分都是在这周边消费的 所以几乎都认识东哥 这时候纷纷议论着 总之都觉得夏东阳是惹大麻烦了 东哥 萧衡也急忙上前迎着东哥 而后立刻说道 东哥 这小子放了你鸽子 我正打算好好教训教训他 好家伙 他一句话便将刚才戏耍夏东阳的事 全部说成了为东哥出气 完全就是忠诚可嘉 东哥点了点头 而后看着夏东阳 语气平静地说道 我等你很久了 夏东阳指道 之前发生了一些事 所以没来得及过来 今天专程来向东哥你赔罪 东哥嘴角一扬 问道 你准备如何赔罪 夏东阳便说道 任凭东哥你处置 好 那请进吧 东哥也是爽朗地说着 夏东阳也不惧 便大步向回所内走去 东哥立刻同步追上 后面的萧衡却经不住皱了皱眉 他跟东哥这么久 看得出 东哥似乎并不想为南下东阳 否则以东哥的脾气 当场就动手了 他念头急转着 不知道东哥让夏东阳进去 又是得有什么样的安排 围观的人群 心头也是诧异得很 还以为会有一场打斗 哪知道这样就收尾了 进到会所 夏东阳在东哥的带路下 直接到了酒楼顶楼 东哥打开了一个房间 夏东阳走了进去 东哥反手降门一关 顺势一拳 就向夏东阳砸去 以夏东阳的反应 自然能够轻易地躲开 可他并没有躲 任由东哥一拳砸在他右肩上 这一拳气力也不小 砸得他后退了两步 为什么不躲 东哥诧异地问道 夏东阳指道 我之前失信于你 挨你一拳也是应当的 一拳可不行 至少三拳 东哥大声说着 大步一踏 又是两拳接连攻去 这两拳 拳时更加凌厉猛烈 拳头未到便有拳风而至 毫不怀疑 这两拳若是打在两寸厚的水泥板上 也能将其击碎 不过 夏东阳仍然是不躲不闪 甚至眼睛都没眨一下 任由东哥这两拳打来 可当最后的时刻 东哥拳头上的气力却是收住了 只是轻描淡写地 砸在了夏东阳的胸口上 夏东阳诧异地看着东哥 东哥一收拳 便笑着说道 好 夏东阳 你果然是条汉子 我相信 你之前并不是有意放我鸽子 这事就算过去了 原来 东哥刚才那两拳 不过是在试探夏东阳的诚意与胆色而已 而夏东阳也没让他失望 夏东阳觉得自己 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 突发了一些情况 没来得及向东哥说明情况 抱歉了 东哥很是诧异 便问道 前段时间 我听说你到一家日式料理店 提了一个客人出来 那家料理店是三合会所下的产业 是不是涛子让人对付你 夏东阳心念一动 还别说 他几乎都忘记这事了 当时是去找方亮回去看胡大姐 可什么三合会所以及涛子 他倒是没听过 当即便摇头道 不是因为那事 也是 就凭涛子那些废物 怎么可能伤得了你 东哥点头说着 他也没追问具体原因 举步来到宽大的办公桌前 拿起一盒新出的大中华烟 递了一支给夏东阳 夏东阳也不客气地接了过来 东哥一伸手 说道 坐下聊聊 二人落在在沙发上 向后点燃了烟 东哥便问道 上次为什么要留守 夏东阳却说道 不存在留不留守 我就那点实力 东哥却摇头道 你留没留守 我心里清楚就是 原来 上次在楼下大厅与东哥一战 表面上看似东哥击中了夏东阳一拳 而实际上 夏东阳之前的一剂手刀 就能斩中东哥的颈部大动脉 是夏东阳途中变招 才让东哥抓住空档 接着 东哥便又说道 夏东阳 有没有兴趣到我会所来做事 东哥这话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直接招揽夏东阳了 夏东阳虽然才回江阳没多久 但对会所这些也接触几次了 这些表面上是休闲娱乐会所 但都潜藏着一方势力 而这样的势力 很多时候都不好放在台面上来说 就如之前方亮找到了 这新药会所的几个堂手 这意味着什么行业 夏东阳心里清楚 他现在只想好好陪着妹妹 过平静的生活 当即便说道 谢谢东哥的好意 我正着手开一家小烧烤店 做点小本生意 是你自己主厨 还是请人 东哥有些诧异的问道 在他看来 以夏东阳的身手 在江阳 很容易就能闯出名声的 不至于开小烧烤店啊 小本生意 我自己先动手 夏东阳心头还是有计划的 如果生意好 他便会多招员工 东哥一点头道 想不到你还有这门手艺 好吧 我也不强求 不过 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 开业的时候知会我一声 我来给兄弟你凑个人气 好 到时候一定通知东哥 夏东阳也不好拒绝东哥的好意 东哥起身从办公桌的抽屉中 拿出一张黑色的印卡名片 递给了夏东阳 说道 我名下还经营着几家酒吧和KTV 兄弟你到时候出示这张卡 都可以免单 夏东阳一起 连忙起身摆手道 东哥 这太贵重了 我受之有愧 东哥却说道 我平生最欣赏身手好的人 夏东阳 我知道你为什么拒绝我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抢求你过来帮我做事 我们只交个朋友 绝对不涉及其他的事 如何 东哥都这样说了 夏东阳觉得自己再拒绝 就显得太不会做人了 便收下了卡 说道 谢谢东哥 客气 东哥爽朗的一笑 说道 以后有什么困难 尽管开口 我能办得绝不推辞 二人又简单聊了几句 交换了电话号码 夏东阳这才出了会所 他前脚离开会所 萧衡便从暗处走了出来 他知道乔振东抑郁招揽夏东阳 所以心头极度怨恨不已 若是夏东阳过来的话 他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萧衡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思存着 自己绝对不能动手 否则就是触犯了东哥的逆龄 得找其他人 找谁呢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对了 可以找他 想着 他便到暗处 用另外一个电话 给一个号码发了一条短信 说明了夏东阳现在所在的位置 出了会所 夏东阳并没有急着打车回住处 妹妹去学校了 高考前估计才会放两天假回来 而赵如龙那里 也不需要自己照顾了 突然间 夏东阳有些想念部队的生活了 想念部队的那些兄弟战友 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有没有受伤 他点燃了一支烟 思绪已然回到了在部队的日子 就那么漫无目的地顺路走着 夜 早已经深了 街道上的人也稀少了起来 好几辆空出租车从他身边经过 示意他上车 也并没有将他从回忆中唤醒 不知不觉 夏东阳走到了冰江路的尽头方向 这条路正是之前他和于飞 赵如龙几人自助烧烤的路线 再往外便是小路出城了 收回思绪 夏东阳转身准备向主干道方向走去 不想 一辆面包车飞驰而来 拦住了他的去路 紧接着 车门打开 从车上跳下来 连同司机共九个男子 他们各个手持着钢管 明显来者不善 其中一人左额上留着一撮黄发的男子 掂量着手中的钢管 对夏东阳说道 小子 你还真有觉悟 知道走到没人的地方来 夏东阳皱了皱眉 问道 我并不认识你们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那一撮黄发的男子冷声说道 之前你在我们料理店 可是横得很啊 怎么可能误会 夏东阳心头了然 原来他们是 之前那家日式料理店的人 刚才在新药会所中 东哥才提起过 想不到果真就来了 当即 他说道 几位兄弟 上次一时情急 实在是抱歉 那男子只道 有些错 道歉是没用的 得付出代价 他说着 甩了甩头 左右那八人立刻会议 掂量着钢管向夏东阳围去 夏东阳见多说也无意了 先应付了这几人再说 冲在前面的那人 已然一棍向他脑门砸来 这一下若是砸时 不死也得重伤 这几人分明就没留守啊 夏东阳身子往旁一侧 手挟着伸出 一把就将那挥舞在空中的钢管给抓在手中 那人一愣 只感觉手心一空 手中的钢管硬生生被夏东阳给抽了出去 碰 夏东阳顺势一下砸在他的膝盖内侧 那地方 有时候轻轻碰一下 都痛得要命 更别说是夏东阳用钢管给砸一下了 那人顿时一声惨叫 蜷缩着倒在地上 捂着腿连连打滚 说时时那时快 其余几人也纷纷砸来了 当当当 夏东阳手中的钢管 精准地将几人砸来的钢管挡下 同时快速地还击 几声惨叫接连传来 几人请客间就倒在了地上 全部都捂着膝盖内侧 痛得打滚 那一小撮黄毛看得一愣 一脸的难以置信 夏东阳转过身来 那家伙下得手一抖 钢管便丢在了地上 连连喊着 兄弟 误会 误会 可笑他刚才来的时候 仗着人多 还说不是什么误会 得让夏东阳付出代价 可这转瞬间 自己就说是误会了 简直就是自己打自己脸 夏东阳自然也不会难为他 刚才也对地上几个家伙 也都是留了手的 他们一会就不痛了 当即便问道 你们管事的 是不是叫涛子 他是听着刚才东哥说 所以才这么问 一小撮黄毛有些诧异 莫非这人认识涛哥 但还是连连点头道 是 是 给你们涛哥打电话 夏东阳又说着 黄毛虽然搞不明白 夏东阳要干什么 但也不敢不打 电话很快就拨通了 夏东阳伸手将电话拿了过来 却听里面那涛哥说道 黄毛 是不是事情搞定了 很好 哥没信错你 以后前途大大的 夏东阳语气平淡地说道 是涛哥吗 我是夏东阳 是你 你怎么那边 涛哥明显惊讶得很 不过很快 他就回过神来 咬牙问道 你把黄毛他们怎么了 夏东阳指道 没怎么 他们都好好的 我想和涛哥你好好谈谈 你要谈什么 涛哥语气深沉 明显是心情极为的压抑与愤怒 夏东阳说道 上次因为情急 打扰了涛哥你店内的生意 涛哥你找人过来教训我 完全是合情合理 我在这里向涛哥你赔个不是 希望涛哥 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再计较了 以后有机会 一定到涛哥店里 亲自向涛哥你赔罪 夏东阳并不怕什么涛哥的 只是他觉得自己也是理亏 最重要的是 被这些混子盯着 麻烦是会不守 他更不想因为这些事 影响到自己与妹妹的平静生活 那边 涛哥经不住皱了皱眉 在江阳也混了好些年了 他这回也实在是听不出 夏东阳这话是真正的服软 还是威胁呢 不过 这会黄毛等人可在夏东阳手上 他指的说道 好 这事就算过去了 你把黄毛他们放了 夏东阳听得出涛哥语气中的不甘 又说道 涛哥 我没有想拿黄毛几人来威胁你 是真的请你放过我一马 回到都市这么久了 夏东阳也知道 这里不能像以前执行任务 或是战斗那样 一句话不对就干 阎王一惹小鬼难缠 说几句软话 死不了人的 不为自己考虑也得考虑妹妹的安全 好 既然话你都这样说了 这是真的结果了 涛哥这时候倒是没怀疑 夏东阳是威胁自己了 多谢涛哥 夏东阳说了声 便将电话递给黄毛 而后从钱包中掏出一千块钱 递给了黄毛 说道 几位兄弟 刚才多有得罪了 一点小钱 全当给大伙买包烟 电话还没挂断 那头 涛哥听得 心头更是诧异得很 夏东阳这么能打 他姿态放得这么低 是为了什么 黄毛也是诧异得很 直到夏东阳走远了 他才回过神来 一见电话没挂 便对涛哥问道 涛哥 他给了我们一千块钱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那涛哥语气凝重地说道 他并不是真正怕我们 而是怕麻烦 才放低姿态 能屈能伸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以后别惹他了 你们几个去吃点烧口 好好玩玩吧 好的 多谢涛哥 黄毛欣喜地说着 生怕因为办事不利 而受到惩罚 挂了电话 那头涛哥便冷笑着说道 萧衡啊 你给老子玩借刀杀人 这套把戏 老子可不上你当 我倒要看看 你们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着 用电话拨通了 安插在新药会所的 内应号码 省城一家私人医院内 晕倒的孙中兴醒了过来 不过 他身体向来不好 被赵正明那么一阴 气得怒火攻心 这左边脸斜扯着 竟然是中风了 儿子变成傻子 老婆中毒 自己中风 公司赔了一两百亿 这次与赵正明和夏东阳斗 孙中兴一家 可算是败得凄惨 一听医生说 孙中兴是醒了 堵在门外走廊内的孙家人 以及几个合伙股东 不等医生话交代完 便是纷纷冲进了病房 孙董 我们的钱什么时候拿回来 孙董 公司亏了 我们的股份应该折出来 你总得说句话 孙董 那批原料的钱 你得给我啊 我那以上百人等着吃饭呢 一时间 病房内被挤爆了 算是要钱要账的声音 孙中兴虽然中风偏瘫了 但脑子还是清醒的 看着这些平日称兄道弟 自己这一倒下 就翻脸不认人 只认钱的家伙 孙中兴气的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双眼一番近视 又骑晕了过去 堂堂孙是珠宝董事长 如今过成了这样 也是够悲催的 夏东阳是希望 涛哥能真正接过这事 不再来找自己麻烦 否则 他只有用拳头来说话了 来到主干道上 他打来的出租车回家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他右手夹着烟放在窗口上 随意地看着窗外 这座他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心头规划着以后的道路 明天应该去看看店面 生意得尽快做起来了 否则妹妹大学的学费 生活费等该没着落了 能为妹妹多存一点是一点 不多时 出租车就开到了这片老城区 这时候 这片老旧的街道上 除了昏暗的路灯在坚守外 没有一个人的踪影 坑洼的路面十分的颠簸 夏东阳只得收回思绪 出租车师傅是个中年老大叔 这时候禁不住抱怨道 太烂了 早就该拆了重建了 夏东阳想着也没几步路了 给人行得方便 就说道 师傅 靠边停吧 夏东阳主动要提前下车 出租车师傅自然乐意得很 连忙说道 好了 下了车后 夏东阳点了一支烟 漫步向家里走去 这条街道 承载着他太多的儿时美好回忆 每走一步 似乎都还能听见儿时与妹妹 爸妈的欢声笑语 就在夏东阳沉浸在 少时美好的回忆中 一个人影亮呛的 从右侧昏暗的行道中跑了出来 夏东阳立时警醒过来 同时侧身让开 避免被那人给撞着 可那人与夏东阳错身而过时 竟是如喝醉了一般 倒在了地上 夏东阳本也并不在意 可随意一看之下 顿时面色一变 赶忙蹲着身子 喊着那人道 五二 你怎么了 原来 这人竟然是之前孙德明的保镖五二 原本看似奄奄奄一息的五二 一听夏东阳的声音 猛然睁开眼睛 双手抓着夏东阳的手臂 喊道 救救救我哥 救救我哥 他在哪里 夏东阳连忙问道 五二抬手指了指 他刚才冲出来的行道 说道 就在这巷子里往右 你先找个地方坐坐 我马上去 夏东阳向来对五大五二的忠诚 十分欣赏 从他们身上 也似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所以五二一说 他毫不犹豫的 便答应下来 夏东阳很快就冲进了行道 而后转进了右边的巷子 却并没有看见有人 他只好顺着巷子追寻过去 当过了一个十字口时 就见左侧两个人正在打斗着 其中一人正是五大 不过 这时候 他却被那手持匕首的黑衣男子 逼迫的连连后退 身子抵在了行道的墙壁上 夏东阳急忙冲了过去 同时大喊道 住手 声音刚落 夏东阳也冲进了 他不由分说的一个腾身 一脚向那手持匕首的男子踹去 那男子只好舍弃了五大而闪开 夏东阳挡在五大身前 五大一剑来人是夏东阳 心弦便是一松 说道 谢谢 他一说完便向地上摊去 夏东阳赶忙要查看他的情况 那男子却是抓住这个机会 一个剑步上前 手中的匕首 就向夏东阳胸口要害扎去 夏东阳指得暂时不管五大了 微微侧身躲过男子的匕首 二人瞬间就站在一起 对方用匕首十分的熟练老辣 招招都是攻击夏东阳的要害 不过 他的实力 终究还是比不上之前那黑狼 短短五招后 夏东阳便精准地一把抓住那男子的手腕 而后一用力便将他的手腕给折了 顺势夺了他的匕首 那男子顿时面色大变 知道自己与夏东阳实力相差太过悬殊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 夏东阳将手中的匕首一掷 寒光闪过 匕首正中那男子的背心 那男子一下扑倒在地上 挣扎了几下便没了动静 对于这种杀手 夏东阳自然也不会仁慈 最重要的是 他看到了自己 如果让他跑了的话 后面麻烦是会很多 夏东阳并没有去查看那男子的情况 他对自己的手法 拿捏十分的自信 对方绝无生还的可能 他赶忙转身来到五大的身边 将五大给扶了起来 五大缓缓睁开眼睛 夏东阳这才看见 五大捂着胸口的指缝中 不断地溢出鲜血 夏东阳一看情况不妙 连忙道 五大 坚持一下 我送你去医院 他说着就干脆要抱起五大 五大却是伸手 将他手臂抓着 有气无力地道 夏夏东阳 别白费力气了 你先听我说 夏东阳看五大的面颊上 已然呈现出不自然的潮红 那是湿血过多的表现 而且 他身上刀伤还有好几处 看样子 绝对被刺伤了心脉和肺液 就算现在起身 也未必能坚持到医院了 他暗叹了一口气 默默地蹲着 他知道 五大是要交代遗言了 五大深吸了一口气 吃力地说道 我们是特意来找你 提醒你 孙家还有个厉害的杀手叫黑狼 你要小心他 夏东阳心头感激不已 直到 黑狼已经被我杀了 五大眼中惊叉得很 接二便说道 那就好 我二弟刚才逃出去了 请你一定帮我找找他 照顾一下他 你放心 刚才我碰到了他 他应该没大 五大听后 眼神有些涣散了 手却是紧紧地 抓着夏东阳的手臂 咬牙说道 帮帮我转告他 不要为我报报仇 谢谢 他说着 身子一松 手便捶了下去 夏东阳虽然见惯了生死 不过此刻心头也很是黯然 他明白 五大为什么不让五二为自己报仇 他是怕五二到时候报仇不成 反而送了自己的性命 临死了 五大担心的不是仇 而是自己兄弟的安全 这种手足感情 让夏东阳为之动容 他暗叹了一声 自己如果早点回来 或许五大也不会死 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他起身将五大抱了起来 向巷子外走去 刚走没多远 就看到一个人影 扶着墙壁缓缓地走过来 以夏东阳的眼力 一眼就看出来是五二 一定是五二不放心五大 忍着身上的伤痛前来 夏东阳心头更是黯淡 没能救得五大 他心头也很不好受 大哥 大哥 稍微走近一些 五二也看清了 是夏东阳抱着五大 他面色顿时一变 经不住加快步伐 可他伤势不清 这动作一大 立刻牵扯着伤口 脚一软就扑倒在地上 夏东阳抱着五大赶忙走近 然后蹲了下来 五二撑起身子 看着夏东阳怀中的五大 顿时惊呼道 大哥 大哥 醒醒啊 你醒醒啊 但五大哪能回他 夏东阳无奈地说出这个事实 五二 你大哥已经走了 不 不 大哥 你说过 我们离开孙家后 一起去游离世界各地 我们现在还一个地方都没去 大哥 你快起来 起来啊 五二不断地摇晃着五大的身躯 大声地喊着 眼泪却已然经不住奔流而下 夏东阳这时候 也只得默默地陪在一旁 五二需要时间来 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大哥 是我害了你 我应该陪着你一起面对的 我该死 是我该死啊 五二扑在五大身上 大哭了起来 好一会儿 他突然抬起头大骂道 孙中兴 我要杀了你 他说着 便要撑起身子 夏东阳赶忙一把将他给拉了下来 说道 五二 你别冲动 你也伤得不轻 而且你大哥临死前 让我嘱咐你 不要为他报仇 五二却一摇头 情绪激动地说道 不行 这个仇一定要报 孙中兴那狗娘养的 表面上 说和我们恩情两宵 暗中却派人来杀我们 我一定要杀了他 夏东阳也知道 这时候劝说情绪愤怒的五二 放弃报仇 那是很不现实的 只好道 五二 就算要报仇 你也得先养好伤再说 而且 现在最重要的是 安排好你大哥的身后事 难道你要让你大哥 一直这样不入土为安吗 五二一听 愤怒的情绪 这才稍稍缓了下来 夏东阳将五大抱了起来 说道 走吧 先去我那里包扎一下 而后送你大哥去殡仪馆 明天一大早 还得去办手续 五二神色黯然地点了点头 不多时 夏东阳就带五二来到了家里 夏东阳这个人 从来不忌讳什么 就将五大的遗体 安放在两张拼凑的椅子上 而后拿出急救箱 开始给五二处理伤口 五二身上有三道匕首留下的伤口 大腿上一道 右臂上一道 右胸口一道 右胸口那一道伤口 如是再深一点 再偏右一厘米 都会伤及他的肺炎 是五大拼命缠着那个杀手 为五二争得了逃命的机会 否则 以那杀手的实力 五大五二被他杀死 也只是多一点时间而已 为五二处理好伤事后 二人一起带着五大的遗体 去殡仪馆 这会也只有旗下东阳 那卖烧烤的电瓶三轮车了 好在这凌晨没人查 而且 这就区离出城的路并不远 没有死亡证明 以及火化症 殡仪馆是不会擅自火化尸体的 五大不是在医院死亡的 所以 医院不会给他出去死亡证明 还得五二拿着五大的身份证 户口本等去附近区派出所 办理相关手续 在殡仪馆安置好五大的遗体后 夏东阳陪着五二 坐在五大的林前抽着烟 五二便主动说起了 与哥哥五大的故事 这时候 他也的确需要用诉说 来缓解内心的悲痛 而夏东阳 便是个最好的倾听者 五二语气平缓地说道 我和我哥是双胞胎 我哥比我早出生三分钟 我们都是川南农村的孩子 我爸在我们五岁的时候就病逝了 我妈并没有改嫁 而是起早贪黑地拉扯着我们兄弟俩 我们兄弟俩上了初中后 就出去打工了 在工地上遇到一个瘸子 我们见他被其他工友欺负 便出手帮了他一把 不想 事后他却说 要教我们一点本事 我们本还笑话他 可他突然出手 一下就将我们两个给撂倒了 我们才知道 原来他是个高人 在工地上之所以没出手 只是不想 和那些工友一般见识而已 夏东阳想着 五大五二能有这种规规 这或许就是 好人有好报吧 五二接着说道 我们跟着他学了一年多 老家来电话说 我妈得了重病 我们只好告别了瘸子师父 回老家将妈接到了县城 在县城医了十多天 病情也没什么起色 拖久了也不是办法 我们又将妈送到了室里 市医院说 需要做手术 可要几十万 我们根本就没那么多钱 没办法之下 大哥便铤而走险 想到了去偷盗 但是惊动了对方家里的保镖 大哥打伤了好几人 最后还是被抓住了 可那家人的主人 不仅没报警抓我大哥 反而给了我哥一笔钱 作为我妈的手术费 听到这里 夏东阳心头也有数了 便说道 那人就是孙中心 对吧 五二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可我妈手术后 引发了并发症 没多久就去世了 我们兄弟商量 当初的资数之恩 怎么也要报答 于是就成了孙家的保镖 原来孙中心 对五大五二的恩情 是这样来的 估计当初给钱给五大 也是看中了五大的身手 起了爱财之心 五二又说道 孙中心对我们兄弟 还是不错 我们兄弟也一直为他 到缅川押运玉石原料 这一做也五年了 这次孙德鸣做的事 我们兄弟的确是看不过去 而且 邵美华也对我们兄弟 言语侮辱 我们才想着离开 不想 孙中心表面上答应我们离开 回头就派人来杀我们 夏东阳自责地说道 这次的事 还是我连累 你们兄弟了 五二连忙道 别这么说 没有这次的事 我和我哥也有想法离开了 因为这些年下来 我们觉得孙中心做事 太过不择手段 不尽人情了 当初他给我搁钱 多半也是想着 利用我们的能力做事而已 二人又聊了一会 夏东阳方才劝说五二休息一会 保重身体 才不会让五大不安心 天亮后 夏东阳陪着五二到区派出所 办理了相关的手续 将五大火化后 时间便近五十了 为了五二的安全 夏东阳并没有将五二安置在自己家里 而是安置在附近的老招待所内 而后便接到了赵雪岩的电话 说过去看店面 叮嘱了五二两句 夏东阳才向赵雪岩说的地址赶去 这边 警方也接到了报案 有人发现了那个杀手的尸体 因为现场并没有监控 加上那杀手身上 也没有身份的明显标志 所以 警方只得先排查走访 在警方排查的同时 在三合会所的顶楼办公室中 一个身着米白色糖装 看上去给有五十几许的光头男子 他半躺在老板椅上 将腿交叉 放在办公桌上 悠哉悠哉地抽着雪岩 这人正是三合会所的会场萧天虎 虎爷 刀子死了 这时 一个身着黑色西装的会所糖手 上来攻身汇报着 萧天虎一听 手中的雪茄不自禁地一抖 将脚放了下来 站起身来 问道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那糖手只好重复道 刀子死了 在城南老区 现在尸体被警方带走了 正在城南那边排查 萧天虎听后 狠狠地做了一口雪茄 吐出浓浓的烟雾后 方才沉声问道 五大五二呢 暂时没发现他们的踪迹 萧天虎坐了回去 表情凝重地说道 以五大五二的能力 铁定是杀不了刀子的 是他们有意将刀子 引到城南老区去 还是自己去的那边 刀子跟踪去的 这话他也不知道是自言自语 还是问那个糖手 总之 如何回答 只得站在那里等着 二 萧天虎抬头 用夹着雪茄的手 虚空点着对那糖手说道 立刻发动会里所有的兄弟 全是寻找五大五二的踪迹 是 那糖手一躬身 便要退下去 等等 萧天虎喊住了他 又补充道 仔细查一查 会不会有人帮五大五二 是 那糖手退了下去 萧天虎后背重重地 靠在老板椅上 他并不担心 警方能查出刀子什么 因为刀子的身份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市民 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前科 也不会引到他的身上来 他这回想的是 刀子可是他手下第三大高手了 现在就这么不声不响的 被人给杀了 说什么都得弄清楚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夏东阳打车 来到了赵雪岩交代的地方 下车就剑穿着一席束腰白裙 踢着蓝色小巧手提包的赵雪岩 站在一个转角店门口 正在指挥着几个装修工人 他大步走了过去 喊道 赵总 你来了 赵雪岩转过身来 并没有意识到 夏东阳对他的称呼 还是没改变 当然 夏东阳自己也没意识到 去看看 满不满意 赵雪岩伸手示意 夏东阳进去 夏东阳点了点头 走进店内 只见七八个装修工人 正在做收尾工作 小包工头一见 夏东阳和赵雪岩进来 连忙打招呼喊道 老板 老板娘好 这一下可把二人尴尬的 夏东阳连忙解释道 师父 误会了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那小包工头也是尴尬了 勉力笑着 而后赶忙看着旁边一个工人 喊道 哎 兄弟 那里不是那样的 而后赶忙抛开 二人沉默了一下 不过赵雪岩终究是总裁 很快镇定下来 问道 怎么样 还行吧 夏东阳看了看 整个店幕厕有100平米左右 摆着20来张四人做的小长桌 有独立的厨房 一个储物间 以及两个卫生间 装修风格简约 看上去很舒适干净 便说道 赵总你的眼光当然好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拍马屁了 赵雪岩有些诧异 觉得以夏东阳木讷的性格 说不出这样的话 被赵雪岩这么一说 夏东阳倒有些尴尬了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赵雪岩展颜一笑 说道 好了 不取笑你了 他说着 局部来到门口 夏东阳自然是跟在后面 赵雪岩站在门口 说道 这里距离一中很近 而且是个转角店 几个方向过来都能看见 地理位置很好 以你的手艺 生意应该会很好的 谢谢你 夏东阳也不会说太多感激的话 赵雪岩指道 和我客气什么 对了 你想个名字吧 好做招牌了 夏东阳早就想好了 说道 就叫大兵烧烤吧 大兵烧烤 赵雪岩一正 只觉得这个名字可真够俗气的 他有些后悔 该自己将名字取好 不过 玄机念头一转 他便说道 倒是挺符合你的身份 的确 夏东阳当时想这个名字 也是有种纪念自己当兵的意思 接着 赵雪岩又拿出一张卡 递给夏东阳 说道 这卡里 我给你存了五十万 当做是启动资金 你收好 不 不 赵总 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 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夏东阳连忙推手拒绝 赵雪岩早就想到夏东阳会拒绝 便说道 就当我入股的 你用你的手艺 我给你启动资金 我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如何 不 要占股份 你也应该占百分之七十才对 在夏东阳看来 如果没有赵雪岩的帮助 自己还不知道得 何年何月才能开这个店 所以他觉得赵雪岩理应占更多的股份 好吧 我溜你四 赵雪岩知道夏东阳那个牛脾气 要和他扯的话 估计一天都扯不完 于是也就再折一折 不过 他内心却想着 不会要夏东阳到时候的分红 夏东阳接着又十分严肃地说道 以后我会每月将收支情况 按时交给你 好好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赵雪岩可不想纠结这个问题 只要夏东阳将店做起来 那他这个忙就算是帮成了 接着又说道 你现在可以着手招人了 招工启事 随便你手写还是打印 开业时间也有你自己定 营业方面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 可以直接打电话问我 好的 夏东阳说着 赵雪岩点了点头 一时间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只好道 那我先走了 你有什么不懂 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嗯 夏东阳一点头 突然响起车的事 便说道 对了 赵总 你的车还在医院里 我给你开到什么地方 赵雪岩却说道 你现在怎么说也是老板了 那车你先开着吧 反正我也有车 夏东阳又要拒绝 赵雪岩却强势地说道 就这么说定了 我先回了 他说着便举步踏上了斑马线 夏东阳指的将这份恩情 再次铭记在心头 看着赵雪岩开着车离开 他方才转身准备再去店内看看 却突然感觉到 有人在监视自己 他急忙凭着感觉 向右侧街道看去 果然见一个人 快速地缩到了墙后 他立刻向那边追了过去 当夏东阳转过那个转角时 却并没有看见可疑的人 他站在原地四处张望着 突然 看见一辆白色的车 快速从街尾转过 夏东阳快步追了上去 却只看见车尾 又是那辆没有上牌照的雷克萨斯 夏东阳一皱眉 头一次是在那开放式公园中 那个罗网成员逃跑时 就是一辆没牌照的雷克萨斯车接应 第二次 是之前去比加山找赵雪岩 在山下的停车场内看见的 加上这一次 如果说一次两次 还可以说是巧合 可这一共三次了 那就绝对不是巧合了 也就是说 那个罗网的成员 还有一个同伴 而那同伴 就是开着雷克萨斯的司机 可罗网的人为什么要杀自己 为什么要监视自己 或者说是 他们被谁聘用了 难道会是孙家 目前来说 夏东阳也只能想到这个可能性 不过 他继而便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最初在开放式公园时 自己并没有和孙家闹得这么僵 夏东阳摇了摇头 苦想也得不出什么答案 值得以后警惕点了 他很快回到店内 拿出烟给每个装修工人打了一只 而后又到附近的文具店中 买了一张大红纸 用土黄的广告色原料 写了招工启示 贴在临街这边的落地窗上 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号码 夏东阳站在店门口 一边抽着烟 一边构思着后续的计划 好在最难的餐饮许可证 赵雪岩已经办下来了 所以 夏东阳倒是不用操心这些手续问题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 招人 分工 联系采购食材什么的 最重要的 还是食材的来源 一定要新鲜卫生 这个环节绝对不能出问题 所以 他准备亲自着手 操作这个环节 索性也无事 他便坐在门口 等待着看看 能不能今天就招到工人 刚坐没几分钟 就见一个熟悉身影 似是闲逛着向这边走来 夏东阳有些诧异 他不是回京都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不错 那个熟悉的身影正是于飞 他是因为在夏东阳那里 知道赵雪岩父亲离世的消息 才火急火燎的坐飞机回来 临行前 让家人给赵雪岩的卡上 注入了十亿的资金 夏东阳想着 既然都拒绝了于飞 还是不要再耽误他了 于是便起身准备回电 可于飞却看见了他 喊道 夏东阳 夏东阳指的站定身子 看着于飞走过来 因为上次超市表白的是 二人再见面 气氛显得有点尴尬 夏东阳甚至都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于飞 结许后 于飞就那么叮叮地看着夏东阳 问道 夏东阳 面对于飞的质问 夏东阳生平第一次有些心虚 你说谎 于飞直接戳破了夏东阳的谎言 直白而大胆地说道 夏东阳 我喜欢你 那是我的自由 你拒绝我 也是你的权利 可做不成男女朋友 我们难道就不再是朋友了吗 或者 你是讨厌我了 夏东阳连忙说道 没 没有 那你还躲着我 于飞又强势地追问着 面对枪林弹雨 夏东阳都不紧张 可面对于飞的感情 夏东阳却紧张得很 只得硬着头皮说道 我 我怕耽误你 耽不耽误是我的事 用不着你操心 于飞为刚才夏东阳躲着他 明显十分的在意与生气 夏东阳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就定定地站在那里 于飞深吸了一口气 也知道这个木头男人的性格 绝对也说不出什么好话 只好岔开话题 问道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他说着 偏头像那张望着 再看到 旁边贴着的招工启事 紧接着就诧异地道 这店不会是你开的吧 夏东阳见于飞岔开了话题 暗松了一口气 也不隐瞒 脸头说道 刚刚装修完 正准备招人 你哪里来的钱 于飞又问道 夏东阳老实地说道 赵总资助我 这店他占六成股份 他之前不是说那么重的话 赶你走吗 怎么现在有这么帮你呢 于飞一脸奇怪地问着 夏东阳听于飞的语气 看来和赵雪岩并没有兵士前嫌 便有意和解道 赵总也是担心我的身体状况 不再适合做保镖 所以才解雇我 其实他后来帮助我很多的 于飞这段时间冷静下来 何尝又没想通这个道理呢 更何况 他出现在这里 也并非就是巧合 只说道 也好 你这里要招人 而我现在正好没有工作 你招不招我 招你 夏东阳一听 心头又莫名地紧张起来 他因为身体的原因 不敢接受于飞的感情 所以之前在超市里 才会拒绝于飞 更是有意要远离于飞 原本以为于飞回了京都 那以后估计很少见面了 哪知道这才没过两天 他又回来了 而且 又恰是自己开店要招人的时候 这若是拒绝的话 形式根本不恰当 可如果不拒绝的话 以后又得天天面对于飞 面对于飞对自己的好 他又给不了于飞什么 心头便更是愧疚 看着夏东阳不说话 于飞问道 怎么 你这招人还要现专业 学历不成 夏东阳摇头道 当然不是 只是 你以前是公司的总监 到我这小店来上班 恐怕会委屈你 于飞接着就说道 工作无贵贱 谈什么委屈 你就说招 还是不招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夏东阳知道于飞是铁了心了 值得点头道 好吧 那就委屈 你做收银和每天收支的统计吧 这个完全没问题 于飞面色欣喜地说着 而后道 我先进去参观下 他说着便大步走进了店内 夏东阳叹了口气 跟了进去 刚一进门 正在收尾的那小包工头 又跑上前来 喊道 老板 老板娘好 夏东阳一正 这哥们什么眼水 看着女的都喊老板娘 当即又尴尬地说道 师父 你误会了 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 那小包工头面上一将 再次尴尬了 这什么情况 进来的都不是老板娘 我天了 这么漂亮的两位女神 这哥们什么厌妇 兄弟 那里又错了 小包工头再次顾忌重施 指着一个兄弟活喊着 赶紧地跑开了 没脸见人 人比人气死人 本来再次见面 就有些尴尬了 想不到这小包工头 这么没眼水 又来这么一个乌龙 夏东阳与于飞之间 便更显尴尬了 夏东阳只好解释道 刚才他错认赵总是老板娘 现在你来了 所以就自然认为 你才是老板娘 于飞点了点头 心头却是不经期许 我要是老板娘就好了 不过 他也没太纠结这个问题 然后抬眼思望 一边走一点频道 嗯 不错呀 夏东阳 很有品位嘛 就凭这装修的风格 也让客人赏心悦目 见于飞岔开了话题 夏东阳也不纠结了 直到 这些都是赵总一手操办的 我哪有这个本事 也是 于飞点头说着 一点没给夏东阳面子 看了一圈后 于飞便问道 你就准备坐在这里招人 反正也没事 坐着等等看 夏东阳不置可否地说着 于飞一复一看 你就不会做生意的表情 说道 瞧你 一点头绪没有 你现在留了联系方式 有意的人自然会联系你 你要做烧烤 可现在烧烤工具呢 收银机器呢 这些大的就不说了 必备的烟酒 卫生纸 打包的工具 菜单等等 事情多了去了 趁现在有时间 应该赶快去买才是 到时候人一招到 直接就可以开工了 夏东阳有些尴尬了 的确 他之前没想到这些 他是兵王 会的是很多 但这小本生意方面 却没涉猎 俗话说 隔行如隔山 所以他一头雾水 也是正常的 走吧 我先带你市场买相应的东西 最好开一辆能装点东西的车 于飞这时立刻就进入了状态 而且看到安排的驾驶 完全有一种老板娘的驾驶 那去骑我的电瓶三轮车 夏东阳想着 只有那座驾能装东西了 关了电门 二人便坐出租车 向夏东阳家赶去 车上 于飞打开微信 发了成功了三个字出去 而收信人 正是赵雪岩 时间得退回到昨晚 下了飞机的于飞 火急火燎的直奔赵雪岩的别墅 打开门一键是于飞 赵雪岩惊愣之后 一把便将于飞给抱住 连声说道 飞飞 谢谢你 谢谢你 于飞拍着赵雪岩的背 安慰道 雪岩 节哀顺变 赵雪岩松开于飞 这才说道 飞飞 其实我爸他没有离开 飞飞 这时 坐在沙发上喝茶的赵正明 也对于飞打招呼 于飞满脸诧意地说道 叔叔 这这怎么回事 外面都传你已经 事情是这样的赵雪岩 拉着于飞坐在沙发上 将这个他从父亲口中知道的 大乌龙说了说 于飞听后是彻底松了口气 说道 叔叔没事就最好了 谢谢飞飞关心 赵正明微笑着说道 他对于飞 一如对赵雪岩一样关怀 赵雪岩对于飞说道 飞飞 你老实说 你和夏东阳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突然回京都了 之前在电话里 于飞就支支吾吾的 这回当面了 赵雪岩一定得问个清楚 他可不会让自己的闺蜜 在这方面受委屈了 二人之前说是吵架了 但实则内心仍旧十分关心对方 于飞咬着嘴唇 犹豫着到底说不说 赵雪岩有些情急地说道 飞飞 是不是夏东阳欺负你了 我立刻打电话让他过来 看我不教训他 他说着就拿起手机 于飞赶忙按住了他的手 说道 雪岩 别 他没有欺负我 只是只是他拒绝了我 拒绝了你 赵雪岩有些诧异 继而便骂道 夏东阳他是脑子有包 还是傻了 你这么好 处处为他着想 他竟然拒绝你 他说有心上人了 话都说开了 于飞也就干脆都说了 他会有心上人 谁 赵雪岩诧异得很 和夏东阳相处 也有一段时间 他是知道 夏东阳是单身的 而且 以他那木头般的性子 还会有心上人 他可不信 一旁的赵正明 也是颇为好奇地听着 于飞指道 事事经经 经经 赵雪岩这回更惊讶了 不过一想也是 李晶晶是夏东阳的老师 照顾夏东阳已久 甚至还照顾过夏东阳的妈妈 进水楼台 他们之间发生感情 也是很合乎情理 赵雪岩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就追问道 是他亲口对你说的 心上人是晶晶 于飞也没多想 依照之前超市内的情形 说道 他倒没说是晶晶 是我猜测的 赵雪岩一听 脑海中念头一转 继而便一笑 说道 晶晶 你上他的当了 上当 什么意思 于飞睁大着美目 一脸诧异地看着赵雪岩 赵雪岩便说道 你也不想想 以下东阳那木头性格 他能说出有心上人的话 那本就不太正常 他接连几次受伤住院 医生都说他身体情况不妙 随时都有瘫痪的可能 我猜测 他是不想拖累你 不想耽误你 才用这样的方式来拒绝你 赵雪岩的分析与猜测 简直完全切中了 下东阳的想法 于飞虽然喜欢下东阳 但终究对下东阳的性格了解 没有赵雪岩深 当然 这也可能是当局准迷 于飞太过在乎下东阳了 所以钻了牛角尖 不过 被赵雪岩这么一点拨 于飞也觉得这个可能性十分的大 继而变咬牙道 好你个下东阳 我于飞是怕被连累 怕被耽误的人吗 赵雪岩笑了笑 拍着于飞的手 说道 所以飞飞 她越是拒绝你 证明她心里越是有你 于飞听得心头一喜 她也不相信 下东阳会一点也不喜欢自己 不过 随即她眼神便一暗 说道 可以她固执的性格 肯定不会轻易接受我的 赵雪岩 这回完全就充当了闺蜜的爱情攻略 点头说道 下东阳这个人的性格固执刚硬 软硬几乎都不会吃 要想让她改变主意接受你 的确是很困难 只能够温水煮青蛙 慢慢磨 当初下东阳在做赵雪岩保镖的时候 赵雪岩可没少吃下东阳性格上的亏 所以对下东阳的性子做了总结 于飞听着却为难地说道 怎么个魔法 经过上次的事情后 我现在根本没脸去见她了 于飞不明白赵雪岩所说的魔法 她觉得很不好意思 再去见下东阳了 赵雪岩听后 有些诧异地说道 飞飞 你变了 变得小心翼翼了 之前你对下东阳的感情 是很坚定的 我只是怕在出现她面前 她会认为我是缠着她 会讨厌我 于飞之所以变得这么小心翼翼 只是因为 她对下东阳用情已深 太过在乎下东阳对自己的眼光 赵雪岩摇了摇头 一脸肯定地说道 你还是不了解她的性格 我保证 她不会生你气的 那我该怎么做 于飞这会全仰仗闺蜜了 赵雪岩便说道 现在就是你和下东阳相处的最好机会 接着 赵雪岩便将下东阳开店的事情 简单说了说 于飞听后便责怪的道 好你个赵雪岩 竟然一直瞒着我在帮她 赵雪岩指道 她对我毕竟有几次救命之恩 不是保镖也还是朋友 况且 她现在还喊我爸一声伯父呢 于飞转头看着赵正明 赵正明点了点头 温和地说道 之前是我发现 有人要对 我和雪儿不利 雪儿不想连累你和下东阳 所以才在医院和你闹了一场 现在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孙良剑暴露了 无法知道赵正明和赵雪岩的具体形成 所以 即便是有危险 也没有之前那样案件难防了 于飞听后 豁然一下站起身来 看着赵雪岩 十分愤怒地说道 赵雪岩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我怕你连累吗 好了 好了 现在最要紧的 你去追求你的幸福 赵雪岩急忙起身拉着于飞 岔开了话题 于飞折指赵雪岩 说道 这仗我们以后慢慢算 就这样 闺蜜梁也将话说开了 实际本就没有责怪彼此 现在因为夏东阳这个男人 反而让闺蜜梁的感情更好了 可怜夏东阳 还有意要为二女调和 殊不知 已经掉入赵雪岩设计的温情景中 变成了一只青蛙 被慢慢地煮着 时间很快到了下班高峰期 夏东阳骑着他那二手的电瓶三轮车 和于飞一起去市场购买一些烧烤用具 于飞今天身着一件浅色的紧身针织衫 穿着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 将本就玲珑的身姿衬托得更加的完美 加上他那精致绝美的五官 为这条街道 这个城市添加了一抹亮色 而他又在坐在夏东阳这二手的三轮车上 更是引得不少司机或是行人侧目观看 不少人心头都在暗叹 这美女是瞎了眼了 竟然跟着一个骑电动三轮车 像貌平平的男人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一袍黑牛粪上 感受着不少人异样 羡慕 极度的眼神 夏东阳突然有一种 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大错的感觉 而和夏东阳这么近距离的贴身坐着 加上不少人异样的眼光 于飞心头是有一种莫名的紧张与局促 当然 夏东阳也如此 两颗心似乎都跳到了同一频率上 致使谁都没说话 于飞微微偏着头 一脸都微韵 右手忍不住轻轻还上了夏东阳的手臂 头也微微轻靠在夏东阳的肩膀上 夏东阳身子经不住一僵 手更是一抖 三轮车便有些跑偏了 于飞赶忙坐着身子 夏东阳稳住方向 便说道 于飞哪里听不出来 夏东阳正是在逃避他的感情 他便想到了赵雪岩之前说的话 不能操之过急 得慢慢来 他也就忍住没点破 抬手指了指左边 说道 那里好像能停车 夏东阳停好车 二人便到市场买烧烤用具 期间 夏东阳那时又见识到于飞的另外一面 那砍价是砍得老板都快流泪了 他很难想象 之前于飞可是一个资产十一的公司总监 竟然还能为几十甚至几块钱 和老板周旋那么久 夏东阳在一旁根本插不上话 当二人买好一英烧烤工具和一些小物件 天堵已经黑了 坐在三轮车上 于飞长出了一口气 翘脸红扑扑的 显然和那些老板周旋 他又费体力又费精力 夏东阳拧开了一瓶麦动递了过去 他知道于飞这几小时间 获得砍价下来 肯定是口干舌燥了 于飞接过麦动 喝了一口 水 是冷的 但此刻他的心却是更加的乱 他不仅想着 这个男人木讷是木讷了点 却是非常的细心 他一时间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了 其实很多时候 一个男人某个自己认为平常的动作 都能让女人感到暖心 特别是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金钱 诠释都变得不重要了 若说是真挚的爱情 在女人的世界里 才会诠释得更加的美好 二人回到店中 将一英工具搬到店内 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于飞更是累得一身的汗 不过 他却是十分的开心 特别是看着布置好的厨房 他更是有一种成就感 都是他和自己喜欢的男人 一起完成的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他开心 看着于飞用卫生纸擦着额头上的汗 夏东阳指道 抱歉 让你和我一起做这些体力活 于飞却是笑道 那你作为老板 是不是要补偿我呀 你想要什么补偿 于飞想了想 说道 我现在没地方住了 你能收留我吗 夏东阳听得一瞪眼 这这是要住自己家里吗 怎么 很为难吗 于飞见夏东阳愣愣的表情 继而变自嘲的一笑 说道 也是 我自然是比不上别人大明星 那么讨人喜欢 上次柳千千在家的事 夏东阳已经对于飞解释过了 而且 柳千千也并没有在家里过夜 不过这时 于飞说这话 仍然是酸的都能掉牙了 夏东阳听后连忙说道 不是 于飞 我只是考虑到 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名声 于飞一副看老古董的眼神 看着夏东阳 说道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再说 你我都是未婚青年 能影响什么名声 而且 我就算住你那里 也是你睡你的房间 我睡我的房间 莫飞 他说着 拖上了话音 一双美目看着夏东阳 问道 莫飞你想对我做什么坏事 夏东阳连连摆手说着 没 没有的是 没有的是 自从上次拒绝了于飞的表白 这次与于飞相处 夏东阳总是莫名地感觉到紧张 说话都生怕引起于飞的误会 其实他有如何知道 感情的是 有时候你越是拒绝 他越是会在你心头扎根 甚至萌芽 没有 那你紧张什么 于飞双眼紧盯着夏东阳 追问着 被于飞调侃着 夏东阳指的强词镇定地说道 我没有紧张 看着夏东阳那紧张局促的样子 于飞就忍不住想笑 他想不到 这个身手强悍 一腔热血的兵哥哥 在面对沾着一点男女之事的玩笑 会是这样的脸皮薄 不过 他倒是觉得 夏东阳这回很是可爱 经不住又想要再调侃两句 可很不巧的是 他肚子却咕咕地叫了起来 这下 他自己也是糗了 翘脸顿时红的如天边晚霞一般 夏东阳是时机地说道 忙了这么久 实在有点饿了 于飞 你想吃什么 于飞本以为夏东阳会借机反击 调侃一下自己 哪知道 夏东阳却主动说是他自己饿了 于飞心头不禁再次对这个男人的体贴加分 当即 他便说道 这个点了 我想吃点路边摊小吃 夏东阳一想 顿时有了主意 说道 那简单 据我之前摆摊的那条件 那里吃的很多 二人乘车很快就来到了大学城外的街道口 一下车就闻到空中飘荡的臭豆腐味道 这个点正是这些路边摊生意火爆的时候 整条街道那是人瘾冲冲的 我要吃臭豆腐 于飞犹如一个小女孩一般 蹦蹦跳跳的向人群中挤了进去 夏东阳快步跟了上去 二人来到臭豆腐的摊位上 夏东阳买了两份臭豆腐 二人一边吃一边逛着 不多时就到了夏东阳以前摆摊的地方 咦 那不是小虾吗 卖肉汤圆的老鱼 第一个发现了夏东阳 其余几个摊主也都注意到夏东阳 而且纷纷上前问道 小夏 怎么这些天都没来摆摊了 咦 小夏 这是你女朋友吧 姑娘真漂亮啊 小夏 你可真有肤浅 上次这些摊主请人砸下东阳的摊 而夏东阳却已得抱怨 不仅没怪他们 反而还帮他们赶走了那几个混混 这些摊主都对夏东阳十分的感激 而且 因为夏东阳之前的人气 带动了不少学生慕名而来 这些摊主的生意也随之好了起来 夏东阳这些天因为孙家的事都没有来摆摊 这些摊主都上前问着 老鱼心头甚至还很担忧 想着夏东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此时 面对这些摊主的逗笑 于飞是羞得满脸生晕 递着头一个劲的用牙签戳着纸碗中的臭豆腐 完全就是一副小女儿模样 夏东阳赶忙解释道 大家误会了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 于飞一听 手上经不住一用力 牙签便将手中的纸碗给戳穿了 心头暗骂道 这个死于木疙瘩 不解释沉默一下就那么困难吗 可那些摊主都上了点年纪 也算都是过来人了 一看于飞扭腻的小女儿姿态 哪里看不出情况 有摊主便说道 小夏呀 那你可得努力了呀 是啊 男孩子要大胆一点吗 对 女孩子有时候都说反话的 一旁的于飞听着这些摊主的鼓励 心头暗喜着 今晚来这小吃街真是是个名字的选择 可下东阳却消受不了 连忙错开话题 说道 于叔 这些天你们生意还好吧 老于一听 面色被暗淡下来 叹了一口气 说道 小夏 好在你今晚过来了 要不然 恐怕以后就难看见我们了 老于的话一落 其余摊主的面色也暗淡下来 完全没了刚才打去下东阳的心思了 怎么回事 老于 下东阳诧异地问道 老于用那双苍老的手 颤抖地点了一支烟 而后说道 有人举报我们 说我们严重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以及环境 有关部门已经下了文件 就贴在街口 让我们三内必须清空整条街 否则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这条街都兴起这么久了 现在突然就有人告了 下东阳下意识地就觉得 这里面怕是有猫腻 可不管怎么说 有关部门下了正规文件 也只有遵照执行了 他只好问道 那这里不准摆摊了 你们以后打算去哪里 有摊主便说道 我们也老了 不能干了 就正好退休了 是啊 我早就打算不做了 只是想着能给儿子存一点试一点 最起码也能养活自己 不给儿子女儿增加负担 我也是在家里实在无聊 要是让我儿子知道 肯定又要数落我了 原来 这些摊主之所以这大晚上的出来 吹着夜风 牺牲休息时间 却都只是为了多给子女存几个子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可规定就是规定 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 即便是你有再大的苦衷 都必须要遵守 于书 你呢 于书在下东阳心头 自然和其他的摊主不一样 而且 于书的年龄 也是这些摊主中最大的 老于重重地吸了一口烟 说道 我准备推着摊车 晚上流动着卖 哪里卖完 就哪里卖吧 老于 你腿可不方便啊 大晚上的推着摊车 万一有个意外 可怎么办吧 是啊 老于 现在老人家倒地上 可没人敢扶你啊 老于 你年纪大了 没必要这么拼了吧 可以退休了 其余摊主纷纷劝着老于 老于却是摇了摇头 似乎不愿意多说 这时 正好有一对情侣顾客来了 老于便转身去招呼了 而后到锅前去摆弄了 其余摊主也纷纷叹了一口气 而后陆续回到了自己的摊位上 做今天的最后几单 或许是人生的最后几单生意了 夏东阳对于飞点了点头 二人也坐到了老于的摊位上 老于先为那一对情侣 端上了两份肉汤圆 而后又为夏东阳二人 分别煮了一碗汤圆 谢谢 余叔 夏东阳点头说着 老于站在一旁 双手在围裙上擦拭了两下 说道 说什么谢啊 对了 小夏 你这些天都在干什么呀 夏东阳用一次性小勺 轻轻搅拌着汤水 然后说道 余叔 您坐下 我有事和你谈 哦 什么事 老于一脸诧异 不过还是坐了下来 夏东阳便低声说道 余叔 我准备自己开一家烧烤店 今天装修才完工 你这个汤圆很有特色 而且味道也很好 所以 我想将你这汤圆 当做店内的一个餐间点心 你看你愿不愿意过来 一旁的余飞一听 双眼也是一亮 说道 哎 夏东阳 你还别说 你这个主意真的不错 这汤圆味道真的很好 正好可以和烧烤中和一下 肯定会受到食客们的追捧的 老于一听 满是皱纹的脸上 顿时荡漾起笑容 不过 他继而便说道 小夏 我知道你可怜我老头 我很感谢你的好意 可你千万不能因为同情老头子 影响了你的生意 夏东阳也知道 老于是不想连累自己 的确 这个主意 是他刚刚听说 这里要整顿时 才临时想出来的 但也绝对不是因为冲动而没有考虑 当即便说道 余叔 你放心 我主要的是 看重你这手艺 而且 我这也不会亏 你卖一碗汤圆 我从里面提取五毛钱 我们合作共赢 五毛钱 老于一听 顿时更不答应了 连连摇手道 不 五毛钱太少了 那样 你基本没什么赚头的 而且我过去 肯定会占用你店里的地盘的 你还是会亏的 老于是个老好人 夏东阳知道 所以 这里要是多争论提成的问题 恐怕谈不拢 于是便说道 余叔 我看这样吧 明天你到我店里看看 看看你过去具体占多大的地方 等店开业后 我们看效果再来说提成问题 你看如何 好 这个主意好 老于点头答应下来 夏东阳与于飞吃完汤圆后便离开了 于飞只道 夏东阳 还别说 你还真有一点商业头脑 那些路边摊 很多都很好吃的 只是没有店面和品牌 说不定 这个会成为我们店的一大特色呢 到时候可以弄个品牌 利润更是不小 想的太多了 夏东阳可没想那么长远 他只是单纯的想帮助老于 二人又吃了一点其他的 也有七八分饱了 于飞又在附近超市买了点生活用品 二人便打车回下东阳的家 不多时 二人就到家了 想着今晚上家里多了于飞 夏东阳心头别扭之际 总有点异样的感觉 跟在他身后的于飞 心情也有些复杂 有点小兴奋 小期许 小忐忑 因为接下来 这就算是同居了 然而 就在夏东阳打开门的那一刹那 一道寒光字房内积事出 直奔他的胸口要害 夏东阳几乎是条件反射的 就向旁边一闪 那一道寒光 却像站在他身后的于飞击射而去 夏东阳心头大惊 右手一抬 精准无误地将那道寒光给抓住 是一把刺来的匕首 来人是个 带着鸭舌帽的尖脸男子 而这人 竟然早就潜入了夏东阳的家 是想想 这大晚上的回来 谁会想到 开门的一刹那 等待自己的会是杀手 会是一把夺命的匕首 换做是别人 绝对瞬间毙命了 鲜血自夏东阳掌中一流而出 于飞这时候 方才回过神来 吓得一声惊呼 快躲开 夏东阳对着于飞一声轻贺 而后一松手 同时又膝狠狠向那男子的腹部顶去 那男子不躲不闪 手中的匕首一个横滑 直搁夏东阳的咽喉要害 这是个两败俱伤的打法 如果换做是别人的话 肯定会撤腿后退 可夏东阳却只是身子往后一仰 显显地躲过对方的杀招 右脚小腿在空中一如弯弓一般 猛然一下弹出 碰 这一脚仍然踹中那杀手的腹部 那杀手一声闷哼 向房内退了进去 夏东阳闪身追了进去 这时候 房内并没有开灯 房中一片昏暗 夏东阳进门 就反手将房门给关上 房中彻底被黑暗吞噬 伸手不见五指 那杀手手持着匕首 站在狭窄的客厅中拉开架势 他看不见 所以不敢妄动 只得以静置动 他看不见 但夏东阳看得见 这会是生死搏斗 可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 夏东阳大步上去 一拳就重重砸在那男子的脸上 那杀手蹬蹬蹬的后退 丝毫不顾鼻中的鲜血 手中的匕首 在空中胡乱的挥动着 夏东阳揪住空挡 上去就是一技重踹 那杀手被踹得身子一弓 向后倒飞而起 重重地撞在后面的老师电视 和电视柜上 将电视上的相框 也砸到在地上 在门外 听着房内的打斗声 鱼飞紧握着双拳 一颗心紧张的是 跳到了嗓子眼 他知道 夏东阳之所以将门关上 就是怕打斗波及连累了他 可现在 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他如何不担心 不过 他毕竟也曾是一个公司的总监 还是保持着一定的镇定 回过神来从包里 拿出电话报了警 房中 那杀手心头莫名而惊骇得很 他完全搞不明白 同样是身处黑暗的环境 夏东阳怎么就会准确地击中自己 当然 他想破脑袋 也想不到 夏东阳的眼睛几乎算是可以夜视的 而且 这里是他的家 每一个地方 他都十分的熟悉 有主场的优势 就拿现在来说 那男子撞出的响声 他不用看都能知道 他撞着的是电视 打翻的是摆在电视上面的相框 不过 那杀手也算是镇定 他这时候被贴着电视 手握着匕首横在胸前 头微微偏着 耳朵正对着夏东阳 一副全神警戒的样子 夏东阳大步而上 再次一脚向那杀手踹去 可眼看着他这一脚 又要踹在那杀手身上 突然 一道强光打来 正中他的眼睛 原来 是那杀手在刚才第二次 被夏东阳击中的时候 就偷偷拿出了手机 他用的是那种简单的老人机 外面有一个开电筒的开关 只要一按 就能开启强光电筒 夏东阳就算是再厉害 一旦动手 也会落下一点声响 那杀手 便直接打开了老人机的电筒 夏东阳被这突如其来的 强光射中眼睛 条件反射的一米眼 将头往旁边一转 当然 他那一脚 也是胎死腹中了 那杀手便趁机一笔手 向夏东阳的胸口刺去 这一下可谓是快准狠 势必要夏东阳的命 被强光射中眼睛 闭眼和偏头 是每个人的条件反射 甚至说是本能 夏东阳即便是兵王 也不可能在刚才那种危急情况下 控制住自己的本能 可他毕竟是兵王 兵王便是在培养一个人 在不可能的情况下 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将那种不可能给完全弥补 此刻 夏东阳便是如此 他在闭眼和偏头的同时 便知道自己落入了对方的圈套之中 当即身子往后一仰 来了个铁板桥 与此同时 那杀手赐来的匕首 几乎贴着夏东阳的胸口刺过 他心头惊骇不已 想不到夏东阳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躲过自己的致命一击 念头急转间 他手中的匕首一翻 猛然向下道刺 可夏东阳已然膝盖猛然一顶 重重顶在他的小腹上 那杀手顿时一如泄了气的皮球 身子一软 上身就向夏东阳压去 夏东阳右手手肘一抬 重重的击打在杀手的太阳穴上 那杀手顿时横摔了出去 翻倒在地上 手中的匕首也掉落在地 夏东阳支起身子 深吸了一口气 刚才那记铁板桥 对他有救伤的后腰考研是十分的大 不过好在只是有点隐隐作痛 问题并不大 他举步向那杀手走去 那杀手被夏东阳一肘打在太阳穴上 这时候头脑还昏昏沉沉的 没完全回过神来 说 谁派你来的 夏东阳冷声问道 那杀手微微喘息过来 咬牙吃力的说道 你别想从我口中知道一点信息 夏东阳一声冷哼 直到 我希望你等会也能这样有骨气 他说着 便一个剑步上前 一脚重重踹在那杀手的胸口上 这一脚气力不小 那杀手被踹得在地板上快速滑退 重重的撞击在两米厚的墙壁上 喷出一口血来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夏东阳冷声说着 呵呵 那杀手却胡伦地笑了起来 夏东阳知道 这种亡命之徒不用非常手段 是绝对撬不开嘴巴的 当即又大不过去 可突然就见那杀手头一歪低垂在地上 他心头一动赶忙冲了过去 伸手一试探那杀手的鼻息 对方竟然已经死了 怎么会 夏东阳很清楚自己刚才那一脚的力气 绝对踹不死他 他只得将灯给打开 夏东阳 夏东阳 你没事吧 这时 外面传来了于飞急切地敲门声和喊声 夏东阳指得先打开了门 夏东阳一打开门 于飞便抓住他的手臂 一脸急切地问道 夏东阳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没事 不用担心 夏东阳摇头说着 于飞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连声说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继而 他回过神来 问道 那杀手呢 夏东阳侧身让开视线 说道 死了 啊 于飞一见 面色一惊 不过 他也不是那种小女生 听着死了人 就吓得双腿发软 不要命地尖叫起来 他努力让自己变得镇定下来 而且还安慰夏东阳道 没事 夏东阳 你这是正当防卫 他暗杀你 你不还手 你就得受伤或是死 不用负法律责任的 夏东阳佩服于飞胆量的同时 也感激着他的关心 作为一个女孩子 这时候 却还来安慰自己 当然 他不知道 这是因为 于飞对他的感情已经太深 所以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于飞第一个考虑到的 始终都是夏东阳的感受 夏东阳指道 我没杀他 他应该是自杀的 自杀 于飞有些诧异 随即便点头道 莫不是像电视电影中演的 杀手没完成任务 他被抓兽刑 所以就自杀 差不多吧 夏东阳说着 举步走到那杀手的身边 他倒要看看 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死的 于飞也很是 好奇地跟了上去 这时候竟是没有丝毫害怕 夏东阳蹲在那杀手的尸体前 先是掰开那杀手的嘴 一道淤血 顿时从内一流而出 于飞看得一阵骇然 头皮都不禁发麻起来 那杀手口中 并没有什么毒药囊之类的 夏东阳皱了皱眉 又抬起那杀手的手 检查起来 在杀手的右手食指上 发现了一枚造型简单的戒指 不过 细心的他 还是在戒指的左侧 发现一根极小极短的毒针 他立时明白过来 想来是毒液藏在这戒指之中 有个巧妙的小机关 激发毒针刺入大拇指中 释放毒液 而见血封喉 夏东阳不禁一皱眉 这杀手绝对是有组织的 而且所在的组织绝对不简单 否则不可能在任务一失败后 便毫不犹豫地自杀 这小小的江阳城 先后出现了罗网犯罪组织的人 现在又有这样训练有素的杀手 而且都是针对自己 到底是何种势力在背后主抖 除了孙家 还会有谁 请问谁报的警 夏东阳思寸间 门口传来一道声音 是警察到了 他们的出警很快 距离于飞打电话 连十分钟都没有 可见现在警方的办事效率 一个来了四位警察 问话的是一位看上去 三十几许的男子 于飞指道 警官是我报的警 夏东阳也站起身来 然而 他一站起身 那问话的男警官 便一脸惊叉地道 夏东阳 是你 夏东阳一正 在他的印象中 警察的话 似乎就只认识父亲双 这警察怎么会知道 自己的名字 警官 你是 那警官上前道 我叫范静 夏东阳 你不记得了 当初你才回来 在城北火车站外的广场 遇到一个报复社会的暴徒 是你出手制住了他 可我误会了你 还打了你一警官 他这么一说 夏东阳倒是有印象了 不过 也只是对那件事有印象 因为他当时根本没时间 仔细看这位警察的样子 那警官范静 又一脸自责地说道 你是见义勇为 而我却出手伤你 我一直在为当初的过失而自责 可一直没机会向你道歉 现在 我郑重向你道歉 他说着 对夏东阳深深地拘了一躬 后面一个当初和这警察 一起执行的同事 也上来说道 还有我 夏先生 请接受我们的歉意 他说着 也对夏东阳深深地拘功 夏东阳赶忙上前 伸手将二人给拖了起来 说道 二位警官严重了 当初也是我没有及时说明情况 你们更是职责所在 谈什么道歉 快快请起 一旁的于飞十分诧异 不过也是勉强听懂了 应该是夏东阳见义勇为 却被这两个警察误会 还挨了两棍子 这才让这两位警官 愧疚而道歉 这个男人 总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感染着别人 此刻 他心头豁然萌生出一股自豪感 因为认识这个男人 因为喜欢这个男人 而感到自豪 这时 范静也不再客套了 眼神转向于飞 问道 这是弟妹吧 弟妹 你报警干什么 夏东阳这事也没工夫解释 于飞也已经说道 是这样的 这人早早地藏在家里 我和夏东阳回来刚一开门 他就用匕首杀来了 夏东阳差点被他杀了 他们在屋里打了起来 这人打不过夏东阳 自杀了 有这样的事 范静一惊 连忙过去查看 其余几个警员 也各自工作 取证 勘查等 范静仔细查看了那杀手的尸体 确定 他的确是自杀的 而后又询问了夏东阳一些的问题 大致就是 夏东阳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 但夏东阳还是简单说了说 之前与孙家的摩擦 对于夏东阳来说 现在回到都市了 发生这样的事 他还是希望通过警方的手段 用合法的方式来解决 两个警员先抬走了那杀手的尸体 范静收起记录的小本子 而后说道 夏先生 情况我们大致了解了 你放心 我们会加紧排查 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对了 你可以申请我们警方的保护 夏东阳却是毫不犹豫地说道 不用了 我相信你们警方介入后 对方不敢再这么嚣张了 范静想着夏东阳的身手 也没抢求 便说道 好吧 那有情况 你也及时通知我们 好的 送走了范静 于飞一脸急切地说道 你傻了 申请警方的保护 安全有保障多了 夏东阳却道 我有能力自卫 又何必浪费警方的资源呢 你 于飞都快无语了 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你老是考虑别人 你也考虑下自己啊 夏东阳也不想争论这个问题 他是军人 军人自有军人的傲气与铁线 如果遇到一点问题 就申请警方保护 那岂不是辜负国家的培养了 当然 在面对这种情况时 夏东阳总是忘记 自己现在已经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了 申请保护也是合情合理的 他拿着纸巾 擦拭着那杀手留在地板上的血迹 于飞也知道劝不住夏东阳 只得拿着纸巾 上前和夏东阳一起擦拭 哪知道一蹲下去 就和夏东阳的头碰在一起 于飞一声痛呼 身子就向后坐去 夏东阳急忙伸手去拉他 可地上的血迹 还没有完全擦干 他脚下一滑 加上被于飞一带 身子一下就压了上去 慌乱间 夏东阳伸手稳住了身子 才避免了将于飞压住 哪知道 于飞却传来一声更紧张的惊呼 于是同时 夏东阳感觉到手掌上传来一阵异样 低眼一看 就见自己的手掌 竟然是压在于飞的胸口上 这一下 吓得夏东阳面色一变 慌忙将手给拿开 却又忘记了 现在这处于下扑之势 身子彻底扑了下去 重重地压在于飞身上 更要命的是 正好一下又亲在于飞的嘴上 嗯 于飞口中自然地发出一声胡人轻哼 一双美目瞪的老大 就那么叮叮地看着夏东阳 显然 他完全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意外情况 夏东阳也是瞪大着眼 脑袋都猛了 四目相对 呼吸着彼此呼出的气息 这一刻 时间似乎都停止了流动 唯有两颗不断加速跳动的心 渐渐地窃合在同一频率上 再次烧口 因为凳子突然断了 二人也是这般 感受着夏东阳强有力的心跳 于飞一双美目渐渐迷离了 而后闭上了眼睛 而他的心跳 也因为期许 喜悦而跳动得更快了 美人在下 闭眼垂帘 任君踩鞋 夏东阳心头那根二十多年 不曾被拨动的弦 在这一刻也是颤动了起来 他经不住动了动嘴唇 叮叮 然而就在此时 夏东阳的电话却响了两声 是微信的声音 这一下 也是让夏东阳回过神来 他赶忙手一撑地板 而后翻起身来 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差点就犯了大错了 感受着夏东阳起来 于飞心头失望地睁开了眼 就咋见夏东阳给自己一巴掌的情形 他心头一惊 赶忙起身 一脸紧张说道 你打自己干什么 夏东阳一脸自责地说道 对不起 于飞 对不起 刚才只是意外 而且 我又没怪你 你干嘛用那么大力打自己 以后别那么伤害自己 于飞一脸的心痛 经不住抬手抚摸着夏东阳的脸 夏东阳害怕于飞的柔情 害怕自己犯下大错 而误了于飞 微微偏开了头 插开话题地说道 时间不早了 于飞 你去洗书下休息吧 右边那间是我妹妹的房间 这里我一个人收拾就行了 于飞知道 夏东阳又在躲着自己 不过 他刚才也能感觉到 夏东阳对自己是动情了的 他心头十分的欣喜 这回也并没有想得操之过急 反正自己现在住进来了 他有信心也有耐心 即便是夏东阳是百炼钢 也会被自己的柔情给炼化 于是便说道 好吧 那我先去洗漱了 但于飞走进了房间 夏东阳方才叹了口气 刚才他差点就沦陷了 这回心头不禁自我告诫着 一定得把持住 停复了心静后 他再次蹲下 擦拭着地上的血污 不一会儿 于飞捧着衣物去卫生间洗漱 而夏东阳也将地上清理干净 回到房中 想着的亏 刚才那条不知道什么信息 夏东阳便拿出手机 只见竟是柳千千发来的微信 上面写着 夏大哥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要对你发脾气 可是我实在接受不了 自己现在的样子 我不想让你看到 我现在这个丑样子 接着又有一条信息 夏大哥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不再理我了 夏东阳也能理解柳千千 现在的心情 作为一个明星 毁容的打击 自然是受不了 他想了想便回到 柳小姐 我没有生气 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也很难过 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而且在我心里 你仍然如当初那样美 那么善良 我相信 支持你的那些粉丝 真心爱的那些人 他们都不会因为这个而离开你 他们只会更加支持你 都会陪着你 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养伤 知道吗 夏东阳不会安慰人 更别提是安慰女孩子 所以就这一段话 他也是思考了好一会儿 他也生怕自己那一句说的不好 又刺痛了眼下 正值脆弱期的柳千千 夏东阳 吹风呢 不带柳千千回微信 外面便传来了于飞的喊声 夏东阳丢下电话走了出去 就见用毛巾包着头发 穿着一件粉红色睡裙的于飞 停停欲立的站在沙发旁 于飞穿成这样 夏东阳可不敢走近 只说道 吹风就在茶几下 你自己拿吧 哦 于飞说着便弯腰下去拿 夏东阳那双十利远超常人的眼睛 顿时就炸见于飞领口中的一片雪白 夏东阳赶忙转身进屋 而后砰的一声将门关上 只感觉内心又是一阵狂跳 心头更是有一种莫大的负罪感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定力 似乎比以前差多了 现在于飞住了进来 看来以后回家 还是直接各回各的房间 否则又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那就醉过了 客厅中 见夏东阳突然回房 将门重重关上 于飞起初是一脸的诧异 随即便回过神来 垂眼看了看领口 继而便修得一张俏脸 使一片飞红 但想着夏东阳刚才转身关门的画面 他再次觉得这个 木讷的人很可爱 而且很正直 如果是换着别的男人 恐怕巴不得多看几眼 可随即他又有些担心 夏东阳会不会是认为 自己刚才是故意勾引他 认为自己 是一个不检点的女孩子呢 想到这里 于飞心慌了起来 可这是又该如何解释 又怎么好意思开口解释呢 心不在焉地吹干了头发 也不见夏东阳再出来 于飞便只好回到了房间 听到于飞回了房间 夏东阳这才敢打开门去洗澡 然而 一到卫生间中 看见搭在架子上 于飞红色的小衣小裤 夏东阳好不容易平复地心静 再次躁动了起来 他赶忙打开了冷水 对着身子一阵的冲刷 而后逃也适得回到了房间 整个洗澡的过程 也不过三四分钟 隔壁的于飞自然没睡着 听见夏东阳这么快 就从卫生间回来 他四爷想到了 夏东阳为什么这么快回来 一张翘脸更是发烫不已 时间虽然已经凌晨了 但夏东阳和于飞都睡不着 特别是今晚是二人同居的 第一个晚上 二人心头都有种怪怪的感觉 加上今晚又发生了这许多意外 总之 隔着一面墙的夏东阳与于飞都失眠了 一日 昨晚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夏东阳 生物中仍然早早将他唤醒 他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便来到阳台上晨练 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而且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不坚持锻炼的话 情况更不妙 夏东清的房中 于飞还在呼呼大睡 昨晚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睡着 总之这时候睡得很香 直到夏东阳一番锻炼下来 冲了澡后 他都还没起床 夏东阳热了两小盒牛奶 煎着荷包蛋 这时候 于飞方才懒洋洋地打开了门出来 于飞 洗漱下吃早餐了 厨房里的夏东阳听见声音 转头对于飞喊着 于飞心头一阵暖呼呼的 还别说 这睡觉睡到自然醒 起来就有人准备好早餐的日子 真的很甜蜜幸福 简单的洗漱 快速地化了个蛋装 于飞穿着一件米白色的花边衬衣 配一条酒红色的包囤裙和肉色的裤袜 竟显温婉和知性地来到饭桌前 夏东阳有些不敢看于飞 微微低着头说道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煎了两个鸡蛋 热了一盒牛奶 趁热吃吧 嗯 于飞轻硬了声 而后坐下来 二人安静地吃着 默契得谁都没有提及昨晚上的事情 末了 于飞只道 我来洗吧 夏东阳却道 就这么几个碗 我来就行了 他说着 快速将碗收好 走进了厨房 于飞只得坐在沙发上等着 看着在厨房里洗碗的夏东阳 他嘴角经不住一扬 人说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都得形容女人的 可当今这社会形势 女士们可是半边天 用这句话来形容男人 会让女人感觉到更加幸福 温温 这时 于飞的电话震动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是赵雪岩发来的微信 问道 飞飞 怎么样 我让你说 没地方住 夏东阳肯定会收留你的吧 昨晚和他进展的怎么样 原来 昨天于飞对夏东阳说 没地方住 也是赵雪岩对于飞说的主意 当然 于飞也的确是没地方住了 他之前走的时候 也就没打算再回来 所以将租住的房子都退了 于飞便回道 还说呢 昨晚回来时 家里藏着一个杀手 差点瞄了夏东阳的命 怎么回事 夏东阳受伤了吗 你受伤没 那边 赵雪岩是秒回了 显然 他十分的担心 于飞回道 没事 那杀手打不过夏东阳 自杀了 昨晚就被警方带走了 赵雪岩连回道 那就好 那就好 于飞便错开了话题 问道 话说你和你的男生进展到哪一步了 他回来这么久了 小雪 你不会是失手了吧 作为闺蜜 这些玩笑当然可以随便开 赵雪岩很快就回道 去你的 我说过不到结婚 绝不失手 我看你个死逆子 现在和夏东阳同居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得失手了吧 于飞这回却是浑然不管地说道 我倒是想 他倒是地敢啊 这个话 若是被立言公司那些爱慕他的男员工听见 心痒痒的同时 怕也得大跌眼镜 他们万万想不到 平日温婉贤淑 甚至略带一点书香气息的于飞 会是这么的大胆 当然 人本来就有很多面 在公司 在家人面前 在闺蜜朋友面前 展现的都是不一样的一面 则则则 那头 赵雪岩发来几个惊叹的表情 而后道 真是没羞没骚啊 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 你还要不要脸了 于飞却说道 这都什么年代了 婚前同居发生关系是很正常的 再说 和自己喜欢的人 那也不算没羞没骚吧 我可不像你 外表师茂 内心可保守的是个老古董 我看你那男生啊 恐怕都得被你给憋死 我真是可怜他 能看不能吃 去你的 越说越离谱了 赵雪岩赶紧让于飞打住 而后话题一转 说道 不过 我准备过两天 带着男生去见我罢了 真的 于飞发了个惊讶的表情 于飞 有人打电话来应聘了 我们走吧 这时 夏东阳将厨房收拾好 出来对于飞说着 哦 好 于飞也来不及等赵雪岩的信息 将手机放在手提包内 提着包便到门口换鞋 当二人出门之时 时间都已经快十点了 刚出门 夏东阳便接到一个应聘者的电话 说是在门口等着 二人便乘车向烧烤店赶去 三合会所中 萧天虎仍然是将脚叠在办公桌上 悠闲地抽着雪茄 而他的老板椅边上 还坐着一个身着紧身皮裙 姿态妖 浓妆艳抹 一身脂粉气的女子 萧天虎的手 时不时地在那女人的身上摸一把 而那女人则是欲句 还赢得扭着身子笑着 她一直在等待着 查出刀子的死因 这时 敲门声响起了 萧天虎语气低沉地说道 进来 进来的是之前 那个调查刀子死因 缺少了一根为止的堂手 她一进来便慌慌张张地说道 报告虎爷 事情不好了 萧天虎一脸镇定的冷声训斥道 多大点是就慌慌张张的 能成什么大事 老子平时是怎么教你们的 镇定 镇定 是 是那九指堂手连连点头说着 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说 发生什么事了 萧天虎漫不经心地问道 九指这才说道 虎爷 疯狗死了 什么 萧天虎一听 整个人都崩了起来 那妖娆的女人 连忙上前俯着她的胸口 嗲声嗲气地说道 虎爷 镇定 镇定了 啪 萧天虎直接一巴掌 将那女人给扇趴在地上 怒目圆瞪地喝道 都杀到老子头上来了 还特么怎么镇定 滚下去 那女人捂着脸 满眼的委屈 却也不敢再多说半个字 急忙站起来 向外走去 站在办公桌前的九指 整个人都是战战兢兢的 萧天虎狠狠地吸了一口血痂 疯狗是她之前派去杀夏东阳的 现在疯狗死了 很明显是被夏东阳杀的 吐了口烟 她方才冷声问道 在什么地方被杀的 只知道在城南老区 具体位置并不清楚 九指声音有些颤抖地说着 毕竟 先死了刀子 现在又死了疯狗 萧天虎的怒气可想而知 立刻去调查夏东阳 她是不是住在城南老区 还有 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和来历 总之 天黑之前 我要她的一切资料 是 九指暗松了一口气 弓声退了下去 只感觉手心算是冷汗 接连损失了两员大将 萧天虎语气愤怒的 都快喷出火来 恨不得江夏东阳给碎尸万段 不过 她终究是经过大江大河的人 她很快就想到了 这其中的关键 之前是孙中兴电话里 要她派人做调五大五二 后来又让她做调夏东阳 而现在 不管是去杀五大五二的刀子 还是后来去杀夏东阳的疯狗 这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他们都是孙中兴要对付的人 萧天虎几乎是本能的 就觉得这事情不对头 所以她当才并没有直接 对九指下令去对付夏东阳 她回到老板椅上 作者拿起电话 她要弄清楚 这夏东阳与孙中兴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仇怨 千万别自己做了 孙中兴的杀人工具 这边 夏东阳与于飞 也来到了烧烤店 二人在马路对面下车 就见一个男子 蹲在门口抽烟等待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之前 打电话过来应聘的人 二人走近 夏东阳正准备问问 哪知道那人也在这时一抬头 四目相对间 几乎同时诧异地说道 是你 原来 这人正是之前 建兴医院大厅的 执行保安许浩诚 许浩诚起身便道 兄弟 好兴致啊 上午就陪着嫂子逛街 夏东阳连忙解释道 不 不是 你误会了 我们并不是夫妻 许浩诚有些尴尬的 对着旁边的于飞干笑着 夏东阳也实在不想 每次都解释一番 便引开话题道 许兄是在等人 许浩诚也顺势从尴尬中走出来 打了一支烟给夏东阳 然后微微侧身 看了看后面的烧烤店 说道 我来这家店应聘 应聘 你不是在医院当保安吗 怎么 夏东阳诧异地问道 许浩诚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辞职了 辞职 夏东阳念头一转 追问道 是不是因为之前的事 连累你了 许浩诚连忙道 哪里 我也是看不惯一些事 早就有辞职的想法了 算了 不提这事了 你们有事就去忙吧 我再等等 显然 他是不想多谈辞职的事 不想夏东阳因为这事 多想而愧疚 便催促夏东阳与于飞离开 夏东阳哪里听不出 许浩诚的意思 不过 他现在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什么事都能解决 于是也就不再提这事 而是说道 那好吧 你也别等了 走吧 他说着 就将手搭在许浩诚的肩膀上 向烧烤店外的阶梯走去 许浩诚立刻会议过来 惊诧地问道 这烧烤店是你开的 夏东阳笑道 兄弟 你被聘用了 许浩诚丢了工作 夏东阳也自然得让他过来上班了 许浩诚也是猜测到夏东阳的用意 便说道 我可是个大老粗 什么都不会的 我也不会 夏东阳说着 二人对视着 继而便大笑了起来 一切竟在不言中了 进到店中 夏东阳便第一时间 为于飞和许浩诚相互介绍 许浩诚也是客气地对于飞说道 于姐好 你好 于飞大方地回应 夏东阳这才介绍现在烧烤店的情况 末了 问道 哥们 你看你愿意做哪个环节 许浩诚私存了一下 便说道 我之前也学过一点烧烤 就在厨房给你打打下手 如何 夏东阳指道 我也就拿两把刷子 我们相互交流交流 小夏 这时 门口传来一道喊声 夏东阳转过身 只见是老于过来了 他急忙迎了上去 几人认识后 便到厨房勘察地形 老于那肉汤圆所占的地方 被安排在厨房进门的右脚 只有那里比较合适 不多时 做招牌的也来了 很快就将大兵烧烤的牌子 给挂了上去 而且还直接嵌入了美团外卖在内 想来是赵雪岩提前安排好的 这样 烧烤店的装修 算是彻底完工了 夏东阳请老于回去准备 最好能将汤圆再做得小一点 那样看上去更加精致 而且更符合餐间点心的定位 三人一直忙到午后 简单地在附近吃了午餐后 决定有许昊成留下来看店 顺便看看有没有人应聘 而夏东阳和于飞则回医院 得将车给开过来 再去采购一些东西 途中 夏东阳去了一趟银行 取了四万块钱 这才和于飞去医院 在门口买了点水果 夏东阳指道 我们先去看看胡大姐 好的 二人很快就来到了胡大姐的病房 方亮正在一旁给胡大姐削水果 胡大姐当先见夏东阳二人进来 急忙坐直身子打招呼 夏先生 于小姐 夏东阳走近 对方亮点了点头 同时将水果递了过去 方亮指道 谢谢 看到方亮过来陪胡大姐 夏东阳心头更是宽慰 胡大姐便说道 夏先生 你和于小姐来看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还让你们破费 我实在过意不去 哪里 胡大姐 您是长辈 而且东青一直很惦记您的 希望你早日康复 夏东阳语气温和地说着 谢谢 谢谢 胡大姐连声说着 而后道 其实我可以出院了 这住一天得两三百块 只是链儿非要 让我多养两天 夏东阳点头道 方亮说的是 这未病多养两天 不着急 几人又聊了几句 夏东阳二人便起身告辞 方亮自然是得相送了 在走廊内 夏东阳便拿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三万块 递给了方亮 方亮诧异地看着夏东阳 问道 你这是 夏东阳指道 我帮你把钱要回来了 一旁的鱼飞 经不住一皱眉 方亮知道夏东阳的实力 所以也没多想 接过前面说道 谢谢 好好照顾你妈妈 好好读书 夏东阳拍了拍方亮的肩膀 而后便和鱼飞离开了 紧捏着手中的钱 方亮心头感激得很 他暗自发誓 一定好好读书 到时候做一个成功人士 好报答夏东阳的恩情 电梯中 鱼飞忍不住道 你还真舍得呀 三万块就那么拿出去了 夏东阳却不在乎的说道 能让一个人走回正路 三万块又算什么 鱼飞心头不禁肃然起敬 这个男人自己钱都紧 为了帮助他人 却愿意拿出三万块钱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境界 难道 这就是军人的情怀胸襟吗 这让他更爱着这个男人了 夏东阳二人到楼下 又看望了赵如龙 赵如龙有带科研照顾 那是满面春光的 哪像是受伤的人 即便是夏东阳在目呢 也是看得出来 二人怕是处于热恋之中了 他也为这个兄弟高兴 和于飞也没多逗留 就到了医院停车场 夏东阳将赵雪岩的宝马开了过来 之前又开了一辆赵正明的大众过来 他思来想去 宝马还是不是和自己 于是让于飞将宝马给赵雪岩开回去 当然 他也是在想着 趁这个机会 让赵雪岩和于飞的感情缓和一下 他殊不知 赵雪岩和于飞早就和好了 于飞也没有戳破这件事 不然自己过来准备用柔情 炼化夏东阳这百炼钢的计划 恐怕就得暴露 于是也欣然答应去送车 夏东阳先回到店内 并没有找到员工 不过许昊成也没有闲着 将一些该摆的全都摆上了架 二人在门口抽烟聊天 原来 许昊成也是自部队里退役回来的 不过他只是二期事官 一满就回来了 这倒好 这一下还真是符合老兵烧烤的招牌了 不多时 于飞回来了 夏东阳便和他一起再去市场购买东西 这一忙碌下来 当回到店内的时候 便又是天黑了 店内仍然没有招到新人 三人稍作收拾后 简单的吃了晚饭 夏东阳便开着车 带着于飞回家 途中 夏东阳便发现 坐在副驾驶上的于飞睡着了 也是 忙碌了大半天 走了不少地方 今天天气又十分的热 于飞的确是累得不轻 夏东阳将车窗关小了一些 将车开得尽量平缓一些 到了楼下停好车 他方才轻声喊道 于飞 醒醒 我们到了 于飞 于飞 然而 他连喊了几声 于飞竟然都没有回应 夏东阳不禁一皱眉 伸手摸了摸于飞的额头 这一摸 顿时吓了他一跳 于飞的额头十分的烫 中暑 这绝对是中暑了 夏东阳不敢怠慢 急忙将车掉头 直接就进的一家医院飞驰而去 不过十分钟 他就到了医院 抱着于飞 便急忙向医院大厅冲去 于飞 醒醒 醒醒啊 夏东阳边走边喊着 医生 医生 快救人啊 一进大厅 便有值班的一个医生 两个护士 听见了夏东阳的喊声 快速迎了上来 于飞直接被送进了急救室 夏东阳站在急救室外 急得转了两圈 而后一拳重重地砸在墙上 内心自责不已 这么热的天气 特别又是午后 还让于飞和自己一起去 到处跑购买东西 自己怎么就没考虑到 于飞一个女孩子的身体 能不能承受得了呢 该死 真是该死 在急救室外焦急地等着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夏东阳心头越发地焦急 于飞的情况越危急 叮叮叮 这时 他电话响了起来 是赵雪岩打来的 喂 夏东阳 飞飞呢 怎么我打他半天电话都不接 那头 赵雪岩当先问道 夏东阳这时候也不能隐瞒 便说道 于飞中暑了 现在在医院抢救 什么 那头 赵雪岩大喝了起来 急切地问道 快说 在哪里 夏东阳说了医院的名字 赵雪岩直接挂了电话 不过十来分钟 赵雪岩便又打来了电话 火急火咬地说道 我到医院门口了 你在哪里 我出来接你 夏东阳说着便向门口走去 刚走到大厅口 就见门口一辆没上牌照的白色雷克萨斯开了进来 而后赵雪岩快速下了车 和他一起来的 还有正男生 是正男生开的车 又是没上牌照的白色雷克萨斯 夏东阳不禁一皱眉 不过这回他也没功夫多想 赵雪岩已经搭不上前 急切地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东阳只好说着 今天下午买东西的事 他话音刚一落 啪的一下 赵雪岩直接一巴掌给甩在了他的脸上 而后一脸愤怒地骂道 夏东阳 你是脑残还是缺心眼啊 这么热的天气 让飞飞一个女孩子跟着你到处跑 我告诉你 飞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 还不带路 夏东阳根本不缓口 转身就像医院那种 跟在后面的正男生 禁不住一声冷笑 心道 夏东阳啊 夏东阳 你可真是个傻缺啊 不做死就不会死啊 也好 不用我让人动手了 你已经惹着雪岩了 看你这次怎么死吧 来到抢救室外 门还关着 显然医生还在抢救 赵雪岩满脸愁容地站在门口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怒意 郑南生则是上前安慰道 雪 别担心 于飞他吉人自有天相的 其实这时候 他巴不得于飞有个什么意外情况 那赵雪岩便会彻底地恨上夏东阳 那么 二人之间即便是有什么暧昧 也完全没戏了 能有这样的想法 可见郑南生这人的心思 是何等的恶毒 三合会所中 萧天虎抽着雪岩 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面色阴沉的 几乎要滴出水来 他直接打电话 已经大致了解到 孙家与夏东阳的恩怨 而且 孙中兴一家 在夏东阳 以及赵正明手上吃了大亏 孙中兴啊 孙中兴 你吃了亏 却隐瞒夏东阳的实力 以及他与赵正明的关系 害老子损失了两员大将 你他妈可真够狠啊 这个仇 老子记住了 他正私存着 那九指唐手敲门进来了 公声会报道 虎爷 我们找到了那个出租车司机 对照夏东阳的照片 他证实 当晚坐他车的人 正是夏东阳 结合刀子被杀的地方 这个夏东阳 有十分大的嫌疑 萧天虎一听 沉声道 什么嫌疑不嫌疑 在我这里没有嫌疑 宁可杀错 绝不放过 是 九指点头说着 问道 虎爷 接下来 我们是直接派人过去干掉他吗 萧天虎却摇头道 不 这个人我留着还有大用处 你先派人盯着他 将他这段时间的动向 一五一十地向我报告 是 虎爷 那九指点头攻身 便于退下去 等等 萧天虎喊住了他 九指急忙转身过来 萧天虎用夹着雪茄的手 虚空指着九指 接着道 他还有个妹妹在一中读书 你派人去盯着 是 虎爷 九指退下后 萧天虎抽着雪茄 手指继续敲击着桌面 心头狠狠道 孙忠兴 既然你不认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医院这边 夏东阳与赵雪茄 守在急诊室外 而郑南生 则是轻声安抚着赵雪茄 可随着急诊室的门 一直没打开 赵雪茄更是心急如焚 不禁将情绪 再次发泄到夏东阳身上 冷声道 夏东阳 你最好气到飞飞 没什么事 否则 我饶不了你 夏东阳 只得默默地承受着 赵雪茄的怒气 在战场上 在枪林弹雨之中 他都没有害怕过 但此时此刻 信任兄弟 从来不信鬼神的人 但此时此刻 即便是他在身手再强 强得让那些国际犯罪组织 都闻声颤抖 可又能如何呢 面对突然病倒的于飞 面对着未知的情形 夏东阳心头 也禁不住向上天祈求着 祈求老天保佑 于飞能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关 他内心甚至想着 自己要是有部队中 那些大国手的惊人医术 那该是多好啊 雪 没事的 于飞肯定会没事的 郑南生轻抚着赵雪茄的肩膀 温和地安慰着 实则 他内心却是巴不得于飞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样 赵雪茄便会彻底地恨死夏东阳 即便是二人之前有点什么 那也是彻底没戏了 因为在他看来 一直觉得夏东阳与赵雪茄之间有暧昧 此时此刻 能有这样的想法 可见郑南生这人 内心是多么的阴毒和黑暗 这时 急诊室的门终于打开了 为于飞急救的是一位女医生 她并没有摘下口罩 所以看不出她的年纪 夏东阳与赵雪茄急忙上前 一口同声地问道 医生 她情况怎么样 那女医生这才摘下了口罩 看一脸的疲倦 看上去应该有接近四十岁了 深吸了一口气 她才说道 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夏东阳与赵雪茄一听 紧绷的心弦 总算是能松下来了 赵雪茄更是激动地连声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那医生表情却并不轻松 接着又说道 病人患的是热射病 简单说来就是重度中暑 她应该是下午就中暑了 一直熬着才恶化为热射病 她说着 眼神自然地落到夏东阳的身上 问道 你是她男朋友吧 不等夏东阳回话 她便训斥道 你实在太不负责 太粗心大意了 太不关心你女朋友了 中暑会精神不好 身体发软 流汗 发烧 你竟然都没关注到 幸得是这回送来了 要是再晚半个小时 就算是话陀在世 也就不回来了 赵雪茄听后 经不住转头 冷冷地瞪了夏东阳一眼 夏东阳心头 是愧疚自责不已 赵雪茄也没在这时候 和夏东阳计较 问道 医生 她现在是不是没事了 医生却又一摇头 语气凝重地说道 热射病的死亡率十分地高 就算是命捡回来了 后遗症也十分地严重 最严重的 甚至会出现脑损伤 而影响智力 行动能力等 什么 赵雪茄一听 顿时一声惊呼 啪 她转身又狠狠 给了夏东阳一巴掌 怒骂道 夏东阳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我饶不了你 夏东阳只得默默地受着 她紧握着拳头 恨不得将自己给砸死 恨不得现在堂里面的就是自己 那医生赶忙提醒道 家属 这里是医院 你别这么激动 不要影响到其他病人 正男生健壮 也是试时机的上前 将赵雪茄给拉住 说道 雪 别太生气 夏东阳应该也是无心之师 赵雪茄放下手来 却仍是一脸寒霜地说道 她无心之师 她就是个缺心眼 什么事都凭自己的想法 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夏东阳 亏得于飞这么向着你 你却把她害成这样 夏东阳 我看你内心会好过 会心安 你对得起飞飞吗 赵雪茄这一生气 是将以前夏东阳给她当保镖时 惹着她的一些事 全部发泄了出来 夏东阳微微低着头 默默接受着赵雪茄的指责 正男生心头却是冷笑不已 这时 那医生说道 你们也别多说了 陪病人去病房吧 她话音一落 两个护士推着于飞出来了 赵雪茄与夏东阳急忙扑了过去 但见于飞还打着点滴 她翘脸呈现出不正常的红韵 嘴唇更是发白起了干裂 那应该是高烧导致的 她这时候还昏迷着 三人陪着护士 将于飞送到了五楼的病房 其中一个护士交代道 病人如果醒了 请立刻通知我们 对了 她嘴唇太干 可以用棉签沾水 在她嘴唇上抹一抹 注意每半小时测量一次体温 她体温或许会有反复 如果在三十八 五度以下 就用温水帮她擦拭身体 做物理降温 如果到三十八 五度以上 就立刻通知我们 我们会继续用药物降温 好的 谢谢护士 夏东阳连声道谢 赵雪岩坐在床边 紧握着于飞的手 一脸的愁容 满眼都擒着泪水 显然心痛担忧不已 夏东阳只得默默地坐在一旁 内心自责不已 特别是想着医生之前说的 于飞可能会有后遗症 她更是无法原谅自己 自己怎么就这么大意 这么蠢呢 于飞应该是下午点就中暑了 一直撑到回家 可自己怎么就没注意到呢 病房中陷入了一片沉闷 好几许后 赵雪岩方才转头对郑南生说道 男生 我得留下来照顾飞飞 你不用陪着我 先回去吧 郑南生却是体贴地说道 没事 我陪着你 多一个人 晚上大家都轻松一点 她可不怎么放心 赵雪岩和夏东阳单独在这里 赵雪岩心头感动 点头道 那好吧 郑南生便在一旁坐了下来 正好对着夏东阳 她还对着夏东阳 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夏东阳也不知道 她这到底什么意思 她心头实在沉重压抑得很 便起身向外走去 来到走廊尽头的厕所门口 她点了一支烟 狠狠地吸着 她内心已经决定 如果于飞真的有什么后遗症 她便照顾于飞一辈子 不是为了心头好过 而是她必须要肩负的责任 抽完烟 她便回到病房 于飞仍然没醒 赵雪岩却是一皱眉 站外面去 还有去买两个盆子 和几张毛巾回来 夏东阳默默地转身向外走去 看得夏东阳被赵雪岩呵斥的 一如一个吓人般点头哈腰 低三吓四的 一旁的郑南生心头 是冷笑连连痛快不已 夏东阳并没有怪赵雪岩 对自己连山巴掌和屡发脾气 毕竟 这是自己是有很大的过错 要负很大的责任 来到医院大厅外 看着郑南生开过来的 这辆雷克萨斯 夏东阳静不住绕到车尾后 仔细地看着这车 可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若是这么看来 之前在比加山下的露天停车场 看到的雷克萨斯 应该就是郑南生开过去的 夏东阳并不想怀疑郑南生 可他历来都是个谨慎细心的人 否则也不可能在那么多年的 枪林弹雨中活下来 他私存了一下 还是拿出手机 对着车拍了几张照片 而后也不知道给谁 发了一条信息过去 而后才向医院外走去 不过十来分钟 夏东阳便买好了一些 简单的生活用品 想来于飞的在医院住院观察几天 当他提着东西刚出电梯 却见赵雪岩和郑南生站在门口 而病房门却紧闭着 夏东阳急忙跑了过去 急切地问道 赵总是不是于飞他 赵雪岩冷冷地看了夏东阳一眼 还是说道 飞飞醒了 医生正在对他进行各方面的评估检查 夏东阳一听 心头稍稍一松 他刚才还以为于飞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 可继而他心弦又绷紧起来 不知道于飞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在病房在焦急地等待着 大概二十分钟后 病房内终于开了 赵雪岩急忙问道 医生 他情况如何 那之前为于飞急救的女医生说道 他身体底子好 算是很幸运 各项指标目前来看 都在正常范围中 不过现在 他仍然很虚弱 我们至少得观察两天 才能做最后的评估 他好了 谢谢医生 赵雪岩冷冰冰的脸上 总算是有一丝微笑了 夏东阳连声道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那医生看着夏东阳 告诫道 虽然大的后遗症没有 但一段时间内 身体抵抗力都不比从前 你作为他的男朋友 得多关心照顾他 是 是 我一定会的 这时候 夏东阳也不急解释了 连连点头说着 好了 你们进去看看他吧 注意多喝水 吃清淡的食物 多休息 医生说着 引着几个护士 带着一些仪器离开了 赵雪岩和夏东阳 先后走进病房 赵雪岩两个剑步上去 抓着于飞的手 一脸后怕地说着 飞飞 你吓死我了 赵雪岩说着 一直强忍着的眼泪 再也抑制不住地滑落而下 当然 现在更多的是喜悦 我这不是没事吗 哭什么哭 再哭就不漂亮了 于飞勉力地笑着 抬手去为赵雪岩擦拭着眼泪 赵雪岩也是笑了起来 不过 继而他便 转眼看着夏东阳 冷声道 好在飞飞没事 要不然 我和你没完 于飞这才看见站在一旁 一脸自责地夏东阳 连忙说道 雪岩 你别怪夏东阳 我生病又不是她能控制的 哼 赵雪岩却是没那么容易消怒气 冷哼一声 说道 他只知道忙活 连你生病了都没注意到 医生说 再晚点将你送来 你就没命了 你还向着他 于飞又为夏东阳说话 直到 我之前就有点感冒 也没太在意 哪知道会发展成这样 赵雪岩也是拿自己这个闺蜜无语了 这都还不是夏东阳女朋友呢 却处处都在为夏东阳着想 处处都在为夏东阳说话 他也不好再多责备夏东阳 以免于飞伤神 却是转头对着夏东阳强势地说道 飞飞没事了 我这次就放过你 不过 以后不准再让飞飞和你一起去买东西 他就在店里 听见没 是 赵总 夏东阳微微点头说着 经过这次惊吓 不用赵雪岩说 他都不敢再让于飞大太阳地出门了 雪岩 于飞见赵雪岩一直在训斥责备夏东阳 忍不住又喊了声 好好 我不说了 赵雪岩连连点头 不过还是转头对夏东阳说道 去倒杯热水过来啊 不知道为什么 见夏东阳木讷地处在那里 赵雪岩心头就来气 夏东阳只得默默地拿起刚才买的水杯 去开水房接水 顺便将盆子和毛巾都用开水烫一烫 当作消毒了 雪岩 你用这么重的语气干什么 他是个男人 也是要面子的 于飞为夏东阳感觉到有些冤屈 赵雪岩紧了锦于飞的手 摇头道 你呀 就说这两句就心痛了 我看你是中他的毒了 是没救了 于飞听后 眼神一正 是啊 自己是中这个男人的毒了 看着于飞的眼神 赵雪岩暗自叹了一口气 只希望夏东阳不要辜负于飞的一片情谊吧 不多时 夏东阳倒水回来了 说道 于飞 喝杯热水吧 嗯 于飞接过水 连喝了几口 而后便对赵雪岩说道 雪岩 你们回去吧 这里有夏东阳就可以了 你 赵雪岩本来想要坚持 但看着于飞气许的眼神 他便将话给咽了回去 想着 这也是二人相处 夏东阳照顾于飞 增进感情的一个契机 也就没坚持留下来了 好吧 赵雪岩站起身来 不忘告诫夏东阳 冷声说道 夏东阳 好好照顾飞飞 如果飞飞少了根寒毛 我都要你好看 是 赵总 夏东阳点头说着 那飞飞 你好好休息 我和男生就先走了 赵雪岩语气瞬间变得柔和起来 对于飞说着 嗯 晚上开车慢点 于飞也是交代了一声 正男生也对温和地笑着 对于飞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接着他又对夏东阳点了点头 不过 他内心却是十分的失望 于飞没事了 也就是说 赵雪岩不会拿夏东阳怎么办 想要让他和赵雪岩彻底断了关系 以及抱自己之前被他扫面子的仇 那岂不是泡汤了 不行 于飞必须要有事 赵雪岩必须要彻底很上夏东阳 于飞呀于飞 抱歉了 谁让你夹在赵雪岩和夏东阳中间呢 那我只好用你做点文章了 谁又会想到 正男生转身的那一刹那 心头会是有如此阴暗无耻的想法呢 雪岩说话直 他就那脾气 夏东阳 你千万别生气 赵雪岩二人走后 于飞第一时间便对夏东阳说着 夏东阳站在床边 说道 赵总说的话都在里 我当然不会生气 你中暑这么严重 而我却丝毫没有发现 我的确有很大责任 于飞一听 顿时有些急了 连忙说道 夏东阳 你别总是把什么责任 都往自己身上扛 你又不是医生 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生病没生病 你总是这样 会活得很累的 于飞也想 就着自己生病这事 企图开解一下夏东阳的性格 夏东阳知道于飞的用意 心里明白 以后该如何做就行了 于是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直到 好了 于飞 医生说你 现在需要多休息 你睡睡吧 于飞一听 翘脸上却有些扭捏起来 欲言又止 夏东阳也是注意到 便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于飞咬了咬了发干的下嘴唇 一脸羞红的说着 我想上厕所 你能去车里 帮我把包拿来吗 夏东阳却是脱口就到 不用了 我刚才买了抽纸回来的 他说着 就从旁边将刚刚开了一包 抽纸拿了过来 于飞看得经不住紧咬了咬牙关 微微低了低头 说道 我手机还在包里 得看看手机 哦 好的 我马上去给你拿 夏东阳放下纸 立刻向门外走去 看着夏东阳出门 于飞这才忍不住低声骂道 真是个木头 一点不懂女孩子 不过几分钟 夏东阳就回来了 将包地给了于飞 于飞却有些扭捏地说道 你你能出去一下吗 嗯 夏东阳应为一声便出门了 心头却奇怪得很 厕所又不是没有门 让自己出来干什么 啊 突然 病房内传来于飞的一声惊叫 夏东阳心头一惊 赶忙开门冲了进去 进门就见于飞半躺在地上 点滴瓶子打翻在地上 就连于飞手上的刘志珍 似乎都有些蹦脱落了 夏东阳赶忙上前 将于飞给扶了起来 坐在床上顺手关了点滴 按了呼叫铃 问道 有没有摔着哪里 于飞咬了咬牙 看样子摔得不轻 吃力地说道 右脚好像扭了 我看看 夏东阳赶忙蹲下 将于飞的右脚倾抬了起来 可于飞穿的是裤袜 夏东阳只好道 我得把你的袜子撕了才能看见 嗯 于飞面色有些微晕的 点了点头 刺了 夏东阳用力将于飞的裤袜撕开 只见于飞的右脚踝红肿了起来 他亲握着于飞的小脚 于飞的脚很小巧 隐隐一握 而且一如丝绸一般细嫩 感受着夏东阳粗糙温热的手心 于飞娇躯也是不自禁的一颤 翘脸上的红韵是更胜了 将头埋得更低了 我轻轻动一动 痛你就说 夏东阳轻声说着 嗯 于飞点了点头 夏东阳轻轻扭着于飞的脚踝 于飞历时经不住一声痛呼 见于飞反应很大 夏东阳不敢再动 看样子的确很严重 这时 一个护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问道 怎么了 夏东阳起身道 护士 他刚才说要上厕所 不小心摔了一跤 把脚给扭了 刘志珍好像也掉了 请你看看 那护士听后 急忙上前先查看了一下于飞手上的刘志珍 直到 真没完全脱 我重新弄好了 接着 他便蹲下查看于飞的脚 按了几下后 于飞连连痛呼 他抬头说道 你自己轻轻动一动 于飞尝试着动了下 脚踝还能轻轻转动 那护士便点头道 没伤到筋骨 应该是扭伤了 我等会拿个冰袋来 你敷一敷 而后再喷些药 这两天千万别沾地了 嗯 于飞点了点头 那护士站起身来 看着夏东阳 数落道 你这男朋友当的也是 他这两天来立架 加上又中暑 浑身都会发软 要下地 你就扶着他吗 这下好了 脚扭了 上侧所怕事 只有用变盆了 啊 被护士当着夏东阳的面 说出自己来的立架 于飞是一声惊呼 羞的一张俏脸 红的都要滴出血了 加上护士还说 这两天得用变盆 他羞的更是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下去 夏东阳在一旁 也是颇为尴尬 感情于飞之前 让自己去拿手提包 是因为他来了立架 自己怎么就那么傻 没理会到意思呢 护士也看得出 于飞这时候羞的不行 便对夏东阳说道 你去护士台那边 领一个兵带过来吧 好 夏东阳说着 便向外走去 护士这才对于飞说道 走吧 谢谢 于飞十分感谢 这护士的细心 护士一边扶着 于飞向卫生间走 一边说道 你男朋友 怎么看上去像块木头 傻傻的 什么都不懂 于飞红着一张脸 说道 他不是我男朋友 啊 护士顿时也尴尬了 接儿道 娜娜你怎么让他照顾你 现在更不方便了 他说着 一见于飞害羞的表情 恍然道 哦 我知道了 你们还没捅破 那层窗户纸吧 于飞只得点了点头 护士便道 那你可能好好开解他 瞧他也不会照顾人 于飞便轻轻嗡一声 想着这两天得夏东阳照顾自己大小便 他羞的俏脸是愈发的红韵了 这边 夏东阳领了冰带 却并没有忙着进门 他也猜测到 现在是护士 在帮着于飞去洗手间 另一头 郑南生将赵雪岩送回别墅 开车离开别墅区后不久 他便将车停在了路边 拨通了一个电话 说道 你现在面上去找一个 然后 郑南生足足对电话那头的人 交代了十来分钟 挂了电话后 他脸上便浮现出浓浓的音效 而后沉声道 夏东阳 我看你这次如何破局 想着自己这次的计划 郑南生脸上的笑意更加的得意了 欢快地吹着口哨 开车离开了 夏东阳在门口等了一会 护士打开了门 说道 你得细心点 现在他生病了 不要在乎什么男女之别 身体养好才是关键 护士这也是看出 于飞对夏东阳是有感情 否则也不会留个男人在这里照顾自己 所以 也就顺便为于飞说两句好话 点拨一下夏东阳这个榆木脑袋 好的 谢谢护士 夏东阳虚心接受着护士的告诫 哦 刚才我还忘记了 他这两天来立假 不能用冰带 把冰带给我 我去给你换一瓶跌打扭伤的要过来 护士心细地说着 夏东阳将冰带递了过去 又到了生险 这才进了病房 病房中 于飞微微低着头 根本就不敢面对夏东阳 感觉这次真的是糗大了 夏东阳自然也看得出 于飞现在有些尴尬 便默默地坐在一旁 二人就这么沉默着 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来打破这尴尬的气氛 不一会儿 护士将爹打药拿了过来 看着二人就这么沉默地坐着 心头不禁好笑 按骂道 没见过这么傻的男人 这样好的机会都不知道把握 不过 具体情况他也并不知道 局外人也不便多说 便将爹打药给了夏东阳 说道 给他擦药吧 动作轻一点 谢谢 夏东阳接过药 道了一声谢 护士走后 夏东阳便道 于飞可能有一点痛 你忍着点 嗯 夏东阳尽量让自己的动作轻柔一些 整个过程 于飞一直都低着头 不敢看下东阳 上好药后 夏东阳坐在椅子上 病房中再次归于刚才的尴尬沉闷气氛 一会儿后 夏东阳知道 于飞 你休息一会儿 我出去一趟 很快就回来 嗯 于飞点了点头 夏东阳下了楼 在大厅内问了一个护士 原来这医院后面有一家超市 他很快来到超市 超市内果然有那种有靠背的皮质作变器 他刚才一直在想 怎么解决于飞尴尬的事 这才想到了这种作变器 提着作变器 他刚走到门口 突然又想起 于飞现在来立嫁 应该需要卫生巾 于是便又回去 然而 当看见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女性用品时 什么日用 什么夜用 什么家常 什么房漏的 夏东阳整个人都猛逼了 这到底该选哪一种呢 无奈之下 他干脆一种拿一包 当来到柜台结账时 收银员是一位年轻的妹妹 一脸诧异的看了看下东阳 夏东阳只感觉面上都有些发烫 付了钱 提着东西赶紧走 他觉得 这是比打仗都还紧张 回到病房 夏东阳指道 于飞 你上厕所 用这个应该可以 谢谢 原来夏东阳出去 是给自己买这个的 于飞心头感动不已 这个男人虽然木讷 不会说讨好的话 但他总是用实际的行动 暖着他人的心 还还有这些 我想你可能用得着 夏东阳将一大口袋的卫生巾 递给了于飞 他也很是尴尬 在口袋中 各种型号和作用的卫生巾 于飞翘脸又是一红 不过 心头却是更加的感动 想来夏东阳去买这些女性的贴身用品 肯定更是尴尬吧 他也顾不得害羞 声音柔弱地说道 夏东阳 谢谢你 让你给我买这些东西 没事 夏东阳温和地说着 而后看了看点滴 还有两大瓶 便说道 时间不早了 你睡吧 于飞看了看点滴 说道 你也在旁边的床上休息一下吧 估计还有几个小时才能输完 没事 别弄乱了病床 护工又得收拾 我坐着也能休息的 夏东阳向来不想给他人添麻烦 于飞知道夏东阳的性子 多劝他也没用 而且 他这回真的是很困了 也就点了点头 闭上眼睛 竟是很快就睡着了 夏东阳坐在椅子上 坐姿仍然如在军中一般 将腰板绷得比直 他当然不会睡 毕竟于飞输液 自己万一睡过了 情况就不妙了 于是 他就这么愣愣地 一会看看点滴 一会看看于飞 一如一具石雕板 时间缓缓流失着 夏东阳就这么熬着 终于到于飞的点滴滴完了 而后叫来护士将点滴给取了 时间也已然到了凌晨三点 于飞也是醒了过来 看着夏东阳问道 你一直都没睡吗 睡了一会 夏东阳不想让于飞担忧 所以撒了个善意的谎言 于飞内心稍安 犹豫了一下 有些扭捏地说道 那那个 夏东阳 你能扶我去厕所吗 嗯 夏东阳一点头便上前 于飞取了点滴 扶起来比较方便 可他左脚刚一落地 身子便经不住向下一沉 他赶忙一把将夏东阳抓紧 夏东阳也是顺势将他的腰给揽住 问道 怎么了 于飞吃力地说道 腿软得很 的确 这一只脚落地 即便是有夏东阳扶着 于飞也觉得腿弯都在打站 夏东阳私存了一下 便说道 那我抱你吧 嗯 于飞声音如文银般回答着 我先去把凳子放好 夏东阳说着 便先进厕所 将买的坐便器给安好 而后才出来将于飞给抱了起来 将于飞抱到厕所里 于飞将头埋的 完全不敢看下东阳了 夏东阳指道 我在外面等你 你好了就喊我 嗯 于飞声音更小地回应着 可夏东阳刚一转身 于飞便身子一歪 一声惊呼 夏东阳赶忙转回身 将他给扶住 于飞这穿的是包臀裙 里面又有裤啊 他只有站着才好脱下来 可现在 他两只脚几乎都无法用力 根本无法完成 这个平日简单的动作 可人有三急 加上他这两天又来立驾 现在的确是急得很 无奈之下 他咬了咬牙 无奈地说道 夏夏东阳 你就在这里陪着我 好吗 说出这句话 于飞顿时只感觉自己 真的是没脸见人了 夏东阳也是一正 为难地说道 这这怎么可以 话都说出来了 于飞急得也是豁出去了 说道 我现在是病人 你顾及那么多干什么 莫非 莫非你心里想着那些坏事情 没 没有 夏东阳连连摆手说着 那不就行了 你扶着我的腰 不过你得闭上眼睛 于飞强调着 嗯 夏东阳说着便闭上眼睛 颤抖着手向于飞伸去 他现在心头的紧张 丝毫不亚于于飞 啊 你摸哪里呢 陡然 于飞一声惊呼 啊 你摸哪里呢 听见于飞惊呼 夏东阳急忙缩回手 同时睁开眼 才发现自己的手 刚才似乎是碰到了于飞的胸口 他一脸慌张的连连说道 对不起 对不起 于飞一脸无语的说着 你不会先扶着我的腰 再闭上眼睛啊 真是笨死了 哦 哦 夏东阳连连点头 他这回其实完全是紧张的 才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而后蹲着身子 双手放在于飞的腰上 几乎是硬生生 将他从坐边器上给架起来的 我警告你啊 不不准睁开眼 否则我饶不了你 于飞忍不住再次强调了一句 嗯 我不会睁开眼的 夏东阳语气坚定地说着 于飞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极力地控制住自己紧张忐忑的心 可心跳还是节节攀升着 保持着这样微微弯腰弓身的姿势 于飞好歹是将裙子给退了下来 而后低声说道 好了 先放我下来 哦 夏东阳将于飞给缓缓放了下来 于飞坐在坐边器上 又说道 你转过去 面对墙壁 哦 夏东阳立刻转过身去 于飞长出了一口气 他相信以夏东阳的人品 绝对不会转过身来的 可夏东阳这么一个大男人站在旁边 即便是于飞喜欢他 可他明明很急 却硬是怎么也尿不出来 这样他便越是紧张 越是尿不出来 站在一旁的夏东阳 心头更是狂跳不已 这守着一个女生上厕所 简直就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他更是无法控制的 脑海中去想一些没修没躁的画面 他越是要将那些画面抛开 却越是挥之不去 无奈之下 他只好心头默默地唱着 军中绿花 寒风飘飘落叶 军队是一朵绿花 半天无法释放出来 于飞是憋得慌 无奈之下直得咬牙 红着脸说道 夏东阳 你你能去外面等我吗 好的 好的 夏东阳一听 那是巴不得 赶忙转身向外面走去 却因为闭着眼睛 又走得急 一下就撞在洗漱台上 这一下是撞得他一声闷哼 一个猎且 显然是撞得不轻 夏东阳 你没事吧 于飞连忙问道 没 没事 夏东阳头也不回 双手摸索着 好歹是打开了门 陶也是的跑了出去 然后降门给关上 看着夏东阳那慌张仓皇的样子 于飞只觉得 这个男人实在太可爱了 别的男人恐怕巴不得 有这样的福利呢 而他呢 却是逃都来不及 他经不住一笑 这样心情也不自然的放松了下来 很快就解决了生理问题 然后忙碌着该带的东西 夏东阳并没有站在厕所门口 而是跑到了病房门口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只感觉手心都在冒汗 这比打仗累多了 厕所里 于飞忙活好后 尝试着站起身 将裙子穿好 可他刚起到一半 便又无力地坐了回去 没办法 他只得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外面喊着 夏东阳 我好了 哦 夏东阳听见于飞的声音 原本刚放松的心弦 一下又紧绷了起来 他快不来到门口 于飞急切的声音 便从厕所内传来 喊道 夏东阳 你闭着眼睛进来 哦 夏东阳当即闭上眼睛打开了门 然后双手摸索着向内走去 看着夏东阳闭着眼睛 于飞吐了口气 而后道 向前三步 对 再向右一步 夏东阳在于飞的指挥下 慢慢靠近了于飞 于飞又说道 转身 微微蹲下 伸手 下一点 下一点 于飞喊着 干脆抓住夏东阳的手 贴在自己的腰部上一点 夏东阳这才发力 将他给提了起来 于飞快速地将裙子给穿好 这才常常出了一口气 说道 好了 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夏东阳睁开眼睛 又将于飞给抱回了病床上 这一番下来 他额头上都冒汗了 丝毫不亚于打了一场战争 现在还早 你再休息一会吧 夏东阳退开一些说着 于飞这时候尴尬得很 便点了点头 微微侧过身 将背对着夏东阳 他这回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夏东阳 夏东阳坐回到椅子上 病房内再次陷入了 一片寂静沉默 时间永远是公平的 他不会因为任何人 任何事而停止流动 很快就到了凌晨五点过 这医院并不大 所以这会整栋住院楼 还是一片寂静 医院的走廊内 只留下几盏走廊灯 还在坚守着职责 谁也不知道 一个黑影悄然溜到了五楼 藏在靠近厕所这边的步行楼梯口 暗暗窥视着夏东阳所在病房的情况 他躲藏了一会后 方才走了出来 他身着黑色的运动服 戴着鸭舌帽 而后很快溜进了 夏东阳所在的隔壁病房 这病房内并没有病人 他进去后 观察了一下病房的情况 而后便进了卫生间来到窗前 继而拿出一个长好几米的探头 他在探头上 卡了一颗尾纸大小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物体后 这才将探头从窗口伸了出去 在他手中的小机器屏幕上 豁然出现的 便是鱼飞病房卫生间内的情形 当遥控着那探头 对准卫生间角落里的垃圾桶时 他方才按下一个小按钮 之前他卡在探头上 那颗尾纸大小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物体 竟然一下脱落下来 然后精准地落在了垃圾桶内 做完这些 他方才将探头给慢慢收了回来 他动作轻化而专业 那东西落在垃圾桶的废位生纸上 丝毫没有发出声音 隔壁的夏东阳 因为守着鱼飞 几乎一晚上都没合眼 这回放松下来 打了一个盹 所以并没有察觉到 有任何的异样 直到早上七点过 夏东阳睁开眼站起身来 见鱼飞还在睡 他便到厕所里解决生理问题 然后洗漱了一番 同一时间 藏在隔壁厕所里 那鸭蛇帽男子 听见隔壁的动静后 直接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 当夏东阳简单洗漱完毕出来 就见鱼飞已经醒了 而且坐了起来 靠在床头上 二人对试着 都是想到了昨晚上厕所的事 鱼飞翘脸一下就升起了红韵 夏东阳这次 却是当先打破了尴尬与沉默 问道 感觉脚好些了没 鱼飞微微抬头 说道 刚才我活动了一下 比昨天好多了 我看看 夏东阳说着 就来到床尾 鱼飞也是配合地 将右脚抬了起来 夏东阳伸手握住他的脚 只见红肿的确是消痛了不少 不过并没有完全消 当即便说道 我再给你留点药 嗯 鱼飞点了点头 从床头柜上 将要递了过去 夏东阳接过药 倒了点在手心上 而后轻轻覆盖在鱼飞的脚踝上 反而轻柔地揉搓着 经过了昨天的尴尬 这回 鱼飞倒是没之前那样害羞了 他静静地看着一脸认真的夏东阳 只觉得此刻 这个木讷的男人 是那样的耐看 那样的温柔 那样的值得信任 不知不觉间 他的眼神便便的柔情密一起来 夏东阳上玩药 自然地抬起头来 正好迎着鱼飞的眼神 四目相对间 看着鱼飞充满柔情的眼神 夏东阳顿时 只感觉一股火焰从小腹直奔脑门 致使他脑子嗡的一下 似乎有什么被点燃了一般 体内那股火焰 促使他身子向前猛然一倾 脸一下就凑到了鱼飞面前 不过二十厘米 此时此刻 在夏东阳脑海中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扑倒眼前的女人 狠狠地发现 他双手猛然一把 将鱼飞的肩膀捉住 鱼飞回过神来 就见近在咫尺的夏东阳 呼吸着夏东阳呼出的热气 鱼飞一颗芳心 立时就因为紧张加速跳动了起来 就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是要干什么 是要在医院里对自己 他之前不是一直拒绝自己吗 怎么过了一个晚上 这突然就变了呢 难道真如书上所说的 男人在清晨的时候 都十分的亢奋 呸呸呸 鱼飞啊 你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可迎着夏东阳火热的眼神 鱼飞娇羞地微微低了低头 反正也是自己喜欢的人 而且自己这两天也不方便 就让他失围吧 索性 他也就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这个心仪男人的热吻 砰砰砰 眼瞅着夏东阳 就要重重吻在鱼飞的唇上 这时却传来了敲门声 紧接着就传来一道声音 打扰一下 拖地 收垃圾 夏东阳身子一正 陡然见自己 竟然抓着鱼飞的肩膀 而且看样子是要亲鱼飞 他吓得急忙松手 从床上跳了下来 刚才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那样 为什么会突然控制不住 夏东阳 你怎么了 鱼飞睁开眼睛 诧异地看着夏东阳问道 不等夏东阳回话 这时 房门被打开了 一个清洁大妈 拿着拖把进来了 夏东阳便对鱼飞说道 我去买点早餐 他说着 不敢有丝毫停留的 就出了房门 鱼飞一脸的诧异 心头也是难免失望 只要刚才夏东阳清了下来 那这层窗户纸 就算捅破了 他不禁觉得这清洁大妈 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而走出病房的夏东阳 直接快步奔向了 走廊右侧尽头的公用厕所 途中 好几个护士和他擦身而过 闻着几个护士身上淡淡的女人味 好几次 夏东阳都差点控制不住 体内那股邪火 想要逮着一个扑上去 他连连咬了几口舌尖 极力地让自己保持着清醒 这短短二十多米的走廊 竟是不亚于 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当他好歹冲到了公用厕所时 他已然是满头大汗了 看着镜子中 自己通红的双眼 潮红的脸颊 夏东阳连连洒水在脸上 甚至将胸口的衣服 都泼湿了一些 这样下来 夏东阳方才感觉到 体内那股莫名的邪火 被压下了一些 他点了一支烟 狠狠地吸了一口 喉咙处传来的火辣 让他的意识 再次清醒了少许 再次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夏东阳思存着刚才的情况 自己怎么就会突然心头 有那样邪恶的想法 而且竟然还控制不住 差点就侵犯于非了 夏东阳历来对自己的意志力 和控制力十分地自信 他立刻便想到 自己应该是着了倒了 可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这倒的 在哪里这倒的 夏东阳细细思存着 昨晚上还是好好的 就连今早都是好好的 自己一晚并没有出去 唯有今天早上去了一趟厕所 而且还是病房里的厕所 莫非 夏东阳心头一动 赶忙向病房跑了回去 推开病房门 他直接向厕所冲了进去 正在手机上查 一个男人即将亲一个女人 突然改变主意 是为什么的于非 一脸诧异地看着夏东阳冲进厕所 夏东阳在厕所里仔细地查看着 但刚才的保洁阿姨 已经将厕所清理得十分的干净 垃圾框里也换了新的口袋 这是巧合还是 他赶忙一转头跑出厕所 想要去追那保洁阿姨 翻看垃圾口袋内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于非却问道 夏东阳 发生什么事了 夏东阳不想于非多想与担忧 便说道 没事 东西落厕所里了 对了 你早上想吃什么 我想吃碗混沌 于非也没多想 看着于非那交好的容颜 与傲人的身姿 夏东阳内心那股火焰 又有些作祟了 他赶忙道 我马上去买 说着便快速出门了 于非微微一蹴眉 总感觉夏东阳惊天怪怪的 出了门的夏东阳 生平第一次弯着腰 低着头的走路 掩饰着生理反应 他更不敢去看那些 穿着粉红色职业裙 时而路过的护士 生怕再受到刺激 很快 他就来到了电梯口 可电梯却还在楼上并没有下来 他便站定着身子 连连深吸着气 控制着内心那股邪火 不多时 电梯就来了 里面并没有人 就有人在外面喊道 请等等 继而 一个身着红色连衣包屯裙 黑色丝袜 领口开得极低 打扮妖娆 浑身香水味的女人 踩着高跟鞋小跑了进来 谢谢啊 他对着夏东阳微笑着 而后走到夏东阳身边 微微一转身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那挺翘圆润的臀部 在夏东阳身上蹭了蹭 哼 夏东阳一声轻哼 好不容易压下的血火 顿时疼的一下又窜了起来 被那女人挺翘魂晕的臀部轻轻一蹭 夏东阳赶忙向后退了两步 一双铁拳紧握着 微微闭上眼 重重地连吸了几口气 渴温着身边那妖娆女人身上的香水味 她体内的血火 却是不降反声 冲得她头脑都在发胀 已燃到了爆发的边缘 这时候 夏东阳心头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赶紧出电梯 而后远离这个女人 远离她身上那股诱惑的香味 然而 就在夏东阳极力的自控时 那妖娆女人却往她身边靠了一步 而且用手扇着那几乎露出来一小半的胸口 嗲声嗲气的说着 哎呀 这鬼天气 大清早就这么热 帅哥 你热不 她说着 还拉扯了一下本就低松的裙口 一双狐媚眼盯着夏东阳 还对着夏东阳吹了吹气 夏东阳这时候 早已到了爆发的边缘 被这女人这么一吹 她体内的血火 顿时犹如被浇了一桶汽油 轰的一下爆炸了 冲得一时模糊 双眼一片赤红 不顾一切地伸手抓住那女人的手 五楼 昨晚藏在隔壁厕所里的那个鸭蛇帽男人 这时候竟然推开了于飞的病房门 你是谁 进来干什么 于飞一见 十分警觉地问道 那男子没有说话 只是阴沉的一笑 继续向于飞走去 于飞立时觉得不妙 冷声呵斥道 我警告你 立刻出去 否则我就报警了 那男子不但没出去 反而快速地向于飞扑去 于飞面色大变 惊慌地大喊道 救命啊 同时 他毫不犹豫地就要拨报警电话 可那男子已经扑了上去 一抬手掌就站在他的后颈上 于飞胡乱地按了一下拨号键 便晕了过去 那鸭蛇帽男子 看着美貌如画的于飞 他阴沉着声音 说道 真是可惜 这么美的女人不能玩玩 他说着 便从口袋中拿出来一个注射器 在于飞的左手小手臂上扎了一针 医院外 郑南生到别墅接了赵雪岩 便问道 是去看于飞吗 赵雪岩想着 这时候正是于飞和夏东阳培养感情的时候 自己过去也没什么用 刚才还发了微信问于飞的 他一切都好 于是便说道 有夏东阳在那边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郑南生一边开车 一边说道 夏东阳始终是个男人 你不是说他们关系还没有挑破吗 始终还是不大方便 反正距离上班时间还早 也绕表几分钟 看一看你也安心 是不是 赵雪岩一听 顿时觉得自己这男朋友 考虑得真是周到 是啊 夏东阳那于目脑袋 粗心大意的 于飞又未必好开口 不行 自己的确得过去看看 当即便说道 男生 你说得对 我们马上去医院 好的 郑南生点了点头 赵雪岩却并没有注意到 他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 很快 郑南生开着车 就到了医院外不远 赵雪岩的电话 却突然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是于飞打来的 他立即接通了电话 当先说道 飞飞 我快到医院了 你吃早餐了没 可电话那头 却并没有于飞的答复 赵雪岩有些诧异地喊着 飞飞 飞飞 然而 那头于飞仍然没有回应 赵雪岩顿时面色一变 声音提高地喊着 飞飞 飞飞 你怎么了 你说话 怎么了 郑南生微微转头问道 赵雪岩面色焦急地说道 飞飞打电话过来 却没有声音 肯定是出事了 男生 开快点 好的 郑南生一脚油门踩下 嘴角的冷笑更甚了 赵雪岩紧握着电话 心头急得不行 连忙又给夏东阳打电话过去 医院内的电梯中 夏东阳在妖娃女人的挑逗下 体内的邪火爆炸了 双眼一片赤红的 双手抓住了女人的肩膀 低头张口 就像女人那露出一大片的胸口咬去 叮叮叮 陡然 她的电话响了起来 夏东阳猛然一震 继而回过神来 一见眼前的情形 她心头顿时大惊 赶忙就要撒手 可那个女人却顺势倒在了她怀中 与此同时 电梯到了一楼 打开了门 那女人立时对着大厅大喊着 来人啊 菲利亚 菲利亚 这时候可正是病患挂号的高峰期 不少人都听见了 女妖娃女人的呼救喊声 在大厅职守的两个保安 更是手持电棍 快速地冲到了电梯口 夏东阳推着那女人 说道 你胡说什么 别乱喊 来人啊 菲利亚 快抓住她 可那女人却一如一张狗皮膏药般 死死地贴着夏东阳 而且还声泪俱下地对外面喊着 两个保安手持电棍 一人按着电梯开门按键 不让电梯关门 一人电棍咬指着夏东阳 宝和道 禽兽 放开那美女 给我滚出来 夏东阳连忙道 不 不是 你们听我说 然而 她话还没说完 那女人就大哭了起来 她摸我 还亲我的胸 呜呜 我不活了 不活了 说着 她松开夏东阳 转身就对着电梯狠狠地撞去 好家伙 撞得还挺狠的 砰砰作响 两个保安一见 面色斗变 同时向内冲去 其中一个保安 进去便第一时间 将那女人给拉住 安慰道 美女 别冲动 别冲动 我们一定会让这个禽兽 受到惩罚的 另外一个保安 也用电棍指着夏东阳 呵斥道 禽兽 双手抱头蹲下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夏东阳连忙解释着 保安大哥 你听我说 我没非理他 我 那保安却是打断了他的话 抖着手中的电棍 喊道 抱头 蹲下 难道人家一个女人 还用这是冤枉你不成 蹲下 这时 电梯门口有患者 亦或是家属 热心地喊道 保安 用不由我们帮忙来按住他 对 大家一起动手 这种人必须要狠狠整治 他敢还手就打 狠狠地打 面对众目 夏东阳知道 这时候自己多说 恐怕更会适得其反 值得抱头蹲了下去 面对众目 夏东阳想着 这时候 自己要是多说的话 恐怕更会适得其反 等会还是直接给警察解释吧 于是便抱头蹲了下来 那保安见夏东阳蹲下后 立即上前从口袋中拿出胶带 就是那种有锯齿 往内一拉就能收紧 却不能退回来的那种 将夏东阳的手给反绑了起来 而后压着夏东阳走出了那电梯 大厅内的人纷纷指责叫骂道 瞧他那黑乎乎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见人家女孩子漂亮 穿的性感就管不住那玩意儿了 以我说 这种人渣 就该淹了 对头 这种情况也关不了几天 没准出来 还得祸害女孩子 对 打 打死这种人渣 人群中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子 大声地煽动着群众的情绪 他正是之前在病房给于飞注射了 不明药液的男子 他这么一喊 立刻就有人冲了上去 跳起来一拳打在夏东阳的脸上 有人开头了 历史周围的人便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那保安大喊着 大家冷静 冷静 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们已经报警了 快住手 然而 他一个人的喊话 又如何能阻止这些情绪激进的群众呢 转瞬间 他就被冲开了 夏东阳便被人群冲到在地上 夏东阳一直紧急着部队的教育 无论在什么时候 军人的拳头 军人的枪口 都不能对着祖国人民 即便此时此刻 他自己被冤枉了 但他仍然蜷缩在地上 任由这些激进的群众 对自己拳打脚踢 任由他们发泄着愤怒的情绪 这时候 郑南生与赵雪岩走进了大厅 郑南生第一时间就看见了 站在人群后的那鸭舌帽男子 后者也看见了他 对他微微点了点头 郑南生眼神微微一转 鸭舌帽男子立刻会议 悄然溜了出去 看着乱着一团的大厅 赵雪岩心头诧异得很 不过 这时候 于飞和夏东阳电话都没人接 他是心急如焚 也无心关心这些 可电梯门口被堵着 他便直接要绕过人群 从步行楼梯上去 可这时 郑南生却是拉着一个大妈问道 大妈 发生什么事了 那大妈一脸愤愤地说道 一个人渣 在电梯里见人家女孩子漂亮 穿的少 就飞离人家 被保安当场抓住 大伙都在教训他们 哦 郑南生点了点头 说道 这种人渣 的确应该好好教训 住手 大家住手 这时 四个附近执行的警察 接到110指挥中心的调度 快速赶了过来 为首的一个男警官 还没进大厅 便大喊着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两个医院保安 一见警察来了 急忙大声喊着 对夏东阳一阵 拳打脚踢的发泄后 那些激进的群众 情绪也稍稍平和了下来 纷纷散开了 只见夏东阳蜷缩在地上 他衣服裤子上 以及露在外面的小手臂上 到处都是脚印 脸上更是有好几处瘀青 显然是受伤不清 咦 那不是夏东阳吗 郑南生见赵雪岩向楼梯口走去 急忙对赵雪岩说着 赵雪岩一听 急忙转过身 一见蜷缩在地上的 竟然真的是夏东阳 他整个郊区都是一颤 他完全不敢相信 刚才大妈口中 在电梯里飞离女孩子的人渣 竟然会是夏东阳 不 夏东阳绝对不是那种人 赵雪岩脑海中 第一时间便是这样想着 可夏东阳 现在不是应该在照顾于飞吗 他心头一颤 赶忙跑了上去 可他还没有跑进 四个警察便走了上去 两人将夏东阳给架了起来 其中一个警察 便向周围的群众问道 是谁报的警 发生什么事了 站在旁边的那个妖娃女人 立刻走了出来 满脸泪水地对警察哭诉道 警官 他飞离我 他摸我 亲我 在电梯里就想要对我 对我 你们可以去看监控录像 我绝对没说假话 我 我以后可怎么见人啊 你们可一定要抓他 要狠狠惩治他 夏东阳听后 急忙对几个警察解释道 几位警官 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 是他 然而 他话刚才说到一半 就看见旁边的赵雪岩 顿时便停住了话 赵雪岩听着那妖娃女人 信誓旦旦的话 而且还有监控录像作证 绝不可能作假 他当即是一脸恨铁不成钢 眼神愤怒地瞪着夏东阳 啪 而后竟是直接上前 一巴掌扇在夏东阳的脸上 小姐 请你住手 别这么激动 一个警察急忙护着夏东阳 不论在什么时候 任何人都没有打别人的权利 他们是警察 即便夏东阳真的犯了法 也不能让他再被打了 赵雪岩冷冷地看着夏东阳 恨恨地骂道 夏东阳 亏于非对你一往情深 你竟然在他生病的时候 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他真是看错你了 赵总 不是的 夏东阳看着赵雪岩愤怒的眼神 心头只感觉是无比的难受 三人成虎 百口莫辩啊 郑南生在一旁看着 心头冷笑连连 夏东阳啊 这次看你怎么死 这时 赵雪岩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面色冰冷地拿出电话 却见是于非打来的 他面色一缓 接通电话就问道 非非怎么回事 我打你半天电话也不接 然而 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说道 你是于非的亲人吧 他病情突然恶化 陷入了重度昏迷之中 医生正在对他进行抢救 请你们立刻过来一个人 什么 赵雪岩听的 整个人都是要疯了 恨恨地瞪着夏东阳 怒喝道 夏东阳 非非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饶不了你 他说着 转身就像步行楼梯口跑去 夏东阳听得心头大惊 莫不是于非病情有变 当即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急忙向赵雪岩追了过去 警察 他要逃跑 抓住他 一见夏东阳跑 有人顿时大喊着 四个警察快速追了上去 同时大喊道 站住 站住 更有热心的群众 也是跟着追了上去 以夏东阳的速度 即便是双手被束缚在背后 他也很快就追到了赵雪岩 一脸急切地问道 赵总 发生什么事了 赵雪岩全力地向楼上跑 同时冷声说道 怎么回事 非非病情加重 陷入重度昏迷了 现在医生正在抢救 夏东阳 让你照顾非非 你就是这么照顾的 不 不可能 我刚刚下来的时候 他还是好好的 夏东阳心头大惊 说着便加快了步伐 全力地向楼上跑去 他这一发力 赵雪岩以及后面的警察等人 历时便被他更甩在了后面 很快 他就跑到了五楼 就见昨晚为于非挂点滴的那个护士 正站在于非的病房门前 夏东阳急忙跑了过去 火急火燎地问道 护士 他到底怎么了 那护士也是一脸恼怒地看着夏东阳 语气责备地说道 怎么了 你跑哪里去了 到底是怎么照顾病人的 他病情加重了 又发高烧了 现在已经休克过去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夏东阳急得 额头连连在墙上撞击着 那护士一见夏东阳如此自责 而且那么用力地 用额头撞击墙 也是吓了一大跳 连忙将夏东阳给拉住 然后劝道 你也别太自责了 医生正在抢救他 怪我 都怪我 我不出去就没事了 都怪我 夏东阳无比自责愧疚 又用头重重地 在墙上撞击了两下 那护士 只得将夏东阳给抱住 可即便如此 夏东阳的额头上 也已经撞出了血 这时 四个警察当先追了上来 四人一拥而上 将夏东阳给控制住 那护士一脸傻愣地看着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其中一个警察便沉声说道 你要是再跑 我们只得控告你拘捕了 夏东阳连忙道 我没跑 我一个朋友正在里面抢救 我只是上来看他而已 这边 赵雪岩也是跑了上来 他气喘吁吁地跑进 瞥了一眼夏东阳 也没多家里会 便向那护士问道 护士 他情况怎么样 护士一脸凝重地说道 他高烧抽搐休克了 情况很不乐观 夏东阳 啪 赵雪岩听后 一声爆喝 转身又一巴掌 重重地甩在夏东阳脸上 四个警察急忙将夏东阳 往后拉着护住 之前那个告诫 赵雪岩别打人的那个警察 立刻说道 小姐 你在这样 我们可以控告你 蓄意伤人的 赵雪岩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点了点头 一双美目都似要喷出火焰了 恨恨地盯着夏东阳 冷声道 夏东阳 我恨你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那个警察也隐约看出 赵雪岩和夏东阳 甚至是病房内的病人 应该有感情纠纷 也就没有追究赵雪岩 便对同伴说道 走吧 把他带回警局审讯 夏东阳一听 连忙急切地请求道 四位警官 能不能等一等 让我知道我朋友的情况 赵雪岩却是抬手怒喝道 夏东阳 你滚 你滚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也不会让你见飞飞的 滚 那为首的警察这时候也说道 先生 抱歉 我们有纪律 你必须现在就和我们回去 四位警官 求求你们 通融一下 通融一下吧 夏东阳从不曾求过人 但此时此刻 他只想在这里等着 等着鱼飞醒来 抱歉 我们真的不能违反纪律 那警察又说着 而后是一同伴 驾着夏东阳走 夏东阳也知道 即便是情况再特殊 也不能违反机关 违反党的纪律 他辨认有两个警察 压着自己 向电梯口走去 到了电梯口 夏东阳无比自责愧疚地 对着赵雪岩喊道 赵总 求你 求你一定要通知我 告诉我鱼飞的情况 求你了 楼梯口 其实郑南生也已经追上来了 看见夏东阳和赵雪岩 彻底地因为鱼飞而闹掰了 而且 夏东阳被警察带走 他心头是痛快不已 夏东阳被带进了电梯 赵雪岩的泪水 再也经不住滑落而下 他心头十分的痛 他痛恨夏东阳 竟然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离开鱼飞 他痛恨夏东阳 竟然会在电梯里 飞里那个女人 他痛夏东阳 对不起鱼飞的感情 然而 他最痛恨却是自己 之前为什么没看出 夏东阳是这么的不负责任 为什么要给鱼飞出主意 让鱼飞去夏东阳的店里 否则 鱼飞也就不会生病住院了 恨自己 昨晚为什么要离开 都怪我 都怪我 想到这些 他经不住自责的 粉拳一个劲地往墙上砸 一旁的护士心头一惊 这女人怎么 和刚才那男人一样 都爱砸墙呢 不过 他还是上前将赵雪岩拉住了 劝说道 姐姐 别这样伤害自己 你这样也没用的 郑南生也是及时地走了过来 赵雪岩这是心头自责而无助 一下扑在郑南生怀中 哭诉道 都怪我 都是我害了飞飞的 我不应该让他接近夏东阳的 郑南生自然是趁机拍着赵雪岩的背 语气温和地劝说道 雪 这不能怪你 怪之怪夏东阳人品和道德实在太差 太不负责任了 时间流逝 每一分每一秒 对赵雪岩都是一种煎熬 如果有可能 他希望自己能为于飞分担痛苦 这边 夏东阳被四个警官带到了楼下 会同那个妖娆的女人 一起去警局 刚走到大厅门口 一个身着黑色运动衣的短发女人 便迎面走来 正是暗中保护赵雪岩的傅青霜 今天是他值班 不过 因为赵正明之前假死 将孙良剑引了出来 赵正明之后 也对傅青霜说明了情况 警方已经暗中派人监视孙良剑 这保护赵雪岩的时间 也就这几天要结束了 夏东阳一见识傅青霜 这时候也是顾不得许多了 连忙喊道 傅警官 你来得正好 你要相信我 我是被冤枉的 傅青霜对夏东阳点了点头 傅队 傅队 那四个警员 这时纷纷对傅青霜打招呼 傅青霜这才问道 是怎么回事 那为首的警员 便简单地说了说情况 傅青霜一听 里面喝道 胡说八道 这是绝对不可能 一旁那妖娆的女人 立时说道 原来是和你们领导认识啊 我不告了 就当是被狗捞了两下 省得惹麻烦 引火烧身 那妖娆女人 一看下东阳有傅青霜认识 竟然立刻就改口了 傅青霜一听 顿时面色一正 严肃地说道 小姐 你不能这样说 既然你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就得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 是 我和下东阳是认识 但我向你保证 我绝不参与这次的案件 请你相信我们警察 如果下东阳他真的犯了法 我们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好 我记住你了 也记住你的话了 那女人十分强势地说着 是 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叫傅青霜 这是我的警员编号 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违反纪律的事 你可以投诉我 傅青霜腰板挺得笔直 义正言辞地说着 说着 他便对那四个警员说道 你们带他们回去问询吧 好的 副队 四人点了点头 其实他们四人并不是和傅青霜一个局的 但终究是一个系统 彼此合作交流常有的是 傅青霜可是江阳市警察系统 有名的搏击高手 而且又才胜了分局的副队长 所以 几乎室内所有警员 都知道有傅青霜这位金国 夏东阳连忙对傅青霜说道 傅警官 于飞在医院抢救 请你一定要告诉我他的情况 拜托了 好 你放心 于飞点了点头 便向内走去 夏东阳很快就被带到了附近的警局 而后和那个妖娆女人 分别进入审讯室 姓名 那为首的警官 开始了对夏东阳的询问 夏东阳 夏东阳自然是极力地配合警方 一些基础的信息问询完毕后 那官员便一脸愤怒地说道 既然你当过兵 为什么还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你这简直是辜负国家的培养 夏东阳连忙道 警官 我没有非理他 我是被冤枉的 被人算计了 那警官接着就问道 你被谁算计了 面对这个问题 夏东阳目前还真的回答不上 他就连怀疑的对象都没有 而且 这话也不能乱说 一旦说出个名字 警方必然会调查 万一冤枉了别人 对别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夏东阳只好说道 我不知道 那警官摇了摇头 说道 我们看了电梯内的监控 你的情节并不严重 最多算是骚扰 我们对你教育一番 对方答应调节就没事了 夏东阳一听 立刻道 不 我没骚扰他 你们看了监控录像 应该也看得出来 他是有意要勾引我的 那警官立时一脸严肃地说道 夏东阳 我必须要提醒你 女士穿的性感 穿的少 做一些在你看来 或许有争议性的动作 但那都属于他们的自由与权利 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夺他们 更不能有过分的动作 夏东阳一听 这分明就是坐实了自己非礼骚扰的罪名了 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当即就说道 警官 我也要强调一句 我没有非礼他 我曾是军人 我绝对不会做有辱军人名声的事 这时 另一个警员进来 是问询那女人 他进来对问询下东阳的那警官点了点头 后者示意他直接说 那警员便说道 对方要求夏东阳赔偿精神损失费一万 夏东阳一听 整个人都崩了起来 语气十分激动地说道 不可能 他这分明就是讹诈我 夏东阳 请你坐下 那问询下东阳的警官 提高了声音 对夏东阳喊着 夏东阳也意识到 自己站起来是不符合规矩了 便坐了回去 说道 抱歉 警官 但他冤枉我 还要我赔偿精神损失费 我不绝不答应 那问询的警官指道 当然 你们还可以协调 协调最好就在这里 我们也会做相关记录 不管结果如何 出去都不能报复对方 否则便是违法了 夏东阳却意摆手 坚持道 没什么可协调的 我没非礼他 我不会赔他钱的 那警官也是无奈 对刚才进来那警员点了点头 那警员又出去了 应该是去将夏东阳的意思 转告给那个女人 问询的警官看着夏东阳又说道 夏东阳 这事其实不大 还构不成立案 如果对方坚持的话 我们只得拘留你 一听自己要被拘留 夏东阳更是不从了 直到 我没非礼他 这是我绝对不会妥协 如果我被拘留 我会提醒诉讼 如果是犯错 那夏东阳会 挺直几辆承认错误 接受处罚 可要是没错 夏东阳是绝不屈服的 更不会稀释宁人 这无关乎事情的大小问题 而是夏东阳做人的原则 那警官也是没想到 夏东阳性格会这么刚强 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情况 都会选择给钱了事 毕竟 这是闹下去 对当时的男性 名誉影响极大 这时 刚才出去的那位警员又回来了 他这次便直接对夏东阳说道 对方说 赔偿五千也可以 好家伙 这一口气就少了一半 这是要为自己清白讨公道的样子吗 即便是问询的那位警官 心头都有些诧异了 夏东阳听后 却仍然是坚持到 麻烦警官转告他 他诬陷我 我没让赔偿就不错了 我不会给他一分钱的 听着夏东阳坚定的语气 几位警员这回心头都觉得 夏东阳或许真的是被冤枉的 可警方办事 必须讲究证据 电梯中的监控 的确是看见夏东阳抓住那女人的肩膀 向那女人的胸口倾去 却并没有证据表明 夏东阳是被勾引诬陷 好吧 那警员说着 转身便准备出去 那警员出去后 夏东阳便对问询的警官说道 警官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证明我的清白 我还要反告他诬陷我 我请求警方调取医院各个出入口的监控 特别是住院部五楼的 如果他不是陷害我 那和我在电梯里碰面 肯定是个意外 如果是蓄意陷害 那他肯定早早得等在五楼某个地方 只带我进电梯 还有 我请求警方调查 他去医院是干什么的 是治病 看亲朋好友 如果他没有任何目的 那他就更有可能是陷害我的 那警官听着夏东阳的一番话 心头灯石一惊 想不到夏东阳的思维会是这么缜密 而且 夏东阳的请求 也是合情合理合法 他正准备说话 电话却响了起来 他接通电话便道 你好 副队 夏东阳一听 顿时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 肯定是父亲双打来的 于飞那么有消息了 这一刻 夏东阳只期盼着 于飞没事 一定会没事的 警官 是不是副警官传来了我朋友的消息 加纳问询的警官一挂断电话 夏东阳急忙问道 那警官叹了一口气 说道 副队让我对你说 你女朋友于飞的脑神经受到了损伤 现在还处于昏迷中 医生说 二十四小时内 如果他醒来的话 那就算度过危险期了 如果醒不过来 很可能就会成为植物人 不 不 不会的 不会的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夏东阳心急如焚 大吼着 猛然一下冲了起来 竟然将问询的那种反扣板 都给震断了 便向门口冲去 那警官以及旁边记录的警员 面色一变 同时站起身来将夏东阳给拦住 负责问询的那警官 连忙对夏东阳说道 夏东阳 我知道你现在很急切 但你要明白自己现在的身份 你还没有彻底洗脱嫌疑 如果这样冲出去的话 兴致就完全变了 夏东阳深吸了一口气 而后情急的道 麻烦你转告那个女人 五千 我给她五千块 要知道 夏东阳只要一给钱 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等于是承认了 自己非理那女人的行为 这和他的原则完全不符合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于飞在医院内 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夏东阳必须出去 即便是被认为是 非理女子的色狼流氓 他也在所不惜 好吧 我带你去吧 那警官也猜测到夏东阳的想法 其实在这一刻 他更愿意相信 夏东阳是清白了 因为刚才夏东阳 还极力的要例证自己的清白 可一听于飞的病情 便立刻妥协了 不过 当事人愿意给钱了事 这事也不大 也就过去了 刚一出门 就碰到那个去调解的警员 他有些诧异 怎么带着夏东阳出来了 不过却还是道 当事人不愿意松口 说五千元是最后底线了 好 请你带我去见他 我给他钱 那警员一瞪眼 这怎么回事 刚才还坚定得很 怎么转眼就变了 他经不住转眼 看着那问询的警官 后者却是一摇头 说道 走吧 来到另外一个问询室 夏东阳再次见到了 那个妖娆的女人 那女人一见夏东阳进来 便说道 我说了 五千块是我最后的底线 否则我就会告到底 显然 他以为夏东阳进来 是继续和自己争执狡辩的 夏东阳却是上前道 五千是吧 好 我给你 他说着 从钱包里拿出了一叠钱 之前买东西还剩一些 于飞住院 他也取了一些钱 那女人一愣 显然也是没弄明白 夏东阳之前还十分的倔强坚定 怎么转瞬间就向自己妥协了呢 夏东阳快速的数着钱 可数完后 却只有四千九百 他伸手向裤带中摸去 摸了一大把的零钱出来 然后一张张地数在桌子上 然而数完后 却只有九十九块钱 那女人看着那一堆的零钱 脸上闪过一些嫌弃 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行了 四千九就四千九 那一百就当我发善心了 如果是遇到别的人 哼 不告死你也赔死你 然而 夏东阳却是说道 收起你那肮脏的善心 我一块钱也不会欠你的 他说着 从裤带底部摸出了一枚一元的硬币 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 而后又说道 希望这钱你能花得安心 不等那女人说话 夏东阳便转身对问询他的警官说道 警官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那警官以及旁边那个调节警员 也是被夏东阳这刚义不屈的性格震住了 这一刻 他们更是觉得 夏东阳是被冤枉了 但他现在急着去医院见病危的朋友 才会放弃自己的名声清白 向这个女人低头 他们更知道 夏东阳表面是低头了 但他的心绝对没有屈服 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那问询的警官说着 调节警员便拿出了单子 夏东阳签了单子后 头也不回地快速向外跑去 那女人眼中闪过一丝不意 察觉的愧疚 不过 却很快被他以故作的冷笑掩饰过去 说道 瞧瞧 瞧瞧他 完全就没有丝毫悔改之意 依我说 还是应该关他几天 夏东阳的刚义不屈 与这女人的势力嘲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问询警官心头不禁感觉这女人有些厌恶 不过 他是公职人员 不能感情用事 当即便语气温和地说道 蔡冰英小姐 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 就请签个字吧 好 算我吃亏了 蔡冰英似乎还有些不依不饶 然而 当他签完字收钱的时候 却咋见那枚硬币 竟然竖着镶嵌在木桌里 只露出半截在外面 这这 蔡冰英满脸的惊恐 舌头都在打劫 问询警官好那个调解员 看得也是目瞪口呆 心头惊骇不已 刚才下东阳拍下硬币后 那硬币分明视频躺着的 签字 是签字的时候 天啊 那得什么样的手腕系列 可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下东阳他明明有这样的实力 之前在医院中 被那些情绪激进的群众暴打的时候 他却并没有还手 被眼前这个女人抓着的时候 他更是没有用暴力企图逃走 这一切的一切 似乎都在说明 下东阳恐怕真的是被冤枉的 那问询警官 心头当即便下了一个决定 即便是这事了 也得去医院调看监控录像 因为他迫切地想要证实 甚至是希望 下东阳就是被冤枉的 他脑海中更是不自禁地回想着 刚才下东阳在问询室中 铿枪有力 坚定无比的话语 我曾是军人 我绝不会做违法的事 两久 那女人才回过神来 装好钱 满脸慌乱地向外走去 心头是忐忑不安得很 当然 镶嵌在桌上的那枚一元硬币 他是带不走的 那枚镶嵌在桌上的硬币 就好比是下东阳的性格 军人的腰板 刚毅不屈 任凭千难万险 枪林弹雨而不倒 下东阳跑出分局 本想打一个出租车 但他连身上最后一个硬币 都给了那个女人 想着这里距离医院并不远 他心头实在担心于非 便直接拉开步子 快速向医院跑去 不过十来分钟后 他便到了医院 这一番奔跑 加上之前被那些群众的拳打脚踢 下东阳直感觉后腰疼痛无比 来到大厅 远远就见电梯还在上 下东阳直得走步行楼梯 他几乎是速度不减的 一口气就跑到了五楼 来到于非的病房外 扭开了门 然而 房内竟然空空如也 下东阳心头大惊 人去哪里了 他赶忙向护士台跑去 正好又遇上之前那个护士 那护士一见下东阳 面上是一惊 这人不是被警察带走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下东阳在电梯里 飞离女性的事情 现在在医院里 也几乎人人知晓了 不过 在这护士快来 下东阳这么木头的人 应该干不出那种事的 他便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出来了 同一时间 下东阳却是向他问道 护士 于非呢 见下东阳一脸急切 那护士也没去八卦 回答道 转到八楼的重症监护士去了 我也要上 谢谢 护士话还没说完 下东阳已然道谢 转身快速向楼上跑去 那护士其实想说 他也正准备要上去 值得跟了上去 下东阳很快跑到了八楼 就见赵雪岩站在走廊内 透过钢化玻璃看着病房内 郑南生则是在一旁安慰着 下东阳快速跑了过去 问道 赵总 见下东阳竟然这么快就出来了 郑南生面上都是一惊 不过 他很快按捺了下去 心头却嘀咕着 这怎么回事 不关几天 一见下东阳跑来 赵雪岩更是怒火冲天 上前一把推开下东阳 呵斥道 你还有脸来 滚 给我滚 下东阳透过玻璃 看着躺在病床上 被几种仪器监控中的于非 他心头一如针刺般疼痛 焦急地说道 赵总 让我留下来照顾于非 我发誓 这次我绝对不会离开他一步 赵雪岩一听 面色更是冷力地说道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也不配再照顾非非 更不配得到他的感情 下东阳 我再说一遍 你滚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赵总 请你再相信我一次 下东阳再次要求着 滚 赵雪岩已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声音爆合着 下东阳转眼看了看病房内的于非 紧咬着牙关转身离开 看着这一幕 正男生心头不禁冷地笑起来 下东阳在这个结果眼上回来 简直就是给赵雪岩的怒火添油 正好 这次算是彻底没戏了 他想着 便是上前将手轻轻搭在赵雪岩的肩膀上 语气温和地安慰道 雪 没必要为这种人生气 对身体不好 现在最要紧的还是于非 赵雪岩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着内心的怒火 他内心其实十分地看好于非和下东阳 甚至一直觉得下东阳是个负责 有能力照顾于非一辈子的男人 可这次 下东阳却让他彻底失望了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这种反差让他如何不怒 下东阳当然没有真的离开 他来到最左侧的步行楼梯口 就这么远远的看着走廊右侧 于非病房那边 只要于非有任何情况变化 他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那护士也是气喘吁吁的上来 正好看见下东阳被赵雪岩呵斥 下东阳默默走到楼梯口的画面 他能看出下东阳极为的自责 而且 那一身的脚印 脸上的淤青 看上去更是可怜 他经不出上前 来到下东阳面前 问道 没事吧 下东阳摇了摇头 说道 我没事 对了护士 医生有没有说 于非为什么会突然就病情加重了 护士指道 热射病本就会反复 所以才让他住院观察三天的 下东阳点了点头 心头更是自责 那护士看了看他 说道 我去给你拿点药酒 擦擦身上的伤马 不用了 谢谢你 廖护士 下东阳看了看护士身上的工作牌 他名字叫廖婷 见下东阳一门心思都看着病房那边 廖婷微微摇了摇头 便向于非病房那边走去了 郑男生也是看见下东阳竟然还没走 他心念一转便对赵雪岩说了声 而后走进了走廊尽头的公共厕所 来到厕所中 郑男生拿出电话 发了一条信息出去 而后道 下东阳啊 看我怎么玩死你 廖婷对赵雪岩交代了两句 便下楼了 下东阳就这么远远的守着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从两个电梯内走出来十几二十人 竟是一窝蜂的 直接向下东阳所在的楼道口涌去 真的在这里 这次的狼人渣怎么放出来了 肯定是花钱了事了 不行 这样的人渣在医院里 大家还有安全感吗 对 让他滚出去 滚出去 这些中 绝大部分都是之前在大厅内 参与了暴打下东阳的群众 他们也不知道 是从哪里得到下东阳被放了出来的消息 纷纷上来 要将下东阳赶出医院 下东阳眉头一皱 自己刚才上来的时候 直接就上的步行楼梯 途中也并没有碰见什么人 理论上来说 自己被放出来的消息 应该没有几人知道 当然 那个诬陷自己的女人肯定知道 自己和她并不认识 她应该是受人指使 自己被放出来 她或许已经通知了幕后的人 可自己现在蹲在这里 那女人却并不知道 只有自己途中碰到的护士廖婷 然后就是赵雪岩和郑南生 知道自己在这里 可这些激进的群众 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这里 唯一的解释就是 指使那女人的幕后黑手 就在这医院中 而且 除了护士廖婷和赵雪岩之外 就只有郑南生了 可这一切都只是她的猜测 并没有真凭实据 郑南生安排这些针对自己 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现在重要的 还是面对眼前 这些明显被利用的群众 另一头 在医院的保安监控室中 之前那个问询下东阳的警官 也已经调出了五楼的监控 很快就发现了 那个妖娆女人的身影 只见那妖娆女人 竟是今天早晨五点多 就进了医院 而且是直接就来到了五楼 而后藏在了最右侧 靠近厕所的步行楼梯拐角处 避过了摄像头 很快 另外又有一个 带着鸭蛇帽的人过来 看其身材和走路姿势 应该是个男人 那鸭蛇帽男人 也走到了妖娆女人藏身的位置 不过 摄像头只能射到 那鸭蛇帽男人的半边后背 但看样子 应该是在对那妖娆女人说话 二人一直站在那摄像头的死角 待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 从摄像头中还能看见 二人都在抽烟 因为偶尔那女人夹着烟的手 伸到了摄像头范围重弹烟灰 之后 那鸭蛇帽男子 向楼道内走去 那问询警官 急忙调取了楼道内的监控 就见那鸭蛇帽男子 钻进了于飞隔壁的那间病房 而藏在楼道拐角处的那个女人 在摄像头下抽了不少的烟 期间 还到走廊尽头的公共厕所 去上了一趟 直到早晨七点多 她方才从楼梯拐角处探出身来 同一时间 楼道的监控内显示 夏东阳也刚好走出病房 向走廊左侧的电梯口走去 女人也就跟了过去 清楚地看到 夏东阳刚一关电梯 女人便跑着上前 电梯关了一半打开 应该是电梯内的夏东阳 按住了电梯 当电梯启动后 藏在于飞隔壁的那个鸭蛇帽男子 是悄然溜了出来 而后钻进了于飞的病房中 不过不到一分钟 那鸭蛇帽男人就退了出来 看到这里 问询夏东阳的那个警官 心头猛然一颤 这完全就是一场阴谋诡计 针对夏东阳的阴谋 甚至于飞的病情突然加重 很可能也和那鸭蛇帽男子 有很大关系 夏东阳真的是被冤枉的 他是被人给算计了 想到这里 他急忙走出了监控室 向住院部五楼赶去 他知道 夏东阳一定在于飞的病房外 住院部八楼 走廊左侧楼到拐角处 面对这些明显被利用的群众 夏东阳仍然是耐着性地说道 各位 我是被诬陷的 而且 警察也已经放我出来了 我希望大家别被有些 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 他话音一落 立刻就有人喊道 诬陷 这么快就查明了 我看你 肯定是花钱堵住了那个美女的口 对 有钱也改变不了 你肮脏卧错的内心 你藏在这楼道口 莫不是又在找下手的 我看他就是电梯吃汗 大家把他赶出去 医院里可不能留这个隐患 对 大家把他赶出去 人群中 有人极力地煽风点火 调动大家伙的情绪 而且 从电梯内还有人上来 这回是将走廊都快给堵死了 护士站和办公室的医生护士纷纷上前 要查看到底是什么事情 这么大的动静 走廊那赵雪岩的注意 他其实也是知道夏东阳在那里的 他下意识地就要过去 可刚移动脚步 内心对夏东阳的恼怒 便又促使他顿了下来 于非这样 他内心真的无法原谅夏东阳 看着楼道口 明显是又要打起来 郑南生内心一阵的冷笑 这些人 自然都是他刚才在信息中 通知那个鸭蛇帽男人安排的 其中那几个煽风点火 调动群众情绪的人 都是受了鸭蛇帽前的托 看着这些激进的群众 又要对自己动手 夏东阳不能对这些人动手 只得急忙抬手说道 别 大家别动手 我出去 他向来都是个不轻易退缩的人 可面对这些群众 他只得选择退步 而且 就算他现在出去了 等会也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再进来 这对他来说 完全没有难度 说着 他便转身向楼梯下走去 然而这时 那几个正男生让人安排的托 顿时又叫萧道 大家别相信他 这种人就算出去后 肯定还会作案的 就是 这种人必须让他知道厉害 知道痛 对 大家不能让他跑了 万一哪天 他向你们的亲朋好友下手了呢 那后悔就来不及了 说着 那四人便当先向夏东阳围了过去 其中两个人 更是快步绕到前面 将夏东阳下楼的路给堵住了 其余人情绪一下 又被调动起来 纷纷向夏东阳围了上去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人 其实就是来趁个热闹起哄而已 夏东阳这时候也是想到了 前面叫嚣得最厉害的四人 应该是别人安排的托 可现在没有真凭实据 而且眼下的情况 对他们动手的话 恐怕更会让这些被煽动的人 情绪更激进 夏东阳只得将后背靠在墙角 即便是这些人动手 他也不至于四面受敌 眼看着这些人 又要对夏东阳动手 这男生再次冷笑了起来 这便是他最想要达到的效果 借刀杀人 然而就在这时 人群后有人高喊道 住手 我是警察 大家住手 一听有警察来了 激进的人群方才稍稍平静下来 来人正是刚才调取监控过来的 那个问询警官 他从人群中挤过去 走到夏东阳身前 算是护住夏东阳 而后对所有人说道 各位市民 我是这个骗区分局的警员司徒行 刚才我调取了楼道的监控录像 发现之前那个女人 是今天早上五点多 就藏在了五楼的楼道口 她一直在等夏东阳 走出病房进电梯 她是有预谋的 想要陷害诬陷夏东阳 而且 这时还另有隐情 现在我不能对大家透露 总之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 夏东阳是清白的 她还是一个光荣的退伍军人 她没有非礼那个女人 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而且 她有一身的本事 之前你们 在楼下大厅 对她拳打脚踢的时候 她完全可以还手 甚至将你们都打倒 但她没有那样做 因为她曾是军人 军人的拳头 是不能对着国家人民的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我要提醒各位市民 不要道听途说 人云亦云 就算有人犯了法 也应该由我们公安机关出面 有国家的法律给予制裁 你们动手的话 那你们自己和那些违法者 又有什么区别呢 司徒行的话音一落 顿时绝大部分人的脸 都不自禁地发烫起来 历时就有人说道 那啥 我就是上来看看而已 对 我之前可没动手啊 我那还得去缴费呢 说着 这些人便快速地散去了 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语 当初打色狼时的热心 这事也化为 句句推卸责任的话语 人心可见一般 诚然 夏东阳也不需要这些人的道歉 现在还了自己清白 那就足够了 她连忙对司徒行说道 警官 谢谢你还我清白 司徒行却对她一躬身 歉意地说道 夏东阳 对不起 之前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够细 让你受委屈了 这案子我们会严查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抓住之前那个女人 问清楚 她为什么要陷害你 而且 她还有同谋 在你进电梯后 经过于飞的病房 什么 是什么人 警官 我要看监控录像 夏东阳听后 情绪激动起来 更是一脸的急切与愤怒 要知道 于飞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自己出门不过一会 于飞就会发烧 甚至休克了 病情说什么 也不可能恶化那么快 有人经过于飞的病房 那就意味着 于飞应该是 遭到了什么毒手 这让夏东阳绝对不能忍 司徒行一点头 便说道 录像肯定得给你看 不过 我现在得向你 和于飞的朋友 了解一下更多的情况 夏东阳跟在司徒行身边 再次来到了于飞的病房前 看着夏东阳竟然没被打 正男生心头暗道 可惜得很 赵雪岩看着夏东阳没事 心头实际是松了一口气 可他好强的性子 却是促使他 一脸冰冷地 对着夏东阳说道 你还来干什么 夏东阳知道 赵雪岩是在恼怒自己 便说道 赵总 我真的是被陷害的 陷害 赵雪岩一皱没问到 一旁的司徒行 也适时机地 为夏东阳解释道 刚才我查看了 五楼楼道的监控 那个女人从早晨五点 就躲在了楼道拐角处 她又将自己 看了监控的情况 大致说了说 这过程中 夏东阳双眼 一直紧盯着对面的正男生 正男生看出了 夏东阳是怀疑自己了 不过他 并没有丝毫的惊慌 反而对着夏东阳 微笑着点了点头 看着如此情形 夏东阳心头不惊道 如真是他暗中指使 那这人心机实在太深了 不知道赵总知道 他是这种人 心头该是如何的伤心失望 到这时候 夏东阳所考虑 所担心的 却仍然是赵雪岩 知道真相后的感受 而赵雪岩呢 他听了司徒行的话后 不禁没觉得错怪了夏东阳 反而面色更冷烈地说道 夏东阳也不知道 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 这次竟然连累了非非 虽然这时候赵雪岩说这话 有些不尽人情 但细想之下 也的确是夏东阳连累于非了 夏东阳只得保持沉默 在没在确凿证据前 他不会乱说的 实际上 他现在恨不得当场 抓着郑男生 暴打一顿 逼他说出真相 可他清楚 这样绝对行不通 郑男生在赵雪岩面前 肯定是矢口否认 甚至反咬自己一口 让赵雪岩更加的愤怒 他只是担心真相真如自己所料 而赵雪岩又一直被蒙蔽 到时候真相大白 他能承受得了吗 听着赵雪岩并没有对夏东阳改变态度 郑男生心头不禁冷笑道 夏东阳 你想和我斗 你还嫩了点 这时 司徒情便又说道 赵小姐 我想询问你 于非小姐 平日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不用说 司徒情也看得出来 赵雪岩是于非很好的朋友 所以才如此询问 赵雪岩只道 非非性格好 为人更好 从来没得罪什么人 警官 这是很明显 就是有人针对他 他说着 便冷冷地看着夏东阳 司徒情一点头 说道 我也只是例行询问而已 这位是 他将眼神挪到了旁边的郑男生身上 郑男生便一脸温和地说道 我是雪岩的男朋友 刚从国外回来不久 司徒情也没什么问的了 接而说道 我同事正在拿电脑拷贝监控录像 相信很快就会过来了 到时候 你们都看看 特别是那个鸭舌帽男人 你们看是否认识或是见过 这对我们的破案有很大帮助 他话音一落 那边电梯打开 一个身着制服的警员 夹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搭步过来 正是之前在警局 为夏东阳和那妖娆女人 蔡冰英调解的警员 队长 全考过来了 那警员上来 对司徒情点了点头 司徒情是这片区分局的一个小队长 他接过电脑 看了看周围的情况 直到 我们就在这里看看吧 说着 他便将电脑环壁打开 那警员便拿出纸笔 做相应的记录 司徒情首先调出了那个女人 先到五楼楼到拐角处的视频 同时还指着视频上的时间说道 看看时间 这会是五点过两分 而且我看了这女人进医院的监控 她根本没到挂号处 直接就到住院部五楼 可见早有预谋 紧接着 那鸭舌帽男人出现了 不过 她明显比妖娆女人蔡冰英 专业的多了 从她上楼到 来到五楼楼到拐角处 途中的摄像头 竟然都没有照着她的脸 而后便是清晨 夏冬阳走出房门 蔡冰英紧接着追了上去 电梯关了后 那鸭舌帽男人 便进了于飞的病房 看到这一幕 夏冬阳和赵雪岩 都是不自禁的一握拳头 心头愤恨不已 于飞病情突然恶化 绝对和那鸭舌帽男人 脱不了干系 司徒行这时候便说道 这鸭舌帽男人十分专业 我查看了所有的监控画面 都没有看到他的脸 估计想从这方面入手 十分的难 一旁的郑男生听得 心头不禁得意地冷笑道 就凭你这几个摄像头 想揪住他 做梦吧 夏冬阳却道 未必将楼道的监控 调回到七点四十五分五秒 司徒行听得不禁一正 不过还是按照夏冬阳所说的 将五楼楼道的监控调了回去 郑男生听见夏冬阳 那斩钉截铁的语气 心头是不自禁的一斗 莫非他真的是发现了什么 这时候 即便是他再淡定 心也是加速跳动了起来 而赵雪岩这时候 心头却是下意识地选择相信夏冬阳 因为和夏冬阳相处这段时间 夏冬阳的判断就没出错过 很快 司徒行就将画面停在了夏冬阳所说的时间上 而且分毫不差 只见画面上 正是那鸭舌帽男子 从于飞的病房内出来 他不经意地抬了一下头 摄像头捕捉到他的一个侧面 只有一个侧面 没办法比对啊 司徒行难免有所失望 一旁的赵雪岩也是如此 郑男生心头暗松了一口气 冷笑道 还以为多牛逼呢 不过是划中取宠而已 然而 看着那鸭舌帽男子的侧面 夏冬阳内心却已然有了答案 夏冬阳记忆力以及观察能力 远超普通人 摄像头捕捉的是那鸭舌帽男子的左侧面 而那男子的左嘴角下方 有一颗米粒大小的黑质 虽然模糊 但是夏冬阳还是没判断出来 这鸭舌帽男子 就是那天晚上 在老区拆迁工地上 跟踪伏击他的罗网成员 那天晚上 是一辆无牌照的白色雷克萨斯 接应那罗网成员的 而郑男生开的也是 一辆无牌照的白色雷克萨斯 之前在烧烤店外 暗中窥视自己的人 也是开的一辆无牌照的雷克萨斯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按照交通法规 新车最长三个月之内 必须上牌照 推算郑男生回来的时间 差不多才一个月 不上牌照也很正常 这一刻 夏冬阳心头基本已经锁定了 当晚接应那罗网成员的人 就是郑男生 不过 现在还不是揭开真相的时候 而且 他还在等待一个 最重要而去去的消息 所以 他并没有伸张 装着一副失望的表情 摇头道 实在看不出什么 他话音一落 郑男生心头更是冷笑了 司徒行也没抱希望 直到 现在看来 只有尽快找到那个女人了 他应该看见了 这个鸭舌帽男人的真实面目 郑男生听得心头一动 不过 他早就有所安排 所以 也并不怕司徒行 再次找到那个女人 司徒行将电脑 递给了那个调节警员 而后道 我现在得回去部署 赵小姐 如果你想到什么 请及时和我们联系 赵雪岩点了点头 又冷冷盯了下东阳一眼 冷声道 都是你惹的祸 下东阳 我告诉你 你以后给我离非非远点 下东阳只得默默地承受着 赵雪岩的呵斥 却是暗中对身边的司徒 行使了一个眼色 司徒行眼神微微一转 心领神会地说道 对了 下东阳 你还是再和我去分局一趟 具体说说 你这段时间 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好的 下东阳点了点头 便跟着司徒行走了 郑南生心头冷笑着 随便你怎么查 也查不到我的头上 下东阳和司徒行二人走后 赵雪岩转身看着病房内 仍然昏迷着的于非 一脸的凝重与担忧 郑南生便是温和地安慰到 雪 于非那么好的人 一定会没事的 怪只怪认识了那个下东阳 赵雪岩沉默着 也没有回话 他现在只期盼着 于非能够快快醒过来 下东阳三人上了警车 他和司徒行坐在后排 由那个调解的警员开车 他叫柯昭 是个入职不到一年的新人 由司徒行带着他跟岗学习 柯昭启动了车 出了医院后 司徒行方才问道 夏东阳 你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刚才夏东阳暗中的眼色 司徒行便是想到了这一点 夏东阳便说道 请司徒警官立刻部署下去 务必要在第一时间找到蔡冰英 我担心有人会杀人灭口 这是自然 柯昭已经通知下去了 司徒行点头说着 夏东阳稍稍安心 又说道 反请司徒警官立刻调出五楼楼道 今早7点44分8秒的画面 司徒行心头诧异 夏东阳之前所说的时间 画面中虽然只有那压舌帽男子的一个侧面 但总算是有点线索 而这时候 他又说了前一点的时间 莫非他之前就发现了什么 心头虽然诧异 司徒行还是很快调出了画面 但画面中 却只有那个压舌帽男子的背影 这应该是处于摄像头 斜下方不远的地方拍摄下来的 虽然没有任何脸部画面 但夏东阳只看了一遍 就能记着这么精准的时间 而且切合着压舌帽男子出现的身影 这种记忆力 已经是很夸张了 哪知道 夏东阳这时却抬手指着屏幕中 画面的右上侧一点 说道 这个摄像头 正好协对着公用洗手间外面的洗漱镜 你看 正好能看见他的三分之二右侧面 司徒行顺着夏东阳的手指看去 果然从镜面中 看见那压舌帽男子的大部分脸 是个相貌轻瘦 看上去不过二十四五的男子 这一刻 司徒行脑海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无法想象 夏东阳这一双眼是有多锐利 一颗头脑是有多惊喜 这一刻 司徒行一双眼中 只剩下了崇拜 就那么愣愣地看着夏东阳 被司徒行灼热的眼神这么盯着 夏东阳觉得很是别扭 经不住干咳了两声 司徒行这才回过神来 有些不好意地转了转脸 而后却是一脸兴奋激动地说道 夏东阳 你真是神了 这样也能找到线索 夏东阳却是语气平淡地说道 这其实没什么 你要是多看几遍 也能发现的 司徒行摇了摇头 说道 不 我估计看几十遍也不会发现 的确 司徒行不是谦虚 很多时候 一个秘密或是某个东西 即便是你看多少遍 也无法发现 因为那是一种天赋 一种能力 不具备的话 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现 有位伟人曾经说过 天才 是一分天赋 加上九十九分的汗水 可绝大多数时候 就是那一分的天赋 已然限制了你的上限 而夏东阳 恰恰就是 有那一分绝大多数人 不具备的天赋 夏东阳也没纠结这个话题 直到 接下来就得靠司徒警官你了 不过 我希望我能先过去 见蔡兵英 由你们去查 那个鸭绳帽男人 不 这不符合规矩 理论上说 你现在也是我们 要保护的对象 司徒行立刻拒绝道 夏东阳坚持道 我不会拿自己的安危 开玩笑 而且 你们的人过去目标 太明显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秘密行事 我过去的话 对方或许是以为我要报复 说不准 还能引出那个鸭绳帽男人 司徒行想着 现在还镶嵌在分局问询室中 桌面上的那么硬币 夏东阳的身手绝对十分了得 应该没问题 不过 他还是十分谨慎地说道 为了安全起见 我让柯招跟着你 你别看他年轻 他身手很不错的 夏东阳也没拒绝 说道 我们现在的优势 就是 鸭绳帽男子并不知道 我们已经发现了他 所以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分头行事吧 这一刻 似乎是夏东阳方才是指挥者 司徒行私存了一下 只好说道 好吧 你们就在附近下车 柯招很快就能收到 蔡兵英的详细信息 医院中 赵雪岩想起那个鸭绳帽男子 进过于飞的病房 所以 他立刻通知了医生 对于飞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很快 之前为于飞急救的女医师就出来了 赵雪岩急忙上前问道 医生 情况如何 那女医师一点歉疚地说道 我们刚才在他的左臂弯处 发现了一个细小的针孔 已经在对他的血液 进行更详细的药理检查了 很快就会有结果 到时候对症下药 他很快 就能醒过来了 太好了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赵雪岩听后 一直紧促的眉头 这才舒展了一些 那女医师却是一脸歉意地说着 不用谢 这本就是我们的职责 而且 之前也是我们疏忽了 没有做过细的检查 赵雪岩语气温和地说道 发生那样的情况 也不是你们医生 能预料的 你不用自责 女医师一笑 感激地说道 如果每位患者家属 都能像你这样体谅我们 那就更好了 他语气中 不难听出心酸的味道 的确 现在这一患关系 让白衣天使 都成了高危行业了 其实 人与人之间 多一点信任 体谅 理解 微笑 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 都会变得简单起来 有时候越急越躁 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去看看检测报告 你们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女医师又说了句 便快不离开了 郑南生这才一脸温和地说道 看吧 我就说 于飞吉人自有天相的 这都过中午了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吧 别到时候于飞醒了 你自己去垮了 赵雪岩点了点头 说道 男生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夏东阳弄出这样的事情来 赵雪岩心头庆幸 有郑南生 郑南生一笑 满眼柔情地看着赵雪岩 说道 傻瓜 我回来不就是想一辈子陪着你吗 好了 我先下去了 刚出电梯 郑南生便立刻拨通了 鸭蛇帽男子的电话 说道 按照原计划进行 不过 夏东阳似乎已经怀疑我了 你别亲自动手 以免被抓住马脚 更别弄出人命了 否则被龙盾盯上 我们计划没成功 就得跑路 放心 南哥 鸭蛇帽男子回着 郑南生又叮嘱道 对了 让你联系的暗夜者 现在情况如何了 已经在边境等着了 郑南生点了点头 说道 让他们就在那里别动 一切听我这边的指挥 知道 那你去办吧 郑南生挂了电话 而后低声道 赵雪岩 夏东阳 希望你们不会让我走那一步棋 另一头 夏东阳与柯昭下了警车 柯昭在警车上 换了一套戴有帽子的米白色休闲装 加上他长着一张白净的娃娃脸 不看身份证的话 绝对会以为他 还是一个高中生 还别说 他这样打扮的话 真不会引人注意 而且 柯昭还很会装饰 他给自己还带了一副耳机 看上去就像一个低头族 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 他会是个警察 现在分局那边 那还没有发来蔡冰英的具体情况 所以 二人干脆沿着人行道走着 与过往的行人别无二致 夏东阳打了一支烟给柯昭 柯昭却说道 谢谢 我不抽烟 夏东阳收回烟 自己点燃 吸了一口后 说道 看你这副打扮 很是驾轻就熟啊 柯昭面皮薄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是司徒队长 说我长得不够成熟 能利用自己的外表装饰隐藏 才专门为我设计了这打扮 就连衣服都是他选的 夏东阳心道 原来是这样 司徒行倒是的确很会运用柯昭这张娃娃脸啊 他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那你利用这副打扮 破案没有 柯昭面上不惊一红 更是不好意思地说道 就抓了两个公交色狼和一个小偷 夏东阳自然看得出来 柯昭觉得这点成就有些难以启齿 便说道 那也很不错了 只要惩治了违法犯罪行为 不管案件大小 都没有辜负那深井服与人民的信任 柯昭一听 眼神终是金光一闪 看着夏东阳说道 谢谢夏哥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当然 我这张脸 你没叫我大叔都不错了 夏东阳顺便调侃一下自己 让柯昭不至于为刚才的对话尴尬了 的确 二人站在一起 倒是很有一种 唐人街探案里面 男一号和男二号的脉象 当然 夏东阳比起里面唐人的脉象 还是要好很多的 柯昭却是说道 哪里 夏哥 你这是标准的古铜色皮肤 很多人还特意去沙滩上抹油晒呢 夏东阳咧嘴笑了笑 这小伙子还挺会说话的呀 柯昭又问道 夏哥 你能将硬蔽硬生生的按进桌子中 你该不会是小说中写的 那些传说中退伍回归都市 无所不能的兵王吧 夏东阳更是忍不住笑了 说道 那些都是虚构的 兵王也是兵 也是人 哪有人什么都会的 你觉得可能吗 柯昭深以为然的点头道 我也觉得 不过那样写 读者好歪歪吗 夏东阳静不住提醒道 你是警察 什么事都得讲求证据 现实点好 柯昭腼的一笑 不过却意识到 夏东阳刚才 似乎并没有否定自己 说他是兵王的事 便激动地问道 夏哥 难道你真的是兵王 夏东阳指道 我就一个普通的退伍军人而已 哪有那么多的兵王 柯昭也就没追问 不过 他总觉得 夏东阳和普通的退伍军人不一样 因为警队中就有退伍的军人 二人在附近的小饭店吃了顿饭 席间 许昊诚打电话来说 上午招聘到两个服务员了 是两个女孩子 不过二人都是大学生 只能没课的时候过来上班 夏东阳想着 烧烤店最主要的营业时间 都是晚上 再笑大学生也没问题 让许昊诚在那边主持好就行 这顿饭是柯昭开的前 二人刚出饭店 柯昭就收到了警队发来的信息 二人立刻打车赶了过去 夏东阳二人打车 很快来到了城北的一个老旧的小区外 外墙还是用瓷砖装饰的 不过很多瓷砖都已经脱落了 就用白灰修补 处处彰显着岁月的痕迹与年代感 小区门口有位老大爷守门 夏东阳打了一支烟过去 随口聊了两句便进去了 二人很快来到了右侧一栋楼的四楼上 敲响了蔡兵英家的房门 可半天都没有人回应 二人对视了一眼 心头都同时警觉起来 莫非 蔡兵英已经遭到了毒手 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夏东阳便准备破门而入了 可就在他刚一抬腿 房门竟然打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身着低领红色睡衣 一头金色头发乱得如鸡窝 黑眼圈严重 睡眼朦胧 看上去年纪得有三十好几的女人 干什么 女子语气不善地问道 夏东阳指道 小姐 你好 我们找 哪知道他话还没说完 那女人就暴走着骂道 你喊谁小姐呢 啊 会不会说话呢 夏东阳顿时一脸尴尬 眼看着那女子就要关门 柯招赶忙用手降门给抵住 一脸温和地问道 美女姐姐 请问这里是蔡冰英的家吗 那女子冷眼瞪了邓夏东阳 转眼便微笑地看着一脸白净 迈向很好的柯招 语气柔和地说道 是啊 你们是 我们是他的朋友 柯招随口糊弄着 朋友啊 女子听后 十分隐晦而有深意的一笑 看着夏东阳与柯招都很是奇怪 继而 他却说道 你们来得不巧 他今天没回来 没回来 柯招重复了一句 看了看夏东阳 夏东阳便追问道 那你知道 他除了这里 还有其他的住处吗 不知道 那女子随意瞥了一眼夏东阳 语气却是十分的不耐烦 这与他对待柯招 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 那好吧 谢谢姐姐了 柯招客气地道谢 那女子却是笑了笑 理了理自己的头发 语气软绵绵地问道 小帅哥 要不进来做做吧 不了 我们还 柯招直接就要拒绝 可夏东阳轻轻一挪脚 点了点他的脚背 柯招很机灵 立刻改口道 不过 姐姐 我有点尿急 能不能借用一下卫生间 那女子顿时笑道 当然能 姐姐非常欢迎你 进来吧 她说着 微微侧身让开了道 柯招走了进去 夏东阳也准备跟上去 然而 那女子却冷眼盯着她 问道 你不会也尿急吧 夏东阳只好点头道 有点 你看能不能 不能 那女子直接打断了夏东阳的话 手一直说道 一楼有公厕 自己下去 她说着 砰的一下 直接就将门给关上了 要不是夏东阳闪得快 鼻子都得被撞扁 她只得兴兴地一笑 这也太看长相而区别对待了 自己长得真的有那么错吗 好吧 夏东阳承认自己 的确长得黑了点 但整体来看 也很有男人味啊 没办法 她只得点了一支烟 在外面等待着 大概十多分钟后 房门猛然一下 被打开了 柯招衣衫不整地冲了出来 怎么了 夏东阳以为出了事 急忙谈飞烟头 跑上去问道 柯招一脸惊恐地喊道 快走 快走 她喊着 当先向楼梯口冲了去 夏东阳经不住转眼向门口看去 就见那女人也追了出来 斜靠在门口 她睡裙有些搭了 露出了一大片白花花的皮肤 伸手对着虚空抓着 双眼魅惑如丝 不甘心地喊道 小帅哥 回来啊 姐姐疼你 不会亏待你的 夏东阳立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赶忙转身向楼下跑去 在小区门口外 方才看到柯招 她右手撑着路灯杆 大口大口地喘气着 看样子被吓得不轻 夏东阳走了过去 也没有急着说话 而是点了一支烟 递给了她 这次 柯招倒是没有拒绝 接过烟后 狠狠地吸了一口 嗨嗨 她没抽过烟 这一下 顿时枪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好一会儿 她方才喘过气来 心有余悸地说道 妈妈的吻 太生猛了 我差点就被她给抢了 夏东阳也没有接话 不过 看情形 应该也能猜测到 那女人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可见夏东阳最初 对那女人的称呼并没有错 可人吧 有时候明明已经扮演了那个角色 甚至都已经适应了那个角色 却是不准别人说她 或许 这就是传说中的自欺欺人吧 平复了心境后 柯招方才说道 房子是三室两厅的 看样子应该是合租的 她没说谎 只有她一个人在 蔡兵英不在房中 这其实才是夏东阳 让柯招进去的最终目的 就是确定 蔡兵英到底在不在家里 夏东扬皱了皱眉 连忙对柯招说道 立刻通知司徒队长 利用技术手段 务必要尽快找到蔡兵英 以郑男生的深沉心机与手段 肯定会再将蔡兵英 这个后患给驱除的 说不定这时候已经下手了 柯招不敢怠慢 立刻打电话通知司徒行 司徒行那边 立刻申请各个系统部门的协助 二人站在路边 现在也只能被动地等消息了 好在等了不过二十多分钟 司徒行就传回来消息 说是蔡兵英去了江阳大学 夏东扬二人急忙打车 赶去江阳大学 时间很快到了下午五点过 到了江阳大学放学的时间 今天是周五 几乎绝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出校 同寝室的聚餐 或是男女搭配 出去开一间房 做一些没修没扫的事情 所以 江阳大学门口是人影冲冲 夏东扬二人下了车 看着如潮水般的人群 柯招指道 看来我们的等着一波过了后了 夏东扬却摇头道 这时候才是最危险的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蔡兵英 分头行事 柯招听后 不禁是一个机灵 立刻道 好 二人便分头逆向钻进了人群 夏东扬锐利的双眼 不对的在人群中 搜寻着蔡兵英的身影 不多时 他便在人群中 发现了蔡兵英的身影 他也在逆向向内走去 应该是要找什么人 夏东扬松了一口气 起码蔡兵英是安全的 可紧接着 他便看见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 从右侧面横穿过 快速地向蔡兵英靠近 夏东扬心头暗道不妙 加快了速度 一如由于一般 逆向穿梭在人群中 从另一侧 快速向蔡兵英挤去 蔡兵英走得并不快 他一边走 还一边点脚向前看着 明显是在等和什么人会合 突然 他停了下来 高高地举起右手挥动着 他这一停 无疑是给了那个黑衣男子 绝佳的出手机会 果然 那黑衣男子 以更快的速度向他挤去 很快就靠近到他的三米内了 他右手悄然从口袋中 掏出了一个注射器 夏东扬锐利的眼神 立刻捕捉到 心头更是一惊 这回他距离蔡兵英 可还有五六米 受到周围学生潮流的限制 夏东扬即便是速度再快 也是鞭长莫及 眼看着那男子 接近到蔡兵英两米内了 甚至都紧了紧手中的注射器 夏东扬心头一动 顿时大喊道 有爬手啊 这一声如平地惊雷 很多人都是被吓了一大跳 纷纷停下脚步 转头向夏东扬这边看来 当然 蔡兵英也不例外 那个黑衣男子同样如此 几乎所有人都停下脚步张望的时刻 夏东扬却是毫不停留 甚至以更快的速度 向那黑衣男子冲去 那黑衣男子见状 直到自己暴露了 眼中金光一闪 一步上前 手中的注射器 更是飞速向蔡兵英的身上扎去 这大热天的 蔡兵英虽然换了一条保守的白裙 但随便哪里也挡不住针尖啊 蔡兵英也是看到了夏东扬 更是看见身边男子手中的注射器 恶狠狠地向自己扎来 他吓得整个人都傻愣了 就那么处在原地不动 眼看着那锋利的针尖 就要扎在蔡兵英身上 千钧一发之际 夏东扬是一个飞扑 那将男子给冲撞了出去 啊 可那男子手中的注射器 仍然在蔡兵英裸露在外的右臂上扎了一下 致使他痴痛之下 一声尖叫 那男子被夏东扬一装 一如半夜般横飞而起 将旁边的两个女生撞倒在地 那两个女生也是连连惊呼 快走 夏东扬急切地对蔡兵英说了声 而后向那黑衣男子追去 两个女生的尖叫声 瞬间引爆了周围的学生 不少学生立刻是坐鸟兽散 四处快跑 那黑衣男子快速翻身而起 看也没看下东扬一眼 直接钻进了混乱的人群 可夏东扬仍然是锁定了他的身影 快速地追了过去 二人一逃一追 混在人群中 场面看上去更加的混乱了 不过夏东扬还是快速地追近了 眼看着不过两三米的距离了 那黑衣男子也有所感觉 转身看了看下东扬 扬了扬手中的注射器 夏东扬赶忙硬生生地停下了脚步 他很清楚对方的意思 一旦自己在追的话 他手中的注射器便要乱扎了 谁也不清楚 那注射器中到底是什么药水 但想来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些学生都是祖国的未来 夏东扬不能拿他们冒险 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那男子消失在人群中 不过 只要保证了蔡冰英的安全 那刚才那个男人也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 夏东扬转身向蔡冰英所在的位置走回 柯昭已然站在了蔡冰英身边 一脸戒备地保护着他 而旁边还有一个看上去十分声色 扎着马尾便 恐怕还没有二十的女子 他抬着蔡冰英的手臂 一脸担忧地查看着 看样子 这个女孩子就是蔡冰英要找的 应该就是江阳大学的学生 夏哥 见夏东扬回来 柯昭眼神询问地喊着 夏东扬摇了摇头 说道 对方很狡猾 用周边学生的安全威胁我 我只得放弃追击 柯昭也知道 刚才那种情况下 想要追到那人 的确不容易 夏东扬转头看着蔡冰英 问道 怎么样 伤得严重不 蔡冰英明显惊魂未定 看了看手臂 说道 轻轻扎了一下 应该没什么大碍 姐 刚才那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害你啊 那女孩一脸担忧地说着 原来 这是蔡冰英的妹妹蔡冰玉 蔡冰英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姐姐最近升职了 应该是有人嫉妒我 一点恶作剧吧 没事 也就是吓吓我而已 蔡冰英更担忧地说道 姐 我看不像是恶作剧 我看必须得报警啊 柯昭一听 便说道 报警 蔡冰英一听 连忙急切地对柯昭识眼色 夏东扬却是直接接过了柯昭的话 说道 我们是你姐的朋友 这点小事能解决的 相信经过这次 对方也不敢再乱来了 蔡冰英满眼感激地 对夏东扬点了点头 顺势也就为妹妹介绍道 是啊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这位是 双方认识后 夏东扬便说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换个地方吧 几人便向校门口走去 这时 却是有学生认出了夏东扬 惊呼道 咦 那不是华夏队长吗 天啊 真的是他啊 莫非刚才是他在抓扒手 队长 合个影呗 一时间 众多学生纷纷向夏东扬围了过来 看这阵势 完全就不亚于明星出行了呀 你们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夏东扬最怕的就是这一出 连忙说着 而后是一颗招向外挤 然而 校门口人实在太多 而且这些学生实在太过热情了 夏东扬几人 几乎是寸步难行 让开 大家让让啊 这时 两个身影从外嚷嚷着挤了进来 大叔 我们来救你 一个一头短发 长得极为机灵漂亮的女孩 对着夏东扬说着 正是夏东扬摆烧烤摊时 首单生意的那两位校花 说话的正是领可 咦 两位校花都来了 有人立刻认出了领可和李雨涵 而后争相拍照 领可便大喊道 请大家让让 让让啊 谢谢了 李雨涵也说着 大家伙也是卖两位校花的面 纷纷让开了道 不过却是猜测纷云 据说队长很久都没摆烧烤摊了 不会是和哪一位校花谈上了吧 我看八成是林大校花 他的性格比较适合队长 我看是李校花才是 他温柔文静 没准队长就喜欢这样的呢 可惜了 抢不过队长啊 夏东阳几人离开江大 在领可二人的带路下 很快来到了一处人少的地方 可还没来得及谢过领可二人 一旁的蔡冰英突然向地上瘫倒 吓得蔡冰玉连连惊呼道 姐 姐 夏东阳赶忙伸手将蔡冰英给扶住 蔡冰玉一脸急切地问道 姐 你怎么了 蔡冰英眼神有些飘忽 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我觉得头好好晕 她说着 双眼一翻白 竟然晕了过去 蔡冰玉更是急地哭了起来 连连喊道 姐 姐 夏东阳探手摸了摸蔡冰英的额头 惊呼道 她发烧了 必须马上送她去医院 柯昭 快去拦车 好的 柯昭不敢怠慢 急忙跑去拦出租车 夏东阳心头思存 蔡冰英突然昏倒 应该是她刚才被扎了一下 注射器中的药水 还是注射了一些到她体内 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药水那么可怕 很快 柯昭就拦了一辆出租车过来 夏东阳一把将蔡冰英给抱起 而后对林可二人说道 谢谢你们刚才帮我 今天我有急事 改天一定谢谢你们 大叔 你太客气了 你快送你朋友去医院吧 林可当先说着 李宇涵也是对夏东阳点了点头 夏东阳也不多啰嗦 抱着蔡冰英就上了出租车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蔡冰英一脸惊慌地哭着 夏东阳指的安慰道 别担心 很快就到医院了 没事的 夏大哥 我姐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啊 蔡冰英一脸害怕担忧地说着 夏东阳看出 之前蔡冰英对妹妹是有所隐瞒 于是只好说到 生意场上 眼红的人多了去了 出租车很快就到了市人民医院 这段时间 夏东阳总是因为各种原因 出入人民医院或是其他医院 似乎只要和她有点关系的 都离不开进医院 妹妹夏东清就不说了 赵雪岩 赵如龙 于飞 柳千千 有时候 夏东阳甚至都不惊想 自己是不是一个不祥之人 不过 她这人吧 从不认输 更不认命 她只相信 只要自己付出了努力 就能对事情有所改变 甚至达到成功 有颗招打前站 很快 蔡冰英就被送进了急救室 三人站在走廊中等着 蔡冰英双手互捏着 连连转着 这时候 夏东阳与柯昭都知道 多说安慰的话 也是无意了 只有在这里静静地陪着蔡冰英 一起等着 大约二十多分钟后 急诊室门就打开了 蔡冰英急忙上前问道 医生 我姐情况如何 那医生指道 放心 送来的及时 没什么大事了 夏东阳三人都是松了一口气 蔡冰英又问道 那医生 我姐到底得了什么病 那医生指道 是急性的肺炎引起的发烧 如果任由病情发展的话 很可能会引发脑膜炎 烧坏脑神经 蔡冰英听得是后怕不已 问道 那我可以去看 我姐了吗 当然 她现在已经醒了 那医生点头说着 蔡冰英急忙走了进去 夏东阳则是上前问道 医生 她这急性肺炎 一般是什么原因引发的 那医生指道 刚才我们对她进行了血检 她这应该是细菌感染的 细菌感染 夏东阳心头了然 心头也是骇然的很 不知道那黑衣男子注射器中的 到底会是何等可怕的细菌 蔡冰英只不过被刺了一下 短时间内竟然引发了肺炎 如果再多注射一些的话 恐怕蔡冰英不死 也得成为肺人 好恶毒的手段 这简直就是杀人灭口 医生又说道 情况已经控制下来了 连续在门诊书三天夜 应该就能痊愈了 谢谢医生 夏东阳点头说着 不用 这是我们的职责 医生说爸便离开了 夏东阳看了探柯招 柯招上前低声道 夏哥你猜得果然没错 对方企图杀人灭口了 夏东阳点头道 蔡冰玉还是学生 别让他知道 我清楚 柯招说着 继而双眼金光一闪 看着夏东阳激动地说道 夏哥 原来你就是前段时间 在甘锅店火场 英勇救人华夏队长啊 我说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夏东阳指道 那都是网友们乱喊的 我也只是侥幸救了人而已 柯招却摇头道 当时的情况 如果没有大无畏的精神 绝对是不敢进火场的 夏哥 你难道真是兵王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走吧 我们去看看 夏东阳一摆手 说着便向急诊室内走去 柯招双眼放着金光 一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他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当一位英雄 后来才考上了警察学院 他平生向往崇拜的 就是小说中写的 那些身手强大 无所不能的兵王 此时 他似乎在夏东阳身上 看到了偶像的身影 试问 他如何不激动呢 继而急忙跟在夏东阳身后 病房中 蔡冰英背靠着床头 手上打着点滴 面色是好了不少 精神了许多 谢谢你们 见夏东阳和柯招进来 蔡冰英当先说着 夏东阳指道 没事 朋友吗 就应该互相照应 对了 医生刚才说 你得在门诊连续输三天夜 蔡冰英点了点头 他心头其实明白 自己差点没人灭口了 是夏东阳及时赶过来 救了自己的 想着之前自己为了钱 不知羞耻地诬陷夏东阳 害得夏东阳在医院 被几十个人暴打了一顿 现在脸上还有淤青 后来在分局 还赔了自己五千块钱 可他并却一直都没对自己动过手 在刚才关键时刻 还不计前嫌地救了自己一命 此刻 蔡冰英心头是羞愧不已 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对不起夏东阳了 当即便说道 夏东阳 我可以和你单独谈的吗 夏东阳看了看柯招 柯招点了点头 蔡冰英也对妹妹说道 小玉 你先出去吧 蔡冰英眼神复杂地看了看下东阳和姐姐 心头想着 莫非这黑脸家伙 会是姐姐的男朋友 柯招和蔡冰英出去后 蔡冰英看着夏东阳一脸歉疚地说道 夏东阳 对不起 夏东阳并不想追究那些 直到 从头到尾对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一头 在一个旧小区的套房内 一个男人站在窗口抽着烟 如果夏东阳在的话 定能一眼就认出 这人就是那晚在开放式公园 企图刺杀他的罗网成员 也就是医院中的鸭蛇帽男子 突然 他电话震动起来 他接通电话 直到 喂 给他打电话的 正是那个袭击蔡冰英的黑衣男子 他说道 老板 失败了 鸭蛇帽男子皱了皱眉 低沉着声音说道 怎么会 一个女人你都解决不了吗 电话那头 黑衣男子回到 有人在最后关头救了他 是不是一个面色有黑 留着平头的男人 鸭蛇帽男人一听 警觉地问道 老板 你怎么知道 电话那头 黑衣男子惊叉地问道 鸭蛇帽男子沉吟了着 念头急转着 这次失败了 蔡冰英肯定会被保护起来 怕是没有机会再下手了 如果让他供出 我的样貌 以及针对夏东阳的计划 我恐怕在江阳江寸步难行了 势必会影响到南哥后续的计划 不行 必须让他闭口 怎么样才能让他闭口吗 突然 他双眼一亮 对着电话拉头的黑衣男子说道 听着 你还有一次弥补的机会 你马上去 黑衣男子听后 历史语气坚定地说道 老板放心 我这次一定成功 如果失败了 你之前拿我钱 不禁得退回来 我还会要你的命 鸭蛇帽男子声音阴冷地说着 电话这头 黑衣男子经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连忙再次赌咒发誓地说道 老板放心 绝对不会失败了 挂了电话后 鸭蛇帽男子 一脸不解地自言自语道 他明明中了罪恋性的崔情药 怎么可能抵抗住蔡兵英的诱惑 那得多坚定的意志力 这人实在太可怕了 不行 我得通知南哥 抓紧时间 以免夜长梦多 人民医院急诊室中 蔡兵英对夏东阳说道 昨天晚饭后 我准备去上班 在途中遇到了那个鸭蛇帽男人 他给了我一万块钱 让我到医院诬陷你非礼我 最好能让你被抓进去关几天 他说会暗中给你下药 我只要随便用点手段 你就会上钩 夏东阳 对不起 我为了一万块钱诬陷你 害得你被打了一顿 我把他给的一万块钱 还有你赔我的五千块都给你 只求你别报警抓我 更别让我妹妹知道我做这样的事 我一直都对他说 我是在一家大型的化妆品公司上班的 其实 其实我是在一家KTV里做做公主 夏东阳 求求你了 我必须得赚钱 供我妹妹念完大学 求求你了 说到后面 蔡冰英情绪激动的 一把抓着夏东阳的手 哭着殃求着 夏东阳本也没想要怎么追究她 毕竟 她现在也受到了惩罚 差点就没命了 而且 蔡冰英连自己做公主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显然也是诚意与歉意十足 当即 她便说道 算了 你也是为了你妹妹 谢谢 谢谢你 蔡冰英一个劲的道谢 眼泪更是止不住 夏东阳微微低头看了看手 蔡冰英方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急忙收回手 说道 对不起 我刚才太激动了 我知道我的手都是脏的 说到这里 蔡冰英更是羞愧地低下头 根本不敢面对夏东阳 相对夏东阳的不计前嫌 她很是自残行贿 觉得自己浑身甚至连灵魂都是脏的 夏东阳却摇头道 别这么说 不过 你那工作终究不不太好 而且终究只包不住火的 你妹妹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你应该找一个好点的工作 说道 我和小玉都是农村的人 爸妈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不得不出来找事情做 小玉是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资助下 才能读书的 小玉也争气 读书很认真 保送到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 而后考上了江阳大学 虽然我们当地党委政府 一直都给小玉注学金 但我能挣钱 我不想一直都靠着政府的资助 所以 在小玉上大学时 我就谢绝了政府的资助 也就跟着小玉来了江阳 说到这里 蔡冰英面上更是苦楚地说道 我也想找个体面的工作 但我没有文凭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碰到了上初中时 班上的一个男同学 他说给我介绍工作 后来将我带到了那家KTV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他却在我的酒里下了药 我的清白被毁了 他还拍了我很多照片 我没办法 只得在那里上班 这样下来也两年多了 夏东阳听得心头感慨又同情 想不到蔡冰英家事悲惨就算了 碰到个老同学还遇人不输 最后下了水 夏东阳指道 你应该报警的 蔡冰英更是无奈惊慌地说道 可他们知道我妹妹在江阳大学读书 我哪里敢报警 那你就准备一直被他们控制着 夏东阳问道 蔡冰英也有自己的想法 说道 我打算妹妹一毕业 我就和她一起去一个没有人认识 我们的城市 我们再也不回江阳了 我也永远不会提这里的事 夏东阳摇了摇头 问道 你上班的KTV叫什么名字 叫凯撒皇宫 蔡冰英下意识地就回答着 而后似乎想到什么 急忙道 夏东阳 凯撒皇宫是三合会所下的产业 你千万别去惹他们 他们关系很广 像我这样被拖下水公主不在少数 可没有一个跑掉的 我还听说 以前还有几个公主 就那么不见了 我告诉你这些 其实就是想要你同情我 我本来就肮脏了 你就让我坚持最后一年多 我就能脱离苦海了 蔡冰英生怕夏东阳会去报警 到时候 她自己不禁有麻烦 自己也很可能跑不掉 所以干脆将自己 说得更加的卧挫不堪 夏东阳心头暗叹 以蔡冰英之前所说 未必能逃脱凯撒皇宫的魔掌 作为军人 听见了这样的违法之事 她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只是现在 她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这事还是得报警 只是得暗中行事 以免连累蔡冰英 她正要说话 电话却响了起来 是傅青霜打过来的 她赶忙接通 傅青霜便说道 夏东阳 你快回来 鱼飞醒了 真的 我马上回来 夏东阳听得大喜 直接向门外冲去 夏东阳匆匆地离开 让蔡冰英一脸的诧异 一开门 不等柯昭说话 她便说道 柯昭 鱼飞醒了 这里先交给你了 柯昭也清楚 鱼飞那边的情况 便点头道 夏哥放心 这里有我 夏东阳又对蔡冰英点了点头 这才快速向医院外跑去 不过二十多分钟 她就来到了鱼飞所在的医院 她等不及电梯 直接上的步行楼梯 一出了拐角处踏上楼道 就见郑南生站在鱼飞的病房外 赵雪岩应该进病房了 郑南生主动对夏东阳点了点头 在没有彻底揭穿她的伪善面具之前 夏东阳自然也不会撕破脸 也是点头回应着 脚步不停地来到了病房门口 直接打开了房门 向内走去 赵雪岩一转头 立时瞪着她呵斥道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夏东阳知道 赵雪岩还在怪自己 没细心照顾于飞 导致别人有机可乘 让于飞陷入险境 一度病危 便说道 我来看看于飞 赵雪岩仍然冷着脸说道 我说了 飞飞不需要你照顾了 你差点害得她没命 现在她更不想见你 出去 雪岩 这事也不能灌下东阳 别这么说她 这时 原本躺着的于飞 撑起身子说着 看得于飞的面色好了不少 夏东阳心头压着的大石头 总算是彻底放了下来 赵雪岩却知道 你不知道 你这次差点没命 就是她不知道 惹了什么人引来的 总之 我不会再让她接近你了 她的店你也别去了 雪岩 见赵雪岩说得这么严重 于飞有些不一了 赵雪岩却是无比强势地说道 飞飞 你别说了 这事就这么决定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出去啊 见赵雪岩这么呵斥下东阳 于飞是情急地说道 雪岩 我和她的事 你就别管了好吗 赵雪岩一听 也是急了 反问道 你的意思 是我多管闲事了 我没没那个意思 于飞也意识到 自己的话有些不妥 赵雪岩豁然一下坐起身来 点头道 好 好 我不管了 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她说着 提着包就快不向门口走去 看样子 的确是气得不轻 雪岩 雪岩 于飞连连喊着 她也是充耳不闻 赵总 夏东阳也是喊着 滚开 赵雪岩一声怒喝 一把将夏东阳给拨开 出门后就喊着 男生 我们走 郑男生急忙跟了上去 心头不禁冷笑道 真是天助我也啊 夏东阳 你快去追啊 于飞急忙对夏东阳喊着 夏东阳私存了一下 觉得这时候赵雪岩在气头上 自己追上去的话 无异于是火上浇油 不仅没动 反而走到了于飞的床边 于飞也自明白夏东阳的意思 叹了一口气 说道 算了 出院后 我去找她吧 夏东阳点了点头 于飞问道 你不觉得雪岩这段时间 脾气变得有些暴躁了吗 夏东阳一正 摇了摇头 她倒是觉得 赵雪岩一直都那样 于飞又说道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婚前恐惧症 婚前恐惧症 夏东阳有些诧异地重复了一句 于飞便说道 郑南生在向她求婚 我估计 他们喜事将尽了 夏东阳听得心头猛然一颤 有种很怪异的感觉 具体是什么 她又说不上来 不过 她心头却是十分的担忧 一旦确定郑南生 真的与那罗网的成员有干系 那她的身份就值得怀疑了 赵雪岩到时候 不知道得心伤成什么样 甚至可能还会连累她 不行 不行 一定要尽快找到那罗网成员 尽快弄清郑南生的身份 你想什么呢 见夏东阳发愣 于飞经不住问道 夏东阳回过神来 插开话题道 哦 没什么 对了 医生怎么说 于飞便说道 找准了病因 对症下药 我现在已经退烧了 医生说 观察两天没反复的话 就能出院了 那就好 从于飞的情况看来 她应该和蔡冰英之前 所中的细菌毒药差不多 只是 对方应该没有对于飞下死守 不然以那毒药的毒性 她活不到现在 接下来的时间 夏东阳便寸步不离地照顾于飞 而于飞在点滴完后 也转到了普通的病房 第二天一大早 夏东阳就接到了柯昭的电话 电话里 柯昭说道 夏哥 蔡冰英突然反水了 什么 夏东阳诧异地问道 柯昭说道 昨晚我问了问他 他说的确是那个鸭蛇帽男人指使他的 可今早和我一起到警局路口供 给那鸭蛇帽男子做画像 他却突然说 没有人指使他 他就是单纯地想要额你的钱 夏东阳一皱眉 追问道 那监控录像中 他和那个鸭蛇帽 在楼道拐角处待了一两小时 他又怎么解释 他说他说柯昭有些结巴了 说什么啊 夏东阳又问道 柯昭便说道 他说和那个男人看对了眼 在那里亲热了一番 夏东阳听后 眉头不禁紧皱着 其实通过监控中的镜面图像 加上于飞病房那个侧面 司徒型利用技术手段 已然拼接出鸭蛇帽男人的画像 这时候正在全室排查 蔡冰英的证词 不过是让证据练更加的完整而已 用处其实并不太大了 可现在 他却突然反水了 这说明那鸭蛇帽男人 在背后肯定用什么胁迫着他 而且很明显 他并不知道 警方已经在暗中搜捕他了 夏哥 你在听吗 夏东阳半天没说话 柯昭忍不住问道 夏东阳只道 柯昭 我问你 蔡冰英和你们在一起吗 吃了早饭 他说他找了一份兼职工作 没课的时候就得去上班 所以就走了 怎么了 夏哥 夏东阳又问道 那蔡冰英和你在一起时 有没有接电话 或是发微信之类的 柯昭想也没想就说道 有啊 刚才在车上就接了一个电话 夏东阳心头了然 急忙道 柯昭 我怀疑蔡冰玉是被人给绑架了 你快去暗中查一查 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特别是暂时别让蔡冰英知道 电话那头 柯昭听的是面色大变 连忙挂了电话下去查 挂了电话 夏东阳暗叹了一口气 希望是自己猜测错了 要不然 这事情就麻烦了 在病房陪伴着于飞 闲来也无事 他便给夏东阳的微信 绑定了银行账号 毕竟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而且 夏东阳现在好歹 也是个老板了 收款付款什么的 也方便一些 二人聊着烧烤店后续的经营 气氛融洽 不知情的人 必然会以为二人是情侣 甚至是夫妻 快到五时 柯昭打电话过来 说蔡冰玉的确是失联了 极大可能是被人得绑架了 夏东阳猜测的一点没错 现在警方已经在通过 各个入口的天网系统 暗中排查搜寻蔡冰玉的踪迹 当然 也还有那个压手帽男人的踪迹 可这工作量不小 需要大量的时间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夏东阳都在医院寸步不离地照顾于飞 可谓是细致如微 特别是转病房的那天晚上 于飞体力还没恢复 加上输液输得多 上厕所的次数较多 夏东阳不得不每次都陪着于飞 最初 二人还是很尴尬 但后来也就慢慢放开了 彼此虽然都没有表示什么 但却是更加的默契与融洽了 某种看不见的情愫 更是在于飞心头快速滋生 这期间 赵雪岩也再没有来过 甚至没有打过一个电话过来 看样子的确是生气了 这天 夏东阳陪着于飞出院了 二人都没有通知赵雪岩 回到家中 二人轮流洗了个澡 这才赶往烧烤店 这两天 许昊成又招到了四个人 加上之前招到的两个大学生 一共就六人了 再加上卖肉汤圆的老鱼 这样算下来 火锅店一共就十人了 以店的规模来看 十人应该是可以轮转了 很快 夏东阳和于飞就来到了火锅店 下车就进店中 许昊成正招呼着新的员工站成一排 明显是在讲解店内的规矩 夏东阳心头感激得很 这几天于飞住院 如果没有许昊成在这边坐镇的话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上正轨 夏哥来了 大家欢迎 夏东阳与于飞一踏进店 许昊成便第一时间对几个员工喊着 几个员工心头也都是好奇得很 这甩手掌柜到底是什么模样 便同时转过身 对着夏东阳和于飞喊道 老板 老板娘好 夏东阳与于飞本来都是满怀期待与欣喜 哪知道会来这么一出 顿时面上是都有些尴尬 一旁的许昊成也有些尴尬 之前夏东阳对他说 今天于飞出院 他想着将员工培训一下 新店就得有新面貌 可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员工一见夏东阳和于飞在一起 便和他当初一样 认为二人是夫妻 几个员工倒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夏东阳与于飞 这时候夏东阳也不能扫了大家的兴致 也就没急着解释 便抬手打招呼道 大家好 一旁的于飞见夏东阳竟然没解释 心头是小切洗了一把 夏东阳说着便向许昊成的位置走去 许昊成也很有眼水 顺势走下去和员工们站成一排 于飞也准备走到员工的位置 夏东阳便喊道 于飞 你是管财物的 不说几句吗 于飞听得心头更是一喜 夏东阳这让他上去 这管理员身份都还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与夏东阳站在一起 也就相当于让大家肯定了刚才老板娘的称呼 当然 这也是于飞自己想的而已 夏东阳这样做 只是考虑到不让于飞没台阶下而已 紧接着 夏东阳便开始了自己的开场白 说道 大家好 我叫夏东阳 是这家店的老板 以后 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战友了 我这人没读那么多书 没什么文化 不会说什么大道理 我只有几个要求 认真做事 注重服务态度 不得对顾客抱怨 更不得在食物里做报父性的行为 一旦发现 立刻走人 好了 具体的 请于飞说吧 于飞美目一瞪 心道 好你个夏东阳 之前也没说 让我来说具体 感情在自己等着我 夏东阳话都说出来了 于飞自然不能给他掉链子 再说 他好歹是管理过利盐公司 这样十几亿资金的公司 自然有自己的手段和经验 于是便说道 我们店才起步 现在我们最重要 就是用味道 服务态度 食品卫生 来打响我们的牌子 所以 看着于飞侃侃而谈 当初做总监的架势 一下就出来了 几个服务员 是听得各个点头 又若有所思 就连老于 都是一副十分受教的样子 于飞这一番下来 也是讲了十来分钟 比夏东阳口才好太多了 他话音一落 夏东阳立刻带头鼓掌 于飞连声说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接下来便是分工的事情了 这事情 于飞在住院的时候 便已经想好了 所以 没有任何难度 很快 他就将分工明细给定了下来 夏东阳主要采购和前期的烧烤培训 其中 老于和许昊成 也纳入了厨师的范畴 于飞负责财务收支 其余的六个服务员 便负责洗菜 穿穿 洗碗 清洁 许昊成招的员工都是女性 而且看上去年龄都二十多点 都是手脚力锁的人 最重要的是 夏东阳开出的工资 要比其他店内明显高出不少 大家都十分的乐意 安排好一切后 于飞建议 得给店里制定专门的服装 夏东阳觉得这个建议十分的好 便决定下午去做相关的服装定制 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 店内现在并没有任何食材 所以就由夏东阳这位老板 请大家在附近的一家干锅店吃一顿 算是开业前的聚餐 夏东阳与许昊成 都是当过兵的 吃饭都很快 二人先放下碗筷 来到门口抽烟 夏东阳便问道 你不是说招了六个人吗 还有一个呢 许昊成吐了一口烟 说道 他之前都答应得好好的 说今早就过来 可我刚才给他打电话 电话却不在服务区 真是晦气 还没开店 就被人放鸽子了 或许他是有急事吧 夏东阳总是选择 相信人与人之间 是有信誉的 许昊成又说道 我留了他的身份证复印件 他说在江大读书 叫蔡兵玉 不来的话 我要重新招人了 什么 蔡兵玉 夏东阳心头一惊 之前柯昭说 蔡兵玉找到了一份兼职 看来他是今早与柯昭和蔡兵英 分开后 是准备来烧烤店的 应该是途中被人绑架了 想不到 事情会是这么的巧 怎么 夏哥 你认识 许昊成好奇的问道 夏东阳点了点头 也不及多说 立刻拨通了柯昭的电话 夏东阳给柯昭说明了情况 让他着重调查 今天早上和蔡兵玉分开后 通往烧烤店这一段路的天网系统 柯昭也话不多说 知道后便到了一声谢 而后加紧排查天网系统去了 夏东阳本想再交代两句 可想着警方做事 自然有他们的程序和规矩 也就没有多嘴 饭后 夏东阳一行回到店内 大家伙商量了一下 明天就是黄道吉日 所以便决定明天开业 好在之前和于飞出去 夏东阳已经到一家 规模不错的食品公司 做好了衔接 一英的果蔬 肉食都直接在第二天 早晨去拿就是了 不过要制作传单 里面自然得包含一些 开业大抽兵的计划 这样才有广告效应 当然 这些都由于飞早就做好了 下午 夏东阳便开着车和于飞去服装厂 本来夏东阳是不让于飞去的 毕竟于飞刚刚出院 但于飞却说 夏东阳一个男人 怎么去选衣服的款式 怎么去和服装师交流 这方面 他最在行了 没办法 夏东阳也只好答应下来 好在今天不用到处跑 而且 今天的下了点小雨 并不炎热 将服装和传单的事情落实后 天色已经晚了 很多上班族都下班了 夏东阳便和于飞回到店中 将传单分发下去 让大家伙散开 到街道上分发传单 夏东阳一个老板 都身先士足了 新招的服务员 自然也尽心尽责了 夏东阳则与于飞 则是负责最热闹的广场区域 夏东阳与于飞一人 负责广场的一头 于飞这样 级别的女神发传单 那些传单的成功率 妥妥的百分之百 甚至有一些男士 远远地看见 这么漂亮的于飞发传单 便是主动地过来 当然 自是少不了搭讪一番 于飞也是微笑着 介绍烧烤店的情况 她完全进入了 烧烤店一员的角色 甚至在心目中 将自己当成了 烧烤店的女主人 夏东阳这边 就没有于飞那么受欢迎了 她一个大老粗 而且还面色有黑的 好多人 特别是男性 都不愿意接受她的传单 她不得不一边发 一边喊着烧烤店新开业 七折大筹兵 酒水买一送一 之类的宣传语 这一番下来 传单是没发出去多少 嗓子倒是都要干得冒烟了 不过她并没有丝毫气馁 仍旧耐心 那些路过甚至绕行的人 哪里会想得到 这位分发传单的男人 会是曾经为祖国领土完整 为了人民利益 立下过汉马功劳 弄得浑身是伤的英雄呢 有人曾说 哪天 你放下自己的面子 去挣钱的时候 那你就迈出来成功的第一步 当某一天 你用自己的面子 就能挣钱的时候 那你便成功了 夏东阳并不知道 有这样一句话 他只知道得保持微笑 声音要柔和 要谦卑 方才能让人接收自己的传单 这边 于飞手上 已经没几张传单了 看着广场对面 微微弯着腰 满脸堆着笑 却仍然不时被人拒绝的夏东阳 他心头酸楚无比 这个男人 是如此的能屈能伸 或许 在某些人眼中 夏东阳是个没出息 没地位的男人 但在于飞的眼中 这个男人用自己的双手拼搏 他是高大的 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当然 于飞也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 带夏东阳去京都 凭着自己家族的势力 加上夏东阳自身的能力 必然能很快 在京都立足的 可他清楚 眼前这个男人 绝对不会接受的 所以 他只得默默地陪着这个男人 一起奋斗 一起走向成功 他希望更期盼着 在这期间 能和夏东阳 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哟 这不是我们力言公司的 于飞宇总监吗 泽泽 怎么在这里发传的 混得这么惨 就在于飞出神之际 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女人 阴阳怪气的嘲讽奚落声 于飞转身身去 只见旁边站着的 竟然是谋成钢和王莉莉 二人为难夏东阳 柳千千及时赶来 他们被门口的保安当场打晕了 在医院里躺了好些天 这段时间 可一直在想着报复夏东阳 可夏东阳也已经离开丽颜公司了 二人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于飞 于飞和夏东阳关系不错 王莉莉自然得趁这个机会 好好奚落彩彩了 于飞冷声回道 某些人被赶出公司 还有脸替我们公司 真是脸皮厚的可以 他说着 也懒得再理会二人 转身向另外一侧走去 争取早点将手中 剩下的几张传单发完 而后去帮夏东阳 可王莉莉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急忙快速上前 将于飞给拦了下来 瞥眼看了看于飞手中的传单 一脸不屑地说道 哟 还做烧烤啊 于飞 我家成刚现在到了一家 大型的建筑公司当经理 我们办公室 还缺一个端茶地水 打扫卫生的助理 你过来 我保证 你比开什么烧烤店更强 他自然是想将于飞招过去 抱当初被赶出公司的仇 就更加的方便了 一旁的谋成刚一听 双眼灯石一亮 于飞当时可是大厦内有名的女神 他早就想将于飞弄到床上 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 这下于飞落难了 机会来了 灯石也说道 当然 你也有机会往上爬的 他说着 贪婪垂涎的眼神 毫不掩饰地在于飞身上 上下扫视着 特别是 看着于飞那牛仔裤下 紧包裹着的翘臀 他顿时便感觉小腹中 一股邪火压抑不住 直冲脑门 于飞心头一阵的厌恶 一刻也不愿意再待在这里 与王莉莉错开身就准备走 王莉莉却是伸手将她给拦住 不依不饶地说道 于飞 这时候你还装什么高尚 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以为你 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总监吗 你信不信 只要成刚一句话 你这烧烤店都开不下去 于飞却是冷笑道 好啊 那让他说句话试试 别给自己戴高帽子了 不过就是两条丧家之犬 还敢在这里狂飞什么 你骂谁是狗呢 王莉莉这女人 那是只准她说别人 不允许别人说她 顿时气的面容扭曲的 伸手狠狠一把推在于飞的肩膀上 于飞也是没想到 王莉莉会突然动手 被推的一个踉枪 小腿又正好撞在地上 篮车的原石墩上 身子一歪就向地上倒去 而且 她的头正好对着另外一个原石墩 这样要是摔石了 绝对受伤不清 于飞眼见着自己额头 就要撞在石墩上 吓得整张脸都白了 心头更是悲戏地想着 我于飞到底是得罪了谁 要让我遇到这两个无耻的人 此时此刻 她脑海中满满都是 夏东阳的身影 更是不甘得很 难道自己又要进医院了吗 陪自己心爱的人奋斗创业 就这么难吗 一旁的王莉莉 心头不禁冷笑起来 她可一直记得 上次自己在公司楼下 被夏东阳怂恿的那些公司员工 将自己硬生生打晕的仇 这期间 于飞也是出了不少力的 而且 她也一直嫉妒于飞的美貌 这次还不摔傻你 这么多人 可查不到我的头上 谋成刚心头却是大叹可惜 这么美的女人 别这样摔傻了 不过摔傻更好 更容易忽悠 眼看着她的头 距离那原石墩 不过二十厘米时 然而 一条强壮有力的手臂 从旁及时地伸过来 一下揽住于飞的腰 将她给拉起来 拥在了怀中 于飞回过神来抬头一看 眼前的不正是 自己脑海中的那个男人吗 的确 夏东阳刚才无意看见 王莉莉拦着于飞 她便快步赶了过来 好在赶得及时 没事吧 夏东阳语气柔和无比地问道 感受着夏东阳 温暖宽阔的胸膛 迎着夏东阳那温柔深邃的眼神 于飞整个人 整颗心都要融化了 几乎是下意识地摇头道 没事 夏东阳一点头 一步上前 二话不说 直接啪的一巴掌 重重地扇在王莉莉的脸上 这一巴掌 只打的王莉莉身子两个裂解 两颗血槽牙奔飞而出 而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她穿的是包臀裙 竟还没穿打底裤 这一下 身子这么一扯 连大红色的钉子裤衩都露出来了 过往的不少男性 顿时眼都看着了 谋成刚回过神来 赶忙上前将头晕脑花的王莉莉 给扶了起来 帮她整理好裙子 而后对着夏东阳呵斥道 夏东阳 你竟然敢打人 你眼里还有没有法律了 夏东阳冷声道 就允许你们动手 刚才要不是我过来的及时 于飞就得受重伤 你要对我有意见 大可就放马过来 为难于飞的话 下次就不是一巴掌了 听着男人强势为乎的话语 于飞更是只感觉 心头更是暖乎乎的 她还真得感谢王莉莉在这里出现 要不然怎么能看出 夏东阳如此的在乎自己呢 这时 王莉莉是回过神来 愤怒的面容扭曲 张牙舞爪的 就向夏东阳扑去 同时破口大骂道 你个狗杂种 王八蛋 敢打老娘 老娘饶不了你 啪 夏东阳抬手又是一巴掌 王莉莉再次被她扇倒在地上 包臀裙又是拉扯而起 再次露底了 这立刻又引得不少围观的男性 眼神直勾勾的盯去 王莉莉也是不管那些 在地上一如一个市井泼妇一般 哭着叫骂道 天杀的啊 来人啊 杀人了啊 这个卖烧烤的 我就是不小心碰到了她的女人 她接连着就打我两巴掌 简直是霸道不讲道理啊 大家可千万别去她的店啊 他们的店其实就是一家用地沟油的点 之前被查出了的 我在他们店吃了后就食物中毒了 他们现在又装修翻新 我刚才揭穿他们 他们这是要报复我啊 大家来评评理啊 夏东阳听得不经一皱眉 王莉莉这女人 黑白颠倒 乱泼脏水的本事真是不小啊 连这样的污点子都想得出来 一旁的谋成刚见王莉莉的丑态 实际上心头也是很厌恶的 可奈何现在王莉莉是跟定她了 她甩都甩不掉啊 不过这时 王莉莉这一番污水泼的 她也是巴不得看下东阳与于飞出丑 果然 被王莉莉这么一闹 围观的人群中 不少人开始指责起下东阳来 打女人 真不是个男人 是啊 被查出了还翻新又来 我呸 亏我刚才还接了她的传单 这样的黑心老板 就应该列入四间局的黑名单 黑心夫妻啊 大家记住店的名字 一个也别去啊 王莉莉听得禁不住冷笑了起来 于飞急得连忙喊道 大家别听她胡说 我们店是新注册的 根本没她说的那些肮脏事 就算没有那些事 这男人当众打女人 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头 这样的人能做出什么美味的食物 人品就是肮脏的 这时 王莉莉也站了起来 得意的冷笑着看着下东阳 那眼神中明显就在说着 敢打老娘 看老娘怎么玩死你 紧接着 她便又喊道 这样的黑心店 还有脸发传单 大家可别让他们 祸害更多的人 她这么一喊 立刻就有热心肠的人跟着喊道 赶他们走 赶他们走 马德 老子之前就是吃了地沟油 拉了几天肚子 最恨这种店了 把他们传单给没收了 不能让他们宣传下去 对 没收了 说着 就有好些人围上前去 抢夺下东阳手中的传单 眼看着局面就要失控了 住手 夏东阳陡然一声爆喝 那是平地惊雷 灯石下的所有人都是一阵 愣愣地站定下来 夏东阳扫尸了一圈所有人 然后声音铿锵有力地说道 你们只看到我打他 却没有看到他为难我的朋友 他说我的店有地沟油 就有地沟油吗 他说 我之前造成了食物中毒 就食物中毒吗 你们有没有去证实过 你们难道不知道 这样打胡乱说 对别人的伤害会有多大 你们这是在语言杀人 比真正的罪犯更可怕 我希望你们能辨别真伪 不要被人蒙蔽 而成了帮凶 我为什么要打他 哪里有高清的摄像头 只要将监控投到广场大屏幕上 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 众人一听 都不禁是平和了下来 私存着夏东阳的话 王莉莉见状 知道事情不妙了 一旦监控录像真的播出来 自己刻意为难于非 当先出手的事情 就得曝光 当即念头急转着 这时 一个身着黑色衬衣的高大男人 护着一个面色有些红润 应该是喝了 酒的中年青瘦男人走了进来 谋成刚见状 连忙对那中年男人说道 洪总 有人打我们 那洪总一听 顿时沉声道 谁这么大胆 敢打老弟你 看我要他好看 就是这小子 谋成刚一指下东阳 眼神冷笑着 这洪总可是江阳建筑业的大佬 他被赶出利盐后 那是找了不少关系 才搭上这洪总的 好几次酒局后 洪总方才答应他 让他到一家分公司内当经历 只要洪总出手 还派一个下东阳 王莉莉也是冷笑着 那洪总一看下东阳 顿时一个机灵 醉眼也是醒了不手 竟是反手 就是一巴掌打在谋成刚脸上 谋成刚整个人都猛逼了 围观的那些人也都是冷了 这是咋的了 这不是他的人吗 怎么反倒打他呢 谁都没想到 那洪总竟然会直接给谋成刚一巴掌 于非也是诧异得很 莫非对方真的是喝多了 洪洪总 您这是 谋成刚捂着脸 一脸诧异委屈的 看着那洪总 啪 那洪总却是没回话 反手又是一巴掌 扇在谋成刚的右脸上 谋成刚接连被打两巴掌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心头更是怒火大作 可他是有火不敢发 即便是洪总发酒疯 他也只得忍着 谁让别人洪总有钱有事 谁让他还要靠别人 王莉莉这会 即便是担心自己男人 可也是有话不敢出手 只得在一旁战战兢兢的站着 在所有人惊叉的眼神中 只见那洪总大步走到夏东阳面前 而后满脸堆笑道 夏兄弟 终于见到你了 太好了 实在太好了 夏东阳心头也很是诧异 在他的印象中 似乎并不认识这人 便说道 您是 兄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那洪总也没生气 反而凑到夏东阳耳边低语了一句 继而夏东阳便恍然道 原来是老哥你 哈哈 想起来了吧 那洪总大笑着 别看他身材干瘦 这嗓门倒是不小 原来 这人是夏东阳当初被康明抓进龙顿 和他关在一个拘留室中难友 他叫洪金城 只是 洪金城在侯元文的调查下 早一天出去了 后来出来的几个难友 也是对夏东阳提及过的 后来说约在一起吃饭 但一直都还没实现 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看着夏东阳与洪金城 竟然真的认识 而且看样子还关系匪浅 谋成刚与王莉莉 吓得是双腿 都在打仗 这时 洪金城猛然一转身 看着谋成刚 原本对着夏东阳的笑脸 在转身之际便转化为阴沉 而后冷声问道 是不是你们招惹我夏兄弟了 嗯 谋成刚顿时 吓得双腿一哆嗦 竟是直接跪倒在地上 指着一旁的王莉莉说道 洪总 都是这个女人 她先出手推了夏东阳的女人 又诬陷下东阳的电视黑心电 一切都是她做的 可不关我的事啊 周围的人一听 顿时是真相大白了 纷纷骂道 可恶 竟敢骗我们 我就说嘛 别人那么漂亮的美女 怎么可能做那么黑心的事呢 这女人心肠实在太歹毒了 这样的谣言都编得出来 这真的是要语言杀人啊 王莉莉一听谋成刚这时候 竟然将所有的事 都推在自己身上 顿时大骂道 好你个谋成刚 我那样做 还不是为了给你出气 你他们现在道好 将所有的罪都推到我身上 你这个窝囊废 你还是不是个男啊 为了保全自己 谋成刚这时候 也是什么都不认了 立刻回骂道 你可别乱说啊 刚才动手的是你 诬陷的也是你 我可什么都没做 红总 可不能放过这个女人啊 天杀的 老娘给你拼了 王莉莉见谋成刚如此的绝情 顿时一个飞扑上去 双手对着谋成刚的脸 就是一阵的猛抓 谋成刚也是回打着 同时大骂道 你个臭婆娘 你是疯了啊 老娘就是疯了 抓死你个没良心的窝囊废 二人瞬间是在地上滚坐一团 完全没有什么形象可言了 红总 算了 让他们去吧 夏东阳觉得 实在没必要和这种小人见识了 红京成也觉得追究下去 简直是掉自己的身份 便说道 夏兄弟 我们好不容易遇上 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他说着 也是不由分说的 热情地抓着夏东阳的手 就向外走 夏东阳也不好推辞 只得任由他拉着 于飞则是心头诧异地跟了上去 突然 他心头想起了一个人 心头更是惊诧万分 带下东阳几人走后 围观的人群中 有人大喊道 啊 我想起了 刚才那人是三木建筑公司的老总 红京成 新闻里报道过他的 对对 你这么一说 我也是想起了 难怪觉得眼熟 妈妈的吻啊 原来那哥们竟然认识这尊大佬 好在刚才 我还没来得及下手抢传弹 是啊 我还在撑在前面呢 你说那哥们也是 认识这么尊大佬 发什么传弹啊 害哥们差点惹大祸啊 我们差点惹大祸才是 各位 教训他 算了 这种人 就让他们狗咬狗吧 动手都怕脏手了 呸 呸 这一个人吐口水 接着便是一群人吐口水 撕打在成一团的谋成钢二人 瞬间身上就满是口水浓潭 可谓是惨不忍睹 有道是 多行不亦必自毙 害人忠害己 红京成拉着下东阳 很快来到了附近一家高档茶楼 要了一个包间坐下 跟着他一起的那个保镖 便拾去的站在了门外 落座后 红京成看了看于飞 笑脸对下东阳说道 下兄弟 这是弟妹吧 真是国色天香啊 下东阳连忙解释道 老哥 你误会了 他叫于飞 是我的朋友 哦 朋友 朋友 红京成笑着连连点头 那模样是颇有深意 于飞这时便大方地说道 红总您好 久闻大名啊 红京成看着于飞 差异地问道 哦 于飞小姐知道我 于飞微笑道 红总可是我们江阳的名人 没少上新闻 我之前也在商业 做过一段时间 怎么会不知道红总您呢 见笑 见笑 虚名而已 红京成打着哈哈说着 继而转开了话题 问道 夏兄弟 你这传单是要开烧烤店 是啊 准备明天开业 夏东阳时胜地说着 红京成却是大气地说道 开什么烧烤店啊 夏兄弟 凭你的能力 哎 到老哥这边来 我直接让你当分公司的经理 一年怎么也有几百万的收入 感谢老哥了 我这人没什么志向 只能做点小生意 夏东阳向来不愿欠别人人情 他也知道 红京成之所以这样照顾自己 是考虑着当初在龙顿 自己扳倒了康宁 间接为他们报了仇的原因 可在夏东阳看来 他并没有帮红京成等人什么忙 最重要的还是 他们本就是清白的 所以就更不会接受红京成的好意了 红京成一听 面色历时一变 问道 怎么 夏兄弟莫不是看不上老哥那点门面 夏东阳赶忙道 老哥严重了 真的感谢了 我这人真的 没什么志向 再说 我这边摊子都开了 几个朋友过来帮忙 撂下他们也不好 忘老哥理解 好吧 那我也不强求了 不过你明天开业 老哥是肯定要来捧场的 红京成又是笑着 而后举杯道 来 喝茶 喝茶 三人又聊了一会 也都是不痛不痒的话题 多数都是红京成在说 期间 他又招揽了夏东阳几次 都被夏东阳拒绝了 气氛变显得有些尴尬了 当分别时 都已经十点多了 车上 于飞后期地问道 你怎么认识红京成呢 夏东阳简单地说了 说在龙顿的事 于飞便点头问道 你觉得红京成他人如何 夏东阳一皱眉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夏东阳也没多考虑 凭着自己对红京成的印象说道 红京成十分热情 看样子也很仗义 是个性情中人 于飞摇了摇头道 那是因为你是性情中人 所以觉得 谁都是好人 你不觉得 他就像是一头笑面虎吗 你怎么会这么说 夏东阳有些诧异 这就是于飞对红京成的评价吗 我仔细观察了 最初你在拒绝了他的好意后 他面色历时一沉 眼神深处 甚至还闪过一丝怒意 虽然他立刻就掩饰下去 但那一抹怒意 绝对是他当时内心深处的最真实想法 夏东阳 这红京成 给我有一种像曹操那样 您叫我负天下人 修要天下人负我的感觉 这种人很危险 我建议你 以后的少和他接触 女人的第六感 都是很准的 夏东阳知道 于飞并没有说笑 本来他也不打算和红京成 这样的大老板接触 毕竟夏东阳并不觉得自己帮了他 而且也不是一个层面的人 于是便点头道 嗯 我记住了 于飞见夏东阳认真地听去 并采纳自己的建议 心头也是很满意 也不再陆续这个话题 便说道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去吃晚饭了呀 啊 夏东阳一正 是啊 只顾着发传单了 竟然忘记吃晚饭了 他一脸歉意地对于飞说道 于飞 真是抱歉 让你跟着我挨饿受罪 哪有 晚饭吗 就得吃得晚 听着夏东阳说 让你跟着我这句话 于飞心头是美滋滋的 这话大多都是丈夫对妻子所说的 看来夏东阳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 夏东阳哪里知道自己无心的话 会让于飞想得这么多 便问道 那你想吃什么 于飞指道 算了 时间都很晚了 我们回家随便弄点吃的吧 也好 夏东阳开着车 向家中赶去 另一头 红金城也坐在车上 他一边抽着烟 一边对开车的那保镖说道 阿金 你觉得夏东阳怎么样 保镖阿金指道 看上去很普通 像个工地般砖头的 这从外表来评价夏东阳 倒是十分的贴切真实 红金城摇了摇头 说道 之前在龙盾中 康宁用了各种办法折磨他 他在手脚背负的情况下 仍然能化险为夷 最后还扳倒了队长康宁 我敢肯定 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车微微向前顿了顿 明显是阿金踩了踩刹车 接二 他便说道 没有动过手 一切都研制过早 显然 阿金并不相信夏东阳能胜过自己 红金城也不争论 涂了一口烟 说道 我暗中调查过 他这次能扳倒康宁 华阳集团的赵正明出了不小力 但我查不到 他和赵正明具体有什么关系 夏东阳是个人才 我很希望他能为我做事 可他当才明言拒绝你了 阿金不忘提醒着 他可不想有人来和自己抢饭碗 红金城又说道 他怎么说 也在龙盾帮过我的 一来为了报恩 二来 这样的人才 不为我所用 真的很可惜 那阿金说道 老板 就算没有他 我们这边也马上就能让你出来的 他不过是适逢其会 红金城沉吟了一下 而后道 明天他烧烤便开业 给他准备一份像样的礼物吧 是 阿金说着 却是皱了皱眉 他知道 老板并没有放弃招揽夏东阳 回到家中 夏东阳做了碗简单的番茄鸡蛋面 二人坐在小饭厅中 倒是有一种小夫妻过日子的感觉 于飞一边吃 一边不忘夸赞道 夏东阳 我觉得你这手艺 生意绝对好 夏东阳笑了笑 直到哪有那么夸张 能下口就不错了 于飞也是笑了笑 这个男人总是这么谦逊着 接着他便问道 明天开业 你要通知雪岩吗 夏东阳一正 是啊 说起来 这烧烤店最大的股东 还是赵雪岩呢 开业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不通知他呢 于是便点头道 当然 等会我就给他打电话 饭后 夏东阳便走到外面走廊 一边抽烟 一边给赵雪岩打电话 于飞在房内 他也不方便抽烟 可电话拨通后 赵雪岩那头却并没有接 夏东阳想着 或许赵雪岩还在气头上 不愿意接自己的电话吧 于是便发了一条微信过去 可等了一会 赵雪岩也没回 这时候已经接近十二点了 或许赵雪岩已经睡了 夏东阳也就没再打电话了 想了想 他便又拨通了赵正明的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赵正明语气温和地问道 东阳啊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夏东阳指道 抱歉伯父 这么晚还打扰你 和伯父客气干什么 有什么事说吧 赵正明清楚 以夏东阳的性格 没事绝对不会这么晚 给自己打电话 夏东阳也不啰嗦 说道 伯父 这这样的 我那烧烤店明天开业 想邀请您来参加剪彩 不知道会不会耽误您 赵正明一听 立刻表态道 你店开业这么大的事 伯父有天大的事也会放下 等会把地址发给伯父 伯父明天一定到 好的 伯父 那就不打扰 您休息了 晚安 挂了电话后 夏东阳沉吟了一下 又分别发了几条微信出去 有李晶晶 赵如荣 最后 他想了想 还是给新药会所的东哥发了条微信 毕竟之前答应了他的 很快 竟然都收到了回应 感情这大晚上的 大家伙都还没睡啊 也是 现在的年轻人 躺在床上刷屏 都能刷到十二点 而后 夏东阳又给五二打了一个电话 这些天照顾于飞 他也没来得及去看五二 五二仍然待在附近的那个小旅馆中 估计伤势应该好得差不多了 做完这些 夏东阳回到屋中 谁知道刚一进门 就见妹妹房中 于飞将外衣给脱了 正在反手截小衣衣后面的扣子 这一下 四目相对间 二人都是冷了 于飞是想着时间晚了 洗了早睡了 明天还得忙活 没想到夏东阳会在这个点进来 而且 门明明就是戴上了的 你你还看 于飞红着脸脆了一声 急忙转过身 夏东阳回过神 赶忙低头向自己房内冲去 妹妹房间的门 一直就不怎么好关 如果只是 轻轻用手戴一下的话 经常会关不死 而且会反弹开 夏东阳也是没想到 会出现这么尴尬的一面 回到房中 夏东阳只感觉脸上发烫的厉害 一颗心更是狂跳不已 脑海中更是无法抑制的 浮现出刚才于飞那血白浇好的身姿 他赶忙猛然一甩头 心头默念叨 夏东阳 你不能想 不能想 这样是对于飞的亵渎 可他越是想要去除脑海中的画面 却是越发的多 他只得来到窗口 点了一支烟 狠狠的吸了一口 让喉咙出火辣辣的感觉 赶走脑海中的画面 不行 抽时间 一定给降门 给修好 隔壁房间中 于飞同样是脸红的发烫 心跳的比夏东阳厉害得多 连连想着 他肯定是看见了 羞死了 真是羞死了 该怎么去面对啊 虽然他是喜欢夏东阳 但终究二人没有确定关系 发生这样的尴尬事 作为女孩子 不惊慌失措 那就不正常了 好一会儿 于飞心静方才稍稍平复下来 去卫生间洗漱 而夏东阳则是听见于飞回房间死了门 放在出来去洗漱 这夜 隔着一堵墙的男女 又一次失眠了 一日一大早 夏东阳还是习惯的早起 在阳台上一番晨练后 他便到厨房炒蛋炒饭 毕竟 昨晚吃了面 今早又吃面 就有些不好了 于飞顶着一双熊猫眼从房中出来 正好见夏东阳在厨房摆弄碗筷 二人对视着 不自禁地想起了昨晚的情形 面上都是一红 颇为尴尬 早 早 紧接着 二人又几乎同时开口打招呼 这便让气氛更加尴尬了 于飞红着一张脸 微微低头走向卫生间 一番洗漱后 二人坐在小小的饭厅中吃蛋炒饭 却是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气氛颇为的沉闷 还是于飞打破沉默问道 昨晚你给雪岩打电话 他说什么 夏东阳回道 他没接电话 也没回我信息 于飞轻叹了一口气 直到 看来他还在生气 等会你再给他打电话吧 夏东阳点了点头 他也是这样想的 饭后 二人出门去食品公司采购食材 如果是生意稳定下来 以后就由食品公司配送过来 不到九点钟 夏东阳与于飞 便将食材给拉回了烧烤店 所有员工都到齐了 在许昊成的牵头下 纷纷上前帮着下货 这时候时间尚早 大家便分工 将食材清洗干净 而后切开串串 该用调料腌制办好的 都做好准备 作为老板的夏东阳 都亲自动手 大家自然也都是积极的狠 气氛十分的融洽 时间很快就过了十点半 距离选好的十二点零八分的 及时不远了 夏东阳刚将手洗干净 电话就响了起来 喂 柯招 原来是柯招打来的 那边柯招的声音 压得有些低的说道 夏哥 我发现了一次压舌帽的男人 你要不要过来比对一下 夏东阳听得心头一喜 但听柯招的滴滴的声音 他连忙问道 你们有多少人过去 柯招低声道 我是观看了监控路线 发现了一点线索 所以过来实地勘测的 就我一个人 不过 我已经通知了司徒队长 夏东阳听得心头大惊 赶忙说道 柯招 你远远跟着就行了 那人很危险 你等我过来 好的 我在老人民路的原药监局宿舍外 他转弯进巷子了 我不跟你说了 柯招说着便挂了电话 喂 喂 柯招夏东阳当初和那个罗网成员 也就是现在的压舌帽男子交过手 他清楚 柯招绝对不是对方的对手 于飞 我先出去一下 等回来客人了 你先招待着 收好电话 夏东阳交代了一句 便匆匆向外跑去 夏东阳 你去哪里 马上要剪彩开业了 喂于飞喊也没喊住 夏东阳已然开车绝尘而去 这死木头 到底什么急事啊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离开 于飞气得连连跺脚 没办法 他也只有挑起这个担子了 于姐 夏东阳前脚刚走 便有人对于飞大喊着 于飞转过身 就见戴柯炎 挽着赵如荣的手臂过来了 看二人这你弄我弄的样子 于飞忍不住取笑道 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啊 戴柯炎一听 小脸一下就红了 四娇四身的说道 于姐 你说什么呢 我还在考察他 于飞笑着连连点头道 是 是得好好考察考察 接着 他也不再取笑 看着赵如荣问道 如荣 你身上伤没问题了吧 赵如荣微微一抬头说道 早就没问题了 我早就想出来了 可颜硬是让我再住几天 我这都快生锈了 戴柯炎一听 连忙道 那不是为了保险起见吗 万一留下后遗症 以后老了 看你怎么办 则则 于飞实在忍不住 再次调侃道 撒狗粮吧 接着撒 于姐 戴柯炎脸皮薄 小脸又红了起来 好了 好了 快进去坐吧 于飞上前拉着戴柯炎 便向店内走去 赵如荣左看 又看没见夏东阳 便问道 咦 于姐 夏哥呢 于飞直到 他刚说有急事 开车出去了 哦 赵如荣点了点头 而后拿出一个上面 写着大吉大利的红包 递给于飞道 夏哥出去了 给于姐你也是一样了 助兴殿生意兴隆 谢谢 这红包于飞自然要接过 于姐 这时 门口又有客人来了 是罗小晴和苏明 于飞自然是上前招呼 俨然一派老板娘的架势了 这边 夏东阳开车 很快就到了老人民路 将车在路边停好后 他急忙给柯昭打电话 可柯昭却没接电话 夏东阳心头大吉 难不成柯昭追了上去 被那鸭绳帽男人发现了 遭到了毒手 他抬眼四处看了看 很快就找到了之前 柯昭所说的老药监局的宿舍 他急忙快步跑了过去 却仍没见到柯昭的人意 这下下东阳更是心急了 接连拨打柯昭的电话 可柯昭仍然没接 他急着之前 柯昭在电话里说 说那鸭绳帽男子进了巷子 他连忙四周看着 果然就见旁边有一条横道 于是赶忙跑了过去 这片是以前很多工职单位所在的地方 也是以前最为繁华的地方 老式的小高层 依着山坡而建 所以看上去是一层一层往后递进的 两边是房屋 中间便是阶梯 到了一个平台 道路就向两边的房屋延伸 这时 一个身着黑色运动衣的短发男子 走到了三个平台上 如果下东阳在的话 定然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就是那个罗网杀手 也是医院中 近于非病房的鸭蛇帽男子 而在他后面不远 一个身着白色卫衣的男子 正悄然跟在他身后 这人正是之前给下东阳打电话的柯招 为了防止被发现 所以柯招在给下东阳打了电话后 就将电话关成了静音 甚至为了保险起见 他连震动都关了 所以一直没接到下东阳的电话 不过 他的手机开了定位 与司徒行那边连接起来的 司徒行能随时知道他的位置 他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同时没走一段 右手拇指食指便抡了抡 继而便有拇指大小的一小团 白灰落在地上 突然 走上平台的鸭蛇帽男子 向右边的住宿楼拐去 柯招急忙加快了脚步跟上去 可当他一踏上平台 却不见了那鸭蛇帽男人的踪影 他赶忙快步向右边的住宿楼跑去 前面却已经没路了 看来那鸭蛇帽男人 应该是进了身边的住宿楼内 他正准备进去 右侧便传来一道阴冷的声音 问道 你跟了我这么久 想干什么 原来自己早就被发现了 柯招虽然年轻 可他却丝毫没有慌 一脸平静地说道 你很像我一个小学同学 请问 你是黄泽鸭吗 那鸭蛇帽男子一听 顿时笑道 是啊 我是黄泽鸭 你是 我是柯招啊 你不记得了 小学时 我坐你后面来的 柯招也顺势就说着 原来是你啊 这么多年没见了 我都认不出你了 那鸭蛇帽男子说着 满脸笑意地向柯招走去 柯招也是笑着向他走去 同时道 我也就是一直不敢喊你啊 当二人走进对方时 竟是同时一脚向对方胸口踹去 砰 二人是同时踹中对方的胸口 分别向后退了几步 那鸭蛇帽男子面上的笑脸 瞬间变得阴沉 冷声道 早知道你有问题 你是警察吧 柯招也不妨承认道 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 那就束手就擒吧 哼 鸭蛇帽男子一声冷哼 直到 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他说着 脚下一发力 身子一疼而起 一记飞腿向柯招下巴踹去 柯招向旁一闪 一拳重重轰向对方的腰 二人瞬间站在一起 柯招的身手的确了得 竟然和那鸭蛇帽男子 打得旗鼓相当 转瞬间 二人就过了二十几招 柯招几乎是施展出了浑身解数 却仍然擒不下鸭蛇帽男子 鸭蛇帽也是不耐烦了 知道柯招不可能就这么一个人跟来 他肯定是在拖延时间 于是右手一抖 一道寒光闪过 柯招连连后退 他胸口的衣服 被横滑出一条十多厘米长的口子 鲜血从内快速渗透而出 只见那鸭蛇帽男子右手上 多了一把形状怪异的匕首 上面还沾着血迹 火辣辣的疼痛从伤口传来 面对对方手中的力气 柯招却是没有丝毫退缩 又冲了上去 因为他是警察 面对罪犯 他必须勇往直前 不能退缩 二人又站在了一起 不过短短两招 柯招胸前的衣服上 又多了一道口子 不过 他却是拼着这一下 一拳砸在鸭蛇帽男子的腰上 找死 鸭蛇帽男子顿时怒火大作 一声爆喝 手中的匕首攻击的 更加的凌厉很辣了 转瞬间 柯招手臂上和大腿上 一共又中了三刀 柯招亮枪的退后几步 连连深吸了几口气 缓解身上的疼痛 那鸭蛇帽男子沉声道 给我滚远点 老子不想杀人 柯招却是语气坚定的说道 你做了什么事自己清楚 我身为警察 必须要抓你回去 那你就去死吧 鸭蛇帽男子一声冷喝 手中匕首飞速向柯招胸口扎去 柯招拖着受伤的身躯 再次和鸭蛇帽打斗在一起 地上到处是他伤口上流下的血迹 破 几招后 鸭蛇帽手中的匕首 一下刺中了柯招的腹部 柯招身子一颤 缓缓地倒了下去 蠢货 鸭蛇帽男子没有丝毫的怜悯 面色冷漠地骂了一声 便举步准备离开 可柯招却一下 将他的左腿给死死地抱住 鸭蛇帽男子不耐烦地一瞥眼 右手一抬 手中的匕首便向柯招的背上狠狠扎去 就在这时 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妈妈 拉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女孩 正巧走上平台 向这边走来 小女孩第一时间看见 鸭蛇帽男子举起手中的匕首 她顿时大喊道 妈妈 你快看 有坏人 柯招见这对母女过来 她作为警察 心头紧记着 无论什么时候 也要保护市民 便是奋力地大声提醒道 别过来 快走 那年轻的妈妈一看 吓得赶忙一把将小女孩抱在怀中 惊慌地喊道 快走 快走 可那小女孩却是针扎着 大喊道 妈妈 老实说看见坏人 要打110抱 那妈妈赶忙一把 捂着女儿的嘴巴 喊道 别乱说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快走 她生怕因为自己看见了 那鸭蛇帽男人的脸 以后会遭到报复 所以 这话 是刻意说给那鸭蛇帽男人听的 她哪里知道 柯招是警察 即便是自己身受重伤 这时候 也是想着 要保护他们母女 一个大人 思想觉悟 还不过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事风日下 人心也不过如此 鸭蛇帽男子 也知道 事情肯定很快被传开 手中匕首猛然一下子 在柯招的背上 哼 柯招一声痛哼 双手却是拼命地用力 抱住鸭蛇帽男子的左腿不放 这时候 他脑海中浮现出 当初入警队时 在党旗下的宣誓 哪怕是粉身碎骨 也要与犯罪分子搏斗到底 扑 鸭蛇帽男子拔出匕首 鲜血狂飙而出 柯招却浑然不绝 双手死也不松 死去吧 鸭蛇帽男子更是大怒 手中匕首猛然一下 就向柯招的颈部大动脉扎去 这边 夏东阳很快追到了第一个平台上 他左右看了看 并没有发现柯招的身影 只得继续向上面追去 突然 他看见一道阶梯上 有一团大拇指大小的白色粉末 他心头一动 急忙转头向台阶下看去 远远就见相隔不远的台阶上 又有几团类似这样的白色粉末 这绝对不是巧合 夏东阳立刻明白 这或许就是柯招给自己的提示 他不敢怠慢 沿着这样的粉末指引 再次向上追去 跑了一段后 果然又见到两堆这样的粉末 他更是肯定了 这是柯招给自己留的旨意 这时 夏东阳只见一对女子 抱着个小女孩 一脸惊慌地 从上面的台阶上快跑下来 那个小女孩还不断地喊道 妈妈 有坏人要报警 要报警 闭嘴 再乱说 妈妈要打你屁股了 那女子冷喝着 夏东阳只当是那年轻妈妈 在教训女儿 也就没在意 继续向上面跑去 可那小女孩这时却对她喊道 叔叔 别上去 上面有坏人 还有刀子 好多血的 夏东阳一听 心头猛然一颤 连忙问道 在哪里 就在上 小女孩还没说完 就被她妈妈捂着嘴 继续跑了下去 夏东阳心急如焚 全力地向阶梯上跑去 很快就来到了第三层平台 浑身是血的磕招 死死地抱住一个背对着她的男子 而那男子 正举着手中的匕首 向磕招的颈部刺去 住手 夏东阳一声爆喝 那鸭蛇帽男子手一顿 转头过来一看他 二人一个对视下 夏东阳一眼就认出 对方就是那个罗网成员 也就是医院中的鸭蛇帽男人 只是他现在没戴鸭蛇帽 夏东阳几乎将速度爆发到了极致 飞速冲了过去 那鸭蛇帽男子自然也认出了夏东阳 顿时面色一变 猛然一下挣脱柯招的手 快速向旁边的小区楼梯口跑了进去 夏东阳追近 柯招已然倒在血泊中 他赶忙蹲下 同时拨通了120急救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他急切地说明了地址 而后挂了电话 嗨嗨 这时 仰面躺着的柯招咳了咳 口中不断地涌出血来 夏东阳生怕他被枪的窒息 急忙将他轻轻地半扶了起来 急切地说道 柯招 坚持一下 医生马上就来了 夏夏哥 我真是没没用 连个嫌疑犯都抓不住 夏东阳摇头道 柯招 你是个英勇的警察 你是英雄 放心 他跑不了的 这时 几个身着警服的人跑上了平台 为首的正是司徒行 他急忙跑了过来 夏东阳不等他跑过来 便起身喊道 司徒警官 柯招受伤了 你快送他去医院 我去追那个家伙 他说着 转身就快速向楼梯口追去 司徒行大急着喊道 夏东阳 别去 回来 他是担心夏东阳这样追上去 也会遭遇到什么不测 而且 夏东阳并不是警察 这不是他该做的 可夏东阳 已然消失在楼梯口 你们几个送科招去医院 司徒行赶忙 对几个队友吩咐着 而后也向楼梯口追去了 烧烤店这边可是热闹得很 赵正明是在罗小勤 几人来后不久就来了 他送了一尊 金香玉的皮修作为贺礼 看样子 绝对价值不菲 皮修这东西 有进无出 寓意着生意兴隆 很多店内的柜台上都摆着有 然而 赵正明送这一尊 摆在柜台上的话 那绝对是亮瞎客人眼 不久后 新药会所的乔震东也来了 也就是之前招揽夏东阳的那东哥 和他一起的 还有会所主管萧衡 萧衡捧着两个半尺剑方的礼盒 那里面装着的 是一对叼着金钱币的碧玉蝉 价值数十万 萧衡心头十分的不甘与不爽 东哥这明显是对夏东阳示好啊 出手这么大方 他都从来没有这样的待遇过 心头不禁对夏东阳 更羡慕极度恨了 于飞并不认识东哥 但此刻他作为店内的主人 既然有人上门道贺 他自然得好生相迎和款待 可看着盒子中的碧玉蝉除 他心头的惊骇是无以复加 这人到底是谁 和夏东阳是什么关系 出手竟如此大方 东哥可是十分的谦逊 让于飞别管自己 招呼其他的客人 其实 除了他们也没别的客人了 不过 于飞还是在门口等着 因为他知道 有个人肯定会来的 东哥一进门 就见坐在里角 正低调抽着烟的赵正明 他心头一惊 急忙走了过去 微微躬身谦卑地喊道 赵叔 您好 赵正明抬眼看了看他 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说道 坐吧 唉 乔振东一如一个晚辈般 躬身坐在旁边 跟在他后面的肖横 心头更是惊骇的无以复加 在江阳混生活的 他自然也认识赵正明 这位江阳有名的商界大佬 他想不到的是 这位大佬回来参加夏东阳这小店的开业剪彩 他心头不禁猜测着 夏东阳与赵正明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然 他心头还惊骇的是 他跟了东哥近十年 可从来没听东哥说过 认识赵正明 而且也从来没和赵正明有过任何来往 更甚的是 东哥对赵正明的态度 明显是十分的尊敬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赵正明给东哥打了一支烟过去 东哥急忙双手接过 赵正明便开口问道 你还在追查当年的事 乔正东点了点头 赵正明又说道 不管如何 别做违法的事 乔正东一听 顿时谨慎地说道 赵叔放心 正东一直谨记 不会碰见的 赵正明一点头 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问道 你是怎么认识夏东阳的 乔正东正要说话 外面却传来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 紧接着 就听见有人大嗓门的喊道 抬下来 小心点 别刻着碰着了呀 赵正明与东哥对视了一眼 而后同时起身向门口走去 停着一辆小卡车 四个工人正从上面 抬下来一尊汉白玉的石雕大象 而车上还有一尊 洪总 这么贵重的礼物 可使不得 使不得呀 于飞急忙上前 对指挥工人的洪金城说着 他刚才猜想 一定会来的人 正是这洪金城 果然不出他所料 他来了 而且还送这么两个大剑 显然 还是没有放弃招揽夏东阳 于飞并不想让夏东阳 与这洪金城走得太近 所以便极力地 要拒绝这鹤鸣 再说 这一个小小的烧烤店 摆这么两尊大象 虽然大象是寓意吉祥如意 但实在宣兵夺主 显然不伦不类了 洪金城却是笑脸说道 使得 完全使得 夏兄弟对我有大恩 这点东西算什么 哎 哎 对 就放在哪里 清点 他说着 又上前指挥那四个工人 于飞急忙又上前道 洪总 真的使不得 我们这小店 怎么承受得起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实际上 这两尊石雕大象 只是看上去个头大 比起赵正明送的皮修 乔振东送的那一对蝉厨 价值要差得太多了 可洪金城要的就是场面 所以才选这两个大剑 这两个大剑一过来 也是立刻引起了周边店铺商家 以及过往行人的注意 这也太夸张了点 洪金城却是不管于飞 说道 送给我下兄弟的 再贵重也不存在 来来来 那个搬到这里来 几个工人又着手去搬另外一尊了 于飞指的上前拦道 几位大哥 等等 他说着 转身又对洪金城说道 洪总 您的心意我们领了 这礼物真的不适合我们 请你收回吧 于飞的再三推辞 让洪金城顿时感觉到面上无光 他立时面色一沉 说道 于飞 你再三拒绝我 下东阳又避而不见 这是不是太不给洪某人面子了 我洪某人送礼 还从来没有被拒绝过的 今天 这两尊石像 我是送定了 他这话一出 店面前的气氛 顿时就尴尬了 大家都不禁议论起来 赵如龙刚才和许昊成也是聊上了 这回便是亲身问道 哥们 这谁啊 送个礼牌场这么大 赵如龙以为许昊成帮助下东阳打理店面 应该是认识这洪金城的 许昊成是摇头道 我也不认识 于飞面上也是有些尴尬了 他知道自己之前猜的一点都没错 这洪金城的性格 的确很像书中所写的曹操 说的枭雄一点 那就是那句牛话 您叫我赴天下人 休要天下人赴我 可说的难听一点 那就是自以为是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洪金城见镇住了场子 便又对那几个工人说道 愣着干什么 继续搬啊 其实几个工人 这回也是颇有些尴尬 他们也算是送东西送不少了 也是从来没见过 送礼送的这么强势和尴尬的 不过 他们也都只是打工的 老板让搬 那就只好搬了 可就在这时 在门口站了一会的赵正明 忍不住沉声说道 洪总真是好霸气啊 谁啊 洪金城一听 一脸不耐烦的寻声转过身 可当一看站在门口的是赵正明时 他整个人顿时就烟菜了 急忙上前攻身笑脸道 赵董 赵董 抱歉 刚才没看见您 赵正明站在门口 居高临下的撇着洪金城 知道 你当然看不见我 刚才可是威风扒面啊 洪金城连连摇头道 哪里 哪里 比起赵董明 我不过只是一个打零工的 也是 洪金城那建筑公司 虽然在业内算是大佬了 但赵正明的华阳集团 可是在整个商界都有名的 特别是前段时间 他放出假消息说自己去世 从而让孙家放松警惕 一举击溃孙家 资产更是翻倍增长 相关媒体那是天天报道 说赵正明是位商业奇才 甚至从赵正明近20年前退伍回来开始追溯 有媒体还给赵正明写了一段传记 现在将赵正明 简直是吹成了江阳商界的神话了 华阳俨然已经成了江阳第一大公司 当然 这些都只是那些媒体 不得市民眼光的噱头而已 真正知道赵正明假死内情的 外界几乎没有 总之 要说比较的话 红金城的财力在赵正明面前 也就是比零头好不了多少而已 其实红金城今天过来 一来是继续招揽夏东阳 二来也是想通过夏东阳 攀上赵正明这棵大树 让自己的公司 能够向其他行业延伸出去 刚才过来时 他见门口冷冷清清的 以为赵正明也向他讲究排场 所以便想着吆喝着 将石像安置好 等赵正明过来一看 问及情况便能结识了 可谁知 于非再三拒绝 让他暴怒了娇狂的本性 看着红金城 从狂狮一瞬间 变成了哈巴狗 赵如荣等人 心头鄙视万分 这时候 一直没说话的乔震东 便沉声说道 这两尊石像 的确很碍眼 红金城一听 急忙转头向乔震东看去 这一看之下 灯石面色又是一变 有些哆嗦地喊着 东东哥 你你也在啊 像红金城这样的娇狂的性子 自然少不了留恋一些 会所如何会没听到 东哥在道上的大名 乔震东只问道 这石像 你说怎么办 红金城连忙说道 搬走 当然搬走 他说着 转身对着四个工人喝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死人啊 过来搬走啊 四个工人心头是委屈 愤怒不已 是你刚才牛逼轰轰的 喊我们搬下来的呀 现在被人打脸了 把怒气往我们身上撒了 可没办法 拿钱办事啊 四人也指得下来 又将那石像给搬回了车上 红金城连连挥手道 拉走 拉走 小货车开走了 红金城这才转回身 换做笑脸道 赵董 东哥 这是 是我考虑不周 抱歉了 赵正明并未理会 乔震东便出面处理 说道 这话 你应该向这里的主人家说 红金城听后 急忙转身对于飞说道 弟妹 你看 是老哥考虑不周 老哥给你赔不试了 你可千万别放心里去 今天是开业的大好日子 于飞自然不想 将事情闹下去 便微笑着说道 红总言重了 大家都是朋友 人来就好了 可别再说什么理了 快里面坐 哎 好好 红金城见于飞没说什么 连连堆笑的点头 心头却是酸苦的很 按照这下东阳到底什么人物 连赵正明 这位商界大神 乔震东这样的道上人物都来了 可笑自己之前还想将他照入麾下 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一笑大方了 随着时间临近 下东阳却迟迟没回来 打电话一直不通 于飞是心急的很 殊不知 下东阳这边情况 也是紧急的很 且说下东阳追进楼道 这楼一层只有两户人家 是门挨门的 但楼道的公用面积不小 所以几乎每家每户 都在老师的亲戚防盗门外 安装了一道不锈钢的铁栅门 那样有个一两平方的面积 可以放鞋 当然也取到一定的安全防盗作用 当然 现在这种操作 也只局限于老师房屋了 新的电梯公寓或是小区 根本不允许 你这样占用公摊面积 安全消防也过不了 可眼下去正是因为这样的违规操作 那鸭蛇帽男子 才无法藏身到别人的家中 或是抓取人质 夏东阳依稀听见楼上的脚步声 便是快速向上面追 这不过六层的小楼 他很快就追到了楼顶 就见通往楼顶的小铁门正摇晃着 显然 对方硬是刚刚上去 跨过小铁门 夏东阳冲上天楼上 就见那鸭蛇帽男子 正在右侧的天台边上 向下面看着 应该是要找逃生的路 余光看见夏东阳冲上来 他急忙转过身 正面对着夏东阳 这家伙之前感觉到柯招跟踪他 所以有意将柯招引到这上面来 结果柯招和他以命相搏 硬是拖到了夏东阳赶来 他甩开柯招向这楼上跑 本以为至少能抓到一个人质 哪知道每家每户都紧闭着房门 他指的一路上跑 最终却是作茧自负 自寻死路 夏东阳看着他手中 沾着柯招写的匕首 心头更是怒火大作 杀意大气 他二话不说 沉着脸便向对方走去 鸭蛇帽也是紧了紧手中的匕首 摆出一个姿态 他见识过夏东阳的厉害 这回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这老式的天楼为了防水 上面扑就着一层黑色的沥青 大热天的 热气蒸腾 踩在上面软绵绵的 可随着夏东阳的杀气释放而出 那鸭蛇帽男子甚至感觉 周围的温度 似都在急剧下降 他经不住咽了咽口水 准备殊死一搏了 杀 当相聚那鸭蛇帽男子不过三米时 夏东阳陡然一声暴鹤 身子如猎豹一般飞扑而出 一拳直取鸭蛇帽男子胸口要害 夏东阳这一声大鹤 并非无地放食 正所谓蛇战春雷 先声夺人 在气势以及心境上 便对鸭蛇帽 给予了一定的压迫力 杀 鸭蛇帽男子也是一声大鹤 鼓舞自己的气势 而后手持匕首 向夏东阳的拳头戳去 夏东阳全是不改 迎着匕首而上 他向鸭蛇帽男子的右手手腕抓去 鸭蛇帽手腕一翻 匕首画出一片刀花 向夏东阳掌心逆刺上去 他的战斗经验颇为丰富 而且林阵应变能力不错 换做是其余人 这回肯定只有选择抽手退开了 可他面对的却是夏东阳 夏东阳不慌不忙 便找尾掌 鸭蛇帽手中的匕首 几乎是擦着他的掌心而过 电光石火之间 夏东阳的手掌一尘 一个横斩便精准地切在鸭蛇帽的脉门上 哼 鸭蛇帽一声痛哼 手中的匕首便脱手飞出 他面色大害 急忙抽身而退 心头更是惊骇无比 他只感觉到 同上次在公园与夏东阳交手比较 这次夏东阳似乎更加的厉害了 不过一两招 他便落败了 诚然 上次在公园 夏东阳并没有用上权力 这次 夏东阳是寒怒出手 就算不是权力 也是十之七八了 夏东阳不给对方过多喘息的机会 急速驱步而上 鸭蛇帽男子猛然双手连挥 嗖嗖嗖 三把匕首成品自行 向夏东阳飞射而去 相距不过三四米的距离 若是换作其他人 绝对会惊慌失措 可夏东阳并没有 他甚至表情都没变化一下 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身子往后一仰 便是一个铁板桥 三把飞刀急射而过 鸭蛇帽男子心头一惊 想不到夏东阳在这么近的距离 他快步而上倒握着一把飞刀 就向夏东阳腹部扎去 夏东阳早料到 对方不会放过这么好反击的机会 双手往地上猛力一撑 整个人弹跃而起 同时连环腿踢出 一脚精准地踢开鸭蛇帽男子 握着匕首的手 另一脚也是重重地踢在鸭蛇帽的胸口上 鸭蛇帽男子被踢得连连后退好几大步 只感觉胸骨都要碎了 呼吸间胸口都传来追星的疼痛 夏东阳站定身子 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他后腰的旧伤 最忌讳的就是这铁板桥 这一翻下来 后腰也是一阵的酸痛 若非是这样 这一脚就能要了这鸭蛇帽男子大半条命 鸭蛇帽男子紧握着匕首 一脸的凝重 他心头后悔之前应该直接摆脱刻招的 否则也不会被夏东阳赶来 现在想要脱身 怕是难了 面对夏东阳 他脑海中只有淘这个概念 就在他念头急转之时 这时 一个人快速地冲上了天楼 正是司徒行 不巧的是 他上来便自然地转头向左侧看去 这样一来 便背对着夏东阳二人 鸭蛇帽男子健壮 双手连抖 发出把飞刀 向司徒行背后急势而去 继而又向夏东阳 发出一把飞刀 夏东阳连忙侧身躲过 同时喊道 司徒行 趴下 司徒行乍听夏东阳的声音 直接选择信任夏东阳 毫不犹豫地向地上趴去 可还是慢了一步 两把飞刀正中他的后背上 这头 那鸭蛇帽男人发射飞刀后 便横冲着冲向旁边的天台 夏东阳急忙快步上前 扶着司徒行问道 你怎么样 司徒行咬牙道 应该只是伤得不深 死不了 那就好 夏东阳一点头 赶忙向那鸭蛇帽男人追去 他这时已经跳下了天台 夏东阳也是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了下去 司徒行看得大惊 这楼可有六层啊 这跳下去还能活命吗 他急忙冲了过去 趴在天台边上 但见夏东阳与那鸭蛇帽二人 一如港片中相互绝逐的画面 司徒行心头惊讶之余 也是回过神来 是啊 夏东阳身手了得的 可看着夏东阳这么徒手 在鸭蛇帽上跳跃追逐那鸭蛇帽男子 作为警察的司徒行 心头感觉到羞愧不已 这事情应该是他来做才对 可他现在受了伤 完全无法下去帮忙 就算是用枪 夏东阳在后面紧追着 他也不敢贸然开枪 只得拿出手机 给下面的同事打电话做好布置 绝不能让那鸭蛇帽男子逃脱了 这楼后的遮鱼板 若是一套房相邻房间的遮鱼板 那间距都还好 只有两米多 要跳过去的话 难度并不大 可是相隔另外一户的话 那就有三四米了 一般人根本跳不过去 加上这大楼本就年久了 遮鱼板在外面更是日晒雨淋的 很多遮鱼板上的水泥 都已经脱落了一些 更有些是破损不堪了 已然露出了里面的钢筋 若是跳过去不小心的话 受伤都还算是轻的 也只得选择这样的搏命方式了 好几次纵跳下 脚下的遮鱼板上的水泥块 都不断地掉落而下 可谓是险象还生 想着之前鱼飞被这家伙注射细菌毒药 差点没了命 再想着刚才重伤的磕招 夏东阳也是顾不得那么多了 此刻他心头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必须要抓住对方 哗啦啦 随着二人在遮鱼板上的纵跳追逐 不断有遮鱼板上的水泥块坠落而下 特别是夏东阳在后面追逐 遮鱼板第二次承受重压 更是显得脆弱不堪 这让站在上面天台的司徒行 看得是心惊胆战的 在司徒行吩咐下 楼后面也是布置了两个警员 这时候抬头看见遮鱼板上 夏东阳英勇追击着鸭舌帽男子的情形 心惊胆战之余也是热血沸腾 这简直就是现场版的港版警匪大骗啊 轰隆 这时夏东阳再又一次跳在一块遮鱼板上 那遮鱼板却因为承受不起重压 一下碎裂而下 夏东阳脚下一滑便向下坠去 那里可是三楼 坠落下去不死也得重伤 小心 天台上 上面司徒行看得心头猛然一颤 大喊着提醒 恨不得就跳下去拉夏东阳一把 楼底 两个布置的警员看得也是一声惊呼 为夏东阳捏了一把冷汗 面对险境 夏东阳仍不惊慌 双手一下就抓住了遮鱼板上露出的一根钢筋 堪堪将夏坠的身形给稳住 这一下承受的重力不小 牵扯着他的后腰 痛得他经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看见夏东阳稳住了身形 司徒行长松了一口气 突然 却见 跳到前面下一楼的那鸭蛇帽男子 回身见夏东阳掉在半空中 竟是飞制出一把飞刀 直射夏东阳胸口要害 这分明是要 趁机要夏东阳的命 司徒行赶忙大喊着 夏东阳 小心飞刀 楼下两个警员也几乎是同时提醒道 小心飞刀 夏东阳所处的位置 正好也是看见鸭蛇帽男子的动作 这时候 他想要翻身躲也是不急 他指的一身左手 食指中指 竟是精准地将击射而来的飞刀给夹住了 这一招可谓是显到了极点 当然 夏东阳是一高人胆大 夏东阳 夏东阳 你没事吧 天台上的司徒行 一脸急切地问着 因为站在他的位置 视线正好被遮鱼板给挡住了 所以他并没有看见 夏东阳用手指夹住了飞刀 可楼下的两个警员 是清清楚楚地看见 这惊险而神奇的一幕 心头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对夏东阳更是佩服不已 那鸭蛇帽男子更是面色大害 接连又是两把飞刀击射而出 夏东阳将飞刀在手中一转 当作武器连连挥动 当当 两声金属焦鸣的翠响声传来 夏东阳竟然用手中的飞刀 拨飞了这飞射而来的两把飞刀 啊 鸭蛇帽男子经不住一声惊呼 他身上已然没有飞刀了 他也知道伤不着夏东阳 当即急忙转身向下跳去 夏东阳身子一荡 精准地落在了下一楼的遮雨板上 这时候 已然是在二楼了 鸭蛇帽男子在遮雨板上纵身一跃 就跳到了住宿楼后面的斜坡上 夏东阳也是跳了下去 快速地追了上去 见夏东阳没事 司徒行长出了一口气 而后赶忙转身向楼下跑去 因为这时 二人的身影已经快消失在他的视线中了 底楼地面上的两个警员 没想到那鸭蛇帽男子 从二楼飞跳到上面的斜坡上 二人只得绕开向上面追去 同时通知其余几个队友 下一排的住宿楼 与上一排的住宿楼 相距有十多米 中间全部是矮小而有刺的灌木 对于通行十分的不利 鸭蛇帽男子进去了 身上的运动服顿时被勾住 他也是浑然不顾 夺命式地向上面钻 夏东阳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穿的是军绿色的T恤 手臂上立时就被挂出好几条口子 可他却是毫不知痛一般 快速地向前面的鸭蛇帽男子追去 二人一前以后 竟是硬生生在灌木丛中 给开出了一条路 好在鸭蛇帽男子在前面开路 要不然 夏东阳身上 还不知道的多多少道挂痕 很快 鸭蛇帽男子便钻过了灌木丛 他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 脸上也都是挂痕 狼狈不已 他不敢回头看 因为他清楚 夏东阳就在后面 他只能埋头向前拼命地逃 最好能立刻碰到一个人 不然 永远也别想甩掉夏东阳 可他刚跑不过机米 右脚脚弯便传来一阵剧痛 身子不受控制地栽倒在地上 他心头大害 转头一看 就见自己脚弯上 不正插着一把自己的飞刀吗 如果他刚才不是成人之威 想要用飞刀要夏东阳的命 夏东阳现在手上也并没有飞刀 想要抓住他 也绝对不会这么容易 这不得不说 他是又一次的作茧自负了 这时 夏东阳追近 冷声道 你的飞刀 我还给你 鸭蛇帽男子捂着受伤的腿 微微闭了闭眼 然后叹了一口气道 好 我认栽了 在那里 这时 司徒行带着几个队员上来了 其中一个队员 眼尖地指着夏东阳这边大喊着 夏东阳自然地转过头去 而那鸭蛇帽男子 眼中狠纳之色一闪 趁着这个空挡 竟是生生从腿弯上 将飞刀给拔了出来 猛然一下 向夏东阳腹部扎去 小心 司徒行 以及身边几个队员 纷纷惊呼着 其实不用司徒行等人提醒 夏东阳更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当即身子微微一侧 同时右手一拳轰了过去 精准地 砸在鸭蛇帽男子的太阳穴上 鸭蛇帽男子双眼一翻白 软答答地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司徒行等人松了一口气 急忙跑了上来 司徒行上前问道 夏东阳 你没事吧 没事 夏东阳摇了摇头 而后说道 司徒警官 他就交给你们了 不过 你们得小心点 防止他自杀 司徒行郑重地点头了点头 看着夏东阳那破烂的衣服 以及脸上的几道挂痕 一脸感激地说道 夏东阳 谢谢你 没有你出手的话 我们根本抓不住他 其余几个警员 也都是同时点头 特别是那两个亲眼目睹 夏东阳在遮雨板上 追逐鸭蛇帽男人的警员 心头更是对夏东阳敬佩不已 俨然就将夏东阳 当成了人生偶像 夏东阳却是语气平淡地道 协助警方捉拿罪犯 本就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谈什么谢啊 司徒行一点头 而后高喊道 全体都有 敬礼 在司徒行的带领下 几位警员齐刷刷地 向夏东阳行了个礼 夏东阳也是腰板一挺 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彼此眼神交流间 都是充满了真诚 充满了对正义维护的决心 特别是其中 还有两个新入队的警员 更是热血沸腾 因为夏东阳英勇的行为 无疑是对他们最好的激励与鞭策 放下手后 夏东阳方才对司徒行说道 那我就先回去了 对了 柯昭的伤情 请第一时间通知我 好的 看着夏东阳的背影 司徒行心头感慨万千 同时也对夏东阳佩服得很 刚才那一系列的情形 简直可说是险象还生 可夏东阳事后却是一脸平静 他不禁暗想着 夏东阳绝对不是一般的退伍军人 烧烤店这边 眼看着急事要到了 李晶晶带着夏东清 都从学校赶过来了 可夏东阳却是迟迟没回来 而且赵雪岩也一直没到 李晶晶不禁问道 飞飞 夏东阳到底去哪里了 怎么还不回来 我也不知道啊 于飞也是急得不行 他电话都要打爆了 可夏东阳硬是没接 夏东阳这个真正的主角不在 若是让他剪彩的话 还真是有些宣兵夺主了 而且他拿什么身份去捡呢 夏东清是一脸担忧的道 飞飞姐 我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他也打了好几个哥哥的电话 也是没人接 所以心头不禁担心起来 不会 他一定能赶回来的 放心了 于飞微笑着安慰夏东清 实际他心头也没底 所有人都站在门口等待着 仍然不见夏东阳的身影 赵如荣等人也是不禁交流起来 不知道夏东阳到底是因为什么事离开 眼见着距离及时只有两分钟了 于飞只得硬着头皮走到红花前 然而夏东阳没有回来 本是应该热闹欢腾的时刻 现场却是异常的沉闷 搞得没有一点剪彩开业的高兴气氛 大家心头都是在想着同一个问题 夏东阳到底去哪里了 不会是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了吧 于飞看了看时间 只得一咬牙 准备剪彩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的大众车快速地驶来 停在了门口右侧的停车位上 于飞面上大喜地喊道 是夏东阳回来了 众人也是纷纷转眼看去 果然见夏东阳从车上下来 因为之前的衣服破烂了 他还特意回家 换了一套灰色的卫衣 可他脸上的挂坟 却是没办法掩饰 于飞急忙上前 一脸责备地问道 你到底去哪里了 现在才回来 大家都在等你 咦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的 夏东阳指道 先剪彩 等会再和你说 哥 你回来了 夏东青也是急忙向哥哥迎去 同样也是看到了夏东阳脸上的伤 诧异地问道 哥 你脸上是怎么了 夏东阳只好含糊道 不小心被树枝挂伤的 皮外伤 不碍事 别担心 他溺爱地摸了摸下东青的头 而后上前对大家说道 抱歉各位 因为一点是耽搁了 大家伙都看见了夏东阳脸上的伤 但这时候 都是选择没多嘴 赵正明作为长辈 这时候语气温和地提醒道 回来就好 东阳 及时已到 剪彩吧 夏东阳一点头 接过于飞递过来的金剪刀 剪了彩 为了相应环保 所以鞭炮 就换成了拉开的李花 李晶晶 夏东青 赵如荣等人士同时 将李花拉开 喷喷喷 一时间 彩带飞舞 尽数喷在夏东阳 以及站在他身边的于飞身上 现场气氛一片热闹欢腾 倒是有一种夏东阳和于飞结婚的错觉 作为主人 夏东阳自然要发言一番 便说道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 我不太会说话 店内略备了小菜薄酒 请大家不要嫌弃 吃顿便饭 以后还望大家多多照顾 只要来 统统半价优惠 简单的几句话 竟显夏东阳的耿直爽快的性格 啪啪啪 好好 好 大家也都是一阵掌声 纷纷叫好着 现场气氛是推到了一个顶点 谁又曾想到 在这欢乐高兴气氛的半小时前 夏东阳却是经历了一场要命的追逐 当然 这种事 夏东阳绝不会说出来 徒增大家的担忧 大家请店内做 夏东阳伸手招呼着大家进店 烧烤店的生意 基本都是晚上 所以 昨天定制的传单上 营业时间也是写的晚上七点后 所以 中午大家可以放心在店内吃饭 于非这时候 也是像集了夏东阳的闲内住 帮着夏东阳招呼着大家落座 一旁的李晶晶看的这一幕 眼神经不住有些黯然 内心有种莫名的失落感 然而 就在大家伙纷纷落座时 夏东阳电话却响了起来 他是刚刚才打开的铃声 一键来电显示 他面色顿时一变 就竟招呼了大家一声 而后便来到店外 喂 后队 夏东阳接通电话 原来打电话过来的是 龙顿的侯元文 他现在已经升任政队长了 这里面自然也有夏东阳 扳倒康宁的一份功劳 那边 侯元文指道 夏兄弟 消息查到了 那晚在拆迁地上刺杀你的男子 的确是国际犯罪组织罗网的成员 他的代号叫灰狐 那郑南生呢 夏东阳急忙问着 他现在最关心的郑南生 到底是什么身份 赵雪岩现在都没回电话 也没来烧烤店 说不定就是和郑南生在一起 如果郑南生真的有问题 那他和赵雪岩在一起 恐怕也是另有目的 电话那头 侯元文听后 语气凝重地说道 我查过这个郑南生 发现他竟然辗转了多个国籍 而且在每个地方的名字身份都不一样 他现在也并不是我们华夏的国籍 而是缅川的国籍 他的身份很可疑 夏东扬皱了皱眉 就知道郑南生绝对不那么简单 接而又问道 有没有查他和罗网的灰狐是什么关系 侯元文接着说道 你让我查 那辆白色无牌照的雷克萨斯 我查过 车主并不是郑南生 而是一个叫蒋永军的人 我们找到了他 他说是有人给了他一笔钱 购买那辆车的 我给了相片给他看 给他钱的人正是郑南生 我结合很多路线的监控 可以肯定的是 当晚在公园内 接应恢复的就是他 这个郑南生 就算不是罗网的成员 也绝对和罗网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是个危险人物 我正准备派人去监视他 这种人来到江阳 我们隆敦不能有丝毫松险 一听侯元文要派人过去监视郑南生 夏东扬急忙道 后队别忙着派人过去 万一打草惊蛇了 事情反而不好办了 可这种人 不定性的因素太多 我们必须要时刻 掌握他的一举一动 侯元文说着 夏东扬早就有打算 便说道 后队 我看这样吧 我认识他 他未必知道我们 现在已经在查他了 我过去他不会怀疑我 同时也能掌握他的行踪 侯元文却道 可这样 你可能会有危险 夏东扬指道 我自保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侯元文想着夏东扬的实力 也是释怀了 不过还是提醒道 那你千万要小心 时刻保持联系 要想查到 郑男生更详细的信息 我这得请局长 向上面申请权限 恐怕得用点时间 不过也不会太久 夏东扬一点头 又说道 对了 那个灰狐被县医院 那片的分局给抓了 你看看 能不能从他身上突破 抓了 侯元文语气惊差不已 继而便问道 是你出手的吧 夏东扬谦逊地说道 我就是打了点下手而已 好了 话不多说了 我立刻去找郑男生 好的 挂断了和侯元文的通话 夏东扬私存了一下 给赵正明拨去了电话 店内饭桌上 洪金城还在 极力地敬赵正明的酒 想要讨好赵正明 赵正明也是想着 今天得给夏东扬面子 所以也是没怎么拒绝 不过心头终究很是不耐 夏东扬的电话 打来得十分的及时 他几乎是电话都没摸出来 便起声道 你们慢吃着 我出去接个电话 他说着 便向门口走去 来到门口 他正准备拿出电话 可夏东扬也是看见他了 便喊道 伯父 是我打的 赵正明心头一动 夏东扬明明就在外面 却打电话给自己 显然有重要的事 便快步上前 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夏东扬当即将 正男生的事情说了说 赵正明一听 顿时面色大变 他作为一个父亲 本还愁着女儿二十七八了 都还没谈恋爱了 这好不容易谈恋爱了 还遇人不输 他如何不交集 顿时都有些失去了 以往的镇定 说道 事情不妙啊 今天一大早他就出门了 应该是和正男生约会去了 说是要晚一天 我也一直没给他打电话 什么 夏东扬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赵正明诧异地问道 怎么 你不知道吗 夏东扬摇了摇头 赵正明想来 今天夏东扬烧烤店开业 女儿却没过来 应该是对夏东扬说明了原因的 想着 他心头更是不安宁 立刻拿出电话 就要给赵雪岩拨过去 夏东扬急忙阻止道 等等 伯父 赵正明不解地看着夏东扬 夏东扬急忙说道 这时候 赵总很可能和正男生在一起 您千万别提正男生有问题 否则被他听见 万一他真的有什么不轨的想法 赵总就危险了 我们也就处于被动 没有优势了 对对 你说的对 赵正明捏着手机连连点头 吉儿问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一颗心都记在了女儿身上 赵正明分寸有些乱了 夏东扬却是思路清晰 直道 这样吧 伯父 我们得想个办法 将他给哄回来 这是必须单独对他说 绝不能让正男生在场 对对 赵正明点头说着 吉儿道 我可以对他谎称 自己发病了 他肯定会回来的 就这样 夏东扬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了 只是刚才不好说 为了赵雪岩的安全 二人也只得撒个善意的谎言了 赵正明便拨打赵雪岩的电话 店内 刘红也走了出来 虽然刚才赵正明示意他吃着 不用跟出来 但他还是出来了 夏东扬对刘红点了点头 后者也是点头回应 这边 赵正明电话拨过去 赵雪岩却一直都没有接 这让他更是心急 经不住猜测着 难道女儿已经遭遇到什么危险 伯父别急 兴许是电话没放在身上 等会再打 夏东扬安抚着赵正明 顺便递了一支烟过去 当然也给刘红一支 没过两分钟 赵正明再次给赵雪岩拨通电话 可那头还是没人接听 这下赵正明面上是急了 生怕自己这边知道的信息已经晚了 女儿已经遭到了什么意外 夏东扬知道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 便说道 我请一个朋友帮帮忙 赵正明点了点头 这时候 他自然将希望寄托在夏东扬身上 夏东扬连忙拿出电话 若说是傅青霜还在暗中保护赵雪岩 那都好办了 可警方两天前便撤去了对赵雪岩的保护了 毕竟总不能这样一直用警力 而且 这也是赵雪岩的要求 因为他觉得没必要了 孙良健应该收手了 夏东扬只好又给侯元文拨了过去 侯元文接通电话便问道 夏兄弟 怎么了 夏东扬也不客套 只说道 后队 麻烦你帮我定位一个手机 号码是 夏东扬对赵雪岩的电话自然是清楚得很 龙顿在这方面有特权 要定位一个人的手机很快 当即就到 别挂电话 等我一分钟 好的 夏东扬说着 便听见那边急促的脚步声 而后便是侯元文有条不紊的指挥声 对此 夏东扬心头是感激无比 不到一分钟 那头侯元文便说道 查到了 在白岸县的南山漂流 谢谢后队 夏东扬连忙说着 客气 有什么给我打电话 就是 侯元文爽快地说着 他对夏东扬这位正义的退伍军人 十分的敬佩 怎么样 夏东扬一挂电话 赵正明便急忙问道 夏东扬指道 位置找到了 在白岸县的南山漂流 伯父 我看要不这样 您先回家做好相应的准备 打电话接电话 都由刘洪大哥来操作 我开车去白岸县找赵总 如果你打通了电话就通知我 我立刻赶回来 好 夏东扬 那就辛苦你了 无论如何 请你将雪儿安全地带回来 赵正明语气恳切地说着 这时候 他只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父亲而已 放心 伯父 夏东扬语气坚定地说着 你自己也要小心 接着 夏东扬对店内的于飞等人说 赵正明身体突然不适 他得送赵正明回去 大家伙都是站起身来 各个关切地问着 特别是红金城 那是极力地要去送赵正明 却被夏东扬给拒绝了 稍作安抚后 夏东扬也不啰嗦 开着车便向白岸县的南山漂流赶去 车内 赵正明抽着烟 皱着眉头向刘洪说道 你之前调查过 罗网这次只是小打小闹 来的只是一个小角色灰狐 并没有其他的成员 他来的目的并不清楚 是吗 刘洪点头道 目前查着是这样 你也知道 我那边要调查江阳这边的事 线还是太长了 赵正明点了点头 又说道 我现在不想知道 挥狐过来干什么 你让他们只查正南生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知道这个人最详细的资料 之前赵雪岩一直隐瞒男友正南生 直到前两天 他方才提及 也是一起吃了的饭 正南生各方面表现得都好 见女儿谈恋爱 赵正明自是很高兴 当时还和正南生多喝了两杯 也就没多想 哪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现在真后悔 早就就该让刘洪让人去查 毕竟 那是女儿的终身大事 作为一个父亲 赵正明此刻心头愧疚得很 没有替女儿把好这个关 不管正南生到底是什么人 有什么目的 现在他心头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夏东阳将赵雪岩安然给带回来 白安县距离江阳市中心 不过50公里 旅游项目开发的很好 是江阳市辖区下 五县四区中的第一大县 这几年更是有要申请县级市的规划 夏东阳开车很快就上了高速 而在白安县的南山漂流景区 赵雪岩与正南生则刚从漂流船上下来 而后各自回到更衣室去换衣服 正南生率先自更衣室走了出来 他面貌英俊 身材挺拔 一头短发打理的一丝不苟 精神奕奕的 在白色的衬衣衬托下 看上去更加的英俊不凡 不少结伴来游玩的女孩子 都经不住暗暗瞥着她 低声议论着 这让不少女性的男伴 各个眼神极度不已 然而 当赵雪岩出来时 历时将所有人的眼神给吸引了过去 只见赵雪岩换了一条浅蓝色底子 羽毛花纹的圆领树腰长裙 任由一头棕色的大卷发 随意披散在肩上 原本就高挑的她 更是显得亭亭欲力 而她眉宇尖四是与生俱来的高冷 更是平添了几分高贵与典雅气质 这让周围那些男性心头 竟不忍生出亵渎之心 让那些女性更是自残行贿 黯淡无光 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 不管是男还是女 他们此刻心头都不约而同地泛起同意感叹 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女人 这是落神转世吗 也不知是哪个男人 又是得修了几辈子的善缘 方才能得到这样的女神回眸一笑 然而 就在所有人感叹之际 正男生却是静止走到赵雪岩身前 用他那极具雌性的声音温和地问道 雪 玩了一上午 饿了吧 我们去吃午餐 好啊 也是有点饿了 赵雪岩微笑着回应 顺势挽住正男生的左手 这一笑 他眉宇间的高冷自然散开 顿时一如春回大地 牡丹盛开 让所有人都被看得呆了 原来是和这个男人 难怪 也是只有这样优秀英俊的男人 方才能配得上他 其他的男人与他站在一起 那似乎都是对他的一种亵渎 二人款款而行 正男生一路保持着温和的微笑 他十分享受这种万众瞩目 被人崇拜的感觉 觉得这样十分的有优越感 赵雪岩虽然面色较为平静 但感受着周围这些驻足下来的游客们 纷纷投来的羡慕眼神 他一双美目中 是勤满了幸福之意 是啊 有哪个女人不希望得到别人羡慕的眼神呢 特别是和自己男朋友在一起的 那别人投来的眼神 羡慕中更是多带着祝福 那就是对自己二人的一种肯定 看着正男生与赵雪岩的背影 周围的游客都不禁感叹着 这就是传说中的男才女貌 天作之和吧 二人向景区的餐厅走去 一路上也是引得不少游客投来惊艳 羡慕 极度的眼神 很快二人就到了餐厅 用餐的客人也并不多 这里毕竟只是县城 而且今天并非节假日 加上价格方面也比外面高 很多游客游完后便下山回县城了 不过对于赵雪岩二人来说 这点小费倒是算不得什么 难能可贵的是 餐厅里还有西餐 正男生这人讲究 自然也就点了看似高档 实则并不一定吃得饱的西餐 而且还开了一瓶价值不菲的红酒 可谓是十分的会享受生活 当然也是在彰显浪漫 雪 感谢你陪我度过这美好的上午 正男生举起酒杯 与其温和的说着 赵雪岩举起酒杯 微笑道 我也很开心 昨天 他就将公司近期的安排 以及大小事物都扔给了副总萧若南 陪着正男生逛商场 看电影 吃小吃 也的确是体会到 久违的轻松惬意 今天 在这里漂流 为避免被打扰 正男生提议二人都将电话放在车里 过一天绝对的二人世界 所以 赵雪岩一直都没接到任何电话 殊不知 正男生这样的提议 让他自己也错过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电话 当 二人轻碰酒杯 相视一笑 天空中满满的都是飞着狗粮 这引得店内用餐的游客们 纷纷投去目光 不少男性在惊艳于赵雪岩的美貌之余 却是想着 正男生是在装逼显摆 当然 这步伐 有一种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心理 总之 二人的到来 让原本有些喧嚣的餐厅 历史就变得平静了不少 大家都是边吃 边向赵雪岩二人投去目光 甚至有人暗暗猜测着 这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富家子弟 一边吃着 正男生一边说着下午的安排 吃了饭后 我们可以在宾馆内开个中点房休息一会 下去再去坐缆车 然后再 他语气中 全然是以赵雪岩为主导地位 每句话都暗暗在彰显着 他是如何的尊重赵雪岩 这让餐厅内的不少单身女性 听得心头更是羡慕极度不已 纷纷想着 我要是能有这样大长腿 帅气 温柔的男朋友 就是少活几天也值啊 赵雪岩心头更是暖暖的 殊不知 此刻正男生心头所想的却是 这么久的铺垫 我不相信 今天还吃不到你 等我得了你后 那一切 都将顺理成章了 哼 夏东阳 我还不相信你今天还能找过来 到时候 就让你捡个破鞋 当个接盘侠吧 想着他心头更是得意 又举杯说道 雪 在为我们今天的二人世界干杯 然而就在这时 门口却传来一道 让正男生毛骨悚然的声音 赵总 赵总 就在正男生心头握错心思泛起 为计划而感到得意时 门口却传来一道喊声 他听的那声音 顿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急忙转头看去 就见一个男子大步走进来 不是夏东阳又会是谁 刚才他还在得意的想着 夏东阳不会找到这里 哪知道念头还没落 夏东阳便出现了 哐荡 看着从天而降的夏东阳 正男生惊骇得手一抖 手中的红酒杯便滑落在桌上 新红的酒液从桌上滑流下 配着正男生那惊骇的表情 一时间别提有多诡异了 赵雪岩也是一脸的诧异 想不到夏东阳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看样子 似乎是来找自己的 在正男生惊骇的眼神下 夏东阳来到桌前 微微看着身子 轻声对赵雪岩说道 赵总 伯父就急复发了 喊你立刻回去 什么 赵雪岩听得一声惊呼 不敢有丝毫怠慢 起身就向外跑去 正男生回过神来 急忙上前一把将赵雪岩给拉住 问道 雪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他还在惊骇中没回过神来 加上夏东阳又刻意压低了声音 所以 他还以为是夏东阳用了什么手段 赵雪岩急切地说道 男生 抱歉 我爸生病了 我得立刻赶回去 正男生一听 经不住皱眉说道 不是吧 伯父今早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这么快就病了 他上次是对付孙家 这次会不会也是 其实从他这话中 已然不难看出他的本心 赵雪岩的爸爸生病了 他并不是第一时间说 我立刻送你回来之类的话 而是在怀疑 赵正明会不会又如之前那样假死 赵雪岩这时候 一门心思都在父亲身上 所以也没去细想 直到 不管怎样 我也得亲自回去看看 正男生却道 我看要不这样 先打电话回去问问情况再说 他可不想放弃 放弃今天这个 可以吃了赵雪岩的大好机会 因为刚才赵雪岩都已经默许了 他说午后的行程计划 而且 他也怀疑 夏冬阳的动机 今天赵雪岩的手机都没在身上 而且 赵雪岩事先也并不知道 自己会带他来这里 夏冬阳怎么会就这妖巧出现在这里呢 莫非他一直都在跟踪 当然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夏冬阳是请龙顿定位了赵雪岩的手机 这才找到了这里 夏冬阳听着正男生 那丝毫不关心赵正明的语气 顿时就火了 转头冷声说道 正男生 你说的这还是人话吗 这时候还需要打电话问情况吗 不严重的话 用得着我大老远跑来吗 正男生听后 却是冷声呵斥的 谁知道你暗的什么心 哼 夏冬阳 我知道你是对雪有想法的吧 你嫉妒我和他在一起 所以屡次破坏我和他的约会 现在更是想出这样的借口 我问你 你为什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你为什么会出现得这么的巧 你是不是在跟踪我们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 很卑鄙可耻吗 趁着这机会 正男生干脆将心头的怀疑给抖落出来 显得有些气急败坏了 不过 他却并没有往赵雪岩身上引 而是全部都归咎到夏冬阳的身上 并且将夏冬阳对他与赵雪岩几次约会的破坏 说得更加的严重 企图让赵雪岩怀疑夏冬阳思想肮脏 赵雪岩听后 转头看着夏冬阳 不是他不担心父亲的安全 而是正男生说的 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今早走的时候 爸爸的精气神真的很好 而且 夏冬阳怎么会突然就出现在这里呢 莫非他真的是在跟踪自己 可他跟踪自己是为什么呢 真的是对自己有想法吗 可赵雪岩觉得 以夏冬阳那鱼目脑袋 应该不会对自己生出想法才对 餐厅里的食客们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更没听到夏冬阳之前对赵雪岩说了什么 但听着正男生对夏冬阳呵斥的话语 再看夏冬阳那有黑 还有几道划痕的脸 不少年轻的单身女性 刚才已经对正男生好的脉象 以及温柔体贴的性格 极具雌性的声音先入为主了 历时 就有女孩子对夏冬阳骂道 真是没见过这么甜不知耻的人 自己什么脉象 心里没点避数吗 一看他黑得像他那样子 就是个十足的猥琐男 海湾跟踪 真是个变态 依我说 这种猥琐男就应该报警抓起来 听着夏冬阳被周围的游客骂着 正男生心头是暗自冷笑着 夏冬阳 你跟我斗 就你那长相 老子都甩你十条件 夏冬阳是想不到正男生会怀疑自己前来的目的 甚至间接怀疑赵正明是假装生病的 他现在也的确是有原因不能说 因为他现在还不知道正男生具体身份 更不知道他和赵雪岩在一起有何目的 他只得不理会正男生 更不去理会那些人的谩骂 只对赵雪岩说道 赵总 就算你不相信我 但也不能拿伯父的病情来开玩笑 我们边走边打电话吧 他说着便拿出电话 这时候 他只有用这个方法来 先将赵雪岩喊回去 至于等会怎么甩掉正男生 又是两说了 赵雪岩也想着 不管怎样 也是要先确定爸爸的病情 于是便接过夏冬阳的电话 直接按出了赵正明的电话 自上次赵雪岩看见 夏冬阳都能寄得他爸爸的电话 而他作为女儿却不能 事后便用心将爸爸的电话给寄了下来 这情况 夏冬阳与赵正明早就考虑到的 那头便是刘洪杰的电话 毕竟 作戏就要做全套的 刘洪杰通后 便是语气急切地问道 夏冬阳 找到小姐了没 赵雪岩听视刘洪杰的电话 心头便是一颤 急忙问道 刘洪大哥 我爸爸怎么了 小姐 是你 刘洪语气欣喜地接儿说道 赵雪岩是旧疾复发 现在痛得下不得床了 你快回来 我马上回来 赵雪岩听后再也不敢停留了 快速向门口跑去 我的车就在停车场里 快走 夏冬阳心头一喜 伸手扶着赵雪岩就向停车场跑去 看着夏冬阳竟然真的带走了赵雪岩 刚才那些谩骂夏冬阳的女子 顿时只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 耳边似乎有声音在骂着 让你以貌取人 让你张口乱说 而那些极度郑南生有钱长得帅的男士 这回心头却是有种莫名的舒爽 夏冬阳这简直就是给他们上演了一场 现实版的屌丝逆袭剂啊 一瞬间 他们只觉得人生是处处都充满希望啊 雪 你别相信他 见赵雪岩跟着夏冬阳走了 郑南生急忙跟了上去喊着 赵雪岩一边小跑着 一边歉疚地对郑南生说道 南生 对不起 我必须回去看我爸 郑南生见赵雪岩是铁了心地要回去 知道今天的计划是泡汤了 他恨不得将夏冬阳给生死了 但在赵雪岩面前 他必须地维护自己绅士的形象 便硬是忍了下来 一脸温和地说道 没事 回去看看也放心 我们来日方长 走吧 我送你回去 见郑南生如此理解自己 赵雪岩心头是一松 便点头道 谢谢你 男生 郑南生微笑道 和我客气什么呀 走吧 他说着 就拉着赵雪岩向自己的车子走去 夏冬阳此来 就是要从郑南生身边带走赵雪岩的 这时候哪里肯让赵雪岩再坐郑南生的车 当即也是一把拉着赵雪岩的左手腕 说道 赵总 我车记要熟练一些 坐我的车吧 郑南生见夏冬阳拉着赵雪岩的手 顿时怒合道 夏冬阳 放手 夏冬阳冷眼看着郑南生 沉生道 你是外地人 没我熟悉路 我开快一些 他说着 将赵雪岩往自己身边拉了拉 郑南生一把拉了回去 直到 我嫁龄七八年了 比你资格老 再说 雪是我女朋友 用不着你来送 这时候不是谁女朋友的问题 这时候重要的应该是赶时间 夏冬阳又将赵雪岩往身边拉了拉 一时间 二人竟是将赵雪岩左右拉扯着 走出餐厅的时刻 以及过往的游客 纷纷投来异样的眼光 看着这二男抢一女的有趣画面 特别是从餐厅内走出来的 那些之前看好郑南生的女孩子们 这会更是暗安为郑南生加油 在他们的心里 郑南生就是男神 只有郑南生配赵雪岩 那才叫完美 在他们心目中 可绝对不允许夏冬阳这样的穷酸吊丝 燃止女神的 那就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梦 而从餐厅走出来的那些男子 他们的想法 却与周围的女孩子们截然相反 他们就希望看到这样的吊丝逆袭 所以心头是为夏冬阳加油 好了 被夏冬阳和郑南生拉扯过来 拉扯过去 被这么多人看热闹 赵雪岩实在忍不住冷喝一声 夏冬阳与郑南生同时停下手来 赵雪岩便转头看着夏冬阳 直到你先放手 毕竟夏冬阳不是他的男朋友 让夏冬阳放手也是理所当然的 赵总 夏冬阳惊不住又喊道 赵雪岩一皱眉 语气变得清冷起来 我让你放手 郑南生在身边 夏冬阳是有苦衷说不出来 本还想着 等会在车上对赵雪岩说 现在也只得无奈地放手 赵雪岩这才面色微微一松 说道 夏冬阳 谢谢你来通知我 路都很好走 我就坐南生的车 他爸 他转头便对郑南生说道 男生 我们走吧 好 郑南生点了点头 拉着赵雪岩向自己的车走去 还不忘暗中回头 对着夏冬阳一个冷笑 夏冬阳紧握着拳头 他这时候是 恨不得上前 硬生生地将赵雪岩给抱到自己的车上 可他知道 在不明白原因的情况下 赵雪岩肯定会极力地反抗 到时候 引得更多人的围观 而不好收藏 他只得咬了咬牙 无奈地向自己的车走去 却是诧异地发现 原来他的车 竟然就停在郑南生那辆白色的雷克萨斯车旁 不过 现在已经上了牌照了 这可真的是巧了 看见赵雪岩最终还是跟着郑南生走了 那些餐厅里走出来的女子们 心头顿时有种莫名的满足感 似乎是看到了某泡沫电视剧的美好结局 而那些单身男性 心头却是失落得很 原来吊丝逆袭的戏码 都不过小说中写出来的幻想剧情而已 现实点啊 郑南生开着车 载着赵雪岩快速向江阳赶去 他心头却是很诧异 夏冬阳今天似乎有些反常 自己开车比他开车又能慢多少 他为什么非要让赵雪岩坐他的车呢 想着 他心头猛然一颤 便是抓起了放在旁边的电话 只见上面有一个未接电话 标记得正式恢复 他赶忙就要打电话回去 赵雪岩却突然喊道 小心 郑南生下意识地踩停了车 抬头一看 就见车前两米处 一个老人背着箩筐从路上横过 这里十几公里全部都是盘山路 附近更有农户 无论是上山下山 司机都必须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这一下 也是把郑南生给吓出了一声的冷汗 他这下坡的一个急杀 也是差点坑了紧跟在后面的夏冬阳 若不是夏冬阳反应快 刹车及时 恐怕已经追尾了 即便是这样 车头距离郑南生的车尾 也不过就一米左右了 可谓是险到了极点 夏冬阳生怕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急忙按下手杀 下车上去查看 赵雪岩也是从反光镜里 看见夏冬阳上来 从窗口探出头说道 没事 一个老人家 夏冬阳转眼向前看了看 也是趁机说道 赵总 还是坐我的车吧 赵雪岩自然不会这样坐 那样就太伤郑南生的自尊心了 便说道 没事 我相信南生 你回去吧 夏冬阳只得无奈的回去了 郑南生重新启动车 赵雪岩还是忍不住提醒道 南生 你开车最好还是别看手机 很不安全 郑南生也有些后怕 点头道 嗯 知道了 刚才吓到你了吧 没事 我哪有那么胆小 赵雪岩语气可多了两分俏皮 当然也有 想让郑南生放松的意思 其实 他现在心头还紧张着 毕竟 撞上去 那很可能就是一条人命啊 接下来 一路倒是顺利的很 郑南生也的确没有在拿手机 不过 他却按捺不住的想着 灰狐打电话过来 到底是什么事呢 他哪里知道 灰狐这个电话 是之前在被夏冬阳追的走投无路时 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所以才让郑南生做好准备 可那时候 郑南生还在和赵雪岩玩漂流 玩得不亦乐乎 最重要的是 不带手机这个主意 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这可谓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车很快进了市区 赵雪岩的手机却响了一下 那是短信的声音 这年代了 发短信可不多了 他也拿出来看了看 只见是和陌生的号码 他本准备直接就点删除 可无一看到最前面一句话 他便打开了短信 只见前面一句便是 赵总你好 我是孙良健 今天打扰你 主要是想对你说说你妈妈的事情 其实 孙良健发来的这条短信很长 起码有好几百字 被自然分成了几条短信 赵雪岩越是往后看着 面色是越发的难看 手捏电话捏得是更紧了 当看完后 他紧咬了咬牙关 也没有回短信 就直接将电话给背光了 而后转头看着窗外 也不知在想什么 另外一头 侯元文已经将灰狐给提到了龙顿 正抓紧时间审问着 可灰狐却嘴巴紧得很 当侯元文问及他 为什么去医院给于飞下毒时 灰狐却说 他是因为爱慕于飞 而于飞并不喜欢他 所以他想通过这样的方法 让于飞中毒 到时候他出现救于飞 于飞感激之下 没准就喜欢他了 这一套戏码 侯元文自然不信 又问及之前拒捕 重伤柯招的事 灰狐却说 他并不知道柯招是警察 柯招也没有表明身份 出示证件什么的 他还以为柯招是抢劫犯 所以是自卫 最多算是自卫过当而已 对此 侯元文也没辙 作为执法者 他更不能刑讯逼供 所以 只得向上面申请 联系国际刑警处理 同时 上面也正在紧急地 查郑南生的信息 一切都在暗中进行着 郑南生毫不知情地 将赵雪岩送到了别墅中 赵正明这段时间 都住在赵雪岩这里 说是闲下来 要好好陪陪女儿 爸 爸 一下车 赵雪岩便急切地喊着 快步向内走去 郑南生作为男朋友 自然是紧跟在赵雪岩身后 几乎是寸步不离 夏东阳也是紧跟在后 他在防着郑南生 而郑南生 似乎也在防着他接近赵雪岩 二人这种彼此都明白的争斗 却唯有赵雪岩还蒙在鼓里 丝毫没有意识到 身边这位男朋友 或许就是一位危险人物 车上 夏东阳便已经通车赵正明 当他这边做好准备 刘红听见车发动机的声音 便已经打开了别墅的双开门 而后道 赵雪岩一脸急切地问着 刘红指道 在一楼的房间中 一楼 赵雪岩面色一惊 父亲的房间可一直都在二楼的 这现在却在一楼 这说明父亲的病情很严重了 在一楼要方便一些 爸 他一声惊呼 急忙向房内跑去 郑南生却也是要追进去 却被刘红给拦了下来 说道 郑先生 这时候你应该给他们单独的空间 郑南生也不宜有他 刘红这个说法是合情合理的 他毕竟只是一个男朋友 并不是女婿 进去是不合适 也就点了点头 站在客厅里 刘红看了看下东阳 二人这时候 其实都想出手将郑南生给控制住 可现在郑南生的身份 还并没有确实 就算说出来 赵雪岩也未必会相信 到时候反而弄巧成桌 刘红便倒了两杯茶过来 先递给郑南生 说道 郑先生 先坐坐吧 可能要等上一回 谢谢 郑南生接过茶杯 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夏东阳知道 刘红是想稳住他 不然他离开视线范围 到时候随时都可以采取措施 郑南生寺完全不知道 已经坠入了刘红与夏东阳的监视之中 坐下后 反而还掏出一包烟 给夏东阳和刘红一人打了一支 也好 夏东阳顺势坐下来 三个大男人坐在客厅里抽烟 彼此也没什么交流的话题 一时间 气氛倒是有些尴尬沉闷 倒还是郑南生打破沉默 向刘红问道 刘哥 伯父他这到底是什么救患 怎么不去医院 刘红正要回话 房门打开了 赵雪岩一脸凝重地走了出来 夏东阳三人急忙站起身来 赵雪岩对夏东阳道 夏东阳 我爸让你进来 他有事要交代你 哦 好 夏东阳将烟案灭在烟灰缸里 向房内走去 郑南生不急问话 赵雪岩也跟着进了房间 房门再次关上了 刘红顺是用话题将郑南生安抚住 直到 夏东阳曾做过小姐的保镖 董事长欣赏她的能力与忠诚 所以把她当作亲人 让夏东阳叫她一声伯父 哦 这样啊 郑南生点了点头 却是心胸狭隘地想着 什么当作亲人 还不是利用一下 多一个跑腿的而已 房中 赵正明躺在床上 见夏东阳进来 他有气无力地说道 东阳 你来了 谢谢你 不得不说 赵正明是一个被经商耽误的影帝 这演的就算是夏东阳知道 他是在庄 可也是经不住有两分相信了 夏东阳微微摇头道 伯父客气了 您让我进来 是有什么吩咐吗 赵正明示意夏东阳扶他坐起来 赵雪岩也是上前帮忙 赵正明坐好后 方才一脸郑重地对夏东阳说道 东阳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剩下的时间 恐怕是不多了 我希望我走后 你能照顾雪儿 夏东阳一正 这貌似不是之前预设的套路 听到父亲这明显就是在交代后事了 赵雪岩一脸焦急地摇头说道 爸 您在乱说什么呢 我不要他照顾我 在我小的时候 您就说过会陪我一辈子的 您不能食言 说到后面 赵雪岩一双美目中 竟是勤满了眼泪 赵正明摇了摇头 叹息后溺爱地说道 傻孩子 爸爸怎么可能陪你一辈子 赵雪岩却是如小女孩一般 固执地说着 不 我就要您陪我一辈子 我们现在立刻去医院 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说着 就要扶赵正明下床 赵正明却是抓住他的手 说道 雪儿 爸的身体是什么情况 爸自己心里清楚 就是去医院也没什么大用 你听我说 赵雪岩身子一顿 眼泪一下便滑落而下 夏东阳暗暗皱了皱眉 总感觉这事情不怎么对头 赵正明这似乎不像是装的 而且 这简直就是真的在交代后事了 却听赵正明说道 雪儿 爸爸现在就担心你 没有找到一个 可以依靠一辈子的男人 赵雪岩任由眼泪滑落 直到 爸 您现在要做的 就是养好身体 男生对我很好的 他能照顾好我 赵正明摇头道 不 雪儿 你听我说 这男生不是什么好人 他不及夏东阳的十分之一 我不允许你和他在一起 夏东阳听得一正 赵正明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把自己与正男生相比 赵雪岩听得也是一正 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是要将自己托付给夏东阳吗 赵正明来的这一出 让夏东阳和赵雪岩都十分的惊诧 特别是夏东阳 之前不是商量好的 赵雪岩回来 直接就对他说 正男生的身份可疑吗 怎么现在变成 好像是临终前的托付了 赵雪岩惊愣之后 便说道 爸 您说什么呢 男生向我求婚了几次 我已经答应了 我们准备过两天就去领证了 再说 您之前不是也很满意他吗 而且 这关下东阳什么事啊 一听女儿竟然准备要和正男生领证了 赵正明急得整个人一下就崩了起来 语气坚定地说道 不 我不答应 绝不答应你和他结婚 一看爸爸一下 变得这么精神 赵雪岩立时回过神来 说道 爸 您骗我 他说着 转头又看着夏东阳 冷声道 还有你 你竟然和我爸一起骗我 还跑到白岸县 把我骗回来 夏东阳想不到赵正明这一下反应这么大 而赵雪岩也是这么的敏感 一下就看穿了 这事的骗局 急忙上前要解释 赵总 你听我说 这 我不听 我不想听你说任何事 赵雪岩直接冷声打断了夏东阳 赵正明也知道 是自己坏了事了 不过现在说 那么也没用了 连忙道 雪儿 你别怪夏东阳 这事都是我的主意 上次赵正明假死 赵雪岩便是心惊胆战 伤心欲绝了一次 而那次到最后 竟然还是夏东阳比他先知道 父亲假死的真相 赵雪岩心头便有些耿耿于怀了 想不到这次 父亲又装病骗自己回来 这是将自己的担心 闹着玩吗 试问 赵雪岩如何能不怒 当即 他美好脸色地说道 爸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赵正明便说道 因为郑南生他的身份很可疑 可疑 赵雪岩诧异地问道 他是什么身份可疑 赵正明反问道 他在国外和你认识时 是什么身份 和我一样 是的留学生 后来就在国外发展创业 赵雪岩依照对郑南生的了解说道 赵正明摇头道 雪儿 你了解他太少了 他辗转过多个国籍 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身份 留学生 创业者 富二代等等 赵雪岩却是反问道 这又有什么 创业到处跑 很正常啊 赵正明看着女儿 怕是泥足身陷了 心头是极为的痛 接着又说道 是 这都无所谓 可他和一个国际犯罪组织成员关系密切 就连他那辆车都是用他人的名义购买的 这也算正常吗 爸 你这么去查他 当犯人查吗 赵雪岩觉得 父亲这么做 实在有些过了 赵正明语气坚决地说道 事关我女儿的终身幸福 我不能不谨慎 这个郑南生身份实在太可疑 我不得不怀疑他接近你的目的 爸 你这是听谁说的 我和他谈了一年多恋爱 他是什么人 难道我不清楚吗 赵雪岩平日在公司问题的处理上 都是十分的冷静理智 可碰到个人的感情问题了 他便是钻了牛角尖了 或许英文那句话 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灵智上 当然 也有那句话 情人眼里出西施 看对眼的 就算是缺点都能想成优点 夏东阳这时便道 赵总 是我对伯父说的 你 赵雪岩一声冷眼看着夏东阳 冷笑道 夏东阳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认为 你就过我几次 就可以随便插手我的事 我的男朋友是什么人 需要你去查吗 你有什么资格 你是什么身份来管我的事 是 之前我是因为虞飞的事情骂了你 你今天开店我也没来 但你也不用这么来报复我吧 夏东阳 我实在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赵雪岩的一言一语 可谓是毫不留情面 夏东阳听得经不住皱了皱眉 他他也是人 而且是有血有肉的男人 他也是有脾气的 此刻 被赵雪岩如此的话语诛心 要说他不生气不愤怒 那绝对是假的 可他心头终究念及赵正明当初的恩情 而且赵正明的确是对他示弱亲人相待 所以这回是硬生生将脾气与怒火给按捺住了 只是双拳还是暗暗紧握了一下 可一旁的赵正明却是忍不住 立时报和道 混账 继而 他一脸愤怒的骂道 赵雪岩 你怎么能这样说夏东阳 怎么能这样想他 马上给东阳道歉 你知不知道 当初孙家冤枉夏东阳 是犯罪组织的成员 那把飞刀 其实就是那个暗杀夏东阳的杀手所用 当晚那杀手刺杀夏东阳没成功 接应他的就是郑南生 他开的就是现在这辆车 这些都是夏东阳之前在烧烤店 对赵正明一并说的 夏东阳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要让赵正明认识到 郑南生这个人有问题 赵雪岩听后 不禁是一症 这些他都不知道的 赵正明紧接着又说道 之前于飞病情突然加重 你知不知道 进入他病房的那个鸭蛇帽男子 就是当初刺杀夏东阳的那个杀手 和郑南生脱不了干系 赵雪岩一听 哪里肯相信自己的男朋友会是这样的人 他立刻摇头道 不 不可能 男生为什么要刺杀夏东阳 他又为什么要让人去害飞飞 你们都无冤无仇的 他说着 转眼看着夏东阳 直到 夏东阳 这些都是 你对我爸说的吧 你到底是安的什么心 住口 赵正明又是一声抱贺 骂道 赵雪岩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吗 你到底是被那个郑南生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赵雪岩立刻反问道 我也想问你 你到底是被夏东阳灌了多少迷魂汤 我才是你女儿 你却什么都相信他 一点不考虑我的感受 你到底在想什么 想什么 我和夏东阳 都只是怕你到时候知道真相承受不了 不管怎么说 总之 我绝对不会让你嫁给郑南生的 赵正明态度坚定地说着 嫁给谁是我的自由 你管不着 爸 也请你以后不要再轻易相信别人 我是成年人 我的事 不需要外人插手 妇女两世大眼瞪小眼 争风相对着 房中气氛变得异常的凝重起来 房中 妇女两争风相对 彼此态度都十分的坚决 气氛异常的凝重紧张 好在这别墅够大 而且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 要不然 客厅内的郑南生 怕是得听到了 要说夏东阳家在妇女两中间 这时候要多尴尬 有多尴尬 要说这事吧 她其实是一个影子 若非是当初赵雪岩将她解雇 她却卖烧口 赵雪岩觉得有所亏欠 所以屡次瞒着郑南生帮助夏东阳 郑南生便一直以为 夏东阳与赵雪岩有暧昧 会坏了她的事 这才生出了 想要对付夏东阳的心 郑南生却更想不到 让灰狐刺杀夏东阳 会间接将她的身份都泄露出来了 总之 有因便有果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此时此刻 夏东阳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出口 甚至不知道该不该说话 妇女两对峙了足足半分多钟 赵正明便道 我是你爸 你的所有事我都得过问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过问一下我妈妈 让她过得那么苦 最后死得那么凄惨 赵正明听得双眼猛瞪 你在胡说些什么 赵雪岩冷笑道 怎么 敢做却不敢让我说了吗 我就问你 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 赵正明微微转开眼 有些不敢对视赵雪岩的眼睛 说道 我都说了 你妈妈是病逝的 病逝的 我妈妈那么年轻 得的是什么病 赵雪岩紧接着追问道 赵正明含糊的道 是遗传的一种 然而 她话还没说完 便对赵雪岩打断道 赵正明 我妈明明就是被车撞死的 你到底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赵正明怒喝道 胡说 你到底是听了谁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赵雪岩冷然一笑 又问道 那我问你 邵美华当初又和你到底 是什么关系 你明明知道是她害了我妈 甚至我妈的死 都有可能是她所为 为什么你这些年来 不为我妈报仇 是因为你当初和邵美华 有什么不清不楚吗 住口 给我住口 赵正明听的是愤怒不已 一抬右手就向赵雪岩脸上扇去 夏东阳赶忙一把将她的手给抓住 而后劝道 伯父 别动手 赵雪岩却是丝毫不领情 冷声道 夏东阳 不用你劝 赵正明 要打就打呀 赵正明刚才也是一时怒急 被夏东阳这么一刹 也是岔开了 便放松下来 夏东阳也就松了手 赵正明尽量让自己平静些 而后沉声道 是不是孙良健对你说了什么 是 你们当年的事 该说的 不该说的 他都对我说了 赵雪岩语气愤愤的说着 赵正明想不到 孙良健竟然给自己来这一手 当即连忙道 孙良健是因为当初得不到你妈妈的爱 所以因爱生恨 他这是心怀叵测 想要报复我 理解我们妇女的感情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赵雪岩却摇头道 我只知道 当初妈妈一个人 又要打工挣钱 又要回来给我做饭 晚上我上床睡了觉 他都还在给别人做刺绣 我只知道 很多时候 他都一个人望着北方发呆 一战就是一两个小时 而后边泪流满面 但他对着我 总是笑脸盈盈 温和慈爱 我只知道 在他生病的时候 没有钱去医院 他去买了些草药煎熬 好苦好苦 我闻着都苦 他去总说没事 没事 一点都不苦 而后又出去工作 而你呢 那时候你又在哪里 赵正明 我恨你 你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连自己妻子都照顾不好 我恨你 你是个窝囊的男人 连妈妈的仇都不敢去报 我恨你 你总是强加想法在我身上 自从你接我回来后 我做什么 都是按照你的安排 考的大学 读的专业 都是你规划好的 你知道我的胆受吗 我有问过我喜欢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 要去国外留学吗 我就是不想让你总是掌控着我 我就像是一个牵线木偶 没有一点自由 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我有自己的人生了 你管不着 我也不需要你管了 因为这次的欺骗 再加上孙良健 发过来的那条天油加醋的短信 将赵雪岩这么多年来 对父亲的怨言是尽数发泄了出来 是啊 每个人天生都有叛逆的基因 那就像弹簧一样 引导得好 可以有很大的成就 而越是强压的话 那沉默得太久后 总是会爆发的 此时此刻 赵雪岩便是如此 赵雪岩发泄完 便是愤怒地转身向外走去 站住 你给我哼赵正明是气得浑身发抖 身子一晃 就向地上倒去 伯父 伯父 夏东阳急忙将他给扶住 赵正明面上肌肉扭曲着 咬牙吃力地喊道 别别管我 把他给我追回来 是 伯父 夏东阳急忙向外追去 小姐 见赵雪岩满脸含泪 却是一脸愤怒地冲了出来 刘红还以为是他知道真相后 太过伤心了 正准备出手制住郑南生 哪知道 赵雪岩却是对郑南生说道 男生 我们走 好 郑南生自然乐意见到 夏东阳追了出来 刘红头去询问的目光 夏东阳急忙道 你快去看看伯父 刘红面色一变 赶忙跑进了房中 夏东阳见赵雪岩要和郑南生离开 两个剑步上去拦住 说道 赵总 你不能走 赵雪岩一脸寒霜地瞪着他 冷声喝道 让开 我不会让你离开的 夏东阳语气斩钉截铁地说道 赵雪岩这时候 完全也是在气头上 伸手就一把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 对着夏东阳说道 我再问你一句 让不让开 不让 夏东阳坚定地说着 那是你自找的 赵雪岩说着 手中水果刀一下向夏东阳胸口刺去 夏东阳不闪不避 任由赵雪岩手中的水果刀扎在胸口上 赵雪岩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其实也只是想下下夏东阳而已 哪知道夏东阳竟然不躲开 一旁的郑南生健壮 心头经不住冷笑起来 他现在是恨不得推一推赵雪岩 让这一刀扎得更深一些 你个疯子 这一下也是刺得不深 赵雪岩只骂了一句 对着郑南生道 南生 我们走 夏东阳一步上前 再次拦住了他 赵雪岩却是将手中的匕首 往脖子上一靠 冷声道 夏东阳 你在拦着我 信不信我死给你看 夏东阳紧了锦牙关 只得任由赵雪岩二人离开 当看着郑南生转身之时的那一抹冷笑 夏东阳紧握着铁拳 恨不得立刻扑上去 砸死这个伪君子 眼看着车开出别墅 夏东阳的手机却是响了起来 他赶忙拿出来一看 是侯元文打过来的 喂 后队 是不是有消息了 夏东阳接通电话 连忙问道 那头 侯元文指道 上面刚刚传回来的消息 这个郑南生 其实就是罗网的成员 他与灰狐是罗网中的一个小分组的 他们二人主要是行骗 行骗 夏东阳皱了皱眉问道 侯元文接着说道 对 骗色 骗财 骗婚等他们都干 他们二人游走世界各地 郑南生在明 以各种方式 接近当地有钱人家的女子 灰狐则是在岸 为郑南生设计各种邂逅 或是英雄救美的机会 博取女子的信任 而后培养感情 郑南生天生脉相好 而且为了行骗 学习了各种领域的皮毛知识 对一些年纪不大 感情经验浅薄的女子 有很大的吸引力 他会在几个月时间内 用各种浪漫的方式 向女子求婚 成婚后 灰狐便会在暗中安排一些意外 让那女子失身 或是其他的意外 总之 就是让那女孩子认为 是他对不起郑南生 即便是郑南生提出离婚 他们也无话可说 就这样 郑南生便会得到大笔的财产 而有几个不知情的女子 事后都还一直觉得 自己对不起郑南生 更甚的是 他们在骗色骗财后 还会将一些女子 卖到金三角独销手里 再次获得一笔钱财 而那些被卖的女子 便会沦为毒枭的解语工具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我们查过郑南生 这些年和郑南生相处的女子 至少有十个 其中有七个都失踪了 但找不到郑南生下手的证据 所以只得不了了之 这两个畜上 夏东阳听得怒火大作 骗人感情 钱财 美色不算 还要将别人给卖了 这和禽兽行径有什么区别 侯元文又道 这种人是没有感情可言的 他现在与赵雪岩相处着 赵雪岩应该就是他的目标 夏东阳 你那边什么情况 可以配合我们抓捕郑南生吗 郑南生和赵雪岩刚走 夏东阳暗叹 这个电话若是早来两分钟 那情况或许都不一样了 在什么地方 侯元文大声追问道 夏东阳急忙说了地方 侯元文便火急火燎地说道 好 我马上下去布置 这个王八蛋 害了那么多女孩子 现在又跑到我们江阳来 我一定要将她绳之以法 夏东阳赶忙道 后队 你监控那辆雷克萨斯 或是赵雪岩的手机地位 别打草惊蛇了 以防郑南生狗急跳墙 我知道 我一定会全部保护赵雪岩的安全 侯元文也清楚 当初来龙顿 赵雪岩也是在的 他也猜测到 赵雪岩与夏东阳颇有干系 而且 这保护人质的安全 本就是他们执法者的 首先要考虑的 夏东阳手起电话 急忙向房间内走去 却听见刘红急切地喊着 董事长 董事长 夏东阳赶忙加快脚步 进去就见赵正明 已然躺在了床上 而且右脸搭拉着 浑身都在抽搐着 那模样 似是中风了 快送伯父去医院 夏东阳急忙上前 刘红将赵正明扶起 夏东阳背着赵正明 便向外跑 刘红则是快步出去 跑到车边接应 由刘红开车 夏东阳在后座陪着赵正明 同时试图与赵正明交流着 可这时候 赵正明完全就说不清楚话了 夏东阳 只是依稀从他胡伦的语气中猜出 他是让自己 一定要将赵雪岩给平安带回来 好好照顾他 即便是被赵雪岩砌成这样 赵正明此刻 心头记挂的 仍然是他的安全 这就是一个父亲啊 作为父母 是绝对不会和孩子记仇的 很快 夏东阳二人 就将赵正明送到了那家私人医院 也就是之前许昊成上班的私人医院 由赵正明的私人医生 为他做紧急治疗 夏东阳与刘红在走廊外交集地等待着 期间 刘红也收到了 通过他让人查而传回来的信息 大致和侯元文刚才对所说的差不多 可恶 刚才真该直接碎了那个畜生 刘红紧握着一双铁拳 一脸的懊恼 不过刚才情况还彻底查清 若是贸然出手的话 赵雪岩必然拼命相护 说不定得做出什么极端的事 这也是夏东阳与赵正明之前考虑过的 夏东阳也是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这其中与孙良健有莫大的关系 而现在最要紧的是 赵正明的身体 以及赵雪岩的安全 只是现在赵雪岩根本就不相信 郑南生是个罪犯 而且他现在又在气头上 想要他再回来 恐怕不大可能了 至少现在不可能 若是想要强行将他从郑南生身边带走的话 以他的脾气 恐怕会适得其反 而且郑南生恐怕也会有所察觉 赵雪岩不配合的话 这就实在太被动了 夏东阳脑海中念头急转着 如何才能从郑南生手上争取主动呢 突然 他灵光一闪 急忙拿出电话 拨通了侯元文的号码 那头 侯元文诧异地问道 夏兄弟 怎么了 夏东阳指道 后队 我有办法让郑南生 钻入我们布置的陷阱中 同时让他和赵雪岩分开 什么办法 侯元文急忙问着 他现在也在为赵雪岩 在郑南生车上而头疼 如果龙顿的人一现身 必然会引起郑南生警觉 夏东阳便说道 后队 你看这样 听了夏东阳的计划 侯元文顿时欣喜道 夏兄弟 你这个计划实在太好了 我马上去布置 好的 随时保持联系 挂了电话 夏东阳咬了咬牙关 希望自己的计划能够顺利 刘红走过来说道 夏东阳 你先去把小姐救回来 这里我来守着就行了 夏东阳想着也是 自己在这里守着 也的确是帮不上什么忙 便是一点头准备离开 可这时 赵正明的私人医生却出来了 夏东阳二人急忙迎上去 夏东阳当先问道 医生 我伯父情况怎么样 那医生带着腹筋边眼睛 头发几乎全白的老者 他一脸凝重地说着 确诊了 赵先生是中风了 那还能够恢复吗 刘红连忙问道 那医生看着刘红 语气更加沉重地说道 你也知道他的情况 能拖到 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就算没有这次 急火攻心的引发 最多也只能有半年时间了 什么 夏东阳听得整个人都吓傻了 赵正明竟然之前 就病得这么厉害 可他却表现得 完全不像个病危的人 夏东阳不敢怠慢 急忙拿出电话 拨给赵雪岩 可那头却提示关机了 他紧咬了咬牙关 心头有股熊熊的怒火 旁边 刘红紧握着一双铁拳 咬牙问道 方医师 现在能进去看看他吗 那方医师点了点头 叹息道 当然可以 只是你们 恐怕也交流不了什么 为什么 夏东阳问道 哎 你们进去看吧 夏东阳二人来到房中 只见赵正明的面部肌肉 是恢复了正常 他一见夏东阳二人进来 急忙努力地想要撑起身子 颤抖着手 向夏东阳抓去 口中张合着 却只能发出 啊啊的胡伦声音 赵正明 这样一个光荣的退伍军人 这样一个江阳商界的传奇 不过五十多岁 却沦为这般凄凉的情形 夏东阳看得经不住鼻头一酸 浑身杀意高涨 一握铁拳 便转身向病房外跑去 他知道赵正明 要对自己说的是什么 他心头暗自发誓 一定要将赵雪岩给安然带回来 让郑南生付出代价 因为郑南生 无疑就是罪魁祸首 另一头 郑南生开着车 载着赵雪岩出了别墅区 便一直向城南方向 不紧不慢地开着 赵雪岩紧绷着一张脸 坐在副驾驶位上 一句话也没说 心情极为的不好 特别是想着父亲 对母亲的死因 对自己禁紧瞒了这么多年 而且明明知道 罪魁祸首就是邵美华 父亲这么多年 却不敢去报仇 他心头就无比的愤怒 觉得母亲太委屈 太冤枉 父亲太窝囊 而不可原谅 此时此刻 他甚至将赵正明和夏东阳所说 郑南生身份可疑的事 都抛到了脑后 平日在公司 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太深 所以当孙良健 才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来离间他们妇女的感情 郑南生一边开车 一边温和地问道 雪 怎么了 赵雪岩收回思绪 直到 就我爸竟然和夏东阳联合起来 骗我回来 实在太气人了 骗你 骗你干什么 郑南生好奇地问着 他们说你什么身份可以 可能是什么国际犯罪团伙的成员 南生 你告诉我 你是吗 赵雪岩说着 转过头 一双美目定定地 看着郑南生 郑南生听得心头猛然一颤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下东阳之前 会一直坚持 让赵雪岩坐他的车 看样子 自己是被怀疑了 而且 他们可能已经再查自己了 不过 他并没有惊慌 他能行骗那么久 而不被抓 智商自然很在线 想着刚才在别墅内的情形 如果自己真的暴露了的话 刘红在别墅内 就会对自己动手了 看来 他们只是怀疑而已 当即 郑南生便是将车靠边停了下来 转头看着赵雪岩说道 我不知道夏东阳 为什么似乎总是对我有意见 而且还用言语蛊惑伯父 他也不想想看 我们认识了这么久 如果我真的是 什么犯罪组织的成员 你现在还能这么安然地 坐在这里吗 他这话说得极为的聪明 将一切的冲突与不快 全部都推到了夏东阳的身上 赵雪岩听后 也是点头道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夏东阳会是这样心胸狭爱的人 说着 他便一摇头 说道 算了 不提这些了 男生 我现在心情不好 我想换个环境散散心 郑南生正要说话 这时 他电话 却响了起来 他一看 竟然是灰狐打来了 立即便说道 雪 我先接个电话 嗯 赵雪岩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窗外 当时放松一下心情 喂 郑南生接通电话 那头便传来了灰狐的声音 急切地说道 我暴露了 现在在人民南路的废弃仓库中 快来接应我 好 郑南生立时答应下来 快 他们正在搜寻我 那头 灰狐又催错了一句 好的 我尽快过来 郑南生说 爸便挂了电话 可继而 他嘴角却仰起一抹冷笑 男生 是有什么事吗 郑南生挂了电话 赵雪岩便转头问道 郑南生微笑着摇头道 没事 就云南那边一个很好的朋友 说是明天结婚 问我能不能过去 去啊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 既然又是很好的朋友 当然应该过去 赵雪岩极力地主张 郑南生去 可郑南生却说道 可你这边 我得陪你散心 算了 我对那哥们说一声 他应该能理解的 他说着就拿起电话 做事要拨号 赵雪岩却抬手制止了他 说道 反正也是散心 要不这样 我陪你去一趟云南 郑南生一听 心头自然一喜 他撒这个慌 其实就是要赵雪岩 说出这样的话 可他面上却一副 为难的样子说道 可你陪我去云南 会不会太耽误 你的时间 赵雪岩指道 公司这几天也没什么大事 我也正好 趁这个机会 好好散散心 放松一下 其实我很早就想去云南看看了 再说 陪你怎么能叫耽误呢 郑南生顿时一副感动的样子 双眼勤满勤意地看着赵雪岩 说道 雪 你真是世界上最善解人意的女人 有嘴滑舌 赵雪岩禁不住脆了一口 嘴角却是挂着笑意 心头更是甜滋滋的 却哪里知道 身边的人有多么的危险 郑南生又说道 哪有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其实 她心头却是暗中添了一句 真是个蠢女人 到时候先玩够了 一定还能卖个好价钱 好了 趁现在还不晚 我们出发吧 赵雪岩催促了一句 郑南生点了点头 启动了车 而后说道 游完了一上午 你也累了吧 先睡睡吧 等你睡醒了 我们就到云南了 嗯 赵雪岩点了点头 而后闭上了眼睛 郑南生右手持着方向盘 左手放在车门上的小物件盒中 拿出了一个大拇指大小的小瓶子 将盖子轻轻挑开 不多时 车内便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雪 雪 郑南生轻喊了两声 但赵雪岩已然陷入了昏睡之中 郑南生这才露出一抹音效 而后拿起电话 拨通了赵正明的号码 同一时间 在人民南路这边的一辆警用技术车内 侯元文看着电脑屏幕 向刚刚挂断电话的下属问道 他没怀疑吧 原来 刚刚给郑南生打电话的 根本不是灰狐 而是龙盾内的一位成员 名叫康义 他的能力便是模仿别人的声音 就算是本人听见 也未必能分辨得出来 康义对自己的能力十分的自信 点头道 后队放心 声音绝对已假乱真 侯元文实际心头也觉得 康义这模仿的实在太逼真 继而就到 好 立刻去在仓库那边埋伏好 狙击手准备 用高浓度麻醉枪 只要他下车 立刻开枪 是 后队 三个狙击手下车了 而外面也早有待命的龙盾队员 然而就在这时 监控定位郑南生车辆的技术人员 却突然喊道 后队 情况似乎不对啊 侯元文听后连忙转头 俯身下来看着屏幕 顿时面色一变 因为郑南生的车 所行驶的方向 根本就不是人民南路这边 他心头一动 立时便警觉地说道 不好 郑南生应该是识破了我们的计划 他要上南部高速 大家上车追 一旁的康义一脸的诧异 自己刚才对灰狐声音的模仿 还原度绝对在百分之九十七八了 郑南生到底是如何识破自己的呢 他百思不解 也只得收拾东西 和侯元文一起上车 向南部高速路口追去 医院里 赵正名手机响了起来 可这时 自然只能是刘红接电话了 看着屏幕上陌生的号码 刘红迟疑了一下 想着当前的情形 还是接通了 喂 你好 刘红是吧 你觉得我是谁 电话这头 郑南生一边开着车 一边一脸悠闲地说着 刘红一听 铁拳一握 怒喝道 郑南生 是你这个王八蛋 你还有脸打电话来 我问你 小姐呢 你把小姐怎么样了 躺在床上的赵正名 一听刘红愤怒的语气 立刻整个人也是激动起来 挣扎着想要做起来 可任凭他用力的面部肌肉 都在颤抖 却仍然无法做起来 刘红急忙走了过去 赵正名极力的眼神示意他 刘红只得打开了免提 呵呵 只听郑南生得意地笑了笑 而后阴阳怪气地说着 这么大火气干什么 刚才我不才给你打了烟的吗 你这人太不讲情面了 刘红听得郑南生 这顾左幼而言 他的话语 更是愤怒地问道 王八蛋 我再问你一遍 你把我们小姐怎么了 郑南生别了别嘴 漫不经心地说道 别把我说得那么坏 你们家小姐那么喜欢我 我怎么会舍得伤害她呢 只是让她现在睡一睡 不要打扰我和她爸爸谈心而已 王八蛋 刘红忍不住又骂道 郑南生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我警告你 这里是华夏 你最好把我们家小姐送回来 然后去自首 否则让你尸骨无存 啊 我好怕呀 你们华夏人 实在太不友好了 郑南生语气是更加的阴阳怪气 听得刘红恨得是牙痒痒的 恨不得生死了这可恶的王八蛋 紧接着 郑南生语气一正 说道 废话少说 让赵正明接电话 刘红指道 有什么话和我说也一样 你 郑南生冷笑着 你能做得了赵家的主 刘红指的恨恨地说道 董事长被你这王八蛋骗小姐 气得病倒了 现在根本接不了你的电话 则则 郑南生语气嘲讽地说道 真的病倒了呀 你们华夏人这身体实在太脆弱了 难怪当年被称为东亚病夫 王八蛋 你到底想做什么 刘红左拳握着咔咔作响 浑身怒火大作 郑南生便说道 想要赵雪岩没事 立刻将三百亿 分别注入这几个国外账号之中 否则 赵雪岩长得这么漂亮 我想用后 把他卖给金三角那些毒枭 他们肯定很乐意接手的 混账 你可不敢 刘红听得愤怒的破口大骂 郑南生却是不急不缓地说道 刘红 你他妈只是一个下人 现在是你们小姐在我手中 你最好给我把嘴巴放干净一点 否则 赵雪岩有点什么损伤 罪过就是你 刘红身吸了一口气 将满腔的怒火给强行压下 而后道 我们打钱给你 怎么才能保证你放了小姐 郑南生指道 我知道 现在警方或是龙顿 已经在监控我了 你们也应该知道 我只要钱 只要得到钱 我立刻放了他 龙顿的人很快就能够找到他的 你觉得 你们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只给你们五个小时的时间 不行 五个小时太短 根本筹集不到三百亿 刘红自然想要拖延时间 郑南生却道 那是你们的事情 我五个小时内 必须要见到钱 否则 你们就可能永远见不到赵雪岩了 就算是见到了 他也变成了一个 只会被人攻人玩乐的工具 现在黑市上 可什么要都有 说着 他直接就挂了电话 当然 对于郑南生来说 即便是得到了钱 也同样会将赵雪岩给侮辱后 再迈到金三角的毒枭手上去 因为这种人 根本就是丧心病狂 毫无人性感情可言 刘红紧咬着牙关 右手捏的电话 都咔咔作响 哎呀 赵正明已然说不清楚话 只得用这样的方式来示意刘红 刘红急忙坐下 对一脸急切的赵正明说道 董事长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哎呀 赵正明颤抖着抬起手 做了一个写字的动作 刘红立刻会议过来 急忙将笔和纸给拿来过来 将病床上的工艺吃饭的挡板放了下来 赵正明接过笔 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了两个名字 正是技术部部长沈良 以及财务部长郭仁星 刘红明白过来 知道 好 我立刻回去找他们 接着 赵正明又在纸上写下了夏东阳的名字 刘红想了想就到 我知道 我会立刻通知夏东阳 请他一定要救出小姐 夏东阳这边 也是第一时间接到了侯元文的电话 开车快速地向南部高速追去 他猜测 郑南生与灰狐之间 应该是有某种联络的暗语 所以才能瞬间识破他的计划 现在看来 郑南生已经猜测到灰狐被抓了 所以才会带着赵雪岩上高速 不多时 夏东阳电话又响了 是赵正明的电话号码 他急忙接通 这自然是刘红打来的 夏东阳 郑南生已经打电话过来 要我们五个小时内 将三百亿汇入他指定的几个海外账号中 董事长这边已经让我筹钱了 董事长请你无论如何 要救出小姐 夏东阳语气坚定地说道 让伯父放心 我一定会把赵总安然带回来的 挂了电话 夏东阳紧咬了咬牙关 一路狂奔向高速 而因为考虑到赵雪岩在郑南生的手中 侯元文这边 根本不敢让高速警察拦截郑南生的车 不过他提前通知了云南警方以及龙顿 在那边的高速路出口 设置了关卡引流 只带男生的车一下高速 便将他引到警方与龙顿提前布控的地方 一时间 江阳通往云南的高速路上上演了一场 只有绝少数人知道的警匪追逐 天色渐渐晚了下来 烧烤店这边客人们也都早走了 眼看就快到开业的时间了 夏东阳却迟迟迟没回来 于非是急得直跺脚 可接连拨了好几个电话 夏东阳的电话都在忙 无奈之下 他只得让许昊成先顶住 要不然 今晚这开业就要搞砸了 夏东阳这边与侯元文随时保持着联系 密切地关注着郑南生车的动向 突然 侯元文来电话说道 夏东阳 郑南生的车 在你前方十公里的出口拐弯处停车了 那下面有一条二级路 他肯定是要从那里汽车下高速 到那时我们就不容易追踪到他了 你赶快赶过去 夏东阳一听 哪里敢怠慢 猛然一踩油门 飞快地向前方出口赶去 这边 赵雪岩缓缓睁开眼睛 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 而且浑身都有些发软 他抬手揉着太阳穴 自然地转头向窗外看去 但见窗外天际落霞漫天 一片血红 俨然已经是傍晚了 他想不到 自己这一觉 竟然睡了这么久 当然 他更想不到的是 他是中了郑南生放出的迷药 醒了呀 正好 下车吧 郑南生说着 下车 赵雪岩看了他外面的绿色钢丝栅栏 一脸诧意地说道 这里还没下高速呢 我们下车干什么 没下高速 也一样能下车 郑南生说着 自己当先走了下来 从车前绕过 来到副驾驶 将门给打开了 赵雪岩更是不明白 郑南生要干什么了 不过还是提醒道 南生 我们在这里下车 那是违反交通规则的 我们不 然而 他话还没说完 就见绿色的钢丝栅栏外 走来三个高大的男子 其中一人竟然拿着大力钱 两下 就在钢丝栅栏上 弄开了一个大口子 三人走了进来 同时对郑南生喊着 南哥 郑南生点了点头 而后满意地说道 很好 时间刚刚好 接着 他便转身对赵雪岩说道 雪 来吧 下车了 在高速路上下车 随意破坏高速路护栏 而且看样子 还有有预谋的 这绝对不是一个手法的功名 应该做的事 赵雪岩这时候便警觉起来 说道 不 我不会在这里下车的 他说着 就伸手准备将门关上 却被郑南生用手给拉住了门 而后抱贺道 下来 看着眼前这张温和的脸 瞬间变得争鸣暴躁 赵雪岩立刻明白过来 冷声问道 郑南生 我爸和夏东阳说的都是真的 你真的是犯罪团伙的成员 嘿嘿 郑南生英智的一笑 这时候也没必要隐瞒了 便沉声道 可惜你知道的有些晚了 废话少说 是你自己下来 还是要我动粗 听着郑南生亲口承认 赵雪岩脑海中自然的浮现出 刚才在家中对父亲和夏东阳 说出那番诛心的话语 此时此刻 他只感觉心痛无比 懊恼万分 抬手就在自己脸上 重重的扇了两巴掌 而后对着郑南生冷声骂道 郑南生 你个畜生 我是不会下来的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杀你 郑南生又是冷然一笑 说道 你现在可是我的提款机 我怎么舍得杀你 你们几个拖他下来 是 三个大汉上前 将赵雪岩硬生生地拖了下来 而后向他护栏的缺口钻去 在下面的二级公路上 已然停着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被两个大汉驾着 赵雪岩根本无法反抗 被郑南生的感情欺骗 加上为了郑南生 他伤父亲的心 伤下东阳的心 甚至之前还用水果刀刺伤了下东阳 这一桩桩一件件 赵雪岩感觉心都要痛死了 整个人都颓废了 任由郑南生几人 将他给带上了商务车 坐在后排左侧无法开门的窗口 郑南生也没理会他 他不发作的话 那就更加的顺利了 要发作的话 只得先打晕他了 司机打燃火 正准备开车 突然 赵雪岩猛然转身 一口咬住郑南生的左耳朵 啊 郑南生痛得一声杀猪般的惨嚎 坐在前排的一个男子急忙翻过来帮忙 一把揪住赵雪岩的头发使劲地拽 可赵雪岩就是死也不松口 赵雪岩是个保守与浪漫思想结合的人 他一直对自己的感情十分的谨慎 一直抱着最美好的憧憬与幻想 期待着自己披上洁白的婚纱 由心爱的男人骑着白马来接自己 一如童话般美好 所以 他一直和郑南生保持着最纯洁的距离 想着将宝贵的第一次留在新婚之夜 那样才是最有意义 可谁知道 他真心地付出 美好的憧憬 换来的却是残忍的欺骗 他性格好强 这会回过神来 如何能放过郑南生 郑南生痛得是没办法 只得身子猛然往旁边一撞 赵雪岩的头便重重地撞击在玻璃上 这一下是撞得赵雪岩头晕脑胀 眼貌惊心 自然地就松口了 郑南生抬手一摸耳朵 只见手上是一大片血迹 他顿时更是大怒 抬手就一巴掌重重地扇在赵雪岩的脸上 赵雪岩本就被刚才那一撞给撞得不轻 这一巴掌又是打得他左边脑袋 又撞在玻璃上 让他意识不禁模糊起来 呸 贱人 给脸不要脸 郑南生愤愤地骂了一句 而后对前面的人喊道 拿点卫生纸来 哦 坐在前排的男子 递了几张卫生纸过来 郑南生将耳朵给包住 这边 下东阳开车 终于是赶到了郑南生的车边 却见车上并没有人 他转眼 便看见护栏上的缺口 赶忙钻了过去 就见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下下面 透过车窗玻璃 恰好看见赵雪岩 一脸痛苦地靠在车窗内 下东阳心头一喜 急忙顺着坡冲了下去 这时 车上的郑南生 也是简单地处理好耳朵上的伤口 而后又对着赵雪岩骂道 贱人 等出了镜 看老子怎么玩弄你 继而 他便对着前面的司机 喊道 开车 好 因为刚才赵雪岩闹的这一出 所以司机延误了开车 见车辆一启动 下东阳心头大惊 加快步伐向下冲去 车才起步的时候 速度并不快 而且 下东阳的冲下来 正好就到了车的尾部 他全力加速前追去 竟然追到了窗口处 这时 投靠在玻璃上的赵雪岩 也是回过神来 瞥眼就见 窗外竟然有一个正 急速追击的人影 而那人影不是下东阳 又会是谁 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这是赵雪岩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 下东阳现在应该在江阳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是啊 自己那样对他 还用刀刺伤了他 硬是要跟着正男生走 现在被骗 就算被卖 也是自己咎由自取 自找的 他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来救自己呢 赵雪岩只得在心头说着 下东阳 对不起 我还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 南哥 有人在追车 就在这时 开车的司机透过后视镜 看见了下东阳 正男生听后 转头向窗外看去 果然见下东阳正急速地奔跑着 他心头惊讶之际 继而冷笑着平静地喊道 保持车速 看他能追多久 累死他 听见司机和正男生的喊声 赵雪岩从内疚中回过神来 真的 这既然是真的 下东阳真的来救自己了 外面奔跑的下东阳 这时是一边跑 一边转头对着赵雪岩喊着话 商务车后面左侧的窗子是打不开的 而且 车里开着空调 所有的窗户都是关着的 所以赵雪岩听不见下东阳对自己说什么 但他从下东阳的口形却能依稀判断出来 下东阳喊的是 赵总 别怕 自己那样对他 那样伤他 他却还是相隔这么远 都追过来救自己 而且这时候 他不顾伤势地奔跑 却还是让自己别怕 这一刻 内疚 自责 心痛 齐涌上心头 赵雪岩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滑落而下 一旁的正男生 看得心头竟是有种酸味 冷声骂道 马德 老子早就看出你们两个有一腿了 不然他怎么会这么拼命地救你 赵雪岩 你他妈还说 把第一次留给老子 怕是早就给这个男人了吧 别说我是骗子 你他妈也是个骗子 赵雪岩转头冷眼看着正男生 语气无比冰冷地说道 我爸说得对 你连下东阳的十分之一都不如 不 你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是吗 正男生说着 面色陡然一变 一把将赵雪岩的头 狠狠地按在车窗上 表情猙獰地说着 这个男人比老子强势吧 那老子现在 就在他的面前上了你 看他怎么救你 他说着伸手就去把赵雪岩的裙子 赵雪岩一声惊呼 双手双脚不停地乱打乱踢着 窗外 极力奔跑的夏东阳 看见这一幕 心头顿时大怒 恨不得上去一拳砸死正男生 可现在 他也是毫无办法 只得抬手重重地敲击着车窗 大骂着 正男生 你个畜生 放开他 给我放开他 车内 正男生一面伸手拉扯着赵雪岩的裙子 一面对着窗外的夏东阳 肆无忌惮地大笑着 心头是别提有多么的舒爽了 车内除了司机的另外两人 那看着这一幕 心头是食指大动 毕竟 赵雪岩可是个绝色的美女啊 到时候 怎么着也能喝点汤吧 加快一点车速 我倒要看看 他还能跑多久 正男生接着又对司机喊着 好 男哥 司机又轻踩了一下油门 车速再次加快了一些 夏东阳这奔跑了一段 后腰已然有些疼痛了 这时候 车速再次加快 他奔跑的是 愈发的吃力 后腰是愈发的疼痛了 但他仍然极力地坚持着 绝不放弃 看着夏东阳 仍然还在追着车 赵雪岩的心 就像被刀割一般疼痛 眼泪更是不断地滑落而下 哈哈 真是情深义重啊 好感人啊 正男生更是得意地笑着 而后一把按住赵雪岩的手 说道 赵雪岩 你如果不想夏东阳累死的话 那就给我停止挣扎 让老子好好享受享受 否则 老子让司机慢慢加速 他铁定活活跑死 赵雪岩听得一正 是啊 以夏东阳的性格 他肯定不会放弃自己的 而且他身上还有旧伤 这样绝对跑不了多远 就会累垮的 自己已经对不起他了 他更是不欠自己一丝一吼 这一切都是自己识人不明 有眼无珠 就由自取 为什么还要连累他呢 想到这些 他便是转头看着窗外 对着夏东阳说道 夏东阳 对不起 说着 他便停止了挣扎 但他心头也已然决定 找到机会就会自杀 因为他已然没有脸面 再见夏东阳了 夏东阳听不见赵雪岩对自己说什么 但他学过淳语 知道赵雪岩是在向自己道歉 又见赵雪岩停止了挣扎 他历时明白过来 赵雪岩已然没有了生的希望 恐怕准备要求死了 历时 他是心头大吉 车内 见赵雪岩停止了挣扎 郑南生一脸得意地说道 对吗 这才是我喜欢的那个血嘛 来 让我好好滋润滋润你 检查检查 你到底还是不是原装货 他说着 便是伸手向赵雪岩的裙底探去 同时也转头 向窗外看去 想让夏东阳更清楚地看见车内 自己到底是如何羞辱赵雪岩的 可他这一看 却是没看见夏东阳的身影 他手上的动作 下意识的就是一顿 探头靠在窗边向外看去 这时 前面的司机喊道 南哥 那小子跑到车顶上去了 郑南生抬头一看 透过天窗 果然看见夏东阳趴在车顶 双手死死地扣住车岩 打方向 把他给我甩下去 这时候 郑南生也是顾不得侵犯赵雪岩了 大声对着司机喊着 其实不用他说 司机已然猛地一转方向盘 商务车在路上甩了起来 一如喝醉了一般 车内的郑南生等人 都是身子往左一抖 车顶的夏东阳 更是不用说了 身子猛然往左边甩去 双脚一下 都滑落到了左边的车窗上 啊 看得这惊险的一幕 赵雪岩是经不住一声惊呼 这里是盘山路 夏东阳要是被甩下去的话 铁定会没命的 哈哈 再来 看他能坚持多久 郑南生变态般地兴奋地 被司机大喊着 吃吃 司机连连猛地打着方向盘 夏东阳的身子 在车顶上不断地左右甩动着 每一次的甩动 都看得赵雪岩一颗心 是提到了嗓子眼 这时 车拐了一个大弯道 进入了一条碎石烂路中 这一下车甩得厉害 也是颠捕的厉害 车内的郑南生 赵雪岩几人 都是被颠捕的身子离开了座位 当稍稍平坦一点时 赵雪岩第一时间向车顶上看去 却是没看见夏东阳的身影 向后看去 这下肯定把他给摔到山崖下去了 还不死 郑南生大笑着说道 无比的兴奋 赵雪岩一听 整个人摊在座位上 他两眼空洞地看着前面 完全是绝望了 同时心头更是无比的自责 是自己害死夏东阳的 是自己害了他 侯元文这边 也是很快追到郑南生停车的地方 康义一眼便看见旁边护栏上的缺口 对侯元文喊道 侯队 你猜得没错 他们是从这里汽车下了高速 侯元文点了点头 轻点了一下车里的物品 肘眉道 赵雪岩的手机和提包都在 看样子是和郑南生闹掰了 被强行带走的 郑南生的手机在这里 已经启动了自毁程序 带回去看看 他还能不能修复 找到有用的线索 留两个人把车开到服务区去 其他人和我往下追 是 侯元文几人 很快就来到了下面的二级水泥路上 这是线道 这时候 路上竟然出现了短暂的无车状态 康义问道 后队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侯元文私存了一下 说道 立刻让人定位夏东阳的手机 以他的能力 就算是没救出赵雪岩 这时候 也应该再追踪 好 康义立刻打电话 和对比的人联系 不到两分钟时间 就传回来信息 而且直接链接在侯元文的手机上 这是龙顿专门研发的 手机定位跟踪系统 看着手机上的红点正在移动着 侯元文面上一洗 说道 以这样的移动速度 夏东阳应该是正在追击 在进山的方向 康义也仔细看了看 而后面色一变 说道 不好 后队 这个方向与梦桌地界接壤 正男生他们是想从这里出境 快快 来一辆车 追上去 侯元文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可这时候 这盘山路上却没有一辆车 急得侯元文等人是只咬牙 无奈之下 侯元文指得向当地警方申请车辆支援 另一头 黑色的商务车一直在向山里开 这时候早已经进入了深山 而且前方的路也多为土路 杂草丛生 想来已经很久 没车经过了 十分的颠簸 车上后排 赵雪岩面如死灰 心头自责无比 正男生却是温和地说道 雪 别一副这样生无可恋的表情 我们立刻就可以从这里出境 只要你把我伺候爽了 我保证 我还是会把你捧在手心上宠爱的 赵雪岩这时候 根本不想听正男生的任何话 更不想回答他任何话 因为他觉得和正男生说话都是一种脏 而且想着之前正男生各种甜言蜜语 他更是觉得自己和他的相处 都是人生的污点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正男生的各种伪善温情 比起夏东阳的实在诚恳 差的不止是十万八千里 可惜 可惜夏东阳那样一个诚恳正直的人 却被自己的有眼无珠给害死了 想到这里 赵雪岩的泪又是经不住滑落而下 见赵雪岩不理会自己 正男生也不再多说 反正到时候都会将赵雪岩给卖了的 随他吧 商务车很快进入了深山 来到了一座木屋外 这木屋外杂草几乎都有半人高了 房顶已然垮塌了大半 显然已经废弃多时了 车停了下来 司机和另外两人当先下来 赵雪岩则是被正男生给硬拖了下来 赵雪岩也并不反抗 因为这时候 他的心都已经死了 人呐 不是说好在这里接应的吗 一下车 见预先联系的境外暗夜者没到 正男生便有些怒了 因为他清楚 现在江阳警局以及龙顿的人 肯定在后面穷追不舍 没有人接应 别说是出境了 很可能会迷失在这大山之中 那开车的司机便说道 南哥 他们兴许就在来时的路上 我用卫星电话联系一下他们的头 快点 正男生一脸不耐烦地说着 就在那司机准备打电话时 另外一个却突然对着头顶大喊道 有人 然而 他话音还没落 一个人影飞速便飞速从车顶扑落而下 正男生身子还在转着一半 便被那人影给撞飞出两米 滚倒在杂草丛中 那人影站定在赵雪岩身边 不是夏东阳又会是谁 原来 在之前的那个大吉甩弯 夏东阳并没有被甩下山崖 而是一如蜘蛛一般附着在车顶 只是 这商务车的车顶终究不是全景 能看见的只有一团 而夏东阳则正好是藏在看不见的死角处 一路跟随而来 等到这个机会 一出手便救下赵雪岩 看见眼前熟悉的身影 赵雪岩是一症 继而 他那面如死灰般的脸 一如注入了生命之水一般 整个人瞬间都活了起来 眼泪如绝地般的湖水 不顾一切地扑在夏东阳的怀里 双手紧紧地抱住夏东阳的腰 大哭了起来 这一刻 赵雪岩不再是那个强势高冷的女总裁 她只是一个绝树逢生的小女人 那眼泪似乎要哭尽她的委屈 懊悔 惭愧 内疚 夏东阳可不知道 赵雪岩此刻心头的想法 只当是她受到了欺骗而伤心 受到了惊吓而惊慌 她的手抬了抬 本意是想要拍拍赵雪岩的背 安慰一下赵雪岩 但想着似乎不大合适 便只好轻声道 赵总 没事了 没事了 听着夏东阳柔和的声音 赵雪岩哭得更是厉害了 这个男人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对自己是如此的温柔 这时 郑南生从砸草丛中站起身来 一张英俊的脸 因为刚才的翻滚 被地上的枯枝 挂出了好几个血淋淋的口子 看上去颇为猙獰 她一脸难以置信地 看着被赵雪岩抱住的夏东阳 而后恶狠狠地对那三个大汉吼道 你们特么的 还愣着干什么 弄她 三人得令后 同时掏出一把匕首 向夏东阳杀了过去 夏东阳赶忙将赵雪岩轻轻一拉 而后伸手将她护在身后 中间一人当先杀到 匕首直奔夏东阳的胸口要害 没有丝毫要留守的意思 夏东阳一台腿踹了过去 正中那人的腹部 那人一如虾米般倒在了地上 另外两人左右也杀到了 夏东阳驱步上前 右手一台 便抓住其中一人的手腕 顺势那么一带 那人手中的匕首 便狠狠地扎在了同伴的胸口上 啊 一声惨叫子受伤 那人口中爆出 夏东阳又一脚踹出 最后一人也倒了下去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 三人便全倒在了地上 郑南生知道夏东阳厉害 可没想到厉害到这程度 这三人也是他花了重金 在道上聘请的 却不想被夏东阳几秒钟就解决了 夏东阳瞥了一眼惊愣的郑南生 浑身杀意高涨地走了过去 这个不知道害了多少 无辜纯情女孩的畜生 今天必须要受到制裁 感受着夏东阳身上的杀意 郑南生顿时一个哆嗦 双腿一软倒在地上 双手合十作意地求饶道 夏东阳 别 别杀我 我保证没碰过他一下 他到现在还是清白的 只要你放了我 我立刻让给你 给打一千万美金 不 三千万 三千万美金 夏东阳丝毫不为所动 冷声道 被你欺骗贩卖了的那些无辜女孩子 他们现在或许已经死了 或许还在受着非人的折磨 你以为钱能弥补你犯下的罪吗 你的罪 只有用血用命来赎 夏东阳是越说越愤怒 一抬脚便重重地踹在郑南生的胸口上 郑南生仰面倒在地上 喷出一口鲜血 只感觉眼前直冒惊心 夏东阳上前 一脚踩在他胸口上 郑南生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对生的渴望 促使他不顾疼痛 连连再次求饶道 夏东阳 别 别杀我 你不是警察 你没必要为那些人杀我的 而且 我是米国的国籍 你没权利杀我 你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的 求你放过我 放过我 夏东阳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此刻 如狗一般狼狈的郑南生 语气坚定铿锵地说道 你是米国国籍又如何 别忘了 这里是华夏 敢来华夏做违法乱纪的事 任何一个华夏人 都可以杀你 他说着 右脚就欲用力 要踩碎郑南生的胸骨 让他承受着 被胸骨刺进内脏 那种非人的痛楚 而慢慢死去 等等 就在这时 后面的赵雪岩 突然喊住了夏东阳 夏东阳转头 诧异地看着赵雪岩 郑南生见 赵雪岩喊住了夏东阳 本已经绝望的他 心头瞬间泛起了希望 肯定是赵雪岩 对自己还是有感情的 他赶忙极力地抬起头 看着赵雪岩 央求道 雪 我一直尊重你的意愿 从来没有强迫过你 没做过伤害你的事 求你让夏东阳放我一马 放我一马 你欺骗我的感情 用无耻的手段 伤害我的朋友 这样还不算伤害我吗 我现在就要亲手 让你这种畜生 付出应有的代价 赵雪岩冷声说着 弯腰捡起地上的一把匕首 便向郑南生走去 夏东阳暗暗点头 这才是他认识的赵雪岩啊 郑南生看得却是面色大变 心头再一次绝望了 不断地求饶道 雪 不要 不要 放过我 放过我 眼看着赵雪岩走近 郑南生吓得身子一哆嗦 竟然是给尿了 赵雪岩面色冷烈 没有丝毫的同情 相对于郑南生犯下的罪行 他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杀杀杀 眼看着赵雪岩手中的匕首 就要向郑南生的身上扎去 左侧的树丛中 却传来了一串类似脚步 踩在落叶上的声音 夏东阳文声转过头 就见六个身着迷彩服 全副武装的男子 从树丛中钻了出来 杀了他们 郑南生也是转头看见了 第一时间大吼着 六人中围首那人一听 举起手中的手枪 就向夏东阳开枪 夏东阳赶忙一拉赵雪岩 快速地藏在了商务车的后面 他不敢有丝毫的停留 拽着赵雪岩的手 借着商务车的掩护 快速地就钻进了树丛之中 根本不给那人瞄准的机会 郑南生捂着胸口站了起来 对着六人骂道 你们愣着再来晚点 老子就没命了 兰哥 对不起 老五被蛇咬了一口 耽误了一点时间 刚才开枪那人 微微低头说着 他是这六人的老大 废物 郑南生又骂了一声 而后道 追 给老子追 一定要将那对狗男女给弄死 那老大瞥眼看了看地上的三个大汉 问道 那南哥 这三个人怎么办 你说呢 郑南生冷眼看了他一下反问着 那老大立刻会议 手枪直接对着那三人 三人急忙求饶道 南哥 别别杀 砰砰砰 但他们话 还没说完 那老大便接连三枪 每一枪都打中他们的眉心 三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死不瞑目 其实在郑南生 最初雇佣他们的时候 虽然许诺了不少的用金 而且还有不菲的定金 但郑南生就没有想过 让他们活着 离开这片大山 有道是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不过如此而已 追 郑南生一声冷喝 一行七人 快速向夏东阳二人追击而去 前方不远的树林中 夏东阳拉着赵雪岩 快速地向更深更茂密的树林中跑去 对方有六人 手上还有枪 夏东阳就算是在厉害 他终究也是血肉之躯 哪里敢正面对抗 最重要的是 现在身边还有一个赵雪岩 刚才那一番能逃出来 完全是靠着有那辆商务车阻拦视线 所以 这时候夏东阳根本不敢停留 他清楚郑南生那种人 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和赵雪岩的 最重要的是 赵雪岩可是他的提捆机 啊 突然 赵雪岩一声惨呼 扑倒在地上 夏东阳急忙停住脚步 转身问道 怎么了 赵雪岩一脸痛苦地捂着右脚 说道 我的脚崴了 我背你 夏东阳立马将赵雪岩给扶了起来 而后背在背上 快步向前走去 匆忙间 也是忘了赵雪岩的右鞋落地上了 赵雪岩也没功夫顾及鞋 一脸急切地说道 夏东阳 你别管我了 郑南生他得利用 我向我爸要钱 不会杀我的 你背着我跑不掉的 然而 夏东阳却是并不回话 展开脚步 便快速向深山中跑去 赵雪岩更是大急地说道 夏东阳 你听见没 快放我下来啊 不然你也会没命的 我之前已经对不起你了 你不要为了我搭上自己 夏东阳 你听见没啊 我答应过伯父 一定会把你安然带回去的 夏东阳语气坚定地说着 赵雪岩一听 急忙又说着 夏东阳 你不见我什么的 这种情况下 我爸也不会怪你的 你快把我放下吧 赵总 别说话了 保存更多的体力 我们可能得在山中逃一段时间了 夏东阳语气十分平静地说着 赵雪岩知道 这个男人为了一个承诺 就算舍了命也得兑现 他更知道自己是劝不动夏东阳的 这一刻 不管夏东阳是出于什么原因 他整个人已然融化在 男人厚实宽阔的后背上 眼泪是不自禁地滴落而下 这是那贱人的鞋 他们就在前面 快点追 这时 后面隐隐传来了正男生的叫骂声 夏东阳更是不敢解慢丝毫 一路向深山中跑 侯元文这边 好不容易是拦下了一辆皮卡车 出示证件表明了身份后 司机也是通勤打理 十分愿意配合警方 直接将车交给了侯元文 侯元文开着车 很快就拐进了那条土路 不多时 就隐隐听见枪声传来 他不敢怠慢 赶忙加快车速 终于是追到了那破烂的木屋外 一行人拔出手枪 严阵已带地下了车 结成相互依靠的阵形 靠近那三个大汗的尸体 侯队 他们都是一枪毙命 身体还是热的 刚死不久 康义快速地查看了三具尸体说着 侯元文点头道 看来是刚才的几声枪声 四处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尸体 或是活口 是 康义几人持枪 快速向四周散开 在周围查看了一圈后 自然是不会发现尸体和活动 这时 一个队员便指着 刚才那六人过来的地方 说道 侯队 这边有情况 侯元文以及康义等人 急忙聚了过去 侯元文摸了摸被砍断的小树枝 而后说道 这是新的痕迹 上面的树浆还没干透 他们应该是从这里跑了 追 一行六人沿着这条 被拿六个武装男子开出的路 快速地向深山中追去 然而 他们毫不知道 追击的方向 与夏东阳所逃的方向 是截然相反的 天很快黑了下来 而且很不巧的是 还下起了雨 这让山中的光线更加的黑暗 夏东阳将赵雪岩给放了下来 赵雪岩想着 夏东阳肯定是累了 便说道 天黑了 夏东阳 他们应该追不到我们了 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避雨吧 夏东阳却摇头道 不 我看对方十分的专业 我们未必躲过了他们的追踪 而且 这里也没有安全合适的躲避处 可以越下越大 你的手机已经快没电了 再往里走的话 很危险的 赵雪岩一脸担忧地说着 即便是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 他也只能依稀看见前方两米的情况 没事 不用开灯 留着电 保护好手机 别被尽透了 一旦有信号 我们就求救 夏东阳说着 直接将赵雪岩来了一个公主抱 把她给抱了起来 赵雪岩急忙道 夏东阳 你身上有救伤 胸口之前又被我刺伤了 你放我下来 我能勉强走路的 夏东阳却说道 没事 这样抱你 能少淋一点雨 夏东阳 赵雪岩喊了一声夏东阳的名字 却是再也说不出话来 泪水又是经不住滑落而下 这个男人 在这个时候 竟然还在考虑着 怎么样让自己能少淋一点雨 这是何等的细心 何等的柔情 何等的呵护 赵雪岩整个人 整颗心都要融化了 她知道 这个木讷的男人说出这句话 绝对没有对自己 带着其他的感情在内 只是单纯地想要尽可能地保护 照顾好自己 可赵雪岩的泪水 仍是经不住滑落而下 她泪眼朦胧地仰望着夏东阳 仰望着她那不知道满是汗水 还是雨水的脸 这一刻 她只觉得眼前这个男人 才是自己一辈子的依靠 她就这么呆呆地看着夏东阳 而 一滴水自下东阳的下巴处滴落而下 正好落在赵雪岩的嘴唇上 那一瞬间的冰凉 将赵雪岩从出神拉回现实 她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咸 是咸的 这是汗水 这是这个男人的汗水 虽然是大热天 但大山里与外界的温差十分大 加上又下雨 所以很有几分凉意 可夏东阳这回硬是满头大汗 可见她是有多累 这一刻 赵雪岩的心 一如被针扎式的痛 她想劝夏东阳 放自己下来休息一下 可她知道 这个男人再没确定安全的情况下 肯定是不会停下来的 她心头其实很想问夏东阳 为了一个承诺 你这样拼命值得吗 可她生怕这时候自己说话 一来让夏东阳分心 二来更让夏东阳多耗费体力 所以便这一刻 这个男人满是汗水的脸 温暖的胸膛 强有力的心跳 全部深深的铭记下来 她默默的紧了紧环着夏东阳后颈的手臂 这样或许可以让夏东阳稍微省力一点 雨越下越大 即便是有夏东阳的刻意遮挡 赵雪岩身上也已然被雨水浸透了 灵湿的裙子紧紧的贴在她身上 那曼妙的身姿几乎是一览无余 但夏东阳却是毫无心思来欣赏 因为后面不远 竟然不时地传来光束 透过树林的缝隙射来 她清楚自己是猜对了 对方队伍中真的有擅长追踪的人 这一路来 夏东阳都尽量地做到遮掩痕迹 可这雨刚下不久 对她脚印的隐藏十分的不利 加上抱着赵雪岩 她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掩盖 所以被后面的人一直寻着蛛丝马迹 这时候 夏东阳的手机突然传来 电量低于15%的提示声 赵雪岩低声道 夏东阳 我们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 否则等会手机没电了 我们就寸步难行了 夏东阳也是低声回道 你把手机先关了 哦 赵雪岩以为 夏东阳是要停下来休息了 哪知道关了手机后 夏东阳仍然是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 赵雪岩看的是心惊胆战地喊道 夏东阳 别走了 不然我们都会摔死的 没事 夏东阳一面回着 脚步仍然不停 赵雪岩抱住夏东阳的手 不禁更是紧了紧 因为此刻对于他来说 前面简直就是一片黑暗了 可走了一段 夏东阳却似安不当车 赵雪岩这才稍稍放松下来 一脸惊骇地问道 夏东阳 你你能看见 夏东阳微微点了点头 却是谦逊地说道 勉强能看见 这一下可把赵雪岩 更是惊骇得目瞪口呆 好一会儿方才道 夏东阳 你到底还有多少神器的能力 夏东阳也没回答 赵雪岩也没再问 不过 他对夏东阳却是愈发地好奇了 女人啊 有时候就是这样 身在危险之境 却还是改不了爱八卦的天性 又走了一会 夏东阳发现一个在坡上的小山洞 他将赵雪岩放下 四处查看了一下 便说道 赵总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 我出去一下 夏东阳知道 这样逃的话 自己的体力终究比对方消耗得快 被追上只是时间问题 唯有的方法就是趁着夜黑 利用自己能夜市的优势反杀 别 夏东阳 别走 哪知道夏东阳话音一落 赵雪岩面色一变 一下蹦了起来 然而 他却忘记了脚上的扭伤 脚下一软 就向夏东阳扑去 无巧不巧的 嘴唇还重重地亲在夏东阳的嘴上 二人四目相对 这一刻 时间似乎都停止了流转 山洞虽然黑暗 但赵雪岩手中拿着夏东阳的手机 进来的时候 还打开了手电筒 所以 借着昏暗的光线 二人四目相对 彼此都能看见 对方眼中的惊讶与错棱 集许后 赵雪岩是当先回过神来 惊慌的一把重重推开夏东阳向后退去 可他却仍是忘记了脚上的扭伤 顿时他一声痛呼 身子一个踉呛 便向地上倒去 夏东阳强行稳住身形 一把抓住赵雪岩的手腕 奋力一拉 赵雪岩身子头一仰 便向夏东阳冲了回来 可无巧不巧的 赵雪岩这一倒冲回来 竟然一下 又亲在夏东阳的嘴上 二人同时又是双眼圆瞪 错棱地看着对方 这次便是夏东阳当先回过神来 轻轻扶正赵雪岩而后退开 连忙道 赵总 对不起 刚才 什么也别说 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赵雪岩连忙打断了夏东阳的话 微微侧过身 根本不敢看下东阳 这时候 他一颗心跳的自己几乎都能听见声音 一张俏脸更是羞红一片 他就知道 每一次和夏东阳单独相处的时候 自己总会吃亏 第一次让夏东阳进别墅 被他看见走光 去工地时 也因为意外被亲了一下 那次狗血炸弹后 在办公室给他处理身上的伤势 自己还无意亲了他的那里一下 赵雪岩觉得 夏东阳肯定是自己前世的债主 自己上辈子肯定欠拿很多 不然怎么都是自己吃大亏 可即便是如此 赵雪岩却并没有意识到 他心头其实并没有责怪夏东阳 一点也没有 夏东阳自是不知道 此刻赵雪岩内心在想那些 他只得不再说话 昏暗的山洞中 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气氛尴尬 又带着些许异样 过了一会 夏东阳方才道 赵总 我出去一会 夏东阳 别 赵雪岩又是一级就要上前 脚下又是一软 夏东阳本想上去扶他 可想着刚才接连的两次意外 他又硬生生止住了脚步 赵雪岩斜斜地倒在地上 看着夏东阳处在那里 心头是恨得牙痒痒的 见过傻的 没见过这么傻的 经不住骂道 你个死木头 还不快过来扶我 哦 夏东阳木讷地点了点头 上前将赵雪岩扶起来 而后坐在旁边的石头上 赵雪岩转头看着夏东阳 问道 你要去哪里 要丢下我一个人吗 不是 我不会丢下你的 夏东阳语气坚定地说着 那你出去干什么 赵雪岩不解地问道 好不容易找地方躲起来 这时候应该藏好才对 夏东阳看了看外面 低声道 他们就在我们后面不远 我们迟早会被追上的 他们身上有强电光 这个山洞也并不安全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趁着他们还没追上来 我借着黑暗掩回去 将他们引开 赵雪岩听得大惊 下意识地一把抓住夏东阳的手 急切地说道 别 夏东阳 太危险了 他们有六个人 加上郑南生就七个人 而且手上还有枪 你一个人很可能会没命的 夏东阳却是与其平静地说道 你忘了 我能夜市 这是我最大的优势 放心 没事的 不 我不让你去 绝不让 赵雪岩死死地抓着夏东阳的手 他知道 这个男人是要独自去拼命 为自己争取活命的机会 夏东阳叹了一口气 说道 赵总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否则我们都会死的 赵雪岩急切地冲口出道 就算死也一起死 我绝不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夏东阳 我求你了 别去 说到这里 赵雪岩再也经不住 泪水滑落而下 此时此刻 他不再是高冷的女总裁 只是一个弱女子 一个被夏东阳保护的弱女子 面对夏东阳不畏生死的庇护 他不惜祈求着夏东阳 因为在他看来 夏东阳这样出去 就是以卵击石 无异于是送死 夏东阳一翻手 也是紧紧地 抓着赵雪岩的小手臂 说道 赵总 你冷静点 你听我说 不 我不听 我不听 赵雪岩抬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极力地摇头说着 夏东阳只好用双手 将他的手给抓下来 用力地摇晃了两下 双眼直视着赵雪岩的眼 而后低声喝道 赵雪岩 你必须听我说 赵雪岩愣愣地看着夏东阳 紧咬着夏嘴唇 任由眼泪不断地滑落而下 夏东阳低声道 赵总 等会我出去后 会用一些树枝 将洞口给遮挡住 你尽量躲在山洞最里侧 将手电给关了 就点开屏幕 这样 手机的微弱光线 外面也看不见 我会尽力 将他们往另外一边引 记住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 一定不能出来 你只需要等到明天天亮 然后出来向相反的方向走 我相信 龙顿侯元文他们 一定会找到你的 一定要记住我说的 夏东阳又叮嘱了一句 这才起身向外面走去 夏东阳 赵雪岩却是站起来喊住了他 夏东阳转过身 赵雪岩却是一步上前 在夏东阳脸上 重重轻了一下 夏东阳瞪大着双眼 整个人都愣神了 就那么定定地看着赵雪岩 赵雪岩这回 却是没有任何羞涩 同样是双眼定定地看着夏东阳 语气坚定地说道 夏东阳 你记住 我会在这里等你 你不回来 我哪里也不去 嗯 我一定会回来的 夏东阳重重地点了点头 而后毅然转身向外走去 看着夏东阳的背影 这一刻 赵雪岩只觉得 这个男人是那么的高大 那么的英勇 他似乎都能撑起整片天 赵雪岩紧握着拳头 看着夏东阳 用树枝将洞口给遮住 低声道 夏东阳 你一定要回来 说着 他这才依照夏东阳之前所说 躲在洞内最里侧 黑暗 瞬间吞噬了整个山洞 只有那点点微弱的屏幕光线 但赵雪岩并不怕 因为这时候 他心头只有感动 只有担忧 只有期盼 期盼那个男人 能安然归来接他 江阳城 烧烤店这边 李晶晶带着夏东清 回学校上晚自习了 走的时候交代了于飞 说是夏东阳回来 立刻打电话 给他们报平安 因为有之前的宣传效应 所以晚上前来的时刻 那是爆满 可夏东阳迟迟未归 让于飞十分的着急 毕竟 可还指着夏东阳的烧烤手艺 许昊成也只有被赶鸭子上脚 可许昊成一来 手艺的确是不过关 二来时来的客人实在太多了 他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没办法 就连赵如龙也被赶到了厨房 跟着许昊成一起烧烤 可这样还是功不应求 很多时刻等不及 便是离开患下家了 于飞只得连连陪笑 一个劲地说着招呼不周 心头更是不断地骂着夏东阳 可他心头却是更担心 因为他清楚夏东阳的性格 夏东阳绝对不可能毫无理由地离开 就在于飞又送走了一波等不及的时刻 准备回柜台时 却有人对他喊道 于飞小姐 东哥 于飞转过身 只见乔振东带着两个脑袋 大脖子粗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乔振东直道 我知道夏兄弟还没回来 你们肯定忙不过来 这找了两个烧烤师傅过来 应应急 于飞听得是面上大喜 乔振东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他连忙说道 谢谢东哥 谢谢东哥 客气了 乔振东微笑着 而后对那两个烧烤师傅说道 完全听于飞小姐的指挥 拿出你们的压箱绝技 清楚吗 是 东哥 二人躬身 一口同声地回着 有了这两位烧烤师傅的加入 店里算是转过来了 可夏东阳迟迟不归 于飞心头的大石却一直放不下 华阳集团中 刘洪会同财务部长郭仁星 技术部长沈良 已然筹集了三百亿资金 时间也已经过了约定的五个小时 不过他们并没有把钱打过去 因为之前侯元文来了电话 说是让赵正明这边稳住 他们连同夏东阳正在救援赵雪岩 而且到现在 也一直没接到郑南生的电话 当然 没有接到郑南生的电话 那就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时候 刘洪虽然心急 却只得耐着性子 等待着侯元文的再次来电话 云省与缅川梦捉接壤的大山深处 仍然下着大雨 茂密的森林中 隐隐可见几道强光扫射着 这是郑南生七人 在追击着夏东阳与赵雪岩 他们的速度也不快 毕竟 要在这雨林中 找到夏东阳有意掩盖的痕迹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时 那蹲在地上 查看痕迹的暗夜者 领头站起身来 说道 他们应该是走的右边 看他的步伐不大 他肯定是背着那个女人 走不了多快 跑不了多远的 另一人便说道 老大 如果是我的话 这时候 应该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否则迟早会耗尽体力 被我们追上的 那暗夜者领头点了点头 说道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郑南生十分不耐地说道 别多说废话 追 我要在赵雪岩面前 慢慢折磨死夏东阳那狗娘养的 一行七人寻着踪迹 直向夏东阳所找的那个山洞追去 方向丝毫没有错误 而他们此刻所处的位置 距离赵雪岩藏身的山洞 不过一百多米远而已 只要转过前面那个小坡 他们手中的强光手电仔细看的话 定然能发现那个山洞的 啊 夏东阳 小心蛇 就在几人刚准备转过那小山坡时 左边的林中 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惊呼 快 快 我背你 走走走 紧接着便传来夏东阳急切的声音 是那个贱人的声音 在那边 追 郑南生立刻听出来是赵雪岩的声音 对着六个暗夜者大喊着 六人左手持手电 右手持手枪 快速地向发生的地方冲去 郑南生也手持着一把手枪跟着 他十分地小心谨慎 所处的位置是六人的中间 进退都有度 杀杀杀 前方树林中 传来了奔跑踩在落叶上的声音 郑南生一行 凭借着手电快速追击 隐隐就看见一个人影在快速地跑着 在前面 追 郑南生大声喊着 可当七人追了一段距离后 却是不见了任何动静 而且 前方出现了一个大山坡 那暗夜者领头挥手 示意大家停下来 然后说道 他背着一个人 不可能有我们这么快的 他肯定是躲在附近某个地方 两两一组散开 郑南生狠狠地补充道 看见就开枪 死活不管 是 南哥 六人便两两散开 而郑南生则是跟着那暗夜者领头一队 这样可以最大可能地保证自己的安全 当然 这时候 他也是有恃无恐 毕竟 夏东阳就算再厉害 那也扛不过子弹吧 那暗夜者老大猜得一点不错 夏东阳的确是没走远 他这时候 就趴在距离几人停留之处的右侧 不过十来米远的一个小坑之中 当然 赵雪岩这时候 还藏在山洞之中 并没有和他一起 刚才所谓的蛇 所谓的尖叫声 都是他模仿赵雪岩的声音 这是在部队时 经过特殊训练 才能练就的口技 这项能力在平日看来 并没有什么作用 但在特定的环境和情形下 总能发挥出独到的作用 正如现在 他成功地迷惑了郑南生几人 其实 夏东阳最初就并没有打算 真的引开郑南生几人 也不可能引都太远 他想的是 要将几人击杀 此时此刻 他趴在小坑之中 尽力地放缓气息 他手中紧握着之前 赵雪岩捡起的那把匕首 一如一条折服在沙中的响尾蛇 只带猎物靠近 正中夏东阳的下怀 这时 两个暗夜者侧着身 彼此相隔着半米 相互照应地缓缓向夏东阳缓缓靠近 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却是在向死神靠近 三米 两米 一米 夏东阳猛然抱起 寒光之黑夜中炸起 横滑而过 突破 两道血液喷溅而出 两人双眼猛瞪 直挺挺地向地上倒去 砰砰 左边的暗夜者 在倒下的同时 凭借着意识 或许也是最后的挣扎 竟然连开了两枪 在那边 正男生一声大喝 几人急忙快速围了过来 只见两个同伴倒在地上 喉咙处不断地涌出鲜血 喉咙处发出赫赫的声音 浑身都在颤抖着 做最后的挣扎 老五 老六 那暗夜者老大一声悲呼 砰砰砰 狗娘的 给老子出来 出来 其中一个暗夜者 愤怒地咆哮着 手枪对着前面 连连开了几枪 老三 冷静点 那暗夜者一声爆喝 制止了暴脾气的老三 紧接着 他环视了四周一圈 冷声道 他一定在附近某个地方看着我们 等待着机会偷袭 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从现在起 大家聚在一起 不要分开 相互照应 用强光手电扫就行了 正男生指道 只要找着那个贱人 不怕他不束手就轻 男哥 待在我们中间 那暗夜者老大提醒了一声 五人抱成团 强光电向四周扫射着 寻找着夏东阳的踪迹 枪声打破了 这大山中的寂静 藏在山洞中的赵雪岩 吓得浑身是一斗 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知道 夏东阳肯定是被正男生本人给发现了 他紧握着手机 蜷缩着身子 心头不断地祈求着 夏东阳一定会没事的 他那么厉害 一定会没事的 枪声传到老远 在相隔石头里的树林中 侯元文六人还在大山中 寻找着夏东阳与赵雪岩的踪迹 他们身上也早就被大鱼给浸透了 但他们 每个人都没有放弃 没有丝毫的停歇 是枪射 康义惊呼着 在那边 另一个队员抬手指着枪声方向 侯元文暗松了一口气 说道 看来之前的方向是接应的人进来路 不是他们离开的路 这个方向才是对的 侯队 你真厉害 康义惊不住说着 这并不是拍马屁 而不是打心底的佩服 其余几人也是身以为然 那是因为 之前追击了一段距离 侯元文便从几根被削断的树枝断裂痕迹上 发现了端倪 毕竟 向前走和向后走 索枭树枝出现的刀口是不一样的 这是个极为小的细节 哥一般人的确是很难发现 可见侯元文却是心思缜密 不过 此刻他却没有丝毫的自得 反而面色十分不好的说道 厉害 我要真厉害的话 就不会追了那么远才发现不对劲 听刚才的枪声 起码还在树里之外 别担个时间枪上膛 急速前进 是 侯队 一席六人向着夏东阳等人所在的方向 冒着大雨 急速奔袭而去 而这时候 夏东阳却是趴在一个小鞋坡上 躲避着郑南生 以及其余四个暗夜者的强光手电 那暗夜者老大挥了挥手 几人围成一个圈便先前推去 而他们所推进的方向 与夏东阳所藏身的方向 全然相反 夏东阳耳力远超常人 他甚至没有抬头 也凭借着几人的脚步声 判断出他们所搜寻的方向 于是 他屈指向左边弹出一枚硬币 这一下正中一棵树的树干 发出啪的一声响 在那边 那暗夜者老大一声大喝 几人手中的强光手电 同时向左边扫射而去 继而推着战圈 快速向那边靠近 夏东阳微微一抬头 左手一猛然一指 啊 一声惨叫传来 几人急忙转身过来 只见一个同伴扑倒在了地上 他的后背上 插着一根直径大约二三厘米 长近两米的树枝 还不知道刺入身子多深 但看样子 八成是活不了了 老四 老四 几人纷纷一声悲呼 狗娘养的 出来 滚出来 暴脾气的老三 沿着老四背后的方向就冲出去 手中手枪是连续的一阵乱打 砰砰砰 老三 回来 那老大急忙大喝着 冲过去 要把离队的老三给拉回来 嗖 一道轻微的破风声响传来 又是一根树枝 从右侧飞速射来 小心 那老大颇为警觉 一声大喝间 赶忙拉开那老三 啊 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老三爆出一声惨叫 只见他又腰处 被几乎同样大小长短的树枝给插中 郑南生几人急忙围了过来 看着如此情形 各个心头都不禁是一颤 背心冒着冷汗 要知道 树枝这原始的武器 就算是削得再尖锐 要飞过一段距离 再刺入人体 这不知道的有多大的投掷力 造成的飞行速度才行 可怕 这实在太可怕了 这一瞬间 郑南生几人更是如芒在背 只觉隐藏在这四周黑暗中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尊死神 而他的起身镰刀 似乎就对着自己 越是想 恐惧便越是在几人心头 滋生蔓延开来 郑南生惊慌地喊着 快离开这里 这时候 相比起性命来说 什么找下东阳报仇 什么抓住赵雪岩 向赵正明勒索前 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老二 你来处理一下老三的伤势 那暗夜者老大 对身边警戒的老二说着 这时候 他得要亲自警戒了 郑南生却是急切地说道 他活不了了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离开这里 不行 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不能丢下兄弟 那老大语气坚定地说着 郑南生顿时怒了 一抬手 手枪便对着那老大的胸口 咆哮道 老子给了你钱 让你走就走 对于郑南生来说 这些个暗夜者的死活 他才懒得在乎 反正他给了钱 就算是买了他们的命 他就是老大 可同一时间 那老大手中的枪 也指着郑南生的裆部 冷声道 你他妈有种开枪试试 大不了一起死在这里 二人就这么僵持起来 藏在暗处的 下东洋药的就是这个效果 当即抓住这个空档 连连飞制出 两根事先消尖的树枝 向郑南生 和那暗夜者老大 飞射而去 可那暗夜者老大 与郑南生 却是默契的一蹲身 同时抬手 就向下东洋 现身的地方开枪 圈套 他们刚才的闹白与僵持 竟然只是个圈套 目的就是要 引下东洋再次动手 的确 这是一个圈套 一个郑南生 自导自演的圈套 他刚才在发怒的时候 便已然用眼神 暗示那暗夜者老大 他们合作了很多次 虽然是金钱往来 但终究还是培养了 一定的默契 那暗夜者老大 历史会议 便演了这么一出 窝里反的好戏 夏东洋即便是眼神再好 也不可能看见 郑南生与暗夜者 老大的眼神交流 出手便暴露了行踪 砰砰砰 子弹击射而过 黑夜中 火花闪烁 夏东洋藏身的大树 瞬间被打成了马蜂窝 二人先后停下手来 手中的强光手电 扫射过去 并没有见到夏东洋的尸体 当然 夏东洋在 飞制出两根尖锐树之后 便已然又快速地 换了一个方位 这才是显显地 躲过了二人的圈套击杀 他藏身在距离之前 那棵树 不过三米远的 另一棵树后 左手紧握着匕首 未敢轻举妄动 因为现在手电强光 就罩着他藏身的树干上 那暗夜者老大 抬手对郑南生示意 让郑南生 掩护自己向前靠去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刚才那么短的时间 夏东洋绝对不可能离开 那藏身之处太远的 一定就在强光手电所 照耀到的范围中 某棵树的后面 而且 夏东洋手上肯定没有枪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用这样 原始的方法 所以 他才敢靠上去 郑南生点了点头 而这时 那老二也给老三 简单地处理好了伤势 二人也是站起来 强光手电 将夏东洋藏身的周围 照耀得更是宛如白昼一般 那暗夜者老大握着手枪 微微弯曲着腿 沉着身子 全神戒备地 向下东洋所藏的范围靠近 郑南生三人 则是在后用枪掩护着 刺把手枪齐齐 对着下东洋所藏的地方 这一刻 偌大的深山之中 又回到了最初的寂静 几乎落真可闻 而随着那暗夜者老大的靠近 这片寂静的森林中 气氛似乎都变得浓稠压抑起来 肃杀的气息 正在急剧地蔓延开来 仿佛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掀起一场可怕的暴风骤雨 藏在树后的下东洋 左手握着之前赵雪岩捡来 本意是要让郑南生 付出代价的那把匕首 他不敢轻举妄动 知道这时候 自己一旦有一点动静 等待自己的 绝对是枪林弹雨 他平住着呼吸 让心境变得平静下来 甚至心跳都慢了下来 他倾听着那暗夜者老大 有意掩盖的细微脚步声 他必须要等到那暗夜者老大 距离自己最近时陡然发难 才有可能化解这一次的险境 赵雪岩凭借着 夏东洋手机的屏幕光 在黑暗的山洞中 孤寂地等待着 之前的密集枪声 让他整颗心都 跳到了嗓子眼 而这时 枪声平息了一会 他在极度的担忧中 经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夏东洋会不会已经遭到了不测 他身上还有旧伤 郑南生他没有那么多人 手上还有枪 越是想着 赵雪岩便越是担心害怕 他紧捏着手机 心头不禁暗骂着自己 赵雪岩啊 赵雪岩 为什么每次 你都要让夏东洋来保护你 他不欠你什么的 你刚才不是还口口声声说 就算死也要死一起吗 现在为什么一个人 当起了缩头乌龟躲在这里 你这算是什么 难道你 非要等到夏东洋死了 去给他收尸吗 赵雪岩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用 这么懦弱了 想到这里 赵雪岩一下站起身来 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弱灯光 向山洞中走去 另一面 暗夜者老大越发地 接近夏东洋所藏身的大树 而越是接近这片区域 他的心便是不自禁地 加速跳动起来 特别是想着 刚才三个惨死的兄弟 他手心就有些冒冷汗了 经不住松了松手指 意图让自己紧绷的神经 缓和放松一点 他的运气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眼前这棵树 并不是夏东洋藏身所在 夏东洋藏的树 还在右前面一点 这两棵树 只是挨着的 甚至可能是同根的 一棵在前 一棵在后 四米 三米 藏在树后的夏东洋 凭借着惊人的听力 判断着暗夜者老大 与自己的距离 眼看着暗夜者老大 接近那棵树 郑南生几人 也是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 一直扣在扳机上 有些发僵的手指 做好随时开枪的准备 气氛变得空前的压抑凝重起来 陡然 那暗夜者老大脚下一发力 他也是有点小聪明 突然这么一加速 想要杀夏东洋一个措手不及 可当他一个剑步来到大叔左侧时 术后却是没有夏东洋的身影 他紧绷的神经 下意识地就是一松 后面的郑南生等人一剑 也是同样如此 就在这时 藏在有前面不过半米多远术后的夏东洋 快速闪身而出 左手猛然一挥 寒光闪过 血光乍起 那暗夜者老大 下意识地抠动扳机 却并没有听见枪响 他转眼一看 却惊魂地见自己右手扣着扳机的食指 竟然断裂了 鲜血正喷剑而出 而这时 他方才感觉到追星的疼痛传来 可见夏东洋这一匕首 那得是有多快 暗夜者老大 反应也是快 忍着剧痛 抬手就着枪托向夏东洋太阳穴砸去 可手还没抬起来 却见眼前又一道寒光闪过 紧接着 他还未抬起的手 便无力地垂了下去 鲜血自他的咽喉要害处 如柱般喷剑而出 他双眼猛瞪着 下意识地抬手向咽喉处捂去 同时亮枪地向后退去 这一切说实时那时快 却不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加上夏东洋所出现的位置 正好又被暗夜者老大的身子挡住 可说是抓准了时机 更是占据了地力 暗夜者老大这亮枪一退 郑南生三人立刻发现了不对劲 同时向夏东洋开枪 夏东洋猛然一拉暗夜者老大的身子 用来做抵挡 同时一把抓过他手中的手枪反击 扑扑扑 砰砰砰 暗夜者老大的身子 瞬间被打成了马蜂窝 而夏东洋也趁机开了两枪 两枪都分别击中那老二老三的胸口 二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郑南生健壮 面色大害 也是不顾得那么多了 横冲着就向右边的树林中逃跑 夏东洋推开暗夜者老大的身子 抬手就向郑南生开枪 可枪中却没有了子弹 而这时候 郑南生已经跑进了密林之中 他只好向那边追去 可一动不知下 顿时左腿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剧痛 原来 在刚才的激战中 他终究还是没被那暗夜者老大的身子全部挡住 左大腿外侧也是被击中了一枪 虽然没伤及骨头 但这时候也是鲜血狂飙 可想着郑南生做的那些恶事 绝对不能让郑南生这种畜生不如的东西跑了 夏东洋当即一咬牙 忍着剧痛向郑南生追了过去 密林中 郑南生是头也不回的荒不择路逃跑 跑了没多久 陡然见前面竟然有一道模糊的人影 斜着暗淡的灯光而来 夏东洋凭借着惊人的心理素质 以及战斗能力 凭借着原始的工具 将六个暗夜者全部击杀 郑南生吓得试魂都快出窍了 完全没想到在这样的局势下 自己这边会败得这么惨 这些年的行骗 他也不是没遇到过危险 可他心头发誓 夏东洋绝对是他碰到过最厉害 最可怕的人 郑南生在密林之中慌不择路地逃跑 他不敢回头 因为他能听见 后面传来越来越近的追击脚步声 惊慌之下 他脚下一踩空 一头栽倒在地 这一下也是摔得太不清 他深吸了一口气 咬着牙 几乎是手脚并用的向前逃去 却见前面竟然有个人影 他急忙将强光打过去 就见来人竟然是赵雪岩 他心头顿时大喜 这可真是绝处逢生 只要抓住赵雪岩 夏东洋便投鼠忌气 的确 来人正是当心夏东洋安危 循着枪声 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弱光线 摸索而来的赵雪岩 突然被强光照住双眼 赵雪岩下意识地抬手遮着眼 可他立刻回过神来 夏东洋是没有强光守电的 是郑南生的人 他心头大惊 赶忙转身就跑 可郑南生已经追近 一把将他的胳膊给抓住 而后低声笑道 真是天不枉我呀 你竟然自动送上门来 跟我走 畜生 放开我 放开我 赵雪岩极力地挣扎着 却又如何能挣脱郑南生 这样一个高大的男人呢 继而他惊慌地问道 夏东洋呢 你们把夏东洋怎么样了 郑南生想着 这时候夏东洋肯定在后面追击 如果赵雪岩继续反抗的话 自己未必能带他走多远 只有让他死心 当即便冷声道 我都在这里 你觉得他还能活吗 赵雪岩一听 脑袋中立时 轰的一声 身子差点没栽倒在地上 整个人都如湿了魂一般 眼泪更是不断滑落而下 喃喃地念着 夏东洋 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你 看赵雪岩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郑南生心头得意冷笑着 更是加快了步伐 拖着赵雪岩向前跑 后面不远 夏东洋拖着不断流血的腿 咬牙向郑南生追近 凭借他在黑夜中的眼神 隐隐看见郑南生拖着一个人影 他心头猛然一颤 这时候 在这大山之中 除了赵雪岩 还会有谁呢 他跑出来了 当即更是咬牙全速向前追去 可这样一来 便更是加速了他伤口血液的流失 可这时候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被郑南生拖着走了一段 赵雪岩回过神来 如果夏东洋真的死了的话 郑南生用得着这么慌忙的逃跑吗 他在骗自己 夏东洋肯定在后面追 或许就在后面不远 想到这里 他便拉开嗓门喊道 夏东洋 夏东洋 我在这里 在这里 他喊着 同时大力地挣扎着 郑南生听得大怒 反手一下 打在赵雪岩的脸上 他手上本就拿着枪 这一下 几乎相当于是一拳了 打得赵雪岩是嘴角立石一出血来 贱人 再特么废话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了结了你 走 郑南生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然后大力地拽着赵雪岩向前跑 夏东洋一听赵雪岩的喊声 心头更是急切 一再地激发体力 努力地拉近与郑南生的距离 前面 赵雪岩仍然是死命地挣扎着 几乎地被郑南生给拖着走了 陡然 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断层 郑南生停下脚步 探身用手电照了照 强光手电也是照不到地 他赶忙拖着 赵雪岩向左边 沿着断层逃 可这时 夏东洋已然追近了 郑南生无奈之下 值得站定了身子 赵雪岩见夏东洋真的没事 真的追来了 顿时大喜地喊着 夏东洋 你没事太好了 太好了 见赵雪岩看上去也没什么大碍 夏东洋算是放心下来 然后转眼看着郑南生 冷声道 郑南生 你已经无路可走了 我劝你束手就擒 还能减轻一点你的罪恶 哈哈 郑南生大笑了起来 手枪抵在赵雪岩的太阳穴上 肆无忌惮地说道 老子有他在手上 你能奈我何 夏东洋 你屡次坏老子的好事 你追怪正好 你不是很厉害吗 我现在我要你跪下来 否则 老子就在这女人身上开一枪 这时候 郑南生也是回过神来 自己有枪在手上 而且还有赵雪岩在手上 自己就是主宰 怕什么夏东洋啊 刚才何必跑这么远呢 累得够呛 赵雪岩一听 连忙对夏东洋喊道 夏东洋 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你快走 别管我 闭嘴 贱人 郑南生冷冷地对赵雪岩骂了声 然后对着夏东洋喝道 夏东洋 我数到三 你再不跪 老子就在他腿上开一枪 让他变成瘸子 一 夏东洋紧咬着牙关 紧握着拳头 他向来只跪天地跪父母 现在要给郑南生这诸狗不如的东西下跪 心头的憋屈与不甘可想而知 可现在郑南生有枪在手上 又有赵雪岩作为人质 他不敢拿赵雪岩的安危冒险 二 郑南生拖长了声音数着 这种掌控夏东洋生死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好 我跪 夏东洋冷冷地说着 而后缓缓向下跪去 他双眼紧盯着郑南生 左手中的匕首 随时准备着出击 只要郑南生得意忘形 那便就是他的机会 不 不要 夏东洋 看着性格那么刚毅 不屈 郑一下东洋 为了自己给郑南生 这个罪犯下跪 赵雪岩眼泪不断地滑落 连连摇头说着 心痛的都在滴血 哈哈 郑南生得意地笑了起来 连连说着 爽啊 这感觉就是爽啊 他说着 眼神中陡然闪过一丝狠辣之色 毫无征兆的一抬手 就向夏东洋开了一枪 碰 不 赵雪岩惊魂的一声尖叫 只见夏东洋又肩上 鲜血狂飙 郑南生这一枪并没有要他的命 郑南生 你个畜生 畜生 赵雪岩心痛地连连骂着 奋力挣扎着 郑南生干脆将手中的手电丢在地上 正对着夏东洋 而后一把揪起赵雪岩的头发 丧心病狂地说道 老子就是要在你面前 折磨死他 怎么样 心痛了是吧 求我呀 你求我呀 赵雪岩泪眼朦胧 心如刀割地看着血流不止的夏东洋 自己已经连累这个男人 几次受重伤了 每次都是他来保护自己 他按下决定 这次也该换着自己保护这个男人一次了 看着夏东洋那浑身的血 赵雪岩心痛如刀割 他决定自己也该保护夏东洋一次了 想着 他身子猛然向后一顶 正得意的郑南生一个步防 脚下一滑 身子往后一仰 带着赵雪岩一起变向崖下栽倒而去 夏东洋 永别了 赵雪岩泪眼朦胧 却是面带微笑地看着夏东洋的身影 被断崖遮挡 这一刻 他心头是坦然的 没有丝毫的惧怕 因为自己终于也能保护这个男人一次了 不 夏东洋一声惊呼 整个人爆发出受伤以后 从未有过的速度 如一道幻影般 一下扑到了崖边 不顾一切地向下跳去 竟是在空中 抓住了赵雪岩的左手手腕 赵雪岩本已经做好了被摔死的准备 他甚至都闭上了眼睛 却陡然感觉到手臂一紧 当即连忙睁开眼 就见夏东洋 竟然在上面抓住了自己的手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竟为了自己跳了下来 这一刻 赵雪岩的泪 更是抑制不住地流出 他整颗心都已然融化了 刺了 下方的正男生 慌忙间抓住了赵雪岩的裙子 可那薄薄的裙子 如何能承受这样大的重力 一下将赵雪岩的裙子给扯破 赵雪岩几乎是瞬间就变成了包了壳的鸡蛋 洁白无瑕的皮肤 大部分都暴露在黑夜之中 啊 正男生一声惨叫 身子急速地向下坠落而去 他本能地开枪 想要将赵雪岩给射杀了 可一扣扳机 枪内竟然是没有子弹了 不 不 他极度不甘地咆哮着 身形却被黑暗快速地吞噬下去 正男生欺骗赵雪岩的感情在先 刚才又想着挟持赵雪岩走 再后更是想利用赵雪岩折磨死下东阳 最后却被赵雪岩这么一撞给撞下了山崖 有道是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多行不易必自闭 吃吃吃 夏东阳右手抓着赵雪岩的左手手腕 左手上的匕首却是深深地扎入山壁上 可仍然无法止住下坠的强大重力 匕首在山壁上滑拉出一连串的火花 这样下滑了近二十米 终于是稳住了身形 二人被吊在山壁腰间 这样一顿之下 重力拉扯着夏东阳腰间的救患 以及右肩上的枪伤 痛得他几乎要被过气 但他仍然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 手上丝毫没有放松 夏东阳紧咬着牙关 说道 赵总 抓紧我的手 别松 这要命的时刻 赵雪岩更是没去管自己 现在就只剩下白色的小衣和小裤 他左手按开了夏东阳的手机屏幕 接着微弱的光线 仰头看着夏东阳那满是血污的脸 恰是在这时 夏东阳肩上的血 滴落在赵雪岩的嘴上 赵雪岩心头担忧万分 连忙说道 夏东阳 你快松手 要不然 我们都会坠落下去的 夏东阳深吸了一口气 缓解着身上好几处的剧痛 而后说道 之前在山洞中 你不是说过 我们要死就一起死吗 而且 我想 我们都能活下去 我不会松手的 抓紧 看着夏东阳那坚定的眼神 赵雪岩想着是啊 有机会活下去 为什么不能 自己放弃了 那不是辜负了夏东阳不顾性命的相救吗 想着这些 他右手便紧了紧 尽力地抓着夏东阳的手腕 见赵雪岩配合自己 夏东阳这才稍微安心下来 接儿说道 赵总 你尝试一下 看看脚能不能在山壁上找到弱点 嗯 赵雪岩这时候 也是展现了女总才女强人的一面 她很快冷静下来 双脚缓缓在山壁上尝试着 但她现在光着脚 刚才又下过一场雨 山壁上的石头十分的湿滑 根本不好着力 几次的晃动 更使得夏东阳后腰承受巨大的拉力 痛得如针刺一般 不过她仍然咬牙死撑着 赵雪岩好歹是找到了一处 有些突出来的石块 而后踩在了上面 这样一来 夏东阳承受的拉力就要小不少了 不过 她仍然是不敢放手 好在也是能缓一缓了 接着 她便问道 赵总 你没哪里受伤吧 没有 赵雪岩就只脸上被正男生打了一下 不过这不算什么 夏东阳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好 那你准备好 我拉你上来 你趴在我背上 我爬上去 赵雪岩听得大惊 连忙道 夏东阳 你受了伤 还是先休息一会 恢复一些体力吧 夏东阳心头苦笑了一下 她也想休息一下 可现在她身上的两处枪伤都还在流血 再这样担得下去 她不仅恢复不了体力 还会失血过多而死 到时候 赵雪岩也难逃坠崖之难 于是便说道 没事的 准备好 好 见夏东阳这么坚持 赵雪岩便点头说着 一二三 夏东阳数着数 而后右臂猛然发力 将赵雪岩往上提 她又肩上有枪伤 赵雪岩怎么着 也有一百零几斤 这一发力之下 顿时阵的伤口更是不断一血 撕心裂肺般的痛 但她仍然紧咬着牙关 一声不吭地 将赵雪岩一点点地提上来 赵雪岩被提上来一些 左手便抓着夏东阳的腿 以减轻夏东阳手臂上的负担 就这样 她好歹是爬倒了夏东阳的正面 双手还住了夏东阳的脖子 这一番操作 二人也都是累得不轻 同时长出了一口气 可现在 他们是正面贴在一起 这一出气 彼此便都呼吸到对方的气息 历时 二人便都有些不好意思 微微撇开头 可这情况下 又能撇开多远吗 特别是赵雪岩 她这时候一撇头 才意识到 自己的裙子 刚才被正男生给扯碎落了下去 现在自己简直几乎就是 和夏东阳坦诚相对了 顿时更是羞涩无比 一张脸红的易如朝霞般 娇艳欲滴 夏东阳不敢多耽搁 便喊道 赵总 嗯 赵雪岩闻声转过头来 嗯 二人一下竟然又亲在了一起 四目相对着 彼此又瞪大着双眼看着对方 这可是今晚意外的第三次吻了 急许后 二人便同时 又撇开头 他们身子相对紧紧地贴着 这一刻都是感觉到对方的心 急剧地加速跳动着 两颗心跳着跳着 似乎有了某种默契 便慢慢地窃合到了一个频率上 两个人在这一刻 更似乎已然融为了一体 夏东阳与赵雪岩 就在这悬崖绝壁上 相对紧紧地贴着 感受着彼此的心跳 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情愫 在二人内心最深处 悄然滋生 萌发而出 好一会儿后 夏东阳方才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赵总 你尝试着爬到我后背来 嗯 赵雪岩也是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 与夏东阳这样正面贴着 实在太秀人太尴尬了 急忙一点头 开始向夏东阳背上转移 可这样挪动下来 他胸口便不得不在夏东阳身上磨蹭着 他现在本就只有一件小衣衣了 而夏东阳也是穿得薄 这番美妙的触感下来 让夏东阳心神不禁一荡 夏东阳赶忙狠狠咬了咬舌尖 刺痛让他瞬间清醒冷静下来 而后全身贯注地扶着赵雪岩的腰 以防他失手坠落下去 赵雪岩终究还是爬到了夏东阳的背上 这番操作下来 他心头也是有着某种异样的感觉 面上更是羞红不已 好在现在在背后夏东阳看不见 他方才没那么尴尬 稍微休息了一小会儿 夏东阳已然感觉到有些头晕 他知道这是失血过多的前期症状了 他不敢再逗留了 便说道赵总抱紧我 我准备往上爬了 嗯 赵雪岩双手还住夏东阳的脖子下方 身子紧紧地贴在夏东阳的后背上 这时候二人都不敢再想其他 赵雪岩更是平住了呼吸 因为夏东阳只要一失手的话 二人都会摔下去 夏东阳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左手用匕首 右手徒手向上爬去 好在这山壁是断层 一层层的地质山石 形成了不少的错层 夏东阳方才能找到 下手以及落脚的地方 可刚才下了雨 这山壁上很是湿滑 夏东阳下手与下脚之时 都得试探一番 攀爬了好一会儿 他也不过是上去两三米而已 即便是如此 也是累得他气喘吁吁 抓在山壁上 他甚至没有空腾出手来擦拭额头上的汗水 听着夏东阳急促而重重的呼吸声 赵雪岩既心痛又担心 更是内疚惭愧不已 如果不是自己有眼无珠 也不会让夏东阳又受这么重的伤 还想着保护一次夏东阳 最后还是得由夏东阳来保护自己 但此刻 赵雪岩不敢说话 更不敢妄动 因为他知道自己若是动的话 很可能就会影响到夏东阳的平衡 给夏东阳增加更多的困难 若是有可能的话 他宁愿中枪受伤的是自己 休息了大约半分钟 夏东阳又继续向上爬 这短短的十多米距离 夏东阳休息了三次 好歹是距离上面不过两三米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准备一股作气爬上去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体力已然不行了 赵雪岩也是隐隐看见快到了 心头不禁一喜 他欣喜的并不是自己脱困了 而是夏东阳终于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哗啦 陡然 夏东阳左手匕首所刺入的一个错层 竟然崩落开来 二人身形急速地向下坠落而去 啊 赵雪岩吓得一声惊呼 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双手却是本能地拼命勒紧夏东阳 夏东阳心头也是大惊 不过 他却并没有慌 左手的匕首死死地抵在石壁上 同时 右手也是不断地在石壁上抓着 希望能抓住凸起的石块 而稳住身形 这样下坠了大概有五米 皇天不负有心人 夏东阳右手终于抓住了一块凸起的石头 左手上的匕首 也再次刺入了一个错层的缝隙之中 堪堪稳住了夏坠的势头 他经不住想尝出一口气 脖子上却传来一阵挤压 更是有窒息的感觉了 是赵雪岩的手 正死命地勒着他的脖子 夏东阳赶忙道 赵赵总 手松一点 松一点 听见夏东阳的喊声 赵雪岩这才睁开眼睛 诧异地问道 五五米没有摔下去吗 没有 夏东阳说着 咬牙连忙催促道 赵总 你的手先松一松 啊 赵雪岩这才意识到 自己正死死地勒着夏东阳的脖子 连忙松了松手 说道 对不起 夏东阳 对不起 夏东阳赶忙深呼吸几下 可脖子咽喉处 仍然很适不适 有种被压迫后 如梗在喉的感觉 他微微抬头看了看上面 说道 看来我们又得重新努力了 嗯 赵雪岩轻应了一声 其实 他哪里出了什么力 没拖累夏东阳就算不错了 他也知道 这时候说什么鼓励的话 都只会显得苍白 便沉默着 这个环境下 沉默便是最好的 陪伴鼓励与信任了 夏东阳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向上爬去 途中 他又休息了三次 终于是爬到了山崖上 将赵雪岩一放下 夏东阳便再也坚持不住 双腿一软便瘫倒在地上 夏东阳 夏东阳 赵雪岩不管不顾地跪在地上 抓着夏东阳的手臂 急切地喊着 夏东阳嘴唇干得快要开裂了 脸颊上却浮起两团不自然的红韵 那是失血过多的表现 他有气无力地说道 没事 我休息一会 缓一缓就好 赵雪岩拿忍心看着夏东阳 就这么躺在冰冷的地上 于是便伸手将夏东阳给扶了起来 让夏东阳的头枕在她的腿上 要知道 这时候她身上可就只穿着小衣和小裤 夏东阳的头枕在她洁白的大腿上 后脑勺便是抵着她平坦的小腹上 口鼻距离 那最神秘的区域 也不过就几分距离而已 闻着赵雪岩身上的沁人舍香味 夹杂着丝丝女性荷尔蒙味 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顿时就只感觉体内有股血火在躁动着 直向脑门窜去 夏东阳赶忙努力地撑起身子 说道 赵总 我还是就躺地上好点 他生怕自己这样躺下去 血流得更快 死得更早 赵雪岩也是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情形 加上夏东阳刚才头所整的地方 顿时羞的翘脸是红的 都似要滴出血来了 可历时他便想着 夏东阳为了你赵雪岩才受这么重的伤 现在你真忍心让她躺在地上 那你还算是人吗 这时候是特殊时期 你还管什么修不修的 想到这里 他便一咬牙 双手将夏东阳又给按了下来 强势地说道 让你躺好就躺好 我都不介意 你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 夏东阳是有苦难言啊 是真的消受不起啊 就这样 夏东阳枕在赵雪岩的光洁的大腿上 不仅承受着伤口的疼痛 还要承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 常言道 天有不测风云 这不 前一刻还下着雨 这回雨停了 月亮竟然就出来了 似乎是在诠释着 这场暴风雨已然过去 真正的迎安了山中的宁静 柔和而皎洁的月光 洒在这断层崖上 洒在赵雪岩那洁白无瑕的身姿上 远远望去 一如一位披着霓裳的仙子 欲于在这断崖之上 斜月光而飞向仙宫 亦或是在酝酿一只 传世的舞曲 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 美好 让人充满猜测与想象 可枕在赵雪岩大腿上的夏东阳 此刻却是被这美人恩激荡的 血气都快将脑子给冲晕了 这不是他没自制力 实在是赵雪岩现在的衣着 以及夏东阳连锁放的位置 就算是传说中的柳下会柳哥 恐怕也得不要而遇 重振雄风啊 难怪古话说 温柔香 英雄种 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 夏东阳生怕自己再多躺一会 真的会血管暴力而死 因此便说道 赵总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赵雪岩毫不犹豫地说着 当然 你说 其实这一会 赵雪岩也并不好过 夏东阳呼出的热乎乎气息 轻轻吹在他的大腿内侧 让他周身都酥酥麻麻的 那种感觉 心头既难受 又有某种莫名而痒痒的期待 总之 不可说 夏东阳便借机撑起身子 说道 刚才我们过来的路上 有一种长着红色小果子的草 你能帮我去采两株吗 你要那么干什么 赵雪岩诧意地问道 夏东阳指道 那种草有凝血消炎的作用 可以敷在我的伤口上 这些 都是他之前在密林执行任务时学到的 有时候用来应急 效果也是不错 刚才追过来的时候 那么的情急 他仍然能注意到 可见是多么的细心 好 我马上去 赵雪岩立刻就站起身来 准备去捡旁边 郑南生丢在地上的强光手电 等等 赵总 夏东阳喊住了他 怎么了 赵雪岩转身看着夏东阳 却见夏东阳竟是动手脱衣服和裤子 赵雪岩心头一颤 几乎是下意识地想着 莫不是我刚才让他躺我腿上 他这回想要对我做那种事情 怎么办呢 他就自己这么多次 为了自己又是中枪 又是跳崖 或许现在只是他男人的本能 可我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作为女人的矜持 赵雪岩在潜意识里是的不接受 可不知道为什么 心头却似有某种情愫 促使他羞涩地期待着 一时间 他内心矛盾了起来 自己是接受还是接受呢 然而 下一刻下东阳将脱下的衣服和裤子 递到他面前 说道 赵总 把我的衣服和裤子穿上吧 虽然脏了点 破了点 但也不至于那些灌木划伤你的皮肤 啊 赵雪岩一听 原来夏东阳是这个意思 回想着刚才内心的想法 他顿时休得恨不得又从这断崖上跳下去 赵雪岩啊 赵雪岩 你丢不丢人啊 你实在太小人之心了 夏东阳在这时候都还在为你着想 你竟然将他想得那么窝聪 谢谢 赵雪岩慌忙地抓过下东阳手中的衣裤 而后急忙被过身穿着 只感觉一张脸发热的都烫手 慌忙地穿好衣裤后 他不敢有丝毫停留 生怕被夏东阳看出什么 捡起地上的强光手垫 便是寻着来时的方向 去找夏东阳所说的草药 夏东阳哪里知道 刚才是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一次江阳不知道多少男子都梦寐以求的机会 当然 夏东阳心头本也就没那方面的想法 但看着赵雪岩穿上衣裤 他反而是长出了一口气 只觉气血瞬间就平息多了 这边 赵雪岩也是走了好一段路 休解方才减退了些 而后用手电仔细地寻找着夏东阳所说的那种草药 走了没多远 果然就见到了一株接着小红果子 不过十多厘米高 看上去十分的娇艳美丽 赵雪岩将那株草药踩了下来 又在前面寻找了两株 这才反回来 夏东阳也趁这个时间 看了看身上的两处枪伤 左侧大腿外侧的伤口 鲜血已经凝固 没再流血了 而又肩上的枪伤 因为刚才攀爬 所以还在一血 不过看样子也很快就要凝固了 这两处枪伤都没有伤及筋骨 而且都是洞穿伤 子弹并没有留在体内 这样处理起来就要简单多了 也亏的是夏东阳的体质 伤势恢复远超常人 患着一般人 恐怕这时候 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休克了 三猪够不够 赵雪岩走了回来问道 够了 足够了 夏东阳说着 那接下来怎么做 赵雪岩又问道 夏东阳指道 接下来将叶子嚼碎 覆在伤口上就行了 我来吧 说着他伸手就要接过那三猪草药 谁知赵雪岩手一片 直道 我来吧 其他的事情赵雪岩帮不上忙 可这点小事 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替夏东阳做 夏东阳却道 赵总 还是我来吧 这草药很苦何色 赵雪岩指道 在苦涩 能有你的伤口痛吗 他说着便摘下了几片叶子 放在口中咀嚼了起来 这一咀嚼顿时不经一皱眉 这叶子真的很苦涩 不过 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将叶子嚼碎 而后吐在掌中 问道 仙夫哪里 又肩上马 夏东阳想着 肩上的伤口还在一些 仙夫好点 赵雪岩点了点头 走了上去 但看着那鲜血淋漓的伤口 他鼻子一酸 眼泪经不住便流了下来 他无法想象 刚才从山壁上攀爬上来 这个男人 是得承受多大的痛楚 他尽量让自己的动作轻柔一些 将草药敷在了伤口上 而后微微退开 一边流泪 一边继续嚼着草药 看着赵雪岩泪流满面的 夏东阳指道 赵总 没事的 不痛 赵雪岩一抬头 情绪激动地哭着喊道 怎么会不痛 怎么会不痛 夏东阳 我脾气那么坏 之前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 还刺伤了你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要对我这么好 夏东阳指道 因为我答应过伯父 要把你安然带回去 就只是为了对我爸的承诺 没有其他的吗 赵雪岩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这么问 反正他心头 突然就有了某种期待 夏东阳一正 叮叮地看着赵雪岩 赵雪岩突然地问话 夏东阳有些措手不及 经不住是一正 叮叮地看着赵雪岩 而赵雪岩也是眼神 期待地看着他 二人在月光下 迎风而立 一如一对情侣般 就这么对视着 结许后 夏东阳微微瞥开眼 直到 没有其他的 听着夏东阳的回答 赵雪岩心头竟是有种失落 以及空落落的感觉 他又问道 值得吗 值得 夏东阳斩钉截铁地说着 赵雪岩的泪再次流了下来 这个男人总是这样固执 为了一个承诺 连自己性命都不顾 可也就是这一刻 赵雪岩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被夏东阳的回答给拨动了 他默默地继续为夏东阳 咀嚼着草药 将夏东阳其余的伤口给敷好 而后看了看手机 这时候 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山上的风越来越大 赵雪岩便道 我们回山洞休息一下吧 天亮在下山 夏东阳点了点头 他也是这个想法 于是 赵雪岩便扶着他先之前藏身的山洞走去 另一头 侯元文带着康仪几人 也是赶到了之前夏东阳伏击猎杀郑南生等人的地方 仔细检查了一下 那六具暗夜者的尸体 侯元文分析道 那两个倒在一起的家伙 应该最先被伏击的 一刀割喉毙命 接着应该是那个被树枝背后射死的家伙 接下来 他们应该聚在了一起 想办法搜寻到了他的藏身之处 那个断指的人过去 后面的人掩护 就在接近的时候 他抱起发难 一刀切了那人扣扳机的食指 而后一刀割喉 接着夺枪 才有了后面的连续一片枪声 听着侯元文的分析 其余几人各个面色大害 康仪感叹道 这个夏东阳实在太可怕了 只用匕首和削尖的树枝 竟然干掉了这一伙持枪的专业暗夜者 侯元文指道 别忘了 他是从部队里出来的 我们华夏陆军的战斗力 那是世界顶尖的水准 有些秘密部队里出来的 更是能以一当百的兵王 康仪听后 更是惊诧地问道 侯队 你该不会是说 夏东阳就是从那样的秘密部队回来的吧 侯元文摇了摇头 说道 这是机密 我也不知道 不过 对于这里的事 大家还是都为他保密的好 明白吗 明白 康仪几人点头说着 侯元文接着又说道 将他们身上的枪支和匕首全部收了 到四周仔细看看 继续追 是 夏东阳与赵雪岩 藏回到了山洞中 回来的时候 捡了一些相对来说干点的树枝 好在夏东阳裤带中的打火机还能打燃 二人在山洞中 升起了一小堆篝火 不至于这夜间因为温差而受凉 而且 赵雪岩身上穿着夏东阳的衣裤 也需要烘干 二人坐在火堆边 彼此沉默着都没有说话 梁九 夏东阳方才说道 赵总 你靠在山壁上睡一会吧 我守着你 不 你受了伤 你休息 我守着你 赵雪岩却是说着 我没关系的 夏东阳又说着 我也没关系的 赵雪岩坚持着 二人又沉默了一会 赵雪岩又说道 那我们聊聊天吧 聊什么 对于和女孩子聊天 夏东阳从来都不会 你坐过来一点啊 坐那么远干什么 不冷吗 赵雪岩见夏东阳 似乎有意要和自己拉开距离 有些不快地说着 夏东阳默默地向赵雪岩挪了挪 赵雪岩没好气地说着 再过来点 夏东阳指得又挪了挪 赵雪岩这才转头看着夏东阳 问道 夏东阳 你说 我是不是很笨 很没用 夏东阳诧异地看着赵雪岩 赵雪岩苦笑了一下 说道 我是在留学的时候 认识郑男生的 夏东阳知道 赵雪岩要说 他与郑男生认识的过程了 他也有些好奇 赵雪岩性格强势高了 到底如何和郑男生认识 以及谈恋爱的 赵雪岩微微转头看着篝火 陷入了回忆之中 说道 那是一个夏日 我在一间咖啡厅里看书 不知不觉时间就晚了 你也知道 外国的治安比我们华夏差很多 我在回学校的途中 遇到了几个流氓 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是郑男生出现 打跑了那几个流氓 就这样 我们便认识了 之后 他又多次帮助我 在各个领域上 都展现出很强的认知解读能力 我在国外人生地不熟 每逢假日 他便带我出去郊游 我们也就慢慢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说到这里 他微微顿了顿 接着说道 自小我妈妈一个人带着我 我们过得很苦 我经常幻想着 能有一位英雄来拯救我和妈妈 后来我长大了 心头也一直有一个梦 希望人生中能出现一位英雄 一位如童话中的白马王子 说到这里 他不禁自嘲地一笑 说道 现在我才知道 当初的那几个流氓 应该都是他刻意安排的 你说 我是不是很傻很笨 差点就被卖了 还得帮郑男生数钱 夏东阳想不到 表面如此强势高冷的赵雪岩 内心会有如此的童话梦 当然 这和他小时候 和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 脱不开关系 其实 夏东阳并不知道的是 每一个女孩心中 或许都有一个白马王子的童话梦 换做现在流行的话来说 应该叫男神梦 说来也是巧 正男生 正男生 和男神二字 竟是谐音 不过现在看来 正男生只是个不折不扣的罪犯 他名字的谐音 都是对男神二字的侮辱 看着赵雪岩眼神深处的伤痛 夏东阳心头不自禁地生出怜惜之意 也是 童话梦不紧碎了 还差点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不伤心是不可能的 当即夏东阳便安慰道 赵总 都过去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相信 你会遇到真正爱你 愿意用生命保护你 呵护你一辈子的人 赵雪岩一听 便是转头抬眼看着夏东阳 脱口就到 你就是用生命保护我的 夏东阳一震 但看着赵雪岩那擒着泪 如宝石般璀璨的美目 在火光映衬下 娇艳玉地的绝世容颜 他的心弦 也似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拨动了 看着夏东阳那深邃的双眼 刚毅而轮廓分明的脸 想着夏东阳多次的舍身相救 赵雪岩的眼神 也是变得柔和温情起来 山洞中 篝火旁 一男一女 就这么近距离地相互凝视着对方 彼此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火焰 正一如那篝火般 越烧越望着 致使山洞中的气氛 似也变得更加的炙热了 二人情不自禁地 便向对方凑近 赵雪岩更是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 只是那如小扇子 一般的睫毛 轻轻地颤动着 可见他 此刻内心十分的忐忑 紧张与悸动 江阳市 烧烤店中 于飞等人这时候 方才收拾完打样 几个服务员先后都离开了 店内只剩下了于飞 许昊成 赵如龙 带科研 罗小琴和苏明 今天也亏得有他们几个的帮忙 要说别人带科研 那可是大小姐 但仍然留下来积极地帮忙 可说是难能可贵 可看着这么好的生意 这么大的收获 大家心头都是高兴得很 开业的第一晚 可说是十分的成功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夏东阳到现在也没回来 赵如龙是担忧地问道 于姐 夏哥这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他话一落 一旁的戴科研便催骂道 就你乌鸦嘴 夏哥那么厉害 能出什么意外 对 对 夏哥肯定是有什么别的事情 给耽搁了 耽搁了 赵如龙捞着脑袋 一脸憨厚地说着 可说是这么说 于飞心头还是担忧得很 但现在时间真的很晚了 他便道 这样吧 大家先各自回去 夏东阳一回来 我就通知大家 于姐 我送你吧 这大晚上的 徐浩诚自然要为于飞保驾护航 于飞点了点头 大家也都各自散去 华阳集团的技术部中 刘洪 郭仁星 沈良仍然在等着消息 突然 赵正明的电话响了 是侯元文用卫星电话打过来的 侯队 有消息了吗 刘洪接通电话 急忙问道 侯元文指道 现在并没有找到赵小姐和郑男生 不过 我们也找到一些线索 郑男生应该在追击着 郑男生打电话过来催没有 没有 侯元文私存了一下 便说道 那可能有这三种情况 第一就是 郑男生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和你联系 第二 郑男生现在根本摆脱不了夏东阳 没空和你们联系 第三 或许夏东阳已经救出了赵小姐 甚至制住了郑男生 只是在大山中 一般的电话根本没信号 所以没办法联系 侯元文分析得很到位 刘洪现在也没其他的方法 他是有手段 但原水救不了近火 只好道 侯队 请你一定要救回我们小姐 拜托了 侯元文语气坚定地说道 刘先生 这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 但在没有再次接到郑男生的电话前 你们一定不要打款 嗯 知道 挂了电话 刘洪紧紧地捏着手机 今夜 不管是他这里 还是医院的赵正明 以及另一头的于飞 都注定将是无眠了 山洞中 夏东阳与赵雪岩更是无眠了 此刻 二人坐在篝火旁 相互凝视着对方 情不自禁地向对方凑近 啪 看着二人就要亲吻着 篝火中一根颇有水分的树枝 经过燃烧时 发出一声爆破响 更是乍起点点火星来 正好飞溅在夏东阳的腿上 夏东阳刺痛之下 立刻惊醒过来 连忙退了回去 赵雪岩清醒过来 二人都是慌张的坐直身子 赵雪岩更是一脸慌乱 胡乱地用手整理着衣服 其实那是夏东阳的衣服 他又能整理个啥 只是掩饰一下内心的慌张忐忑而已 夏东阳内心更是按摩自己 定力怎么就越来越差呢 差点就犯了大错了 他连忙抓起两只 放在地上烘烤的烟 起身说道 我我出去抽支烟 嗯 赵雪岩根本不敢看下东阳 轻硬了一声 夏东阳快步来到山洞外 他点燃了烟 狠狠地作了一口 火辣辣的味道 让他更加地清醒起来 夏东阳 夏东阳 赵雪岩现在感情受挫 内心脆弱 你这是趁人之危 你还算是个人吗 然而 想着刚才与赵雪岩的相互凝视 他却是忘不了那一刻 心弦被波动的异样感觉 他赶忙摇了摇头 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夏东阳啊 你这残破身躯是什么情况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配去喜欢女孩子吗 你又能给谁幸福 想到这些 他硬是欲将内心的异样感觉抛开 可越是如此 赵雪岩的容颜 便越是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山洞中 赵雪岩一颗心意如小鹿乱撞一般 他也是不知道 刚才那一刻 为什么会那样 为什么会控制不住自己 难道是自己感情受挫 想找安慰或是替代品吗 不 不是这样的 赵雪岩知道 刚才那感觉是真实的 是发自内心的 他心头猛然一惊 莫非自己真的对夏东阳 不 不能 赵雪岩 你明明知道 于非是喜欢夏东阳的 你不能对不起好姐妹 你对夏东阳只是感激 对 只是感激而已 要保持距离 一定要保持距离 山洞外 夏东阳接连抽了两支烟 却仍然无法控制自己 不去想赵雪岩 他按摩自己没出息 却陡然看见下方的密林之中 竟然间会有光线闪现 他心头一惊 这时候出现在这山林中的 要么就是来接应郑南生的 要么应该就是侯元文等人 但他不能确定 于是赶忙回到了山洞中 见夏东阳回来 赵雪岩刚才心头那一系列的想法 瞬间便支离破碎 但想着刚才的情形 他翘脸立时便又发烫起来 微微侧着身子 根本不敢去看夏东阳 看着赵雪岩那硬红的脸 夏东阳本压制的心绪 又变得有些躁动起来 他连忙道 赵总 我看下方的密林中 好像有灯光 我下去看看 赵雪岩一听 急忙站起身来 走到夏东阳身前 一脸紧张地说道 你要小心点 如果情况不对 立刻回来 我们就藏在这里 对方未必能发现的 嗯 我知道 夏东阳一点头 便转身向外走去 夏东阳 赵雪岩却是叫住了他 夏东阳转过身 看着赵雪岩 赵雪岩咬了咬嘴唇 还是说道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嗯 夏东阳又一点头 这才转身向山洞外走去 看着夏东阳 一瘸一拐的背影 赵雪岩心弦再次紧绷起来 这个男人又出去冒险了 这一刻 他心头没有刚才那些想法 只剩下了浓浓的担忧 啊 山崖下 正男生艰难地爬了一小段 左腿却传来一阵剧痛 他急忙转头一看 就见一条黑蛇咬在他的腿上 他一把揪住那黑蛇 扔飞了出去 但见小腿快速地乌黑起来 他颤抖着手捂着腿 愤怒地大骂道 草草草 一会儿后 他便感觉头晕眼花起来 这么高的悬崖没摔死 却被毒蛇咬死 他抬头地看着夜空 极为不甘心地喊道 贼老天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老子 我不想死 不 他话还没完 脑子还一阵地模糊 缓缓地向地上倒去 可就在合眼的那一刻 他隐隐看见两道灯光 向自己席视而来 江阳城 私家医院中 这大深夜的 寂静的落真可闻 这医院本就是生死往来之地 以至于总显得比外面清冷阴森 医院的深夜 也是被一些小说电影中 演绎得更加的恐怖 可就在这寂静的深夜 一个黑影却悄然推开了 赵正明的病房溜了进去 病房中 赵正明的手机被刘虹拿走了 以方便联系郑男生 所以 这时候 赵正明并不知道 女儿赵雪岩已经获救了 所以担心得到现在都没睡 不过 语言功能好歹是恢复了 那黑影一进病房 他便察觉到 警觉地问道 谁 同时 他想要坐起来 可他现在中风了 手脚身子根本不听使唤 挣扎半天也是起不来 中风了 眼睛可没瞎吧 那人渐渐从黑暗中转了出来 孙良剑 是你 赵正明面色扭曲地说着 可见此刻 他是多么的愤怒 不是我 谁还会大深夜地 来看你呢 孙良剑点了一支烟 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抽了起来 接着看着赵正明问道 你要不要来一支 我差点忘了 你现在的样子 恐怕连烟都加不稳了吧 想不到你这么脆弱 则则 真是可惜啊 很显然 他是来看赵正明的笑话的 赵正明拼力地撑起身子 对着孙良剑怒吼道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事告诉雪岩 他的童年已经很不幸了 你这是让他伤上加伤 他是无辜的 无辜 孙良剑豁然一下站起来来 提高嗓音骂道 他就是一个孽种 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他小时候 没有结果了他 已经是不错了 赵正明便咬牙说道 所以 你就处心积虑地接近我 先是暗中 用手脚惊吓雪岩 让他生活在恐慌之中 后来更是策划绑架 再到联合孙中心 企图击垮我华阳集团 你这样做 就是要看我的下场吗 是 孙良剑重重点头 咬重声调地说着 雪岩是婉玲的女儿 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人 你就是这样爱婉玲的吗 那也比你好 孙良剑愤怒地咆哮着 是你害死婉玲的 我说过 我要为婉玲报仇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所以 你把当年的事 添油加醋地倒送雪儿 赵正明微微闭了闭眼 说道 我现在沦落成这样 你得逞了 得逞 孙良剑一声冷笑 知道 你认为 这样我就放过你了吗 我说过 我还有你的公司 赵正明 这份股份 转让合同 我已经准备好很久了 现在就用用你的手 按个手印 他说着 便拿出了一份合同 上前一把抓起 赵正明的右手 原来 他来是为了这个 赵正明中风后 对于神经的控制不灵 浑身力气根本不受支配 哪里挣脱得了孙良剑的手 眼看着手指 沾了印泥 就要按在文件上 赵正明连忙说道 孙良剑 你以为这样就能生效吗 我还没死 我能说话 我能指着你胁迫我按的手印 孙良剑一听 手上的动作一顿 恍然道 还别说 你真提醒了我 我刚才说过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他说着 从包内拿出了一个注射器 注射器内装着约墨两毫升墨绿色的液体 也不知道是什么 赵正明面色大害 面皮都在颤抖地问道 这是什么 孙良剑 你想干什么 孙良剑得意说道 这里面的药 可以破坏你的肌肉组织 让你全身变得僵硬 成为传说中的木头人 那样才叫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孙良剑 你疯了 你疯了 赵正明心头大惊 想不到孙良剑 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哈哈 孙良剑听后 竟是大笑了起来 而后一把揪住赵正明胸口的一副 表情猙獰地说道 不错 我是疯了 在婉林死的那一刻 我就疯了 废话少说 来吧 好好享受你以后的木头人生吧 他说着 手中的注射器 便向赵正明胸口扎去 眼看着那针尖 就要扎在赵正明的胸口上 孙良剑却只感觉手腕一紧 他急忙转头一看 顿时面色大惊 喊道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怎么会在这里 当然是来抓你了 来人正是负青霜 他冷声说着 手奋力一抖 孙良剑便横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墙上 手中的注射器 以及合同都掉落在地上 孙良剑摇了摇发昏的头 他立刻明白过来 这是赵正明给自己设下的陷阱 他一下扑倒地上 抓起注射器 面目争鸣地向赵正明冲去 同时大吼道 赵正明 就算死 我也要拉你陪葬 傅青霜面色一变 一个箭步上去 一脚重重地踹在孙良剑腰间 孙良剑又横飞了出去 再次重重撞在墙上 这下是砸得不轻 他喷出一口血 没爬起来 傅青霜上前 拿出手铐 便将孙良剑的手给烤在背后 孙良剑不甘心地对着赵正明吼道 赵正明 你之前装死 这次又装病 你个卑鄙小人 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做鬼 傅青霜狠狠一扭孙良剑的胳膊 冷声道 你现在做鬼都没有资格 孙良剑 你刚才蓄意谋杀的行为 我全部录下来 够你在里面做一段时间了 啊 赵正明 赵正明 孙良剑不断地挣扎着 满眼都是不甘心 等了这么久 想不到还是栽在了赵正明的手中 上次在病医馆 赵正明想着 孙良剑终究是妻子的青梅竹马 所以让夏东阳放过了他 可孙良剑并没有感恩图报 悬崖勒马 反而一直在暗中盯着赵雪岩 上次在南山漂流得知赵雪岩与夏东阳争吵 所以才逮着机会 将那段往事通过短信 添油加醋地发给赵雪岩 以离间赵正明妇女的关系 因为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 赵正明身体情况很不妙 希望能见那段往事 打垮赵正明 事实正如他所料 赵正明真的被气得病倒了 而且他也暗中在医院了解过 想不到赵正明还是在装病 以至于被装个现行 看着孙良剑那满脸的不甘 赵正明叹了一口气 说道 孙良剑 我刚才说过 你已经得逞了 我现在是真的中风了 孙良剑一震 接而看着赵正明 双手仍然是颤抖着 的确不思作假 随即便大笑了起来 说道 报应啊 报应啊 赵正明指道 孙良剑 如果你就此罢手的话 今晚上我的设计便不会奏效 看在婉林的面上 我仍然不会追究你 可想不到 你不仅要躲我的公司 还要给我注射毒药 你这是就由自取啊 就由自取又如何 我只恨没有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受尽折磨而死 孙良剑仍然是毫无悔改之意 赵正明摇了摇头 直到 就算我们做得再多 婉林也不会活过来了 约约相报何时了啊 走吧 孙良剑 有什么话到里面慢慢说 父亲双剑赵正明 也是多说无意了 压着孙良剑便走 孙良剑看着赵正明 狠狠地吼道 赵正明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不会放过你的 赵正明叹了一口气 整个人无力地瘫倒在床上 望着天花板 他无奈地说着 阿雪 我也不想为难孙良剑 但他太极端了 三番两次伤害血烟 我不能让他再伤害血烟 我别无选择了 阿雪 你在天堂一定很寂寞吧 你放心 我很快就来陪你了 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一日一大早 云省边境深山的一个普通的山洞中 生物中如往常一般唤醒了赵血烟 他一睁眼 便看见不是自己熟悉的房间 继而便想起昨天的事 急忙转头向旁边看去 只见夏东阳和侯元文等人都不在 他赶忙站起身来 身上的衣服便滑落在地上 他低头一看 是夏东阳昨晚传的衣服 历时他就想到 肯定是自己睡熟后 夏东阳怕自己感冒受凉 才把衣服脱下来 戴在自己身上的 捡起衣服 拍了拍上面的灰尘 赵血烟只觉心头暖暖的 而后便向山洞口走去 夏东阳正站在洞口抽着烟 他已然换上了一条迷彩裤 和军绿T恤 是后来的警员带来的 一听见赵血烟的脚步声 他便将烟头扔在地上 一脚踩灭 而后转身道 赵总 早 早 赵血烟微微点了点头 继而 二人 都是想起了 昨晚差点意乱情迷的事 眼神都是有些不敢碰触对方 好一会儿 赵血烟方才将衣服递给夏东阳 说道 谢谢 夏东阳却道 早晨山剑雾重 你穿上吧 嗯 赵血烟心头有种甜甜的感觉 这才发现 只有夏东阳一人在这里 便问道 侯队长他们呢 夏东阳指道 他们都在昨晚的断崖边 下去寻找正男生的尸体 走吧 我们去看看 提及正男生 赵血烟的面色 都有些轻了 我扶你 这片有刺的小棺木很多 等会过去问问侯队 能不能给你找一双鞋 昨晚 赵血烟的鞋 便在逃跑的过程中掉了一只 等会下山的话 如果没有鞋 会十分的不方便 赵血烟轻应了一声 夏东阳便扶着他慢慢下坡 不多时 二人便来到了昨晚的断崖 远远就见侯元文等六七人 站在断崖边 其中四还有一个女性 夏东阳 赵小姐 侯元文见夏东阳二人过来 便点头打招呼 赵血烟指道 侯队长 叫我血烟就行了 侯元文微笑着点了点头 夏东阳便问道 情况如何了 侯元文指道 看他们上来了 似乎没有带着正男生的尸体 夏东阳探头向崖下看去 果然见康义 以及另外两个警员 正拉着登山绳上来 不多时 三人便上来了 康义便会报道 侯队 我们在崖下找了一定的范围 并没有发现正男生的尸体 只是下面有好几处血迹 还有一些动物的毛发 这山中野狼较多 正男生的尸体 八成是被野狼给叼走了 赵血烟一听 灯石冷冷地说道 真是活该 夏东阳却是一皱眉 这会不会太巧了 侯元文也说道 这种食恶之人 不见到他的尸体 我终究不放心 侯元文极乐如仇 特别是对于正男生 这种入境犯案的诈骗拐卖罪犯 更是十分的憎恨 所以他十分的谨慎 接而转身对夏东阳说道 夏东阳 我看这样 我让康乙和这位蔡婉蔡警官 护送你和血烟小姐下山 我亲自带着大家伙 再下去寻找 夏东阳想着 自己现在一身的伤 赵血烟也是身心俱疲 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便点头道 那就谢谢康警官和蔡警官了 没事 康乙和那女警员蔡婉同时说着 接下来 夏东阳和赵血烟便下山 赵血烟左脚没有斜 所以便用医用纱布绑着棉花 绑在他脚下 这样好歹不至于被刮破 这样也是到午后 方才到了那座废弃的木屋前 康乙便开着龙顿的车 送夏东阳和赵血烟到了停车的服务区 夏东阳的那辆大众车 和正男生的那辆雷克萨斯都停在这里 赵血烟也就取回了手提包和手机 只见手机上二十多个未接电话 大多数都是夏东阳打的 有几个是父亲赵正明的 还有几个是于飞的 由康乙看着夏东阳的大众车 护送夏东阳和赵血烟回江阳 夏东阳手机已经没电了 便对赵血烟说道 赵总 我又用你的电话 给于飞打个电话 昨天烧烤店开业 我没回去 又没音讯 他肯定是急坏了 赵血烟一听 却是道 我手机也没电了 夏东阳一正 明明看着他 刚才还在看电话的呀 怎么就说没有电了呢 夏东阳哪里知道 赵血烟之所以不借给他电话 是有意要回避 不想让于飞误会 夏东阳连新店开业都不回去 却和自己在一起 夏东阳也没抢求 便只好对康乙说道 康警官 我能借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没问题 随便打 康乙抬手将手机递了过来 夏东阳对于飞的电话 自然烂熟于心 这时候 于飞正在店内帮着员工们 准备晚上的烧烤食材 放在柜台上的手机 便响了起来 他一直在等电话 一听铃声便急忙起身 手都来不及擦拭 便来到柜台 但见来店竟是个陌生的号码 他心头好生的失望 不过他还是接通了电话 礼貌地问道 喂 你好 于飞 是我 夏东阳 电话那头 夏东阳说着 夏东阳 真的是你 于飞本十分失望 加上昨晚一晚没睡 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 听后整个人宛如打了鸡血一般 兴奋地都崩了起来 让旁边忙着的员工们 个个惊叉地看过来 平复了一下心境 于飞连忙又问道 你这到底跑哪里去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这边 夏东阳自然地转头 看着赵雪岩 赵雪岩便摆了白手 夏东阳也是考虑着 事情都过了 而且 赵雪岩被正男生欺骗感情 差点还被劫持出境 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当即便说道 我一朋友在云省这边出了点事 所以我过来帮帮忙 手机也没电了 一时间没来得及通知你 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于飞也没多想 连声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店内辛苦你了 于飞 夏东阳十分歉疚地说着 我本来就是你的员工嘛 没事 你回来后就赶紧来店里吧 晚上又得忙了 于飞交代了一句 我知道 先挂了 夏东阳说着 挂了电话 于飞肠长出了一口气 压在心头的大石 总算是放下去了 现在就连做事情 都变得轻快了许多 一路无话 当夏东阳与赵雪岩回到江阳时 已经快下午五点了 康乙在询问了夏东阳二人后 便开车直接去赵雪岩的别墅 而后便离开了 在山中逃亡一晚 浑身脏兮兮的 自然得先回来洗个澡 换套衣服 特别是赵雪岩 现在穿的还是夏东阳那一套血衣 的确是很不妥 回到别墅 赵雪岩先是去一楼的房间看了看 见父亲赵正明并没有在房中 他便想着 之前是父亲和夏东阳骗自己回来 这时候 父亲应该去公司了 等会再去公司 向父亲道歉 他找了一套赵正明的衣服 递给夏东阳 而后便上了二楼 夏东阳到一楼卧室的卫生间内 简单地冲洗了两下 当然 他也只是 用热水冲了一下 纱布没包裹的地方 可就是这样简单地冲洗后 他立时便感觉到 后腰一阵刺痛 后面的花洒杆子 方才稳住身形 夏东阳 你不能倒下 现在烧烤电缸开业 妹妹马上要高考啊 你不能影响到 妹妹高考前的心境 站起来 站起来 好一会儿 他方才缓过气来 而后努力地挺直腰板 连连深吸了好几口大气 头晕眼花的感觉 方才好点 他知道 自己的就换比之前更重了 最近后腰的疼痛 是越发地频繁了 他只希望自己能坚持到妹妹大学毕业 从房间传来 赵雪岩还没下来 夏东阳坐在在客厅的沙发上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 楼上终于传来了动静 他急忙站起身来 只见赵雪岩换了一套 海蓝色的V领树腰长裙 粉嫩的天鹅颈上 一颗红色的玛瑙吊坠点缀着 踩着水晶高跟鞋 显然是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 他从楼上款款而下 一如从亚特兰蒂斯上岸的女王 浑身上下都绽放着高贵与典雅 夏东阳一时间是看呆了 看着夏东阳那惊艳呆愣的表情 赵雪岩不禁微微一笑 心头竟是颇有些得意 还真以为这是块木头呢 原来还是会被美吸引的嘛 可谁知他念头还没落 夏东阳便是撇过了头 赵雪岩一见 本有点小得意的心理 历史就有些失落了 继而便加快步伐走了下来 快不来到夏东阳身前 赵雪岩语气清冷地问道 夏东阳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看我很脏你眼睛吗 不 不是 夏东阳急忙说着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昨晚山洞中的事后 他心头对赵雪岩总有种异样的感觉 想见又怕见 总之难受而又期待 从未有过的奇怪 那你闭着我干什么 赵雪岩又追问道 我 夏东阳支支吾吾的 也说不出什么 最后只好道 赵总 我那套衣服 你拿去丢了就行了 赵雪岩知道 夏东阳是在转移话题 便说道 衣服爱怎么处置 我自己知道 不用你说 赵总 我 叫我名字 赵雪岩强势地打断了夏东阳的话 夏东阳有些诧异 赵雪岩这怎么洗了得澡 性情就忽变了呢 他正要说话 赵雪岩放在电视柜上 冲着电的电话 却是响了起来 赵雪岩瞪了夏东阳一眼 急忙过去将电话接了起来 喂 爸 然而 电话那边却传来的是 刘洪急切的声音 知道 小姐 你回来了吗 你快来之前的那家私人医院 董事长快不行了 什么 赵雪岩一听 整个人惊骇的都蹦了起来 他一把扯掉充电器 转身急切的对夏东阳说道 夏东阳 快 送我去医院 夏东阳也是听见了电话里 刘洪的话 哪里敢怠慢 急忙出门开着车 载着赵雪岩 急速向医院赶去 不到二十分钟 二人便来到了医院 上了楼 就见一脸急切的刘洪 站在楼道内等着 赵雪岩也不急多问 急匆匆的推门进去 夏东阳也是心念赵正明 所以跟了进去 可当一进病房 看着赵正明那光秃秃的头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怎么会这样 自己离开 也不过才一天多点时间 病情怎么会恶化至此 当推门进到病房 看着赵正明那光秃秃的头 以及那仿佛一瞬间 就老了二十年的干枯的脸 夏东阳愣在当场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昨天那个赵正明吗 赵雪岩也是愣住了 很快 他便回过神来 一下扑倒在赵正明的病床边沿 双手抓着赵正明的手 大哭着问道 爸 您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然而 赵正明却是一直闭着眼睛 带着氧气罩 没能回答他 下东阳心头大惊 难道赵正明已惊 他急忙走上前去 想要查看一番 赵雪岩也是如他一样的想法 泪水更是如绝地的湖水 连连摇着赵正明的手 喊道 爸 你醒醒啊 醒醒啊 你这是怎么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这时 刘洪走了进来 说道 小姐 董事长昏迷了 医生刚刚下了病危通知书 他能不能再醒过来 全凭天意了 不 不 不会的 赵雪岩一下蹦了起来 衣服 瞪大着双眼 转弱疯癫地说道 我爸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可能就病危了 你骗我 你骗我是不是 刘洪叹了一口气 眼神中也满是悲戏 而后转眼看着病床上昏迷的赵正明 说道 小姐 董事长当年在部队 便是因为受了重伤才回来的 他的头骨 在当年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弹片击破 左面半边全是人工合成的骨料 所以 这么多年来 他都是戴着假发 因为他头上根本没有头发 他的心脏上有三根搭桥 他的肺只有半块是好的 他的左手是被炸断了的 小臂以下 便是部队 研制的仿真一只 他的右脚小腿鼓里 还有两块钢板 他的全身上下 没有几处是完好的 他的血 他的身躯 他的灵魂 都献给了国家 说到这里 刘洪的声音变得越发激动起来 甚至乌液了 这位身高一米九的铁塔大汉 竟然是流下了眼泪 不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赵雪岩听着刘洪的话 连连摇着头 一脸的难以置信 而后扑到床边 先是抓起赵正明的左手 仔细地看着 果然间接近手弯处 有一道细的如蚕丝般的痕迹 那样一圈环绕小手臂 十分像是衔接的接口 他急忙按了按赵正明的左小手臂 在上面竟然真的找不到血管 他连忙又探身去看赵正明的头部 在头顶的中间的位置 也能清晰地看见 一道细如蚕丝的衔接痕迹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赵雪岩一下瘫坐在地上 满脸都是泪水 眼神中尽是内疚 自责 自赵正明回来 接他回赵家一起生活到现在 近二十年了 二十年啊 这么长的时间 他竟然丝毫没有发现 父亲一直戴的都是假发 父亲的左手竟然是一只 这该是何等的粗心大意 作为一个女儿 这又该是何等的不孝 刘洪这时候又说到 董事长一直以来都靠着药物维持 每周都会来两次医院 做定期的体检 医生本说 以他的身体状况 至少也还能支撑半年的 可之前因为郑南生的事 董事长和小姐你 所以病情才会急转直下 爸 赵雪岩听得一下 扑倒在赵正明的身上 愧疚不已的哭喊道 对不起 爸 对不起 我不该不听您话 为了郑南生那个畜生和您吵架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求求你 醒过来啊 醒过来 爸 此时此刻 赵雪岩心如刀割 他无法原谅自己 这二十年来 父亲顶着这么病重的身躯 每每在自己面前 总是慈祥微笑 在公司在外人面前 都是挺着腰板 他无法想象 在自己看不见的身后 附近的遭受何等的痛苦和折磨 夏东阳心头也是难以平静 他想不到赵正明身上的伤 竟然比自己现在还严重 而且 如此重的伤 赵正明竟然硬生生地撑了近二十年 这是一位英雄 一位曾经为国家为人民 抛头颅 洒热血的英雄 他心头不禁肃然起敬 夏东阳更清楚 赵正明能撑这么久 女儿赵雪岩便是他的精神支柱 他要看着赵雪岩长大 看着赵雪岩能独当一面 甚至想要看着赵雪岩结婚生子 所以 他之前知道赵雪岩和正男生谈恋爱的时候 会是那么的高兴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然时日无多了 为女儿找到了依靠高兴 可想不到 正男生却是一个骗子 一个罪犯 那种对女儿的担忧 以及后来孙良健发给赵雪岩的信息 父女俩的争吵 无意不是导致赵正明彻底倒下的导火索 这是一位父亲 一位为了女儿 与死神搏斗了二十年的伟大父亲 爸 你醒醒啊 睁开眼睛看到我啊 你说过要陪我一辈子的 你站起来啊 爸 赵雪岩抓着赵正明的左手 只剩下悔恨 内疚 自责与哭泣 他甚至从来都认为 爸爸是永远都不会累 不会倒下的 夏东阳与刘洪站在旁边 他们都已然插不上话 更不知道用任何语言去安慰 在夏东阳看来 换作是他作为现在的赵雪岩 也无法原谅自己 刘洪转头看了看夏东阳 夏东阳会议过来 而后转身向外走去 这时候 让赵雪岩一个人静静地陪伴着赵正明 才是最合适的 二人来到走廊尽头的窗口处 刘洪打了一支烟给夏东阳 他自己点燃后 狠狠地吸了一口 面色十分的沉重 继而 他方才问道 这男生抓住了吗 他的语气平静 但夏东阳仍然能听出 蕴含在内的可怕杀气 当即知道 他坠牙了 侯元文正带着人到牙下寻找 刘洪点了点头 说道 不管是死是活 第一时间通知我 夏东阳也点了点头 他知道这是刘洪心头的结 没有一个答案 是解不开的 二人就这么站在窗口边抽着烟 静静地等待着 夏东阳也是打算暂时不回烧烤店了 赵正明对他恩情深重 这时候 他说什么也要守在这里 他知道 自己一旦离开的话 与赵正明恐怕便是永别了 站在走廊内 夏东阳仍然能隐隐听见病房中 赵雪岩的哭诉声 当初 得知母亲去世 没能回家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夏东阳又何尝不是如此 虽然赵正明不是去世了 但夏东阳也能切身体会到 赵雪岩此刻心头的内疚 自责 恐怕不会比自己当初要轻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楼道内也变得昏暗了 二 灯光一下 全亮了起来 似乎又一瞬间回到了白天 而恰好是在此时 房内传来赵雪岩惊喜的呼喊道 爸 爸 您醒了 夏东阳与刘红对视一眼 急忙推门走了进去 果然见赵正明真的醒了过来 而且他的面色似乎还好了不少 刘红连忙欣喜的道 我去喊一声 阿红 赵正明叫住刘红 而后道 不用了 刘红一听 高大的身躯不经一正 他紧咬着牙关 已然意识到 这是什么了 双眼经不住红了 朦胧了 夏东阳心头也是一颤 深吸了一口气 呵呵 这时 赵正明那苍老的脸上 堆砌起起笑意 颤抖地抬起手 抚摸着赵雪岩的头发 满眼慈爱地说着 雪儿 你没事回来就好 爸爸就放心了 赵雪岩又抬手 抓着赵正明颤抖的手 满脸歉疚地说着 爸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之前不该说那样的话 伤您的心 对不起 对不起 傻丫头 和爸爸说那些干什么 爸爸本就时日无多了 就怕有些事情 来不及交代给你 不 不 赵雪岩哭着连连摇头 说道 爸 您在说什么呀 你不会有事啊 不会的 你骗我的 是不是 爸 我再也不认信了 我以后一定 什么都听你的 爸 赵正明微笑着 慈爱地说道 傻丫头 爸爸能活到现在 已经是老天带我不薄了 不 不 赵雪岩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一个劲地摇头哭着 赵正明仍然是微笑着 与其极度温和地说道 雪儿 爸爸这辈子有两个遗憾 第一个遗憾就是 没能陪伴你妈妈过一天的日子 第二就是 爸爸没有时间看见你结婚了 没有时间等着抱外孙了 不 爸 有时间的 有时间的 一定可以的 赵雪岩紧紧地抓住 赵正明的手 眼泪如断线的珍珠 不断地滑落而下 赵正明又说道 雪儿 原谅爸爸 不能再继续陪你了 以后 你所有的路 都得靠你自己走了 赵雪岩哪里听不出来 父亲这是在做灵蝶了 连连摇头道 不 爸爸 你说过要一辈子陪着我的 你不能食言 不能食言 赵正明一双虎眼中 泪水缓缓滑落而下 天下间 又有哪个父母 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呢 他颤抖着手 抚摸着赵雪岩的脸 说道 雪儿 你去外面等等 爸爸有话要单独 和夏东阳说 赵雪岩虽然极为不想 在这最后的时刻 离开父亲半步 但也不愿在 忤逆父亲的意思 便是起身看了看下东阳 这才捂着口鼻跑了出去 刘红接着便跟了出去 顺手还带上了门 伯父 夏东阳上前蹲在床边 握着赵正明的手 赵正明便说道 东阳 谢谢你将雪儿救了回来 伯父哪里话 这是我应该做的 夏东阳说着 哪知道赵正明 却是突然话风一转 问道 东阳 你喜欢雪儿吗 夏东阳身子一僵 整个人都愣神了 诧异地看着赵正明道 伯父 我 赵正明知道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也要走了 难道你是有有顾忌吗 是不是因为飞飞 夏东阳语气明重地说道 伯父 你也知道我的身体 医生说 我随时都有瘫痪的危险 我哪里有资格 去喜欢一个女孩子 唉 赵正明也是叹了一口气 看着眼前的夏东阳 他一如看到了 自己当年的影子 心头是痛惜不已 难道这就是天意吗 他也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便说道 雪儿刚经历正男生的事 若是我也离去 他必然承受不了 东阳 我希望你能陪着他 照顾他 让他早日走出悲痛 振作起来好好生活 行吗 夏东阳点头道 伯父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赵总的 赵正明又说道 我离开后 赵家的人肯定又会逼迫雪儿 另行分配公司的股权 我都有安排 全部交代在遗嘱里 到时候 刘洪辉带着律师去 我希望你 也能陪同雪儿去赵家 伯父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 伤害赵总的 上次就是在这医院中 赵家那些人 对赵雪岩的逼迫 夏东阳记得清楚 上次赵正明是假死 这次万一真的 情况恐怕更难控制 赵正明深吸了一口气 面色变得有些暗淡下来 紧接着他又说道 别墅一楼房间中的枕头下 我给你留了一些东西 我走后 你记得回去拿 夏东阳有些诧异 赵正明会给自己留什么 说到这里 赵正明又连连深吸了两口气 眼神都变得涣散了 夏东阳面色大变 赶忙起身去开门 一直等在门口的赵雪岩 一见夏东阳开门 不等夏东阳说话 便是快速地冲进了房门 扑倒在赵正明的床边 喊道 爸 赵正明暗淡的面上 再次浮现起慈爱的笑 抬手抚摸着赵雪岩的脸 有气无力地说道 雪雪 爸爸终于可以去见你妈妈 去祈求她的原谅了 雪 爸爸不能陪你了 你要坚坚强 他说着 抚摸着赵雪岩的手 一下垂落而下 赵雪岩面色大变 双手一把在空中 将赵正明垂落的手给抓住 撕心裂肺地哭喊道 爸 爸 然而 赵正明却已然闭上了眼睛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伯父 夏东阳也是无法控制悲痛的情绪 一下跪倒在床边 首长 刘洪并没有喊董事长 而是喊着首长 继而标准地对着赵正明行了一个军礼 爸 爸 赵雪岩大哭着 由于情绪太过悲痛 竟是晕厥了过去 入夜后 烧烤店这时候又迎来了上生意的时刻 可夏东阳仍然没有回来 于非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 夏东阳的手机都关机 他禁不住咬牙骂着 这个夏东阳 甩手掌柜还当上瘾了 说得在路上了 这都九点多了 还不见人瘾 真是气死人了 可抱怨归抱怨 看着生意如此火爆 他心头还是十分的高兴 而且 夏东阳真的很有生意头脑 引进了老于的肉汤圆 而且让老于改良了 昨晚一推销 老于的汤圆 是卖出去一百多碗 老于自己也是乐坏了 当然 乔振东找来的两个烧烤师傅 也是很给力 食客们都纷纷点赞 几个员工看着生意如此好 也都是高兴积极的很 要知道 之前夏东阳可是表态了的 生意好 大家的福利都会提升 长言道 锅里有了 碗里才有 而今晚 赵如荣等人仍然前来帮忙 如果生意持续稳定下来 于飞想着 怕是得再多招几个员工了 烧烤店内 于飞等人都是为生意的火爆而高兴 可医院病房中 却是陷入了一片悲痛之中 赵正明 这样一位国家英雄 这样一位江阳商界传奇 就这样离去了 而最终陪在他身边的 却只有赵雪岩 夏东阳 以及刘洪三人 不能不说 颇有些悲凉 赵雪岩已然哭晕过去三次了 他双眼红肿得如桃子 眼泪都四流干了 就那么跪在床边 紧紧地握着赵正明 快速冰凉僵硬的手 不愿松开 夏东阳与刘洪 则是站在旁边默默地陪伴着 这时候 再多的安慰 都于事无补了 唯有赵雪岩自己想通 而走出悲痛 可赵正明这样离开 他心头的自责内疚 又岂是说 释怀就能释怀的呢 就这样 赵雪岩跪着 夏东阳与刘洪站着 竟是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夏东阳二人都是生怕 在这样下去 赵雪岩身子会承受不住 刘洪转头眼神示意夏东阳 夏东阳会议过来 便走上前去 说道 赵总 节哀顺变 伯父也不愿看到你这样 伤心自责的 现在最要紧的 还是安排伯父的身后事 赵雪岩摇着头 一脸悲泣地说着 是我害死了我爸 是我害死了我爸的 我才该死 该死 他说着 越发激动起来 竟是抬手就向脸上 重重地扇去 赵雪岩的手给抓住 可赵雪岩刚才那一巴掌 的确是很下了心 有脸上历时就起了 五根清晰可见的手指印 放开我 放开我 赵雪岩情绪激动 极力地挣扎着 夏东阳干脆从后面 一把将他给抱住 将他的手紧紧地束缚着 而后说道 赵总 伯父不会怪你的 他只希望你以后 能生活得更好 更幸福 你这样对待自己 只会让他再天之灵不安的 赵雪岩听得 停止了挣扎 身子也放松下来 夏东阳这才松开了他 他一下又扑倒在床檐上 大哭了起来 夏东阳暗叹了一口气 只能是站在旁边 默默地陪伴着 约末十多分钟后 赵雪岩方才站起身来 语气镇定地 对夏东阳和刘洪道 我们为我爸处理后事吧 好的 小姐 见赵雪岩振作起来 刘洪方才稍稍放心下来 而后便出门去了 不多时 他便找来了医院的两名护工 将赵正明用白布盖上 抬上了单驾车 赵雪岩的眼泪 经不住再次滑落而下 快步紧跟在单驾车后面 这一幕是多么的熟悉 之前那次 虽然是赵正明炸死 但赵雪岩并不知情 同样是伤心欲绝 而这次 却是真正的离去了 这么短的时间 承受两次如此沉重的悲痛 不难想象赵雪岩内心 所受到的伤害 该是多么的深与沉 夏东阳与刘洪 也都是默默地跟着 三人将赵正明送上了车 而后来到比较山下的殡仪馆 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 甚至与之前赵正明炸死时 停放的守灵房间 都是同一间 跪在宾关前 赵雪岩是多么的希望 这次也如上次一样 自己是被蒙在鼓里 一切都是父亲的安排 可他知道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夏东阳与刘洪 也都分别跪在赵雪岩后面一点 这一夜 想来怕是要这样守夜过去 可不多时 就有一群约莫十来人 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夏东阳与刘洪同时站起来转过身 就见这一群人的领头 真是赵正明的大哥赵正荣 后面的大部分人 都是上一次在医院 亦或是后来在华阳集团 逼迫赵雪岩的人 来得十分的齐全 不用说 他们应该是通过某种途径 得着赵正明去世 这才不顾一切 追到了这病医馆来 真是急不可耐 他们要做些什么 夏东阳如何不知 他暗下决心 只要有任何人 胆敢说一句刺痛赵雪岩的话 胆敢在灵前 惊扰赵正明在天之灵 他便直接出手教训 正明啊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 你让你雪岩 他以后可怎么办 赵家可该怎么办 夏东阳还没有说话 人群中 一个穿金带银 一张大冰脸 涂抹的走路 都会掉粉的中年妇女 一下冲了出来 静止扑在赵正明的兵关上 如丧考笔般的 大哭了起来 他正是赵正荣的老婆 赵正明的大嫂王娟 可他那哭了半嗓 却是并未见半滴眼泪 可见其造作之意 走开 不许用你那脏手 碰我爸的兵关 赵雪岩陡然抱起 一把将王娟给推倒在地上 好你个赵雪岩 你敢推我妈 后面的赵光贤 一见母亲被推倒 立时冲了上来 伸手就要去推赵雪岩 夏东阳哪能让他得逞 一把抓住他的手 顺势一拉 赵光贤便控制不住地冲了出去 摔了个狗吃屎 夏东阳 上一次在公司 你打伤光贤 我还没找你算账 这次又动手 是不是真当我治不了你吗 老婆和儿子都吃了亏 赵正荣哪里还沉得住气 一脸阴沉的上前 瞪着夏东阳喝道 夏东阳还涉这些丑恶的嘴脸一圈 冷声道 伯父刚去世 谁要是胆胆在他临前闹事 别管我不客气 伯父 这时 人群中一个身着路肩宽松针织衫 配着紧身黑色皮裤 看上去怕是还没有二十岁 画着烟熏装的女孩子 大笑着走了出来 看着夏东阳说道 喊得那么亲热 真是不害骚啊 某些人怕是看上血岩了吧 我看 是想来个人才坚收吧 现在终于是等了机会了 可惜证明啊 墨养一头白眼狼啊 一时间 赵家人是一个比一个说的难听 这简易的灵堂前 那是闹哄哄的一片 闭嘴 赵雪岩冷声抱喝着 而后对夏东阳喊道 夏东阳 把他们全部给我扔出去 是 赵总 夏东阳没有丝毫犹豫地应了一声 二话不说 一步上前 便抓住那个皮裤少女的肩膀 抬手就要扔 老三赵正文见状 面色大变 急忙从后面跑了出来 如一头发怒的狮子般 瞪着夏东阳怒吼道 夏东阳 住手 你敢伤害玲玲 我绝饶不了你 原来这皮裤少女 正是赵正文的独女赵玲玲 赵正文是三兄弟中 结婚最早的那个 可老婆体弱多病 一直都怀不上孩子 眼看着都三十多岁了 夫妻两世 急得没办法 什么民间屠法子 医院的药都吃变了 却仍然是不见任何动静 夫妻两只得考虑用试管婴儿的方法了 试管婴儿之前 须得给准妈妈打激素催卵针 女孩子从出生时 其实便已经注定了 一生大概有多少个卵抛 如果用药物催促排卵的话 女人便会老得更快 对身体伤害极大 但为了能给赵正文生的孩子 赵玲玲的妈妈 也是咬牙挺了过来 顺利地将赵玲玲给生了下来 可没过几年就病逝了 所以 这赵玲玲 几乎就是她妈妈用命换来的 自然便是赵正文的心头肉 哪容的夏东阳伤害女儿 一丝一喉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时候即便是被夏东阳抓着 仍然是丝毫不怕 微微仰头看着夏东阳 说道 动手啊 你有胆动本小姐一下 本小姐分分钟找一车人弄死你 好家伙 这简直就是个小太妹 小老虎啊 的确是梅姑父长的那两颗小虎牙 上次在那私人医院闹的一次 赵玲玲并没有在 所以没见过夏东阳的厉害 可赵正文见过 顿时急着喊道 夏东阳 别 别伤害玲玲 有话好说 夏东阳指道 我无意伤害任何人 董事长代我恩身义重 准我叫他一声伯父 我不会让任何人 惊扰他的在天之灵 我劝你们立刻出去 否则 我只有将你们一个个扔出去 好 我出去 你先放开玲玲 赵正文毫不犹豫地说着 看见爸爸这么的没骨气 赵玲玲任性倔强 而不止死活地说道 爸 你怕他干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他吗 赵正文听得都是急得跺脚了 心里只喊着 小祖宗啊 你可消停点吧 这位真的下得去手啊 他正要说话 下东阳已然一挥手 赵玲玲那小身板 立刻就飞了出去 直向赵家人堆里砸去 啊 这下是把赵玲玲吓得是惊叫了起来 大喊着 接住我了 可赵家那些人 不仅没人伸手去接赵玲玲 竟是个个都生怕被砸着 一瞬间就坐鸟受散 即便是人的潜意识 也可见轻轻的淡薄 唯有赵正文扑了过去 想要接住女儿 可他要折返回去 根本来不及 眼睁睁地看着女儿 飞坠向水泥地上 玲玲 这一下是痛得他的心意如刀割 赵玲玲也是完全没想到 夏东阳真的敢动手 眼看着头部要倒栽在地上时 这下是 吓得都要湿了魂了 下意识地就闭上了眼睛 可半天也没传来痛感 他这才视态地睁开眼 可这一看 豁然就见拖住自己身子的 竟然是夏东阳 他双眼灯时瞪得老大 他将自己扔飞过来 又跑来接住自己 这速度得是有多快 诚然 这时候赵家的其余人 也都是各个瞪大着双眼 如见了鬼一般 看着托举着赵玲玲的夏东阳 因为刚才 他们都只看见人影一闪 夏东阳已然跨过了五六米的距离 而后接住了赵玲玲 这简直不是人应该有的速度 玲玲 玲玲 见夏东阳接住了女儿 赵正文长出了一口气 急忙上前 而后对夏东阳说道 夏东阳 你先放玲玲下来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夏东阳曾是军人 赵正明也是 所以将心比心之下 夏东阳终究是觉得 不管赵家人做得多过分 赵正明都不愿意伤害同族亲人 所以 他才接住了赵玲玲 此刻 他并没有急着将赵玲玲给放下来 就那么举着赵玲玲 冷眼环射赵家人一圈 说道 刚才是警告 如果你们再张着嘴巴乱说 惊扰伯父之灵 我绝不再留守 他说着 便是将赵玲玲给轻轻放了下来 赵正文赶忙将女儿 拉着护在身后 赵玲玲却是从他身后探出头来 明亮的大眼看着夏东阳 眼神中 有惧怕 有惶恐 甚至还有些异样的神色 赵家那些人 也都是被夏东阳给震住了 分成左右两拨站着 一时间竟然都没敢说话 场面一时间陷入了寂静之中 赵雪岩也没再让夏东阳动手 而是转回身 又跪在赵正明的灵前 夏东阳与刘红也是跟着跪了下去 赵正荣等人你看我 我看你 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是好 好一会儿后 赵玲玲从赵正文身后走了出来 向赵正明的灵前走去 玲玲 回来 赵正文一把拉住女儿 生怕这丫头人性 又去惹着夏东阳 赵玲玲却是拨开了她的手 而后快步向赵正明的灵前走去 吓得赵正文是喊又不敢喊 追又不敢追 直在那里跳脚 赵家其余人 心头都是责怪赵玲玲 别惹怒了夏东阳 到时候又迁怒自己等人 下一刻 却见赵玲玲上前 一下跪在赵正明的灵前 然后哭道 大伯 玲玲来看你了 玲玲一直都记得 妈妈去世后的那段时间 是你玲玲买玩具 讲故事 我上初中的时候 有几次爸爸在外地 是你来给玲玲开的家长会 班里好多同学 还说你是老头子 可你都笑呵呵的 上高中的时候 你怕我被欺负 还叫我搏击术 可我却总是惹事 每次惹事后 班主任电话 都是打到你手机上 每次你都护着我 甚至讲理 把我们班主任 都讲得哑口无言 高考后 我的成绩并不好 可你对我说 读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将自己个性 和爱好最大潜力地 发挥出来 那就是自己的路 你知道我喜欢 麦克杰克逊 所以就送了我 麦克杰克逊的歌碟 我知道那是绝版的 有钱都未必买得到的 伯父 您生病了 为什么不给玲玲说 玲玲一定来看你的 伯父 对不起 玲玲来晚了 说到这里 赵玲玲更是大哭了起来 后面的赵正文一听 整个人都愣住了 女儿所说的这些事 这么多年来 他作为父亲 竟然都不知道 他更不知道 自己一直依附大哥 想要搬到的二哥 竟然在背后 如何地关照自己的女儿 此时此刻 他只感觉自己愧为人父 愧对兄弟 满心愧疚地 向赵正文的灵前走去 赵正文全然想不到 自己一直嫉妒的二哥 在背后竟然替自己 如此地关心呵护女儿 这一刻 他哪里还能站得住 满心愧疚地 来到赵正文的灵前 重重地跪了下去 哭喊道 二哥 我对不起你啊 赵玲玲这时候 转头对着赵家人群中 喊道 赵明 赵强 赵颖 我知道 大伯在背后 都是照顾了你们的 没少给你们灵用钱 没少给你们解决麻烦 现在大伯死了 你们难道就没有一点伤心吗 你们来这里 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们对得起大伯吗 他话音一落 赵家人群中 有五六个小年轻 都不禁愧疚地低下了头 而后先后走了出来 跪倒在赵正文的灵前 纷纷悲呼着 大伯 姨父 这些都是赵家的后辈 甚至还有几个是 娘家后家的后辈 可他们无意不是 受了赵正文的关照爱护 但看着自家的孩子 竟然都受了赵正文的照顾 赵家那些个长辈 各个面上 那都是精彩的粉 可笑他们来这里 还都是受了赵正文的蛊惑 前来另行分配公司股权 这和恩将筹报 又有什么区别呢 此时此刻 他们个个不仅是愧疚地低下了头 而后便一个个地 走到赵正文的灵前跪着 这一来 前来的近二十人 竟是大部分都跪在了赵正文的灵前 你们都疯到王娟一见这情形 顿时就又要煽动 可赵正文却是急忙 递给了他一个眼色 他清楚 这时候几乎大势已去 如果正在赵正文灵前闹的话 且不说夏东阳会动手 就是这些受过赵正文恩惠的小辈 恐怕也不会坐视不管 他们都是年轻人 容易感情用事 真要闹起来 那就没轻没重的 保不准自己便会吃大亏 赵正文啊 想不到你 竟然这么会收买人心 在背后做了这么多事 好 反正女人都去了 也不急在这一会儿 想着 他也就来到灵前 跪在了后面 王娟与儿子赵光贤 心头虽然很是不甘心 但这会也只得跟着跪了下来 看着这明明是来夺权分骨 意图不善的近二十来号人 竟然转瞬间就全部跪倒在地上 这一刻 夏东阳再一次更深地认识到赵正文 他不仅是个国家英雄 还是个伟大的父亲 更是个慈爱的晚辈 他用他残破不堪的身躯 却演绎出了一个男人最完美的人格 心头唯有无比惋惜与崇高的敬意 赵雪岩本想是要阻止这些人下跪的 因为他觉得 父亲不需要这些丑恶嘴脸之人的跪拜 他们也未必就是真诚的追思 可想着 今天终究是父亲离去之日 在父亲临前还是不宜太闹腾 也就让他们跪拜完 继而方才说道 跪也跪了 你们回去吧 我知道 你们想要干什么 等处理好我爸的后事 我会集合大家开会 赵正荣自然也不想在这里多待 于是站起身来 像模像样地说道 雪岩 你爸突然离开 我们都很悲痛 其他的事情不着急 慢慢来 我去问问殡仪馆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准备的 他说着 便领头准备走了 其余人也相继起身 对于他们来说 跪拜便已经算是对赵正荣 对自己子女那点小恩惠的感激了 特别是一些阁房堂兄弟 那就更是如此了 终究 人死灯灭 人走茶凉 也唯有赵正文和女儿赵玲玲 还在跪着没有起来 赵玲玲是发自内心 而赵正文 却是因为对女儿的疼爱 转嫁到赵正文身上 便为了浓浓的愧疚与自责 等等 就在赵正荣等人要离开之时 刘红却是起身拦了下来 下东阳碍事也就算了 再来个刘红 赵正荣顿时面色便是一变 冷声道 怎么 刘红 你也想赐交要一下吗 刘红却道 我知道 你们想要知道董事长的遗嘱内容 这些事也用不着等过几天了 你什么意思 赵正荣一脸诧异地看着刘红 完全不明白刘红的话是什么意思 而就在这时 衬衣 两灰色西裤 打着暗红色领带 面容轻瘦的中年男人 提着一个公文包大步走了进来 他一进来 立刻就有人认出他来 说道 那不是江阳律师会所的会长 张庆章会长吗 他怎么来了 他可是我们江阳的头牌律师啊 是啊 他这个时候过来 莫非 赵家人是纷纷猜测着 那张庆竟只走到赵正名的林前 恭敬而深深地鞠了三个宫 而后转身对赵雪言说道 赵小姐 私人已逝 请节哀顺便 保重身体 赵雪言站起神来 回了一鞠躬 而后道 谢谢张会长 一个外人过来 尚且对死者如此尊敬 相比赵正荣等人 那更是让赵雪言寒心了 张庆直到 赵小姐客气了 他说着 还事了再常人一圈 便说道 大家都在 那便省事了 我叫张庆 是江阳律师会所的律师 也是赵正名赵先生的遗嘱公正律师 我受他的委托 在他离去后 到赵家宣读遗嘱 看现在这情形 在这里宣读恐怕更合适了 赵家等人纷纷交头接耳起来 原来真的是来宣读遗嘱的 可这张律师说 在这里宣读遗嘱恐怕更合适 这是什么意思呢 赵雪言之前可没听父亲说 留了遗嘱的 但从刘红刚才的话里不难听出 这张庆应该是他通知来的 夏东阳也站了起来 赵正文妇女 接耳也站了起来 王娟有些等不及了 便催促道 张会长 你赶快宣读啊 张庆从公文包中 拿出一个文件带 而后当众展示道 请大家看好 这文件带是用密封牵锋存好的 里面是赵正明先生的亲笔遗嘱 绝对真实有效 绝对具有法律效应 看见了 别啰嗦了 你到时候打开 赵光贤十分不耐烦地催促着 这对母子都一个德行 眼里只有钱 张庆也是十分的谦和 并没有和赵光贤一般见识 而后将文件带给当众撕开 从内拿出了遗嘱 众人一看 只见那并不是什么A4纸 而是很老实的信牵纸 绝对是手写的 而且看样子只有一页 张庆朗声念叨 本人赵正明 因病重将不久于人世 特在张庆章律师 新康医院院长胡才广的见证下 特立此遗嘱 内容如下 华阳集团董事长职位 由本人大哥赵正荣担任 持公司股份49% 其余股份 赵雪言听后 顿时一皱眉 父亲怎么会留下这样的遗嘱 他之前不是说 要让自己管理公司的吗 难道这遗嘱会是假的 遗嘱很短 不过寥寥一两百字 却是将董事长的归属 股权的分配 交代得十分的清楚 若说是遗嘱之中 让赵正荣担任董事长 那他本来就资格佬 现在在家中占老大 虽然能力不出众 没什么魄力 但终究还是有些经验 也算是能说得通 可在这份遗嘱之中 有个最大的问题便是 在后背股权的分配之中 最高的股份的得主 竟然是赵玲玲 反而赵雪言作为赵正明的独女 竟然连一点股份都没有 王娟便是得意的笑了起来 甚至还搅揉造作说道 哎呀 郑明真是有远见啊 知道只有我们家正荣 才能独挑大梁 郑明啊 你要是早点把公司 交给我们家正荣 也不至于这样累着而病倒啊 这又是何必呢 这女人得了便宜还卖乖 竟然还责怪赵正明 交权交得太晚 以至于累死的 夏东阳听得恨不得 上前扇她一巴掌 撕了那张恶毒的嘴 赵雪言却已然上前道 不 不可能 我爸绝对不可能留这样的遗嘱 赵雪言并非是看中那点股份 他最担心的是 爸爸的遗愿 被某些有心人给篡改 于是便上前接过了 张庆手中的那张遗嘱 赵雪言一看上面的字 历史就愣住了 夏东阳也站在一旁 清晰地看见 上面的字体雄浑 笔风亦如刀劈剑销 隐隐藏着一股锐利的气势 应该是十分好辨认 但看赵雪言的神情 看来 这的确是赵正明的亲笔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赵雪言拿着父亲留下的那份遗嘱 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时 赵正荣便上前道 雪言 这下你应该是放心了吧 证明这样的安排 或许是想着 你一个女孩子 用不着那么操劳 想让你无忧无虑的生活 大伯不会辜负你爸爸的托付 一定会将公司打理得更好的 你也放心 虽然你没有得到股份 但大伯每年 还是会从自己那份里面 给你分红的 待到你出嫁之日 大伯必然会给你一份 像样的嫁妆 怎么说 你也是我们赵家的大女儿 这番话可说是 说得温和慈爱 可仍是不难听出其中的得意 更甚的是 他说完这番话后 历时便转头 对律师张庆说道 张会长啊 您看这股权的交接 什么时候举行了 赵雪言转过身 实在不愿意看见这些虚伪的面孔 张庆却说道 不着急 赵正明先生 让我还有几句话 要转达各位 赵雪言一听 立刻转身过来 父亲竟还留了话 他立刻催促道 张会长 我父亲还说了什么 张庆华视了赵家人一圈 与其平静地说道 赵正明先生 让我对你们说 他之所以这样分配股权 让你们每个小家都持有股份 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再因为股权的问题 而勾心斗角 大家都是赵家人 应该团结一致 同气连之 只有大家上下一心 才能让公司发展得更好 所以 他宁愿赵雪言小姐 不要公司的股份 赵正明先生还有一个请求 赵雪言小姐 现在不是公司的人 但和赵家还是血脉相连 如果他有什么困难 他希望大家能看在他的面上 给予赵雪言小姐帮助与支持 赵家绝大数人一听 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 原来赵正明竟是如此的用心良苦 为了让大家团结起来 分散股份 甚至将亲生女儿的股份 都拿来分给了大家 要知道 在这份具有法律保护的遗嘱中 他就是把大部分的股权 甚至把董事长之位传给赵雪言 那都是可以的 可他没有这样做 他宁愿女儿一点股份没有 都不愿意看见大家继续为争股权而闹下去 自己等人成天想破脑袋的 想要得到那点股份 相比赵正明的这份魄力 这份对家族无私奉献的心 如何能不羞愧 特别是赵玲玲那些小辈 要知道 他们所得到的股份 绝大部分都是从赵雪言股份里分的 他们其中甚至有两三人 按照情理来说 不给股份都说得通的 可赵正明没有那就做 仍然是给了他们股份 此时此刻 他们心头只有羞愧 赵玲玲便是第一个忍不住 又跪倒在赵正明的灵前 哭喊道 大伯 大伯 姨父 郑明啊 一时间 赵正明的灵前 再次跪倒一大片 哭泣声不断 这一刻 他们都是被赵正明为 家族无私的精神所折杀 羞愧且真心地跪下 赵雪言看着手中的遗嘱 他无声地哭泣着 泪水滑落而下 他明白了父亲的用心 股权 金钱都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家人 是亲情 他默默地将遗嘱递回给张庆 然后看了看赵家这些人 一句话也没说 他只希望 他们真的能懂得父亲的良苦用心 不要辜负父亲的心意 继而 他走了回去 再次跪倒在父亲的灵前 可赵正明一家人 以及几个拥护他的人 却是围在了张庆身边 七嘴八舌的询问者 移交股份 需要什么手续 有什么注意事项等等 看着这些人这么坦然地 拿着从赵雪言手中奋出的股份 竟然没有丝毫的羞愧之意 当着赵正明的灵前 竟然就一门心思地关心交接问题 他一握铁拳 就上前冷声道 有什么话 请你们出去再说 赵正荣这时候正在信头上 转眼瞪着夏东阳 不过想着 自己马上就是董事长了 也就得意地冷哼道 夏东阳 我只是讲究身份 不屑于与你争斗而已 张会长 走 我们去喝碗茶 一边喝 一边聊 张庆却是微笑道 赵先生 抱歉 我来只是宣布遗嘱 和转达赵正明先生 生前的话 喝茶那些 并不在我的职业范围中 明天 我会去华阳集团公正 请赵先生和大家到时候到场 张庆作为江阳的头牌律师 名气之下 自然便是平时的言以律己 依法行事 所以直接拒绝了赵正荣的邀请 而后便转身离开 赵正荣一张脸历时便冷了下来 他那老婆王娟更是不屑地说道 去 就一破律师 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以后公司所有事都别用他 好家伙 还没正式上位呢 这时候便开始做决策了 就是 太目中无人了 算什么东西啊 历史就有拥护着附和着 林前 一片悲弃肃肃母 就只有这七八人还在铁造着 感受着被冷漠孤立 王娟也是自感没趣 便拉着赵正荣说道 正荣 走 今晚我们可得好好喝几杯 庆祝庆祝 夏东阳一听 顿时怒火大起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听着王娟那明显带着得意显摆 没有半点被赵正明敬意的话 夏东阳顿时怒火大起 一个剑步上去 一把抓着王娟的肩膀 随手就给扔了出去 碰 王娟被虫重地砸落在三米外的花坛里 那花坛里的栽种的可是三角梅 三角梅的枝上有刺 这大热天的王娟穿的又是裙子 这下被刺的如杀猪般连连惨嚎着 在花坛里挣扎着 可是越挣扎 那些刺便是扎得越多越深 痛得它是嚎得越来越惨 妈 赵光贤一声怒吼 一拳就向夏东阳脸上砸去 夏东阳抬腿就是一脚 赵光贤顿时身子一弓 便倒飞了出去 摔在三米之外 夏东阳 你太母无法计了 我也要报警 都在颤抖连忙从身上摸出手机 夏东阳却冷声道 自己的亲兄弟去世了 你不悲伤悼念也就算了 现在却想着要出去庆祝 赵正荣 你还有没有人性 报警是吧 好啊 最好让媒体也来 看看赵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这个即将上位的华阳集团董事长 又是什么样的人品和德行 看看你能不能服众 能不能坐稳 是啊 大伯 你这样做真的有些过分了 大哥 适可而止啊 正荣 你得管管你老婆那张嘴了 一时间 赵家人竟是开始生讨起赵正荣来 赵正荣一瞬间 变成了众矢之地了 你你们 赵正荣气的话都说不出来 他只得 双眼瞪着夏东阳 眼珠都快爆出来了 继而审视夺势 好一会儿 方才咬牙道 好 很好 夏东阳 我记住了 他说着 转身走到花坛边去扶王娟 王娟这时候是暴怒着吼道 轻点啊 你死人啊 痛得很啊 好不容易 王娟是出来了 裙子被划破不算 手臂和脸上更是有多处血痕 他张牙舞爪地向夏东阳冲去 咆哮着 夏东阳 你个天杀的 老娘和你拼了 回来 我们走 赵正荣却是将他给死死拉住了 王娟立时就不一了 撒泼地骂道 好你个赵正荣啊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老婆儿子被人打了 你屁都不敢放一个 老娘是跟错你了 赵正荣立时一挥手 火气也是不小地回道 跟错了你就换 你以为你自己又能好多少 你不走是吧 好 我走 他说着便转身向外走去 王娟整个人都炸了 急匆匆地跟了上去 边追边问道 赵正荣 你给老娘说清楚 你几个意思 是不是现在上位了 想要一脚踹开老娘 你老娘站住 站住 有道是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肯定有一个十大体的女人 但看王娟这德行 估计赵正荣也走不了多远 夏东阳摇了摇头 心头暗叹 亲兄弟啊 比不上权力金钱的诱惑 这一母所生 差距怎么会如此巨大 所有人再次跪倒在赵正荣的灵前 这样默哀追到 大概十多分钟 赵雪岩方才转头说道 各位叔伯 各位兄弟姐妹 你们的心意 我爸都是能感受到的 天色晚了 你们都回去吧 雪岩 别太伤心了 雪岩姐姐 保证身体 大家伙都是一脸悲戏 语言安慰赵雪岩 而后便相继离去 看到这一幕 夏东阳心头多少稍感安慰 毕竟还是有良心发现的人 很快 大家伙都离开了 只剩下赵正荣和赵玲玲了 赵雪岩对赵玲玲说道 玲玲 你也和三叔回去吧 明天是周一 要上课的 赵雪岩对赵玲玲的态度 要温和很多 之前赵玲玲 也是经常跑她那别墅里去玩的 二人之间是有姐妹感情的 而且赵雪岩做事 向来是公私分明 对人不对事 即便是三叔赵正荣反对爸爸 一直和大伯赵正荣联合逼迫 但赵雪岩对赵玲玲 却一直都不错 赵玲玲却摇头 坚持说道 不 大伯对我如亲生女儿 现在他走了 我要为他守夜 赵雪岩悲气的面上 难得地浮现出溺爱 伸手轻轻抚摸着赵玲玲的头 转头对三叔赵正文说道 三叔 你也上了年纪了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赵正文摇头道 我一直帮着大哥针对二哥 可二哥不仅没和我计较 还在背后一直照顾着玲玲 就连走了都想着玲玲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不是一个好兄弟 我知道我现在说再多都没用 都于事无补了 但我只希望 能这样陪一陪二哥 减轻一点自己的罪过 三叔 爸从没怪过你的 赵雪岩也是看得出来 赵正文是真心的悔过了 他再次觉得 父亲遗嘱内的决定是正确的 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这夜 烧烤店中 生意依旧火爆 于飞忙得连骂下东阳的心情 与力气都没有了 直到凌晨一点多才打烊 最后仍然是由许昊成 送他回下东阳的家 简单的洗漱后 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 于飞才又给夏东阳打电话 可夏东阳的电话仍然关机着 他心头不仅又是担忧起来 这夜 于飞又因为担忧夏东阳而失眠了 殡仪馆这边 就赵雪岩 夏东阳 刘洪 赵玲玲 和赵正文 五人为赵正明守夜到天明 赵玲玲这丫头年纪不大 竟硬是跪了一晚上 眼都没合一下 也不枉费赵正明生前如此疼爱他 赵正明生前曾对刘洪交代过 一切从简 所以一日一大早 他的遗体便被殡仪馆工作人员推去火化 赵雪岩悲气地靠在夏东阳的怀中 哭得伤心欲绝 安葬好赵正明后 已经上午十一点了 另一头 华阳集团中 在张庆的公正下 赵正荣正式成为集团的董事长 而江阳一带经商传奇赵正明病逝的消息 也迅速在江阳商界炸开了锅 赵正荣打扮得油光水亮 人模狗样的 在镜头下 那是表现得十分的悲痛 可谓是做足了戏 不过当问及接手董事长职务时 他眼神中仍然难掩兴奋与得意 只是当有个不开眼的记者问他 脸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时 他整个人一震 脸皮都跳了起来 那尴尬之色 更是让人忍不住诸多猜测 随着赵正明一死 江阳不少公司开始筹谋了 省城孙家也得到了消息 哈哈 赵正明啊 你终究死在我的前面 省城孙家 孙中兴坐在轮椅上 确定消息的真实性后 他经不住大笑了起来 上次 赵正明利用孙良剑 给他传达了一份假的商业机密信息 在关键的时刻 让他一败涂地 气得他当场中风 休养了这段时间 他虽然暂时还不能下地行走 但上半身的神经 算是恢复了七八成了 他可一直没忘记这个仇 得知赵正明死了 他如何能不高兴 嗨嗨 可由于他实在太过激动了 这一下顿时有些差弃了 历史便剧烈的咳了起来 可谓是乐极生悲啊 站在他身后不远 长着一张油字脸的管家 老爷 医生说你不能太过激动 好一会儿 孙中兴方才顺过气了 一张脸也是憋得如猪肝一般 他恶狠狠地骂道 赵正明 别以为你死了 事情就过了 你设计让我亏损近百亿 害我被人戳着几两股骂 被人催战 成天不得安宁 我会让你在地下也不得安宁 哼 对付赵正明那个废物 可比对付你容易多了 他说着 继而便对那管家说道 立刻下去散布消息 说赵正明坑害弟弟 谋夺董事长职位 散布得越大越好 是 那管家点了点头 便下去运作 管家下去后 孙中兴拿起桌上的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那头立刻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大笑声 接儿说道 孙老哥呀 恭喜呀 身体好的应该差不多了 想着给我打个电话 孙中兴冷笑着说道 有劳老弟这么关注我 不知道我上次拜托你的事 老弟有没有放在心上 哎 对方一听 原本爽朗的声音 立刻变得低沉起来 颇为抱怨地说道 说起这事 老弟我这心头有苦啊 老哥你真的不厚道 对方点子那么扎手 你却不告诉我 我连着损失了两员大将 老哥 你也清楚 现在人不好找 想洗白一个人更难 你说 我这为了老哥你 连续损失两人 心头痛不 原来 与孙中兴通话的 正是三合会所的会长萧天虎 上次他接连派了两个杀手 先去暗杀五大五二 接着去暗杀夏东阳 据可靠消息 两个杀手都是死于夏东阳的手中 孙中兴一听 眉头一皱 继而便自责地说道 老弟 你看 怪我 怪我没说清楚 那小子的确有两下子 不过 这也不能怪我 江阳地下是你的地盘 我以为对付这么一个小喽啰 老弟 你应该是守到秦来才是 电话那头 萧天虎忍不住心头暗骂道 老狐狸 明明是想阴老子 现在反倒怪我实力不济了 看你 又能玩什么花样 这头 孙中兴又说道 老弟 你看要不这样 我马上让人 给你打两千万作为补偿 如何 萧天虎立刻刻套道 哪里 老哥严重了 那是那两个家伙办事不力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孙中兴打断了萧天虎的话 说道 老弟 你听我说 虽然我知道 区区两千万在你那里 根本不算什么 但就让老哥表示一点心意 你要是再拒绝的话 那就太刻套了 萧天虎满事为难地说着 老哥 你看你这 孙中兴哪里不知道 萧天虎只不过是在装 又是说道 那老弟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老哥再次说声抱歉 不过 那夏东阳 他故意拖长了生意 萧天虎哪里懂不起 都是千年的狐狸 说什么聊斋啊 当即便接过话 说道 老哥放心 我会再安排的 尽快给你满意的答复 那就太感谢老弟了 改天来省城 老哥做东 我们好好喝两杯 好 我们也很久没比过酒量了 就这么说定了 挂了电话后 电话这头 孙中兴冷笑了起来 夏东阳与他是有仇 可也是他的利用工具 目的就是让夏东阳与萧天虎动 另一头 萧天虎也是冷笑着 孙中兴打的什么主意 他心头也清楚 阴沉着声音说道 孙中兴 想不到你 竟然当先向我出手了 那我们就看看 谁能利用好这个夏东阳吧 另一头 安葬好赵正明后 时间已经快十二点了 赵雪岩抱着父亲的遗像 一张俏脸 是被显疲倦与憔悴 神情甚至都有些恍惚 夏东阳扶着赵雪岩上车 赵玲玲本想跟上车 却被赵正文给拉住了 直到 玲玲 你就别跟去了 赵玲玲诧异地看着父亲 爸 这时候学姐最脆弱 我应该去陪着他 安慰他的 赵正文却道 就你那性子 别给雪岩添麻烦就不错了 赵玲玲不满地说着 爸 你就从来没相信过我 总认为 我什么事都干不成事吧 赵正文指道 你想干什么事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读书 瞧不起人 大伯一直都是鼓励我 有什么爱好就去发展 你呢 你什么都不让我做 你还派人跟踪我 我就像笼子里的鸟 我已经十九岁了 你知道整天被人盯着 我有多痛苦吗 赵玲玲是越说越激动了 赵正文听后 心头是酸楚得很 这个女儿来之不易 所以她历来是爱护有家 女儿一出门 她便让人暗中保护 生怕女儿遇人不输 受到什么欺负 哪知道越是这样 赵玲玲越是反对她 越发的任性 甚至一度连话都不想和她说 赵正文一直在反省 自己这样做没错啊 保护女儿啊 却是从来没想过女儿的感受 甚至连女儿的爱好是什么 她都不知道 直到昨晚在二哥林前 她方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是自己保护太过度了 缺乏与女儿的交流 其实赵正文所担忧的 天下间哪个父母都是如此 只是她做得太过刻意了 听着女儿的抱怨 赵正文暗叹了一口气 说道 玲玲 爸爸之前的确疏忽了你的感受 爸爸答应你 以后再不派人跟着你了 你就听你大伯的话 只要不是违法的事 爸都支持你 真的 赵玲玲瞪大着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赵正文 真的 赵正文点头说着 爸 你太好了 我爱死你了 嗯嗯 赵玲玲激动的 一下抱着赵正文 在赵正文脸上连连亲吻着 口红 口红 赵正文连连喊着 心头却是高兴得很 他想不到的是 一直以来困扰他的父女之间的关系 竟然还是因为二哥而解决的 看着二哥的目 他心头越发的那就羞愧了 回到别墅 刚一下车 赵雪岩便是双腿一软向地上倒去 夏东阳急忙将他扶住 但见赵雪岩已然晕了过去 刘红过来查看了一下 叹息道 小姐只是身心惧乏 泪晕了过去 看着赵雪岩那憔悴的脸 红肿的眼 夏东阳心头痛惜得很 从昨天回来到现在 赵雪岩都还没吃过东西 昨晚更是在赵正文林前跪了一夜 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夏东阳将赵雪岩抱到一楼的房间中 将他放在床上 给他拖鞋的时候 无意却看到赵雪岩的膝盖上 一片破皮红肿 他知道 那是昨天跪得太久导致了 为赵雪岩盖好凉备 他赶忙来到客厅 拿出急救箱 回去给赵雪岩涂上止痛消炎的药 这才轻缓地退了出来 带上房门 刘红一直站在客厅里 这时问道 没大碍吗 只是有些破皮红肿 并没有大碍 夏东阳放好急救箱 刘红点了点头 便说道 那小姐这边就交给你了 董事长还让我去处理一些其他的事 好的 刘红走后 夏东阳到厨房里煮了碗面吃 他同样是从昨天回来到现在 都没有吃过一点东西 甚至一口水都没喝过 不过他的身体基本素质好 所以只是感觉到有点饿而已 吃过面 他想着赵雪岩等会醒来 肯定会很饿 于是又给赵雪岩熬了一点瘦肉粥 这才来到房间中 赵雪岩还在睡着 他想起赵正明在医院病房中对他说的话 于是便来到床头 轻轻掀起了一点枕头 果然见下面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他轻轻抽出了文件袋 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 打开文件袋 将里面的东西取了出来 只见里面放着两张如之前那遗嘱一样的信件纸 一份文件 以及一封密封的信 夏东阳自然是先拿起了那信件纸 只见上面是赵正明的亲笔 写道 东阳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伯父应该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华阳集团我没有让雪儿接手 甚至没有给他留一点股份 我不想 他在承受我离世悲痛的同时 还要面对家中那些人的逼迫和压力 你也知道 赵家内部并不团结 若是雪儿接手的话 肯定会引起一场更大的内乱 那样便会让有心之人 有可乘之机 公司必然很快出现危机 所以 我把华阳交到我大哥赵正荣的手上 他的能力虽然不强 但至少能在短时间内 还能稳定大局 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可我那大扫成天的指手画脚 加上我大哥并没有破裂 公司也必然不会长久 到那时 华阳将面临最大的危机 甚至可能被吞并 这时候 如果雪儿出面挽救公司 不仅能稳定住大局 更能将赵家彻底凝聚起来 华阳是我们赵家几代人的心血 我不能让他胯了 所以东阳 伯父恳求 你能在华阳遇到更大危机之前 陪着雪儿一起成长历练 让他拥有足够的经验 应对任何挑战 看到这里 夏东阳心经 以及佩服赵正明的魄力 为了历练赵雪岩 为了让赵家团结起来 为了不让赵家几代人的心血 复之东流 他临死前 竟然布置下这么一盘大棋 赵正明为了赵家 真的可说是耗尽心血了 可赵家之前却有那么多的人 并不能体会到他 这份良苦用心 信上接着写道 东阳 我知道我这个要求 有些强人所难 但伯父只相信你 我也知道 你不会要我的钱 但伯父还是表示一点心意 这份文件是 历岩公司的股权买断合同 我已经收购了历岩公司的 大部分的股份 并有你和雪儿 各持股38% 让历岩公司 真正成为你们两座主的公司 看到这里 夏东阳心头大惊 赶忙放下信件纸 将旁边的文件给翻开 看见那鲜红的纸印 以及签名 下方股权受益人 一栏自己和赵雪岩的名字 他顿时有些惶恐 这哪里是一点心意啊 这38%的历岩公司股权 那起码也是好几亿 一旦公司上市的话 以后的升职空间 更是自不用说了 也就是说 他现在从一个小烧烤店的老板 瞬间就摇身一变 成了资产数亿元的富翁 不 看上面的日期 他是在一个月前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了一个富翁 赵正明能再不通知 他和赵雪岩的情况下 完成这一系列的事 可见还是费了不少心理的 夏东阳第一反应便是 这股权绝对不能要 一定要还给赵雪岩 自己就算再怎么帮赵雪岩 也值不到这么多钱啊 他私存着 又往下看去 只见后面还写着 东阳 我知道你 肯定想要还给雪岩 但我调查了 立岩公司现在的运作 公司情况也并不稳定 这些股份 看似值些钱 一个经营不善 很快就会化为泡影 所以 需要你和雪岩 共同进退 才能走得更远 这是你别忙着告诉雪岩 他心高气傲 曾答应我要将立岩公司做起来 这样他更有奋斗心 东阳 伯父其实一直看重你 希望你能和雪岩走到一起 但他之前和郑南生谈恋爱 伯父便没谈及这事 如今 郑南生的事就不谈了 而且 于飞对你也用情很深 感情的事 伯父也不强求 只希望你能带伯父照顾他 夏东阳一正 想不到赵正明 竟然有让自己和赵雪岩走到一起的想法 难怪在医院 会问自己喜不喜欢赵雪岩 不过对于夏东阳来说 他现在也根本不敢谈感情 他继续往下看着 只见信的最后写着 东阳 那封密封的信 里面是一个与你以及雪儿 生死相关的秘密 现在 你切不可打开它 如果哪天 伯父是说 如果 如果你和雪儿真的结婚了 你们就打开一起看 如果你和别人结婚 或是雪儿嫁给了其他人 你立刻把信给销毁了 更别告诉雪儿 你这封信的存在 切记 切记 看到这里再没有下文了 夏东阳看着那封密封的信 心头惊骇不已 这封信里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为什么会和自己 以及赵雪岩生死攸关 难道自己和赵雪岩有某种关系 或是赵正明 本就和自己有某种关系 他百思不解 然而就在这时 门铃却响了 他只得将东西收紧文件袋 而后放在电视柜里 再去开门 当一开门看到来人时 二人都是冷了 就在夏东阳私存着 那份赵正明留下的密封信内 到底写着什么秘密时 门铃却响了 当一开门看到来人时 二人都是一愣 夏东阳当先回过神来 问道 于飞 你怎么来了 原来 来人竟是于飞 于飞回过神 却是冷笑道 是啊 我怎么来了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你说什么呢 夏东阳觉得 于飞这话有些怪异了 我说什么 于飞接着又冷笑了一下 稷儿说道 我在店里忙了两天 把你电话都给打爆了 你呢 你说你去了云省 你说你朋友出事了 却没想到你却在这里 我就说他的电话 怎么也一会打不通 一会是没人接 夏东阳啊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撒谎了 你是不是当我于飞是个傻子 想着这两天的辛苦 这两天因为担心而失眠 于飞只感觉心如挣扎 眼泪一下就控制不住滑落而下 夏东阳 我恨你 他大声骂着 捂着脸 转身就向外跑去 夏东阳知道 于飞肯定是误会自己与赵雪岩的关系了 连忙上前一把将于飞给拉住 说道 于飞 你听我解释啊 不听 我什么都不听 你放开我 否则我会恨你一辈子 于飞捂着耳朵 情绪十分的激动 夏东阳只好双手抓住于飞的手 于飞却是闭着眼睛 极力的摇着头 喊道 我不听 我不 夏东阳便是低喝道 于飞 赵伯父去世了 于飞听得一正 急忙睁开眼 愣愣地看着夏东阳 上次就是意外情况 这次 夏东阳当然知道于飞在想什么 连忙又说道 伯父昨晚走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于飞愤怒地大吼着 夏东阳指道 我手机昨天就没电了 昨晚又发生了很多事 一直没时间通知你 血盐呢 血盐呢 于飞连忙问道 他在伯父的灵前跪了一夜 身体吃不消 累晕过去了 于飞听后 连忙转身向别墅内跑去 进门就向二楼跑 夏东阳赶忙喊道 在一楼房间 于飞掉转身 跑到了房间中 看着躺在床上 一脸憔悴 双眼红肿的赵雪岩 眼泪不禁又滑落而出 他举步走近蹲在床边 抓着赵雪岩的手 边哭边低声说道 雪岩 对不起 我不知道伯父他 我昨晚应该陪着你的 我该陪着你的 夏东阳站在门边 心头感慨着二人的姐妹之情 这比之赵家 那些所谓的亲情 不知道真切多少 于飞待了大概十分钟 知道这时候 不能打扰赵雪岩休息 便是起身退了出来 夏东阳带上门 二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夏东阳抽了一张纸 递给于飞 于飞擦拭了一下眼泪 便问道 伯父是得了什么病 走得这么突然 想着赵正明那浑身的伤 夏东阳心头 就感觉特别的压抑 直到 是在部队留下的后遗症 上了年纪引起的一些并发症 于飞一脸担忧地说着 雪岩从小就失去妈妈 现在连伯父也走了 我真不知道 接下来这段时间 他该怎么过 他说着 恍然道 咦 郑南生呢 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人呢 提及郑南生 夏东阳眼皮不仅一跳 这是涉及到郑南生的隐私 他也不知道 这到底该说还是不该说 但看下东阳那犹豫的表情 于飞敏感地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 夏东阳本就不是 能藏得注视的人 这可把于飞急得 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音催促道 你倒是说话啊 飞飞 我来说吧 这时 客房传来赵雪岩的声音 原来他已经醒来 走到了门口 夏东阳二人急忙站起身来 于飞更是快步跑了过去 扶着赵雪岩问道 雪岩 你醒了 怎么不再多休息一下 是不是我吵着你了 赵雪岩摇了摇头 说道 飞飞 谢谢你过来 于飞却是自责地说道 不 我昨晚就该来陪你的 爸爸走得太突然了 而且昨晚家里也发生了不少事 所以没通知你 赵雪岩说着 便向沙发走去 由于膝盖上的伤 他走路有些不自然 于飞细心地立时便关切问道 雪岩 你怎么了 受伤了 没事 昨晚跪太久了 磨破了皮 有点肿 上了药了 赵雪岩坐在沙发上 感激地看了下东阳一眼 接儿便说道 飞飞 以后别提郑南生了 怎么了 于飞诧异地问着 下东阳便是向厨房走去 为赵雪岩承舟 不多时 就听见于飞暴怒的声音传来 什么 骗子 我早就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这种畜生 就该千刀万剐 他人呢 下东阳故意在厨房里磨蹭了一下 赵雪岩并没有说自己被绑架到云省 自然也就隐去了自己去救他的事 只是说郑南生被龙盾戳穿后 逃到了山中坠崖 现在还龙盾还在搜寻 于飞愤愤骂道 这种畜生摔死都是便宜他了 这时 下东阳端着粥出来 以插开郑南生这个话题 赵总 你近一天没吃东西了 喝点粥吧 谢谢 赵雪岩接过粥 内心是暖暖的 可有于飞在身边 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 赵雪岩喝粥 于飞便对下东阳说道 下东阳 我看这两天还是暂时别开店了 我们陪陪雪岩吧 下东阳点头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 赵雪岩却道 飞飞 下东阳 不用了 我一个人可以的 烧烤店才起步 歇业的话很伤生意 于飞却道 生意再重要 也没有你重要 就这么决定了 我和下东阳都陪着你 由下东阳做饭 你想吃什么 都可以让他做 下东阳一句话没说 于飞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任务 不过 照顾赵雪岩 他自是没话说 赵雪岩也拗不过 只得答应下来 可不知道为什么 经过山中的事后 这次回来和下东阳 以及于飞待在一起 他总感觉心头怪怪的 三人在别墅中 看电视 聊天 于飞甚至还想出斗地主 意图冲淡赵雪岩丧腹的悲痛 晚上 下东阳做了顿简单的家常菜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 于飞便扶着赵雪岩上楼休息 下东阳也回到房中 可不多时 便听见楼外有响动 他警觉的一个剑步冲到窗边 正好看见一个黑影 快速向二楼攀爬而去 但看那方向 正是赵雪岩的房间 他不敢怠慢 敢忙向二楼冲去 下东阳飞速地跑到二楼 推开赵雪岩的房门 他整个人一下就愣神了 赵雪岩与于飞也是瞪大了眼 愣住了 这一刻 整个房间内 时间似乎都凝固了 原来 刚才于飞正与赵雪岩 准备一起去沐浴 刚将衣服全部退下来 这是家里 又是在二楼卧室 所以于飞与赵雪岩都觉得绝对安全 就连门都没有繁琐 可谁知下东阳会突然推门而入 啊 好几秒后 于飞方才爆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赶忙转身抓起床上的睡裙 遮住那绝色风景 相对于于飞的惊慌 赵雪岩却是要淡定得多 他不仅没有尖叫 更是平淡地转身 把睡裙抓起来 遮住身子而已 这并非是他反应慢 而是当下东阳推门进来的那一刻 他不知道为什么 心头竟没有丝毫的愤怒 反而在第一时间想的是 下东阳这肯定有什么事 不然不会这么冒失 这或许就是他与于飞 对下东阳认知的区别吧 赵雪岩在很多时候 都能一下看透下东阳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他细腻 其实论细腻 于飞还在他之上 甚至为下东阳付出的更多 可生活中就是这样 有时候吧 你与某个陌生人初次见面 都会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有些人在一起时间并不长 却能很快地培养出默契 反之 一些在一起很长时间的人 彼此的思维 却很难产生切合与碰撞 有人说 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某种气场 此场联系的 或许赵雪岩与下东阳 便是属于那种有此场联系的人 门口 下东阳也是想不到赵雪岩和于飞 会是光溜溜的 他心头紧张又歉疚 丝毫没有因为看到了便宜而窃喜 不过 此刻他心头却是更为担忧 那个黑影会不会听见动静 而藏在哪里 或是已经跑了 他想再敲门问问 可心头又有些忐忑 房中 于飞埋怨道 这个下东阳 就不会敲门吗 这下 我们可吃大亏了 看我出去不好好修理他 其实 他也不是没被下东阳看过 亲过 可这当着闺蜜的面 总不能表现出 那多丢人羞染 赵雪岩却道 夏东阳肯定是有急事 不然他不会这样的 他说着便提高嗓音问道 夏东阳 有什么事吗 一听赵雪岩的话 夏东阳暗松了一口气 赶忙道 我刚才看见有个黑影向二楼爬上来了 你们当心点 有事大声叫我 房中的赵雪岩与于飞一听 顿时心头一惊 同时下意识地向窗外看去 这一看 竟是真的隔着窗帘 看到一个黑影自窗前缓过 啊 赵雪岩与于飞同时一声惊呼 这就是有人偷窥啊 这还得了 二人是潜意识地紧了紧手中的睡裙 赵总 于飞 怎么 门口 夏东阳急切地问道 有人 赵雪岩喊着 同时伸手 将于飞一拉 二人来到进门的左侧 距离窗口最远的位置 夏东阳也顾不得诸多了 又是推开了房门 赵雪岩便指着窗口说道 刚才那里有个黑影 夏东阳赶忙冲到窗口 掀开窗帘向外看去 但窗外是安了隐形房倒窗的 所以他的头无法伸出窗外 看得更远 他只好退了回来 说道 赵总 于飞 我出去看看 你们把房门反锁了 不是我喊 就别开门 你要小心 赵雪岩二人几乎同时说着 夏东阳一点头 而后出门 赵雪岩立时降门给反锁了 夏东阳这才快步向天楼跑去 只有在楼顶才能有更好的视野 可当他刚一打开天楼小门时 顿时一股杀气迎面扑来 夏东阳头皮一紧 几乎是想都没想 便侧身向旁一闪 果然 就在他闪开的同时 一根婴儿手腕大的钢管 几乎擦着他的胸口 砸落而过 漏了踪迹 对方竟然没跑 在这上面等着夏东阳上来 可见其目的绝对不小 而且对自身的实力十分信任 继而 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门口进来 一如一尊铁塔般 几乎将透进门口的月光 全部遮挡住 楼道内光线 瞬间就黑暗到了极点 不过对于夏东阳来说 区别并不太大 他脚步往右一横 右手手肘重重 向对方的心窝触顶去 这要是顶结实了 任你再厉害 短时间内 就连吸气都会痛 对方也是厉害 丝毫没管夏东阳这一手肘 手中的钢管 往左边一个横扫 直向夏东阳鼻子上砸去 夏东阳指的变招 否则 这一下要是砸着的话 绝对会重伤 同时 他也不能躲避 否则必然遭到对方 更加凶猛爆裂的攻击 于是 当即右手一番 由下而上 向对方的手腕 麻筋处打去 对方却是一尘手臂 让手腕的那处硬鼓 对在夏东阳的拳头上 这一下 夏东阳顿时 只感觉拳头传来一股酸痛 他这下算是 吃了一个暗亏 嘿嘿 对方阴沉的一笑 笑声中竟是颇为不屑 夏东阳心头惊讶非常 这简单的几招之间 来人展现出的硬实力 以及灵笛的经验 竟都是丝毫不弱于他 夏东阳几乎瞬间 就做出判断 无论是罗网那杀手灰狐 孙家的四大金刚 甚至是被他杀了的 孙中兴身边的高手黑狼 相对于眼前这人 都要逊色太多 他毫不怀疑 这是自己回江阳这些时间来 碰到最强的对手 这些念头 在夏东阳脑海中 转瞬间就闪过 但他没有丝毫惧怕 一握铁拳 浑身的战役瞬间释放出来 双拳如独龙般轰击而出 对方将手中的钢管一横 迎向夏东阳的铁拳 这样一来 夏东阳的拳头对在钢管上 势必也吃不到什么甜头 夏东阳心头一动 双拳立刻变掌 碰 一声闷响 对方从天楼的小门 急速地退了出去 手中的钢管已然有些弯曲 可见夏东阳这两掌的气力 何等的惊人 夏东阳一个剑步追了出去 瞥眼就见旁边的地面上 竟然还有一根钢管 原来对方是就地取材 夏东阳抬脚踩在那钢管上 轻轻一搓一条 钢管便飞了起来 他左手一把抓住 紧紧地盯着对方 盯着这个最强的对手 二人各自手持钢管 相隔两米多 在这天楼的游泳池旁 对峙了起来 房中 赵雪岩与于飞 快速地穿好了衣服 急切而担忧地等待着 刚才那个黑影 二人都是看得真切 绝对是有人在外面 赵雪岩念头急转着 对方在夏东阳第一次推门进来 于飞尖叫的时候 应该就有所察觉才对 却竟然并没有走 而是在夏东阳在外面说了原因后 自己与于飞转头看去 他才有再次有动静 可见 他就算是落了踪迹 也并没有打算跑 看来是有恃无恐 殊不知 赵雪岩的想法 竟然与夏东阳在天楼上 遇袭是几乎一样 不能不说 二人之间的确存在 某种莫名的默契 于飞却是没想到这些 但他心思却都放在夏东阳身上 担忧地说道 雪岩 夏东阳这么久都还没回来 会不会遇到了危险 我们出去看看吧 赵雪岩心头自然也是担忧得很 毕竟 夏东阳身上有救患心伤 昨晚到现在 几乎都没合过眼 若是羽然动手 真的很危险 但他知道 这时候不能出去 便握着于飞的手 说道 飞飞 我们应该相信夏东阳 就待在房间中 否则会成为他的累赘的 于飞也知道这个道理 可心头就是七上八下的 只得紧握着赵雪岩的手 一脸紧张地看着门口 希望能尽快听到夏东阳的敲门声 天楼上 月光下 夏东阳与那黑金蒙面的高大男子 各自手持着钢管对峙着 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变得浓稠压抑起来 而 一朵乌云遮住了上弦院 天楼上的光线 一下暗淡了下来 那男子趁机一个剑步而上 手中的钢管当剑使 直戳夏东阳的胸口要害 出手十分的刁钻狠辣 然而 即便是乌云遮月 却丝毫不影响夏东阳的视线 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夜间的视线 甚至比之前更加的好了 他快速往旁边一闪 利用着乌云遮月的时机 手中的钢管 鬼魅般地由夏网上挟刺而出 直刺向对方的侧类 对方反应很快 手中的钢管 划出一个半圆 当的一声 磕开夏东阳挟刺而来钢管 当当当 二人瞬间近站在一起 手中的钢管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连窜刺耳的金属焦鸣之声 二人身形游走 你来我往 竟是打得不分上下 难分难减 夏东阳是越打心头越惊 因为对方手中传来的力道 竟是越来越强 显然 对方一直并没有用上权力 可这一番交手下来 他后腰却已然传来了酸痛 他甚至清楚 自己肩头以及腿上的伤口 已然崩裂了 但他仍然丝毫不退 手上的气力也是越来越重 退 向来不是他夏东阳的作风 当 又是一次猛烈的对碰 二人的虎口同时被震裂 手中的钢管飞落到游泳池中 彼此眼中都是闪过惊讶之色 而后又是同时爆起金光 又同时出拳向 对方胸口砸去 碰 两声闷响化作一声 二人同时向后退了三步 竟又是旗鼓相当 二人都是深呼吸了一下 又同时向对方冲去 没了武器 便在拳脚上奔胜负 亦或是定生死 碰碰碰 二人你来我往 眨眼又过了二十来招 对方下盘沉稳 拳上力道十分的强 柔合了八级拳 长拳八卦掌等诸多招式 虽然繁复 但用出来却是有种莫名的连贯 甚至有时候的变招 更是诡异至极 造诣十分的深 反观夏东阳 则没那么多的变化 他用的是军中最为传统 甚至可说是每个士兵都会的普通格斗术 可这些格斗术 夏东阳每一招每一式 都练习了数千遍 每一每普通的一拳一脚 一招一式 都已然达到了化繁为简 反扑归真的境界 无论对方变化多么精妙 都能被他用最简单的招式化解 甚至反击 三十招后 对方便被夏东阳逼得节节败退 继而被夏东阳一记 普通的直拳击中胸口 连连向后退去 夏东阳深吸了一口气 一个箭步上去 一拳直奔对方心窝 对方赶忙一掌护在胸口 夏东阳却是变拳为箭指 一下戳在对方的指尖缝隙 仍然点中对方的心窝 哼 对方一声闷哼 一口气提不上来 夏东阳一如出闸的猛虎般 一顿铁拳上去 打得对方只能双臂完全 一如拳击手一般护着头部 连连后退 毫无还手之力 眼见着就要退到天楼边上 夏东阳一记 重摆拳向对方太阳穴砸去 这下即便是对方用手臂挡着 强大的反阵力 也能将其轰得头晕脑花 而后任由夏东阳宰割 停停停 是我 是我 就在这时 对方连忙大喊着 夏东阳一听声音 心头大惊 手上的气力急忙收着 但距离太近 他也无法全部收住 他只得改了方向 一拳打在对方的小手臂上 哼 对方一声闷哼 这一下显然也不好受 继而便放下手来 扯下了蒙面的黑金 这人竟是刘洪 刘哥 你这是干什么 夏东阳刚才也是听出了 是刘洪的声音 才收了手上的大部分气力 但要做到刚才那样收放自如 绝非常人能做到的 刘洪连连深吸了两口气 甩了甩手 摸了摸脸上的淤青 抱怨道 夏兄弟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夏东阳也是深吸了两口气 刚才一番激战 他后腰现在是痛得不行 不过 他仍是挺直着腰板 说道 我哪知道是你 最初还以为是个偷窥狂 刘洪一听 一脸急切的 连忙摆手说道 夏兄弟 我刚才可一直没往房内看的 看着刘洪这一米九的铁塔大汉 白手解释的模样 憨厚又有些可笑 他如此急切 可见他十分的在意赵雪岩与于飞的名声 夏东阳也知道 他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 便又问道 刘哥 你还没告诉我 你今晚这一出 到底是有什么用意 刘洪听后 叹了一口气 说道 夏兄弟 我要离开江阳了 什么 夏东阳一惊 刘洪可是赵正明的贴身保镖 赵正明这昨天离世 他今天就走 会不会太不惊人情了 刘洪也似看出了夏东阳的所想 便说道 夏兄弟 我知道你是在想 董事长刚走一天 我就离开 太不惊人情了 是吧 夏东阳也是坦诚地点头道 不错 不过 你应该有什么原因吧 刘洪叹了一口气 而后从裤袋中 拿出了一盒烟和打火机 二人坐在天楼边沿 抽起了烟 刘洪这才说道 我要回部队了 什么 若说刚才刘洪说要走了 夏东阳心头很惊讶 可现在他说 是要回部队 这更是让夏东阳惊讶 据他所知 刘洪待在赵正明身边 已经十多年了 离开部队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还能回去 除非 刘洪知道 你应该也猜测到了 我到董事长身边 是奉命来保护他的 保护他的 夏东阳一皱眉 赵正明重伤退伍 回来近二十年了 部队怎么会派人来保护他 而且还是 刘洪这种军中高手 赵正明到底是什么身份 或者是他身上有什么秘密 他敏感地觉得 会不会和赵正明 留下的那封蜜蜂信 内的秘密有关 虽然惊讶好奇 但夏东阳知道 这是纪律 他不能问 果然 刘洪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道 明日我就会回部队负命了 所以 我想试一试你的真正实力 抱歉 我有些小人之心了 夏东阳一笑 直到 哪里 你也是为了赵总的安全着想 我能理解 谢谢兄弟 刘洪说着 继而却是自嘲的一笑 说道 可笑我还不放心你的实力 结果被你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真是讽刺啊 他若是知道 夏东阳身上还有就换心伤的话 不知道心头又得是什么样的感想 夏东阳却直到 哪里 我知道你刚才也留了两分力的 要是再站下去 败的必然是我 刘洪却是摇头笑道 我已经几乎用了权力 但你用最简单的军体拳都能击败我 夏东阳 你就是一个天生为战而生的人 任何简单的招式 在你手上都能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威力与效果 我永远也达不到你的高度 永远也不可能击败你 刘洪这评价可谓是空前的高 要知道 他已然是军中特殊队伍中难得的高手了 而且他向来心高气傲 如夏东阳一般 有着一颗用不屈服 面对刚才的惨败 他也不得不放下心头的高傲 面对这个现实 夏东阳听着刘洪的话 面上不禁一正 脑海中回想着一个严厉 却又不失温和的身影 说道 东阳 你是天生的战士 天生的军人 你要牢记你的使命 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你得用你的天赋保家卫国 是 首长 东阳一定牢记使命 捍卫华夏每一寸土地 捍卫华夏每一寸土地 当年 对着国旗 对着党旗 庄严 激昂坚定的宣誓声 在耳畔不断地回响 那一幕宛如就在昨日 可他知道 自己现在的情况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兄弟 兄弟 看着夏东阳发愣出神 刘洪禁不住拍了拍他的肩膀 夏东阳回过神 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问道 刘哥 明天什么时候走 我送你 刘洪语气低沉地说道 不用送了 明日一走 我会来向小姐道个别 然后再去看看董事长 便直接回军中了 好吧 大家都是血性男 夏东阳也不扭捏 刘洪又点了一支烟 然后说道 之前我的电话还会继续用 就当是私人电话 如果有什么困难 直接给我打电话 夏东阳也不客气 点头道 我不会和你客气的 哈哈 好 多余的话就不说了 来 我们喝酒 喝酒 夏东阳一脸的差异 这里哪里来的酒 下一刻 就见刘洪走到右侧的角落里 竟然还真拿出了一瓶白酒 还有一些花生米 胡豆之类的小吃 原来 这家伙早就有所准备了 接下来 二人便坐在这天楼上 一边聊着 一边就着花生米 胡豆下酒 你对着瓶子一口 我对着瓶子一口 天南海北 惺惺相惜 相见恨晚 这可苦了在房中等候的赵雪岩和余飞 二人焦急担忧 却又不敢出门 生怕出去遇到什么危险 成了夏东阳的累赘 一瓶酒下去后 夏东阳方才想起 赵雪岩与余飞还在房中担忧着 便是起身下楼 而刘洪也不便现身 下去后不好解释 于是便直接离开了 这时 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夏东阳来到赵雪岩的房门前 想着时间晚了 他便极为轻微地敲了敲门 可房门却一下就打开了 很显然 赵雪岩与余飞二人 是一直等在门口的 二人一见夏东阳 一口同声地问道 夏东阳 你没事吧 夏东阳摇头道 没事 二人松了一口气 余飞便问道 到底是什么人 夏东阳不得不撒谎道 应该是个盗贼 他十分熟悉这里的路 我和他纠缠了一番 还是被他跑了 可恶 这别墅区的安保实在太差了 雪岩 明天我们就去物业投诉 余飞跺了跺脚骂着 赵雪岩看了看下东阳的眼睛 夏东阳瞥了瞥眼 他心头了燃 便说道 算了 以后我们紧醒点就行 再说 刚才拉了窗帘的 我们也没吃亏的 时间晚了 飞飞 你还有点感冒呢 睡吧 赵总 余飞 晚安 夏东阳微微点了点头 便转身下楼 赵雪岩看着夏东阳的背影 耸了耸鼻子 他分明就闻到夏东阳身上 有股淡淡的酒味 夏东阳这大晚上 怎么会喝酒呢 不过 夏东阳没说 他也就不问了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默契呢 这夜 夏东阳躺在床上 久久不能入眠 他忍不住去猜想着 赵正明身上 到底是有什么秘密 值得军中派刘洪来保护他十多年 他甚至忍不住 想去打开那封密封信 想要查看个究竟 可最终 他还是忍住了 一日一大早 夏东阳在厨房做早餐 于飞则是在客厅里 教赵雪岩练瑜伽 他的目的是让赵雪岩 通过这种方式来放松身心 以尽快走出 失去父亲的悲痛 两位身着紧身衣的角色家人 做着各种大幅度的动作 那柔软的身体 娇美的姿态 但看如此美景 不得不说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可夏东阳却是一直躲在厨房中 因为他一看见赵雪岩与于飞 那紧身衣勾勒出的娇美身姿 脑子中就会不受控制地 浮现起昨晚推门入 看到的那两腹如杨之玉般的绝美动体 他按摩自己实在不应该 这样去亵渎赵雪岩与于飞 同时也觉得自己定力较之在部队时 真的是差了很多 这个其实也不能怪夏东阳 以前在部队 整日是训练与任务 每天的心弦都是紧绷着的 哪里有心思去想那些 而且身边的都是些绑大妖元的爷们 更没有见过那美如化的风景 这回来后 认识赵雪岩与于飞 二人都是一等一的美女 夏东阳更是多次和他们亲密接触 甚至看了一些不该看的 就算他再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可也是个正常的男人 身体最原始的反应 也不是说控制就能控制得住的 加之上次在医院 他中了恢复暗中下的催情药 虽然他凭借着意志力 硬是将药效给压下去了 可那很顽固 仍然有很小一部分药力 还残存他在体内 那药力就像是一点火星 一旦遇到点什么刺激 便会快速疗言开来 总之 夏东阳现在是尽量少看客厅 这两位身着紧身衣的美女 尽量分散自己注意力 不多时 门铃响了 于飞过去 看了看门后的监控 外面是刘红 他方才打开了电子防盗门 于飞小姐 早上好 刘红对于飞微微攻了攻身 没办法 他太高了 刘红大哥 早上好 于飞点了点头 赵雪岩这时候也停止了于家 走上去礼貌地打招呼到 刘红大哥 父亲的身后事 如果没有刘红操持的话 赵雪岩哪里能理出头绪来 而且 这些年刘红照顾父亲 陪伴父亲的日子 比他不知道多多少 所以 在赵雪岩心头 非常的感激与尊敬刘红 绝不是把他当成 普通的保镖身份来看 刘红攻了攻身 回道 小姐 早上好 刘红大哥 坐吧 我去给你倒杯茶 赵雪岩说着 便要去泡茶 可见他对刘红的重视 于飞则是走进厨房 看看夏东阳 在鼓道些什么早餐 小姐 不用了 刘红叫住了赵雪岩 说道 小姐 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什么 刘红大哥 你要走 赵雪岩十分的惊讶 接着便说道 刘红大哥 我爸虽然走了 但你可以继续留下来的 我会在立严公司 重新给你安排一个职位 赵雪岩竟是以为 刘红是在为工作担忧 这个想法也很正常 刘红却摇头道 谢谢小姐 不过 我有些私事 急要去处理 今天必须离开了 看见刘红四 去意已决 赵雪岩也不勉强了 便问道 那你还回来吗 刘红思存了一下 直到 这个看情况吧 如果我回江阳 一定和小姐您联系 嗯 赵雪岩点了点头 从沙发上的手提包内 拿出支票 快速给刘红 开了一张一千万的支票 递给了刘红 说道 刘红大哥 你照顾我父亲多年 父亲走得急 肯定对你有些怠慢 这张支票请你收下 全当是雪岩的一点心意 出手就是一千万 还是一点心意 要知道 一千万搁在普通的家庭里 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 谈钱虽然俗套了 但此刻赵雪岩 也只有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自己对刘红的感激了 然而 面对这一大笔的钱 刘红却是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小姐 这钱我不能要 董事长对我很好 已经给了我一笔钱的 你不用担心 不 刘红大哥 这个是我以父亲女儿的身份 单独感谢您 这些年陪伴保护父亲 请您一定不要推辞 赵雪岩坚持说着 刘红也清楚 赵雪岩说一事一的性子 按想着 这钱回去 还是交给部队吧 毕竟 自己这一趟是任务 虽然有点长 但还是任务 任务中可不能收取 任何另外的费用 这是纪律 于是便接过支票 说道 那好吧 谢谢小姐 刘哥 一起吃早餐吧 这时 夏冬阳端着两碗面 当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于飞跟在后面 也是端着两碗面 夏冬阳猜测 刘红会在这个点过来 所以多煮了一些面 赵雪岩也道 是啊 刘红大哥 一起吃吧 谢谢小姐 刘红也没有推辞了 吃完面后 赵雪岩关切地叮嘱了刘红几句 则由夏冬阳开车 送刘红先去了赵正明的目前道别 而后再去机场 男人之间的送别 自然没有那么多说的 互相道了一声珍重 刘红便检票登机了 夏冬阳则是开着车去城南老城 也不知道 吴二在那小旅馆中 伤势好完全没有 得过去看看 而且也得回家拿两套衣服 还不知道的 在赵雪岩那边住几天 因为当初要吴二藏身 所以那小旅馆十分的偏僻 车去不到门口 他只好在路口停好车 便向巷子中走去 可刚走进巷子没多久 他便察觉到 这四周的楼上 有好几双眼睛盯着 他心头一惊 莫非孙中兴还没有罢手 已经派人找到了 吴二的藏身之所了 他不敢怠慢 却也不敢贸然地快跑或是什么 否则很容易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于是便拿出手机 一会看手机 一会看四周 装作是在寻找什么地方的样子 慢慢地向小旅馆靠近 就在他已然看到旅馆门口时 但听见背后急速的脚步声传来 紧接着便听声后 一道阴沉的声音道 别动 否则杀了你 夏东阳心头一动 干脆也就站着不动 因为他后腰已然抵着一把匕首 当然 对于他来说 身后的匕首完全没有任何威胁 他起码有十种方式反击 但他想看看 背后这人到底是谁 想要干什么 紧接着 一连串的脚步声 从四周的路口传来 转瞬间 七八个男子便冲进 将这路口给围了起来 夏东阳一见为首的人 竟然是司徒行 在司徒行身边 也有几个夏东阳见过的面孔 夏东阳立刻明白 刚才他感觉到四周的那些眼神 是警察的步控 自己无意间闯入了警方的步控之中 司徒行等人 也是注意到是夏东阳 面上都是一动 甚至是莫名的松了口气 这时 夏东阳背后的那人 便语气激动的吼道 退后 都退后 否则老子就杀了他 大不了同归于尽 司徒行虽然知道夏东阳伸手好 但他这回毕竟是被挟持了 也不能让夏东阳犯险 因此连忙抬手喊道 好好 你别激动 别激动 我们退后 立刻退后 他说着 挥手示意其余同事向四处退开 但他们并没有退开机密院 以至于夏东阳身后那歹徒 又是喊道 退远点 再退远点 而就在这时 夏东阳腰身一扭 左手臂一抬 手肘向后一个反击 正中那歹徒的左边太阳穴 哼 那歹徒历时一声痛哼 身形不自禁地向右边踉枪几步 夏东阳顺势转身 又是一拳轰在那歹徒的太阳穴上 那歹徒连哼都没哼一声就瘫软在地上 昏厥了过去 夏东阳这才定睛一看 心头是颇为惊讶 原来这男子竟是前两天在大学城门口 用含有毒药的注射器 企图杀菜兵鹰灭口的那个男子 这时 司徒行等人跑了上来 司徒行问道 夏兄弟 你没事吧 夏东阳摇了摇头 两个警员将那男子给反靠了起来 然后拖走了 司徒行便问道 夏兄弟 这次又多亏你了 不得不说 这家伙的运气真的是背到了极点 竟然挟持夏东阳为人质 这不是寿星宫赤砒霜 找死吗 哪里 举手之劳而已 夏东阳谦逊地说着 司徒行又问道 对了 夏兄弟 你来这老城干什么 夏东阳也不隐瞒 便说道 我有一个朋友在前面的小旅馆中 我来看看他 司徒行点了点头 这时 四个警员从那小旅馆里出来 还扶着一个面容憔悴的女孩子 几人身后 还跟着一个身着灰色T恤的男子 司徒行急忙迎了过去 夏东阳也跟着走了过去 这一看 就见那面容憔悴的女孩子 竟然是蔡冰英的妹妹蔡冰玉 夏东阳立刻心头了然 应该是刚才那男子 将蔡冰玉给绑架了 这才让蔡冰英在警局中突然反水而改了口供 这时 司徒行便向那蔡冰玉问道 蔡姑娘 你没事吧 蔡冰玉小脸憔悴 眼泪哗哗地摇着头 眼中满是惊恐 显然是吓得不轻 其中一个警员便说道 队长 是这位好心的市民 他就住在蔡姑娘被关的房间隔壁 先我们一步就出了蔡姑娘 谢谢 司徒行对那男子说着 夏东阳一看 心头一惊 那男子竟然正是五二 五二这时 也是看见了站在旁边的夏东阳 对司徒行点了点头 而后便向夏东阳走来 说道 夏兄弟 你来了 夏东阳点了点头 真是想不到 事情会有这么的巧 那男子绑架了蔡冰玉 竟然将会将他 关在五二房间的隔壁 蔡冰玉真是运气好到了极点 咦 夏兄弟 你们认识 司徒行好奇地问着 夏东阳指道 他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朋友 今天可真是要感谢你 和你这位朋友 要不然 我们还不知道的多费多少手脚 司徒行感慨着 夏东阳是又帮了他一次 大叔 是你 这时 那蔡冰玉也是认出了夏东阳 之前在大学城门口 就是夏东阳救了姐姐蔡冰英的 而她也是听着林可和李宇涵 两位校花 喊夏东阳大叔 所以这回也是跟着喊了 夏东阳听得面上不禁一抽 她其实比才蔡冰玉 也是就大六七岁而已 没想到就升级为大叔了 不过她也不在乎这些称谓 便点了点头道 看到你没事就好了 司徒行想不到 夏东阳和这蔡冰玉也认识 看来这蔡冰玉 是注定要被解救出来 不过她也没多问 便对那两个扶着蔡冰玉的警员说道 你们先送蔡姑娘去医院 要好生照顾 是 队长 蔡冰玉转身对五二道谢道 大哥 谢谢你 没事 你快去医院吧 五二微笑着说道 蔡冰玉又对夏东阳点了点头 这才在两个警员的搀扶下 向外面走去 待蔡冰玉走后 司徒行便看向五二 说道 这位兄弟 我叫司徒行 你呢 五二 五松的五 一二三四的二 五二自我介绍着 感谢五兄弟 司徒行伸手过去 二人握了握手 认识后 夏东阳便问道 对了 司徒警官 柯昭的伤势如何 司徒行一听 面色便是一暗 语气沉重地说道 他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中昏迷着 医生说 他伤到了中枢神经 能不能醒过来都说不定 就算是醒过来 也有很大 可能会高位瘫痪 夏东阳听得 经不住一握双拳 牙关紧咬着 双眼因为愤怒的 都要喷出火来 他想不到 柯昭伤的是这么的严重 好一会儿 他方才深吸了一口气 问道 他现在在那个医院 人民医院 司徒行说着 夏东阳指道 我想去看看他 可以吗 当然 或许你去看他 对他的醒来也很有帮助 司徒行说着 从裤袋中拿出了一个手机 说道 这是柯昭在被推进手术室时 让我把手机交给你 他让你一个人看微信 应该是给你留言了 夏东阳很是诧异 柯昭会给自己留什么话 他接过手机 向旁边走开了一段 司徒行与52也聊了起来 夏东阳打开柯昭电话的微信功能 上面是他自己 发给自己的语音 只有12秒钟 他点开语音 便听见柯昭有气无力的声音 夏夏哥 我知道自己可可能下不来手术台了 如果我死了 你一定要到我坟前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冰冰王 好好吗 夏东阳听得眼眶不禁一热 手下意识地便紧握着柯昭的手机 夏东阳紧握着柯昭的手机 深吸了一口气 眨了眨发热的眼睛 他知道 这应该是柯昭用尽力气 给自己留下的话 夏东阳还记得很清楚 之前和柯昭去蔡兵英的租住房途中 柯昭说 他从小就有个英雄梦 更是羡慕向往小说中写的冰王 夏东阳想不到 柯昭竟然如此的执着 这或许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段话 他竟然是问自己是不是冰王 他心头按下了一个决定 便转身向司徒行和五二走去 继而向司徒行问道 司徒警官 你现在方便吗 我想现在去看看柯昭 当然可以 司徒行点了点头 夏东阳看着五二道 一起吧 五二点了点头 由夏东阳开着车 三人很快就来到人民医院 一出电梯就见两个男子守在右侧镜头 不用说应该是警局的警员 果然 三人走了过去 那两人便对司徒行喊着 队长 司徒行点了点头 问道 还没醒吗 二人都是面色凝重地摇着头 司徒行看了看夏东阳 夏东阳一点头便开门进去 但见柯昭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 身上安置了多种监控身体机能的仪器 从新电图上来看 一切都还算正常 夏东阳来到床边坐下 握着柯昭的手 低声说道 柯昭 你不是想知道 我是不是兵王吗 我答应你 只要你醒过来 我就告诉你 你听见了吗 是不是兵王 对于夏东阳来说 说出来也并不算违背纪律 兵王也有很多种 而且 现在最重要的是 鼓励柯昭 这便是他刚才按下的决定 接着 夏东阳又说道 柯昭 你不畏生死 勇斗歹徒 你做到了 你已经是英雄了 是我心中的英雄 是警队的骄傲 是江阳人民心中的英雄 警队需要你 江阳人民需要你 你必须要站起来 我知道 你一定能站起来的 夏东阳也不会说太多那些鼓励的话 他在房中只待了大概七八分钟 便退出来了 他并没有注意到 当他关门的那一刹那 他刚才握着的柯昭的左手食指 便轻轻地动了动 司徒行指道 夏兄弟 我相信有你的鼓励 柯昭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夏东阳点了点头 自然也是希望柯昭能听见自己说的话 凭借着那股勇斗歹徒的坚韧意志力 重新站起来 继续为江阳人民的平安生活 保驾护航 也没在医院多逗留 夏东阳便与五二仙离开了 二人下楼刚走到大厅口 就听见后面有人喊着 夏大哥 夏东阳闻声转过身 就见后面不远 站着一个戴着黑色口罩 身材娇小的女子 看那双明亮纯洁的大眼睛 夏东阳知道 这个女孩子是柳芊芊 她举步走了过去 柳芊芊的眼神有些闪躲 明显是 刚才看见夏东阳 心头是期待与欣喜着 可当夏东阳真走过来时 她又害怕面对夏东阳 所以心头颇为忐忑 夏东阳上前问道 你这是要准备出院了吗 嗯 柳芊芊点了点头 眼神有些不敢看夏东阳 估计是因为上次 对夏东阳发了脾气 心头有些歉疚 再加上脸上有伤痕 又有些自卑 夏东阳多少猜出了一些 便说道 柳小姐 发生这样的事 谁都不愿意看到 但你要知道 那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你得振作起来 我相信 你的那些粉丝 他们仍然会如以前那样支持你的 谢谢你 夏大哥 柳芊芊缓缓抬眼 看着夏东阳 这时 办理完手续的张美平回来了 看着夏东阳在这里 她先是一正 继而便对夏东阳点头道 夏先生 你好 当初设计的是 夏东阳虽然不再追究 但张美平仍旧心头内疚 所以见到夏东阳 她都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夏东阳微笑道 张姐客气了 对了 柳小姐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她这也是实在找不到话说 才这么随口一问 柳芊芊便说道 我准备就在江阳待一会 也当是休息放松一下 那也好 也好 夏东阳点头说着 这时 外面去开车的阿东回来了 一见夏东阳 便是恭敬地打招呼道 夏先生 你也在 上次夏东阳的出手相助 阿东一直铭记在心 如若不然 现在张美平和柳芊芊 哪里还能安然地站在这里 夏东阳点了点头 也不多逗留 便说道 柳小姐 张姐 阿东 我就先走了 夏大哥 你现在还是住那别墅里吗 柳芊芊突然问着 夏东阳也是实诚地说着 暂时会在那边住几天 柳芊芊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喜悦 夏东阳又对三人点了点头 而后便和五二离开了 开着车 夏东阳便向家中赶去 途中 他向五二问道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五二却是对他说道 夏兄弟 我想请你教我武术 夏东阳脚在刹车上轻轻一点 车速慢了下来 他微微转头看着五二 问道 你想杀孙中心报仇 五二语气坚定 面色冷冽 杀气腾腾地说道 杀兄之仇 此生必报 夏东阳也知道 想要打消五二报仇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这是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都不可能放弃 但还是试图劝解地说道 五二 你割领死前 让我转告你 不要为他报仇 他只希望你这一生平平安安 五二拔高了嗓音 说道 那叫苟且偷生 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活着还不如死了 夏东阳 我求求你 教我 夏东阳心头一叹 换作是他自己 也绝对不会放弃报仇的 孙中兴的做法 简直就是背信弃义 表里一套 背地里一套 十足的伪君子 他正好说话 电话却响了起来 于是便将车停靠在旁边 拿出电话一看 竟是侯元文打来的 看来应该是有郑南生的消息了 喂 侯队 夏东阳接通电话 那头 侯元文便说道 我们搜寻了方圆几里范围内的山洞 虽然是看到了一些野狼 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 郑南生就是被野狼或是其他大型动物给吃了 所以 我猜测 郑南生很可能并没有死 而是被人给救了 夏东阳心头并没有太多的惊讶 他当时便觉得 事情太过凑巧了 哪有那么合适的野狼 又正好去叼走了郑南生的尸体 侯元文又道 我已经和云省这边的警方和龙顿进行了沟通 这种罪行累累的人 必须要抓着 我还会在这山中继续排查一下 不排除会有人接应 他们想从这边出境 辛苦你了 侯队 夏东阳说着 侯元文指道 本职工作 何来辛苦 一有消息 我就通知你 好的 挂了电话 夏东阳起动车 吴二又说道 夏东阳 我求你 教教我 夏东阳指道 吴二 你要弄清楚 现在是什么时代 杀人是犯法的 退一步说 就算我教你 孙家肯定还会有高手 你别说杀孙忠心 恐怕连大门都进不去 吴二情绪激动地说道 可他杀了我大哥 难道我就什么都不做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孙忠心杀了你大哥 那个杀手已经死了 你哥也已经死了 没有任何证据的 我知道是他做的就行了 我就算拼了命 也一定要杀他 吴二面色横横地说着 一双铁拳是紧握着 夏东阳叹了口气 吴二若是去找孙忠心报仇 和自寻死路没什么区别 要打消他报仇的念头 肯定是行不通 如果自己不答应教他的话 他很可能会一时冲动 做出极端的事 到时候筹没报而送了命 目前来说得先稳住他 夏东阳只好道 吴二 我可以教你一些格斗术 但你要知道 那些都并非是速成的 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甚至会很辛苦 吴二一听 暗淡的神色顿时一息 语气坚定地说道 不管有多苦 我都能坚持 不管等多久 我都必须要报仇 只要稳住吴二就好说了 夏东阳心头也早有打算 便又说道 你要报仇 也不能每天都苦练 总得生活是吧 我给你找一份工作 全当是打发时间 好 吴二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只要夏东阳肯教他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夏东阳回家拿了两套衣服 也没逗留的 便带着吴二回赵雪岩的别墅 是于非给夏东阳开的门 夏东阳进门 就进客厅的沙发上 坐着除了赵雪岩之外 还有另外一人 竟是傅青霜 夏东阳带着吴二 为大家介绍了一下 其实 赵雪岩之前 在医院也是见过吴二的 知道吴二曾是孙家的人 不过 现在既然夏东阳带来了 他自然也不细问了 傅青霜便看着夏东阳说道 你能在雪岩身边 那就最好不过了 因为前段时间的保护 傅青霜与赵雪岩 自然免不了交流 彼此间也熟悉起来 建立了一定的友情 怎么了 夏东阳颇为诧异地问道 傅青霜怎么会突然来了 傅青霜便说道 我刚才已经对雪岩和于飞说了 你还不知道 孙良剑已经被我抓了 抓了 接着 傅青霜便将孙良剑前夜在病房 企图逼迫谋害赵正明的事情 简单说了说 夏东阳听后便道 想不到孙良剑竟然还不死心 也好 这是他作茧自负 傅青霜点了点头 稷儿又说道 我在审问孙良剑时 从他的字里行间中 隐约听得出 他应该是另有安排 恐怕会对赵小姐不利 但没有直接证据 不能申请警方的保护 所以我便来告诉你们一声 夏东阳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傅青霜又道 夏东阳 孙良剑被抓后 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他交代之前绑架雪岩的事 也是他策划的 你屡次破坏了他的计划 恐怕你也会在他的报复对象中 我建议你和雪岩这段时间 最好待在一起 以免被对方各个击破 有你在 我相信 就算对方再强 你也能自保和保护雪岩 等待我们警方支援 傅青霜即便是不这样说 夏东阳也会那样做的 毕竟 赵正明交代他 要好好照顾赵雪岩 如今 眼看有潜伏的危机 他自然要留下来 傅青霜接着便转身看着于飞 说道 于飞小姐 我知道你也很担心雪岩的安危 但现在对方在暗 我们在明 多一个人 便会多一份危险与牵挂 所以 我个人建议 这段时间 你还是别和夏东阳和赵雪岩走得太近 于飞一听 历史情绪激动地说道 不行 雪岩是我的好姐妹 夏东阳又是我系我的朋友 这时候 我不能想着自己而离开他们 傅青霜显然早知道于飞会这样 接着就说道 正因为这样 你这段时间 才更要和他们保持距离 你想想 若是有人对雪岩不利 夏东阳保护他一个 还没问题 可对方若是同时 对雪岩和你不利 夏东阳就算再厉害 恐怕也分身乏术 你应该趁对方 还没将注意力放在你身上时 尽快离开这里 亦或许 对方已经在监视这里了 你现在离开 暗中的人 说不定还只当你是一个普通的客人 于飞一听 脑海中不自禁的 就想到了昨晚那个黑影 说不定 那并不是什么毛贼 而是监视自己等人的 想到这里 他心头既担忧又纠结 赵雪岩自然是怕连累到于飞 便说道 那天我们就电话联系 可是于飞又要说话 赵雪岩却是捉住了他的手 说道 飞飞 我知道你担心 没事的 你要相信夏东阳的能力 他能保护好我的 于飞转头看着夏东阳 他担忧赵雪岩 自然也担心夏东阳 也就是说 夏东阳又将做回赵雪岩的保镖了 夏东阳 你一定要小心 于飞一脸忧心忡忡地叮嘱着 我会的 虽然很不舍 但于飞还是走了 为了他的安全 夏东阳拜托五二 给他当几天司机 自然是保护于飞了 五二欣然答应 三人走后 偌大的别墅中 便只剩下夏东阳与赵雪岩了 二人对视了一眼 都不自禁地想起了 当初夏东阳第一次进别墅的情形 有记得 那是夏东阳与赵雪岩见面的第一天 赵雪岩很是反感夏东阳 这个贴身的男保镖 于是独自开车回公司 夏东阳徒步在后面追 一路追到公司 晚上回别墅 赵雪岩并不准夏东阳进别墅 还以为夏东阳会知难而退 哪知道夏东阳 却是在外面的凉亭中守卫着 赵雪岩面冷心软 便让他进别墅 不想赵雪岩穿的是宽松的睡裙 夏东阳好心提点 又将他给引爆 赶出了别墅 二人就那么对视着 脑海中都是默契地回放着认识 以及相处的一幕幕 夏东阳中就是当先回过神来 撇开了头 赵雪岩也是回过神 二人又沉默了一回 赵雪岩方才说到 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嗯 夏东阳点了点头 二人一时间也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这么站在客厅里 谁也没去看谁 偌大的客厅内 气氛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若说是以前的话 赵雪岩即便是让夏东阳进别墅 肯定也是冷冷地告诫着 不准坐这 不准坐那 可经历了这么多事后 赵雪岩对夏东阳已然冷不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 夏东阳旁边的落地中 便问道 赵总 快中午了 你想吃点什么 赵雪岩一听 念头一转便说道 夏东阳 你说 现在如果真的有人 在监视我们的话 我们一直待在这别墅中 对方也不好下手 是不是 夏东阳立刻会议过来 问道 赵总你的意思是 赵雪岩点了点头 说道 对 引蛇出洞 不然 总这么提心吊胆的 以后日子还怎么过 赵雪岩这的确不是为很好的方法 夏东阳却道 可这样 你可能会有危险 赵雪岩一听 一双美目看着夏东阳 直到 有你在 我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对吗 赵雪岩这句话 得带着多么大的信任 夏东阳不敢把话说得太绝对 便说道 我会尽全力保护你 但还是得谨慎一些 赵雪岩一点头 便说道 那你等我几分钟 我去换套衣服 他说着 便向楼上走去 夏东阳想着 这两天手机关机 还没有给妹妹说呢 但想着妹妹 还有几天就得高考了 这时候 还是别打扰她了 于是便给李晶晶拨去了电话 喂 夏东阳 你还知道打电话了啊 那头 李晶晶明显带着火气 夏东阳也知道 李晶晶肯定是在责怪自己 没有打电话给妹妹报平安 连忙道 抱歉李老师 这事情的确有些多 对了 东京还好吧 李晶晶听得更气 说道 你还知道关心东京啊 夏东阳 我一直都说的没错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哥哥 东京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却让他整天担忧分心 夏东阳被训斥的 也是哑口无言 沉默了一会 还是李晶晶说道 于飞已经打了电话来 东京很好 他是我的学生 我会照顾好他的 我现在很忙 就这样 那头 他将手机放在办公桌上 而后低声骂道 这两兄妹还真是的 妹妹知道哥哥平安了 也想着哥哥忙 也是不打电话过去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同一门 夏东阳握着电话 想着还是等妹妹高考后 再好好弥补妹妹吧 想着等会要出去 他便到四周的窗户查看查看 待到夏东阳里里外外查看了一番后 可当他回到客厅时 赵雪岩竟然还没有下来 夏东阳瞥眼看了看落地中 只见这都过了大半小时了 这哪里是赵雪岩所说的 等几分钟啊 当然 对于夏东阳星星来说 等待的再久都不会生气 或是不耐烦 当初执行狙击任务时 他曾在泥潭里都趴着一天未动过 这点等待又算什么 坐在沙发上 大概又等了十来分钟 赵雪岩终于是下楼了 夏东阳闻声 自然地站起身来转头看去 这一看便是棱住了 只见赵雪岩上着一件米白色的圆领无袖 带一点高腰的紧身衣 下配一条青花条纹紧身裙 将高挑娇美的身姿 勾勒得更加的恶诺多姿 他一头浅棕色的长发 随意地披三脑后 随着下楼的步伐 而轻微摆动着 上天偏心地几乎将所有的美都给了他 让高贵 时尚 典雅全集于他一身 那偶尔露出一点小蛮腰 更是平添了几分性感 这一刻 似乎所有的形容赞美之词 用在他身上都显得苍白无力 即便是夏东阳定力再好 但也是个正常的男人 加上赵雪岩之前都是OL装打扮 突然换成这样 他哪能不惊艳 看着夏东阳惊愣的表情 赵雪岩越发觉得 夏东阳像是个正常的男人了 以前夏东阳可是几乎没这样愣神过 这也并非是他有意而为之 实在是想换一下风格 让自己放松下来 父亲走了 这个事实不管怎么悲痛 都是要面对的 而且 父亲也希望自己能勇敢面对生活 所以 这是他的一种态度 对生活 对未来的态度 夏东阳很快回过神来 微微瞥开眼 而后道 赵总 能借你五根头发吗 借我五根头发 借头发就算了 数字还说得这么清楚 赵雪岩心头十分诧异 继而追问道 干什么 等会我们出去 万一真有人监视 或许会溜进别墅 安装针孔摄像头 甚至可能是炸弹 所以 我借赵总几根头发 将门口 几个窗口附住 只要有人进来过 头发就会断 不管怎么弥补 都不可能掩盖的 如果是换着其他男人的话 肯定会卖个关子 可夏东阳却是直接说了出来 可见 他没有任何要讨好赵雪岩的意思 只是想办实事 赵雪岩一听 却是十分的好奇 连忙拔断五根头发来 交给了夏东阳 夏东阳看了一眼 记住了每一根的长度 颜色的深度 而后道 赵总 你等等 他说着 便拿着头发 向自己房间走去 赵雪岩心头更是好奇了 一如一个好奇宝宝的跟了上去 喊道 等等 我也去看看 他并没有发现 和夏东阳在一起 现在心情竟然不自然就放松下来了 夏东阳所要设置的机关并不繁琐 也算不得精妙 就是将赵雪岩的头发绑在窗口后 一旦有外力拉窗 这脆弱的头发 立刻就会被扯断 看着夏东阳那粗糙的手 做着如此细腻的活迹 赵雪岩心头 也是跃跃欲试的道 夏东阳 让我也来绑一个试试 好啊 我们去厨房那边吧 二人来到厨房 赵雪岩拿着头发 尝试着在窗口上绑着 可那看似简单 一任凭他指如蓝葱 却硬示 不管他如何努力 都没办法将头发像夏东阳那样 将那根头发给弄断了 看着赵雪岩那笨拙的样子 夏东阳并没有丝毫取笑 反而觉得 一向高冷的赵雪岩这样 颇有几分可爱 于是便说道 赵总 还是我来吧 可赵雪岩本就好强 这回降脾气也是犯了 便说道 我一定要绑好他 他说着 也是不管不顾的 直接又拔下一根头发 继续绑着 可一会后 又将那根头发给弄断了 他仍然没有放弃 又拔了一根头发 一根一根 接连弄断三根头发 急得他是汗都出来了 夏东阳是没想到赵雪岩会这么的好强 那个解可是他在军中学到的 看似简单 手指的变化技巧却不容易 若让再让赵雪岩这么一味下去的话 恐怕还不知道的拔掉多少根头发 当即便伸手捉住赵雪岩的手 说道 赵总 我帮你 嗯 赵雪岩这时候 一门心思的想着绑好这个小机关 也就下意识的点了点头 任由夏东阳捉住自己的手 夏东阳也没想起他 轻轻捉住赵雪岩的手 一边教他打劫 一边说道 这手指要从这边绕 这里要 二人就这样紧挨着 脸几乎都贴到了一起 一如一个丈夫在叫着妻子做什么似的 画面充满了温柔与温馨 在夏东阳手把手的教导下 赵雪岩总算是学会了 历时便如小孩子一般欣喜地笑道 太好了 我中恩恩 可他俨然就忘记了 夏东阳就在身边 这一时欣喜 一转头竟是亲在了夏东阳的脸上 二人都这么愣了 赵雪岩瞪大着眼 夏东阳也是如此 急许后 赵雪岩回过神来 胆忙撑起身子 退了两步 微微低着头 翘脸是一片坨红 心头忐忑 眼神慌张 他没想到于非他们没走多久 自己不过和夏东阳单独相处这么一会 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自己这都是吃了多少次亏了 他自己都有些记不得了 夏东阳也是退开了两步 心头也是慌张忐忑不已 二人就这么沉默着 彼此心头都慌乱得很 就像是那些初恋少男少女 第一次碰触对方的手一般 一会儿后 赵雪岩平复了心境 这么多次的意外 他心头波澜平复得更快了 似乎都有些要习惯了 便说道 我们走吧 等会都过饭点了 嗯 夏东阳点了点头 转身向外走去 出门后 夏东阳还是在大门口 布置了一根头发 而后开车和赵雪岩出了别墅区 行了好长一段路 二人都没有说话 车内的气氛显了有些沉闷 到了市中心 夏东阳方才打破沉默 问道 赵总 你想吃什么 赵雪岩暗叹了一口气 将刚才的意外埋在心底 而后道 我们去吃鱼吧 前面有一家很有特色的鱼馆子 在赵雪岩的指路下 夏东阳看见了一家 叫年年有余的餐馆 而后将车停在了附近的地下停车场 这才和赵雪岩走进餐馆 这时候正是午餐的高峰期 偌大的餐厅中 一片沸腾 热闹非常 机无虚席 夏东阳一眼便盯上了最里脚的空桌 那个位置相对来说十分安全 二人点好鱼后 赵雪岩便问道 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赵雪岩并没有忘记自己二人出来是干什么的 是为了引诱或许藏在暗中 孙良健安排的人 夏东阳摇了摇头 刚才一路过来 他都十分的谨慎 却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被跟踪的迹象 赵雪岩自是相信夏东阳的判断 便说道 青霜之前也说只是怀疑 或许是孙良健被抓 心头怀恨在心 又没办法报仇 所以便通过青霜的口 让我担惊受怕 疑神疑鬼 过着寝室难安的生活 夏东阳习惯性的一皱眉 不可否认 赵雪岩说的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他还是谨慎的说道 赵总 或许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动手 或许是他们已经做了什么 我们现在还并不知道 总之 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 赵雪岩点了点头 很快 鱼就上来了 期间 赵雪岩指道 等会饭后 我们再到附近的商场逛一逛 再看看有没有情况 夏东阳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既然要诱敌 那就得给敌人多一点的时间 可饭后 二人便来到商场 为了做足戏 赵雪岩也是买了两件衣服 给夏东阳也买了一套休闲装 却仍然没发现 有任何跟踪窥视的迹象 二人提着东西 来到地下停车场 夏东阳谨慎的 让赵雪岩先别靠近车 自己则是向车边走去 赵雪岩如何不知道 夏东阳是怕有人在车上坐了手脚 但让夏东阳一个人过去 他心头又如何过意的去 便说道 不 要过去就一起过去 夏东阳指道 赵总 没事的 我就先过去看看 就算被人动了手脚 一般情况 只要不点火发动车 是不会有问题的 再说 我一个人过去 就算是有问题 我也能及时跑开的 你在这里等等 我很快回来 他说着 也不管赵雪岩答应不答应 便大步向车边走去 看着夏东阳如此的谨慎 完全就是冒险为自己勘探情形 赵雪岩心头感动之余 心弦也是不自禁地紧动了起来 夏东阳很快走到车旁 前后左右查看了一番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赵雪岩心头是松了一口气 然而下一刻 就见夏东阳一把拉开车门 坐到了驾驶位上 伸手去按一键启动键 赵雪岩一颗心 再次提到了嗓子眼 连忙紧张地喊道 夏东阳 别 刚才夏东阳还说 只要不打火启动车 一般是没问题的 这回看见 他去按启动键 赵雪岩不自然地 就更是紧张起来 这并非是他心境差 而是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他早已经将夏东阳放在心上了 根本不忍心见夏东阳在冒险 夏东阳转头道 便启动了车 果然没事 只是虚惊一场 赵雪岩尝出了一口气 这才提着东西走了过去 方才发现 自己手心已然是一片冷汗了 二人很快回到别墅 夏东阳查看了一下 之前安置的那些小机关 并没有被破坏的迹象 就这样过了几天 夏东阳与赵雪岩 每天都会到外面去逛上一逛 却并没有发现 有任何被跟踪亏视的迹象 而这几天 于非也是每天都会打 好几个电话过来询问 而他闲来无事 也是将烧烤店给继续营业起来 要不然 成天为赵雪岩和夏东阳提心吊胆的 他这日子更难过 这天清晨 夏东阳做了瘦肉粥和馒头 赵雪岩换上了一套黑色的OL套装 早饭期间 他便说道 夏东阳 这段时间因为郑南生的事 我已经耽误了不少上班时间 公司全由若男主持 我打算今天回去上班了 看赵雪岩提及郑南生 面色表情以及眼神并没有变化 看来他应该是走出那段过往了 夏东阳想来也是 还有一丝伤痛的话 那都是他对自己的轻慢与自尊的践踏 但听见赵雪岩回去上班 想来也是控制了父亲逝去的伤痛 生活是要回正轨了 夏东阳心头也是为他高兴 继而便点头道 那我给你当司机 赵雪岩抬眼看着夏东阳 知道夏东阳在想什么 便说道 夏东阳 我知道我爸临终前 肯定说过 让你要照顾我之类的话 其实你已经做到了 这些天 谢谢你的陪伴 守护和照顾 你看看你 为了我 心便开业到现在 你这个老板 你这个主厨 有去过店内吗 夏东阳指道 可我不是老板 你才是真正的老板 赵雪岩听后 顺着夏东阳的话 就说道 既然你认为我是老板 那你现在就给我回店内去 你难道不知道 飞飞这些天有多累吗 你难道不知道 飞飞对你的感情吗 赵雪岩说着 语气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他自己也是意识到了 便低下头 又喝了一小口粥 夏东阳心头也是 愧疚得很 他又何尝想看到于飞那么累 不 准确地说来 他最初就不希望于飞来店中 因为他害怕于飞越陷越深 可现在 于飞已经在店内上手了 而且更住在自己家里 总不能敢于飞走啊 再说 现在谁也不知道 孙良健到底是安排了什么 万一自己一走 他安排的人便动手 现在孙良健出不来 他动手肯定会下死手的 那后果便不堪设想 赵雪岩看得出下东阳的顾虑 便又说道 夏东阳 这些天都没有什么发现 孙良健肯定是危言耸听 吓唬我的 你回烧烤店吧 我在公司很安全的 夏东阳却道 这样吧 我再待几天看看 你 赵雪岩也知道夏东阳的这样脾气 来应得绝对行不通 便退而求其次地说道 那好吧 三天 再看三天如何 如果都没有什么 你就回烧烤店 夏东阳点了点头 也好 这三天时间 说不定傅青霜那边 在孙良健口中 又会取得更多的信息 饭后 夏东阳开车送赵雪岩到公司 不多时便来到了大门口 他心头颇为感慨 想不到兜兜转转地 又回到了这里 但见大门关着 夏东阳自然是按了按喇叭 这时 保安室中 马成才正在训斥那胖瘦梁保安 身头一见 门口是一辆陌生车辆 明显还是他便不耐烦地骂道 按按按 按个毛线啊 等着 他骂后 又回到保安室 对着两个保安训斥道 你们两个废材 让你们两看大门 你们倒好 有事没事 就往利盐公司跑 赵雪岩那个女人 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要这么去巴结 以为找到靠山了是吧 别做梦了 他赵雪岩就一个被扫地出门 净身出户 一分钱也拿不到的野种而已 他现在恐怕根本就没脸回来了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然而 就在他痛快地骂后 话音刚一落 身后便有一道阴冷的声音传来 说什么管你毛事 马成才想着 这里是自己管辖的地盘 而且他向来也是脾气冲惯了 所以一边转身一边骂着 哪知道这一转身 就见站在后面的 竟是夏东阳 顿时吓得他面色陡然一变 声音都哆嗦着喊道 夏夏哥 你你怎么来了 原来 刚才夏东阳 是见马成才不开门 以为他对自己还有意见 便下车从小门进来 准备说明情况 谁知 近来就听见马成才对赵雪岩的谩骂 马成才虽然心恨夏东阳 特别是上次方亮找他 请新药会所的堂手教训夏东阳 结果却反而被那几个堂手打断了腿 这个仇他一直记在心头 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联系表哥肖衡 可表哥肖衡总是告诫他 不要招惹夏东阳 连表哥都招惹不起 马成才也指的是打掉牙 往肚子里咽 这回又见夏东阳 他如何能不惧吧 夏东阳双眼紧盯着马成才 与其阴沉到极点的说道 我让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马成才被夏东阳的眼神盯着 一如被刀子刮一般 哪里还有刚才牛气轰轰的架势 慌张而哆嗦的说着 夏夏哥 那都不是我说的 是别别人传的 夏东阳一步上前 一把揪着马成才的衣领 将他给拉近 而后冷声问道 传的什么 说 刚才夏东阳分明听见 马成才骂赵雪岩是野种 这不仅是对赵雪岩的侮辱 更是对赵正明英灵的亵渎 夏东阳绝不允许 有人如此重伤赵正明 感受着夏东阳身上如火般的怒意 马成才连忙说道 这这两天 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说赵雪岩 其实是前几天死去的江阳传奇商人 华阳集团董事长赵正明的私生女 所以才暗中扶持他做利盐公司的总裁 可赵正明临死前 又发现赵雪岩并不是自己的女儿 所以将他赶出家门 净身出户 让大哥赵正明接手公司 赵雪岩心有不甘 连和你在赵家闹了起来 企图谋夺赵正明的家产 更是将赵正明都给打伤了 新闻里都报道出来的 赵正明一脸都是伤 混账 夏东阳听得大怒 一把将马成才给提了起来 往地上一扔 碰 马成才肥瘦的身躯 将保安室内一张绿色的塑料毒凳 给砸得粉碎 痛得他顿时惨毫了起来 夏东阳双拳紧握着 浑身的杀气如潮水般蜂涌而出 吓得马成才竟然连忙闭上了嘴 惨叫都不敢叫了 一旁的胖瘦梁保安 感受着夏东阳那可怕的杀意 心头都是惊叉得很 不过却都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作 夏东阳居高临下地看着马成才 冷声道 让我再听见你多说 我敲碎你满口的牙 马成才这时候 吓得整个人都在哆嗦着 根本没听见夏东阳说什么 夏东阳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对那胖兽保安点了点头 那高兽保安立刻会议 按了按桌子上的电动门开关 夏东阳说了声谢谢 便转身向外走去 回到车里 赵雪岩诧异地问道 怎么这么久 这大热天的 车里开了空调 车窗是关着的 所以赵雪岩并没有听见 保安室内的动静 夏东阳面色平静地说道 没什么 和那两个保安聊了两句 夏东阳不想赵雪岩 听见刚才那些污秽的谣言 那样赵雪岩不知道会多么的愤怒 他这些天本就经历了 人生情感的起落 若是在大怒的话 身子肯定吃不消的 能瞒一时是一时吧 赵雪岩一点头 说道 对了 上次公司闹腾 那个看门的高兽保安 还帮了我一把 我还没谢谢他呢 这个好说 我带赵总你去就行了 夏东阳说着 车便开进了公司 赵雪岩坐在副驾驶位上 视线被夏东阳挡了 所以也没看见保安室中 马成才躺在地上 待到夏东阳开车进了地下车库 保安室中 马成才方才回过神来 只感觉背后一片冰凉 早已经被冷汗给浸透了 你们两个废物 老子被打了都不出手 他们是瞎子吗 马成才双手扶着墙 一边努力地站起来 一边咬牙恨恨地骂着 胖手二保安一听 急忙上前扶着他 那高兽保安一脸委屈地说道 马主任 您这可错怪我们了 您那么牛逼霸气 刚才都叫他哥 我们两个小喽喽 早就吓得腿软了 有心帮你 可身子都不听屎话 废物 废物 哎呦 马成才愤怒地大骂着 抬脚就要向高兽保安给踹去 这一动之下 却是经不住一声痛呼 胖保安低头一看 顿时惊呼道 马主任 不好了 你屁股出血了 我帮你看看 他说着 肥瘦的手掌 在马成才屁股上一拍 马成才顿时痛得一声惨嚎 大骂道 特么的 你想弄死老子 冤枉啊 我给你拔出来啊 别啊 马成才还没来得及阻止 胖保安已经一把 将那块尖锐的碎片 给拔了出来 马成才痛得都要窒息了 他愤怒地脸上的肉 都在跳动着 颤抖着手指针的胖保安 骂道 死胖子 你 可他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高寿保安便惊呼道 马主任 你屁股在飙穴啊 你得赶紧去医院啊 你他妈还说 快送我啊 马成才抬手捂着屁股大吼着 高寿保安却说道 马主任 那时候都不要善离职守吗 你可不能自己打自己嘴巴 是啊 我们等会还得去巡逻呢 胖保安也说着 马成才抬手指着二人 怒急返笑道 好 好 很好 老子记住你们了 他说着 捂着屁股 一颠一颠地向外走去 好歹是在公司门口 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侧着身子坐在上面 心头恶狠狠地想着 夏东阳 你跟老子等着 我们之间没完 带他走后 梁保安对视了一眼 胖保安便说道 想不到 他竟然又回来了 是啊 高授保安点了点头 继而道 看来他很在乎赵雪岩 否则刚才也不可能 释放出那么重的杀气 现在大厦内到处都是 关于他和夏东阳的议论 甚至比之前那一次 闹得更沸沸扬扬 他这次陪着赵雪岩回来 恐怕又得闹出一场大风波了 胖保安 一副凝重的表情 高授保安却道 管他的 反正看样子 他是不会对小姐有危害的 胖保安却不以为然地摇头道 就怕到时候一闹起来 小姐也会被卷进去啊 先看看吧 反正我们已经和夏东阳 以及赵雪岩都交好了 到时候该出手就出手吧 高授保安看上去要洒脱得多 胖保安一听 刚才还一本正经的表情 立刻便换成了一副懒散样 说道 来来来抽烟抽烟 骡子这应该得在医院躺两天 我们又可以轻松几天了 得庆祝庆祝 来抽着 马成才仗着有点小权力 对大厦几十个保安 那是呼来喝去 耀武扬威的 私下里 大家伙都叫他是骡子 车库中 夏东阳将车停靠在赵雪岩那辆宝马车旁 自上次夏东阳让于飞将车还回来后 赵雪岩便没动过这车了 因为都是郑男生接送他的 二人乘坐电梯 很快就来到赵雪岩的办公室 为了保险起见 夏东阳还是在办公室检查了一番 并没有什么发现 赵雪岩将包放好 坐在总裁椅子上 弹手道 看吧 夏东阳 我都说没事的 这肯定是孙良健的阴谋 你还是回烧烤店吧 过了这三天 我就回去 夏东阳点头说着 好吧 赵雪岩说着便打开了电脑 然后问道 那你现在是就待在我这里 还是回隔壁你原来的办公室 听赵雪岩这话 很明显 夏东阳的办公室可一直都留着的 夏东阳指道 我回隔壁吧 他说着便向外走去 刚退出去将门关上转身 迎面就见一个身着银灰色OL装 戴着一副无矿眼镜 一头自然黑卷发的女子走过来 正是萧若南 萧若南一见夏东阳 是微微一正 夏东阳当先对他点了点头 喊道 萧秘说好 夏东阳并不知道 萧若南已经被赵雪岩提拔为副总裁了 萧若南回过神 也是点头道 你好 是赵总回来了吗 他在里面 萧若南一点头 而后便敲门进去 夏东阳则是回到了隔壁的办公室 不多时 隔壁便传来了摔杂东西的声音 接而便传来赵雪岩的怒喝声 查 给我查 一定要查到 是谁散播的 夏东阳叹了一口气 赵雪岩应该是知道了 刚才马成才所说的那些谣言了 作为女儿 有人如此侮辱父亲的英灵 她如何能不弄 华阳集团刚上位的赵正荣 这些天都在接受着大大小小的采访 毕竟 赵正明自上次击败孙家后 华阳集团已然隐隐有江阳第一大集团的势头了 赵正明这突然离世 华阳集团一如发生了一场地震 整个江阳商界 不少与华阳集团有关联的公司 都在关注着华阳的动向 这回 赵正荣在公司的大会议室中 开着记者招待会 她脸上的那些抓伤和淤青 要比前两天淡了不少 可还是能看得出来 突然 有记者问道 赵正荣先生 有消息称 县立严公司总裁赵雪岩 并不是前华阳董事长赵正明的亲生女 是你将她赶出了赵家 更是一分钱都没给她 这是真的吗 赵正荣先生 您脸上的伤 是不是就是因为争夺财产 被赵雪岩抓伤的 赵正荣先生 也有人称 赵雪岩一直备受您大哥赵正明的关怀 其实是她的私生女 您因为不愿赵家财产落到外人手中 所以将她赶出家门 赵正荣先生 你这样迫不及待 会不会太伤赵正明先生的心了 有人这一开头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这些记者都是多方了解了相关传言 问的问题 更是十分具有针对性 赵正荣听得面色大变 当场便重重地拍着桌子 暴怒着喝道 住口 这是谁说的 谁说的 有大胆的记者便回道 外面都在传 怎么 赵董莫菲还不知道吗 这记者的话似乎有些嫌外之音 赵正荣听后更是怒喝道 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肯定是有人恶意重伤我赵家 我本人以及华阳集团 一定会向警方申请 严查造谣之人 用法律途径 维护我以及公司的合法权益 他话音一落 立刻便有记者问道 那请问赵正荣先生 利言公司现任总裁赵雪岩 是不是你大哥的亲生女儿呢 是 他是我二弟的亲生女儿 赵正荣斩钉截铁地说着 是 他是一直都想坐上 华阳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他现在也如愿了 而且 二弟人都已经不在了 他也不容有人这么侮辱二弟的名声 事实就是事实 紧接着 那记者便问道 那请问赵正荣先生 既然赵雪岩是赵正名的亲生女儿 为什么他没能接手公司 这是我二弟的遗嘱交代 或许是不想让他过得太累了 赵正荣语气放缓了些说道 那记者紧接着便又追问道 可这么多年来 赵正荣先生一直不愿意曝光女儿的身份 甚至将他安排到丽颜公司做总裁 为别人打工 可见他是有意要磨练赵小姐 而赵小姐 现在已然是我们江阳商界的后起之秀 商界明珠 以他的能力 接手华阳也不至于会太累 赵正荣先生 你是赵正荣的大哥 公司却一直不是你掌管 想必你心里应该有所成见吧 会是你阻挠赵小姐接手的吗 赵正荣身边的公关部长金琛 立刻对那发问的记者警告道 这位记者朋友 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辞 你这是无端的议测 甚至有诽谤我们董事长的嫌疑 若你在这样 我们有权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然而 他话音未落 其余的记者则是纷纷交头接耳 议论了起来 偌大的会议室中 一下变得乱糟糟的了 那公关部长金琛也是颇有经验 趁着混乱便说道 大家既然没有其他问题了 就散了吧 他说着便扶着赵正明 起身向侧门离开 之前一直追问的那个记者一见 立刻追上去问道 赵正荣先生 有人还说 赵雪言连公司一点股份都没得到 这根本不合理 赵正明先生的遗嘱 有没有被改了的可能 这个问题尖锐不说 还十分具有诱导性 诱导其余记者去猜测 去挖掘 果然 他这话一落 其余记者便又议论了起来 面对这样的问题 赵正荣自然不会回答 金琛更不会让他回来 配合着保安护着赵正荣离开 赵正荣先生 赵正荣先生 我们还想问问 一众记者蜂拥着追上去 却被保安给拦了下来 可谁也没注意到 刚才那个追问的最多的记者 趁乱已然溜走了 不多时 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车内 拨通了一个电话 说道 老板 事情已经办妥了 明天恐怕有更多的版本出来 赵正荣肯定焦头烂额 很好 钱已经到你给的账户了 你自己看 电话那头 一个沙哑的声音传来 好的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以后还有这样的事 请随便吩咐 我一定办得妥妥的 那记者一听钱到手了 笑得更是欢了 同时还想揽生意 对方嗯了一声 又说道 那接下来 你就去一趟立言公司吧 应该说些什么 就不用我说了吧 当然 当然 老板放心 我一定让这事闹得更大 好 我等着看 对方说着便挂了电话 记者则是急忙查看手机银行 其实他只是一个娱乐小报的记者 一直想出名 但都没有机会 只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收入 而这样的事 他也是做了不少了 立言公司 夏东阳被赵雪岩再次被交到了办公室 而萧若南已经出去了 刚才在楼下保安室 你就知道了 赵雪岩冰雪聪明 立刻联系到 刚才夏东阳耽搁那么一会 应该是在梁保安口中了解了一些什么 夏东阳点了点头 赵雪岩明白他的好意 稷儿便问道 你觉得 这会是谁散播出来的 夏东阳刚才也就想了一番 便说道 从时间上来看 排除孙良健的可能性 当然 这种事 肯定也不会是赵正荣所为 他没必要给自己的名声抹黑 而且 不管这是是不是真的 赵正荣都讨不了好 他刚上位董事长 说不定还会怀疑是你散播出来的 这是有人想让你和赵正荣斗 从而从中获得利益 赵雪岩一听 不禁一皱眉 夏东阳所说的 他刚才事都没有考虑到 他正要说话 不想 电话就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竟然真的赵正荣打来的 一看赵雪岩微微一正的表情 夏东阳也是猜测到 电话是赵正荣打来了 赵雪岩接通电话 与其平淡的道 喂 那头立刻传来了赵正荣愤怒的咆哮声 好你个赵雪岩 遗嘱是你爸爸亲比例的 你也亲眼看过的 绝对是你爸的意愿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诋毁我 甚至是侮辱你父亲的在天之灵 你是想同归于尽 是疯了吗 赵雪岩静静的听着 而后同样是语气平淡的说道 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和你那样卧错不堪 怎么 难道不是你做的 赵正荣诧异的问道 赵雪岩又道 你有时间怀疑我 还不如去调查清楚到底是谁散播消息的 他说着也不等赵正荣回话 便是挂断了电话 深吸了一口气后 他方才向夏东阳问道 你认为这消息可能是谁散播出来的 夏东阳私存了一下 直到这明显是与赵家有仇之人策划的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孙家应该有很大的嫌疑 赵雪岩点了点头 他也同样是怀疑孙家 目前来说 这谣言对赵正荣的名声影响了更大一些 他绝对会不予余力的去查源头 而对赵雪岩来说 这谣言让他的身份暴露了出来 不管他是不是赵正荣的女儿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恐怕都会遭到别人的背后议论和指指点点 甚至连夏东阳也会被卷入进去 赵雪岩私存了一下 又忍不住问夏东阳 那你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不知不觉间 赵雪岩已经在一起夏东阳的意见与想法 夏东阳并没多想到便说道 对于这种谣言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予理会 赵正荣一定会去查的 赵雪岩心头一动 夏东阳所想的又和他不谋而合 即便是抓到那个散播谣言的摇头之人 不管背后是谁 恐怕都没有任何证据再查得下去了 对于这些 赵雪岩心头还是清楚的 赵雪岩又处理了几个必须要他签署的文件后 时间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不过这时 萧若南却是敲门进来了 赵总 过两天是公司的八周年 策划部递交了一份周年庆祝萧活动计划 以及周年庆的庆祝活动 你得看看 赵雪岩翻开文件夹 仔细地看了看后 便问道 若南 你的意见呢 萧若南显然是早就有想法 便说道 赵总 现在公司内的员工都在议论这事 甚至还有人在传 你这总裁 恐怕又要被董事会罢免了 所以 可以趁着周年庆的机会 向大家表明态度 同时将谣言给扼杀 赵雪岩却摇了摇头 说道 不 我赵雪岩无需要向任何人表明态度 谣言指于智者 信谣传谣 便不配再待在公司 若南 你等会立刻在内网发下公告 周年庆促销活动计划批准 周年庆祝活动取消 一应费用直接折线 若是再有人信谣传谣 直接开除 上一次便是因为谣言 那些股东便是直接否定他的一切功绩 诸多员工更是被煽动 闹得沸沸扬扬 整个大厦都在看他赵雪岩的笑话 要说赵雪岩不怒 那绝对不可能 只是当初碍于行事 若是全部处理的话 公司会陷入瘫痪境地 而且 赵雪岩也的确是想要再给那些员工一次机会 这次 谣言又来了 上次那些信谣之人 他这边可都收集着名单 若是那些人再犯 他便再不留情 否则 哪里还有微信可言 萧若南眼神转了转 立刻明白了赵雪岩的意思 赵雪岩是想趁这次的谣言 再次整顿公司 要让公司完全变成铁板一块 当即 他便点头道 赵总说的是 我立刻便下去发布公告 萧若南退出去后 赵雪岩也站起身来 而后道 走吧 回家 夏东阳也知道赵雪岩的意思 这时候 他再次体现出女总裁的魄力 以及对大局观的把控能力 将这次的谣言 转变为整顿公司的契机 夏东阳心头佩服得紧 这样也好 反正公司现在正已然真正是赵雪岩的公司了 好好整顿对以后的发展更有利 于是便问道 赵总 今晚想吃什么 赵雪岩心血来潮的道 你做的菜我几乎都吃过了 但你的烧烤手艺 我还没尝过 晚上在后院做烧烤 家里有烧烤价 夏东阳想不到赵雪岩会突然有这样的性质 他自然不会拒绝 只是说道 这样的话 我们还得去超市 买一些食材和木炭 二人便乘坐电梯向地下车库 刚下几层 就遇到有公司员工下班 原本说说笑笑的几个员工 一见赵雪岩在电梯内 历时便面色一正 纷纷喊道 赵总好 赵雪岩点了点头 几人明显是不敢进来 电梯自然关闭 二人继续下去 不多时 电梯又被按停了 等候的是 其余公司的几个员工 他们诧异地看了看赵雪岩与夏东阳 还是走进了电梯 电梯内 虽然有七八人 但都是彼此沉默着 气氛颇有些沉闷 很快 电梯到了一楼 几人出去后 电梯门还没关完 就听见其中有人说道 真是又回来了 看来真的有猫腻啊 竟然还有脸回来 议论声也就到这里便听不见了 夏东阳静不住看了看赵雪岩 见他面色仍旧如常 也就没多问 出了电梯 夏东阳便向车走去 赵雪岩却是喊住了他 说道 明天我这车是年检的最后一天了 开这车回去 明天年检了再回公司 他说着便将钥匙递给了夏东阳 夏东阳拿着钥匙便先走了过去 赵雪岩这时的电话却响了 他便停下脚步 从包内拿出电话 夏东阳坐上驾驶位 把火一打燃后 立刻听见车内几声 嘀嘀嘀的异样声响传来 他心头猛然一颤 而这时 赵雪岩边接着电话 边向副驾驶位走来 夏东阳面色大变 急切地大喊道 赵总 别过来 快离开这里 一看赵雪岩微微一正的表情 夏东阳也是猜测到 电话是赵正荣打来了 赵雪岩接通电话 与其平淡地道 喂 那头 立刻传来了赵正荣愤怒的咆哮声 好你个赵雪岩 遗嘱是你爸爸亲比例的 你也亲眼看过的 绝对是你爸的意愿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诋毁我 甚至是侮辱你父亲的在天之灵 你是想同归于尽 是疯了吗 赵雪岩静静地听着 而后同样是语气平淡地说道 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和你那样卧挫不堪 怎么 难道不是你做的 赵正荣诧异地问道 赵雪岩又道 你有时间怀疑我 还不如去调查清楚 到底是谁散播消息的 他说着 也不等赵正荣回话 便是挂断了电话 深吸了一口气后 他方才向夏东阳问道 你认为这消息 可能是谁散播出来的 夏东阳私存了一下 直到 这明显是与赵家有仇之人策划的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孙家应该有很大的嫌疑 赵雪岩点了点头 他也同样是怀疑孙家 目前来说 这谣言对赵正荣的名声影响要更大一些 他绝对会不予余力地去查源头 而对赵雪岩来说 这谣言让他的身份暴露了出来 不管他是不是赵正荣的女儿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恐怕都会遭到别人的背后议论 和指指点点 甚至连夏东阳也会被卷入进去 赵雪岩私存了一下 又忍不住问夏东阳 那你认为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不知不觉间 赵雪岩已经在一起 夏东阳的意见与想法 夏东阳并没多想的便说道 对于这种谣言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不予理会 赵正荣一定会去查的 赵雪岩心头一动 夏东阳所想的 又和他不谋而合 即便是抓到那个散播谣言的摇头之人 不管背后是谁 恐怕都没有任何证据再查得下去了 对于这些 赵雪岩心头还是清楚的 赵雪岩又处理了几个 必须要他签署的文件后 时间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不过这时 萧若南却是敲门进来了 赵总 过两天是公司的八周年 策划部递交了一份 周年庆祝销活动计划 以及周年庆的庆祝活动 你得看看 赵雪岩翻开文件夹 仔细地看了看后 便问道 若南 你的意见呢 萧若南显然是早就有想法 便说道 赵总 现在公司内的员工 都在议论这事 甚至还有人在传 你这总裁 恐怕又要被董事会罢免了 所以 可以趁着周年庆的机会 向大家表明态度 同时将谣言给扼杀 赵雪岩却摇了摇头 说道 不 我赵雪岩无需要 向任何人表明态度 谣言指于智者 信谣传谣 便不配再待在公司 若南 你等会立刻在内网发下公告 周年庆促销活动计划批准 周年庆祝活动取消 一应费用直接折线 若是再有人信谣传谣 直接开除 上一次便是因为谣言 那些股东便是直接否定 他的一切功绩 诸多员工更是被煽动 闹得沸沸扬扬 整个大厦都在看他赵雪岩的笑话 要说赵雪岩不怒 那绝对不可能 只是当初碍于行事 若是全部处理的话 公司会陷入瘫痪境地 而且 赵雪岩也的确是想要 再给那些员工一次机会 这次 谣言又来了 上次那些信谣之人 他这边可都收集着名单 若是那些人再犯 他便再不留情 否则 哪里还有微信可言 肖若男眼神转了转 立刻明白了赵雪岩的意思 赵雪岩是想趁这次的谣言 再次整顿公司 要让公司完全变成铁板一块 当即 他便点头道 赵总说的是 我立刻便下去发布公告 肖若男退出去后 赵雪岩也站起身来 而后道 走吧 回家 夏东阳也知道赵雪岩的意思 这时候 他再次体现出女总裁的魄力 以及对大局观的把控能力 将这次的谣言 转变为整顿公司的奇迹 夏东阳心头佩服得紧 这样也好 反正公司现在正已然真正是赵雪岩的公司了 好好整顿对以后的发展更有利 于是便问道 赵总 今晚想吃什么 赵雪岩心血来潮得道 你做的菜我几乎都吃过了 但你的烧烤手艺我还没尝过 晚上在后院做烧烤 家里有烧烤价 夏东阳想不到赵雪岩会突然有这样的性质 他自然不会拒绝 只是说道 这样的话 我们还得去超市 买一些食材和木炭 二人便乘坐电梯向地下车库 下几层就遇到有公司员工下班 原本说说笑笑的几个员工 一见赵雪岩在电梯内 历时便面色一正 纷纷喊道 赵总好 赵雪岩点了点头 几人明显是不敢进来 电梯自然关闭 二人继续下去 不多时 电梯又被按停了 等候的是 其余公司的几个员工 他们诧异地看了看赵雪岩与夏东阳 还是走进了电梯 电梯内 虽然有七八人 但都是彼此沉默着 气氛颇有些沉闷 很快 电梯到了一楼 几人出去后 电梯门还没关完 就听见其中有人说道 真是又回来了 看来真的有猫腻啊 竟然还有脸回来 议论声也就到这里便听不见了 夏东阳静不住看了看赵雪岩 见他面色仍旧如常 也就没多问 出了电梯 夏东阳便向车走去 赵雪岩却是喊住了他 说道 明天我这车是年检的最后一天了 开这车回去 明天年检了再回公司 他说着 便将钥匙递给了夏东阳 夏东阳拿着钥匙便先走了过去 赵雪岩这时的电话却响了 他便停下脚步 从包内拿出电话 夏东阳坐上驾驶位 把火一打燃后 立刻听见车内几声 嘀嘀嘀的异扬声响传来 他心头猛然一颤 而这时 赵雪岩边接着电话 边向副驾驶位走来 夏东阳面色大变 急切地大喊道 赵总 别过来 快离开这里 一看赵雪岩微微一正的表情 夏东阳也是猜测到 电话是赵正荣打来了 赵雪岩接通电话 与其平淡地道 喂 那头 立刻传来了赵正荣愤怒的咆哮声 好你个赵雪岩 遗嘱是你爸爸亲比例的 你也亲眼看过的 绝对是你爸的意愿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诋毁我 甚至是侮辱你父亲的在天之灵 你是想同归于尽 是疯了吗 赵雪岩静静地听着 而后同样是与其平淡地说道 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和你那样卧错不堪 怎么 难道不是你做的 赵正荣诧异地问道 赵雪岩又道 你有时间怀疑我 还不如去调查清楚 到底是谁散播消息的 他说着 也不等赵正荣回话 便是挂断了电话 深吸了一口气后 他方才向夏东阳问道 你认为这消息 可能是谁散播出来的 夏东阳私存了一下 直到 这明显是与赵家有仇之人策划的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孙家应该有很大的嫌疑 赵雪岩点了点头 他也同样是怀疑孙家 目前来说 这谣言对赵正荣的名声影响要更大一些 他绝对会不予余力地去查源头 而对赵雪岩来说 这谣言让他的身份暴露了出来 不管他是不是赵正荣的女儿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恐怕都会遭到别人的背后议论 和直指点点 甚至连夏东阳也会被卷入进去 赵雪岩私存了一下 又忍不住问夏东阳 那你认为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不知不觉间 赵雪岩已经在一起 夏东阳的意见与想法 夏东阳并没多想到便说道 对于这种谣言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不予理会 赵正荣一定会去查的 赵雪岩心头一动 夏东阳所想的 又和他不谋而合 即便是抓到那个散播谣言的摇头之人 不管背后是谁 恐怕都没有任何证据再查得下去了 对于这些 赵雪岩心头还是清楚的 赵雪岩又处理了几个 必须要他签署的文件后 时间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不过这时 萧若南却是敲门进来了 赵总 过两天是公司的八周年 策划部递交了一份 周年庆祝肖活动计划 以及周年庆的庆祝活动 你得看看 赵雪岩翻开文件夹 仔细地看了看后 便问道 若南 你的意见呢 萧若南显然是早就有想法 便说道 赵总 现在公司内的员工 都在议论这事 甚至还有人在传 你这总裁 恐怕又要被董事会罢免了 所以 可以趁着周年庆的机会 向大家表明态度 同时将谣言给扼杀 赵雪岩却摇了摇头 说道 不 我赵雪岩无需 要向任何人表明态度 谣言止于智者 信尧传谣 便不配再待在公司 若南 你等会立刻在内网发下公告 周年庆祝促活动计划批准 周年庆祝活动取消 一应费用直接折线 若是再有人信尧传谣 直接开除 上一次便是因为谣言 那些股东便是直接否定 他的一切功绩 诸多员工更是被煽动 闹得沸沸扬扬 整个大厦都在看他赵雪岩的笑话 要说赵雪岩不怒 赵雪岩也的确是想要 再给那些员工一次机会 这次谣言又来了 上次那些信尧之人 他这边可都收集着名单 若是那些人再犯 他便再不留情 否则哪里还有威信可言 萧若南眼神转了转 立刻明白了赵雪岩的意思 赵雪岩是想趁这次的谣言 再次整顿公司 要让公司完全变成铁板一块 当即 他便点头道 赵总说的是 我立刻便下去发布公告 萧若南退出去后 赵雪岩也站起身来 而后道 走吧 回家 夏东阳也知道赵雪岩的意思 这时候 他再次体现出女总裁的魄力 以及对大局观的把控能力 将这次的谣言 转变为整顿公司的契机 夏东阳心头佩服得紧 这样也好 反正公司现在 正已然真正是赵雪岩的公司了 好好整顿对以后的发展更有利 于是便问道 赵总 今晚想吃什么 赵雪岩心血来潮得道 你做的菜我几乎都吃过了 但你的烧烤手艺 我还没尝过 晚上在后院做烧烤 家里有烧烤价 夏东阳想不到赵雪岩会突然有这样的性质 他自然不会拒绝 只是说道 这样的话 我们还得去超市 买一些食材和木炭 二人便乘坐电梯向地下车库 刚下几层 就遇到有公司员工下班 原本说说笑笑的几个员工 一见赵雪岩在电梯内 历时便面色一正 纷纷喊道 赵总好 赵雪岩点了点头 几人明显是不敢进来 电梯自然关闭 二人继续下去 不多时 电梯又被按停了 等候的是 其余公司的几个员工 他们诧异地看了看赵雪岩与夏东阳 还是走进了电梯 电梯内 虽然有七八人 但都是彼此沉默着 气氛颇有些沉闷 很快 电梯到了一楼 几人出去后 电梯门还没关完 就听见其中有人说道 真是又回来了 看来真的有猫腻啊 竟然还有脸回来 一论声也就到这里便听不见了 夏东阳静不住看了看赵雪岩 见她面色仍旧如常 也就没多问 出了电梯 夏东阳便向车走去 赵雪岩却是喊住了她 说道 明天我这车是年检的最后一天了 开这车回去 明天年检了再回公司 她说着便将钥匙递给了夏东阳 夏东阳拿着钥匙便先走了过去 赵雪岩这时的电话却响了 她便停下脚步 从包内拿出电话 夏东阳坐上驾驶位 把火一打燃后 立刻听见车内几声 嘀嘀嘀的异样声响传来 她心头猛然一颤 而这时 赵雪岩边接着电话 边向副驾驶位走来 夏东阳面色大变 急切地大喊道 赵总 别过来 快离开这里 警察都来了 看来真的是有炸弹啊 那是电影中的拆弹防暴警察吗 这回终于是见到我们华夏 现实中的防暴警察了 好阴舞啊 赵雪岩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 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对付他 要我就说这人啊 就是不能锋芒太露了 咦 我刚发的抖音 点击量好高啊 真的 我看看 这些从地下车库 退出来的大厦员工 全然没有一丝下东阳 提醒他们的感激之心 全是看热闹的心态 这时 一些加班的大厦员工 见那么多警车 甚至还有消防车 救护车 都停在大楼下 都是纷纷向地下停车场入口 赶来了解情况 这么一来 地下停车场入口围观的人 那是越来越多 片刻间就有六七十人了 而赵雪岩车内被安置炸弹 夏东阳被困车中的情形 也是很快传到了 每一个围观之人耳中 有不少女员工 对夏东阳的感官印象都很好 经不住为夏东阳担忧起来 夏助理 这真是在用生命保护赵总啊 这才是真正能依靠的男人啊 那些传言又如何 只要两个人相爱 何必在乎那些传言啊 希望夏助理会没事啊 而随着之前那些员工的微博 以及逗音小视频的转发 商业大厦地下停车场 出现炸弹的消息 也很快在网上传开 还有不少江阳本地的网友留言 真的假的 这炸也没炸 有个毛线看的 又骗本尊流量 别说我家就是那片的 刚才的确看见不少警车和消防车过去了 咦那还真得去瞧瞧 烧烤店这边 于飞也是隐隐听见夏东阳急切的喊声 心头觉得不对劲 难道是赵雪岩与夏东阳 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 可他一时间又不知道 夏东阳二人在什么地方 他连连向赵雪岩拨去电话 却是没人接 这更是燃他心急的不得了 这时早就准备好 食材的几个服务员们 都在店内玩着手机 刷着豆音 蔡冰玉也在其中 他昨天过来上的班 虽然经历了绑架囚禁 但凶手已经被抓 他性格本就活泼 所以很快就走出了阴影 蔡冰玉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极为的讲性语 所以身体恢复后便来店内了 他本以为许浩诚不会聘用自己了 不想许浩诚直接就让自己上班 他内心感激不已 蔡冰玉也如绝大多数女孩子一般 没事就刷着手机 突然 他刷到了地下停车场 出现炸弹的小视频 他也是看似江阳的 因为五二保护于飞 所以蔡冰玉知道了 夏东阳是这店的老板 他也隐隐猜到 肯定是夏东阳打了招呼 让自己上班 所以他心存感激得很 怎么了 其余五个服务员也都围了上来 咦还真是啊 这什么情况啊 哪里来的炸弹 怎么了 站在门口的于飞 听见有关夏东阳的消息 立刻转身走了过去 于姐 你快看看 这是不是老板 蔡冰玉将手机递给了于飞 于飞一眼就认出了 那宝马车是赵雪岩的 更看出坐在驾驶位上的 就是夏东阳 他面色陡然大变 将手机丢给蔡冰玉 便对五二喊道 五二哥 快送我去立言公司 徐浩诚与老鱼也围了上来看着视频 老鱼一脸担忧的说道 这要是真有炸弹 小夏这个怎么办 谁这么怠毒啊 徐浩诚私存了一下 知道 你们先收好电 我过去看看 他说着 便大步冲了出去 骑着自己的摩托车 就向立言公司赶去 而在附近一家私家医院中 正在一屁股的 马成才侧躺在床上 也是刷着痘音 看到了这条小视频 他顿时双眼猛瞪 然后幸灾乐祸地大笑了起来 说道 夏东阳啊 夏东阳 老子对付不了你 总有人能收拾你 这下 看你还不死翘翘 爽啊 哎哟 他一时激动 一巴掌拍在腿上 这下牵动着屁股上的伤势 痛得他连连倒吸着冷气 可谓是乐极生悲 立言公司所在商业大厦下的 见傅青霜带着警察过来 心头也是烧松了 青霜 你终于来了 傅青霜对赵雪岩点了点头 示意他别太紧张 而后看向夏东阳 夏东阳立刻对他微微甩了甩头 傅青霜立刻会议过来 对身边两个同事说道 你们两先带赵小姐下去 赵雪岩一听 连忙道 不 我不下去 我要在这里陪着他 傅青霜指道 雪岩 我们专业的拆弹防暴警察过来了 一定会全力救援夏东阳的 你待在这里会影响我们 你要相信我们 夏东阳语气坚定的说道 夏东阳 你一定要平安出来 嗯 夏东阳点了点头 同样是语气坚定的回道 赵总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赵雪岩这才狠心转身离开 没有谁知道 在转身的这一刻 他的心头是多么的难过 内疚与心痛 赵雪岩到了安全区域后 傅青霜立刻让两个拆弹专家上去 因为在车上 所以只能由一位拆弹专家 轻缓地打开副驾驶的门 而后探身进来 因为夏东阳之前就对傅青霜说过 所以那野拆弹专家 根本不敢用手撑车内任何一个地方 就那么弯着腰叉看 站在一个通道口的赵雪岩 看见一个拆弹专家探身进车内 他一颗心怡瞬间便提了起来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他知道 现在已经在着手分析拆弹了 每一个细微的判断 都关系着夏东阳的生死 整个停车场 也在这一刻 陷入了一片沉寂而紧张的气氛中 那专家看了大概三分钟 腰也是的确酸痛的厉害 便退了出来 只起身子活动了一下 怎么样 傅青霜急忙问道 那拆弹专家摇了摇头 语气凝重地说道 那是个自制的土炸弹 没有任何常理可循 我不能冒险 我试一试吧 另外一个拆弹专家说道 小心点 傅青霜点了点头 那拆弹专家 接着便探身进车内 这样一来 在出口看着的赵雪岩 心弦更是紧绷了 他紧紧地盯着车内 眼都不敢眨一下 生怕眨了一下眼 下一刻便见到夏东阳 已然被炸得灰飞烟灭了 那第二个拆弹专家 不过看了两分钟便退了出来 也是对傅青霜摇了摇头 傅青霜顿时大急地说道 你们拆弹小队的队长呢 让他快过来 第一个去勘探的拆弹专家说道 傅队 我们队长到外省去学习了 过两天才能回来 早不学习 晚不学习 现在学习 真是急死人了 傅青霜没好气地说着 继而对夏东阳说道 夏东阳 你别着急 一定要稳住 我立刻联系 他说着不要打电话 夏东阳却是阻止了他 说道 傅警官 没用的 这是土制炸弹 几乎没有拆掉的可能性 麻烦你给几位防暴警官说 这边 这边都安置上防暴墙 这边给我留一个小口 傅青霜听得面色大变 说道 夏东阳 你要干什么 夏东阳也只好道 现在也只好赌一把 用砖头来代替我的重量 傅青霜算是知道 夏东阳让自己让人带砖头过来 是干什么用的了 他连忙道 不 这太危险了 不 不行 不行 的确 要知道用砖头代替的话 那必须要和夏东阳没起身一点的重要相匹配 否则 偏差一旦太大的话 必然触发重力启动装置 引发爆炸 这绝对是冒险到极点的做法 继而 他又说道 夏东阳 别着急 我立刻联系省厅 请求上面派出最精锐的拆弹专家 若是用直升机送的话 用不了半小时就能到的 千万别冒险 他说着 就向省厅拨去电话 夏东阳正要说话 但听见一声叮响声传来 他心头猛然一颤 急忙转头看去 只见那感应装置上 竟然多了一排红色的跳动数字 那是定时器 而且 时间竟然只有三分钟 夏东阳面色大害 连忙对傅青霜喊道 傅警官 别打电话了 这上面还有个定时器 已经启动了 只有三分钟时间了 什么 傅青霜顾不得挂电话 面色惊变的大喊着 夏东阳急忙又喊道 快安置防爆墙 将砖头推过来 这时候 傅青霜也不再劝说夏东阳了 即便是夏东阳拿砖头 代替自己体重的计划 十分的冒险 可不冒险的话 等时间一到 仍然会爆炸 为什么不搏一搏 这时候 每耽误一秒 那就是耽误夏东阳的一丝生机 当即 他便急切地喊道 快快 按照他所说的做 几个防爆警察 快速而熟练地安置防爆墙 砖头也推到了驾驶卫门口 夏东阳只需要伸手就能拿到 这时 夏东阳便对傅青霜喊道 傅警官 你带着所有人退出去 快 夏东阳 你 不 我不能走 我是警察 傅青霜也一样倔强 在他看来 怎么会有警察退群 任由群众冒险的可能呢 不绝没有 夏东阳急切地喊道 傅青霜 这时候你还要让我分心吗 我要是真的死了 做鬼也不会原谅你的 快走 走 你们拉着他走 副队 这时候 我们真的帮不上他什么 走吧 几个警察拽着傅青霜 就往后退 夏东阳 你一定要活着 活着 傅青霜这一刻 眼泪是夺眶而出 对着夏东阳大喊着 他如何能不清楚 夏东阳这是不想连累自己等人 谁都没想到 这炸弹还会设置了一个定时装置 而且只有三分钟 这是逼着夏东阳 必须要采取刚才所想的冒险方式自救 夏东阳虽然经历了不少惊险的场面 可这自制的土炸弹 不定性的因素实在太多 或许 这定时的装置 都是因为设置方式而延迟了倒计时 都有可能 面对这种情形 夏东阳毫不犹豫地 让傅青霜等人后退 就算被炸死 那也只是炸死 他自己一人而已 青霜 你们怎么退回来了 夏东阳呢 见情况不对 赵雪岩是趁身边两个警察不注意 冲破了警戒线跑了进来 傅青霜满面泪水地说道 那炸弹内还设置了一个定时装置 现在已经启动了 只有三分钟时间 夏东阳不愿连累我们 他要一个人自救 什么 赵雪岩面色大变 惊呼着就向车边冲去 傅青霜一个箭步上去 将他给抱住 拼命地往后拉 同时大喊道 雪岩 别过去 里面很危险 我们退后 青霜 你怎么能让夏东阳一个人面对 你怎么能这样 怎么能这样 赵雪岩情绪激动地喊着 语其中饱含责怪之意 这一刻 他更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傅青霜心头自然愧疚自责无比 这时候 他所能做的 就是将赵雪岩带得远离这里 他抱着赵雪岩不断地向后退 赵雪岩虽是奋力地挣扎着 但他的力气又如何能正脱开傅青霜 他愤愤地喊着 傅青霜 你不是一个好警察 夏东阳要有什么事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傅青霜心头宛如被刀扎了一下似的 疼痛无比 任由眼泪不断地滑落而下 就是不松开手 如果有可能 他多么想现在困在车内 面对危险的是自己 而不是夏东阳 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市民 很快 傅青霜就抱着赵雪岩退到了警戒线外 赵雪岩已然是停止了挣扎 只是双眼紧紧地盯着 被防爆墙围起来的宝马车 更是看不见夏东阳的情况 夏东阳这边 炸弹内的定时装置 倒计时只有一分半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而后缓缓地起身 那重力感应装置内的小球 立刻便跳动了起来 他赶忙伸手拿起一块砖 而后轻轻放在座垫上 那感应小球渐渐停止了跳动 他暗松了一口气 这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但不敢有丝毫放松 双腿又渐渐用力 身子再次抬起了少许 那感应小球又跳动了起来 他便右手按在座垫上 努力地控制着力量的平衡 而后拿砖一块块地向上面放着 砖头渐渐多了起来 他的身子也渐渐起来了 只是右手还按在座垫上 不过短短一分钟时间 夏东阳在这高度紧张的操作下 浑身便是被汗水浸透了 他不敢用手去擦拭 几乎浸到眼中的汗水 因为那样都会让他不好掌握平衡 从而导致爆炸 出口处 傅青霜等人各个心头紧张 也丝毫不亚于下东阳 他们各个都盯着手表 知道这时候 时间只剩下了半分钟了 几个消防战士 已经将消防水管接了过来 随时准备应变 医疗小队也在安全区域待命 偌大的停车场内 一片死寂 落针可闻 赵雪岩等人耳边 似乎都听见了 那无情的倒计时装之声音 滴滴滴 噗通噗通 似乎还夹杂着赵雪岩等人 紧张的心跳声 轰隆 陡然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传来 地面都是颤抖起来 火光冲天而起 浓烟滚滚 那围在宝马车四周的防爆墙 被炸得横飞而出 一股气浪席卷而出 滴滴滴滴 停车场内 不少车被这巨大的爆炸声 席卷的气浪 震得紧爆了起来 可见这爆炸威力是多么的大 咻咻咻 几块在爆炸高温下 烧得通红的宝马车 刚快飞射而出 正中不远处的车上 有两块正好机中车的油箱 砰砰 紧接着 那两辆车便是 立刻接连爆炸开来 火光弥漫 气浪翻卷 火星刚快四溅 大有还有连环引爆的趋势 下东央 赵雪岩一声悲呼 拼命地挣脱了傅青霜的手 不顾一切地 向熊熊燃烧的宝马车冲去 傅青霜回过神来 冲上去一把将赵雪岩给抱住 大喊道 雪岩 危险 别过去 灭火 快灭火呀 傅青霜 放开我 放开我 赵雪岩双脚不断地绷着 身子奋力地挣扎着 傅青霜竟然束缚不了他 又被他给挣脱了 碰 这时 又是一声爆炸传来 一股气浪横扫而来 赵雪岩倒飞了回去 傅青霜面色大变 急忙将他给抱住 只见赵雪岩双目紧闭 头发混乱 已燃晕了过去 傅青霜看着满面泪水的赵雪岩 再看着熊熊燃烧的宝马车 心头更是悲痛不已 副队 你们先退出去 这里太危险 恐怕会引发连续爆炸 一位消防战士大声提醒着傅青霜 地下停车场外 那些围观的大厦员工们 纷纷惊呼起来 爆炸了 真的爆炸了 还是连环爆 天啊 地面都在抖 好可怕的威力 没出来 夏东阳没出来 赵雪岩也没出来 这下肯定是粉身碎骨了 真是亡命鸳鸯啊 之前没爆炸 这些人还抱着看热闹的下场 可现在爆炸了 毕竟是两条人命 而且 他们与赵雪岩和夏东阳 并无什么仇怨 人心都是肉掌的 一时间不禁惋惜起来 而在爆炸的同一时间 一辆白色的大众车 正好驶进了大厦大门 车还未停 一个人便从副驾驶位上 开门冲了下来 一下扑倒在地 正是察觉到情况不对 火速赶来的于飞 紧接着 无二从驾驶位上下来 将于飞给扶了起来 于飞站起来 静止向地下停车场 围观的人群这边冲过来 同时背呼到夏东阳 雪岩 那不是于飞吗 真是他 他不是被解聘了吗 哎 私人感情总是在的啊 小姐 你不能进去 小姐 守着地下车库的警员 将于飞给拦了下来 于飞急切地问道 警官 我是夏东阳和赵雪岩的朋友 让我进去看看 让我进去看看 小姐 里面火势很大 现在消防战士正在灭火 情况很危险 我们不能放你进去 那警员并不放行 警官 我求求你 求求你 让我进去吧 于飞急得眼泪婆娑 身子都跪了下去 他现在只想知道 赵雪岩和夏东阳的情况 所以 他不惜求着警员放行 可警员也有自己的工作原则 里面的确太危险 他急忙双手扶住于飞 不让于飞跪下去 同时说道 小姐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我真的不能放你进去 于飞听得身子一软便瘫倒在地上 他满面泪水地看着地下车库中 如湿了魂一般 喃喃地说着 夏东阳 赵雪岩 你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一定不会有事的 外围的大厦员工们 也是纷纷议论着 语气中都是多有惋惜 就这样不过几分钟后 几个医生抬着两个担架出来了 于飞心头猛然一颤 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扑了上去 一见医生抬着两副担架出来 于飞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扑了上去 围观的大厦员工 也是都停下了议论 纷纷向担架看去 这一看便纷纷惊呼道 天了 炸成这样了 都烧焦了 太惨了 这怕是已经死了吧 不死就是神了 只见左边担架上 夏东阳浑身焦黑 一如一具烧焦的干尸般 凄惨恐怖如斯 好些个胆小的女员工 甚至捂着眼睛 不敢再多看一眼 右边的担架上 赵雪岩也是长发散乱 衣服以及面旁都十分的污糟 虽然不像夏东阳那么凄惨 但应该也受到了波及 夏东阳 雪岩 醒醒啊 你们醒醒啊 于飞一会扑在夏东阳身上 一会扑倒照雪岩身上 满面泪水地哭喊着 砰 这时 地下车库又传来一声爆炸声 父亲双连忙喊道 大家请退后 不要拥挤在通道口 里面可能还会发生爆炸 他喊着 便有其余几个警员 疏散着围观人群 砰 正好就在这时 地下车库内 又传来一声爆炸声 那些之前从地下车库 退出来的大厦员工们 这时候 心头都是后怕不已 同时心头也很是愧疚 如果最初夏东阳 没有提醒他们的话 就算警察后面来了 但前面仍然会有很多的变数 也就是说 夏东阳 还是相当于救了他们 可他们之前 却都是看热闹的心态 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 如今 看着夏东阳被炸得那么惨 世人心头也会动容的 夏东阳 雪岩 你们醒醒啊 醒醒啊 于飞心痛欲绝 不断地哭喊着 嗓子都喊沙哑了 父亲双看得心头更是愧疚不已 他思存着便蹲着身子说道 于飞 别耽误救治他们的时间 是啊 小姐 现在我们抢时间啊 其中一个医生 也是一脸急切地说着 于飞赞压住悲伤 站起身来和医生 一起将夏东阳和赵雪岩 送到了救护车上 而后向医院赶去 而地下车库爆炸 夏东阳与赵雪岩 被炸得生死不明的视频 很快也在网上传播开来 另一边 刚下班换了衣服的赵如龙 提着小包走向旁边等待着他的戴科研 赵如龙出院后 应聘做了一家散打会所的教练 他当初本就是部队内的搏击冠军 也是颇有名气的 现在退伍回来 当散打教练 也算是专业对口了 诚然 以戴科研家的实力 给赵如龙安排一个工作 完全没有问题 可赵如龙并不想靠着戴科研吃饭 他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工作 戴科研自然是支持赵如龙 他甚至也没提过 要给赵如龙找工作的事 默默地支持着赵如龙 下班后就来约赵如龙吃饭 二人的感情那是发展迅猛 现在就差的是建家长了 当然 是赵如龙见戴科研的家长 等待的戴科研 自然是刷着手机 赵如龙一走近 他正好是刷到了有关夏东阳的视频 顿时面色一变 豁然站起身来 说道 龙哥 不好了 怎么了 赵如龙快步走上前去 戴科研急忙将电话 递到赵如龙身前 问道 你看看看 这是不是夏哥 赵如龙一听有关夏东阳 也是不敢怠慢 赶紧一看视频 历史也是面色大变道 是夏哥 是夏哥 旁边担架上的是赵总 走走走 我们快去医院 他说着便拉起戴科研 就向外走 可我们该去哪个医院 戴科研问道 赵如龙一正 脑子也是转得快 急忙拿出电话 说道 给于杰打电话 他肯定知道 人民医院中 夏东阳情况最为严重 直接被送进了抢救室 而赵雪岩是被送进了急救室 于飞 五二 以及后赶来的许昊成 都焦急地等待抢救室外 于飞却是进了急救室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赵如龙与戴科研 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赵如龙人还没走拢 便急切地向于飞问道 于姐 夏哥和赵总情况怎么样 于飞一脸担忧地说道 夏东阳情况严重得多 在抢救 雪岩在急救室 医生正在为他做检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炸弹 赵如龙追问道 于飞摇了摇头 说道 这一两句也说不清楚 现在我只希望他们都没事 见于飞心情堪于 赵如龙也不再多问 陪在一旁等待着 不多时 又有一个身穿名牌衬衫的男子 急切地走了过来 于飞 夏哥和赵总的情况如何 于飞转身一看 周梅道 你来干什么 原来这男子竟是刘绍云 他之前追求赵雪岩不成 还让马成才几度教训夏东阳 甚至还在山庄中设下酒局 企图逼迫赵雪岩求他 而后得到赵雪岩 不过那次不仅被夏东阳破坏 还被夏东阳打了一顿 更是因为保命 抖落出其老爹不少坏事 这便有把柄落到夏东阳手上 自那以后 他也是老实很多了 更是一改以前顽固作风 在刘氏旗下的一个公司担任总裁 也算是走上正路了 此刻 听于飞语气明显不好 刘绍云指道 于总 看来 你对我的成见真的很深啊 我以前的确做了很多不齿的事情 甚至还用了些手段对付夏哥 但夏哥从来没对我下过死手 还规劝我走正道 我佩服他 所以早已经改邪归正了 这不 前段时间我还与赵总通过话 商量着一些合作的事情呢 刚才我是在网上看见的 这就立刻赶快看 他与其温和 面带笑脸 很是谦卑 完全没有了以前那顽固的尖锐样子 于飞也是想不到 夏东阳竟然连刘绍云这种顽固子弟 都影响了改邪归正了 过往之事 他也不再说了 直到夏东阳被炸伤了 血烟应该是被震晕了 现在医生还在急救 都还没出来 刘绍云听后 也是一脸的愁容 对着赵如龙等人 温和地点了点头 便站在一边静静地等着 于飞暗中撇了撇刘绍云 几乎不敢相信 这是之前为了追求赵血烟 什么强闯公司 玫瑰花拦路 高音喇叭对楼喊的 顽固子弟刘绍云 不过 此刻但看刘绍云 的确是沉稳成熟的多了 于飞心头也是为他高兴吧 毕竟 那样顽固下去 终究不是个正道 迟早会遇上 比他刘家更有势力的人 比如孙德明 当然 上次在酒会上 孙德明说刘家在他眼里 不过是蚂蚁之类的话 也是刺激了刘绍云 总之 于飞是那种看到人吼 他自己 也会为之高兴的人 绝不会嫉妒之类的 几人 就在抢救室外这么等着 急救室那边 赵血延的消息传来 说是只受到了一些震荡 不过现在还没醒过来 所以还得观察 安排好赵血延后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抢救室的门终于开了 于飞等人急忙围了上去 于飞当先问道 医生 他情况如何 那医生满脸疲惫 语气凝重地说道 他身上有救伤 这次又被炸伤 身上多处烧伤 加上严重脑震荡 情况恐怕不妙 于飞等人一听 面色都是大变 赵如龙可是个急性子 急切地问道 医生 什么叫不妙 你说清楚 那医生叹了一口气 说道 恐怕很难再醒过来 什么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于飞一听 整个人一晃 就向地上栽去 站在他身边的五二 眼疾手快地扶起了他 于飞一把推开五二的手 满面泪水地 向抢救室内冲了进去 抢救室的床上 下东阳打着点滴 他面色依旧屈黑如炭 看样子 脸上的皮 肯定是被灼伤了 这段时间那颗好不了 得等到新皮长出来 脸色才能恢复正常 他右脸上还贴着纱布 看纱布的长短大小 伤口应该还缝了针 更甚的是 他一头头发 也因为被火烧毁了 现在已然成了一个光头 如果不是亲眼看着下东阳被推进来 此时此刻 于飞根本不敢相信 眼前之人会是下东阳 嗯嗯 但看着下东阳那惨不忍睹的样子 于飞哪里忍得住 抬手一无嘴 眼泪便是不断地滑落而下 赵如龙当先也要冲进去 却被刘少云一拉 赵如龙诧异地看着刘少云 他并不认识刘少云 于是诧异地看着刘少云 刘少云摇了摇头 直到先给他们一点时间吧 赵如龙思存了一下 明白这时候 的确是让于飞进去陪着最为合适 于是便对刘少云点了点头 表示感谢他的提醒好意 吴二带上了房门 一行几人便在外面等待着 房中 于飞缓缓坐在了床边 紧紧地握着下东阳的手 哭着说道 下东阳 新店开张这么久 你连去都没去过一次 你难道不想看生意有多火爆吗 东青过两天就要高考了 你难道不想看他 考上什么大学吗 下东阳 你醒过来啊 你之前几次受伤都那么重 但你都醒过来 你都站起来了 现在新店起来了 你马上就要苦尽甘来了 这一次 我知道你也一定能站起来的 一定能站起来的 越是说着 他的眼泪便是越发地控制不住 一会儿后 他摇头道 我真不应该 真不应该让你一个人陪着血盐 如果是多一个人 兴许就欣细些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大哭了一会 他方才平静了一些 而后抓起下东阳的手 轻浮在自己脸上 难难地说道 夏东阳 我知道你是因为身体有救伤 又要照顾妹妹 所以是不愿意拖累我 不肯接受我 甚至谎称 金金是你的女朋友 想要我死心 但现在 我要告诉你 我于非喜欢你夏东阳 认定你夏东阳了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死心的 你有再多的困难 我都愿意和你一起承担 我相信 我也能让东青接受我的 夏东阳 你能听见我的话吗 我要你醒过来 站起来 求求你了 好吗 他说着 脸轻轻地蹭着夏东阳的手掌心 勤满眼泪的双眼中 竟是有几分幸福 因为夏东阳这双粗糙的手 从来没有抚摸过他的脸颊 于非甚至觉得 如果夏东阳不是躺在这里的话 他恐怕很难会用手抚摸自己的脸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 但在夏东阳这里想要得到 却是一种奢求了 不能不说 真要与夏东阳在一起的话 那个女人的付出 必然会比一般的夫妻多得多 担心也是要多得多 于非的眼泪 顺着脸颊滑落而下 留在了夏东阳的掌心之中 他并没有看见 在另外一侧 夏东阳的右手五指 却是不自禁地紧握了起来 叶渐渐深了 因为彼此认识 加上又是同一种事件之中受伤的 所以 夏东阳与赵雪岩 被安排在一个双人病房之中 赵如龙 徐浩成 吴二本来都是要留下来照顾的 却被于非给拒绝了 这里有他一个就够了 再说 店内现在还缺人呢 几个大男人 又能照顾什么人 唯一没走的 就是刘绍云了 他可没有其他的事情 也就陪护在夏东阳的床边 悲伤与担忧 较之之前听见医生的话时 要淡了一些了 于非看了看 坐在夏东阳床边 甚至没有玩手机的刘绍云 心头还是颇为感动 也是相信 刘绍云是真的改过自新了 若放到事以前 这纹固子弟 哪有这么安静的时候 于是便问道 刘绍云 你之前说和雪岩谈合作 是什么合作 刘绍云有些诧异的道 怎么 于总不知道吗 我现在没在立言公司了 没在立言了 怎么会呢 刘绍云显然并不知道 这事的内情 于非微微摇了摇头 也没说这个原因 而是说道 夏东阳开了一个烧烤店 我现在在帮他 夏哥开了烧烤店 刘绍云更是惊讶了 而后颇为抱怨的说着 竟然都没有通知我 继而 他有自嘲的一笑 说道 是啊 对于夏哥来说 我不过是一个过客 何必通知我呢 于非能看得出 刘绍云眼中的失落 便说道 你也别多想 他开烧烤店 几乎没通知什么人 不过 如果他醒过来 看到你现在走上正路 肯定也很是为了高兴 刘绍云点了点头 心头的失落稍微好点 而后看着于非道 于总 你这么在乎夏哥 莫非你们 于非这时候也不扭捏 大方地点头道 我是喜欢夏东阳 可他还没有接受我 没有接受你 刘绍云一瞪眼 难以相信地说道 于总你貌若天仙 学历高 工作能力又强 性格又好 夏哥他都能拒绝你 他的眼光未免也太高了吧 和眼光没有关系 只是一些其他的原因 于非也不愿意细说 刘绍云看着病床上的赵雪岩 说道 我听说了一些有关夏哥 和赵总的谣言 他们是不是 不 绝对不是 那些都是别有用心之人散播的 于非斩钉截铁地说着 刘绍云便道 那这么说 赵总他现在还是单身了 于非一抬眼 紧盯着刘绍云 说道 怎么 你还想打血岩的主意 看着于非那如护独子一般的眼神 刘绍云连忙道 于总 误会了 我现在也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这种有黑历史的人 哪里还敢奢求 我只是希望 赵总能找到能托付终生的人 默默祝福 他就够了 于非看着刘绍云 深深地觉得 这顽固子弟变化的实在太多了 正要说话 这时一个身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男医生走了进来 说道 病人是夏东阳和赵雪岩吗 于非当先站起身来 说道 是 医生 有什么事吗 那医生指道 是这样的 我向省人民医院申请 连液掉了一些激化神经的药 应该能对唤醒他们有一定的帮助 真的 于非听得面上大喜 说道 医生 太谢谢你了 那医生点了点头 指道 不用谢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他说着 从那白大褂的大口袋中 拿出了一个注射器 里面盛着大概三四毫升 蛋黄颜色的药液 然后走到赵雪岩的病床边 便要打开赵雪岩手上留置真的开关 等等 一旁的刘少云突然喊着 说道 你不 然而 他话还没说完 那医生猛然一转身 一脚就向他腹部踹去 碰 刘少云也是一个不防 这一下被踹了个正着 身子一躬便连连向后退 将夏东阳的病床 都是给撞的一个横移 那床脚与地板发出痴的 让人头皮发麻的刺耳生意 你你不是医生 你要干什么 于飞这时候 也是回过神来 一脸惊骇地瞪着那医生 那医生眼神冷冽 与其阴森地说着 本来想神不知鬼不觉的 既然你们知道了 那我只好顺便解决你们了 他说着 手中的注射器 便向于飞的颈部大动脉扎去 于飞下的面色斗变 急忙向后退去 可因为太过惊慌 脚下一下 扮在病床脚上 身子便向旁边一扭 就向刘绍云身边倒去 刘绍云一咬牙 忍着腹部的脚痛 一下将于飞给扶住 而后喊道 于总 你快走 快去报警 我先拦着他 于飞也不啰嗦 转身就向门口跑去 那假医生健壮 一个箭步向前 就预拦下于飞 刘绍云却是一脚踹了过去 可那假医生双眼一瞪 随意地一脚踹去 竟是精准地踹在刘绍云的脚板上 二人的脚对在一起 撞在病房门上 这一下也是影响到于飞开门 于飞赶忙将刘绍云给扶住 刘绍云右脚痛得 根本不敢往地上割 可即便是这样 他仍然对于飞说道 于总 别管我 死不了的 你先出去 说着 他便单脚点着身子 向前跳了跳 以让开开门的空间 同时拉开架驶 想要拦住那假医生 找死 那假医生阴沉着声音说着 左手一翻便是多了一把匕首 一个箭步而上 匕首直奔刘绍云的胸口要害 但看着那寒光闪闪的匕首 刘绍云眼中闪过一丝惧怕 却是并没有退却 反而推开了一旁的于飞 生怕他受到牵连 不过这样一来 他便连躲的时间都没有了 不要 一旁的于飞看得 惊骇地大喊着 他无法想象 自己以前憎恨讨厌的 顽固子弟刘绍云 有一天会这样来舍命救自己 当然 他也是清楚 刘绍云这么做 心头还是看着夏东阳的面上 不过 他仍然十分的感动 眼见着那匕首就要刺中刘绍云 就在这危急关头 床上原本昏迷的夏东阳 竟然是一跃而起 单手在床上一撑 右脚一个横扫 一如一条鞭子般 向那假医生的侧腰轰去 那假医生也是反应快 立刻舍弃了刘绍云 身子一沉 躯壁格挡着 碰 一声闷响 那假医生被夏东阳这一脚 扫得马步松散 一如螃蟹一般 连连向左边退去 直到肩膀撞击在墙上 这才被迫停了下来 夏东阳一个翻身落在地上 虽然没了头发 脸上有纱布 身上也缠着绑带 但却怎么看 也不像是一个重伤 瀕临死亡的人 夏东阳 你你没事了 于飞看着面上大喜 一下冲了上来 扑在夏东阳的身上 兴奋地大哭了起来 我没事 没事了 夏东阳抬手轻拍着于飞 因为哭泣而抽动的肩膀 轻声安慰着 继而 他对刘绍云也是点了点头 也是面上大喜 笑着对夏东阳点了点头 而同一时间 另外一张病床上 赵雪岩竟然也是坐了起来 那假一声健壮 恍然道 想不到 你们竟然给我设下这么一个陷阱 夏东阳不置可否地说道 如飞是这样 你又怎么会轻易现身 于飞听得 从夏东阳怀中挣脱出来 但看着旁边已然下床的赵雪岩 惊喜而诧意地说道 雪岩 你你也没事 赵雪岩点了点头 直到 飞飞 抱歉 我其实并没有受伤 在急救时就行了 是青霜让我继续装下去 以配合夏东阳的诱敌计划 等会再对你细说 我现在想要看看 这个差点炸死夏东阳的人 到底是谁 赵雪岩说着 双眼冷冷地瞪着那假医生 眼神中竟是愤恨与怒火 那场爆炸做不了价 夏东阳身上的伤更做不了价 那假医生瞥眼看了看夏东阳 明显是不可思议地说着 真没想到 那样的威力 那种情况下 竟然都没炸死你 不得不说 你真的很命大 夏东阳冷声道 我留着性命 就是为了收拾 你这种暴徒的 呵呵 那假医生却是冷笑了起来 他瞥眼看了看夏东阳身上 缠着带血的绷带 直到 你就算没死 伤也不清 刚才那一脚 已然震裂了你的伤口 你当真以为杀得了我 他说着 左右手交换了一下 右手持着匕首 左手抓着那注射器 很明显 里面的药液是毒药 然后摆开了架势 夏东阳丝毫不拒 抬腿就向对方走去 赵雪岩与于飞几乎同时叮嘱道 夏东阳 小心 夏东阳脚步不停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这病房虽说是双人间 但却是VIP病房 所以面积很大 空旷的地方更是不少 麻将都可以摆起桌的 那假医生抡了抡手中的匕首 刚才夏东阳那一脚的威力 震得他的手臂 现在都还在发麻 刚才他说是不惧怕 但内心终究有些忌惮 反观夏东阳 即便是对方手持力气 他仍然面部变色 云淡风轻的大步走近 杀 而 那假医生一声爆喝 脚下一发力 身子一闪便抢占先机 匕首直奔夏东阳胸口要害 后面的赵雪岩与于飞 情不自禁的互捏着彼此的手 心弦紧绷了起来 夏东阳身边毕竟是有伤的 而且还手无寸铁 刘少云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头却是十分的相信夏东阳 这也许是因为他屡次 栽在夏东阳手上的原因吧 可下一刻 但见那假医生的匕首 距离夏东阳胸口都不到一米了 夏东阳竟然还是站着不动 这一下 刘少云都是慌了 莫不是发生什么变故了 夏东阳 快躲呀 于飞与赵雪岩几乎又同一时间惊呼了起来 那假医生眼中闪过一丝狠光 心道 原来是银样辣头枪 装枪做事 连我这一匕首都躲不了 然而下一刻 他却只感觉手腕一紧 身形便再难寸净 眼看着匕首就要扎在夏东阳心口上 那假医生心头不禁吃笑起来 只见自己的手腕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夏东阳的左手给抓住 而那匕首距离夏东阳胸口 不过十来厘米远 虽然看似十分的凶险 但就是十厘米的距离 已然决定了 那假医生与夏东阳之间的差距 但看着夏东阳抓住了那假医生的手腕 赵雪岩和于飞二人都是同时松了一口气 那假医生眼中金光一闪 继而 左手上的注射器便狠狠地向夏东阳颈部扎去 夏东阳哪里会给他机会 右脚一个斜踹 这使他整个人失去重心向地上横倒下去 手中的注射器自然也就没了准痛 夏东阳不等他彻底横躺下去 紧接着便又是一脚 这一脚踹在对方的腹部上 那假医生身子一躬 在地板上快速滑腿而出 后背重重地撞在墙上 哇 这医生吐出一口鲜血 他双眼惊骇地看着夏东阳 想不到自己在重伤的夏东阳面前 竟然连一招都走不过便倒下了 这人到底是有多厉害 赵雪岩与于飞这才彻底放心下来 而一旁的刘绍云 但看着刚才将自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假医生 在夏东阳手上竟然被秒败 他心头惊骇之余 更是一阵的后怕 后怕自己当初还想着找人代付夏东阳 这要是真斗下去 自己还不知道的是什么下场 当然 他更庆幸的是 自己总算看清形势 而悬崖勒马 甚至与夏东阳交好 夏东阳深吸了一口气 缓解身上伤口崩裂的疼痛 而后举步向那假医生走去 那假医生健壮 咬牙一个翻身 手中的匕首当作暗器 向夏东阳飞这儿去 他也不奢望能伤着夏东阳 继而便夺命似的向门口冲去 小心 赵雪岩和于飞同时惊呼着 夏东阳却是微微一侧身 左手一抬 便精准地夹住那匕首 同时反手一致 那假医生正好打开门 匕首却是正中他的右腿腿弯处 啊 他一声惨叫 却仍然是拖着腿向外套去 啊 可他刚出门一步 又是一声惨叫 整个人竟是倒飞了回来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手中的注射器便飞落在地上 想跑 问过我没 只见一个短发女人 大踏步走进来 不是傅青霜 又会是谁 傅青霜这一脚可不轻 致使鲜血 从那假医生口罩内 不断地一流而出 让我们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吧 傅青霜说着便大步上前 一把扯下了那假医生的口罩 只见他大约三十五六岁 胡子拉叉的 看面相就知道 不是华夏人 傅青霜先将对方给反考住 随即才问道 你是免穿过来的 那男子也知道 这次是踢到钢板了 绝对跑不了了 于是点了点头 傅青霜又问道 你为什么要杀夏东阳和赵雪岩 那男子斜眼看了看夏东阳 咬牙说道 上次他为了救这个女人 杀了我四个兄弟 我为他们报仇 夏东阳听后 冷声问道 你是那四个境外暗夜者的老大 也就是那次 赵雪岩被绑架到乡下的小楼中 夏东阳杀了的那四个绑匪 是 那男子点头承认道 傅青霜又问道 你们来了多少人 就我一个 不可能 傅青霜断然否定着 之前我们分明查到有六个人入境 莫非不是和你火 那男子指道 那是我请的人 故意迷惑你们警方 不会那么容易查到我 傅青霜心头了然 难怪这一段时间总是查无所获 原来对方来的只有一个人 旋即 他念头一转变又问道 你来华夏 难道就只是为了给你的兄弟报仇 是谁通知你过来的 那男子说着 是一个男人 我只是和他通话 并没有真正见过他 傅青霜私存了一下 而后道 若是现在你听到他的声音 能不能听得出来 那男子点了点头 傅青霜便对夏东阳说道 我先带他回去审问 回头有更详细的消息 再通知你 麻烦了 傅警官 夏东阳点头道谢 客气 傅青霜说着 又对赵雪岩和于飞点了点头 这才带着那个男子离开 待傅青霜离开后 赵雪岩与于飞急忙上前 于飞当先问道 夏东阳 你没事吧 夏东阳摇了摇头 直道 没事 说着 他转头看着一旁的刘少云 问道 刘少 你没事吧 刘少云一摇头 爽朗地说道 就挨两脚而已 没大事 他最初与于飞的对话 加上刚才对于飞的相救与袒护 夏东阳自然都听在耳中 看在眼里 觉得这个顽固弟子 的确是彻底改变了 他心头自然也是高兴 毕竟 多一个朋友 要比多一个不对付的人 要好得太多了 刘少云 刚才谢谢你了 于飞也是对着刘少云道谢 这有什么好谢的 你知道我这人 是美女 都会出手相互的 更何况还是认识的人 刘少云开玩笑似的说着 不过继而便苦笑了一下 说道 只是我这身手 比起夏哥差太远了 不管如何 这次刘少云的人情 于飞是记在心头了 继而 他看了看下东阳和赵雪岩 说道 你们现在可以把事情 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了吧 夏东阳与赵雪岩对视了一眼 由夏东阳说道 还是我来说吧 时间回到之前爆炸后的那一刻 赵雪岩的心几乎都碎了 不顾一切的 像熊熊燃烧的宝马车冲去 却被后续爆炸掀起的气浪震晕 消防战士加上防暴警察 不惧危险的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展开了灭火 宝马车因为爆炸 不断有破碎的钢片飞射而出 高温之下 击中不远处的车辆 产生了当时的连环爆炸 一时间 地下车库气浪翻滚 温度灼升 火星不断四溅 特别是夏东阳放在车内坐垫上的砖头 在爆炸的时刻 更是四处飞砸 危险到了极点 傅青霜侧身护着赵雪岩 急切地大喊着 先找夏东阳 先找夏东阳 消防战士与防暴警察 围着熊熊燃烧的宝马车 不断地喷水灭火 一个消防战士侧头对傅青霜大喊道 傅队 车内没有人 没有人 傅青霜听得心头大喜 这么说来 夏东阳肯定在爆炸的前一刻 从车内逃了出来 一听说车内没有人 傅青霜心头顿时大喜 夏东阳必然在最后时刻逃了出来 果然 就见浑身焦黑 狼狈不堪的身影 从旁边的柱子后走了出来 不是夏东阳又会是谁 他在这里 在这里 几个消防战士与防暴警察 同时欣喜地大喊着 神了 神了呀 这样都能逃出来 那两个拆弹专家 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当然 心头也是为夏东阳的死里逃生而高兴 夏东阳向傅青霜这边走来 他的头发全部被烧焦了 特别是后背 更是有大面积的灼伤 虽然他在最后一刻跳了出来 但爆炸那一刻的高温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是他刚才躺在地上 恢复了一会 方才觉得被震荡的脑子清醒了一些 这才能起身 过来就见赵雪岩依靠在傅青霜的怀中 他一头一颤 连忙问道 傅队 赵总这是怎么了 刚才爆炸的那一刻 他不顾一切的要冲过去找你 我拉都拉不住 被爆炸的气浪震晕了 说着 傅青霜还是颇为自责 夏东阳点了点头 这样应该没什么大事 医生 医生 快送他去医院 见夏东阳身上明显还有伤 傅青霜连忙对后面待命的医生 喊着 夏东阳却阻止了他 说道 傅队 我有话对你说 有什么话 到医院再说 傅青霜急切地说着 夏东阳却指道 不 这是必须这回说 错过了机会就没用了 到底什么事 傅青霜心头诧异而奇怪 这时候 还有比智商还重要的事情吗 夏东阳也不啰嗦 说道 对方既然能安放威力这样强大的炸弹 绝对是要赵雪岩和我的命 不过 就算他相信自己 这炸弹的威力 但终究还是比不上 亲眼看到赵雪岩和我被炸死来的痛快 傅青霜听到这里 立刻回忆道 你的意思是 那个凶手很有可能就在这附近看着 夏东阳一点头 接着说道 就算他没在这附近 也能通过网络信息 很快知道这边的情况 所以 我有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夏东阳装着被炸得奄奄一息 躺在担架上被抬出去 而傅青霜则是用那些黑色的烟灰污渍 给赵雪岩化了个妆 看上去也是被伤得不轻的模样 这才有了之前在地下车库口 于飞以及众多大厦员工看到的那一幕 继而来到医院 夏东阳被送往抢救室 他表面看上去很严重 实际上 多是皮外伤而已 抢救室中 几个医生给他处理了伤口 换了病符 夏东阳便将自己配合警方的计划 简单对几个医生说了说 希望几个医生能配合警方 几个医生这才在里面待了两个多小时 而在急救室中 赵雪岩也很快醒过来了 傅青霜便将这个引蛇出洞的计划 对他说了说 听着夏东阳只是表面严重 实际并没有生命危险 赵雪岩心头庆幸欣喜之余 自然是更要配合了 他现在只想抓住那个藏在暗处的人 将潜在的危险全部给消灭 那样 对自己以后也过得放心了 而夏东阳也不必 因为要保护自己 总是面对危险 接下来病房内的事情 实际于飞也都是清楚了 听了夏东阳的讲述 于飞却是自嘲的一笑 直到 你们都知道 而我却是傻傻的哭 傻傻的担心 我真的是傻 太傻了 夏东阳与赵雪岩一听 默契地对视了一眼 赵雪岩连忙上前 抓住于飞的手 说道 飞飞 当时情况紧急 而且要引大人现身 就必须要做得真 所以 飞飞 我们 于飞却是轻轻正脱开她的手 接着她的话说道 所以 所以就得让我当一个傻子 对吗 飞飞 你知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的 你听我赵雪岩见于飞情绪有些激动了 连忙说着 我不听 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听 于飞情绪激动地摇着头 捂着耳朵 转身就向外跑去 飞飞 飞飞 赵雪岩连连大喊着 而后对夏东阳喊道 夏东阳 你倒是追呀 夏东阳在于飞跑出去的那一刻 也几乎是下意识地就要追出去 可想着自己之前被困在车里 九死一生的情形 再想着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伤 他便硬生生地站定了脚步 自己真的不能再拖累于飞了 就让他恨自己 离开江阳吧 你你真是要气死人了 见夏东阳站着没动 赵雪岩是心急如焚 骂了一句后 自己便追了出去 一时间 病房中只剩下了夏东阳 和一直没说话的刘少云 他只是一个局外人 对于刚才的情况 自然是不好说话 夏东阳暗叹了一口气 转身坐在病床上 刘少云上前 试探着问道 夏哥 你你没事吧 夏东阳摇了摇头 抬头看着刘少云 说道 刘少 感谢你过来看我 我现在没事了 你回去吧 刘少云也觉得 自己现在待在这里 的确不怎么合适 便点头说道 那好吧 夏哥 改天我们再聚 夏东阳点了点头 就这么坐在床檐上 他又何尝想伤于飞的心呢 可医生当初的话 让他不得不那样做 且说赵雪岩在医院门口 追到了于飞 拉住了于飞的手臂 说道 飞飞 飞飞 你听我说啊 说 说什么 于飞站定脚步 面色语气依旧不好 他真的觉得自己 实在太委屈了 他从听到赵雪岩电话内 夏东阳的喊话后 便开始担心起来 看到视频后 一路赶到丽颜公司 心弦一直紧绷着 当看到夏东阳 与赵雪岩被抬出来 生死不明的那一刻 于飞感觉心都要痛死了 他的声音甚至都哭哑了 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 在医院中 傅青霜在急救室内 向赵雪岩说明一切计划 而他却仍然守在抢救室外 直到最后 那假扮医生的幕后真凶出现 他的心都放在 夏东阳和赵雪岩的身上 可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假的 自己就像一个傻子 而且 刚才还在病房内 与刘绍云的交谈中 说出自己喜欢夏东阳的话 最初还对着 昏迷的夏东阳一番表白 不用说 那些话夏东阳与赵雪岩 都听得清清楚楚 想到这些 于飞心头如何能不生气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赵雪岩拉着于飞 来到了大厅外 右侧的小花园中 那里有一个公病人 或是家属临时休息的凉亭 赵雪岩拉着于飞坐了下来 说道 飞飞 其实我也是在急救室内 青霜才告诉我的 当时那个男子 肯定就在医院某个地方 所以只好瞒着你了 于飞却道 不告诉我 哪怕是暗示我一下也好啊 你们分明就是不相信我 怕是把事情弄砸了 所以干脆 让我一个人当好傻子 是吧 赵雪岩听后 急切地摇头说道 不 飞飞 你要相信我和夏东阳 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 于飞心头就更有些不适滋味 自嘲地说道 雪岩 你难道不觉得 夏东阳对你很不一样吗 赵雪岩没有多想 顺着于飞的话 说道 当然不一样 他之前是我的保镖嘛 所以总想着保护我 那是一种职责嘛 于飞却是摇头说道 不 不一样 并不仅仅只是保镖而已 那上次在医院 你解聘了他 他却仍然多次保护你 雪岩 你难道没发现 你们两个之间 其实更有默契 更像是一对的吗 赵雪岩想不到于飞会突然这么说 顿时禁不住一愣 继而便回过神来 连忙说道 飞飞 你误会了 或许是因为他保护我 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 才会这样的吧 是啊 患难 才能见真情吗 他救你 你也为他输过血 更是不眠不休地照顾他 他身体里有你的血液 这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吗 听着于飞酸溜溜的话 赵雪岩哪里不清楚 自己这个闺蜜 是在吃自己的醋了 于是连忙说道 飞飞 你是知道的 之前我一直都在等郑南生的 而且 我也一直很反感下东阳的 于飞点了点头 说道 是 可郑南生是个骗子 而你也接受了下东阳的保护 就算之前郑南生的面孔没揭穿 你能肯定地告诉我 郑南生回来后 你就没有想过下东阳吗 面对于飞这突然的问题 赵雪岩是一症 脑海中不自禁地就回忆起来 前段时间郑南生回来 他其实甚少陪伴郑南生 有些时候是因为公司的事 很多却是因为对下东阳的歉疚 甚至还一度守在下东阳的烧烤摊前 准确地说 他放在下东阳身上的心思 还比放在郑南生身上的心思多 这也难怪郑南生之前 会对下东阳心声嫉妒和敌意 看着赵雪岩明显是在回忆 于飞指道 没话说了吧 雪岩 你别再骗自己了 下东阳保护你这段时间 他已经走进了你的内心 就算郑南生不是骗子 你难道就敢肯定地说 会忘却下东阳 而和郑南生结婚吗 不 雪岩 我知道肯定不会的 那样 你心头一辈子都会有遗憾的 对吗 见于飞越说越严重 赵雪岩连忙解释道 飞飞 我知道你对下东阳的感情 我怎么可能会插足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于飞点头道 是啊 所以 不管是你还是下东阳 都在极力地控制 你们之间 甚至早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 合伙来欺骗我 把我当一个傻子看待 不 飞飞 不是那样的 你听我说 你先听我说 于飞微微提高了嗓音 打断了赵雪岩的话 接着说道 郑南生是骗子的事 你和他知道 新店开业的时候 他消失一天一夜 他说是有个朋友在云省发生了意外 而过去帮忙 但我知道 他去云省肯定和你有关吧 伯父去世 这么大的事情 也只有他知道 雪岩 你难道不觉得 你对他比对我还信任 还亲密吗 开烧烤店 他也是瞒着我 我不止一次提出要帮助他 给他筹集资金 可他都拒绝了 却暗地里接受了你的帮助 雪岩 你说他是不是对你和对我的态度不一样 他拒绝我的感情 可能就像是你说的 他觉得身体随时会垮 不愿意拖累我 但你难道不觉得 还有可能是 你在他心里 已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我已经走不进去了 赵雪岩想不到 自己这个闺蜜 一直以来 心头竟然会藏着这么多的想法 也就是说 为了夏东阳这个男人 自己和闺蜜之间 一直都生出了嫌隙 只是这一刻爆发出来了 不 赵雪岩绝对不允许 在他看来 这么多年的闺蜜感情 要比一个男人重要得多 当即便连忙道 飞飞 你听我解释 有些事之所以瞒着你 那是因为 算了 雪岩 于飞再次打断了赵雪岩的话 与其疲惫又心酸地说道 我累了 这段感情 我真的是累了 雪岩 你和夏东阳才是最合适的 我真心地祝福你们 有一天能走到一起 见于飞将自己和夏东阳拉成了一对 赵雪岩心头大吉 要知道这样一来就完全变成了 自己成了破坏于飞感情的人了 当即一伸手 拉着于飞的手 急切地说道 飞飞 你听我说 我绝对没有要破坏你和夏东阳感情的意思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我恐怕很难再接受一段感情了 飞飞 夏东阳是一个值得倚靠的男人 这次真的 只是为了抓住那个幕后之人 彻底解决我的后顾之忧 于飞听后 更是苦笑了一下 说道 我和他又有什么感情呢 一直以来都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 雪岩 我没有怪你 也没有怪夏东阳的意思 或许 这就是书上以及电视剧里演的 有缘无分吧 雪岩 我就不回医院了 你对夏东阳说一声吧 就说我辞职不干了 让他尽快重新请个人吧 留在他家的那些衣物 让他丢了就是 他说着就拨开赵雪岩的手 转身便向医院大门口走去 赵雪岩哪里能让他走了 一把又抓住他的胳膊 说道 飞飞 别这样 现在我那边的危机也彻底解决了 我保证 我和夏东阳也将没什么交集了 他之前或许是因为保护我的事情 所以忽略了你 忽略了你的感受 以后再也不会了 飞飞 我相信他是喜欢你的 别因为一时的义气 耽误了一辈子的幸福 幸福 幸福 于飞抬眼看了看夜空 语气无比无奈自嘲地说道 像我那种家庭 我一个女人又能有什么幸福可言 或许下一次再见面 我已经为人妇了 飞飞 赵雪岩哪能听不出于飞语气中的伤感 无奈与无助 伸手握着于飞的手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 于飞转过身看着赵雪岩说道 雪岩 能有你这个闺蜜 我这辈子也无憾了 我不怪你 也不怪夏东阳 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 好了 雪岩 你回去看看她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想想以后的人生 她说着 轻轻挣脱了赵雪岩的手 跨着包大布向门口走去 却已然是控制不住 眼泪滑落而下 飞飞飞 赵雪岩连连喊着 于飞也不再回头 她知道 自己追上去也是于事无补了 她更知道 于飞表面上说不怨不恨 可实际心里肯定痛得很 她清楚于飞家里的情况 于飞一直追求自由 追求自己的幸福 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夏东阳 让她心动了 她甚至放下身段 接近夏东阳 但现在却是这个结果 于飞心头如何不痛 同时 赵雪岩也是自责得很 因为是她劝于飞 再次与夏东阳相处的 确实没想到 这次于飞的爆发点 终究会是在自己身上 她静静地看着于飞 上了一辆出租车 这才转身回医院 而在医院中 夏东阳也一直在想着 如何保护妹妹 以及让赵雪岩 赵如荣这些朋友 不受到牵连 不多时 赵雪岩便回来了 见只有她一人回来 夏东阳想着于飞 肯定是走了吧 也就没多问了 赵雪岩一见 顿时便语气冷冷地说道 夏东阳 你就当真不在乎飞飞 一点也不关心她吗 夏东阳却是反问道 赵总 这次是你让于飞回来的吧 赵雪岩一正 想不到夏东阳 竟然已经猜到了 也就大方地承认道 是 我不想看到于飞伤心 你知道 飞飞一直都喜欢你的 夏东阳又反问道 难道她喜欢我 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 赵雪岩脱口道 飞飞那么好 你不喜欢她 那你喜欢谁 我喜欢夏东阳 几乎也脱口说出 却是硬生生的截断了 但看着赵雪岩雪亮的大眼睛 她只得微微撇开了头 赵雪岩看着夏东阳 躲开自己的眼神 心头是猛然一颤 难道 难道于飞说的是对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心头有一种期待 期待夏东阳说出口 却又是矛盾得很 夏东阳真的说出来 自己又真的能接受她吗 房中陷入了沉默 沉默了一会儿后 赵雪岩与其放缓 然后自责地说道 我真不应该 现在弄得飞飞那么伤心 夏东阳却是说道 一切都只怪我 我不应该拖累于飞的 现在让她伤得那么深 不过 短痛总比长痛好 就让她恨我吧 看着夏东阳 总是一副懒责的做法 赵雪岩原本就烦乱的心 一时间平添了几分愤怒 语气加重地说道 夏东阳 你什么都好 就是总是按照 自己的想法做事 我知道你考虑着 自己的身体有救伤 可你怎么就敢肯定 飞飞不愿意照顾你呢 你这是不信任 飞飞对你的感情 夏东阳历时就回道 你说我 你自己也不是一样 之前难道不是考虑着 有人对付你和伯父 才在医院故意辞退我 甚至不惜和于飞吵架 不就是怕连累我们吗 你怎么就敢肯定 于飞不会和你一起 共度患难呢 难道也是不信任于飞对你的闺蜜之情 你 赵雪岩想不到 夏东阳竟然一早 也是看出了自己的用意 而且 这时候会用来回敬自己 一时间被对的有些语色 不过 转瞬间他便镇定下来 强行解释道 我那个不一样 闺蜜情与爱情是不一样的 夏东阳接着又说道 难道于飞就不伤吗 他抓着这一头 赵雪岩一时间还真接不下去 只得强势地说道 总之 你就是刚愎自用 不敢面对困难 夏东阳点了点头 说道 是 我是不敢面对 难道你愿意看到 哪一天我躺在床上 于飞每天为我忙前忙后 一天 一年 十年 一辈子 那样 就真的幸福吗 万一他遇到什么事 在外面受了什么欺负和委屈 我一点也帮不上忙 那样就是幸福吗 这 赵雪岩想不到 夏东阳竟然是考虑了这么长远 顿时无言以对了 是啊 自己这样撮合夏东阳与于飞 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一时间 赵雪岩自己也是茫然了 沉默了几许 方才无奈地问道 难道你的伤 真的没办法治愈吗 夏东阳摇了摇头 说道 部队中的权威医生都会整过 至少目前的医术还不行 赵总 我知道你的好意 但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 我现在 只想看着妹妹顺利地考上大学 自己做点事情便足矣了 赵雪岩也指得暗叹了一口气 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只是 只是苦了于飞了 二人又沉默了片刻 赵雪岩方才说道 现在上次被绑架的事情 算是彻底解决了 夏东阳 你也不用再保护我了 而后专注经营烧烤店吧 经过这次于飞的事 赵雪岩心头也很有感触 感情的事情还是顺其自然吧 他不想于飞再伤心了 夏东阳点了点头 说道 赵总 我这里自己可以的 你没必要留在医院中照顾我的 他不说话还好 一说赵雪岩就来气 忍不住数落到 你为了保护我而受伤 我照顾你自然应该的 夏东阳 你别总是觉得 在为别人考虑 实际是把别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我觉得 你应该改变 一下自己的处事方式了 夏东阳也只好沉默了 赵雪岩见他又保持沉默 内心更是烦躁 也不想多说话 只是内心却在不断地问着自己 自己对夏东阳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 真的只有感激吗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赵雪岩往来于公司和医院 不过 与夏东阳的交流明显少了很多 二人之间总觉得隔着了什么 赵如龙 徐浩成 以及烧烤店的老鱼等服务员 也来看过夏东阳几次 李晶晶也通过同事听说了 打了电话询问 夏东阳为了怕妹妹担心 所以便谎称不是自己 这天上午 夏东阳独自一人办了出院手续 先是回到家 毕竟在医院待了好几天 总得回家彻底洗漱一下 看着空空荡荡的家 心头有种浓浓的失落感 他不自禁地举步来到于飞的房间 于飞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 他的几件常穿衣物 也同样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枕头旁 可见 他是一个十分有收拾 十分爱整洁的女人 夏东阳知道 这才连东西都没回来收拾 而于飞对他的好 于飞对他的感情 他如何能不知道 可他真的不敢接受于飞 于飞又温柔又大方 他身上甚至没有任何缺点 他应该得到这世间最完美 最浪漫的爱情才对 夏东阳摇了摇头 在心头默默地祝福着于飞 而后将于飞放在床下的行李 相脱了出来 将于飞留下的衣物 以及化妆品一件一件地收好 或许于飞不会再回来了 但夏东阳还是希望某一天 自己能亲手将这些还给他 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一切收拾好后 夏东阳便又赶往烧烤店 毕竟 这些天都是许昊诚等人在操持着 他心头也过意不去 见夏东阳过来 许昊诚等人纷纷上前招呼着 夏哥 小夏 你没事了吧 感受着大家伙的关心 夏东阳点头道 我没事了 这些天辛苦大家了 接下来 夏东阳陪着大家伙 洗食材 分类 串串 忙里忙外的 没有丝毫老板的架子 大家伙收拾好东西 夏东阳 许昊诚 武二 老于 四人便坐在大厅里抽烟 许昊诚也顺便向夏东阳说说 店内的哪样食材 最受食客们的喜爱 其中 老于的肉汤圆 可是店内的一绝了 老于也是笑呵呵地说着 小夏 你真有见地 让我将肉汤圆做小点 现在更像是典型了 夏东阳笑了笑 这也是他当时灵机一动 想不到效果这么明显 三人谈话间 夏东阳的手机响了 一看竟然是妹妹打来的 他急忙接通 语气温和无比地说道 怎么有时间给哥打电话 周末休息半天 哥 你现在在哪里呢 那头 夏东清问道 哦 我在烧烤店里呢 你过来吧 夏东阳想着正好 今天好好陪陪妹妹 好 我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 许昊诚便问道 夏哥 你妹妹要过来吗 夏东阳点了点头 而后道 对了 中午 我们就在店内吃 我下厨 好啊 大家可都有口福了 许昊诚吆喝起来 大家伙也都是围了上来 其实 大家都知道 夏东阳这是想给妹妹 做点家常菜 一个服务员说道 老板 你对妹妹可真好 我一直可都想有个哥哥 夏东阳憨厚的一笑 说道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一样的 大家伙又聊了一会 夏东阳干脆到厨房里张罗起来 时不时的突然抬眼看着门口 期盼着妹妹 他也有好几天没看见妹妹了 蔡斌遇几个服务员 在外面看着夏东阳 时不时的张望门口 有服务员还取笑道 夏哥这期盼得 怕是比期盼女朋友还剩 那是 谁不疼爱妹妹 沉默了一会儿后 赵雪岩语气放缓 然后自责地说道 我真不应该 现在弄得飞飞那么伤心 夏东阳却是说道 一切都只怪我 我不应该拖累于飞的 现在让她伤得那么深 不过 短痛总比长痛好 就让她恨我吧 看着夏东阳 总是一副懒责的做法 赵雪岩原本就烦乱的心 一时间平添了几分愤怒 语气加重地说道 夏东阳 你什么都好 就是 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 我知道你考虑着 自己的身体有救伤 可你怎么就敢肯定 飞飞不愿意照顾你呢 你这是不信任 飞飞对你的感情 夏东阳历时就回道 你说我 你自己也不是一样 之前难道不是考虑着 有人对付你和伯父 才在医院故意辞退我 甚至不惜和于飞吵架 不就是怕连累我们吗 你怎么就敢肯定 于飞不会和你一起 共度患难呢 难道也是不信任于飞对你的闺蜜之情 你 赵雪岩想不到 夏东阳竟然一早 也是看出了自己的用意 而且 这时候会用来回敬自己 一时间背对的有些语色 不过 转瞬间他便镇定下来 强行解释道 我那个不一样 闺蜜情与爱情是不一样的 夏东阳接着又说道 难道于飞就不伤吗 他抓着这一头 赵雪岩一时间还真接不下去 只得强势地说道 总之 你就是刚愎自用 不敢面对困难 夏东阳点了点头 说道 我是不敢面对 难道你愿意看到 哪一天我躺在床上 于飞每天为我忙前忙后 一天 一年 十年 一辈子 那样就真的幸福吗 万一他遇到什么事 在外面受了什么欺负和委屈 我一点也帮不上忙 那样就是幸福吗 这 赵雪岩想不到 夏东阳竟然是考虑了这么长远 顿时无言以对了 是啊 自己这样撮合夏东阳与于飞 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一时间 赵雪岩自己也是茫然了 沉默了几许 方才无奈地问道 夏东阳 难道你的伤 真的没办法治愈吗 夏东阳摇了摇头 说道 部队中的权威医生都会整过 至少目前的医术还不行 赵总 我知道你的好意 但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 我现在 只想看着妹妹顺利地考上大学 自己做点事情便足矣了 赵雪岩也指得暗叹了一口气 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只是 只是苦了于飞了 二人又沉默了片刻 赵雪岩方才说道 现在上次被绑架的事情 算是彻底解决了 夏东阳 你也不用再保护我了 先把伤养好 而后专注经营烧烤店吧 经过这次于飞的事 赵雪岩心头也很有感触 感情的事情 还是顺其自然吧 他不想于飞再伤心了 夏东阳点了点头 说道 赵总 我这里自己可以的 你没必要留在医院中照顾我的 他不说话还好 一说赵雪岩就来气 忍不住数落到 你为了保护 我而受伤 我照顾你自然应该的 夏东阳 你别总是觉得 在为别人考虑 实际是把别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我觉得 你应该改变 一下自己的处事方式了 夏东阳也只好沉默了 赵雪岩见他又保持沉默 内心更是烦躁 也不想多说话 只是内心却在不断地问着自己 自己对夏东阳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 真的只有感激吗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赵雪岩往来于公司和医院 不过 与夏东阳的交流 明显少了很多 二人之间总觉得隔着了什么 赵如龙 徐浩成 以及烧烤店的老鱼等服务员 也来看过夏东阳几次 李晶晶也通过同事听说了 打了电话询问 夏东阳为了怕妹妹担心 所以便谎称不是自己 这天上午 夏东阳独自一人办了出院手续 先是回到家 毕竟 在医院待了好几天 总得回家彻底洗漱一下 看着空空荡荡的家 心头有种浓浓的失落感 他不自禁地 举步来到于飞的房间 于飞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 他的几件常穿衣物 也同样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枕头旁 可见 他是一个十分有收拾 十分爱整洁的女人 夏东阳知道 于飞是真的走了 真的伤心了 这才连东西都没回来收拾 而于飞对他的好 于飞对他的感情 他如何能不知道 可他真的不敢接受于飞 于飞又温柔又大方 他身上甚至没有任何缺点 他应该得到 这世间最完美 最浪漫的爱情才对 夏东阳摇了摇头 在心头默默地祝福着于飞 而后将于飞放在床下的行李 相拖了出来 将于飞留下的衣物 以及化妆品 一件一件地收好 或许 于飞不会再回来了 但夏东阳还是希望某一天 自己能亲手将这些还给他 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一切收拾好后 夏东阳便又赶往烧烤店 毕竟 这些天都是许昊诚等人在操持着 他心头也过意不去 见夏东阳过来 许昊诚等人 纷纷上前招呼着 夏哥 小夏 你没事了吧 感受着大家伙的关心 夏东阳点头道 我没事了 这些天辛苦大家了 接下来 夏东阳陪着大家伙 洗食材 分类 串串 忙里忙外的 没有丝毫老板的架子 大家伙收拾好东西 夏东阳 许昊诚 五二 老于 四人便坐在大厅里抽烟 许昊诚也顺便向夏东阳说说 店内的哪样食材 最受食客们的喜爱 其中 老于的肉汤圆 可是店内的一绝了 老于也是笑呵呵地说着 小夏 你真有间谍 让我将肉汤圆做小点 现在更像是典型了 夏东阳笑了笑 这也是他当时灵机一动 想不到效果这么明显 三人谈话间 夏东阳的手机响了 一看竟然是妹妹打来的 他急忙接通 语气温和无比地说道 喂 小妹 怎么有时间给哥打电话 周末休息半天 哥 你现在在哪里呢 那头 夏东清问道 哦 我在烧烤店里呢 你过来吧 夏东阳想着正好 今天好好陪陪妹妹 好 我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 许昊诚便问道 夏哥 你妹妹要过来吗 夏东阳点了点头 而后道 对了 中午我们就在店内吃 我下厨 好啊 大家可都有口福了 许昊诚吆喝起来 大家伙也都是围了上来 其实 大家都知道 夏东阳这是想给妹妹做点家常菜 一个服务员说道 老板 你对妹妹可真好 我一直可都想有个哥哥 夏东阳憨厚的一笑 说道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一样的 大家伙又聊了一会 夏东阳干脆到厨房里张罗起来 时不时的突然抬眼看着门口 期盼着妹妹 他也有好几天没看见妹妹了 蔡冰遇几个服务员 在外面看着夏东阳时不时的张罗门口 有服务员还取笑道 夏哥这期盼得 怕是比期盼女朋友还剩啊 那是 谁不疼爱妹妹啊 沉默了一会儿后 赵雪言语气放缓 然后自责地说道 我真不应该 现在弄得飞飞那么伤心 夏东阳却是说道 一切都只怪我 我不应该拖累于飞的 现在让他伤得那么深 不过 短痛总比长痛好 就让他恨我吧 看着夏东阳总是一副懒责的做法 赵雪言原本就烦乱的心 一时间平添了几分愤怒 与其加重地说道 夏东阳 你什么都好 就是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 我知道你考虑着自己的身体有救伤 可你怎么就敢肯定 飞飞不愿意照顾你呢 你这是不信任 飞飞对你的感情 夏东阳历时就回道 你说我 你自己也不是一样 之前难道不是考虑着 有人对付你和伯父 才在医院故意辞退我 甚至不惜和于飞吵架 不就是怕连累我们吗 你怎么就敢肯定 于飞不会和你一起共度患难呢 难道也是不信任于飞对你的闺蜜之情 你 赵雪言想不到 夏东阳竟然一早 也是看出了自己的用意 而且 这时候会用来回敬自己 一时间背对的有些语色 不过 转瞬间他便镇定下来 强行解释道 我那个不一样 闺蜜情与爱情是不一样的 夏东阳接着又说道 难道于飞就不伤吗 他抓着这一头 赵雪言一时间还真接不下去 只得强势地说道 总之 你就是刚愎自用 不敢面对困难 夏东阳点了点头 说道 是 我是不敢面对 难道你愿意看到 哪一天我躺在床上 于飞每天为我忙前忙后 一天 一年 十年 一辈子 那样就真的幸福吗 万一他遇到什么事 在外面受了什么欺负和委屈 我一点也帮不上忙 那样就是幸福吗 这 赵雪言想不到 夏东阳竟然是考虑了这么长远 顿时无言以对了 是啊 自己这样撮合夏东阳与于飞 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一时间 赵雪言自己也是茫然了 沉默了几许 方才无奈地问道 夏东阳 难道你的伤 真的没办法治愈吗 夏东阳摇了摇头 说道 部队中的权威医生都会整过 至少目前的医术还不行 赵总 我知道你的好意 但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 我现在 只想看着妹妹顺利地考上大学 自己做点事情便足矣了 赵雪言也指得暗叹了一口气 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只是 只是苦了于飞了 二人又沉默了片刻 赵雪言方才说道 现在上次被绑架的事情 算是彻底解决了 夏东阳 你也不用再保护我了 先把伤养好 而后专注经营烧烤店吧 经过这次于飞的事 赵雪言心头也很有感触 感情的事情 还是顺其自然吧 他不想于飞再伤心了 夏东阳点了点头 说道 赵总 我这里自己可以的 你没必要留在医院中照顾我的 他不说话还好 一说赵雪言就来气 忍不住数落到 你为了保护我而受伤 我照顾你自然应该的 夏东阳 你别总是觉得 在为别人考虑 实际是把别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我觉得 你应该改变 一下自己的处事方式了 夏东阳也只好沉默了 赵雪言见他又保持沉默 内心更是烦躁 也不想多说话 只是内心却在不断地问着自己 自己对夏东阳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 真的只有感激吗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赵雪言往来于公司和医院 不过 与夏东阳的交流 明显少了很多 二人之间总觉得隔着了什么 赵如龙 徐浩成 以及烧烤店的老鱼等服务员 也来看过夏东阳几次 李晶晶也通过同事听说了 打了电话询问 夏东阳为了怕妹妹担心 所以便谎称不是自己 这天上午 夏东阳独自一人办了出院手续 先是回到家 毕竟 在医院待了好几天 总得回家彻底洗漱一下 看着空空荡荡的家 心头有种浓浓的失落感 她不自禁地 举步来到于飞的房间 于飞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 她的几件常穿衣物 也同样叠得整整齐齐的 放在枕头旁 可见 她是一个十分有收拾 十分爱整洁的女人 夏东阳知道 于飞是真的走了 真的伤心了 这才连东西都没回来收拾 而于飞对她的好 于飞对她的感情 她如何能不知道 可她真的不敢接受于飞 于飞又温柔又大方 她身上甚至没有任何缺点 她应该得到 这世间最完美 最浪漫的爱情才对 夏东阳摇了摇头 在心头默默地祝福着于飞 而后将于飞放在床下的行李 相拖了出来 将于飞留下的衣物 以及化妆品 一件一件地收好 或许 于飞不会再回来了 但夏东阳还是希望某一天 自己能亲手将这些还给她 对她说一声对不起 一切收拾好后 夏东阳便又赶往烧烤店 毕竟这些天都是许浩诚等人在操持着 她心头也过意不去 见夏东阳过来 许浩诚等人纷纷上前招呼着 夏哥 小夏 你没事了吧 感受着大家伙的关心 夏东阳点头道 我没事了 这些天辛苦大家了 接下来 夏东阳陪着大家伙 洗食材 分类 串串 忙里忙外的 没有撕好老板的架子 大家伙收拾好东西 夏东阳 许浩诚 五二 老鱼 四人便坐在大厅里抽烟 许浩诚也顺便向夏东阳说说 店内的哪样食材 最受食客们的喜爱 其中 老鱼的肉汤圆 可是店内的一绝了 老鱼也是笑呵呵地说着 小夏 你真有见地 让我将肉汤圆做小点 现在更像是典型了 夏东阳笑了笑 这也是他当时灵机一动 想不到效果这么明显 三人谈话间 夏东阳的手机响了 一看竟然是妹妹打来的 他急忙接通 语气温和无比地说道 喂 小妹 怎么有时间给哥打电话 周末休息半天 赖头夏东清问道 哦 我在烧烤店里呢 你过来吧 夏东阳想得正好 今天好好陪陪妹妹 好 我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 许浩诚便问道 夏哥 你妹妹要过来吗 夏东阳点了点头 而后道 对了 中午 我们就在店内吃 我下厨 好啊 大家可都有口福了 许浩诚吆喝起来 大家伙也都是围了上来 其实 大家都知道 夏东阳这是想给妹妹 做点家常菜 一个服务员说道 老板 你对妹妹可真好 我一直可都想有个哥哥 夏东阳憨厚的一笑 说道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一样的 大家伙又聊了一会 夏东阳干脆到厨房里张罗起来 时不时的突然抬眼看着门口 期盼着妹妹 他也有好几天没看见妹妹了 蔡斌遇几个服务员 在外面看着夏东阳 时不时的张望门口 有服务员还取笑道 夏哥这期盼得 怕是比期盼女朋友还剩啊 那是 谁不疼爱妹妹啊 夏东阳开着车 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行驶着 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寻找妹妹 他心头后悔不已 刚才不应该让妹妹就那样走了 江阳这么大 他电话又关机了 可怎么去找他呢 突然 夏东阳想到了一个去处 于是赶忙调转车头 加快速度 向那地方赶去 半个多小时后 夏东阳来到了比加山公墓 没错 他能想到妹妹的去处 也就是父母的墓前了 停好车后 他几乎是快跑到了父母的墓前 果然见墓前放着两束白菊花 在江阳这座城市里 除了妹妹 又还会有谁来拜祭自己的父母呢 可目前并没有夏东清的身影 夏东阳连忙四处张望着 可仍然没看到妹妹身影 他颓然地跪在墓前 对着父母说道 爸妈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不过你们从小就教育我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相信 我对赵雪岩所做的没错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找回妹妹 和她解释清楚 在父母墓前待了一回 夏东阳这才起身离开 她沿着路慢慢开着车 希望能看到妹妹的身影 然而 她再次失望了 无奈之下 她只得又开车向家里赶去 突然 她想着 妹妹会不会在李老师那里 顿时暗骂自己 脑袋怎么这么不灵光 这都没想到 于是赶忙将车靠边停了下来 拨通了李晶晶的电话 李晶晶接通电话后 夏东阳便连忙问道 李老师 你好 请问东清在你那里没 李晶晶听后 反问道 她不是来找你了吗 怎么 没来吗 夏东阳听着 心头失望不已 直到 哦 那好吧 谢谢了 喂 夏东阳 到底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李晶晶急忙问道 没什么 之前和东清争吵了两句 她一个人离开了 李晶晶一听 语气顿时提高了 指责道 夏东阳 你到底怎么回事 东清那是担心你 叔叔阿姨都离开了 她怕你也出事了 这才急着赶过来 她现在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你怎么当哥哥的 怎么就不能理解 一下她的心情呢 夏东阳又何尝不知道 妹妹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呢 但有关于赵雪岩的安危 她也是不得不出手 心头愧疚之余 她便说道 我知道 李老师 如果东清给你打电话 麻烦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夏东阳 东清如果出了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李晶晶冷声说了一句 便是挂了电话 夏东阳放好电话 快速开车向家里赶去 很快 夏东阳便回到家中 可房中空无一人 她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双手捂着头 十分的懊恼 一会儿后 她方才拿出电话 又给妹妹拨了过去 可电话里 还是传来关机的提示音 按照时间来算 妹妹已经失联五六个小时了 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虽然是大白天 但夏东阳仍然是担心不已 妹妹会不会遇到坏人 会不会遇到危险 一时间 各种不好的画面和设想 不断在她脑海中闪现着 越想 她心头越是着急和担忧 经不住站起身来 在客厅中转了起来 夏东阳从来没有如此慌神 和手足无错过 即便是以往在部队 执行危险的任务 也从来没有过这样 但这是涉及到妹妹的安全 她才如此心绪不宁而慌神 她两巴掌扇在自己脸上 内心自责无比 她极力地让自己保持着冷静 却怎么也冷静不下来 脑海中总是不自禁地 就去想那些各种不好的情形 好一会儿后 她总算冷静了少许 而后急忙拿出电话 给父亲双拨打过去 这时候 她所能想到的 也只有父亲双了 父亲双很快接通了电话 问道 喂 夏东阳 有什么事吗 夏东阳急切地说道 副警官 我妹妹夏东青 今天上午十一点多 和我在烧烤店发生了一点争讨 她一个人离开了 到现在也没回来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她 那头 父亲双一听 语气历时一正 说道 夏东阳 你先别着急 东青离开到现在 也不过才六七个小时 兴许她是去哪个好朋友 或是同学家了 你有没有问问 夏东阳一正 这才想起 自己哪里知道 妹妹有什么好朋友啊 她发现 自己这个哥哥 真的十分不称职 一点也不了解妹妹 更不清楚 妹妹的基本人际圈子 当即便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打了个电话 问她的老师 她老师也说 没看见她 副警官 请你一定要帮帮我 夏东阳这些年来 除了上次在医院 求赵雪岩 让自己渐渐中毒后的于飞之外 几乎没求过任何人 但此刻为了妹妹 她必须要求傅青霜 傅青霜 哪能听不出 夏东阳语气中的央求 她清楚 夏东阳是个正直刚毅 宁折不弯的性子 更知道 这回夏东阳的心急 便连忙说道 夏东阳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找东青的 这样吧 你知不知道 她大概去过什么地方 我好用天网系统排查 夏东阳私存了一下 别说道 她十一点多 从烧烤店离开的 后来应该是去了 比加山公墓 在我父母墓前待了一会 之后去了什么地方 我就不知道了 傅青霜立刻又问道 那她今天穿的是 什么样的衣服 蓝白相见的校服 傅青霜说道 这样吧 夏东阳 你立刻到市中心警局来 我调出天网系统 你来看 这样应该会快点 好的 谢谢 我二十分钟内荡 夏东阳说着 便挂了电话 而后快速下楼 另一头 夏东阳并不知道的是 妹妹夏东青 已经走到了 距离家不远的巷子中 她之前去父母的墓前 哭诉了一阵 而后便一路散心回来 这么冷静下来 她也是想通了不少 更是想着 哥哥为了给自己 筹集手术费 不惜给赵雪岩当保镖 甚至差点没命 想着小时候 哥哥对自己的爱护 想着哥哥 为了让自己能读书 毅然辍学出去打工 越是想着这些 她越发的觉得 之前在烧烤店 自己真的不应该 那么指责哥哥 心头便越发的愧疚 便拿出电话开机 准备给哥哥打电话道歉 可就在这时 一道轻跳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直到 小妹妹 借几个钱 给哥几个花花呗 就在夏东青 要给哥哥打电话道歉时 一道轻跳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直到 夏东青一听 一如触电一般转过身 就见身后 站着三个衣着发型 都流里流气的青年 看着三人那不怀好意的眼神 他心头猛然一颤 二话不说的 转身就跑 可他刚跑出两步 前面巷口 便又走出来一个男子 将他的去路给堵死了 夏东青面色下的煞白 身子推得紧紧的贴在相避上 声音颤抖地说道 几几位大哥 我只是一个学生 身上没有钱的 嘿嘿 没有钱也没关系 看小妹妹 你长得这么水灵 肯定还是个原装货 哥几个也正好开开婚 一个家伙笑容猥琐地说着 是啊 这学生妹 感觉肯定贼爽 今晚室友节目了 几个家伙各个面带邪恶的笑容 向夏东青围了过去 夏东青更是吓得 娇小的身躯不断地颤抖着 他心头后悔到了极点 自己为什么要和哥哥吵架 为什么要一个人跑出来 现在可怎么办 明天就要高考啊 要是让哥哥知道 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不知道得心痛成什么样 父母的在天之灵 肯定也不会安宁的 不不 不能让这些流氓得逞了 我一定要逃出去 逃出去 求生的欲望 刺激着夏东青的意志 也激发了他的潜力 他和夏东阳是兄妹 骨子里终究是有一股狠劲 顿时弯腰捡起地上的半截砖头 挥舞着狠狠地骂道 你们这些流氓 来啊 来啊 我和你们拼了 哟 小妹妹还挺横的 一个家伙一脸不屑地说着 然后轻轻甩了甩头 那个堵截夏东青的家伙 便从后面绕了上来 滚开 滚开 夏东青也是警觉 转身就挥着砖头 向那家伙砸去 可同一时间 后面的一个家伙却是上前 一把将他的腰给抱住 同时喊道 弄晕 弄晕 拖上车再说 放开我 放开我 夏东青奋力地挣扎着 大喊着 救命啊 救命 嗯 一张白毛巾从旁伸过来 一下将他的嘴给堵住了 他再也叫不出来 意识恍惚地 被四人给抬上了 停在外面的武林红光上 车刚起步 一辆黑色的大众 便从另外一个路口冲过来 两辆车差点碰在一起 马德 会不会开车啊 武林上的混子破口大骂着 抱歉 抱歉 大众司机连声道歉 正是急匆匆向警局赶的夏东阳 两辆车车就这么错过 而在车内 意识本模糊的夏东青 一听是哥哥的声音 顿时拼命地挣扎着 抬起头来叫大喊 却被一个混子一掌劈在后颈上 哥哥 我在这 这里 夏东青看着哥哥 开得大众车快速离去 心头绝望到了极点 而后便晕了过去 夏东阳哪里知道 刚才竟是与妹妹擦肩而过 他快速开着车 不过十五分钟 便来到了市中心警局 傅青霜已然站在门口等待着 他一头短发 一身裁剪得当的警服 将他身姿衬托得更加笔直挺拔 整个人都透露着一股干练气息 端是英姿飒爽 就凭身上那股精气神 也足以让市民为之信任 来了 走吧 傅青霜点了点头 便投钱引路 在他的引路下 来到了市局的总控室 夏东阳直到 十一点十二分左右 他在烧烤店对面 上了一辆出租车 傅青霜熟练地操作着 很快就调出了当时的监控 烧烤店对面 就是个十字路口 所以监控画面十分的清晰 紧接着 傅青霜便又将附近的几个 岔路口的监控调了出来 很快便追踪到夏东清 所乘坐的那辆出租车 看路线 应该是直接前往比较山公墓的 沿着线路追踪 十二点多的时候 夏东清到了比较山公墓 但公墓中并没有监控 所以 傅青霜便将公墓大门口的监控调了出来 夏东阳让他将速度调快到了四倍 在一点半的时候 终于看见夏东阳从公墓内出来了 他并没有坐车 而是沿着山路步行 很快就走出了监控范围 傅青霜见夏东阳面色沉着 眼神焦急的便说道 不要慌 下面的三叉路口有监控 他说着 先将三叉路口的监控给调了出来 大约半小时后 夏东清果然走到了三叉路口 而这时 一辆上山后的回头出租车下山来 停下来问了问夏东清 夏东清上了那辆出租车 监控清晰地记录下了那辆出租车的车牌号 傅青霜立刻拿出电话 在出租车公司 查到了当值出租车的司机号码 而后拨通了过去 他这样做 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果然 很快就得到了那出租车司机的回应 说是夏东清 在城西新建的湿地公园下车 傅青霜便立刻调出了城西公园的监控 对比时间段 果然找到了夏东清的身影 他在公园内漫无目的地逛着 谁都看得出他心情不好 他在公园内逛了一个多小时 而后便出了公园 向城南方向走 看样子 应该是要回家 这样一来 夏东清便一直都在监控的范围之中 他一路走走停停地 一直到接近五点的时候 这才到了城南老城范围 距离家也不是很远了 然而 他走进了一个巷子 便消失在监控画面之中 夏东阳不禁一皱眉 妹妹明明是要回家的 可刚才回去的时候 怎么会没见到妹妹 他死存之际 傅青霜指着屏幕上说道 咦 快看 这三个人紧跟着东清进了巷子 夏东阳急忙盯着视频 而后说道 傅警官 倒回去看看 傅青霜调回了两分钟视频 果然见那三人 其实就在前面不远 便跟在夏东清身后了 刚才夏东阳与傅青霜 都关注了夏东清 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巷子中的情形 监控拍不到 可就是因为拍不到 夏东阳方才更加的担心 一双铁拳是紧握的咔咔作响 傅青霜调整的视频 向后面翻看了近二十分钟 都不见夏东清 和那三个青年出来 夏东清心头有种极为不好的预感 转身就向门口冲去 傅青霜却是喊道 夏东阳 等等 夏东阳停住脚步 傅青霜指道 他们没从这个巷口出来 可能从对面出去了 我看看对面有没有监控 是啊 夏东阳回过神来 事关妹妹的安危 她已经有些乱了分寸了 傅青霜熟练地操作着 很快就调出了对面巷口 不多时 就看到四个男子 抬着夏东清出了巷子 上了一辆车 看到这一幕 夏东阳浑身的杀气 一如潮水一般蜂涌而出来 整个总控室的空气 似乎都变得浓稠压抑起来 下一刻 但见车辆起步 一辆黑色的大众车快速驶来 差点撞着那辆绑架夏东清的车 是他们 看到这里 夏东阳进不住说着 怎么 你见过他们 傅青霜诧异地问道 夏东阳深吸了一口气 直到 这辆大众车就是我开的 刚才急着赶过来 差点撞着 那辆武林红光 我真大意 真是没用 明明妹妹就在眼前的 为什么没有发现 为什么没有发现 她说着 心头无比自责恼怒 连连几拳打在墙壁上 这重重的几拳 震的拳头上是鲜血淋淋的 夏东阳 冷静点 你冷静点 傅青霜见状 赶忙上前将夏东阳给拉住 啊 夏东阳大吼了一声 又是一拳砸在墙上 这才停了下来 而后转身一把抓住傅青霜的肩膀 喊道 傅警官 你一定要帮我 一定要帮我 被夏东阳的双手抓着 傅青霜只感觉双肩的骨头都要碎了 但他并没有叫痛 而是语气坚定地说道 夏东阳 你放心 现在这摆明了 就是一件绑架案 我们马上立案侦查 一定会救出东清的 谢谢 夏东阳连连说着 傅青霜看着夏东阳那急切的眼神 心头也是一咎 暗自心痛着 他对夏东阳家的情况也是了解的 怎么会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呢 他知道 这样 我们分头行事 你先在这里看看监控 我去召集组员 同时请交警那边协助 好的 傅青霜出去后 夏东阳不敢怠慢 急忙坐在电脑前 追踪着那辆武林红光的踪迹 妹妹被绑架了 夏东阳伸之时间的重要性 多浪费一分时间 妹妹都会多一分危险 到时候 后悔都没用了 他同时调出了八个监控画面 而且每一个都开到了两倍速 平常人若见看的话 恐怕早已经眼花缭乱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让夏东阳追踪到 那辆武林红光是开往了城东 而且在一个岔路口 便没了踪迹 那里 应该是去乡下的路 夏东阳不敢怠慢 更不急通知傅青霜 飞奔出警局 开着车 便飞速向城东那条岔路赶去 这边 傅青霜很快安排布置好了人员 而后来到总控室 自然是没见着夏东阳的身影 他心头立刻警觉 夏东阳怕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自己一个人先追过去了 当即赶忙看向监控 正见夏东阳之前 将监控暂停的画面 傅青霜按道不好 夏东阳这时候 完全在焦急 愤怒 冲动状态 这样冒冒失失地冲过去 说不定就不着妹妹 还得搭上自己 他连忙拿出电话 拨给了夏东阳 这时 夏东阳开着车 已然到了城东区域 喂 傅警官 夏东阳接通了电话 傅青霜急切地说道 夏东阳 你别冲动 等着我们一起过来布置 这样才能最大可能 保证冲青的安全 夏东阳更是急切 说道 傅警官 我等不及了 冲青也等不及了 我必须要先过去看看 你定位我的手机吧 先就这样 他说着便挂了电话 喂 傅青霜紧捏了捏手机 而后快速跑出总控室 招呼着队员出警 天 早就黑了 夏东阳开着车 已然拐进了那条 通往乡下的岔道 这是条三级水泥路 来往就两个车道 若是遇到大卡车 与一辆客车的话 错车时还得慢一点 左右并没有路灯 四野去黑一片 夏东阳一边开着车 一边张望着 虽然在监控中 看到那辆武林红光 驶进了这条路 但并没有具体的落脚点 他现在只希望 能尽快找到那辆车 从而找到妹妹 这到底是一场 简单的绑架 或是拐卖 亦或是别的目的 夏东阳并不敢肯定 但距离妹妹被绑架 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妹妹一个女孩子 被绑的这两个多小时内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夏东阳甚至不敢去多想 同一时间 就在距离这条到 十几公里的一家废弃玻璃厂中 夏东清被关在一个小房间中 他双手双脚都被绑着 双眼被黑布蒙着 嘴巴被白布塞着 根本不知道 自己被抓到了什么地方 悔恨 恼怒 恐惧 在他心头不断地交织着 他不敢去想象 自己即将受到何种的侮辱 他更是心痛哥哥 他知道 哥哥现在肯定 正在满江阳地找自己 如果是让哥哥知道 自己即将遭到到什么 他肯定是最愧疚 最心痛的那个人 越是想着 夏东清越是自责 越是觉得对不起哥哥 泪水更是经不住地滑落而下 在外面宽阔的厂房中 四个混子正抽着烟 其中一个混子不解地说道 丁哥 我不明白 这么漂亮水灵的学生妹 怎么就不让我们动吗 那领头的丁哥 一巴掌拍在这混子的脸上 骂道 你他妈整个就一惊冲上脑 上面交代了 我们只是将他抓到这里来 等会会有人来的 那时 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可以进去玩玩 那混子听得经不住一缩头 一脸战战兢兢地问道 丁哥 我们抓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另一个混子一脸瞄懂的样子 说道 这还用说 明显是要对付什么人啊 常规操作而已 凭上头的实力 对付一个人 还需要抓个学生妹吗 那挨了一巴掌的混子 不解地说着 谈话间 外面响起了汽车的发动机声音 四人急忙起身去开门 一打开门 四人都是目瞪口呆的处在当场 只见外面来了三辆面包车 车门打开 从车上陆续下来了六个人 每个人都是身着黑的T恤 留着小平头 面色冷冽 眼神一看就知道 都是好手 咕噜 看着这浩大的阵势 四个小混子 经不住同时咽了咽唾沫 只感觉脚都有些发软 为首一个目测的 有一米八五的平头大汉 上前冷声问道 人呢 在在最右面的小房间里 混子领头丁哥 语气颤抖地说着 那平头大汉点了点头 向厂房内看了看 然后挥手说道 行了 好丁哥四人连连点头 赶忙上车离开 车刚开出一段 四人都是不自禁地松了一口气 刚才那阵事实在太吓人了 即便不是针对他们 他们也是感觉心惊胆战的 之前那企图侮辱夏东青的混子 当先感叹道 妈妈的吻 一看那些都是高手 到底是对付哪个猛人啊 另一人便道 要不 我们留下来看看 是啊 我也想看看 这绝对是一场大战 后一人也好奇地说着 这时 丁哥却是沉生道 好奇心害死猫 什么该看 什么不该看 都忘了规矩吗 一提到规矩 其余三人都是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 而后便是静若寒蝉 不敢再多说一句 夏东阳沿着水泥路 一路向前追击 这样行驶了大约七八公里 都不见那辆武林红光 唯一让他庆幸的是 这一段路过来 并没有岔路 要不然 情况就更复杂了 可即便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心头更是担忧起来 到目前为止 他也没接到任何陌生的电话 也就是说 对方或许并不是冲自己来的 而是临时犯罪 那样以来 妹妹便更加的危险了 毕竟 如果是从他来的话 那对方便 暂时不会伤害夏东青 又向前行驶了大约一公里 夏东阳最担忧的事情出现了 前面出现了一条向右 而且变窄了一些的岔道 夏东阳踩停了车 心头犹豫而急切起来 就算他再厉害 但面对这种情况 他也只得堵了 他猜测 对方竟然往这条路跑 应该存在一种躲逃的心理 所以会往更偏僻的地方走 而右边这条岔路 明显窄了一些 理论上说 应该是通往更加偏远的山村 他也不多浪费时间 方向盘一转 就上了右边的岔道 就这样行驶了大概四五分钟 前面的转弯挫车到处 也出现了两道强光 那是车的远光灯 夏东阳自然地将车慢了下来 而后调整为进光灯 对面的车 却并没有改为进光 毫不遵守交通规则 与驾驶道德 他下意识地微微一偏头 一吸溅 就见来车 竟然正是一辆武林红光 夏东阳心头一动 猛然一甩方向盘 将车横在了路上 牛哥 对付一个人而已 用得着我们这么多人吗 废旧玻璃场中 一个三角眼男子 走到那平头大汉面前 一脸不解地说着 那平头大汉直到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我们只管拿钱办事 而且 别忘了老板的特意交代 我这不是好奇吗 以往 我们可没接过这么大的业务 几乎全部出动了 那三角眼男子贼笑着说道 这一伙人 其实是一个安保公司的员工 他们大多数都曾经练过 甚至还有几人曾当过兵 在江阳也是很有名声的 平头大汉叫牛奔 正是这一群安保人员的领头 之所以称为领头 那是因为他的力气最大 最能打 拳头扶重 此时 他知道 你下去再交代一下兄弟们 我得给那小子打电话了 好的 牛哥 右侧的小房间中 夏东清已经尝试了很多次 仍然没能挣脱手脚上的束缚 但听着外面吵杂的脚步声 他心头的恐惧 全部变成了担忧 夏东清很聪明 他想着自己 到现在都还毫发无损 加上外面越来越多的人 隐隐的谈话声 他便想着 这些人肯定是利用自己 来对付哥哥的 之前因为自己的病 连累了哥哥 这次又是因为自己 又连累哥哥了 夏东清心头 更加的自责难过 他心头也是十分的矛盾 期盼着哥哥来救自己 又怕哥哥来受伤 毕竟 外面有那么多人 不行 自己一定要逃出去 就算哥哥过来 也能第一时间给哥哥报信 他想着 身子便在地上挪着 被束缚在背后的手 在地上摸索着 希望能摸到什么 能割断绳索的东西 另一头 夏东阳一间对面过来的 就是那辆武林红光 立时将车给横在路上 马德 怎么开车的 找死啊 开车的 正是那之前 对夏东清起色心的混子 他下车便大骂着 夏东阳摆好车 也是快速下来了 他一下就听出 这个叫骂声 正是白天他从家里出来 那辆武林红光的司机 他心头顿时大喜 总算是找着了 同时心头也是大怒 两个剑步上去 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那家伙完全没想到 夏东阳会二话不说 上来就踹 被夏东阳一脚踹的倒飞而起 后背重重地撞在车头上 而后反弹回来 跪倒在地上 卧槽 丁哥一声尬骂 三人 齐齐向夏东阳围了上去 夏东阳冷眼一扫 接连抓着三人的手臂 一拉一扯 几声咔咔的骨骼错位声传来 啊 三人先后惨叫一声 捂着手臂退开 痛得脸都扭曲了 额头上直冒冷汗 兄兄弟 你这是神什么意思 丁哥咬着牙关 忍着痛 声音颤抖地问道 夏东阳冷声质问道 说 下午被你们抓走的 那个女孩子去哪里了 丁哥四人一听 心头同时一个咯噔 也都是想到了 上面要对付的猛人 就是眼前这位了 难怪会找那么多的人 这人的确很可怕 自己四人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丁哥心头一动 反正玻璃场那边 已经有那么多高手了 告诉夏东阳 就让他过去送死 当然 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有隐瞒 连忙说道 就在后面不远的玻璃场中 你们有没有对他做什么 夏东阳问出这话时 周身的杀气蜂涌而出 四周的温度 似乎都降低了好几度 下一刻 只要他得到的是心痛的答案 他便会不顾一切后果的击杀这几人 感受着夏东阳身上可怕的杀气 丁哥四人头皮同时发麻 浑身都在打哆嗦 他们毫不怀疑 只要自己说出不让他满意的答案 自己挤人的命就没了 丁哥连忙说道 没有我们只是把他抓到场里关着 什么都没做 他完好无损 夏东阳听后 紧绷的心弦这才松了下来 而后冷声道 你们最好没骗我 否则 看着夏东阳那如刀的眼神 四人又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 特别是那个之前企图侵犯夏东青的家伙 更是暗自后怕着 庆幸自己没冲动 否则现在铁定没命了 接着 夏东阳又问道 我妹妹具体关在什么地方 妹妹 原来那学生妹是她的妹妹 丁哥四人纷纷想着 丁哥接着便回到 在进场房内最右角的小房间中 夏东阳私存了一下 突然抬手就是两拳 砸在那丁哥身边的两个喽啰太阳穴上 两人阴声倒在了地上 丁哥吓得浑身如筛糠一般 连忙道 大大哥 我们也只是喽啰 不管我们的事啊 饶命啊 夏东阳懒得理会他 转身又一拳砸在 跪倒在车前的那混子太阳穴上 最后只剩下了丁哥 接着 夏东阳一如提杀袋一般 将三人全部扔回到武林红光车上 他对自己的出手很有分寸 这三人如果没有外力帮忙的话 就凭自己醒来 起码也得两个小时 上我的车 带路 快速坐好这些 夏东阳这才对那丁哥说着 是 是 丁哥不敢怠慢 急忙坐到夏东阳的 大众车副驾驶位上 坐在车上 丁哥浑身仍然是不自禁地颤抖着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他出来混也不少时间了 猛人还是见过的 但没见过这么猛的 不过六七分钟 夏东阳便看到了那玻璃厂 他眼神快速地观察着厂房四周的情形 让那丁哥指明了方位 他便一拳将丁哥打晕 准备向妹妹所在的房间演去 然而就在这时 他电话却震动了起来 夏东阳拿出电话看了看 并不是傅青霜打来的 他心头一动 还是接通了 喂 对面便传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正是厂房内的那平头大汉 他声音低沉地说道 你妹妹在我手里 现你半个小时内来 城东兰木村的废弃玻璃厂 如果不想 他被几个大汉轮的话 你可以选择报警 夏东阳其实一直在等电话 这样看来 的确是有人要对付自己 他也就顺势说着 你要敢动我妹妹一根头发 我会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呵呵 我真的好怕啊 平头大汉冷笑了两声 随即便挂了电话 厂房中 三脚眼男子给老大牛奔打了一支烟 问道 牛哥 你说那小子真的会来吗 这摆明了 就是针对他的陷阱了 的确 这一不要钱 二不要物 谁都知道是一个陷阱 那牛奔知道 做哥哥的 哪里会不担心妹妹 放心 他肯定会来 让大家打起精神 好的 我还真想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要我们兄弟都过来 牛奔又问道 对了 房间中都安排好了吗 三脚眼小弟得意的一笑 直到 牛哥放心 一切都准备好了 保他不死 也得脱层皮 那就好 然而 他们哪里知道 夏东阳已经来了 夏东青被关的小房间中 灯全部关着 这后面也没有路灯 所以是一片黑暗 当然 夏东青本来就被蒙着眼睛 他蜷缩在斜队窗子的左墙角 因为看不见 所以他心头更加的恐惧 脑海中便不自禁地去想那些可怕的遭遇 越是想便越是恐惧害怕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更危险的 就在他所在位置的对角 那里悄无声息地藏着一个人 这人便是牛奔安排在房中的杀招 从窗外第一眼就能看见夏东青 但却绝对看不到 那人所在的位置 只要夏东阳从窗口进来 必然会被这两人偷袭 那人躲在暗中也是无聊 看着楚楚可人 清纯漂亮的夏东青 竟是色星大动 便向夏东青走去 听着渐渐接近的轻微脚步声 夏东青娇弱的身子 经不住一颤 连忙向墙角蜷缩着 这时 那男子便低声道 小妹妹 不要怕 哥哥马上就会让你爽吧 嗯嗯 夏东青哪能不知道 即将遭遇到什么 吓得是眼泪横流 连连摇头着 双脚更是不断地蹬着 心头害怕到了极点 然而 他眼睛被捂着 而且双手双脚都被束缚着 哪里能挣脱得开 被那男子一下翻转过来 跪趴着墙角 跑 跑得掉吗 那男子一边阴邪地笑着 一边伸手 就去脱下东青的裤子 夏东青被一碰触 更是吓得浑身如触电一般 身子往地上一抖 身子不断地扭曲着 双脚不断地蹬踢着 那男子一个不防 被夏东青给蹬了一脚 这下可把他给惹火了 顿时一巴掌 扇在夏东青的脸上 大骂道 马德 不识抬举 老子本来不想用墙的 这一巴掌不轻 夏东青被扇的左脸 一下就红了起来 整个人都是有些梦了 那男子大力而野蛮地 又将夏东青 给翻滚地跪在地上 而且 左手将他的 背给死死地按住 右手则再次去脱下东青的裤子 夏东青回过神来 口中不断地发出 嗯嗯的声音 拼命地挣扎了起来 但他力气又有多大 被那男子的手 给死死地压着 而且 脸部也是抵在墙角 疼痛不堪 另一头 夏东洋收起电话 快速从围墙外向 厂房里侧绕去 这厂房的围墙 还是老式的红砖墙 目测大概有两米高 顶上还用水泥和沙铺 救了一层 在上面插着乱七八糟的玻璃片 算是最原始的防盗设备了 这厂房的右侧 是一个高侃 这两天下了雨 这泥路一点不好走 加上又是晚上 如果是平常人 没有灯光照亮的话 这身一脚浅一脚的 恐怕早就摔好几个跟头了 不过对于夏东洋来说 却是没什么难度 他几乎是后背贴着围墙 向最右侧靠近 很快来到了最右侧 刚才在外面的时候 夏东洋便看准了这有墙角处 并没有人把守着 兴许是他们也觉得 这后面不会有人进来 夏东洋伸手到围墙顶上 因为时间久远 上面的水泥和河沙 常年风吹日晒 所以十分的脆弱 夏东洋很容易 就将上面打开了一个缺口 而后双手扣着红砖 一如做引体向上般 身子探了上去 他轻易地翻过了围墙 而后如狸猫般 翘无声息地跳落在地上 同一时间 在房中 那男子一把将夏东洋 那宽松的笑裤 给吞下了少许 露出了些许白色的内裤 夏东洋整个人一震 眼泪不断地滑落而下 想着即将遭受到侮辱 他心头都是绝望了 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遇到这样的事 他悔恨不已 后悔不该和哥哥争吵 他表面是柔弱 但性格却如夏东洋一般刚毅 宁慈也不愿意遭受到这样的侮辱 他心头只绝望地想着 哥哥 对不起 我等不到你了 下辈子 我还做你的妹妹 我一定不会再和你争吵了 哥哥 用别了 他想着 愤然一用力 额头狠狠地向墙上撞击而去 与此同时 外面的夏东洋两个剑步 就到了夏东洋被关的房间后窗口外 以他的眼力 正好看见那男子侵犯妹妹的情形 顿时 他整个人都疯了 大喊道 住手 同时 不顾一切地向窗户玻璃撞去 哗啦 夏东洋如一头蛮牛般 将那窗户玻璃给撞得粉碎 而后翻进了房间 那侵犯夏东洋的男子一听到动静 自然是急忙转身过来 迎面就是一股森冷的杀气袭击 他甚至没反应过来 太阳穴便遭受到重击 整个人脑袋一猛便横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击在左面的墙上 他整个人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就算是不死 以后脑子恐怕都会灵光了 小妹 小妹 哥来了 夏东洋赶忙上前 将妹妹抱着怀中 夏东洋刚才也是听见了哥哥的喊声 堪堪收住 否则这一下便是真正的天人永格了 夏东洋伸手将妹妹眼上的黑布 堵着嘴的白布取下 左手的戒指 又将她手脚上的束缚给割断 哥 呜呜 她哭了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哥哥来晚了 让你受委屈了 夏东洋心痛而溺爱地 轻拍着夏东青的后背 轻声说着 这时 房中的灯光亮了起来 外面厂房内 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显然 夏东洋刚才破窗而入的动静 已然惊动了外面的牛奔等人 夏东洋扶着妹妹站了起来 房门也在这一刻打开了 牛奔五人鱼贯而入 当几人一看房中 倒下的同伴 面色都是大变 那牛奔看着夏东洋 冷声道 想不到你竟然提前来了 很好 省着我们久等 夏东洋冷眼扫了一圈 牛奔等人 语气冷得 都要结冰般地说道 不管你们是什么目的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感动我妹妹 都得付出代价 哈哈 牛奔一听 当先大笑了起来 三脚眼等人 也紧跟着大笑了起来 个个都像是听到了 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似的 继而 那牛奔才说道 看来 你还没认清现在的形势 我们五个人 你一个人 还得带着你妹妹 你还真把自己当战神了呀 夏东洋冷声道 是不是战神没关系 但在你们几个畜生 完全足够了 他说着 竟是主动向牛奔五人杀去 妹妹差点被侮辱 夏东洋这时候 愤怒到了极点 妹妹差点被侮辱 夏东洋整个人 愤怒的都要抱了 主动向牛奔五人杀去 为首那人仗着自己身材高大 一拳向夏东洋对去 夏东洋在拳头 即将与之相对时 拳头突然化为肘 一把接住那人对来的拳头 发力往身边一拉 那人脚下一个不稳 向夏东洋身边扑去 夏东洋一步上前 一手肘自下而上 顶在那人的手臂上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那人一声惨叫 右手手臂呈现出不正常的扭曲 明显被夏东洋一下给顶断了 然而 他惨叫声还没落 夏东洋又一记勾拳 击打在他的下巴上 惨叫声戛然而止 那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这一切说是声那是快 也不过就发生在接触的一两秒间 看着同伴转瞬间倒下 其余四人顿时面色大变 头领牛奔连忙喝道 快 退出去 这小屋十分地狭窄 再加上又在门口 几乎只有单对单 夏东洋如此生猛 只有围殴才行 夏东洋也没有追击 而是转头对夏东青说道 小妹 待在房中等一等哥哥 谁欺负你 哥一个都不会放过 夏东青一点头 关切地叮嘱道 哥 你要小心啊 夏东洋也是一点头 而后举不出门 轻轻将房门给带上 门外宽敞的厂房中 牛奔四人 已然都撤出了一根电棍 显然也是严阵一带 夏东洋丝毫不惧 面色阴沉的大步迎了上去 牛奔一声大喝 招呼着同伴一起上 四人分开向夏东洋杀了过去 从四人分散开的格局 不难看出 他们是训练有素 夏东洋可不管那些 这回他只想发现 内心的愤怒与憋闷 迎上去一个闪身 躲过其中一人出来的电棍 而后一拳 砸在右侧一人的胸口上 咔嚓 一记重拳下 一声脆响 那人胸骨断裂 捂着胸口 蹬蹬蹬地后退 而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口中连连喷血 便晕了过去 牛奔三人面色大变 手上动作是更狠了 夏东洋身形连连闪躲 十分精妙地 又躲过三人的攻击 一拳轰在左边那人的肋骨上 咔嚓 清脆的鼓裂声传来 又一人倒了下去 紧接着 夏东洋一个俯身 手肘猛然一靠 重重地击打在 另一人的胸口上 那人喷出一口血 倒退了出去 倒在地上 挣扎了两下 终究还是晕了过去 不过这时 领头牛奔手中的电棍 还是戳在了 夏东洋的侧腰上 夏东洋身子一正 转头冷眼紧盯着牛奔 牛奔面色大害 经不住垂眼 看了看手中的电棍 怎么回事 难道失灵了 下一刻 夏东洋已然抬手 一把扣住他的脖子 牛奔比夏东洋 还高半个头 不过这回却是 被夏东洋 硬生生地给举了起来 而后猛然往地上一砸 碰 牛奔高大的身躯 重重地被砸在地上 巨大的冲击力 致使他五脏六腑 都剧烈地震动着 口中立石喷出一口鲜血 手中的电棍 也掉落在地上 夏东洋微微一挺腰 一脚踹在牛奔的侧腰上 这一脚踹的牛奔身子 贴着地面 滑行出四五米 方才停下来 突突 牛奔又接连喷出两口血 意识都有些模糊了 心头只有一个骇然的念头 夏东洋实在太可怕了 解决了牛奔等人 夏东洋心头的愤怒稍稍平息 大步走了过去 居高临下地看着牛奔 沉声问道 什么人让你们来对付我的 见识过夏东洋的狠 牛奔哪里敢隐瞒 忍着五脏六腑的剧痛 吃力地说道 我们是 可他话还没说完 门口便传来一阵 汽车发动机的声响 紧接着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只见父亲双手持着枪 带着一众警员赶到了 一见警察进来 牛奔急切地大喊道 警察 救命 救命啊 牛奔现在是一刻也不敢再 停留在这里 万一某句话或是什么 惹怒了夏东洋 以这位猛人现在的情绪来看 自己恐怕 就小命不保了 夏东洋心这时候 也从房中跑了出来 来到夏东洋身边 关切地问道 哥 你没受伤吗 夏东洋摇了摇头 摸着他的头 与其温和地说道 别担心 哥没事 父亲双指道 没事就好 夏东洋 你们兄妹和我回去录录口供吧 接着 夏东洋兄妹便跟着父亲双回到警局 当然 大部分录口供的都是夏东青 一切手续走完 父亲双对夏东洋说道 我们会全力跟进 夏东洋 你先陪东青回去休息 好 谢谢 夏东洋道了一声谢 便和妹妹离开 兄妹俩来到警局门口 夏东青一下扑倒下东洋的怀中 哭着自责地说道 哥 对不起 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害得你担心 对不起 夏东洋拥着妹妹 语气柔和地说道 哥也不应该那么大声和你说话 还差点忍不住打你 小妹 对不起 夏东洋从哥个怀中撑起 然后说道 我以后再也不阻止你做什么事了 只是 只是我真的很担心你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要是你又出了什么事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呜呜 他说着 禁不住又哭了起来 夏东洋暗叹了一口气 你爱得说道 小妹 哥知道你担心 但是做人要讲情义诚信 更要懂得感恩 我答应你 以后肯定会小心的 三合会所 萧天虎办公室的电脑上 屏幕上正 播放着厂房中 夏东洋与牛奔几人的交手的视频 一旁的九指说道 这个夏东洋伸手真的很强 出拳的气力 只怕不在我之下 而且看这情况 只怕还没有用出权力 萧天虎戳着雪茄 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样的利刃 必须得为我所用 九指堪忧地说道 会长 这样的人只怕利诱和威逼都没用 要想驯服他 只怕不容易啊 萧天虎冷然一笑 说道 那只是因为他还没到绝境而已 这是还得好好筹谋一下 萧天虎一边抽雪茄 一边私存着 一会后 他拨通了孙中兴的电话 那头 孙中兴连忙问道 老弟 是不是事情解决了 不用说 这次夏东青被绑架 就是孙中兴委托萧天虎做的 萧天虎自然不会让自己的人出面 这边 萧天虎面色凝重地说道 老哥 我这次算是拼了老底了 就连涂刚都受了伤 好歹将夏东洋弄成了重伤 出手的话应该很容易得手的 萧天虎是知道 之前夏东洋被炸伤了的 所以也是半真半假地说着 那头 孙中兴一听 语气欣喜地说道 好 太好了 老弟 这次真的谢你了 害你手下的大将都受伤了 老哥真是过意不去 哪里 没能干掉他 我这心头会对老哥你啊 萧天虎满脸的惭愧 活脱脱的影帝啊 老弟严重了 老哥知道 你也有难处 改天 我一定得请你好好喝几杯 孙中兴十分感谢地说着 那好 改天我们好好拒绝 萧天虎也是十分的客气 省城孙家的书房中 孙中兴挂了电话 站在他旁边的邵美华 第一时间问道 是不是解决掉下东洋了 之前在江阳人民医院 孙中兴用手中的戒指 释放出毒针 企图毒杀下东洋 结果却误伤了邵美华 回到省城后 虽然有解药 但邵美华还是休养了这一段时间 身体方才痊愈 可见那毒针内的毒药 是多么的可怕 加上儿子孙德明 虽然找了国外的专业医生 但都还没有完全恢复 邵美华对夏东洋的恨是可想而知了 他时刻都恨不得杀了夏东洋 以消心投之痕 孙中兴将电话放在书桌上 将萧天虎说的情况 简单地转述了一遍 邵美华一听 立刻道 这还不简单 派一个人过去 用药物什么的 将夏东洋给解决了 孙中兴一听 摇头骂道 妇人之见 你以为萧天虎 真的是派图刚去对付夏东洋了 你真以为他会这么好心地帮我 神什么意思 邵美华一脸的诧异 孙中兴摇了摇头 然后摆了摆手 说道 你先下去吧 我自有安排 你邵美华气得说不出话来 甩手便向外走去 然后重重一下 将门给关上 孙中兴深深地皱了皱眉 然后拿起电话 拨通了江洋的一个号码 而这边出门的邵美华 一脸愤怒地骂道 就知道你靠不住 儿子的仇 我自己找人报 说着 他也拨通了江洋一个号码 夏东阳这边将妹妹送到了家中 而后打电话给李晶晶 许昊成等人 告知他们已经找到妹妹了 李晶晶在电话中 又数落了夏东阳一番 说照顾不了夏东清 就干脆送到他那里去 正好清静 而且还可以复习功课 夏东阳一想也是 明天还是让妹妹去李老师那里 学校毕竟要安全得多 刚挂了电话没多久 他便又接到了侯元文的电话 也是 侯元文在山中搜寻郑男生 已经有些时日了 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接通电话后 那头 侯元文便说道 夏东阳 郑男生跑了 怎么这么确定 夏东阳心头 也是早有这样的准备 侯元文又说道 我们在山中搜寻了很广的面积 种种迹象表明 他是被人给救了 初步估计是郑男生的后手 龙顿这边又有新的案件 我现在已经在回江阳的路上了 不过 我已经和云省那边的龙顿同胞 以及警方沟通好 他们会继续在边境排查 郑男生中就会逃到境外去的 只要他有所动作 必然会露出马脚的 嗯 夏东阳说着 的确 郑男生这次露出了马脚 再想入境 就更难了 侯元文还是不忘强调道 话是这么说 不过夏东阳 你和赵雪岩仍然要小心 特别是你 郑男生不入境 但可以找其他的人 暗中对你动手 我知道 一旦有情况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夏东阳也不会在这事情上客气 毕竟 追击郑男生那种国际罪犯 也是龙顿的职责 夏东阳当初执行任务时 也是多次和龙顿的高层领导打交道 那好 先这样了 有最新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的 然而 夏东阳并不知道的是 在他与侯元文通话的同时 在云省边境 某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苗族村落中 一座小吊脚楼内 郑男生半躺在牧床上 一个身着苗族服装 长得极具灵气 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的女子 端着一碗药汤 正为着郑男生 上次坠崖后 郑男生不仅右腿断了 身上也有好几处骨折 更要命的是 父亲才要休息时将他给救了下来 不得不说是 好人命不长 祸害一千年 雪莲 这段时间真是谢谢你了 要不然 我这条命铁定是要交代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要不 我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报答你 郑男生说着 顺手一把捉住雪莲那柔软如无骨的手 更是满眼柔情地看着雪莲 雪莲从小生活在这山中 心性纯真 一如她的名字般纯洁 哪里受得了郑男生这炙热的眼神 一双如玉般洁白无瑕的脸上 历时生起了两朵红韵 郑男生这万恶的骗子一见 顿时是食指大动 即便是现在身上还有伤 那内心的邪火也是大涨 经不住向雪莲小嘴上轻去 雪莲自出娘胎那天 就一直生活在山中 心性一如她的名字一般 纯洁无瑕 但看着郑男生向自己嘴上轻来 作为女孩子的矜持 促使她下意识羞怯的偏头躲开 郑男生也没追击 只是装着一脸失望痛苦的样子 说道 雪莲妹妹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啊 也是 我这腿也不知道能不能好 说不定就变成个残废了 到时候只会连累你 我看我还是不是在麻烦你和老爹了 我还是走吧 她说着 便洋装着就要下床 雪莲一听 也是顾不得今世羞怯了 急忙转过头 对着郑男生咿咿咿咿的 比划了半天 一脸的急切 就是说不出半个清楚的字来 原来 上天给了雪莲完美无瑕的面孔 以及天使般的心灵 却忘记给她一副山谷黄梨的嗓音 她天生就不会说话 雪莲一家世代都住在这小小的山村之中 而且都以行医为善 老爹桑吉更是静得苗族医学真传 只是没想到雪莲会是天生的雅女 雪莲母亲也在多年前 因为采药时发生意外 从山上滚下来 伤到了头部 而不幸去世了 留下父女俩相依为命 虽然命运让这个家庭多舛而不幸 但父女俩仍然坚持行医为善 上山采药同时弘扬苗衣 要知道 现在很多山村里 稍微有点气力的人都出去打工了 留在山村里的 几乎都是老弱病残了 老爹桑吉生怕雪莲出山被人欺负 所以将他留在了身边 和自己一起采药行医 为村里留下的十几个老弱病残 医治疾病 同时上山捉蛇 收集蛇毒液 采集野生的草药 每半年都有山外的人会进来收购的 也算是贴补家用 父女俩那就是这小山村的活菩萨了 无论是男女老少 都十分地尊重他们 逢年过节 出山谋生活的年轻人回来 都会给父女两袋不少礼物 以示尊敬和感谢 此刻 但看着内心善良纯洁的雪莲 那极切的模样 郑南生心头更是得意地冷笑着 我郑南生将那么多贵妇 都市里人都玩转掌钟 还忽悠不了你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吗 反正在这里养伤也无聊 这山野少女倒是可以弄来尝尝先 虽然心头竟是这些卧错不堪的想法 但郑南生面上 却仍然是一脸自责地说道 雪莲妹妹 我也知道 已经麻烦了你和老爹不少时间了 我这条腿怕是治不好了 我去给老爹打声招呼 说句感谢就出山吧 他说着 一条腿也是落在了地上 加上那无奈绝望的表情 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影帝 这段时间 因为郑南生的突然介入 加上郑南生一副好皮囊 口哗哗的 打破了雪莲以前单纯的生活方式 也让他的生活多了一些色调 他心头怎么说呢 对郑南生很是不舍 加上郑南生伤又有美好 他那就更是担忧了 然而 这种不舍在单纯的雪莲心理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与含义 总之一听郑南生要走 他就不愿意 下意识地就要留住郑南生 所以 这回是急得他眼泪直在眼眶中打转 连连对着郑南生摆手 口中急切地咿咿呀呀的 然而 他越是情急 本就表达不好的语言 更是模糊不清了 甚至都发不出声音来 那模样 真的是我见有脸啊 郑南生见斗也斗得差不多了 他对女人的手段 可说都能写一本泡妞秘籍了 他自然知道凡事适可而止 接着就说道 雪莲妹妹 对不起 我不应该让你着急的 我不走 暂时不走了 雪莲一听 急切地表情这才缓了下来 只见他那光洁的额头上 竟然因为情急 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郑南生心头竟然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而为自己的手段感到十分的得意 他十分的清楚 自己已经渐渐拴住了这个女孩的心 只要假日十日 在温水煮青蛙 必然能将这女孩吃到口中 一日一大早 夏东阳便将妹妹送回学校 还有最后几天就要高考了 这几天妹妹都会待在学校 夏东阳心头才稍安一点 毕竟 现在学校的安保设施很好的 而且 认谁就是大胆 也不敢公然到学校强行带人走 那样兴致就完全变了 其实 父亲双那边就算是不查 夏东阳也猜测得到 这次出手的就是孙家 毕竟 孙中兴和邵美华之前 吃了那么大的亏 他思存着 如何将这样的后患杜绝了 他刚开车离开学校不远 电话就响了起来 一看竟是司徒行打来的 于是连忙将车停在路边接通电话 你好 司徒警官 你好夏东阳 那边 司徒行也回到 夏东阳便问道 是不是科招醒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极许 司徒行方才语气低沉地说道 科科招他没能醒过来 夏东阳一听 顿时五指一握 将电话捏得咔咔作响 科招当时为了追罗网成员灰狐 就算是受伤 也死抓着灰狐不放 硬是拖到了夏东阳赶过去 灰狐抓住了 科招却因为重伤 一直在医院没醒过来 夏东阳还握着科招的手 鼓励他一定要醒过来 并且承诺告诉他 自己是不是冰王的事 夏东阳一直在等科招醒过来 可想不到 等来的却是这样悲痛的消息 好一会儿 他方才语气沉重地问道 他现在在哪里 那头司徒行说道 还在医院 我马上过来 夏东阳说着便挂了电话 而后开车急速向医院赶去 不过十几分钟 夏东阳来到了科招病房所在的楼层 一走出电梯 他便看到病房门外 站在七八人 其中司徒行也在列 他们个个都面色悲痛 应该都是科招的同事 司徒行等人都转头 看着夏东阳 夏东阳走上前 语气凝重地说道 我能进去看看他吗 司徒行点了点头 说道 去看看他最后一面吧 夏东阳脚步沉重地 向病房内走去 雪莲自出娘胎那天 就一直生活在山中 心性易如他的名字一般 纯洁无瑕 但看着郑南生向自己嘴上青来 作为女孩子的矜持 促使他下意识羞怯的偏头躲开 郑南生也没追击 只是装着一脸失望痛苦的样子 说道 雪莲妹妹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啊 哎 也是 我这头也不知道能不能好 说不定就变成了残废了 到时候只会连累你 我靠我还是不是在麻烦你和老爹了 我还是走吧 他说着 便佯装着就要下床 雪莲一听 也是顾不得矜持羞怯了 急忙转过头 对着郑南生咿咿呀呀的 比划了半天 一脸的急切 就是说不出半个清楚的字来 原来 上天给了雪莲完美无瑕的面孔 以及天使般的心灵 却忘记给她一副山谷黄梨的嗓音 她天生就不会说话 雪莲一家世代都住在这小小的山村之中 而且都以行医为善 老爹桑吉 更是静得苗族医学真传 只是没想到 雪莲会是天生的雅女 雪莲母亲也在多年前 因为采药时发生意外 从山上滚下来 伤到了头部 而不幸去世了 留下父女俩相依为命 虽然命运让这个家庭多喘而不幸 但父女俩仍然坚持行医为善 上山采药同时弘扬苗衣 要知道 现在很多山村里 稍微有点气力的人 都出去打工了 留在山村里的 几乎都是老弱病残了 老爹桑吉生怕雪莲出山被人欺负 所以将他留在了身边 和自己一起采药行医 为村里留下的十几个老弱病残 医治疾病 同时上山捉蛇 收集蛇毒液 采集野生的草药 每半年都有山外的人会进来收购的 也算是贴补家用 父女俩那就是这小山村的活菩萨了 无论是男女老少 都十分地尊重他们 逢年过节 出山谋生活的年轻人回来 都会给父女俩带不少礼物 以示尊敬和感谢 此刻 但看着内心善良纯洁的雪莲 那极切的模样 郑南生心头更是得意地冷笑着 我郑南生将那么多贵妇 都市里人都玩转掌中 还忽悠不了你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吗 反正在这里养伤也无聊 是这些卧错不堪的想法 但郑南生面上却仍然是一脸自责地说道 雪莲妹妹 我也知道 已经麻烦了你和老爹不少时间了 我这条腿怕是治不好了 我去给老爹打声招呼 说句感谢就出山吧 他说着 一条腿也是落在了地上 加上那无奈绝望的表情 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影帝 这段时间 因为郑南生的突然介入 加上郑南生一副好皮囊 口哗哗的 打破了雪莲以前单纯的生活方式 也让她的生活多了一些色调 她心头怎么说呢 对郑南生很是不舍 加上郑南生伤又有美好 她那就更是担忧了 然而 这种不舍在单纯的雪莲心里 她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与含义 总之一听郑南生要走 她就不愿意 下意识地就要留住郑南生 所以 这回是急得她眼泪直在眼眶中打转 连连对着郑南生摆手 口中急切地咿咿呀呀的 然而 她越是情急 本就表达不好的语言 更是模糊不清了 甚至都发不出声音来 那模样 真的是我见有脸啊 郑南生见斗也斗得差不多了 她对女人的手段 可说都能写一本泡妞秘籍了 她自然知道 凡事适可而止 接着就说道 雪莲妹妹 对不起 我不应该让你着急的 我不走 暂时不走了 雪莲一听 急切地表情这才缓了下来 只见她那光洁的额头上 竟然因为情急 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郑南生心头竟然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而为自己的手段感到十分的得意 她十分的清楚 自己已经渐渐拴住了这个女孩的心 只要假日十日 在温水煮青蛙 必然能将这女孩吃到口中 一日一大早 夏东阳便将妹妹送回学校 还有最后几天就要高考了 这几天 妹妹都会待在学校 夏东阳心头才稍安一点 毕竟 现在学校的安保设施很好的 而且 认谁就是大胆 也不敢公然到学校强行带人走 那样兴致就完全变了 其实 父亲双那边就算是不查 夏东阳也猜测得到 这次出手的就是孙家 毕竟孙中兴和邵美华之前吃了那么大的亏 她思存着 如何将这样的后患杜绝了 她刚开车离开学校不远 电话就响了起来 一看竟是司徒行打来的 于是连忙将车停在路边接通电话 你好 司徒警官 你好夏东阳 那边 司徒行也回到 夏东阳便问道 是不是柯昭醒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许 司徒行方才语气低沉地说道 柯柯昭 他没能醒过来 夏东阳一听 顿时五指一握 将电话捏得咔咔作响 柯昭当时为了追罗网成员灰狐 就算是受伤 也死抓着灰狐不放 硬是拖到了夏东阳赶过去 灰狐抓住了 柯昭却因为重伤 一直在医院没醒过来 夏东阳还握着柯昭的手 鼓励他一定要醒过来 并且承诺告诉他 自己是不是兵王的事 夏东阳一直在等柯昭醒过来 可想不到 等来的却是这样悲痛的消息 好一会儿 他方才语气沉重地问道 他现在在哪里 那头 司徒行说道 还在医院 我马上过来 夏东阳说着便挂了电话 而后开车急速向医院赶去 不过十几分钟 夏东阳来到了柯昭病房所在的楼层 一走出电梯 他便看到病房门外 站在七八人 其中司徒行也在列 他们个个都面色悲痛 应该都是柯昭的同事 司徒行等人都转头 看着夏东阳 夏东阳走上前 语气凝重地说道 我能进去看看他吗 司徒行点了点头 说道 去看看他最后一面吧 夏东阳脚步沉重地向病房内走去 雪莲自出娘胎那天 就一直生活在山中 星星亦如她的名字一般 纯洁无瑕 但看着郑南生向自己嘴上青来 作为女孩子的矜持 促使她下意识羞怯的偏头躲开 郑南生也没追击 只是装着一脸失望痛苦的样子 说道 雪莲妹妹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啊 哎 也是 我这腿也不知道能不能好 说不定就变成了残废了 到时候只会连累你 我看我还是不是在麻烦你和老爹了 我还是走吧 她说着便洋装着就要下床 雪莲一听 也是顾不得惊世羞怯了 急忙转过头 对着郑南生咿咿呀呀的 比划了半天 一脸的急切 就是说不出半个清楚的字来 原来 上天给了雪莲完美无瑕的面孔 以及天使般的心灵 却忘记给她一副山谷黄梨的嗓音 她天生就不会说话 雪莲一家世代都住在这小小的山村之中 而且都以行医为善 老爹桑吉 更是静的苗族医学真传 只是没想到 雪莲会是天生的雅女 雪莲母亲也在多年前 因为采药时发生意外 从山上滚下来 伤到了头部 而不幸去世了 留下妇女俩相依为命 虽然命运让这个家庭多喘而不幸 但妇女俩仍然坚持行医为善 上山采药同时弘扬苗衣 要知道 现在很多山村里 稍微有点气力的人 都出去打工了 留在山村里的 几乎都是老弱病残了 老爹桑吉生怕雪莲出山被人欺负 所以将她留在了身边 和自己一起采药行医 为村里留下的十几个老弱病残 医治疾病 同时上山捉蛇 收集蛇毒液 采集野生的草药 每半年都有山外的人会进来收购的 也算是贴补家用 妇女俩那就是这小山村的活菩萨了 无论是男女老少 都十分地尊重他们 逢年过节 出山谋生活的年轻人回来 都会给妇女俩带不少礼物 以示尊敬和感谢 此刻 但看着内心善良纯洁的雪莲 那极切的模样 郑南生心头更是得意地冷笑着 我郑南生将那么多贵妇 都市里人都玩转场中 还忽悠不了你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吗 反正在这里养伤也无聊 这山野少女倒是可以弄来尝尝先 虽然心头竟是这些卧错不堪的想法 但郑南生面上却仍然是一脸自责地说道 雪莲妹妹 我也知道 已经麻烦了你和老爹不少时间了 我这条腿 怕是治不好了 我去给老爹打声招呼 说句感谢就出山吧 他说着 一条腿也是落在了地上 加上那无奈绝望的表情 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影帝 这段时间因为郑南生的突然介入 加上郑南生一副好皮囊 口哗哗的 打破了雪莲以前单纯的生活方式 也让他的生活多了一些色调 他心头怎么说呢 对郑南生很是不舍 加上郑南生伤又有美好 他那就更是担忧了 然而 这种不舍在单纯的雪莲心里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与含义 总之一听郑南生要走 他就不愿意 下意识地就要留住郑南生 所以 这回是急得他眼泪直在眼眶中打转 连连对着郑南生摆手 口中急切地咿咿咿咿的 然而 他越是情急 本就表达不好的语言 更是模糊不清了 甚至都发不出声音来 那模样 真的是我见有脸啊 郑南生见斗也斗得差不多了 他对女人的手段 可说都能写一本泡妞秘籍了 他自然知道 凡事适可而止 妾儿就说道 雪莲妹妹 对不起 我不应该让你着急的 我不走 暂时不走了 雪莲一听 急切地表情这才缓了下来 只见他那光洁的额头上 竟然因为情急 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郑南生心头竟然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而为自己的手段感到十分的得意 他十分的清楚 自己已经渐渐拴住了这个女孩的心 只要假日十日 在温水煮青蛙 必然能将这女孩吃到口中 一日一大早 夏东阳便将妹妹送回学校 还有最后几天就要高考了 这几天 妹妹都会待在学校 夏东阳心头才稍安一点 毕竟 现在学校的安保设施很好的 而且 认谁就是大胆 也不敢公然到学校强行带人走 那样性质就完全变了 其实 父亲双那边就算是不查 夏东阳也猜测得到 这次出手的就是孙家 毕竟 孙中兴和邵美华之前 吃了那么大的亏 他思存着 如何将这样的后患杜绝了 他刚开车离开学校不远 电话就响了起来 一看竟是 司徒行打来的 于是连忙将车停在路边接通电话 你好 司徒警官 你好夏东阳 那边司徒行也回道 夏东阳便问道 是不是柯招醒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许 司徒行方才语气低沉地说道 柯柯招他没能醒过来 夏东阳一听 顿时五指一握 将电话捏得咔咔作响 柯招当时为了追罗网成员灰狐 就算是受伤 也死抓着灰狐不放 硬是拖到了夏东阳赶过去 灰狐抓住了 柯招却因为重伤 一直在医院没醒过来 夏东阳还握着柯招的手 鼓励他一定要醒过来 并且承诺告诉他 自己是不是兵王的事 夏东阳一直在等柯招醒过来 可想不到 等来的却是这样悲痛的消息 好一会儿 他方才语气沉重地问道 他现在在哪里 那头司徒行说道 还在医院 我马上过来 夏东阳说着便挂了电话 而后开车急速向医院赶去 不过十几分钟 夏东阳来到了柯招病房所在的楼层 一走出电梯 他便看到病房门外站在七八人 其中司徒行也在列 他们个个都面色悲痛 应该都是柯招的同事 司徒行等人都转头 看着夏东阳 夏东阳走上前 欲气凝重地说道 我能进去看看他吗 司徒行点了点头 说道 去看看他最后一面吧 夏东阳脚步沉重地 向病房内走去 听见房中赵雪岩的惊呼声 夏东阳也顾不及多想了 急忙推门进去 就见赵雪岩是 瘫倒在床边的地上 看样子是尝试着下地 结果脚软摔在了地上 赵总 夏东阳喊了一声 赵雪岩这下的确是摔得不轻 一脸痛苦地咬着夏嘴唇 想要拉着床站起来 却是乍听夏东阳的喊声 他心头猛然一颤 一抬头就喝道 出去 你出去 刚才被夏东阳看了个光光 现在又被看见自己如此的丑态 如果地上有条缝隙的话 赵雪岩都恨不得自己立刻给钻下去 实在是见不得人了 看着赵雪岩那么痛苦 纠结的表情 夏东阳干脆将心一横 说道 赵总 我来扶你吧 赵雪岩一听 更是吓得连忙说道 别 别过来 我自己行的 你现在的情况 必须尽快去医院 放心 我闭着眼睛 夏东阳说着 便是真的闭上了眼睛 向赵雪岩走了过去 就刚才那刹那间 他甚至都已经计算好了 自己距离赵雪岩到底有几米 要走多少步 从哪个位置合适去搀扶赵雪岩 但看着夏东阳 真的闭着眼睛走了过来 赵雪岩紧张羞怯的心 方才稍稍缓了缓 可回过头来一想 你现在闭上眼睛 还有什么意义啊 刚看的 不该看的 不都还是看了的吗 哎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赵雪岩也是不再多说了 掀起来再说 光溜溜地躺在地上 终究不是个事 停 慢慢蹲下来 看着夏东阳走近 赵雪岩生怕自己再吃亏 便是指挥着夏东阳 夏东阳依照着赵雪岩的话 微微蹲着身子 赵雪岩又说道 伸左手 还着我的背 夏东阳缓缓伸出左手 当时候碰触到赵雪岩那光滑 且有些冰凉的后背时 无论是他还是赵雪岩 都是经不住一颤 毕竟 这时候情况特殊 二人在这一瞬间 内心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夏东阳后势粗糙的手掌 放在赵雪岩的后背上 赵雪岩也是因为内心异样的感觉 而忘记了接着指挥 二人就这样定住了 一时间 空气中似乎流动着不一样的气氛 急许后 赵雪岩当先回过神来 咬牙道 你还准备摸多久 继续啊 当他话一出口 他方才觉得 自己这话听上去 怎么有些怪怪的呢 请客间 他翘脸上红韵 不禁更胜了 哦 夏东阳忙不适的点头说着 手继续划过赵雪岩的后背 扶着赵雪岩如丝绸般的皮肤 他内心又是一阵的狂跳着 感受着夏东阳温热厚实又粗糙的手掌 赵雪岩的内心又何尝不是跳得厉害呢 二 夏东阳的手划过赵雪岩的背 反手轻轻一览 赵雪岩整个人都如触电般颤了起来 惊慌的喊道 你你摸哪里呢 原来夏东阳是属于那种臂展比身高涨 很多的人 典型的NBA球员比例 这手臂探过赵雪岩的后背 手掌一个回来 竟然是一把扣在赵雪岩的侧胸上 对不起 对不起 夏东阳也是吓了一大跳 急忙将手给抬了起来 赵雪岩紧咬着牙关 委屈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昨晚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于是便起床洗个澡 哪知道却突然投云眼花倒在地上 他更是没想到 夏东阳会突然跑过来 后面还是这样子 这以后还怎么面对啊 阿气 突然赵雪岩打了一个喷嚏 没办法 即便是热天 这样子也是够冷的 夏东阳赶忙问道 赵总 我可以动了吗 赵雪岩微微一闭眼 无奈而委屈地说道 动吧 这次 夏东阳也是将手收回了一些 避免刚才的尴尬 好歹是将赵雪岩给扶了起来 赵雪岩再次躺回了床上 急忙拉过梁 被将身子给盖上 因为有刚才的亲密接触 这回 二人更是尴尬得很 赵雪岩甚至撇开头 根本不敢看下东阳 夏东阳这才说道 赵总 我给你找一套衣服吧 嗯 赵雪岩这时候 还能说什么呢 夏东阳说着 便走到旁边的衣柜旁打开衣柜 看着衣柜中 可谓是琳琅满目的衣服 他一时间也是为难得很 不过 但想着赵雪岩 恐怕是得糟粮了 这时候 还是穿一件后的 于是 他选了一件白色的针织衫 和一条深蓝色牛仔裤 而后递给了赵雪岩 问道 赵总 你看这两件行吗 赵雪岩看了看 经不住瞠怒地说道 我不穿内衣内裤吗 哦 夏东阳说着 又转身过去找 看着夏东阳那么乐的样子 赵雪岩突然觉得 这男人也是挺可爱的 可以想着 夏东阳正在翻找自己 自己的内衣内裤 他一张翘脸 又是经不住发烫起来 羞得急忙撇开头 夏东阳其实最初 也是没想那么多 但看着衣柜中 那些丝丝往往的 夏东阳不自禁地就想着 赵雪岩穿着这些小东西在身上 又会是什么一番风景呢 肯定是很美很美的吧 这也不能说是夏东阳好色 怎么说 他也是个正常的男人 而且还是个原装男人 如果是连这样的想法 都没有的话 那就太不正常了 可也是奇怪 明明刚刚都把赵雪岩 给看了个光光 这时候 却又想着赵雪岩 穿上这些小可爱的模样 或许真的是应了那句话 若隐若现 才更具诱惑 陡然 夏东阳回过神来 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 赵雪岩都已经这样了 自己还在脑海中歪歪塌 真是太无耻了 夏东阳啊 夏东阳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龌龊了 然而 他却不知 这只是一个男人 最真实的想法而已 怎么能说控制 就能控制得住呢 赵雪岩这时候 正好也是鼓着勇气 转头过来看夏东阳 但见夏东阳 突然扇了自己一巴掌 他有些诧异地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夏东阳被赵雪岩 突然这么一问 心头是心虚的狠 有些慌张地说着 没 没什么 他说着 顺手就拿起了一条 黑色的蕾丝小裤裤出来 问道 你看这条形吗 赵雪岩看见夏东阳 那慌张的表情 加上手中那条 自己十分喜欢的 性感私密小裤裤 历时似乎明白 夏东阳为什么 要扇自己一巴掌了 他翘脸一下 更是烫了 微微偏开头 羞怯不已地点了点头 夏东阳自然没想到 赵雪岩几乎是看破了 他刚才内心的歪歪 转身又拿了一件 黑色的小衣衣 与小裤裤正好配套的 拿着了衣服 赵雪岩这才咬牙道 你先站到衣柜那边去 我警告你 不准转过来偷看 嗯 夏东阳一点头 走到了衣柜前 看见夏东阳现在衣柜前 赵雪岩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后缓缓撑起身子换衣服 他整个人都虚软无力的 夏东阳站在衣柜前 看着衣柜中那些丝丝往往的 他刚平复下来的思绪与心境 又经不住躁动与响入飞飞起来 特别是想着 此刻赵雪岩正在后面换衣服 他便更是抑制不住的多想起来 他连忙深吸了一口气 而后微微向左边撇开眼 不去再看那些诱惑的小东西 然而 这不转眼还好 一转眼就是看见衣柜中 竟然有一面很小的镜子 而站在他这个角度 正好看见坐在床上穿衣服的赵雪岩 原本稍稍平复的气血 一下又是翻涌起来 特别是这个位置 简直就是三地全景 看得特别的清楚 夏东阳急忙撇开眼 这样头盔实在太不道德了 他想关着衣柜 又怕赵雪岩看见自己有什么动作 发现了自己脱盔 所以干脆就不去管 可他这一撇开头 心头又是 一如有只猫在捞一般 其痒难耐无比 忍不住又微微转头看去 这回 赵雪岩正好在穿小裤裤 他侧身坐在床檐上 凹凸有致的绝美曲线身材 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夏东阳深吸了一口气 不敢再多看 赶忙转过头 赵雪岩的余光 却是察觉到夏东阳这个动作 经不住转头向夏东阳看来 确定一下夏东阳有没有偷看 夏东阳自然也能感觉到赵雪岩的目光 心头更是发虚了 不知道为什么 当面对赵雪岩的时候 他原本强大的心境 用是不自禁的心虚 或许 这是因为 他看过太多赵雪岩的便宜 心头总觉得 对赵雪岩有所亏欠之类的吧 见夏东阳没有转过身 赵雪岩心头暗松了一口气 急忙将牛仔裤也给穿上 这一番穿衣穿裤下来 他更觉身上没力气了 经不住长吐了一口气 而后道 我好了 夏东阳同样是暗松了一口气 说实话 这样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身心的煎熬啊 继而 他转过身来 正准备关衣柜门 赵雪岩瞥眼间就看见那面衣柜中的小镜子 顿时经不住大怒 抬手指着夏东阳 咬牙喝道 夏东阳 你 他气得说不下去了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夏东阳赶忙反手将衣柜门给关上 急切地说道 我没看 看着他这么急切地说着 赵雪岩更觉得是此地无垠 顿时更是气的 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面色阴冷着 咬牙切齿地说道 夏东阳 夏东阳急忙上前道 赵总 你听我解释 那真的是个意外 我也没注意 里面有面镜子 那我问你 你到底看没有 赵雪岩紧盯着夏东阳问道 这夏东阳犹豫了一下 行了 赵雪岩直接打断了夏东阳 冷声道 夏东阳 我恨你 我 夏东阳听得面上大吉 但看着赵雪岩眼中的泪花 他却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干脆一巴掌重重扇在自己脸上 啪 这一声也是清脆得很 赵雪岩是吓了一大跳 夏东阳指道 赵总 对不起 对不起 他说着 抬手又向自己脸上扇去 赵雪岩连忙一把抓住他的手 可夏东阳手上的气力不小 赵雪岩被他一带 脚下立时就一个不稳 一下向夏东阳扑去 嘴无巧不巧的 正好亲在夏东阳嘴上 一瞬间 二人瞪大着双眼 都是愣了 结许后 赵雪岩回过神来 慌忙的一把推开夏东阳 向后面退去 可一不小心 脚又磕在床脚上 身子一下倒在床上 赵总 夏东阳急忙就要上前扶 赵雪岩却是急忙一伸手 喊道 你别过来 就站在那里 离我远点 此时此刻 赵雪岩简直是欲哭无泪 自己上辈子 到底欠了夏东阳多少债 为什么每次相处 自己都这样吃亏 夏东阳也只得站在原地 一脸歉意的说道 赵总 我 赵雪岩却是打断了她的话 道 你别说话 让我静一静 夏东阳指的不再说了 而这时 楼下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 夏东阳连忙说道 救护车来了 赵总 我先去开门 不等赵雪岩回话 她已然转身向门外跑去 赵雪岩经不住长出了一口气 有些心烦意乱 于非伤心离开 赵雪岩本想着和夏东阳拉开一段距离 同时自己也好好想想 与夏东阳之间 以后到底如何相处 哪知道会发生这样尴尬羞辱的事 赵雪岩只觉夏东阳就是自己命中的克星 只要和她单独相处 自己必然都会吃亏 还是吃大亏 不多时 敲门声就响起了 夏东阳引领着一个护士 和两个护工 排着担架进来了 看赵雪岩表面也没什么大事 而且 用担架上下楼也不方便 那护士便对夏东阳说道 你是她男朋友吧 看样子 还是你把她抱下楼吧 赵雪岩本来想说自己可以尝试走下楼 不想 夏东阳也没解释 已经点头道 哦 好 说着便上前 赵雪岩想要拒绝 可又想到有外人在 到时候 夏东阳脸上过于不去 也就只好默许了 依靠在夏东阳的胸膛上 听着夏东阳强有力的心跳 赵雪岩原本心烦意乱的心静 竟然平静了下来 取而代之的 却是安定与羞涩 她慢慢地闭上眼 享受着这一刻的宁静与温馨 很快 赵雪岩被送到了人民医院 夏东阳十分担心赵雪岩的身体情况 便是问那女医师 医生 她情况如何 怎么会突然晕倒 夏东阳刚才并没有问赵雪岩 怎么会晕倒在卫生间中 这时候 只有向女医师了解情况 女医师指道 通过刚才的初步检查 她本来就有贫血和低血糖 之前似乎做过一次输血 加上又来了力驾 所以才会突然晕倒 听着女医师给夏东阳说 自己来了力驾 赵雪岩面上不禁发烫 微微偏开头 夏东阳心头却是自责得很 原来赵雪岩有贫血 可那一次被绑架 自己受了枪伤 她却毅然给自己输血 导致了这次的晕倒 这时 那女医师又对着夏东阳说道 你这个男朋友 实在不怎么称职 女朋友有贫血 又是来力驾的日子 也不知道多关心关心 这次好在你 还会点急救 要不然 人没了 看你到哪里去找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后悔一辈子吧 是 是 我以后一定注意 这时候 夏东阳也是顾不得解释了 接着就问道 医生 那平日应该多吃点什么 女医师耐心地说道 肉类可以吃牛肉 猪腰 猪肚 肌肉这些富含蛋白质的 也可以吃 鱼类吃 夏东阳将女医师所说的 一一记在心头 末了 女医师却是看着赵雪岩 叮嘱道 你还是要多注意锻炼 饮食要有规律 刚才我顺便检查了你的颈椎和腰椎 都有些问题 虽然问题不大 但长期久坐熬夜加班 以后肯定会出大问题的 最好让你男朋友 经常给你安安 不等赵雪岩解释 那女医师便摇头向外走去 同时还感叹道 现在的年轻人啊 太不注重身体了 女医师走后 房中便只剩下了夏东阳与赵雪岩 沉默了一会后 夏东阳方才问道 赵总 早上吃东西没 我出去给你买点 不用 我在美团上点一碗粥就行了 赵雪岩摇了摇头 接着看着夏东阳问道 你怎么会突然跑我那边来了 我打你电话你一直没接 所以我就过去看看 夏东阳说道 赵雪岩听后又问道 你打我电话是有事吗 夏东阳便说道 昨天我妹妹被人绑架 赵雪岩之前打电话过来 让我问问你的情况 赵雪岩一听 面色陡然一变 身子一阵问道 怎么回事 东青没事吧 你没事吧 夏东阳摇头道 没事 我们都没事 赵雪岩松了一口气 接着问道 是孙家做的 夏东阳又摇了摇头 说道 赵雪岩那边 只是查到一点间接的信息 不能证明是孙家人指使的 赵雪岩觉得 孙家因为上次公司的事 可能会报复你 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赵雪岩点了点头 也没再多说 接下来的时间 夏东阳便待在病房中 陪着赵雪岩 午后 萧若男打电话过来了 不过 赵雪岩却并没有告诉她 以免她担心 赵雪岩的精神状况不好 加上昨晚又做了一晚的噩梦 所以都昏昏沉沉的 夏东阳则一直陪在病房中 时而她也会醒来 夏东阳则是递上一杯热水 细心地呵护着 晚上 夏东阳则是坐在陪护椅上 小气着 一直到了深夜 赵雪岩又一次醒了过来 看着旁边陪护椅上的夏东阳 她心头暖暖的 同时也十分的纠结 这样下去 她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与夏东阳与于飞之间的关系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这几天 她心神都有些乱 如工作狂的她 都选择在家里休息了一天 其实 她不止一次地想过 给于飞打电话 好好谈谈 可终究没有那个勇气 她生怕一谈 到时候与于飞的闺蜜感情彻底破裂 与夏东阳也走不到一起 可这样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这晚 她又失眠了 一日 夏东阳早早地起床 出去买了早餐回来 因为昨晚的失眠 赵雪岩的气色仍然不是很好 早餐后 医生例行沉简 建议赵雪岩 再在医院输两天夜 补充营养和体力 等着护士来挂点滴 赵雪岩无聊地刷了刷手机 突然急切地说道 不好了 夏东阳 你快看 烧烤店出事了 夏东阳一听 急忙过去看 二人紧挨着在一起 只见手机上是一则江阳新闻 标题是黑心烧烤店 过期食品至食客食物中毒 新闻主要的内容是 昨晚上大概是十一点半 有四个食客在大兵烧烤店 吃了几串烧烤后 不多时就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现象 医生断定是吃了过期的食品 导致食物中毒了 新闻下的评论区里 一边倒的都是口诛笔伐 什么黑心老板就应该拉去坐牢 地沟油就应该让他自己喝了 必须曝光他 人肉他 终生禁止从事餐饮行业 应该拉出来暴打之类的评论 夏东阳一皱眉 绝对相信自己店内的员工 绝对不会用过期的食品 他深吸了一口气 急忙拿起电话 要给许昊成拨了过去 可他电话却响了起来 是一个本地的坐机号码 夏东阳皱了皱眉 但还是接通了 礼貌地说道 喂 你好 电话那头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知道 你好 请问是夏东阳吗 我是 请问你是 对方便说道 我是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张亚 你名下的大兵烧烤店 涉嫌使用过期食物 导致食克食物中毒 我们已经到你的烧烤店门口 请你立刻过来 配合我们的取证调查 事情都出了 工作人员也找上门来了 夏东阳自然得配合 便点头道 好的 我立刻过去 谁打来的 一听夏东阳要出去 赵雪岩便问道 夏东阳指道 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 让我立刻去店里配合调查 赵雪岩微微错了错眉 敏感地说道 你不觉得 这事情传得也太快了吗 而且 你发现没有 这则新闻推发的时间 竟然是昨晚十二点十分 会不会太及时了点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针对烧烤店 夏东阳也不傻 历时问道 赵雪岩点了点头 说道 我听说烧烤店生意很好 那周围也有好些家餐馆 难保 不会有人心生嫉妒 而用下作的手段 夏东阳的性格 是在没有证据之前 从不会去轻易怀疑谁 或是猜测什么 转换了话题道 这些先不说了 我先去店面那边 赵雪岩也急忙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 处理这方面的事 我多少有点经验 夏东阳点了点头 二人便出门 同一时间 在医院五楼的那棵住院部中 徐浩诚和赵如荣 正在病房中 守着四个 还在打着点滴的时刻 这四个时刻 都是年纪不过二十几许的 年轻男子 是昨晚烧烤店街道的 最后一批时刻 他们点了大约 百十来块钱的荤素 以及一打啤酒 吃了大概有半小时左右 四人便先后出现了不适的反应 其中一个严重点的时刻 更是直接就呕吐了 徐浩诚和赵如荣 也先不问其他的 第一时间将四人送到医院中 医生断定是食物中毒 而且十分严重 先给四人洗了胃 而后打点滴 以防拉肚子脱水 一番检查忙碌之下 一晚上时间就过了 徐浩诚和赵如荣决定 先将这事给隐瞒下来 毕竟 夏东阳这时候 也还在住院 自己这边能解决就解决了 何必给夏东阳 平添烦恼和担心呢 他们二人却还不知道 这事在网上已经闹开了 而夏东阳 更是被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 请去喝茶了 二人本想着 先和四位时刻商讨一下 希望能通过双方协调的方式 在双方都满意的条件下 将这件事就给了 可看着四人状态和经历都很差 徐浩诚二人 也只得暂时放弃了 只要人就回来了 那什么事都好说 另一头 三合会所中 肖天虎放下了手中的电话 对身边的九指说道 要对付一个人 就得逼得他走投无路 在他最无助绝望的时候 你再踏一把手 他就会死心塌地的为你卖命 到时候将他掌控于股掌之间 这才是上位者应该有的手段 不用说 这次烧烤店食物中毒的事件 是他暗中让人做的手脚 相比起乔震东光明磊落的招揽 这肖天虎所用的手段 实在是尚不得台面 车上 夏东阳给许昊诚拨去了电话 他必须要在去食药监局之前 将事情大致了解一番 不然 等会一问三不知 事情将变得更加严重 最重要的是 他必须要知道 那四个时刻现在的情况如何 医院中 一见夏东阳来电话 赵如荣连忙对许昊诚摇了摇头 低声道 别露出破绽 许昊诚点了点头 接通电话 语气爽朗精神地说道 夏哥 早啊 我刚起床 准备去采购食材呢 有什么事吗 夏东阳自然知道 许昊诚在瞒自己 也知道许昊诚的好意 不过这时候 他绝不愿意让许昊诚他们 来背负这样的责任 便直接点破道 昊诚 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们现在在哪里 那四个时刻情况如何 许昊诚面上一惊 转头看了看旁边的赵如荣 赵如荣摊了摊手 表示自己没说 但科研也肯定没说 但现在看来 夏东阳怎么知道的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还是解决这件事情 许昊诚便说道 我和如荣 现在都在人民医院的那棵住院部五楼 四个时刻昨晚上洗了胃 现在正在输液 医生说 情况很严重 好在送来的吉时 现在他们除了虚弱一点外 情况已经稳住了 夏东阳松了一口气 只要没闹出人命就好 继二 他又问道 你确定 他们是吃了我们店的东西中毒的 许昊诚指道 至少他们进来的时候是好的 夏东阳接着又问道 那他们是点了哪些菜 许昊诚想了想 便说道 有排骨 牛肉 集真 夏东阳细细地听着 这些食材都是普通的食材 别说是同时食用 就算是一起盖着锅盖煮 也不会产生毒素的 他也相信 那些食材绝对是烤熟了的 现在唯一的问题 可能就是食材的来源了 于是 他便又问道 昊诚 食材还是从那家食品公司购买的吧 当然 我当时一样一样检查过的 都十分的新鲜 许昊诚气十分的肯定 继而道 夏哥 食材方面 你可以放一百个新 绝对的新鲜安全 再说 之前那么多的食客都点了那些菜 他们吃了 为什么会没事 一旁的赵如荣这时候抢过电话 压低声音对夏东阳说道 夏哥 我怀疑 这事不像是这么简单 这时 一旁的赵雪岩 从夏东阳手中 拿过了电话 说道 如荣 我是赵雪岩 我现在和夏东阳 已经在去烧烤店的路上了 你在医院里 只管守着那四个食客就行了 确保他们情况稳定 千万别和他们说什么赔偿 否则 我们便彻底沦为被动了 赵如荣一听赵雪岩所说的 心头陡然回过神来 是啊 既然这事是有蹊跷 如果上去就谈赔偿的话 到时候花了钱 恐怕也落不得好 甚至可能被坐实 烧烤店的食材 真的有问题 赵如荣是庆幸 那四人还比较虚弱 要不然 现在恐怕已经没什么回旋的余地了 当即便说道 姐 我知道了 这呀的 仗着和赵雪岩一个姓 嘴巴那是贼田 以前叫赵姐 现在干脆直接叫姐了 这边 赵雪岩又说道 医生给出的报告 你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掌握 而且要细问 食物中毒也分很多种的 细菌或是化学 或是其他的 还有 食物中毒是得 有个时间反应的 不可能吃下去就中毒 这些你都得仔细点 别放过任何一点线索 最后 他们要是主动找你谈话 你最好暗中录音 清楚没 赵雪岩这一番话 可谓是睿智不已 说的是丝毫没有卡顿 敬嫌总裁女强人的风范 那头 赵如荣忙不失地点头 连声道 是 姐 有都记下了 好 保持联系 有什么事直接打我的电话 赵雪岩想着 夏冬阳也未必擅长处理这些事 便直接将大气给扛了过来 挂了电话后 夏冬阳只道 谢谢 赵雪岩却道 别忘了 你说过 烧烤店我是占大部分股权的 只是资格证上没有我名字而已 这时候是关键时刻 赵雪岩自然不会再去考虑其他感情的问题了 只想着第一时间稳住局面再说 很快 夏冬阳二人就来到了烧烤店对面 一下车就进店门口 站着四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过路的行人 以及附近餐馆的老板员工们 看着议论着 毕竟 这时候烧烤店还没有开门 但却来了几个身着制服的公务人员等着 而且一看就是食药监局的 那是多么的刺目 毕竟 周围都是餐饮店 对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制服 是很熟悉的 夏冬阳与赵雪岩快速穿过马路 一上前 夏冬阳便一脸歉意的说道 我是夏冬阳 几位领导 实在抱歉 让你们久等了 其中一个看上去三十来岁 从监章来看 应该是个队长的男子说道 没事 请你打开店 我们要进去取证 以及对你做一些相应的问询 他一说话 夏冬阳便听了出来 他就是刚才打电话通知自己的张亚 继而便上前将门给打开 而后伸手 引张亚四人进店 请 四位领导请 赵雪岩自然也跟在后面 这食药监局检查取证 不是警局取证 有时候的询问 反而人多月能问出东西 所以也没人阻止赵雪岩 这是 人群中便有人问到 这是发生什么情况了 你没在手机上看江阳新闻吗 闹出大事了 四个客人昨晚来吃烧烤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天乖乖 这么严重 没出人命吧 出人命的话 还只是食药监局的过来吗 早抓起来了 这该不会是用了地沟油吧 其中一个旁边不远的餐馆老板说着 那谁说得清 烧烤本来就不卫生 那些肉什么的 都是洞库里拿出来的 谁知道洞了多久 僵尸肉是很正常的 还有 那些竹签子 谁又知道用了多少次了呢 是啊 哪像我那店 什么都是新鲜的 我就说嘛 做生意啊 别图个新鲜 还是得讲良心 这下好了 陪都得陪死他 铁定关门大吉了 又一人冷嘲热讽地说着 他其实也是一家烧烤店的老板 不过 他的烧烤店 还在巷子里面一点 夏东阳这三角路口的烧烤店一开起来 他的店这些天 几乎完全没顾客光顾了 都被夏东阳的店给拦截了 他心头是早就恨得牙痒痒的了 这回自然是幸灾乐祸 落井下石了 又有住在这楼上的市民说道 这些天 那每天是弄得三更半夜的 我们根本睡不着觉 那油烟未熏的我呀 鼻炎都发了 是啊 以我说啊 早点关门好 这人啊就是这样 你红了 有人嫉妒你 你没出息吧 有人看不起你 你没出事吧 一点小毛病都不算什么 一旦你出事了 小毛病便被无限放大了 完全就是我心胸宽广 已经人你好久了的样子 夏东阳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餐饮许可证 以及其余的证件 一进门 张亚便说着 如这种餐饮店 一旦出了事故 首先查的就是 有没有营业执照 夏东阳将身份证给拿了出来 赵雪岩则是到柜台里 将那些一英的证件找了出来 烧烤店之前的一切适应 都是赵雪岩打点的 所以 他比夏东阳更熟悉 那些证件摆放的位置 以及需要些什么证件 张亚接过了证件 一个一个的翻看着 他看得十分的仔细 旁边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 则拿着一个巴掌大的机器 应该是在核实夏东阳的证件 是否与备案的一致 这时 那些看热闹的行人 或是周围店铺的店主 甚至已经拥堵在了门口 看热闹吗 那就得看个究竟 只要他们不进店面 打扰工作人员的正常执法 也就没人去管他们 张亚将证件还给了赵雪岩 这些证件都都货真价实的 他自然是查不出什么 接着 他又说道 请你带我们去平日放置食材的地方 好 这边请 夏东阳伸手头前引路 几人来到了那小小的储物间外 夏东阳打开门后 张亚当先走了进去 另外两人拿着摄像机录像 准确来说 那应该是执法记录仪 开店这一段时间 夏东阳其实还没进过这储物间 这时候进来一看 只见这不过十平米的储物间中 十分的干净整洁 米白色的地板 擦得在灯光的照射下 都能映射出人影 一般的食物储存间中 多少都会有些气味 可这里却是没有丝毫气味 可见许昊成几人平时收拾的十分的情 张亚暗自点了点头 就这样的环境卫生 完全是过关的 不过 什么东西都不能看表面 还得继续查食物 继而 他打开了两个大冰柜 却见里面储存的食物并不多了 张亚便问道 夏老板 你们这食物就只有这点吗 夏东阳指道 领导 我们店的食物都是当天采购 因为开张没多久 并不敢采购太多 而且 我们店若是当天剩下的食物 第二天也都不会再用的 都是我们自己做菜吃 你看这牛肉 都是昨天采购的 我们用的是保鲜 并不是冷冻 张亚看了看冰柜上的显示 的确是保鲜 夏东阳并没有说谎 而且 这也是夏东阳之前定下的规矩 不能坑了时刻 张亚又问道 你们店的食材 是在菜市场购买的 还是食品公司 夏东阳如实说道 我们是在东市场的四海食品公司购买的 都是正规渠道 有票据的 那请你将票据给我们看看 我都拿过来了 赵雪岩说着 就将手中的一英票据 递给了张亚 刚才他去拿证件时 便顺手将票据也都拿了过来 他就知道 一定能用得上的 张亚接过后 一张张的翻看着 一旁的工作人员 用执法记录仪 将票据都给录了下来 张亚点了点头 显然 这些票据都没有问题 继而 他又说道 夏老板 我们需要将你剩下的这些食材 全部带回去检测 当然 当然 夏东阳知道 这都是程序 他内心十分的坦荡 相信这些食物 都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先去厨房看看 等会回来再收拾这些食材 张亚说着 好的 这边请 夏东阳头前带路 几人又来到了厨房 理论上说 烧烤店的厨房 应该是十分的乱 或是脏的 最起码油烟味都会很重 可这厨房中 却是十分的干净 每一样厨具 都洗净擦拭的透亮 张亚几人都不禁暗自点头 他们四人中 最年轻那人 都已经工作三年了 去过的店自然不在少数 可也很少有这样干净的厨房 当然 事情是昨晚发生的 今天来检查 不排除会有作秀的可能性 事情还得进一步查 执法记录仪将厨房的每一个角落 都拍摄了下来 张亚做事非常的谨慎细致 又让夏东阳将购买油 甚至其余调料的票据都拿了过来 一一核对生产日期等等 一切都没有问题 接着 张亚让夏东阳将员工给召集过来 不多时 老于等人就回来了 蔡冰玉几位服务员 年纪都不大 都没见过什么场面 自然都有些紧张 张亚态度十分谦和地说道 大家都别紧张 我不过是例行询问而已 这位大叔 请问你在店中是做什么的 老于语气都有些哆嗦 直到 我我是做汤圆的 也做烧烤打打下手 接下来 张亚对每个人的分工 都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 大家都是如实回答 之后 张亚便对夏东阳说道 我们会立刻回去 对店中剩下的食材做检测 正常情况下 三个工作日内就会有结果 这三天 你们店就暂时歇业吧 他话音一落 老于便是急切地问道 领领导 我们店是不是得关门了 是啊 领导 我们店十分注重食材的新鲜 和店内的卫生 绝对不可能出现食物中毒的 领导 请您一定要查清楚啊 是啊 或许那四个时刻 他们之前就是吃了什么 不卫生的东西呢 蔡兵玉等人 也是纷纷急切地说着 虽然才来这里工作没多久 但大家都是看着 烧烤店一天天生意起来的 都是有心血在其中的 如今发生了这样的事 心头如何能不急 张亚指道 大家先别着急 我们只是按照程序办事 如果你们店没问题 那四个时刻的食物中毒 的确与店内的食物无关 三天后 我们就会出公告 你们仍然可以照常营业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老于等人听后 纷纷松了一口气 夏东阳配合着张亚 以及那个工作人员 将店内剩下的食材 全部封存带走 油盐等调料 都带走了一定的样本 门口 夏东阳等人 将张亚二人送上了车 那些看热闹的人 特别是其中那烧烤店的老板 历时就落井下石地说道 黑心啊 还好是发现得早 要不然还不知道 得害多少人呢 历时就有人附和道 是啊 这良心都被狗吃了 钻钱眼里去了 用过七食品 怎么不把他给抓了呢 以我说 就得把这种黑心商家给赶走 影响我们生活不算 还坑害时刻 对 赶走他们 赶走他们 有人带头 其余人便纷纷声讨起来 一时间 这烧烤店闹腾了起来 老于急的 急忙站出来招手大喊道 请你们别乱说话 我们店用的 都是最新鲜的食材 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们不能这样张嘴乱说 蔡兵玉也站出来说道 调查结果还没下来 你们这样乱说 对我们十分不公平 你们得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赵雪岩也是冷声道 你们再这样打胡乱说 我们可以告你们诽谤的 那烧烤店的店主 历时就阴阳怪气地冷声嘲讽道 你们做黑心生意还有脸了 告 好啊 大家一起告他们 对 还有脸说什么 新鲜的食材 我呸 新鲜食材能让人食物中毒吗 就算新鲜的 恐怕手艺也不过关 怕是没烤熟吧 还要什么调查结果 事实都摆在眼前了 就是 真够不要脸的 老的哨的一起出来做黑心生意 也不怕断子绝孙了 有人说着更恶毒的话语 你你怎么说话的呢 老鱼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 蔡兵玉也是瞪着那人 回道 你说话这么恶毒 不怕嘴掌窗吗 我嘴掌窗 总好过良心被狗吃了 断子绝孙的好 那人也是回骂着 就是 做黑心生意 你还有理了 曝光他们 人肉他们 人渣 败类 丢我们江洋人的脸 这时 见这边这么多人 外面甚至还有不少电瓶车主 和一些小车车主 靠边停下来看 夏东阳一件事情越闹越大 便将老鱼和蔡兵玉给拉着 说道 算了 亲者自亲 我们先回店吧 然而 他话音刚一落 人群中 不知道是谁 竟然砸过来一个鸡蛋 直奔夏东阳的脸 夏东阳头一片躲了过去 那鸡蛋飞进了店中 人群中 那小烧烤店的老板 立时煽风点火道 大家砸 砸着黑心的店 黑心的人 本来这时候 就是晚上买菜返回的高峰期 不少看热闹的人都拧着菜篮子 有人出手了 其余人也是纷纷动手起来 一时间 鸡蛋 蔬菜有人 甚至连买的肉 都向夏东阳等人砸去 赵雪岩本站在前面点 夏东阳赶忙将他拉了回来 而后护着大家退回店中 将玻璃门给关上 他身上去世 被砸了好些个鸡蛋 还有几个芹菜 搭拉在肩膀上 狼狈不堪 几人禁店躲在了最里面 但外面激愤的市民们 仍然不罢休 转瞬间 门上 落地窗上 都被砸了不少鸡蛋和蔬菜 这种黑心店 大家一定相互监督 只要敢开着就砸 那小烧烤店的老板 又是煽动着大家的情绪 毕竟 只要夏东阳这烧烤店关闭了 他可说是 受益最大的了 有人也就附和道 还不止啊 这样的人 大家应该发到网上去 以后都得引起警惕啊 就是 别大伙的亲朋好友中招了 那就亏了 这些人说着 便是纷纷拿出手机 拍下了烧烤店的招牌 而后向朋友圈发 店内 听着店外的人群的声音 看着大家发朋友圈 破坏烧烤店的名称 老鱼等人急的是 直咬牙剁脚 蔡冰玉 以及其余两个年轻点的服务员眼中 更是含着泪水 赵雪岩抬手将 搭拉在夏东阳肩膀上的芹菜 夏东阳对他摇了摇头 说道 没事的 完了 这下是真的完了 老鱼老眼含泪 心痛至极的摇头说着 是啊 都发到网上去了 我们辛苦弄起来的名声 这下算是彻底毁了 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看我们生意太好了 可恶 实在太可恶了 蔡冰玉等几个服务员 也都纷纷心痛的说着 老鱼更是对夏东阳说道 小夏 真是对不起 我们却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现在店 怕是都开不下去了 蔡冰玉几个服务员也都说道 夏大哥 对不起 夏东阳连忙道 鱼叔 小菜 这是怎么能怪你们呢 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而已 再说 食药监局的检测结果 不是还没下来吗 我们的食品绝对没问题 绝对是经得起检测的 你们难道不相信自己吗 老鱼听后 便是一点头 坚定的说道对 我们一定没问题的 对 我们一定没问题的 一定没事的 夏东阳知道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安定大家的心 耐心的等待结果 等待真相大白的时候 人民医院内科住院部五楼 两个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 已经对许昊成和赵如荣做了问询 甚至问询了那四个时刻 四人都是一口咬定 就是吃了烧烤店的食物 这才感觉不是的 两个工作人员还带走了四个时刻的一系列检查报告 总之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局面对烧烤店很是不利 许昊成与赵如荣都是心急得很 现在看来 钱是肯定要赔一些的了 然而 赔钱是小 烧烤店的存亡才是大 夏东阳这边总算是安抚着老于等人 毕竟 心不能散来 继而 赵雪岩便帮他用纸巾擦拭衣服上的鸡蛋液 蔡冰玉也没多想的就要上前帮忙 却是被老于给拉住了 对着他摇了摇头 蔡冰玉回过神来 看了看赵雪岩 也是明白了什么 心道 这应该才是真正的老板娘吧 真是好漂亮 可他心头也很诧异 那于飞到底与夏大哥又是什么关系呢 当然此刻 其余几个服务员和他也是同样的想法 只有老于心头一直觉得 赵雪岩才是夏东阳的女朋友 毕竟 当时夏东阳摆夜摊的时候 赵雪岩曾经来过的 他还曾取笑过的 但看着赵雪岩细心地为夏东阳收拾衣服上的污渍 还别说 真有一派妻子给丈夫整理衣物的模样 这时 夏东阳电话响了 自然是许昊诚打过来的 一接通 许昊诚便急切地问道 夏哥 店里情况如何 夏东阳同样也是安抚着他 语气轻松地说道 别紧张 就是一些例行的检查程序而已 目前来说并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好 那就好 许昊诚明显是松了一口气 继而又说道 那夏哥 今天谁去采购食材 夏东阳指道 这三天 我们都等食药监局那边的监测结果 所以暂时歇业 许昊诚一听 又是紧张起来 问道 他们不会就这样把我们店给疯了吧 夏东阳语气平静地说道 什么事都得讲究证据和法律 我们店正当营业 放心 不会有事的 你和如龙先在医院等着 我等会就过来 见面再细说 好的 挂了许昊诚的电话 夏东阳看着老虞等人 表情轻松地微笑着说道 都别这样愁眉苦脸的了 我经常不在店里 你们也都辛苦了 这几天就当是放假 有好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都回去吧 走厨房后门吧 唉 老虞叹了一口气 当先向厨房的后门走去 在他看来 夏东阳之前百叶摊 开这家烧烤店 肯定是十分不容易了 却想不到 遇上了这样的事 现在压力最大的 铁定是他才对吧 老虞叹只叹 自己真的没用 不认识几个人 夏东阳这样帮自己 可在这关键时刻 自己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为此 他心头十分的失落与愧疚 蔡兵玉几个服务员 也是先后离开了 他们的情绪都十分的低落 微笑着送走了大家 赵雪岩如何看不出来 夏东阳是在强颜欢笑 他默默地走到柜台 拿了一包烟 和一个打火机 递给夏东阳 说道抽之烟吧 其实赵雪岩很理解 夏东阳现在的心情 他是利盐公司的总裁 也是随时承受着压力的 而且 往往还不能在 下属员工面前表现出来 那种动不动就在 下属在员工面前 白脸色的领导上司 只能凸显出自己无能而已 所以压力都只是 自己默默承受着 谢谢 我不抽 夏东阳说着 没关系的 我不介意 赵雪岩知道 夏东阳是顾及 自己一个女士在身边 他其实能理解 有时候 男人在情绪不好 或是面对压力时 的确是需要一支烟 来缓解缓解的 难以想象 平日在公司 高冷强势的赵雪岩 也会有如此 善解人意的一面 当然 人本来就有很多面 在工作上 在家庭里 都是不同的一面 高冷强势 也只是赵雪岩 在公司的一面而已 谢谢 夏东阳这时候 的确是想抽支烟 既然赵雪岩这样说了 他也不再拒绝 结果烟变点燃了 然后狠狠地作了一口 走到旁边两步 吐出浓浓的烟 围在店外的人群 也都是散去了 毕竟 夏东阳等人都退回店中了 又不是真的有什么 深仇大恨 还能真追到店里砸了 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赵雪岩站在原地 默默地看着 站在窗口抽着烟的夏东阳 他并没有认为 这个男人是一蹶不振 或是失去信心了 相反 他觉得这个男人 一定在想着 如何解决这事 如何让烧烤店 再次活起来 可夏东阳一支烟抽完后 却是默默地拿起扫帚 向门口走去 赵雪岩有些诧异 上前问道 夏东阳 你干什么呢 夏东阳指道 当然是将店门前打扫干净 我不收拾的话 就得还为工人收拾 他们已经够累了 我何必给他们再添麻烦呢 再说 我们过几天还得开业呢 不收拾的话 那得多难闻啊 赵雪岩一听 他就知道 这个男人不会轻易垮的 而这个男人 总是什么时候 都先是为他人作响 当即便盈盈一笑 欲气轻快地说道 我帮你 他说着 便快速到厨房拿了一个桶 打了半桶水 拿了一块毛巾出来 夏东阳扫着地上那些蔬菜 赵雪岩则擦拭着门上 以及玻璃上的烂鸡蛋 谁也不会想到 他会是一个公司的总裁 因为烧烤店食物中毒的事 也再次将二人给拉在了一起 不多时 一个肥头大耳 挺着啤酒度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他叼着烟 穿着件深色的背心 灰色的气氛裤上 油渍满布 踩着一双人自脱 整个人就是脏乱差的活生生写照 这男子正是巷子里面一点的那小烧烤店老板 之前人群激愤 怒砸烧烤店的事件 他可没少在旁山峰点火 和推波助澜 他一直都在关注着这边的情况 为了自己烧烤店的生意 这会见夏东阳出来收拾 他自然要过来嘲讽了 哟 收拾什么呢 反正都是要关门大吉的 我劝你还是趁早去食药监局 交代你那些黑心生意吧 那样或许 还能减轻点处罚 夏东阳微微停了停手 瞥了一眼那老板 而后语气平静地说道 我也劝你 立刻离开这里 那烧烤店老板 想着之前食药监局的都来了 继而 他心头便是一动 嘴角斜掉了烟 翘着右腿 一副无赖拽炸天的样子说道 怎么的 我就要站在这里 你还敢打我不成 打你又如何 就在那烧烤店老板话音刚一落 一道声音便从旁边传来 打你又如何 那老板寻声转过身 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那啤酒大度上就中了一脚 整个人直接倒飞而出 屁股正好撞在旁边的消防栓上 痛得他一声惨嚎 继而便是翻身摔倒在地上 打人的男子又要冲上去 却被夏东阳给喊住了 刘少 别打了 原来 这个突然冒出来 打那老板的男子 正是苦苦追求赵雪岩不成的 顽固大少刘少云 听见夏东阳的喊声 刘少云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夏东阳问道 夏哥 这种人这么嚣张 不打不行啊 夏东阳正要说话 那烧烤店老板已经爬了起来 对着刘少云大骂道 马德 你他妈谁啊 敢打老子 老子今天弄废你 他说着 扛着肥瘦的身躯 一脚就向刘少云后背踹去 刘少云虽说之前是顽固了点 但怎么说 还是见识过不少 而且 偶尔也是练习练习拳脚的 他听见声音 快速地转过身 一脚就踹出去 后发先制地踢中 那胖老板的腹部上 刘少云这一脚 并没有刚才飞冲过来的那一脚气力大 加上老板 那蹲位摆在那里 所以 那胖老板 只是向后退了两步而已 马德 还敢偷袭老子是吧 刘少云一声大骂 追上去接连又是两脚 两脚都踹中那老板的肚皮 这两脚下去 那胖老板 终于还是承受不起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刘少 行了 见刘少云还要上去踢 夏东阳赶忙上前 将刘少云给拉住了 刘少云冷眼对着那烧烤店老板 冷声喝道 夏哥不是不敢打你 而是不借打你 像你这样脑满肠肥的 一百个都不是夏哥的对手 那烧烤店老板见动手 也的确是打不赢 好汉不吃眼前亏 顿时干脆就坐在地上大喊着 各位街坊邻居 快来啊 这黑心的老板 做黑心生意不算 竟然还动手打人 这还有没有王法 有没有天理了 难以想象 他那肥瘦的身板 一个大男人 此刻竟然是如市井泼妇一般 坐在地上撒泼着 他最初的目的 想的是激怒夏东阳 一旦他对自己动手 那自己就报警 若是自己咬牙不调节的话 警察至少 也得关夏东阳好几天 加上店内闹食物中毒的事情 这么两件事叠加起来 烧烤店不跨也得跨 可哪知道 夏东阳没动手 却是跑出来个刘少云 没办法 打也打不过 他只得将街坊邻居喊出来 故技重施地激起大家的愤怒 果不其然 不少邻近店面的老板 或是员工之类的 听见他的喊声后 见又是烧烤店门口 大伙跑得更是快了 转瞬间 烧烤店门口 又为了好几十个人 从人群中 更是跑出来 一个竖着红黑格子围裙 长得绑大腰圆的中年女人 他一下就扑在 那烧烤店老板的身上 急切地问道 当家的 你这是怎么了 看着体型身材 不用说也知道 这两人是一家人了 烧烤店老板按想着 老婆来的真是时候 一件人也是多了起来 他历时就指着夏东阳 咬牙说道 他们打我 杀千刀的 我和你们拼了 那胖女人一听 那是面色大变 二话不说的 就像夏东阳扑了过去 刘绍云站在侧面点 哪里能让这胖女人 扑倒下东阳身上 一把就将那胖女人 给推了回去 那胖女人顺势就倒在地上 继而就是哭着大喊道 打人啊 打人啊 救命啊 好家伙 这果真的是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这夫妻俩 简直就是 被卖烧烤耽误的影帝啊 刘绍云可不吃这一套 出点血来 更有说服力 胖老板暗自为老婆的演技点赞 继而大喊道 大家来评评里啊 他们店做黑心生意 刚刚被食药监局查了 我不过是好一规劝两句 他们不听就算了 竟然还让人打我 这简直是没有枉法了呀 围观的群众一听 纷纷抬手指责道 真是要不得呀 别人好心劝你 你不听就算了 还打人 是啊 要我看啊 就应该把店封了 把人也给抓了 进去好好劳改一下 简直就是恶霸行为啊 报警 报警抓他们 对 报警 看着大家伙的声讨 胖老板心头暗自冷笑着 这挨两脚还是值得的 只要抓了下东阳 自己店的生意 肯定就会转好了 围观群众的情绪又激愤起来 刘绍云一时间四周环视着 也是没办法了 毕竟 他以前做事那都是 看不惯的 直接让人干 可现在他改好了 就连身边跑腿的 都全部给辞了 处理这些事 他自然是不行的了 一旁的赵雪岩 却正准备说话 他最多也只是想说 大家别受人蛊惑之类的 可下东阳却是伸手拦住了他 而后提高了嗓音 喊道 对 大家是应该报警 赶快报警 他这么一说 倒让那些嚷嚷着报警的人 都是静了下来 纷纷诧异地看着他 一时间 场面竟然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下东阳一双虎眼 扫视了一圈围观的人 而后点头说道 是 昨晚在我店里 的确出现了食物中毒事件 食药监局的领导 刚刚已经来检查了 也带走了食物样本 说是要三个工作日内 才会有结果 如果到时候结果下来 我店里的食物真的有问题 不用你们说 我立刻关了店 终生都不再从事餐饮行业 而现在 他们是不是吃了 我店里的食物中毒 还得等结果 在结果没下来之前 谁也不能说 我的店有问题 下东阳声音雄浑 中气十足 即便是在马路边上 一字一句 也清楚地落在在场 每一个人耳中 接着 他一抬手 向人群中虚指而去 喊道 你 大妈 刚才向我砸了三个鸡蛋 你 瘦大叔 刚才你向我扔了三根芹菜 您 阿婆 您连沉点老醋都扔了过来 现在还在那边 我还没来得及托 别说是我的店 现在没问题 就是有问题 你们刚才的行为 也已经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报警 好啊 我也正想报警 正愁找不到你们 你们回来得正好 我们一起去警局喝杯茶 谁又会想到 刚才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 下东阳就连谁扔了什么 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的呢 一听下东阳的话 那些人各个顿时都是慌了 好好的店里 却出现了食物中毒 下东阳虽说相信自己的员工 但发生这事 他心情多少还是有些郁闷 然而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谩骂 下东阳虽然不主动招惹人 但也不是没脾气 任人揉捏的软柿子 一番直刺心扉的话 顿时让围观的这些人 各个心头汗颜 特别是之前那些 对着烧烤店扔了东西的街坊 他们想不到 下东阳会将自己等人的面向 以及行为 记得清清楚楚 惊讶之余更是羞愧难当 纷纷想要脚底抹油了 毕竟 看热闹是看热闹 谁愿意惹上麻烦 被记住的话 说不得还要被报复呢 而一件情形被下东阳给震住 那烧烤店的老板 顿时又喊道 大家别听他的 他这是在狡辩 现在那四个客人都还躺在医院里呢 食药监局只是走程序而已 肯定有问题的 再说 我们砸的是黑心商店 这是为民除害 是在做好事 警察来了 也不会怪我们的 对 我们是在为民除害 警察治不了 还有我们市民呢 大家别放过他们 胖女人也是喊着 周围的群众 不少就是这附近的街坊 而且很多都是上了点年纪的大叔大婶 加上后来的不少群众 更是不知道情况 只是道听途说 以讹传讹的 一听这两夫妻的话 情绪又是开始躁动了 夏东阳立即便又大声说道 各位 看热闹无可厚非 但请你们保持理智 你们之前随便乱发朋友圈 已经侵犯了我们店的名誉圈 我完全可以告你们的 我还是那句话 就算是我们店有问题 有什么处罚 都应该由国家的执法部门来执行 你们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谣言猛于虎 这次或许是我的店垮了 我被冤枉不要紧 可万一下子是个人 人死了 你们就都是罪人 都是帮凶 夏东阳话音一落 围观的群众们 个个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其实看热闹的 哪里又有什么立场可言 夏东阳接着又说道 大家不要被人蛊惑 被别人利用了 你们知道 他们夫妻是什么人吗 他说着便冷眼看着 那烧烤店老板夫妻俩 接着道 巷子里面点的那家小烧烤店 其实就是 他们夫妻开的 我的烧烤店开在这路口 对他们店的生意 肯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 他们巴不得我的烧烤店垮了 这样对他们店的生意 就大有好处 公平竞争的话 我自然是没话说 可你们这样 煽动利用大家来打击我 以图达到你们自己的目的 难道不觉得 手段太拙劣了吗 其实 在刚才大家火闹时 扔东西砸店的时候 夏东阳便细心地注意到 就是那胖老板 一直在人群中 煽动大家的情绪 这回自己一打开门 他就忍不住过来 落井下石地激怒自己 夏东阳更加肯定了 他的目的了 夏东阳话音一落 人群中 历时就有人道歌道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当才他闹腾得最起了 同情是敌人 果然没错啊 感情我们都当了他的工具了 心机真是重的一笔啊 那胖老板见大家都 针对自己了 历时大喊道 大家别听他的 是他们店先出了 食物中毒的事件 我不过是为那些时刻喊冤而已 你这是想转移话题 一旁的刘少云一听 这时候是找准机会 说道 啊 你不提食物中毒的事还好 你这么一说 我真的很怀疑 食物中毒的事 是不是你在搞鬼 我看真的得报警 让警察去 好好查查你们 他话音一落 周围的群众便更是恍然道 不是吧 真这么阴险啊 这计谋 真是一环接一环的 何止啊 这简直是公斗剧啊 赵雪岩也是实际地说道 陷害别人 是得坐牢的 那胖老板辈这么一下 面色都是白了 连忙环视着四周 对大家喊道 冤枉啊 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们店食物中毒 可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老板娘也是急切地喊道 你们不能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 冤枉好人来的 冤枉啊 他们开黑心店 还打我们 你们不能听他蛊惑了 是啊 我们都是良心店 良好市民的 两夫妻是不断地喊冤着 可以旁市民 说实在的这时候 也是有些梦了 搞不懂到底是哪边有问题 所以都是三三两两的议论着 夏东阳并不是一个武断的人 他更不想去怀疑 胖老板真的会做这样的事 只是刘绍云突然说了出来 他也就没忙着说话 让这胖老板两人 感受一下被人冤枉时的 百口莫辩的无助感觉 同时 夏东阳也趁机好好观察了一下 这胖老板夫妻的面色 以他的经验来看 二人应该真的是冤枉的 至少 食物中毒的事情 不是他们做的手脚 件事情也差不多了 再下去的话 胖老板夫妻俩 急得怕事得喘不过气了 他便大声道 各位 其实我知道 大家都是关心 我们江阳的食品卫生安全 愤恨那些黑心的商家 我也随时欢迎大家的监督 但现在结果还没有下来 请大家都冷静一点 如果你们再像之前那样激进 只会损人不利己 夏东阳这是软硬兼施 人群中 历时就有人大妈甩手道 哎 什么破事啊 我还得回去给孙子做午饭呢 对啊 我也还得去接外孙呢 我还得去买瓶陈年老醋呢 转瞬间 人群便各自散去了 其实说来说去 烧烤店的事情 都和他们无关的 这人啊 有时候就喜欢跟风 一旦发现自己有点错误 或是前方道路不明 立马就闪人了 谁又会为之前的激愤而负责 哪怕是说声道歉呢 没有 看着大家都走了 烧烤店老板夫妻俩 都是经不住长松了一口气 夏东阳便说道 你们刚才也体会到 被人冤枉的感觉 不好受的吧 我希望你们也能将心抵心 夫妻两站了起来 那胖老板盯着夏东阳 点头说道 得 你会说 今天我认栽 看看你这些黑心的商家 能有什么好下场 我们走着瞧 说着 他恨恨地瞪了夏东阳一眼 不甘心地转身离开 等等 刘绍云却叫住了他 这样就想走了吗 等等 胖老板夫妻刚转身准备走 刘绍云却叫住了他们 直到 煽动群众杂电 又落井下石 就想这么走了吗 一听见刘绍云喊住自己 胖老板身上的肥肉 转身有些惧怕地说道 我我警告你啊 再动手的话 我铁定报警 刘绍云却是摇头道 打你 我都怕脏了我的手 洪光军是吧 我现在提前通知你 趁早关门卷铺盖走人 那老板洪光军一听 却是不知死活地说道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让我卷铺盖走人我就走人啊 神经病 刘绍云却是冷笑一声 说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的门面在这个月11号就到期了 哦 就是后天了 我决定收回铺子 不再做给你了 洪光军这回一听 顿时面色大变 双腿都在打颤 颤抖着声音说道 你你是刘家的人 原来 这条街有好几个店面 都是刘家的产业 那小烧烤店正在其中 刘绍云这段时间 接手了家族一些生意 这几个店面 也正好在他的管辖之中 却也是想不到 这几个门面 与夏东阳所开的烧烤店 竟是这么的临近 而且 今天还遇上了这事 对于刘绍云来说 他之前是憎恨夏东阳 破坏了他追求赵雪岩的计划 后来被抓住把柄后 便对夏东阳惧怕起来 直到对夏东阳变为敬佩 能为夏东阳半点事 他是十分的乐意 刘绍云指道 难得你还记得刘家的人 我还以为 你把店都当自己的产业了吗 好了 废话也不多说了 回去收拾东西吧 你还有一天多的时间 扑通 洪光军夫妇一听 同时跪倒在地上 洪光军更是连连坐一求饶道 刘绍 刘绍 您大人有大量 求您别和我们这种事情 小明一般见识 我该死 我有眼无珠 得罪了你的朋友 求求你放过我 我尚有七十岁老母 我那五岁大的孩子 身子骨也不好 现在我生意已经很惨淡了 如果再没了店面 根本生活不下去啊 求求您 求求您了 洪光军是一面急切地央求着 一面使劲地打着自己的耳光 看样子还真没留守 他怎么也想不到 夏东阳竟然会是房东的朋友 的确 店面真的后天被收回的话 这短短时间内 他如何再去找到合适的店面 特别是马上就高考完了 夏东阳店面又正好出现了问题 烧烤店的生意 肯定会迎来一个特大的高峰期 正式赚钱的好时机 他和老婆之前还在计划和幻想着 后面半个月会挣多少钱 难知道会提到钢板 如今 怎么省得离开 刘绍云却是毫不留情地说道 那是你的事 我还是那句话 趁早回去收拾东西吧 不要啊 刘绍 求求您 不要啊 夫妻两是不断地作医 央求着 那眼泪鼻涕 起来的凄惨样 哪里还有最初煽动人心情绪时的激昂兴奋 刚才离开回到店的不少街坊 也都是看见了这一幕 心头纷纷诧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还求上了呢 不过 但想着夏东阳刚才的话 这些八卦的街坊们 硬是按捺住内心的好奇 没有过去看热闹 爸爸 妈妈 你们跪着干什么 我好饿啊 这时 一个穿着背心短裤 看上去不过五六岁大的瘦弱小男孩走了上来 对着红光君夫妇喊着 看小男孩的面色 以及走路时的有气无力的样子 红光君没说谎 他儿子身子真的不好 娘 你跑出来戴什么 快回去 红光君面色大变 说实在的 做父母的 还是很怕孩子看见自己弱势的一面 这时 夏东阳便对刘少云说道 刘少 算了 他们也不容易 放过他们吧 夏东阳这人吧 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仇恨 在他这里都是能接过的 况且 人不为己天诛地面 红光君也是想烧烤店生意好点 也是为了自己的家庭 并没有做太过出格的事情 无可厚非的 刘少云却指道 夏哥 你这人就是太心软了 忘记他们刚才是怎么嘲讽 冤枉和煽动那些人 语言攻击你的吗 算了 他们也没把我怎么样 夏东阳摇头说着 刘少云只好道 我哥这是宰相肚里能撑传 记住了 以后见着我哥 都客气这点 是 是 谢谢刘少 谢谢刘少 红光君夫妇 那是连连对刘少云陪笑道谢 是该谢我吗 刘少云微微测了测声 红光君夫妇 连忙转身对夏东阳说道 谢谢夏哥 谢谢夏哥 行了 大家都是一条街的 理应相互照应才是 生活都不容易 夏东阳语气温和地说着 是 是 红光君夫妇 连连点头硬合着 你们回去照顾孩子吧 我们还得收拾一下呢 夏东阳说着 拿起扫帚 便要继续扫着 红光君也算是有眼力 连忙上前道 夏哥 我来 我来 他说着 就上前去捡那些烂菜 他老婆也是急忙说道 我回去拿扫帚来 夏东阳想要阻止 也是来不及 刘少云也加入进来 几人在门前收拾着 红光君夫妇俩 那最是卖力了 也是 如果不是夏东阳的乙德抱怨 他们别说是做生意赚钱 就连店面都没地方开了 他们如何能不感谢 夏哥 要说 你真的不够意思 发生这么大的事 都不知会我一生 真的不拿我当朋友 刘少云这位大少 也是拿着扫帚 一边扫着 一边抱怨着 夏东阳也是能感受到 刘少云的真诚 直到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我这也是实在忙不过来 刘少云正要说话 夏东阳的手机 却是滴滴滴的连连响了起来 那是收到短信的声音 夏东阳腾出一只手 拿出电话一看 只见手机上 竟然连续收到几十条陌生的短信 他打开一看 上面无不是江阳热心市民的谩骂 讨伐 指责之声 而且滴滴滴的声音还在响着 还不断的有短信过来 赵雪岩就在夏东阳身边 经不住探身上前看了看 而后安慰道 没事的 这些人都是跟风而已 不必理会他们 哥 怎么 刘少云也上前问道 夏东阳摇了摇头 说道 之前那些市民 将招牌发到了朋友圈里 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 现在很多市民发短信过来声讨 岂有此理 这些人都特么吃饱了 没事干啊 刘少云忍不住大骂着 接着道 算了 干脆关机吧 夏东阳摇头道 没事 他想着 万一妹妹打电话过来 自己可不能关机了 看着夏东阳 被那些市民发短信 谩骂滋扰着 一旁的洪光君 内心愧疚得很 紧咬了咬牙关 似乎下了什么决定 接着还是道 夏夏哥 其实昨天晚上 我见过那是个 食物中毒的时刻 而且 他们当时打电话 好像还提到了你的电 什么中毒之类的 什么 夏东阳面色一变 急忙问道 如果洪光君 真的听到那四个时刻什么 那很有可能会是 什么重要的证据 赵雪岩与刘绍云一听 面色也是一变 急忙向洪光君看去 洪光君便回忆道 昨晚上大概是十一点了吧 因为店里 生意不景气 所以我便早早洗涮那些餐具 这时候 就有四个男子过来 他们一边走一边抽烟 刚走到我店门前不远 其中一个人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他接电话时 我听得清楚 喊的是九哥好 接着 那边的九哥对他说了几句 他就回道 九哥放心 我们快到烧烤店了 要早准备好了 铁钉弄成食物中毒的样子 接着 其中一个人就见我盯着他们 还恶狠狠地骂了我两句 我看他们样子都是混的 哪里敢多说什么 急忙躲回了店中 现在看来 他们应该就是 来你们烧烤店的那四个时刻了 赵雪岩一听 便是欣喜地说道 夏东阳 这是个转机啊 有他这个人证 起码可以认定是蓄谋 要栽赃陷害我们店 是啊 刘绍云也说着 继而便很是不满地看着洪光君 冷声和问道 你既然都知道 烧烤店是被冤枉里 那你刚才还做那些孙子事 洪光君那满是汗水的脸上 写满了紧张 惊慌与愧疚 哆哆嗦嗦地说道 是 是我太自私了 只想着自己店里的生意后 盼着夏哥的电垮 马德 老子特么拍死你 信不信 刘绍云一听 更是恼怒地扬手欲打 刘绍 夏东阳急忙呵止了他 刘绍云也只是做做样子 毕竟 夏东阳之前都说放过洪光君了 他放下手 又对洪光君说道 那这样 等会你就和我们一起去食药监局 对他们说说 你昨晚上所看到的听到的 这这 刘绍 您放过我吧 我尚有老 夏有五岁大的儿子 而且身体还 闭嘴 刘绍云一见洪光君又是这套台词 不耐烦地喝止了他 冷声道 只是喊你去做个证而已 又不是要你的命 你至于妈你 洪光君一脸委屈地说道 刘绍 不是我不肯 而是不敢啊 那四个人明显都是混子 我一家老小的 还得在江阳生活啊 您饶了我吧 原来洪光君顾忌的是这个 这不能说他胆小 也不能说他没有社会责任心 而是一个人 一个家庭之主最本能的想法 只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家庭 保护自己的亲人而已 刘绍云相比洪光君来说 那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他从来不曾担心过家庭的问题 在认识下东阳之前 刘绍云可能担心的最多的就是 该怎么玩来度过无聊的一天 当即便说道 几个小混混而已 把你吓成这熊样 大胆地去食药监局作证 我保你没事 洪光君更是面露苦涩 说道 刘绍 求您真的饶了我吧 对于刘绍云的保证 洪光君可不敢相信 毕竟 自己就一普通市民 事情过了后 这样的大哨 哪里还有空闲来管自己啊 到时候 遭殃的还是自己一家人啊 你洪光君的明显不信任 刘绍云那个气啊 都准备要开骂了 夏东阳便是阻止他道 刘绍 算了 别为难洪老板了 再说 他所听到的 并没有涉及到我们烧烤店的具体名字 证据不全也没办法 是 是 夏哥说的对 我其实也是这样 考虑了的 洪光君听后 连连点头说着 刘绍云禁不住瞪了他一眼 洪光君连忙干笑着低了低头 其实 他还顾虑着 那四个混子打电话时 明显是听对面那个九哥的 自己要是去作证的话 就算那四个混子不报复自己 背后的那九哥 肯定也不会放过自己的 夏东阳接儿又说道 好了 洪老板 我这里也收拾的差不多了 谢谢了 你回去忙自己的吧 好好 好 洪光君连连点头着 接着便是两眼 含着惧怕的神色 看着刘绍云 弱弱的问道 刘绍云 店铺能续约吗 刘绍云这绘本 还在气头上 洪光君又提着查 他顿时怒道 让你做个证 你都畏畏缩缩的 还想续约 免谈 刘绍 洪光君一听 吓得都是要哭了 一旁的夏东阳赶忙道 刘绍 别为难洪老板了 这是我另外想办法吧 刘绍云其实也是气话 你就安心吧 以后好好做你的生意就行了 洪光君一听 面色大喜的 连连说道 谢谢刘绍 谢谢夏哥 得了 回去吧 回去吧 刘绍云也是不想多说了 示意洪光君回去 是是 洪光君点头陪笑着离开了 末了 刘绍云便说道 夏哥 我看这样吧 我爸和食药监局那边有交情 让我爸出面 应该能搞定 夏东阳一听 立即拒绝道 不行 刘绍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这样的话 无疑就是说明 我店真的有问题 刘绍云却道 这有什么 现在这世道 谁不靠关系 我自然也相信你没问题 但这事情发酵下去 就算店没问题 生育也全被那些跟风的给毁完了 刘绍云家庭里 也是做生意的 虽然他之前是个顽固二世祖 但从小在家里耳濡目染的 讲求的就是利益 所以对于他来说 夏东阳店有没有问题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用最简单的手法解决问题 让店尽快地开门 将影响和损失降低到最小 夏东阳却道 生育并不重要 当然的是我管不着 但重要的是原则 我要的是无愧于心 一定要等到食药监局 那边的结果下来 我相信我店里的食物 是绝对没问题 到时候 他们自然会证明我的清白 刘绍云可没想那么多 听夏东阳这么一说 他顿时有些急了 直到夏哥 做人问心无愧是好 可做生意抓的是时间 讲的是效益 现在 我们就是要争取时间 没必要这样太讲究的 夏东阳知道 刘绍云亦是指 自己太过古板了 但还是坚持说道 刘绍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的原则是不会改的 夏哥 刘绍云又要继续劝 一旁的赵雪岩 却是打断了他 说道 刘绍云 夏东阳有自己的处事方式 你就别劝了 刘绍云只得无奈地放弃了 便问道 那夏哥 你有什么打算呢 难道就干等着 不是我小人之心啊 这是摆明了 有人要对付你 你不找关系 或许对方已经在做小动作了 你等来的 未必是真正的结果 夏东阳知道 刘绍云的意思是 对方可能会用一些卑劣 甚至是步伐的手段 干扰甚至篡改检测结果 不过夏东阳还是道 就算对方用小手段 但我相信国家的执法部门 相信国家的执法人员 都是依法办事 秉公执法的公仆 夏哥 你将这世道想得太美好了 哪个地方没有老鼠屎呢 刘绍云表情更是无奈 赵雪岩对夏东阳颇为了解 他知道 夏东阳是个十分有原则的人 决定的是很难改变 说是固执也好 倔强也罢 但这一点 却是赵雪岩最欣赏的 当即便说道 好了刘绍云 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了 对了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刘绍云便说道 我是今天上午无聊 翻手机看见的 而且 这边有好些家门面 都是我家的 我接手了一部分生意 想从这边规划一下 赵雪岩点了点头 说道 看到你走上正途 管理家族的生意 我也为你高兴 嘿嘿 刘绍云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说道 以前是我不懂事 是下哥的出现教育了我 还有 孙德明之前在酒会上的话 也刺激了我 我刘绍云就是要将刘家做大做强 总有一天 我会将孙家给踩下去 我还就不相信了 我会比孙德明那二世祖差 他口口声声骂别人二世祖 殊不知 以前别人也都是这样骂他的 人活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 刘绍云可说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你走上正途 你爸肯定是最高兴的吧 赵雪岩又说着 刘绍云叹了一口气 知道 你还别说 以前我回家 我爸那都是给我摆着一张臭脸 谈话不到三句就开骂 现在 他经常对我笑了 说到这里 刘绍云脸上也是浮现出真心的笑意 夏东阳也是为刘绍云感到高兴 想不到误打误撞的 还让刘绍云给变好了 而且现在还成为朋友了 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就是那么的奇妙 有些人 无论你和他相处多久 都成不了交心的朋友 而有些人 敌对过后 反而成为好友之己 赵雪岩接着便说道 你之前对我说的那个原料合作项目 我看我们可以谈一谈下一步规划了 真的 刘绍云面上大喜 之前他也对赵雪岩提过一个合作项目 赵雪岩生怕刘绍云不过是三分热度 所以迟迟没有答复 但现在看来 刘绍云是真的走上正路了 自然是真的 不过等烧烤店的事情解决了再说 赵雪岩点头说着 那是自然 刘绍云点着头 竟然向夏东阳问道 夏哥 你接着有什么打算 我想去看看监控 夏东阳一口便说着 显然是早就想到了这个 他可不会坐以待毙 的确 就算是洪光骏肯出来作证 但他的证词中还是有很多破绽 如果能从监控中找到什么证据 那证据链便更加的完整了 而且 店门口也有两个高清的红外线摄像头 其中一个正好就对着这条街 应该能看见那四个时刻 从洪光骏烧烤店过来的情形 三人回到店中 夏东阳快速的调出了监控 其中一个便是外面之街道上的视频 而另一个便是那四个时刻所坐的位置 从街道上的监控中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四人从洪光骏的店前经过 而且走得比较的慢 摇摇晃晃的 看样子之前就应该喝了酒 吃了东西的 其中一人的确是拿出电话来 同时四人便停留下来 右侧的烧烤店门口 还可以看见洪光骏站在树下清理的餐具 这个画面也可以对洪光骏的话提供佐证 以他当时所处的距离 在幽静的夜中 是能听见那人的通话之声 四人大概停留了两分钟不到 而且也的确是转身对着洪光骏 应该是在骂着洪光骏 接着四人便直接向烧烤店这边走来 途中并没有停留 结合洪光骏之前所说的 四人应该是提前准备了药 那么他们没在途中服用 就肯定在店里的某个时候服用 一旦找到他们服药的监控视频 那就能大大佐证洪光骏的证词 接着 夏东阳便专注着四人用餐的视频 可能四人进来之时 也并没有想得那么细致 他们所坐的位置 距离右侧墙上的摄像头 看得清清楚楚 夏东阳暗暗记下四人所点的菜 与之前许昊诚所说的完全一致 接着 夏东阳将视频调到了四倍速 画面快速地跳动了起来 一旁的刘绍云惊叉得道 夏哥 你调这么快 能看清什么吗 夏东阳谦逊地说道 还能勉强看清 刘绍云默默竖了一个大拇指 双眼禁不住瞪大了两分 想试试自己能不能看清 不过几秒钟就感觉眼花了 他赶忙转开头 一旁的赵雪岩 却并没有怀疑夏东阳 因为他知道 这个男人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两分钟后 夏东阳将画面回到了正常速度 而后到 找到了 刘绍云揉了揉眼睛 看着屏幕 诧异地说道 没什么特别的情况 夏东阳却抬手指着屏幕 说道 你仔细看 这个人手中藏着一个小瓶子 他正在往茶杯中倒药 有吗 刘绍云又叹身近了一些 赵雪岩也是如此 二人顺着夏东阳的手指 果然见那人手中藏着一个比乒乓球 还小一点的土黄颜色瓶子 我天 夏哥 这你都能看见 刘绍云经不住扎唬了起来 刚才他或许 还有点怀疑夏东阳的话 但现在却是 惊得目瞪口呆 夏东阳真的在那么快速的画面中 找到了有人刀药的镜头 而且还是在对方那么隐蔽的情况下 这还是人的眼睛吗 接着 就见四人在桌下传递了药瓶 都是用很隐蔽的手法 将药水倒入茶水中 然后喝了下去 刘绍云一拍大腿 说道 这下就是铁一般的证据了 赵雪岩也点头道 那我们应该立刻赶去石药监局 将这证据交给张亚 夏东阳却摇头道 不着急 张亚已经将监控拷走了 我们能看到这一幕 他们应该也能看到 如果我们立刻交过去的话 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相信他们的感觉 也是 赵雪岩点了点头 觉得夏东阳考虑的十分的周到 殊不知 夏东阳这里面其实还有个想法 便是留个后手 如果真的有人暗中做小动作的话 他再将这视频交出去 到时候公布到网上 舆论便会一边倒了 同一时间 在石药监局化验室中 一个看上去三十左右 脸上皮肤如月球表面沧桑 带着个黑矿眼镜的男子 正在来回转有的忙碌坐着 从烧烤店中带回来的食品 真菌监测 他叫牟修文 是化验室的一个工作人员 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但大小的化验都得经过他的手 正巧今天本来和他一起上班的同事请假了 也就是说 这化验室 现在就是他说了算 这时 搁在旁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一听那铃声 他面色历湿一变 因为那个铃声 是他特意设置过的 他急忙将手套给取了 而后接通电话 客气不已地说道 喂 九哥 你好 怎么有劳你亲自给我打电话 是有什么吩咐吗 那头 传来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 说道 牟老弟啊 说吩咐这就太生分了 老哥这是想请你帮帮忙 牟修文一听 连忙道 九哥的忙 那我肯定得帮 哈哈 爽快 那头 九哥大笑了一声 而后道 其实也没什么 对于你来说很简单的 事情是这样的 听了那头九哥的简单讲述 牟修文便道 九哥放心 这是没问题 牟老弟办事 我当然放心 这样吧 我们今晚在皇宫好好喝几杯 牟老弟 你为江阳人民的事要安全 也是辛苦了 这下班后 偶尔放松放松 不算违背纪律吧 那边 九哥言语中 似乎总有种掌控的感觉 牟修文一听 面色很有些无奈 但也只得连连点头道 这不算 不算 都听九哥你安排 那九哥又说道 对了 我听说这次案件的负责人是张亚 他这人办事有些古板 牟老弟 你那边应该没问题吧 牟修文听后 历史打包票的说着 九哥放心 化验的是 他张亚也不一定懂 哼哼 那好 我就等牟老弟你的好消息了 说着 那九哥就挂了电话 三合会所中 给牟修文打电话的 正是萧天虎手下的得力干将九指 一旁的萧天虎抽着雪茄问道 那个牟修文没问题吧 九指打包票的说道 我相信牟修文这人长得有点寒称 三十多岁了 到现在都没结着婚 之前在会所中完 被我们的人留了底 他要想保住自己的工作 就得给我们办点事 萧天虎点了点头 说道 现在形势逼迫感怀不够 你要那边激进一点 是 会长 食药监局中 张亚从大兵烧烤店中带回来的食材 已经送去检测化验了 他正在和之前一起去烧烤店的下属 看着监控 张亚这个人做事 雷厉风情的 特别是食品药品安全 那都是和市民生活健康息息相关的 所以 他一分钟都不愿意耽搁 诚然 他之前对夏东阳所说 正常情况下 三个工作日就会有结果 但实际上 不过几小时就会有化验结果 只是还得结合监控视频 以及走一些程序 张亚执法很严谨 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任何一个黑心商家的原则 不仅在局中人缘好 在外面的口碑也是很好 他观看的视频 主要是从那四人静电后观看 自然 他没有夏东阳那样非人的眼神与观察力 正常速度播放 当然 这也是他谨慎起见 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一旁的那个夏鼠 双眼很小 犹如睡着了一般 实际上他 还是在看着 但没有张亚那么仔细 视频播放了一遍后 旁边的那个夏鼠便说道 视频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张亚谨慎慎地说道 再播放一遍 我得再看看 不要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那夏鼠却道 张队 有这个必要吗 现在网络上都是讨伐生 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再说 我们只需要等化验结果就行了 他一听当即面色一正 说道 周密 你的名字取得这么好 怎么做事就这么毛躁呢 别忘了我们的职责 可是关系到每个市民的健康安危 每一个案子稍有偏差的话 可能就会改变当事人一家人的命运 网友们不明情况的跟风 就算全江阳的网友都那么说 但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我们要的是证据 不管是证明一个人有罪还没罪 都需要铁一般的证据 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这样的话 明白吗 那夏鼠周密听后 立时站起身来 面色一正 语气坚定地说道 明白 我以后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张亚点了点头 抬手道 好 继续播 是 周密又播放第二遍视频 而且这次 他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看着屏幕上 暂停 陡然 张亚对身边的夏鼠喊道 张队 怎么了 那夏鼠问道 张亚直道 你看看这个人手心中藏着什么 他说着 抬手向屏幕上指去 那夏鼠顺着他手指看去 便说道 好像是一个瓶子 张亚的谨慎与细心 也是发现了那四人的问题 视频继续播放着 周密便说道 他们在桌下传递着那个小瓶子 这绝对有问题 张亚点了点头 面色颇为凝重地说道 看样子 这次的食物中毒事件 并不是这么简单 周密也深以为然 不过还是说出了心头的怀疑 知道 队长 如果仅仅凭着这个的话 他们也可以说 他们那小瓶子中 是装着某种治病的药 或是什么其他的功能饮料 张亚眉头一皱 虽然这样的说法有些牵强 但别人这样说 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 只看着一个瓶子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也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 私层了一下 他便说道 这样看来 只有等牟修文那边的化验报告了 如果化验报告 说明那些食物 是不会引起食物中毒的话 那就更能说明这四个人的问题了 对了 那四个食客在医院的检查报告呢 拿过来没有 在这里 我将他们的口供都放在一起 周密从文件夹中 将其余两个同事 去医院带回来的资料 一并递给了张亚 张亚接过来 细细地看着 四人的口供 那是惊人的遗志 都说 那是什么从老家带来的醒酒药 就是吃了烧烤店的食物 引起的腹泻呕吐 从医院的检查报告来看 也的确是细菌导致的食物中毒 一切看上去都是无懈可击 张亚却是细心地说道 继续往下看 只要有一点一点 我们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都不能够武断地定论 他们不是说 那瓶子里的是什么醒酒药吗 那好 找到那个瓶子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一旁的周密一听 双眼也是一亮 直到 队长 你说的还真的是 只要那瓶子中 真的是什么没危害的 结合牟修文那边的花言报告 到时候才能定案 二人接着往下面看监控 很快就看到了 四人结账出店 在店门口出现腹痛的症状情形 周密指道 队长 好像并没有看见他们 有谁将瓶子给丢了 张亚点了点头 虽然只看了一遍 但他仍然能肯定 那小药瓶子还在四人中 而且就在那个留着三七片分头 右边耳朵戴在一个耳钉的家伙手中 张亚仔细看着四个时刻 他们是先坐上下东阳那辆黑色的大众车上 由赵如龙开车 先送他们去医院 徐浩诚则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跟着 没有多尴尬一分钟时间的 将四人送去医院 而在这期间 那片分头耳钉男 也并没有将药瓶给丢了 张亚接着便说道 周密 走 我们去医院 在询问下那四个时刻 务必要找到那个要瓶子 张亚不想在这里等着化验报告 毕竟食物中毒这事件 如果餐厅有问题 那时刻便是受害者 可如果餐厅没问题 那餐厅就是受害者 作为执法者 张亚必须处在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 尽最大可能的还原事情的真相 不冤枉任何一方 夏东阳这边 刘绍云暂时也帮不上什么忙 便是离开了 不过 走的时候 还是对夏东阳交代 有什么变故的话 第一时间通知他 夏东阳也没拒绝刘绍云的好意 毕竟 虽然不会真正要依靠刘绍云什么 但多一个朋友 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们现在是要去医院 赵雪岩自然能猜到夏东阳的想法 夏东阳点了点头 二人很快来到了那棵五楼的住院部 徐浩诚和赵如龙还在这边等着 一见夏东阳二人前来 二人便迎接了上来 赵如龙当先问道 夏哥 姐 店那边情况如何 一些程序而已 没什么大问题 夏东阳并不想让赵如龙二人知道 那些群众扔东西的事情 接着便问道 四个时刻情况如何 赵如龙指道 目前来说 情况都还比较稳定 只是都比较虚弱 夏东阳点了点头 便说道 我进去看看吧 毕竟 烧烤电台才是主人 发生这样的事情 进去看看是应该的 可就在这时 从电梯中涌出来七八人 其中有男有女的 一见夏东阳几人 其中一个三十多岁 留着平头 牛高马大的男子 便冲上来大声质问道 你们谁是烧烤店的老板 夏东阳指道 是我 那大汉一听 顿时就大骂道 马德 黑心东西 卖过七十品 害我兄弟 打 随着他一声吆喝 其余几人纷纷举着拳头 向夏东阳招呼了去 夏东阳连忙将身边的赵雪岩 往身后一拉给护住 一旁的赵如龙与许浩成急忙上前 将大汉几人给拦了下来 火爆性子的赵如龙 抬手指着几人 大喝道 干啥 干啥 一上来要动手 要打架是吧 别在医院里 我们去外面 这压的可不是怕事的主 那大汉也同样是个火爆的脾气 嚷嚷道 好啊 下去 不下去就是孙子 走 走啊 那大汉也是针锋相对 赵如龙和那大汉拉扯着 嚷嚷着就要下楼下走去 如龙 住手 夏东阳急忙呵止住赵如龙 然后上前一步 对着那大汉等人说道 各位 我是烧烤店的老板夏东阳 你们与里面的四个时刻是什么关系 我是二的大哥 我是雷鸣的大姑 我是 几人七嘴八舌的说着 看来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来了 是来兴师问罪的 夏东阳听后 直到 各位家属 我知道 你们兴起亲人 但现在相关部门的检测结果还没下来 你们的亲人 是不是吃了我们店的食物中毒 还说不清楚 他话音一落 其中一个四十几岁 却是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 劈头盖脸的问道 想推卸责任是吧 我就问你 他们是不是在你店里出事的 这个是 夏东阳点头说着 这个他无可辩驳 那你还狡辩什么 大钩子 打 那中年女人拉扯着嗓门 对着前面那大汉喊着 大汉等几个男人 历时更加的暴躁了 纷纷抡着拳头 就向夏东阳砸去 赵如龙与许浩成 也不是没脾气的 历时就和几个大汉打在一起 走廊中 瞬间便是一片混乱 住手 见双方打了起来 夏东阳急忙大喝一声 这里是医院 不能因为这事 而影响到其他的病人 许浩成和赵如龙一听 纷纷停下 手向后退了两步 就这一会儿功夫 那五个大汉 却都是面上挂彩了 毕竟 许浩成二人的身手 可不是盖的 然而 谁都没有注意到 就在这时 一个身着白衣大褂 戴着口罩 看外表是个医生 却是悄然地溜进了 那四个时刻的病房 夏哥 他们还在录像 这时 赵如龙注意到 那浓装艳抹的女人 以及其余两个 稍微年轻点的女人 竟然都拿着手机在录像 显然是早就有准备 甚至可说是预谋 也就是说 刚才的打斗 分明就是对方 故意的激怒 录像后 或许就会发到网上 那局势 对烧烤店更加的不利 果然 那浓装艳抹的女人 历时就仰着手机喊道 好啊 你们开黑心店不算 还殴打受害者家属 我要让网友们 都知道你们的可恶行径 可恶 赵如龙怒骂了一声 便向那女人冲去 如龙 夏东阳喊住了赵如龙 而后说道 我们做人做事 但求问心无愧 不惧别人用任何手段 赵如龙退了回来 不过表情仍然是十分的愤怒 夏东阳这时 便又对那几个时刻家属说道 几位家属 在施药监局的检测结果没出来之前 我需要你们冷静 如果到时候 我店中的食物真的有问题 你们要打要骂 我绝不反抗 那个浓装艳抹的女人 听后 历时道 打你骂你 就能算了吗 不需要赔偿吗 原来是这样 难怪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或许 这些亲人平时都不怎么来往的 但出了事 涉及到钱了 这些不怎么来往的亲人 那就显得比谁都要亲了 也是热情的 让你难以想象了 夏东阳点头道 真的是我店的错 相应的赔偿我自然恢复 好 记住你说过的话 我可是录音了的 那浓装艳抹的女人 又扬着手机说着 显然她不是什么善差 接着 夏东阳一行 便向病房走去 几个家属也是没拦着 然而 当一行进到病房 却发现四个食客 竟然全都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夏东阳心头一动 急忙上前查看 究竟的一个食客 顿时面色大害 那食客竟然没了生命迹象 她赶忙去查看 第二个食客的情况 一旁的赵雪岩 赵如荣 以及许昊成 也都是看出了情形不对 急忙跟了上去 夏东阳已然快速查看了 其余三个食客的情况 赵雪岩问道 夏东阳怎么样 夏东阳摇了摇头 面色无比凝重地说道 他们都死了 死了 赵雪岩一双美目瞪的老大 面色惊骇不已 死死了 这时 一旁那打扮得 妖里妖气的中年女人 更是吓得一声惊呼 面色大变 慌忙地向外面跑去 其余几人 也都纷纷面色 惊恐地向外面跑 夏东阳一皱眉 急忙对赵如荣喊道 拦住他们 同时 他也按响了床头的呼叫铃 叫医生过来查看情况 赵如荣与许昊成 也是惊骇不已 要知道 他们一直都守在病房外的 而且就在半小时前 他们还进来看过四人 那时都是好好的 这回 听见夏东阳的喊声 他们从惊骇中回过神来 快速将门口给堵住 那中年女人 面色惊慌地看着夏东阳 问道 你你拦住我们干什么 夏东阳冷声道 你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亲人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不是他们的亲人 赵雪岩 赵如荣 以及许昊成 都是面色诧异 夏东阳怎么会这么说呢 你你胡说 那个中年女人 明显是底气不足 夏东阳则是更加地肯定了 接二便说道 如果你们真的是他们的亲人 当见到他们不明不白地死了 你们表现出的 绝对不会是 现在这样惊慌 而是悲伤 更会找我这个当事者闹事 甚至是拼命 夏东阳这么一说 赵雪岩三人 也都是豁然开朗 的确如此 作为家属亲人 见到自己的亲人突然死去 而且是 现在这样的情况 绝对不会表现得这样 一群人都慌里慌张地逃跑 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夏东阳面色一沉 眼神阴冷地看着几人问道 我们件事情要穿帮了 那中年女人微微懦懦的 其余人也都是各个微微低着头 心虚惊慌不已 发生什么事了 这时 一道声音自门外传来 正是快速赶过来的张亚 她身后跟着眼睛 小得如一条缝的下属周密 夏东阳一见 急忙上前道 张队长 你来得正好 这四个时刻死了 什么 张亚面色大变 急忙冲进了病房 这四人间的病房 所剩下的空间本就不大 现在更是被挤得满满当当的 张亚虽然只是一个 食药品的督察人员 但胆量也是不小 挨个查看了四个时刻的情况 也是确定 四人已经死了 她面色凝重地 连忙拿出电话 拨通了110 毕竟 这回闹出了人命 可不在她控制的范围中了 必须得通知警方过来 报警后 切儿她便说道 现在在场的 谁都不能离开 一切等警方过来再说 这是处理这等 急事的正常程序 那几个所谓的家属 一见张亚已经报了警 顿时各个面色更是惊慌 怎么了 这时 一个医生快速赶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两个护士 夏东阳上前道 医生 他们四个都死了 不可能 那医生语气坚定地说着 半个小时前 我才查看了他们的情况 除了虚弱一点之外 一切都很稳定正常 虽然他说是这么说 但人命关天 他还是上前一一查看 而后便是一个量抢 要不是夏东阳眼疾手快 恐怕他都摔倒在地上了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死了呢 不可能 那医生一脸的不可思议加惊慌 显然也是吓得不轻 在他主治负责的病房中 这一下突然死了四个人 那可是四条人命啊 随便搁在哪个医生身上 都会吓得不轻的 那两个年轻的小护士 还是第一次看见死人 虽然说都戴着口罩 但从他们的眼神中 仍然可以看出 是相当的惊慌 病房中 气氛一时间变得空前的凝重沉闷 谁都没有说话 但每一个人 心头都有着自己的想法 四个时刻的突然死亡 四条先活生命 转瞬间逝去 让病房中的气氛 一时间变得空前的凝重沉闷 夏东阳脑海中私存着 这是一定有蹊跷 警方应该肯定会让法医验尸 查出真正的死因 赵雪岩却是不免担忧着 现在出现了四条人命 夏东阳始终是当事人 肯定会牵扯其中 赵如荣与许昊成 也同样担忧夏东阳会被牵连 但同时 他们也心头愧疚不已 毕竟 他们本就是留在这里照顾四人的 可四人现在却死了 张亚也觉得 这是太过蹊跷了 自己刚要过来 问许那个小药瓶的事 怎么四人就突然死了 这也太巧了 肯定有猫腻 医生惊恐之余 内心也是内疚自责 毕竟 这是他负责的病人 而那几个所谓的家属 个个都是微微低着头 神色不安的 这样大概过了十来分钟 一串急促的脚步声 从外面传来 六个警察来到了门口 为首的是一个身着警服 一头干练短发 身材挺拔 英姿飒爽的女卫 正是傅清霜 而落后他小半步的 正是负责这片区域的 分局小队长司徒行 可谓和夏东阳 也算是老熟人了 请问 是谁报的警 傅清霜进门便询问着 问话间 他便是看到了 夏东阳竟然也在这里 眼神中不仅有些诧异 不过也并没有生长 毕竟 现在是办公 司徒行也是如此 并没有和夏东阳打招呼 张亚便上前道 几位警官好 我是食药监局队长张亚 是我报的警 是什么情况 傅清霜又问着 接着 张亚对目前的情况 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 傅清霜听得 不禁抬眼看了看一旁的夏东阳 意思是 前两天被炸伤 你这头发都还没长出来 还戴着帽子呢 怎么又有你了 夏东阳也是一脸的无奈 好好做个小本生意而已 谁知道会这么多事情呢 听了情况后 傅清霜便点了点头 继而对身边的司徒行说道 司徒 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分局问询 将四位死者运回法医部 先弄清楚死因 是 副队 司徒行点头的令 他只是这片分局的队长 而傅清霜 现在可是总局的副队长了 级别自然在他之上 一行人被分别带着了 就连那主治的医生也不例外 张亚和周密也跟着回警队 毕竟 四个死者是在食物中毒的案件之中 夏东阳几人则被留在了最后 由傅清霜亲自负责 怎么又卷入食物中毒了 傅清霜有些无语地问着 夏东阳摇了摇头 也没有多解释 便说道 副警官 我觉得这是不简单 如龙他们说 半个小时前 四个十个还好好的 而且 医生也检查了 说他们情况都很稳定 不可能突然全部都死了 你的意思是 他们有可能被杀人灭口了 或者是那个医生有问题 傅清霜也是颇为警觉 夏东阳不会随便去怀疑哪个 而且 但看刚才医生的表现 也不似作假 于是便说道 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 和四个死者的家属 在走廊内有点小冲突 这要巧 紧接着进病房 四个人就都死了 傅清霜听后 眼神一转 似乎想到了什么 历史就问道 你们刚才冲突的时候 具体在什么位置 在前面一些 距离电梯口不远 夏东阳抬手指了指 几人干脆走了过去 傅清霜看了看病房 距离现在二人所在的位置 应该有七八米左右 继而 他又问道 那你们当时起冲突时 有没有注意到 有人进了病房 夏东阳摇了摇头 赵雪岩三人也是如此 刚才注意力都在这边 而且 他们又都是背对着病房这边 十几人拥堵在走廊中 即便是夏东阳耳力再好 也不可能达到 背后长眼的境界 傅清霜点了点头 说道 这样 我立刻将这个走廊的监控 调出来 你们也和我一起吧 很快 傅清霜将监控拿了出来 一行赶往分局 就在医院门口不远的路边 停着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 里面坐着一个身着黑色T恤 戴着墨镜 看上去三十几许的寸发男子 他拿出电话 拨通了省城的一个号码 那头 接电话的正是孙中兴 只问道 事情办成了 成了 我刻意留了一些破绽 警方应该很快就会查到我的头上 这头 墨镜男子说着 孙中兴便说道 很好 我在码头已经给你安排了退路 送你去境外 那边会有人接应你 你钱藏在萧天虎身边多年 这次算是立了大功 我不会亏待你的 接应你的人会当面给你钱 你就在国外好好过日子 谢谢老板 墨镜男子面色欢喜地说着 挂了电话 他便开着车向码头开去 殊不知 他开车刚离开 在后面不远的一辆黑色的桑塔纳上 坐着的正是之前跟踪夏东阳的洛三湖男子 他也立刻拨通了省城的一个电话 而接电话的 就在孙中兴书房隔壁卧室中的邵美华 他的口气和孙中兴如出一辙 直接问道 事情办成了 洛三湖男子却说道 夫人 夏东阳作死地卷入了一起食品中毒案子 也不知道是谁抢在我前面 将那四个食物中毒的时刻给灭口了 现在 他被警方带走了 我还要继续吗 少美华听后 却是冷声道 我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 我只要他死 你要是没有机会 就给我创造机会 抓他身边的女人 总没有问题吧 引他一个人出来 少美华已经被仇恨蒙了心 一心只想为自己和儿子报仇 他哪里知道 另外一拨人 就是他老公孙中兴派出去的 而正是因为 他对仇恨的执着 一步步将孙家拉入了深渊 这头 洛三湖男子便说道 是 夫人 接着 少美华不忘提醒道 对了 我得提醒你 夏东阳的身手很强 千万别掉以轻心 一旦你创造出机会 别和他多废话 直接了结他 反派往往死于话多 这边 洛三湖男子一听 嘴角不由得狠狠一抽 就算反派的话 自己也只是一个打下手的而已 没必要说得这么明显吧 不过 想着那丰厚的用金 他也没多在意这个问题 便说道 夫人 我知道该怎么做 不会给他机会的 那就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少美华说着 便挂了电话 洛三湖则是开着桑塔纳 向分局赶去 他盯上的 自然是夏东阳身边的赵雪岩 他认为赵雪岩就是夏东阳的女人 因为有食物中毒的案件在先 所以这起人命案 夏东阳也是被牵扯其中 甚至被当成是嫌疑人 毕竟 四人的死亡 也有可能是食物中毒 恶化导致的 所以 即便是父亲双相信他 但他还是得避嫌 不能一起去看监控视频 甚至不能过多的过问案情 一番问讯后 他被告知 这段时间需得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 而且不能离开江阳范围 夏东阳四人走到分局大厅 就见张亚和周密 已经坐在旁边的凳子上 夏东阳自然是主动迎了上去 因为他知道 张亚二人肯定是在等自己 张队长 夏东阳上前主动打招呼 张亚暗自点头 从这些细节方面可以看出 夏东阳的为人处事不错 但这些归这些 案子还是得公事公办 他便点头说道 夏老板 你对那四个时刻的突然死亡 有什么想法吗 夏东阳觉得 张亚问自己这个问题 应该是在试探 便说道 我也觉得很奇怪 本来我今天过去 是想向他们说声抱歉 毕竟 他们是在我店里出问题的 可很遗憾 我还没和他们说上一句话 张亚其实也是问问 毕竟 他并不是警察 而这些警察应该都问过的 继而也是遗憾地说道 我也是想过去再询问一下他们 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夏东阳岔开话题 问道 对了 张队长 那些食材检测有结果了吗 这 张亚正要说话 突然 想了起来 他便对夏东阳礼貌说道 抱歉 我接个电话 请便 夏东阳伸了身手 礼貌地微笑着说道 等了大概一分钟 张亚收起手机走了回来 但看他面色多了几分凝重与怒意 夏东阳不禁皱了皱眉 果然 张亚便上前说道 夏老板 看来你得和我一起 回一趟食药监局了 我能问问是什么情况吗 夏东阳问道 张亚语气严肃地说道 我刚才收到局里的消息 从你店内带回去的食材 里面的确查出有制人食物中毒的有害真据 一旁的赵如龙与许浩诚 同时坚定地说道 不 不可能 我们店的食物绝对没有问题 特别是许浩诚 这段时间 店内的食物都是他亲自去采购回来的 每一种食材 那都是他精挑细选 绝对的新鲜 不可能存在过期食品 张亚指道 检测的结果就是如此 夏东阳 随我们走吧 好 我和你回去 夏东阳自然不会反抗 夏哥 夏哥 赵如龙与许浩诚面色急切地说着 甚至拦在夏东阳身前 夏东阳面色一正 说道 浩诚 如龙 我这是去配合张队长的调查 你们这是干什么 快让开 的确 张亚是执法者 背后是国家与法律 赵如龙二人如果阻挡的话 那性质就完全变了 夏哥 赵如龙二人并不打算让开 夏东阳摇头道 没事的 你们先回去吧 二人这才让开 张亚虽然与夏东阳不过只几面之缘 但单论夏东阳的为人处事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是做得很细致的 理论上说 如果不是个很谨慎的人 那只有可能 就是一个心机十分阴沉的人了 请吧 张亚伸手示意夏东阳 夏哥 夏哥 赵如龙与许浩诚急切地喊着 没事的 夏东阳对着二人点了点头 又对赵雪岩点了点头 示意他们别担心 这才跟着张亚二人离开 夏东阳离开后 赵如龙看着刚才一句话都没说的赵雪岩 一脸急切地说道 姐 你刚才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 说什么 赵雪岩看着赵如龙 反问道 现在一切都讲究证据 食药监局那边 已经检查出食物有问题了 我说什么 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一旁的许浩诚立刻说道 可我敢肯定 我们店的食物 绝对没问题的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赵雪岩一听 历时想起了之前刘绍云所说的话 这时 赵如龙又说道 姐 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看着夏哥这样被带走吗 赵雪岩念头急转着 而后道 不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要做得准 做得有意义 既然那边检测出食物有问题 好 我们就当是有问题 但有问题 不一定就会引起食物中毒 而且 是四个人的食物中毒 要知道 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对真君的抵抗能力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只需要找到另外一种东西 也可能引起食物中毒 那我们就不再处于被动了 赵如龙指道 可那四个食客 现在都已经死了 我们又还能找到什么证据呢 徐浩诚也说道 是啊 那四个食客真正的亲人 肯定会很快赶来 到时候铁定会告我们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赵如龙又向赵雪岩问道 姐 你是有什么办法吗 赵雪岩早就有所打算 便说道 之前我和夏东阳看过店内的监控 四个食客在吃饭的时候 曾经同时喝了一种药水 法医那边查不查得出来 我不清楚 但只要我们找到那一条瓶子 就算是药水倒完了 还是能检测出来的 既然你们笃定 食物是没问题的 那那个小瓶子 就肯定有问题 只要我们找到瓶子 就能有很大反转的可能 赵如龙一听 顿时愤怒地道 娘的 肯定是有人指使 那四个龟孙陷害我们 结果被人给杀人灭口了 到底是谁对我们烧烤店 这么大的仇恨呢 不惜到处四条人命 真够狠的啊 赵雪岩听后 秀眉不惊一蹴 这时候 他自然是想到了孙家 可现在一切都没有证据 而且现在想这些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尽快找到证据 否则那四条人命 就算不是烧烤店的食物 直接导致 夏东阳作为烧烤店老板 也绝对难逃责任 更甚的 可能还会遭遇到牢狱之灾 当即 他便说道 其他的暂时不谈了 我们立刻回烧烤店 这时候还回烧烤店干什么 应该去找瓶子 赵如龙急切地说着 赵雪岩想了想 直到 这样 我们缤分两路 如龙 你和我一起 回烧烤店 号称 垃圾桶内有没有 夏东阳不在 赵雪岩自然要统筹 他之所以这样安排 也是考虑到赵如龙的性格急躁 一个人行事的话 恐怕会有所疏漏 就在三人缤分两路的时候 警局中 父亲双在医院的监控视频中 也是发现了一些端倪 从烧烤店带回来的食材 本是没有问题的 但经过谋修文的处理 就变得有问题了 不过 虽然他检测出来是有问题 却并没有资格发出去 这还得交给张亚处理 夏东阳被带回食药监局 赵雪岩三人缤分两路 寻找那个小药瓶子 法医正在对四个食客进行尸检 父亲双仔细看着 从医院带回来的监控视频 也是发现了一些端倪 他发现了 就在夏东阳等人 在与那几个所谓家属争吵冲突时 一个白大挂的医生 悄然溜进了病房之中 不过在里面逗留了一分来中 那医生便出来了 父亲双历时觉得 这医生有很大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 有人在走廊上争吵 甚至打了起来 作为医生或是护士看见的话 肯定会上前劝解阻拦的 可那医生却并没有 给人的感觉 似乎就是等着这个机会 溜进病房中 可真正是医生 又何必这样偷偷摸摸呢 接着 父亲双从监控中锁定制的男子 发现他从病房中出来 并没有回医务办公室 而是走得步行楼梯 而且直接下到了医院的 富二层停车库 在车库中 他便消失了踪迹 显然是躲到了一个 监控画面全部掉了出来 很快就发现一个 身着黑色T恤的男子 从一个画面死角走了出来 而后上了一辆面包车 开着车离开 为了确保准确 父亲双特意又往后看了看 在这段时间 巧的是 竟然没有车辆以及人员出入 他便可以肯定了 医院各个出入口 甚至在大门口 都是有监控的 父亲双很容易就发现了那面包车 就停在医院大门口 右侧不远的路边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果然 不多时 父亲双就 看见自己和司徒行几人进医院的画面 而后便是带走下东阳等人的情形 从高清的监控画面中 父亲双清楚地看见 那男子在自己带着下东阳几人后 便拿出电话 通话了大概一分多钟 而后方才驾着车离开 很明显 他就是在等下东阳几人的离开 或者说是监视下东阳 父亲双立刻从监控画面中 将那男子的图像给截了下来 而后 陷在江阳的人口系统中排查 不多时 他就找到了一个匹配的人物信息 父亲双仔细一看 顿时一皱眉 因为他曾经见过这个男子 这男子叫郝大金 是三合会所产业之下 一个酒吧的负责人 父亲双之前曾配合过缉毒警 查过那个酒吧 还和郝大金说过几句话 也就是说 他乔装医生 溜进了那四个石科的病房 那四个石科的死因 就大大有问题了 很可能就是杀人灭口 食物中毒的是 莫非是他在背后主使 他与夏东阳有什么仇怨吗 或者说 他都是受人指使 能指使他的人 三合会所会长萧天虎 无疑有很大的嫌疑 亦或者是说 萧天虎与夏东阳 会有什么仇怨 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 尽快找到这郝大金 同时向夏东阳问讯 他是否与郝大金 或是萧天虎有仇 父亲双先通过天王系统 让同事追踪 郝大金所开的那辆面包车 同时去找夏东阳 他以为夏东阳 还在局里配合做问讯 在得知夏东阳已经离开后 他赶忙给夏东阳拨去电话 另一头 赵雪岩和赵如龙回到店中 即便是发生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但蔡冰玉几个服务员 还是将店给收拾得干干净净 垃圾那些自然也是倒掉了 也就是说 就算是那四个时刻 将那小药瓶 真丢到了某个垃圾桶中 这回也是找不到了 赵如龙一见 急切地说道 我们垃圾一般都丢在 那街的大垃圾箱里 要下午五点才来垃圾车 现在应该还来得及 我立刻过去找 我也且 赵雪岩也跟了上去 这大热天的 还没到垃圾箱 便已然闻到了浓烈的刺鼻味道 赵如龙可不管那些 冲上去就趴在垃圾箱上面翻找着 为了做到全方面的宣传 于非之前连垃圾口袋都是定做的 上面有烧烤店的名字 所以很好识别 不过这昨晚到现在 过了大半天了 垃圾箱内几乎堆了一大半 赵如龙不得不将上层的垃圾 全部翻找出来 这时候 正好是午饭时间了 接到两侧的店铺中 店主或是客人们 都纷纷好奇地看着赵如龙翻找着垃圾箱 也有就近商铺的店主埋怨道 这人是干啥呢 这大热天的翻出来 真是臭死了 太恶心了 可当看着一旁站着的角色家人赵雪岩 不少人之前在烧烤店是见过他的 顿时是纷纷猜测着 这看样子是在找什么东西吧 这时 小烧烤店老板洪光君刚吃过午饭 走出店铺抽烟 就听见不少人的议论之声 随即便是看见站在垃圾桶边的赵雪岩 他急忙走上前去 问道 赵小姐 你这是干嘛呢 赵雪岩指道 我们再找一个黄泥颜色的小药瓶子 这里多脏啊 你站远一点 别弄脏了衣服 我和他一起找 红光君也是因为不敢出去作证 而且 刘少云本来是要收店的 还是下东阳求情 所以 红光君内心更是愧疚 这时候 便是一丢手中的烟头 便加入了翻找垃圾的行列之中 也算是有良心 不少街放看着这一幕 也都是奇怪的很 这红光君是咋的了 之前还跪在烧烤店门前 现在更是二话不说的上前帮忙 莫非真的做了什么亏心事 找到了 不一会儿 就传来了赵如荣欣喜的声音 他和红光君 接连甩出了七八个红颜色的定制垃圾口袋 而后扔在地上 赵雪岩也是丝毫不惧脏和臭 上前要一起翻找垃圾口袋 赵如荣连忙说道 姐 这里太臭太脏了 你就在旁边等着吧 赵雪岩却指道 我们得抓紧时间 现在还顾什么脏不脏的 他说着 便是伸出那白皙如玉的手 翻找着恶臭的垃圾口袋 长这么大 赵雪岩哪里亲自接触过这些 这会被臭味熏得 好几次都差点吐了出来 不过 他还是强忍着 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夏东阳 他自己或许都没有意识了 夏东阳在他心中 早已经占据到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分量 食药监局问讯事中 张牙一脸严肃的看着夏东阳 问道 夏东阳 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 夏东阳面色平静的说道 我还是那句话 绝对没有问题 我要申请复义 张牙一皱眉 问道 你的意思是 不相信我们的检测结果 夏东阳指道 我并没有这么说 只是 有时候难免会有所披露 张牙听后点了点头 夏东阳的确是有申请行政复义的权利 继而便说道 复义也得我们先下达处罚后才能申请 所以 检测结果 我们还是得发出去 夏东阳点了点头 他清楚 只要检测结果一发下去 烧烤店的生育就全毁了 再难生存下去了 不过 一时的声誉根本微不足道 他要的是公平公正的真相 就在这时 他手机响了起来 这里不是警局 所以并没有将他的手机给收了 夏东阳还是问道 我可以接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 张牙点头道 夏东阳拿出电话 只见是傅青霜打来的 接通便问道 傅警官 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的确有所发现 你现在在哪里 傅青霜问道 我在食药监局 这边的检测结果出来 说是我店内的食物有问题 夏东阳说着 傅青霜一听 连忙道 你不要慌 我马上过来 说着 他便挂了电话 其实 夏东阳并没有慌 收起电话 他便对张牙说道 张队长 姑且不说我店内的食物 退一万步说 就算是有问题 但也未必能导致四个食客 同时中毒 或许有其他的原因也不定 你认为还有什么原因 张牙问着 他并没有因为一个食物检测报告 就将夏东阳给钉死了 再说 就算是犯了罪 也有权利为自己变速的 夏东阳十分镇定地说道 我之前看过店内的监控视频 那四个食客在用餐期间 曾偷偷摸摸地从一个小瓶子中 向茶杯内到不明液体 所以我对他们的中毒 保持怀疑态度 我想 只要找到那个小药瓶子 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张牙自然知道 夏东阳所说的是事实 便是说道 我也看过监控 我到医院 就是想再问讯一下那四个食客 不想他们却死了 夏东阳历时反问道 难道张队长不觉得 他们四个死得太是时候了吗 张牙指道 这是警方会查 至于你所说的那个小药瓶 我会尽力去找 夏东阳暗自点了点头 这张牙出事算 十分的功韵了 如果遇上那些不负责的 就凭一个检测报告 已经懒得再听夏东阳多言了 对于那个小药瓶 夏东阳心头也是 有一些想法的 不过 这个张牙还说不清楚 所以 他并没有将内心的猜想说出来 他在等父亲双 他相信父亲双 这边 赵雪岩三人 将烧烤店昨晚丢出来的几个垃圾口袋 全部翻了一遍 三人都是忙活得满头的汗水 但他们自然没有发现那个小药瓶 因为监控视频中 四人并没有谁丢了那瓶子 马德 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赵如龙气急败坏地骂着 一脚将垃圾踢得到处都是 一旁的红光郡 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也是劝慰道 别着急 应该是丢到了其他地方去了吧 一个药瓶子而已 你们都没记住 是什么牌子吗 红光郡自然还以为是 药瓶子重要 他哪里知道 赵雪岩要的并不是什么牌子 而是里面残留的液体 赵雪岩深吸了一口气 心头也是颇为失望 看来如今只有等许昊成那边的消息了 赵小姐 你的手出血了 这时 红光郡惊呼了一声 赵雪岩抬手一看 这才感觉到手背一阵疼痛 只见自己的右手手背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什么东西 划破了一条小口子 但鲜血还是沿着他的手背 顺着指头滑落而下 姐 快 我们去医院处理一下 赵如龙也是赞压怒火 紧张地说着 赵雪岩知道 一点皮外伤而已 不用紧张的 红光郡却说道 这样吧 赵小姐 我店面里有些急救的医疗用品 反正也不远 就到我那里处理一下吧 也好 姐 这垃圾箱里十分的脏 万一感染了就麻烦了 赵如龙十分赞同红光郡的建议 好吧 那就麻烦了 红老板 赵雪岩温和地说着 哪里有平日总裁的高冷 当然 红光郡也是想不到 站在他面前的 会是一个资产数益的公司总裁 赵小姐 你客气了 这边请 红光郡笑着伸手引路 赵如龙则是快速将那些翻出来的垃圾 全部都丢进垃圾箱 毕竟 不能给环卫工人增加负担 来到店面中 红光郡急忙招呼老婆倒茶 同时将急救箱给拿了出来 赵如龙上前 接过急救箱 说道 我来吧 赵如龙部队中学过简单的处理伤势的方法 赵雪岩这只是皮外伤 她很快就处理好了 不过还是叮嘱到 姐 如果出现红肿 还是得去医院检查 电话响了起来 她急忙将电话拿出来 这边没有找到那小药瓶 希望就全寄托在许浩诚那边了 她接通电话 急切地问道 浩诚 有吗 许浩诚语气凝重地说道 我将病房里的垃圾桶翻了一遍 说是清洁工人早晨收了垃圾 我又去楼下的大垃圾箱那番 但都没有找到那个小药瓶 原来 医院那边 许浩诚也在翻找着垃圾桶 赵如龙与赵雪岩一听 心都是沉了下来 这算是夏东阳最后的希望了 没有找到那个小药瓶 将没有任何权利去质疑食物中毒了 一旁的赵如龙是急躁地说道 怎么会没有呢 不可能 一定在的 老子还不相信 他们能把药瓶子给吃了 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食药监局一定会处理下个的 其实何止食药监局的处理啊 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 四个食科的死因 很可能也会归咎到烧烤店中 现在夏东阳要面对的 绝不仅仅只是食药监局的处理 甚至还有可能是刑事责任 现在局势对烧烤店对夏东阳十分不利 赵雪岩这是后心也是慌了 不过 他却是努力让自己镇定冷静下来 他在心头不断地告诉自己 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有转机的 突然 他想着赵如龙刚才的话 顿时心头一喜 急忙说道 如龙 我们立刻去警局法医部 那个药瓶子 说不定还藏在他们其中一人的身上 的确 当时那四人也没想到自己会死 瓶子藏在身上 理论上说 不会有人搜身的 所以是很安全的 只要出了医院 随便找个地方处理了 更是神不会鬼不绝了 赵如龙听后 也是一回神的一拍脑袋 说道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肯定还在他们身上 走 我们走 说着 二人便快速向外走去 洪光郡虽然搞不明白 二人到底是怎么的 但也看得出来是有急事 所以也没多说什么 石药监局这边 夏东阳自然是没想到 赵雪岩三人 正在为了他 而急切地寻找着 那个关键的小药瓶 傅青霜很快到了石药监局 而后队与张亚碰面 虽然不属于一个部门 但单论级别来说 傅青霜是要在张亚之上的 张亚办公室中 傅青霜开门见山地说道 张队长 我希望你能暂缓 对夏东阳烧烤店的处理 张亚诧异地说道 傅警官 你知道这不合规矩的 我需要证据来说服我 傅青霜也知道这是规矩 便将在监控视频中 看到的情形说了出来 张亚听后 面色凝重地说道 傅队长 你说的情况很特殊 看上去这件案子十分的复杂 我得向我们局长请示一下 没问题 傅青霜点头说着 张亚也不避讳 当着傅青霜的面 给正在外调研的局长打电话 很快得到了局长的批准 而且要求张亚 全力配合刑警队的工作 张亚得令后 同意暂缓对烧烤店的处理 而且一切等刑警队的调查结果下来再说 傅青霜这才被允准去问询事件夏东阳 傅警官 傅青霜一进问询事 夏东阳便主动地打招呼 傅青霜也没坐下来 走到夏东阳身边 直接说道 监控视频我看过了 有人假扮医生 在你们和那几个家属吵闹的时候 偷偷溜进了病房 四人的死和那个冒牌医生 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只要是外界的死因 法医部一定能查出来的 夏东阳点了点头 他一直就觉得 四人死得太蹊跷 太是时候了 继而便问道 傅警官 能查到那个假冒医生的人吗 傅青霜指道 我急着赶过来 就是想问问你 你认识郝大金和萧天虎吗 不认识 夏东阳毫不犹豫地说着 一个人对于认不认识的人 一听名字 自然一口就能答得出来 傅青霜换了个角度问道 那你和三合会所有过节吗 夏东阳再次摇头道 没有任何过节 傅青霜听后 皱眉道 那就奇怪了 那个假冒医生的人 名叫郝大金 是三合会所会长萧天虎旗下 一家酒吧的管事人 如果没有过节的话 郝大金怎么会出手对付你呢 而且 之前我来时收到司徒传来的信息 那几个所谓的家属 实际都是无业游民 被人雇佣的 也就是说 这摆明了 就是杀人灭口 或者说是嫁祸你 夏东阳也是诧异得很 其实他刚才都还想过 这会不会又是孙家找自己报仇呢 于是 他便问道 傅警官 三合会所和孙家有关系吗 你怀疑孙家 傅青霜是知道夏东阳与孙家的恩怨的 却是说到 孙家所做的事正当生意 而三合会所表面上是会所 实际从事很多采线的事 有关部门也不止一次明理案里调查 可这些年来 也没抓着什么实际的证据 萧天虎这种处在灰色地带的人物 孙家应该不会与他有瓜葛的 傅青霜又哪里知道 孙中心与萧天虎之间 不仅存在着联系 而且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 夏东阳点了点头 继而又问道 那你能找着这个好大金吗 司徒行那边 正在利用天网系统 跟踪好大金开的面包车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的 傅青霜说着 夏东阳私存了一下 问道 那按照程序 我应该待在这里 还是去警局 傅青霜便说道 原本是食品案件 的确是这边处理 可现在事情复杂了 你得跟我回去 不过 这案子一点很多 你随便找个律师 都能保释你出去 但以现在的舆论偏向来看 你出去后 肯定会遭到很多网民的唾弃 与市民的指指点点 更甚的是 既然有人要对付你 却看到你没事出去了 很可能还会对你下手的 你要是待在警局 至少在案子查清之前 你不必为这些事烦恼 更能保证安全 夏东阳知道傅青霜的好意 但妹妹马上就要高考了 她不想妹妹这时候 为了自己的事情分心 至于那些网民什么的 她并不在乎 继二便说道 傅警官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还是想出去 傅青霜知道自己 是劝不动夏东阳的 只好说道 那好吧 有什么情况 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夏东阳想了想 又说道 傅警官 麻烦你帮我请一下张亚队长 傅青霜点了点头 打开门 张亚其实一直都 等在门外的 她进来后 夏东阳便说道 张队长 你也看过监控视频 视频中 那四人所用的那个小药瓶 或许就能证明 烧烤店的清白 我想请你和副队长 和我一起过去看看 你知道那个小药瓶在哪里 张亚听后十分的诧异 要知道 夏东阳其实并没有 与那四个时刻 真正的见过面 而且 他也只是 看了监控视频而已 应该和自己 所知道的差不多 他怎么就会知道 那个小药瓶在哪里呢 张亚有些想不明白 夏东阳是怎么会知道 那小药瓶在什么地方 突然 他想着 夏东阳既然知道 那小药瓶在什么地方 之前自己在问讯 他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对自己说呢 而是要等到 傅青霜来呢 是了 他是不相信自己 而相信傅青霜 内心一直追求的 公平公正公义 现在被夏东阳怀疑 张亚内心要说 是没有木义 那绝对是假的 可想着这事的复杂性 张亚立刻换位思考着 如果是自己面对 这样扑朔迷离的情况 恐怕也会等到 傅青霜来再说 想到这些 他内心的愤怒 便消了不少 其实 在这一瞬间 他内心念头 能有这么多的转换 而且还能换位思考 已经是很大度 很不容易了 如果是换着别人 或是度量稍微小一点的 恐怕就会记在心上 甚至公报丝绸 都是有可能的 夏东阳自然不知道 自己刚才一句话 会惹得张亚内心 那许多的想法 不过 他也没有直接说出 他的想法 而是说道 我也是刚才突然 灵光一闪猜测到的 我们一起过去看 那好吧 我们走 一听夏东阳说这句话 张亚内心那许多的想法 更是烟消云散了 夏东阳叔 不知自己一句话 让张亚多想 一句话 又让张亚打消了 那诸多的念头 这就是所谓的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吧 三人出了食要监局 由傅青霜开车 这件案件 现在变成了张亚配合 所以傅青霜主导 最为合适 车刚发动 傅青霜还不急问夏东阳 具体要去什么地方 他电话 却想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却是赵雪岩打来的 的确 这时候赵雪岩和赵如荣 正在前往分局的路上 所以先打电话过来 给傅青霜说明一下情况 到了分局 便不用担个时间了 傅青霜接通电话 喂 雪岩 夏东阳一听是赵雪岩打过来的 便是吓意识地听着 只听赵雪岩说道 喂 青霜 你在哪里 我怀疑那四个食客的身上 哪个人身上 还藏着一个小药瓶 那个小药瓶或许能证明 四个食客之前就服用了什么 所以请你给法医部那边打个招呼 最好是你 也能和我们一起 那样能证明那药瓶的真实性 赵雪岩语气急切 所以声音有点大 傅青霜相信 夏东阳和张亚 都是能听见的 不禁转头看着夏东阳 眼神中颇有点郁闷 夏东阳让自己一起去 也是证明真实性 赵雪岩也是如此 这二人怎么想法都一样 只是 不知道夏东阳 也是不是猜测的小药瓶 在那四个食客的尸体上 于是 他眼神询问着夏东阳 夏东阳点了点头 傅青霜接着便对赵雪岩说道 好 雪岩 我立刻赶过来 谁先到法医部 谁就在门口等一等 好的 青霜 挂了电话 傅青霜便问道 夏东阳 你也是想那个小药瓶 会在那四个食客的身上 夏东阳指道 先过去看看吧 大概二十分钟后 夏东阳三人到了警局法医部 只见赵雪岩 赵如龙 以及许昊成 都是站在车边等着了 一见傅青霜下车来 赵雪岩三人急忙迎了上来 赵雪岩正要开口 就见夏东阳 竟然也从车内下来了 他继而便脚步一转 向夏东阳大步而去 急切地问道 夏东阳 你怎么也过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变故 夏东阳跟着张亚回食药监局 并没有多久 这回又辗转到警局 也难怪赵雪岩会这样问 没事 过来找那个小药瓶 夏东阳摇头示意赵雪岩别担心 瞥眼间 却是见赵雪岩右手上缠着纱布 于是连忙问道 你手这是怎么了 怎么受伤了 赵雪岩将手微微往后藏了藏 摇头道 没事 不小心挂着了一下 可后面的赵如龙却是大嘴巴 语气夸张地说道 什么没事啊 夏哥 你不知道 之前我们为了找那个小药瓶 将烧烤店后面的垃圾箱都翻了个遍 姐的手就是被那些垃圾里什么东西划伤的 流了不少血呢 可她担心你 急着过来找那小药瓶 只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垃圾堆了的细菌可说不准 还不知道会不会引起感染啊 那样木认对于男女感情更是颇有经验 再加上她又是局外人 所以看得出来 赵雪岩很是在乎夏东阳 她也就不去多想什么了 反正夏东阳是单身 在她心头是高手偶像 赵雪岩又是角色美人 正好借机撮合一下 赵雪岩一听 面上不惊一红 脆口道 如龙 你乱说些什么呢 我只是 只是朋友之间的关心而已 赵如龙黑黑干笑着 连连点头道 是 是 朋友 很好的朋友 她虽然如此说着 但那语气以及眼神 分明就带着取笑 赵雪岩哪里看不出来 长这么大 她什么时候被人这样打去过 一时间 娇美而白皙的脸颊上 更是飞红一片 羞怯的都有些手足无措了 她如此小女人表现 父亲双与许浩成 都是都看得出来 这应该是被赵如龙给说中了 夏东阳面色一正 急忙对赵如龙说着 如龙 别开这样的玩笑 她非常清楚 赵雪岩刚刚才经历了一段 十分失败的感情 更觉赵雪岩不可能对自己 产生男女间的感情 所以 生怕赵如龙这玩笑开过火了 赵如龙面上的取笑 历时便是一收 一旁的父亲双 经不住暗自摇头 心道 这个傻子 真是一点不懂女人心 接着 夏东阳便有一岔开话题 对赵雪岩说道 赵总 我先送你去医院 让医生再细致地处理一下 赵雪岩一听 暂时抛开了羞怯 说道 一点小伤 不碍事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到那个小药瓶 青霜 这是得麻烦你了 父亲双不惊一笑 直到 你还知道过来是干什么的 刚才是谁直接绕过了我 你个重色亲友的家伙 青霜 好不容易从赵如龙的打趣中 挣脱出来 哪知道父亲双又来 赵雪岩那 原本就还没恢复得翘脸 历时更加的红润发烫了 食药监局中 牟修文拨通了九指的电话 直到 九哥 事情已经办妥了 检测报告中 好几样食物都有问题 很好 九指满意地说着 处理通告什么时候下来 牟修文说道 这还要走一些程序 最快也要后天 后天 九指重复了一声 然后道 好 我知道了 老爹 晚上我们老地方见 好的 九哥 牟修文爽快地答着 想着会所中那些阴阴艳艳艳的 他内心那点小愧疚 历时就被冲得烟消云散了 只觉着稍稍动一动手指 就能得到好处 真是太爽了 然而 他还并没有意识到 这是独职 是犯罪 是在走一条不归之路 等待他的 终将是法律的严惩 挂了电话 九指立刻对一个手下的人吩咐道 你立刻下去 发动水军在网上评论 一定要将这事闹得更大 务必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是 九哥 那小喽喽下去后 九指电话便响了 他一看电话 是手下的人打来的 便接通问道 什么事 那头 一个男子惊慌的声音传来道 九哥 不好了 我刚得到消息 那四个兄弟死了 什么 怎么死的 九指是 惊得猛然站起身来 尸体被拉到了警局法医部 现在还没有消息 给我盯紧了 想办法弄到更多的消息 是 九哥 九指紧握着电话 急忙向肖天虎的办公室跑去 这事的发展 已然脱离了肖天虎 和他最初制定的轨迹 警局法医部外 傅青霜也是想象不到 在公司如此高冷强势的赵雪岩 面对男女感情方面的打趣 会是如此的羞怯 如此的小女儿心态 不过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赵雪岩表现得越是羞怯 那就更能说明 他对夏东阳是真的动了情 可在傅青霜的印象中 于飞似乎对夏东阳也是很有感情的 毕竟 之前于飞被律师徐启明绑架 意图报复夏东阳 当时他也是及时赶到的 后来经历的一些事 他更是看得出来 于飞对夏东阳的感情 赵雪岩与于飞是闺蜜 这一点傅青霜也是知道的 可现在夏东阳发生这么大的事 于飞却是不在 莫非 这两闺蜜为了夏东阳 闹开了 傅青霜虽然是警察 但更是个女人 内心也还是很爱八卦的 一想着 他更是觉得像那么回事 只是 他这个人 性格和一般的女人不一样 他性格大大咧咧 形势风风火火 完全就是个男儿性格 所以将朋友闺蜜间的感情 看得更是重要 觉得赵雪岩和于飞 为了夏东阳而闹开的话 真是十分的不值得 即便他还是承认 夏东阳是优秀 但还是觉得 为了一个男人 而失去一个闺蜜 那样太不值得 这时 一旁的张亚忍不住开口道 我说副队长 我们到底还去不去找 那个小药瓶啊 赵雪岩一听 也是回过神来 连忙道 对 青霜 麻烦你进去找一下吧 傅青霜点了点头 对张亚道 张队长 我们一起吧 这次的四条人命案 从最初的影子 便是食物中毒 要为夏东阳洗清嫌疑 有什么发现的话 张亚就必须得在场 这样才能让证据店完整 而真实有效 傅青霜二人进去后 夏东阳便问道 赵总 你手真的没事吗 等会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嗯 感受着夏东阳的关切 赵雪岩轻硬了一点 总感觉一旁赵如龙与许浩成 看着自己的眼神 都有些怪怪的 让他心头很是别扭 他急忙磨开话题 问道 对了 你怎么会和青霜一起过来 他这么一问 赵如龙和许浩成 也是好奇地围了上来 夏东阳便将傅青霜 带过来的话 简单地说了一遍 许浩成听后 面色凝重地说道 萧天虎旗下的三合会所 囊括了江阳大部分的娱乐产业 在江阳势力非常庞大 有人说 他涉及了很多灰色的势力 背后有些手段 更是不用明说了 大家都懂的 夏哥 你和这种人到底 会有什么过节 他手下的人 会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付你 许浩成退伍回来 也是找过不少工作 在江阳打滚了一段时间 自然听说过萧天虎的名头 赵如龙可不管那些 十分豪气地说道 管他什么萧天虎 还是萧地蛇 敢对付夏哥 我们就干他 夏东阳暗自后悔 真不应该将这事给说出来 当即便说道 这事也只是推测 再说 我和萧天虎并没有什么仇怨 还是得警方调查结果吧 赵如龙一听 又说道 这还需要什么调查结果 摆明就是事实了 就是他萧天虎指使那个好大惊干的 夏东阳指的又说道 这也只是推断 当不得证据 总之 如龙 这里是都市 更是法治社会 拳头和暴力 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赵如龙一握拳头道 可萧天虎这种行走在灰色地带的人 很多时候是抓不着证据 治不了他的罪的 只有用拳头 以牙还牙才行 他可是个别人打他一拳 他就必须得用拳头找回来的主 也正是因为他如此执着的性子 才会在所在分区中 接连获得搏击冠军 如龙 别说了 总之我绝对不允许你冲动行事 如果你拿我当兄弟的话 就听我的 目前事情还没有结果 就算是有结果了 夏东阳也不想连累赵如龙 毕竟 赵如龙现在和戴科研 感情是如胶似漆的 如果赵如龙因为自己的事 有个什么好歹 那自己怎么对得起戴科研呢 见夏东阳如此说 赵如龙虽然心急 但也只得无奈地咬牙染了下来 这时 傅青霜与张亚从法一步出来了 夏东阳几人急忙迎了上去 赵雪岩当先问道 青霜 怎么样 找到了吗 傅青霜面色有些不好的 摇了摇头 说道 都找遍了 没有 啊 怎么换 赵如龙与许昊成一听 同时惊呼着 心头失望到了极点 赵雪岩更是心头一沉 面色也是一变 脚下一个亮腔 失魂般地说道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在的 怎么会没有呢 夏东阳一伸手 轻轻扶住赵雪岩的后腰 安慰道 赵总 这边找不着也没事的 赵雪岩情绪有些激动地说道 怎么会没事呢 你为我做了那么多 我却连一个证明你清白的小药瓶都找不到 我真是没用 真是没用 什么都帮不了你 看着赵雪岩如此地自责 夏东阳心头莫名的一痛 连忙又说道 真的没事的 我们还有希望 赵总 医院那边 你们肯定也找过了吧 不过 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赵雪岩一听 急忙问道 三合会所中 萧天虎听了九指的汇报后 深吸了一口血痂 紧皱着眉头 半上没有说话 多年混迹的直觉告诉他 这是不那么简单 九指同样面色凝重 说道 会长 原本我们是要利用这件事 彻底搞坏下东阳的名声 同时让他支付高额的赔偿款 可现在那四个小弟突然死了 我们的计划 不是废了吗 萧天虎却是猙獰的一笑 说道 不 我们将计就计 你下去先把四个小弟 食物中毒致死的消息散发出去 闹得越大越好 最好曝光下东阳的相貌 让他成为过街老鼠 在江阳做什么都做不下去 到时候 随便便设计一点事 就将他给引过来了 九指面上一栋 竖着大拇指道 会长计谋高明啊 萧天虎受用地点了点头 接着道 不过那四个小弟死的蹊跷 你立刻发动兄弟们 全方面的打探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是 会长 九指退了下去 萧天虎面色更是凝重了 刚才他并没有对九指说 他除了感觉到事情蹊跷之外 还隐隐嗅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他已经多年不曾有过这种危险的感觉了 惊诧之余 却又有几分兴奋 他倒是想要看看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手段 这边 一听下东阳说自己等人还忽略了一个地方 赵雪岩连忙问道 什么地方 下东阳抬手一指旁边那辆黑色的大众车 知道 车里你们找过吗 车里 赵雪岩一正 对啊 当时他们是坐这车去医院的 怎么忘记车里了呢 一旁的赵如龙一拍头 然后急忙跑到车边 打开车门 父亲双和张亚也是跟了上去 徐浩诚也加入 四人各开了一个车门 探身进去寻找着 赵雪岩一脸紧张地看着等待着 说实在的 在公司里面对业务的谈判 上次更是面对董事会的压力 他都不曾如此紧张过 毕竟 那个小药瓶 关系着烧烤店 关系着夏东阳的清白 夏东阳则是十分的镇定 他看过当时的视频 四个时刻被历时送上了车 以他们当时的状态 应该是没时间处理那药瓶的 找到了 不到一分钟 后座右侧的张亚 便大喊着从车内退了出来 父亲双三人 连忙从车内退了出来 赵雪岩面上一喜 急忙向张亚走去 只见张亚手中 拿着一个黄泥巴颜色的小瓷葫芦瓶 正是之前在视频中 那四个时刻传递的小药瓶 赵雪岩长出了一口气 父亲双则是从包中 拿出一个装正物的透明口袋 说道 张队长 交给我吧 我立刻拿到化验科去化验 张亚则是道 这样 我也带一点回去化验 确保准确性 毕竟 我也得写报告 张亚说的也是实情 不过 他这是看出了 父亲双与夏东阳 其实是认识的 虽说也是相信父亲双的为人 但还是谨慎一点好 父亲双哪里会看不出张亚的想法 但为了做到公平公正 而不落人口时 便点头道 也好 我进去给你拿一支棉签 父亲双进去后 赵雪岩连忙向张亚问道 张队长 如果化验出这个药瓶中所装的 是有毒的 或是能治人有 食物中毒症状的液体 是不是就能洗清我们店的嫌疑 张亚摇了摇头 说道 这只能说 烧烤店的嫌疑会很小了 但也不能完全洗清 毕竟店内食物是检查出有害真菌的 赵如龙接着便问道 也就是说 我们店还是得处理 张亚点头道 处理肯定会的 不过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也只是勒令整改 到时候再配合卫生局检查就是了 赵如龙一听 经不住松了一口气 这样就算是对烧烤店有影响 也还不至于一锤打死了 张亚又说道 不过 现在这案件比较复杂 在警方没破案子之前 至少在我们没得到警方的通知之前 暂时不会发布通告 你们可以趁这段时间 整改一下店面 不过 你们不能营业 夏东阳点头说着 好的 谢谢张队长 这时 傅青霜拿着棉签和一个小镇物袋 张亚接过棉签 在那小药瓶中 占取了一些残留的液体 而后放入镇物袋中 这才将那药瓶递给了傅青霜 继而 他方才对傅青霜等人说道 那好 我就先回去交给花彦科了 张亚走后 傅青霜便说道 好了 你们也回去吧 有消息 我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青霜 这是你就多跟进一些 赵雪岩这时说着 当然 他这也并不是说 让傅青霜逊私枉法 只是想在第一时间 得知最新的消息而已 傅青霜点了点头 说道 这个当然 他说着 眼神看着夏东阳 直到 我也相信我的朋友 不会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 夏东阳也是对他点了点头 说道 谢谢你的信任 几人相互招呼了一下 夏东阳四人便上车离开了警局 车上 赵如龙便问道 夏哥 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夏东阳指道 先回医院 让医生看看 你截手指上的伤 出了这么大的事 夏东阳却还是一心惦记着 赵雪岩手指的伤 这让赵雪岩心头暖暖的 想着自己情绪 因为夏东阳而波动 赵雪岩内心不惊一惊 难道我真的是对夏东阳 产生了感情了吗 不 赵雪岩 你是知道的 菲菲喜欢夏东阳 她为夏东阳付出了那么多 你怎么能撬闺蜜的墙角呢 你关心夏东阳 只是报答 她对你的几次救命之恩 对是报答她的救命之恩 还有 你是在帮菲菲看着她 对就是这样 到了医院 医生正给赵雪岩处理伤口 夏东阳电话便响了 是妹妹夏东清打来的 急切地询问道 哥 我听说烧烤店出现食物中毒了 到底怎么回事 夏东阳安抚道 没事 一些意外情况 和我们烧烤店没什么关系 你不用担心 安心复习准备高考 真的吗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接着 夏东阳又安抚叮嘱了几句 方才让妹妹安心下来 这边 医生处理赵雪岩伤口说 说赵雪岩的伤口 已然有些感染了 她今天本来就还要输液的 于是便回病房输液 有夏东阳陪着赵雪岩 赵如荣与许浩成 也就时序地离开了 同一时间 烧烤店因为食物中毒 闹出人命的事情 在九指案中的安排下 网上对夏东阳以及烧烤店 那是一天骂声 更是有激进的网友 说人肉夏东阳 找出夏东阳狠狠暴打一顿 当然 网友们都是跟风 网友留言 说为什么就单单那四个食物中毒 其余人却都是没事 也有人说 大兵烧烤店开业大火 或许存在什么业内的竞争 或是什么手段之类的 不过 批判谩骂的 仍旧占绝大多数 病房中 赵雪岩看着夏东阳问道 若这次事件 造成烧烤店停业 你有什么打算 夏东阳指道 停业并不代表关门 哪里跌倒的 就从哪里爬起来 我相信 只要用心做食品 总会得到消费者的认同的 赵雪岩又说道 就算这次不是烧烤店的原因 只怕烧烤店的名声 也会大受影响 你要有心理准备 夏东阳一笑 说道 这不算什么 这次创业不成 下次再来 我有手有脚 还不至于饿死吧 夏东阳这种不屈且上进的精神 赵雪岩内心极为的欣赏 只怕有些人陷入这样的事情之中 已经焦虑的不行了 反观夏东阳 却是十分的镇定 说话间 夏东阳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父亲双打来的 他连忙接通 问道 副警官是有进一步的消息了吗 父亲双知道 之前那个潜入四个石科病房的郝大金 我们用天网系统跟踪 已经找到了 哦 他怎么说 夏东阳就知道 现在的科技与通讯 只要你犯了事 就别想抱着侥幸心理 他已经没有机会开口说话了 父亲双语气低沉的说着 夏东阳一皱眉 父亲双的意思很明显 他们找到的是郝大金的尸体 晚了一步 应该是被人灭口了 好狠的手段 父亲双问道 你现在在哪里 夏东阳说了说病房号 挂了电话 他眉头皱了起来 只感觉这背后之人心思手段真够毒辣的 为了将自己给送进牢中 不惜搭上五条人命 赵雪岩便是问道 青霜怎么说 夏东阳说了说 那个潜入者被灭口后 赵雪岩也是眉头一皱 陈生说道 明显是杀人灭口 想把事情彻底扣在你头上 夏东阳点了点头 以往在战场上 面对枪林弹雨 夏东阳凭借着过人的身体素质 与战斗经验一往无前 无论是任何敌人 他都是迎头痛击 游刃有余 因为敌人就在前面 目标明确 而且身边还有一群 可以托付性命的兄弟 所以他可以毫无顾忌地 用自身的实力碾压敌人 可现在回到都市 敌人藏在幕后 暗中做手脚 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 有种两眼一抹黑的迷茫感 而且都市与之前的战场 有着不一样的法则 他就算有再强的实力 也必须得遵守 难免覆手覆脚 他思存着这样下去不行 否则自己身边的朋友 还不知道得受到多少的牵连 逃避躲藏吗 思存间赵雪岩则是说道 不过他们这样杀人灭口 反而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夏东阳一转眼看着赵雪岩 历史也是回过神 是啊 这岂不是恰恰说明 背后有人在捣鬼吗 既然夏东阳念头一转 说道 这也说不清 也会说是我派人杀人灭口的 只要咬住那四个人的死 是因为食物中毒 我同样难辞其咎 赵雪岩眉头不惊又是一蹴 夏东阳说的也有道理 就在这时 夏东阳电话又响了起来 是张亚打来 他接通道 喂 张队 那头 张亚如傅青霜之前的语气一般 火急火燎地问道 夏东阳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夏东阳有些诧异 但还是说道 我在人民医院 张队长 发生什么事了 电话里不好说 你在那里等我 我十分钟后到 张亚说着便是挂了电话 十来分钟后 傅青霜与张亚竟然同时赶到 在门口碰面时 彼此都颇为惊讶 夏东阳当先问道 傅警官 郝大金的尸体 是在哪里发现的 因为这次的食物中毒 和四条人命 张亚协助傅青霜 所以也知道 郝大金就是之前 溜进四个石刻病房中的那人 陡然听见郝大金死了 他面上惊讶不已 傅青霜指道 是在码头的一个集装箱中 仓库的管事清点货物 发现后报的警 张亚听后便冷声道 码头 这应该是想要离开江阳 摆明就是杀人灭口 可恶 听得出来 张亚也是个如司徒行一般 极乐如仇的人民公仆 夏东阳又问道 傅警官 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有 三合会所中 萧天虎以及九指聚在办公室中 因为九指刚刚也得到了 郝大金死了的消息 郝大金所主持的酒吧 规模在三合会所旗下的酒吧中 算是很大的 而且 萧天虎也是十分的器重郝大金 最近正准备把他调到总部来 哪知道在这个结果眼上 竟然死了 这让萧天虎觉得十分的巧合和不寻常 九指指道 会长 会不会是其余两个和他同级别的管事人下的手 萧天虎摇了摇头道 断无可能 这件事 就你我只是随口商量了一下 没有任何风声传出去 再说 那两人也还不至于为了这点事 将这么多年的努力给搭进去 九指听得暗松了一口气 实际他刚才说 那话的时候 也是藏着两分试探之意 因为他清楚 萧天虎生性多疑 从不相信任何人的性格 但从现在看来 起码他在这世上 还是相信自己的 继而 九指又说道 会长 莫非是好大金 自己惹了什么仇 引来了杀身之祸 萧天虎沉吟而不答 急许后方才问道 酒吧的经营人 是好大金吧 九指被这问得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还是说道 会长 按照惯例 除了几家高端的会所 其余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经营人 除了是 也由他们自己承担 话一出口 九指立时明白了 萧天虎刚才问话的含义 这分明就是想在第一时间撇清关系 他心头多少有些凉凉 萧天虎又说道 这样 你让兄弟们多留意 查查好大金这段时间的行踪 以及银行账户方面的 有最新的消息 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是 会长 九指双手交叉放在身前 微微点了点头头 牟修文那边 依照之前的计划 接着进行下去 萧天虎又叮嘱了一声 九指退下后 他眉头紧皱了起来 当好大金的死讯传来 他第一时间警觉了起来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还接到过好大金的业务汇报电话 每个月都如此 但现在 回想起来 就更是巧合了 为什么好大金早不死完不死 偏偏要在这汇报业务的今天死 而且看样子 还是在给自己打了电话后不久就死了 真的会有只妖巧的事 他突然觉得 好大金的死 莫不是冲自己来的 越是想着 他的眉头越发的紧促了 不过 他并没有丝毫的慌张 毕竟 做了这么多年的上位者 连这点镇定的功夫都没有 那就算是白搭了 他镇定的私存着 如果真是冲自己来的 背后又会是谁下的黑手吗 医院中 听得傅青霜说还有线索 大家都看着他 那仓库管理员 在发现好大金的尸体后 吓得魂都快没了 颤抖着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出了人命案 傅青霜这位市局的队长 自然是一马当先 不敢怠慢 很快 他带着几个队员就到了现场 好大金是被人割开喉咙 喷溅的地上一大片 看地上的痕迹 他以及 他趴在地上的身形 应该是在地上挣扎爬行了一会 最后弃绝身亡 在好大金的右手掌覆盖的地上 发现了三个用写书写的字母 XTH 不用说 那是他在挣扎求救无果后 拼尽最后一口气 留下的线索 傅青霜让队员在附近搜索了一番 在一处垃圾箱内 找到了一部电话 从电话上的相册可以看出 电话正是死者好大金的 而死者最后一个拨出的电话 显示的是会长 听了傅青霜的讲述 赵雪岩私存了一下 说道 三合会所的会长萧天虎 最明显简单了 夏东阳也点了点头 真正要灭口的话 怎么可能还让人留下 这么明显的证据 那些什么写字留信息 指证凶手的 都是一些老电视剧中的剧情了 真正到那个时候 力气都没有了 还有心思写那些 他接着赵雪岩的话 说道 好大金被人给灭口了 这个是铁定的 但如果凭好大金留下的 那些所谓的线索 就断定是萧天虎 显然太过苍白了 而且 这太容易太简单了 怎么个简单法 傅青霜追问道 他却发现一个问题 傅青霜与夏东阳不仅认识 谈话间 更似乎有一种默契与信任 当然 张亚不会怀疑 傅青霜会训思 毕竟 傅青霜这位江阳警戒的金国 他的诸多英勇事迹 张亚都有所耳闻的 他内心其实十分的佩服傅青霜 赵雪岩微微侧脸看着夏东阳 从他现在的角度 也是正好看见 夏东阳的三七侧面 有一说法是 一个人的三七侧面 是最有立体感的 就连不少画家 都喜爱画三七侧面的肖像 此刻 在赵雪岩的眼中 夏东阳面色冷峻 目光灼灼 那轮廓分明的线条 那正经的模样 周身都散发着一种 成熟沉稳的男子气息 是啊 这个男人从来就不曾轻浮过 认识这么久 也不见他开过一次玩笑 赵雪岩不禁想着 原来这个男人是这般的耐看 陡然 赵雪岩回过神来 不着边际的撇开头 但面上已是有些发烫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的花痴了 好在现在父亲双二人都看着夏东阳 未曾注意到他的情形 夏东阳已然说到 萧天虎具体有没有问题 我不去猜测 但你们不觉得 我们正需要线索时 线索就来了 而且从理论上说 就是直接指向萧天虎 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的确 那四个时刻 若说是食物中毒的话 只要咬死一点 哪怕是那个小药瓶内中的东西有问题 夏东阳仍然脱不了嫌疑 烧烤店必然也会遭到牵连 可那四个时刻却是死了 死得太巧 死得太急 让人更加确定是有人要嫁祸下东阳 但随着好大金的暴露 他的身份更是直指萧天虎 而他的死更是将证据作实 萧天虎能混迹江阳这么久 而一直清白一片 会在这个结果眼上杀好大金灭口吗 这不是自暴其短吗 将好大金藏起来 不是更好的方法吗 而且 江阳码头每天的人流量不小 好大金的尸体更容易被发现 甚至有一种故意要在最短时间 暴露好大金尸体的嫌疑 张亚这时候便说道 这么说来 这是有人想要嫁祸萧天虎 傅青霜一听 转眼看着夏东阳 说道 有人利用你来嫁祸萧天虎 他说着 接着又摇了摇头 说道 这是个一尸二鸟的计策 想要打击你 同时又要对付萧天虎 孙家难道真的 和萧天虎的三合会所有某种联系 夏东阳这次与孙家的矛盾 已然成了大家都知道的事 所以 傅青霜才会有这样的说法 一旁的张亚说道 三合会所我也听闻过 据说相关部门已经去查过不少次 都没有查出什么 会不会他们通过孙家这个渠道 洗一些非法的钱财 傅青霜摇了摇头 说道 我们执法人员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必须要讲究证据 不过 怀疑是通往真理与真相的必经之路 既然有这条线索 我就顺便跟进去查查 就算找不到三合会所的犯罪证据 说不定还能找出点其他的 张亚又说道 你们或许并没有关注最近的新闻 烧烤店的事 在江阳网上已经炸了锅 而且 在我们局设的群众网内 很多市民都在催促 要我们尽快给出结果 给广大市民一个真相 赵雪岩接着又说道 当晚发生的食物中毒案 时间已经很晚了 而且立刻将四个食客送到了医院 消息应该不会流出去太快 可现在才多久 江阳市民几乎都知道了 这背后 少不了有心人的推波助澜 就算烧烤店最后没事 但经过这次后 想要再做起来 已经是难上加难了 现在市民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早在前些年前的地沟油事件后 便是升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说 口碑向来都是餐饮店经营的命脉 这次的事情闹得这么大 别说是烧烤店 就算是夏东阳这位老板的样子 恐怕都已经瞒不住 以后莫说是烧烤店 就是做其他的生意 怕是都难了 谈及烧烤店 父亲双转换了话题 说道 哦 对了 我那边对小药瓶内的化验出来了 里面的液体中有一种病菌 腹下的化 肠胃稍微差点的 十来分钟后 就会出现上土下泄的症状 他说着 转眼看着张亚 张亚明白她 是让自己也说说这边的化验情形 于是便说道 我这边的化验和副警官一样 而且 之前 从烧烤店带回来的食物 我又让另外一个休假的工作人员 回来化验过 食物并没有问题 夏东阳指道 这么说 烧烤店可以完全喜庆嫌疑了 对于他来说 自己的名声那些是小 不能让烧烤店的那帮兄弟姐妹们 蒙受不白之冤 更不能让他们因为这件事而心头内疚 不等张亚回话 赵雪岩却是抢先问道 张队长 之前你们检测出来 不是说食物有问题的吗 怎么这次检测出来又没问题了 赵雪岩这话问得十分的及时 而且很是尖锐 张亚的面色顿时有些憋红了 一脸歉意地说道 上次是我监督不力 也存在疏忽 化验室中历来都是两个人的 而且化验单上两个检测员都要签字 但有一个检测员恰好请假了 所以 赵雪岩直接代替张亚 说了下去 所以那个留下来的检测员 检测出了问题 或者说是 他的思想出现了问题 张亚脸上更是挂不住了 但还是点了点头 说道 我已经让人去找他 但他的电话已经关机了 夏东阳 抱歉 之前是我的疏忽 若是没有检测报告的问题 或许现在形势不会这样的糟糕 夏东阳看得出 张亚对这次的事十分的愧疚 毕竟 正如他之前所说 一次检测 会关系着很多人的命运 于是便说道 张队长 你不必自责 并不是每个人都如你这样 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 夏东阳说这话 并没有任何吹捧的意思 张亚对烧烤店这次的食物中毒事件 一直都十分的上心 而且站在中间立场 公事公办 特别是为了那个小药瓶 他更是费心费力 自身并没有任何失职 虽然如此 张亚还是一脸的歉意与内疚 他过不了自己内心那关 继而说道 如果明天还联系不上的话 我会向有关部门申请 对他进行各方面的调查 我绝不会放过这种 执法犯法的害群之马 几人自然不会怀疑张亚的决心 只是夏东阳却暗自摇头 那个工作人员 只怕处境不会太妙 父亲双说道 这样 张队长 明天你们那边如果还没有消息 你把信息发给我 我那边找人要容易一些 那就麻烦副队了 夏属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 张亚情绪明显不好 接着 他又对夏东阳几人表态 这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处理 而后便匆匆离开了 应该是实在无言在面对大家 夏东阳暗叹 张亚实实太矫真了 实是没必要将他人的过错 全部归咎到自己身上 可这也不正好说明 张亚的确是的 他是诚恳的人民公徒吗 实则 夏东阳并没有意识到 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张亚这般呢 张亚离开后 父亲双也离开了 毕竟 好大惊得死 他要处理和调查的事还不守 更何况萧天虎那边 他也还有其他的安排 叮嘱了一声夏东阳 如是有什么事 第一时间通知他 病房中又只剩下下东阳与赵雪岩了 赵雪岩指道 只怕孙家与萧天虎暗中真的有来往 夏东阳点了点头 说道 有来往 只怕现在也是生出了什么嫌弃 的确 若非是这样 孙家不会这样嫁祸给萧天虎 赵雪岩又说道 希望青双那边能查出什么 最好能将孙家这条线给迁进来 不过 说着这话 赵雪岩自己也不甚相信 毕竟 这么多年来都没查出什么 因为贫血 加上今天为了找那个药瓶 赵雪岩忙活了大半天 与夏东阳交谈了一会儿后 便睡了过去 期间赵如龙与许浩成都打电话过来 问候过赵雪岩的情况 夏东阳让他们别担心 这边自己会照看好的 赵雪岩这一觉睡得很晚才起来 夏东阳一直在旁边陪伴着 一见赵雪岩醒来 他立时起身问道 赵总 感觉好些没 好多了 赵雪岩说着便自然的要撑起身子 却是一不小心碰到手上的伤 经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夏东阳急忙上前 伸手扶着赵雪岩的手臂 帮助他坐起来 然后问道 饿了没 先吃点什么 我去买 赵雪岩说道 外卖上点一份粥就可以了 夏东阳一点头 立时拿出手机 说道 好 因为知道赵雪岩喜欢点外卖 所以刚才在旁边陪伴之时 夏东阳下了一个美团外卖 看着夏东阳打开外卖软件 赵雪岩心头一动 他记得这个木头 以前手机上连微信都没有 现在怎么还下起外卖了 难道是特意为自己下的吗 这个想法在找雪岩心头突然而起 继而便是一股暖暖的感动 接着 夏东阳便问道 山药排骨粥怎么样 嗯 赵雪岩几乎是下意识的一点头 夏东阳劲便点了两份 然后说道 好了 还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我给你倒杯热水 赵雪岩点了点头 自然地活动了一下身子 突然便是一皱眉 夏东阳细心地察觉道 连忙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他这么一问 赵雪岩翘脸更是红了起来 夏东阳急忙上前道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立刻去叫医生 他说着也不等赵雪岩说话 便转身向外快步走去 赵雪岩连忙抬头又对他喊道 夏东阳 不是 不是 夏东阳又走回来 却见赵雪岩的脸似乎更红了 他心头不自禁地紧张了起来 干脆抬手向赵雪岩的额头摸去 赵雪岩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 不过还是被夏东阳的手掌给贴住了 这个动作颇为轻密 在感受着夏东阳手掌的温热 赵雪岩的脸更红更烫了 一颗芳心 更是不自禁地加速跳动了起来 夏东阳可没他想的那么多 感受着赵雪岩的额头明显高于常人的温度 他面色斗变 急切地说道 你额头很烫 可能是发烧了 我去喊医生 别 他一转身 赵雪岩却是拉住了他 他转头诧异地看着他 但见赵雪岩头埋得更低了 生如文音地说道 我来那种了 你下去帮我买一包那个 话一出口 赵雪岩的脸几乎断埋到胸口上了 之前在家里厕所内晕倒 就是因为他给夏东阳输了血 又来了大姨妈 身子才会扛不住 之前还是护士赞助了他一个 这都快一天了 他帮着找那小药瓶 竟是忘了买 这回实在是不舒服到了极点 赵雪岩可是高冷的总裁 这回却要当面对夏东阳这个男人 说出买那私密小贴心 只恨是地上没生个缝隙给钻进去 方才能掩盖那无比的羞涩 夏东阳一听原来是这样 暗松了一口气 不是发烧生病就好 当然 他一个男人倒是没觉得 这生理方面有什么 便是与其平静地说道 好的 说着 他低头看了看 轻声道 赵总 你先把我手放开 啊 赵雪岩回过神来 一声惊呼 连忙松开夏东阳 刚才他因为羞怯与紧张 拉着夏东阳的手 一时间竟是忘记了 这回被夏东阳一提醒 更是羞的梅尔锤 都红得如两颗血色玛瑙般 夏东阳知道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 嗯 赵雪岩轻轻点了点头 根本就不敢抬头 去看夏东阳一眼 听见了关门声 赵雪岩方才缓缓抬起头来 尝出了一口气 双手捂住脸 只觉自己在夏东阳面前 出酒实在太多了 他脑海中又是不自禁地想起 之前自己晕倒在别墅 夏东阳过来就自己 自己赤身国体的情形 为什么自己总是这么的吃亏 那个男人他之前在救自己的时候 看着自己的身体 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陡然他又一摇头 按骂自己 赵雪岩啊赵雪岩 你胡思乱想什么 夏东阳的人品 你还不相信吗 当时那种情况下 他绝对不会趁人之危 有其他想法的 他不自禁地 又想起了和夏东阳初次见面时 夏东阳的木讷与固执 嘴角竟是不自觉地微微一扬 但想着夏东阳每次就自己而受伤 他的面色又不禁凝重起来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 那个男人早已经在他的心里 深深地扎根了 他的情绪 甚至都会因为那个男人 而阴晴变化 突然 开门声响起 他收回思绪 直到是夏东阳回来了 便如一个正在调皮的小孩子 听见大人回来的脚步声 急忙将身子往旁一偏 根本不敢去看夏东阳 脚步声渐进 赵雪岩一颗心不自禁地 又加速跳动起来 可也是未听见夏东阳说话 他想着 反正休也休了 便是转过身来 这一看 眼前哪里是夏东阳 分明是个陌生的男子 赵雪岩只到是夏东阳回来了 休戒之余也是干脆放开 转过头一看 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面色一变 如平日那边冰冷地问道 你是谁 走错病房了吧 那男子冷然一笑 说道 就是来找你的 没错 他说着 便从口袋中 拿出一张白色的帕子 赵雪岩一剑 顿时面色更是大变 连忙去抓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可那男子 已然一个见不上去 用那白帕子捂住了他的嘴 赵雪岩拼命地挣扎着 口中不断发出嗯嗯的声音 双手更是不断地抓扯着那男子的手 可不过两三秒钟 他的手便是无力地垂下了 而后身子一软 一闭眼便没了意识 后面住院部的超市中 夏东阳之前 也是给于飞买过那小东西的 所以也是轻车熟路 选了一包日用和夜用的 而后又买了牙刷牙膏 以及洗漱的盆子毛巾 总之 他能想到的 对赵雪岩有用的 都一并给买上 提着一大包的生活用品 夏东阳回到病房 自然没见着赵雪岩的身影 他有些诧异 这个点 赵雪岩会去哪里呢 夏东阳快步向护士站走去 今晚正巧是温晴值班 他一见夏东阳过来 连忙微笑着起身上前问道 夏大哥 你有什么事吗 夏东阳问道 温护士 九号床的病人赵雪岩 是不是去做检查了 温晴一摇头 说道 没有啊 赵姐姐的情况 也只是需要树叶补充营养就行了 不需要再做其他检查的 怎么了 他不在病房吗 我不久前才去过的 夏东阳一听 历时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急忙转身向病房跑回 温晴也是在后面跟着 夏东阳一边跑 一边拿出电话给赵雪岩拨去 然而 电话那头却是关机了 他心头更知道情况不妙了 回到病房中 夏东阳仔细地观察着 但见床铺上十分地乱 而且明显可以看出几个凹陷的印子 从那形状以及方位可以判断出 是脚蹬踢石流下的 他脑海中迅速地推演着可能发生的情况 内心自责不已 明明知道孙家还在暗中 为什么就不警惕一点呢 越想便越是自责 一声怒吼着 一拳狠狠地砸在墙上 这一拳十分重 致使他拳头破裂 少许鲜血溅在墙上 一旁的温晴吓得一声惊呼 急忙上前抓着夏东阳的手 喊道 夏大哥 你流血了 快 我给你包扎一下 夏东阳却是一甩手 转身向外面跑去 温晴大喊道 夏大哥 夏大哥 你去哪里啊 发生什么事了 然而 他的脚步又如何跟得上夏东阳 一出了病房门 就见夏东阳已然到了步行楼梯的转角处 温晴也只好作罢不追了 夏东阳沿着步行楼梯 快速向楼下的监控室跑去 同时记录下摄像头的方位 很快就来到了医院的监控室 因为之前于飞被人下毒 以及那四个十颗的死 所以 夏东阳知道监控室在什么地方 今天也是正巧 是之前那个值班的保安 上次夏东阳和司徒行 以及父亲双他们来过 他以为夏东阳是警察 也就直接帮夏东阳调出了监控 很快 夏东阳就通过监控 发现了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 将赵雪岩给掳走了 这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抬头 所以监控没拍到他的脸 不过 他要将赵雪岩带走 终究是要坐车 夏东阳还是锁定了车牌号 夏东阳虽然心头自责着急 连忙拿出电话 拨给了父亲双 这时候 必须要向警方求助 喂 夏东阳 父亲双很快接通了电话 与其中带着询问 夏东阳火急火燎地说道 副警官 赵雪岩在医院失踪了 什么 电话里 父亲双明显不淡定了 他连忙问道 怎么回事 我才离开了多久 夏东阳只得将事情 简单地说了说 那头 父亲双语气凝重地说道 看来 对方是早有预谋 监控中看清车牌号码没有 是 夏东阳急忙爆出了车牌号 父亲双便说道 好 我这边立刻查 夏东阳 对方如果 是要杀雪岩的话 在医院就会动手 不会将他给掳走 他一定有目的 或许会给你打电话 到时候 你立刻通知我们 赵雪岩的情况 父亲双多少也清楚一些 如果是为了财的话 赵家人估计不会出赎金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对付夏东阳 他清楚夏东阳的性格 一旦对方打电话的话 甚至提出什么条件 他为了赵雪岩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为了安全起见 他在这边提醒着 夏东阳点头道 好 我等你消息 保持联系 父亲双说了声 便挂了电话 收起电话 夏东阳面色颓然不已 他不敢去想象 赵雪岩被绑走后 会经历遭遇到什么 如果赵雪岩出了什么事 他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 紧握着手机 他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 回到都市 他才发现自己一个人 即便是再有本事 又能有什么用了 自己做不到的 还有太多太多 走了一会 他不禁幻想着 赵雪岩或许只是有事离开 或许这个时候 已经回医院了呢 虽然这个可能性实在太小 但他仍然抱着希望 站在路口招了一辆出租车 便向医院赶去 回到病房中 等待他的自然是失望 出了病房 夏东阳颓然地走在步行楼梯上 他也想去找赵雪岩 可现在是两眼一抹黑 根本就没有方向 这时候 他就是有再强的力量 也无处使 他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是这样的无能与无力 不知不觉中 他来到了一楼 心头的憋们 让他不自禁地来到后面的超市 买了一包烟 坐在角落里使劲地抽着 同一时间 在城北老城区的 一个老旧的地下室中 一盏老旧的白痴灯 即便是在努力地发光 却仍然无法将这 三十来平米的地下室 都给照亮 赵雪岩双手被反绑着 被丢弃在墙角 迷药的药性还没过 他还没醒过来 在他右侧大概两米处 有一张小四方木桌 一个留着落三胡须的男子 正翘着二郎腿 悠闲地嗑着花生 喝着一瓶歪嘴狼 大概五分钟后 赵雪岩轻哼了一声 悠悠转醒过来 昏暗的光线 加上头脑还有些昏尘 致使他并不太适应 下意识地轻轻摇了摇头 方才清醒了些 同时也已然是感觉到 双手被束缚着 落三胡转过身来 看着赵雪岩说道 醒了 看着眼前这陌生的落三胡男子 赵雪岩知道自己是被绑架了 不 准确地说是又被绑架了 他并没有惊慌叫喊 因为他知道这种情况下 叫喊没有任何意义和好处 反而会引得这男子的愤怒与不耐烦 自己将更加的危险 所以 他只是盯盯地看着落三胡 努力地要将他身上的每一个特征细节 给牢记在心中 如果自己能出去 这些都将有用 落三胡看着如此镇定的赵雪岩 颇为惊诧地说道 你是第一个被绑后 醒来不叫不喊的女人 听他口气 显然不止一次做绑架这类的事了 赵雪岩清楚 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 稳住眼前这个男子 争取更多的时间 他相信 夏东阳这时候 一定正在想办法找自己 当即便反问道 我叫喊你就能放过吗 落三胡别了别嘴 默认了赵雪岩的话 点头道 有意思 我感觉 这回应该是 抓着个不寻常的人物了 也没什么不寻常 我只是一个小公司的总裁 赵雪岩干脆摊开话 目的就是要引起落三胡的注意 果然 落三胡一听 眉头不惊一挑 说道 原来还是个美女总裁 难怪这么镇定 继而 他有些诧异地问道 我就奇怪了 你一个总裁 成天跟着他一个小烧烤店老板干什么 为了他 连垃圾堆都烦 难道是现在的总裁 眼光都这么低了 赵雪岩倒是抓住了 他话中的关键 直到 原来你一直都在跟踪我 落三胡抛了一颗花生米在口中 缓缓地咀嚼着 那样子 分明是不置可否 这回轮到赵雪岩诧异 问道 当时夏东阳并不在我身边 你为什么不出手抓我 从落三胡不急不慢的态度 赵雪岩已然看出 这人抓自己 是为了对付夏东阳 那人也不知道 是耐心极好 还是稳操胜券 喝了口酒说道 因为当时跟在你身边那个人 身手也不弱 我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抓住你 就算抓到你 也未必能安然离开 他话中的男人自然指的是赵如荣 而他说话也很直白 并不怕说出自己当时的顾忌 也不觉得丢人 赵雪岩听后 心头更是凝重了 这落三胡能正视自己的不足 而且十分的有耐心 这种人无疑是很难对付的 陡然 赵雪岩觉得 这个落三胡之所以和自己说这么多话 恐怕并不是被自己的话题吸引 而是他觉得太过无聊 打发一下时间 或是在等着什么 果然 见他沉默着 那落三胡男子便主动问道 怎么不说了 赵雪岩一咬牙 有一种被戏耍的委屈和愤怒 他很想就此避而不谈 以免自取其辱 但回想过来 如果什么都不说的话 那自己又如何给夏东阳争取机会 又如何能在谈话中 获得更多的信息 于是 他便暂时抛开那些 继续拉扯的话题 必须要争取更多的时间 但他知道自己的话题 如果没有吸引力的话 就不会占据主动 占据不了主动 如何能了解更多的信息 所以 他突然话风一转 说道 其实我还得感谢你这次的绑架 洛塞胡男子一听 面上果然是一栋 看样子 的确是被赵雪岩的话题给吸引了 接而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赵雪岩心头一喜 却是没有任何表现 反而面色阴郁地说道 其实我与夏东阳认识不过才几个月 他是我爸给我聘请的贴身保镖 起初我很反感他 你也应该能够理解 我一个女的 弄个贴身的男保镖 既别扭又不方便 他的语气 亦如和一个朋友的闲聊般 十分的随意 洛塞胡男子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插话 耐心地等待着赵雪岩的停顿后的话语 赵雪岩见效果不错 便又是说下去 他其实就是讲了讲自己 与夏东阳认识这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事 当然 其中一些隐瞒 一些则是加以润色 这半真半假间 竟是讲的是绘声绘色 那洛塞胡听的是津津有味 偶尔还露出些许私存的情形 末了 那洛塞胡男子竟是主动地说道 你们的故事都能写成一本书了 赵雪岩急而叹息了一声 直到 其实我很矛盾 想要知道答案又怕失望 以你局外人来看 你觉得夏东阳会是什么样的心思呢 他将自己 夏东阳 于飞 甚至是李晶晶都拉了进来 硬是编制了一场感情大戏 最后重点 也放在自己与于飞两个闺蜜 与夏东阳的感情之争 说来也可笑 如今 他连一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了 面对这个绑匪 却是半真半假地将内心所想说出来 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可悲了 那洛塞胡竟然还真的认真地回答他 直到 依我看 夏东阳从不曾对你和你那位闺蜜承诺过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 我觉得 这种情况应该有三个可能性 一 他并不喜欢你们中任何一个 二 他连自己的感情都弄不清楚 三 他是在逃避着什么 彼此简短的对话 一如朋友间的倾诉般 竟然丝毫没有违和感 完全看不出 绑匪与被绑架之人的紧张敌对气氛 赵雪岩一正 想不到这绑匪 竟然对夏东阳有如此的分析 简直就是情感专家 历时 他将话题一转 说道 所以 你这次对我的绑架 我希望能看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说出这话 赵雪岩自己都觉得有些对不起于飞 毕竟 他一直都知道 于飞对夏东阳有一种感激之情 继而变成了轻慕喜欢 他甚至还撮合过二人 谁知 自己现在心头也是有种朦胧的情愫 因为 对于飞的愧疚感 让他的表情显得更加的真实 那洛塞湖自然也没察觉 赵雪岩的话是半真半假 即便是得到答案 他也不会和夏东阳走到一起 洛塞湖思存了一下 说道 其实只要他等会过来 能够为你而付出 就已然证明了他的心思 赵雪岩心头一抖 知道他是要用自己来牵制夏东阳 他念头急转着 继而突然问道 我看见了你的脸 你也不会让我活着离开 对吗 哪知 洛塞湖男子却摇头说道 我只是受人之命 要夏东阳的命而已 至于你 他说着 与其顿了顿 却是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方才道 你活着似乎彼此更加痛苦 赵雪岩一正 竟然明白过来 对方真是好狠度的心 的确 如果夏东阳真的因为救他而死 他这一辈子 只会活在痛苦和内疚当中 他点了点头 面色颇为的凄苦 却是说道 如果这不是你的本意 我真的很怀疑 雇佣你的是一个女人 的确 这种对赵雪岩的惩罚 不像是一个男人的想法 而咋听赵雪岩的话 洛塞湖男子双眼下意识的一瞪 眼中一道金光闪过 却是被丁丁看着的赵雪岩给捕捉到 赵雪岩心头已然有底了 洛塞湖指道 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 他说着 不自禁地想起了后来邵美华追打过来的一个电话 明确要这样 惩罚赵雪岩 想不到竟是被赵雪岩看穿了 他的话更加的让赵雪岩确定 幕后的主使很大可能是一个女人 而且还和自己有仇 沿着这共同点 他思来想去 脑海中便是锁定了邵美华 他没有接着追问下去 这种亡命之徒 谁会知道他下一刻会有什么心思 继而又转换话题道 你打算如何对付夏东阳 那洛塞湖也没有不耐烦 抬手指了指门口右边 放着一个婴儿手腕大小的白色小药瓶 而后道 我知道夏东阳伸手很强 我不会做冒险的事 想要换取你的命 他就得喝下那瓶药 半分钟后就会没命 就这么简单 赵雪岩心头猛然一颤 这人显然早就计划好了 这个角落距离门口得有五六米远 夏东阳别说过来就自己 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一个死局 这一刻 他心头只希望夏东阳不要过来 洛塞湖这时候问道 你现在还想知道答案吗 赵雪岩面色大吉 极力地挪动着身子 问道 邵美华给了你多少钱买夏东阳的命 我可以给你双倍的 他直接说出了邵美华这个名字 即便是在慌张担忧之中 也是在巧妙地试探 想要得到更准确的信息 洛塞湖摇了摇头 面色平静地说道 我们也是有规矩的 不会被反收买 他说着 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手机看了看 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他似是自言自语 这个点 通常是人最疲倦 睡意最浓的时候 想来他为了你 肯定正满江阳的寻找 早已经身心俱疲了 差不多了 他并没有给夏东阳打电话 而是用最原始的短信 赵雪岩想要提醒夏东阳 也是没有机会 他唯有祈祷着 夏东阳不要过来 然而 他更知道那不可能 医院中的一楼右侧 叫偏的楼梯口 夏东阳已经抽了两包烟了 期间 他也问过父亲霜 但那边还没有查到具体的情况 这时候 他不断地告诫自己 一定要冷静镇定 特别是现在的身体状况 更要保存体力 到时候 方才能全力地营救 陡然 他感觉到手机震动了一下 急忙拿出电话 只见上面是个陌生号码 发来的信息 他心头一喜 终于有信息了 果然 只见上面写着 十五分钟之内 来城北老城区 废弃酒厂进门右侧地下室 如果你想直接过来收尸 那就报警 城北老城区 那不是自己家所在的区域吗 这是个巧合 还是 夏东阳不急多想 这医院门口 出租车即便是深夜也有过来 他不过跑了一小段 就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快速向城北老城区赶去 不过十多分钟 夏东阳便来到了 洛三湖所说的废弃酒厂 其实 这废弃的酒厂 他小学时还进来玩过 那时候这酒厂 还是十分的兴旺 这片老城区的各个角落 几乎都能闻到 空气中飘荡的醇厚酒香 想不到如今却已经废弃了 围墙都已经坍塌了一些 地面上更是扑就了一层枯枝败叶 酒厂内自然更没有路灯 这时候虽然雨停了 但厂内 还是一片黑压压的 夏东阳凭借着自己 异于常人的势力 就向右侧走去 在右侧的墙角处 果然发现一个 用长方形铁板盖着的门户 他一把拉起那铁板 因为粘酒的原因 铁板被拉起时 发出了刺耳的响声 他相信 里面的绑匪 肯定是听到了自己来了 下面的台阶并不长 只有七八阶 估计比商品房的楼层高度 要矮一些 一股十分淡的酒气传来 夏东阳想来 这里应该是当年 叫藏酒的地窖 地下室的光线更加的黑了 完全就是伸手不见五指 不过 夏东阳还是看见 这地下室目测的有上百平米 右侧一排有五道门 应该是也是用于藏酒的 而在最里脚的 一扇门的门下缝隙中 隐隐有光线透出 夏东阳毫不迟疑地走了过去 当走到门口 夏东阳停顿了一下 他正准备细细观察一下 看看 还有没其他的入口之内的 不想 房内却传来了 那洛塞胡的声音 直到 门没关 别浪费时间 房中 一直私存着脱身之法的赵雪岩 一听洛塞胡的话 直到夏东阳来了 连忙挣扎着站了起来 可他刚一起身 便只感觉脖梗出一凉 一把锋利的匕首 已经贴到了他的脖子上 这样可就不乖了 洛塞胡男子 不紧不慢地说着 赵雪岩对着门外大喊着 夏东阳 别管我 你快走 嘎吱 然而 房门却被推开了 夏东阳走了进来 洛塞胡男子便对赵雪岩说道 看来 你要的答案已经有数了 想不想要更确确的答案 夏东阳一正 这什么跟什么 但见赵雪岩一脸急切地摇头道 不 我不想知道了 夏东阳 你快走 快走 那洛塞胡沉声喝道 晚了 听着赵雪岩与那洛塞胡的对话 夏东阳有些云里雾里 却是主动道 你抓他 无非就是为了对付我 现在我来了 有什么条件提出来吧 那洛塞胡一挑眉 直到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任务对象 呗 你低头看看又搅出 夏东阳闻声低头看去 就看见那个白色的小瓶子 他已然猜到了这洛塞胡的用意 他绝不会给自己近身的机会 所以 将药瓶子预先放在了门口 而这药瓶子的装着什么 自然就不必多说了 他不等那洛塞胡说话 便是弯腰将药瓶子捡了起来 洛塞胡不禁赞许道 很好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夏东阳 别喝 快走 快走 赵雪岩急得摇头大喊着 眼泪不断地滑落而下 夏东阳看了看手中的药瓶子 知道 我可以喝了这药 但你必须放了他 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和我讲条件吗 洛塞胡语气变得冷冽起来 手中的匕首 更是向赵雪岩的皮肤一贴 那锋利的刃 一下吃尽皮肤 一缕鲜血 从破口处一流而出 夏东阳连忙喊道 好好 我喝 我喝 看着赵雪岩受伤 夏东阳心痛不已 连忙抬手示意 这个洛塞胡 实在太过警惕了 根本不给他丝毫余地 这就是一个必死之局 他不知道这个洛塞胡 在自己喝下药后 恢复到巅峰 一瞬间能跨过这五六米的距离 却也难保洛塞胡 不会以更快的速度 隔开赵雪岩的咽喉 他已然别无选择 他转眼看着赵雪岩 咽了咽有点发干的喉咙 说道 赵总 请帮我照顾好妹妹 赵雪岩知道夏东阳要干什么 连连摇头哭喊着 不 不要喝 不要喝 可夏东阳已然用大拇指 将那瓶盖给挑开 而后一仰头 将里面墨绿色的毒药 一股脑倒入了口中 不 赵雪岩撕心裂肺地大喊着 拼命地想要挣脱洛塞胡的束缚 可洛塞胡却是大力地扣住他的肩膀 任凭他如何用力 也是挣脱不开 这一刻 赵雪岩恨不得自己没了那肩膀 也要扑到夏东阳身边 夏东阳将药瓶子往旁边一扔 而后道 现在可以放了他吧 那洛塞胡却摇头道 不着急 不着急 显然 他是在等着药效发作 赵雪岩眼泪不止 一脸急切担忧地问道 夏东阳 你怎么样 怎么样了 夏东阳却是面色平静地看着赵雪岩 还宽慰着道 别担心 我没扑 可他话还没说完 便是抑制不住 喷出一大口鲜血 而后捂着腹部 一脸痛苦地缓缓蹲了下去 啊 赵雪岩一声惊叫 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夏东阳 夏东阳 他拼命地挣扎着 即便是贴着脖子上的匕首 在他脖子上磨出了更深的口子 他也是浑然不管 这时夏东阳又喷出了两口血 彻底地瘫倒在地上 他蜷缩着的身子 还不断地抽搐着 显然是正在遭受到非人的痛苦折磨 补补下东阳博 赵雪岩嗓子都已然喊沙哑了 他的心都已经绝望了 甚至都要痛死了 他拼力地停止了挣扎 却已经是没了什么力气 就那么瘫倒在地上 双眼如湿了魂一般 看着夏东阳 口中喃喃地喊着 不 不要 嘿嘿 见夏东阳没了动静 洛塞狐男子这才应笑了两声 不过 为了确保万一 他还是向夏东阳走过去查看 他来到夏东阳身边 仍然是没有放松警惕 接连两脚重重地踢在夏东阳的身上 将夏东阳身子给踢得翻转了过来 成大字形地躺在地上 你个畜生 我给你拼了 绝望到甚至心死的赵雪岩 一见洛塞狐竟然还这样侮辱夏东阳的遗体 顿时拼力地站了起来 一个亮枪飞扑上去 竟是一口死死地咬在洛塞狐的左小腿上 这一下可是他拼命使出来的力气 咬河里可想而知 啊 洛塞狐一声惨叫 痛得面目扭曲地大骂道 马德 松口 给老子松口 同时连连挪动着腿 可赵雪岩这时候 完全是没抱着要活的心 不仅是没松口 反而更是拼命地咬了不放 任由那洛塞狐怎么甩动腿 硬是没晃荡开他 剧痛与愤怒 顿时激发了洛塞狐的杀意 马德 想死是吧 老子就送你去陪他 他怒骂着 手中的匕首狠狠地向赵雪岩的后颈扎去 赵雪岩浑然不知 他只知道 这时候要为夏东阳报仇 哪怕只是咬下一块血肉 也算是讨了一点利息 眼看着那匕首 就要扎在赵雪岩的后颈上 千军一发之际 原本躺在地上已死的夏东阳 竟然一下蹦了一起 肩膀奋力地向洛塞狐的左肩顶去 洛塞狐完全不防 被夏东阳撞得横飞了出去 正好砸在那小方木桌上 将木桌给砸得稀巴烂 手上一松 匕首也是掉落在地上 赵雪岩背着猛力的一袋 在地上是打了两个滚 摔得也是不轻 头脑晕沉的 甚至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夏东阳忍着腹中的火烧般的剧痛 赶忙上前将赵雪岩给扶了起来 赵雪岩乍见眼前的夏东阳 整个人都是愣了 继而便是面色大喜 想要说话 可一张口却发出嗡嗡的声音 只见他满口的鲜血 口中竟然还含着一块血肉 他竟是硬生生从那落腮虎的小腿上 咬下一块肉来 性格刚烈可见一般 呸 他将那块血肉吐了出来 浑然不觉的血污 抓着夏东阳的手臂 一脸欣喜地说着 太好了 夏东阳 你没死 没死 他眼泪不断地滑落而下 不过这时却是喜极而泣 夏东阳点了点头 却是有抑制不住地喷出一口血 这一下 几乎尽数喷在了赵雪岩的脸上 赵雪岩一声惊呼 整个人都慌了 连忙扶着夏东阳 急切地喊道 夏东阳 坚持住 我们去医院 坚持住 刚才那落腮虎给他说过 这毒药的猛烈药性 他惊害得不敢有丝毫怠慢 然而这时 那落腮虎却是站了起来 而且一把将掉落在地上的匕首 给捡了起来 夏东阳赶忙将赵雪岩一推 急切地说道 赵总 你快出去 快出去 他说着 嘴角精还同时有鲜血一出来 赵雪岩看得更是极力地摇头哭喊道 不 我不走 要走我们一起走 他清楚 夏东阳喝了那瓶毒药 现在能坚持着 完全是靠着无比坚强的意志力 和过人的身体素质了 简单地说来 他现在已然是强弩之末了 他是想用最后的力气 护住自己周全 赵雪岩又如何狠地下心走呢 见赵雪岩不肯走 夏东阳无奈之下 只得一咬牙 将他狠狠往门外一推 赵雪岩双手被束缚着 本就不好掌握平衡 这被夏东阳这奋力一推 脚下踉呛着 立时就摔倒在外面 夏东阳这时候 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摔一下总比没命好 他快速地降门给关上 而后将铁质的插销给拴上 做了这一方后 他只感觉身体的力气 都快被掏空了 眼前更是直冒着心形 身子更是摇摇欲坠 他赶忙将后背抵在门上 冰冷的门 让他有些模糊的意识清醒了少许 他连忙深吸了一口气 稍稍减缓体内火烧般的疼痛 砰砰砰 赵雪岩想不到 夏东阳会将自己推出来 双手重重地拍打着铁门 急切地哭喊声 夏东阳 开门 开门啊 夏东阳以前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也是中过好几次毒的 他能感觉到这次的毒药 药性十分的猛 而且 这次是直接喝到胃里去的 他知道自己活下去的可能性 很渺茫了 他微微转头 对着外面的赵雪岩喊道 赵总 对不起 以后不能再保护你了 替我照顾好我妹妹 快走 走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但他知道自己一旦倒下 赵雪岩绝对无法在这 落腮湖的匕首下逃生的 赵雪岩哪里听不出来 夏东阳这是在交代遗言了 他的泪水更是如绝地的湖水般 无法抑制住 连连拍打着房门 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不 夏东阳 你出来 出来 走啊 否则我死了 也不会原谅你的 夏东阳吃力地喊着 门外 赵雪岩又拍打了几下门 他陡然回过神来 是了 自己现在应该快点找人过来帮忙 才能有更大的机会救夏东阳 想着 他赶忙一抹口袋中 却发现自己的手机还在屋中 他对着房中大喊着 夏东阳 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 喊罢 他不敢再单个分毫 奋力地向外跑去 可这地下室实在太黑 他没有夏东阳的夜市能力 没跑几步 就撞在废弃的木桶上 那木桶经过多年 早就已经腐朽了 上面断裂出的尖锐木屑 一下刺入他的腹部的皮肤中 痛得他一声尖叫 他咬牙站了起来 依稀看着一点亮光 向外面跑去 途中 又是撞到了好几个木箱 或是木桶 摔了好几下 身上被那些木屑 刺得血迹斑斑的 鞋子甚至都跑掉了一个 终于 他还是跑到了那入口的阶梯处 然后跑了出去 他也不管这里是哪里 惊慌地大喊着 救命啊 救命啊 但四周黑压压的一片 又会有谁来回应他呢 他不敢停留 却是看着前方不远处的居民灯光 顿时犹如在洪水激流中 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连忙向那光源处跑去 啊 刚跑了几步 他那光着的左脚脚底 便传来一道剧痛 尖叫着便倒在地上 昏暗的夜色下 只见他的脚底 扎着一块酒瓶的玻璃碎片 他颤抖着手 咬牙将那玻璃碎片给拔了出来 一时间 鲜血狂飙而出 痛得他紧咬着下嘴唇 眼泪不断地滑落 身子都抑制不住地颤抖 急许后 想着下东阳现在的处境 他一咬牙 双手将衣服下摆给撕破 胡乱地缠在脚上 而后拼力地撑起身子 一蹶一拐地向外走去 每走一下 他都要承受着追星的疼痛 致使他后背的衣服 早已经被冷汗给浸透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他不断地大声呼救着 同时减缓一些脚底伤口的剧痛 地下室的那个小房间中 落腮湖背之前下东阳那一撞 摔得也是不轻 好歹是回过神来 他紧握着匕首 一脸惊叉加不可思议地看着下东阳 说道 那样猛烈的毒药 你竟然没死 话音一落 他背脊更是经不住发凉 后怕不已 刚才若不是赵雪岩冲过来 咬着他的腿 他将会更加近距离的确定下东阳的生死 而很明显 下东阳是在装死 那样近的距离 他将必然遭受到下东阳的致命一击 如此看来 被咬掉一块肉 反而还是救了他一命 一块肉换一条命 值得 太值得了 下东阳后背紧靠着门 不让自己倒下去 其实他也是暗道可惜 拼了挨两脚 想引得这落腮胡弯腰下来 进一步查看 就是没有算到赵雪岩会扑上去 咬住落腮胡 不过现在机会都已经过去了 再说也无意义了 他双眼盯着那落腮胡 面色平静地说道 要死我也会先宰了你 那就看看 谁先死吧 落腮胡一声嘀咳 一轮手中的匕首 便向下东阳冲去 因为脚上被赵雪岩咬了一块肉 他步伐也是有些一蹶一拐的 不过 这一次仍然是十分的犀利 下东阳双眼紧紧地 盯着落腮胡次来的匕首 他清楚 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 硬碰的话 更会加速毒性的蔓延 唯有的办法 就是利用自己丰富的格斗搏杀经验 能杀这人最好 不能杀 起码也得拖延时间 让赵雪岩真正的安全的地方 眼看着对方的匕首刺劲 下东阳方才向旁边一闪 同时一拳向对方侧类打去 这一拳的速度与力量 只怕是不及 刚才进来时的三分之一了 落腮胡男子手中的匕首一个斜滑 下东阳只得收回手 此消彼掌 落腮胡的速度就显得快了起来 紧接着一脚就向下东阳踹去 下东阳赶忙双手交叉在胸前 落腮胡这一脚的气力 应该还在五大五二之上 若是患着平日 他可以轻易挡下 可现在他身中剧毒 站着都费力 当时被踹得连连后退 更是抑制不住的又吐出一口血 嘿嘿 一见下东阳那摇摇欲坠的样子 落腮胡一声音笑 而吼道 原来是强弩之末了 受死吧 本来刚才他还存有试探之意 这下见状更是放开手脚了 昏暗的灯光下 下东阳被落腮胡逼迫的节节败退 手臂和胸口分别挨了一刀 虽然伤口不深 但鲜血也是不断的流出 他只感觉双脚如灌了牵一般 越来越重了 每一动闪躲一下 几乎都要用尽全部的力气 脑子更是昏昏沉沉的 落腮胡却是越打越顺 手中的匕首挥舞着 又在下东阳身上添了两刀伤口 下东阳也是被逼到了死角退无可退了 他搭拉着脑袋 浑身血污着 俨然就只剩下一口气了 嘿嘿 死去吧 落腮胡一声冷笑 手中匕首直奔下东阳心脏要害 势必要在这一招取下东阳性命 傅青霜这边通过多方综合后的线索 终于是锁定了车辆 他带着十几人的队伍 快速地来到了老城区展开搜索 唯一庆幸的是 这老城区很多房屋的住户都已经搬迁 一些地方更是在规划建设了 所以住下来的人并不多 而这大晚上的流灯的地方就更不多了 找起来要方便一些 然而 傅青霜哪里知道 下东阳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地下室呢 赵雪岩拖着受伤的脚 忍着剧痛 好歹是出了酒场 坚持来到了老旧的街道上 他历时就认出了 这里是老城区 当即认准方向 向平日人口留存多点的地方走去 仍然是一边走一边大声呼救 这边 傅青霜也是带着一众队友 正在逐个搜寻这时候有灯光的地方 这工作量仍旧是不小 赵雪岩在这老城区连连呼救 这会是凌晨五点过 天还没亮 绝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中 竟然无人听见 不远处的一家包子铺内 五十来岁的老板李有良 一如往常一样的早起做相关的准备 常年的起早贪黑 他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中 已然生出不少白发 加上不知道得罪了哪位神仙的长相 总之 看上去不会比六十几的人年轻几天 他系好围裙后 正准备活面了 却是依稀听见 外面有呼救声 他摇了摇头 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可呼救声却是又传来 这下他听得真切 一脸诧异的 打开了卷帘门右侧的小门 探头向外面看去 就见街尾处 拖着腿一蹶一拐的赵雪岩 赵雪岩这时候披头散发 浑身血污的 路灯拉长了他的身影 在这寂静的旧街道上 给人一种甚人的感觉 李有良在这条街上 做了二十多年的生意了 是个大家都称道的老好人 见有人呼救 他也是没有多想 就要出去问个究竟 不想 却被刚从厕所出来的老婆周翠给拉住了 周翠个子矮小 留着短发 五官看上去十分的周正 看得出年轻时 应该还是有几分风韵的 他看着门口的男人 问道 干干神什么呢 原来 他是有些口痴 难怪会嫁给长相 有些得罪人的李有良 李有良便说道 有人在喊救命 周翠听后 探头一看街尾的赵雪岩 顿时吓得一声惊呼 头皮都是妈了 赶忙一把 将男人给拉进了屋 将门给死死地关上 你干什么呢 李有良诧异地问道 周翠一脸骇然 双手合十地 连连对空中作一 惊慌地祈求道 官官是殷菩萨 我天天天烧香供供奉着您 您可依一定要保保佑我啊 别让那些脏脏东西来吓吓我们啊 听他一段话 听的人都觉得累 看来他是以为看到了脏东西 老板李有良 却是坦然地说道 我李有良一辈子没做过什么亏心事 再说 世上哪里会有什么鬼怪 你别整天那么迷信 神神叨叨的 女儿都读大学了 有时候都不好说你 我得去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婚二十多年 随着年龄的增大 老婆子周翠 是越发地迷信了 做什么事 都要找人算上一算 辛苦卖包子赚来的钱 贴了不少给那些什么算命的 李有良心头觉得十分的冤 毕竟 这命术一说 本就是子虚乌有 那些路边算命的瞎眼先生 说的是天花乱坠 不也没算到 自己怎么就眼瞎了吗 不过 话虽是这么说 李有良一直都觉得 周翠跟着他 没怎么过好日子 而且周翠有几分姿色 又比他小两岁 他心头总觉得 对周翠有所亏欠 所以也就认由他了 可现在或许关系着人命 他却是有着自己的价值观 但见男人要出去 周翠整个人都炸了 奸声喊道 李有良 我不不准你出去 李有良指道 老婆 我看他一蹶一拐的 肯定是受了重伤 帮帮人也没什么的 没什么 周翠双眼一瞪 面色畏惧地说道 要是是人 倒还还没什么 万万一是惹惹着了脏脏东西 以后 后悔都来来不及了 见死不救 可不是李有良的人生观 当即指道 看到了若是不救 我一辈子也不会安心的 他说着 便转身欲开门 周翠整个人都炸了 更是急了 不过是越急 嘴上越是说不清了 直到 李有良 你是是不是好好的伤伤疤 旺旺的疼 是是不是要逞英雄 这不是逞英雄 是做人的根本 李有良说着 便伸手开门 周翠见劝不住男人 气得是一转身 怒喝道 好 你你去去 李有良一听 顿时大喜 快步就向外面冲去 周翠听见动静转过身 口中方才接着下半句话 去了就别回来 然而 李有良早已经没影了 周翠面色大变 骂道 天天傻的 他骂着 下意识就向外面冲去 毕竟是夫妻一场啊 可到了门口 他却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转身就向厨房内跑去 周翠其实也并不是完全迷信 怕遇上脏东西是一点 他还怕的是 现在碰瓷和仙人跳的太多 万一中招了 这大深夜的 自己到时候呼救 又会有谁来救自己呢 街道上 赵雪岩嗓子早就喊哑了 他早就没什么力气了 但一刻不见着人 一刻他也不敢放松下来 其实 他哪里知道 他的呼救之声 已然引起了两边楼内几乎居民 毕竟 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故事 时间再早再晚 都有人没有入睡的 居民楼的窗帘内 甚至还有好几双眼睛 在看着赵雪岩 可现在时间的确也很敏感 加上没有谁不怕麻烦的 所以都是在黑暗中看着 陡然 赵雪岩双腿一软 再也坚持不住 倒在了地上 他身子本就没有恢复 又正好是生理期 身子更加的弱 现在脚上又流了不少血 能坚持到现在 意志已经是很强了 看着赵雪岩倒在地上 黑暗中 居民楼内关注的几人 心头也是一颤 那是人的本性 可最终 他们还是被如今网络上 那些碰瓷的事儿击溃 暗纳住了那一刻救人的本能 救命啊 救命啊 赵雪岩感觉自己头越发的昏沉了 知道自己随时都会昏倒 他猛力的一咬舌尖 让自己稍稍清醒 又拼力的呼救着 小妈 你这是怎么了 这时 出门的李有良快速跑了过来 一脸关切的问道 面上大喜挣扎着要起来 同时大喊道 大哥 快打电话报警 报警 地下室中 夏东阳身中竖刀 被逼到了死角 洛塞胡抱合着 手中匕首直奔夏东阳的胸口要害 势必要在这一下解决夏东阳 眼看着那匕首 距离夏东阳胸口不过一尺之时 陡然 夏东阳身子往右边一侧 同时左手一抬 电光石火间 他的左手停在了洛塞胡的左肩膀上 而洛塞胡 却是双眼猛然一瞪 手中的匕首因为惯性 还是浅浅地刺在了夏东阳的左肩上 一切 在这一刻都静止下来了 扑 结许后 一捧血雾 自拿洛塞胡颈部左侧的大洞脉处 喷剑而出 洒了夏东阳一脸都是 怎怎么可能 他赶忙伸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向后退去 匕首也自然掉落在地上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夏东阳 实在是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败了 自己的大洞脉 怎么就被割开了 夏东阳身子一晃 差点栽倒在地上 他用的是左手上手掌特许他戴回来的戒指 他一直都在等机会 等一击必中的机会 我说了 我会宰了你 夏东阳冷冷地说着 嘴角却是又一出血来 洛塞胡不敢再留半分 他紧紧地捂着脖子转身要跑 只要抢救得及时 应该还是能活命的 夏东阳哪里能让他离开 咬牙一个飞扑上去 将洛塞胡撞到在地上 他自己也是摔得不轻 洛塞胡根本不敢去理会夏东阳 一手捂着脖子 另一只手 那是手脚并用地向外爬去 夏东阳翻过身 又是一个飞扑上去 右手臂一下 从后面缓住洛塞胡的脖子 狠狠地勒住 哈赤 哈赤 洛塞胡双眼猛瞪 嘴巴大张着出着气 双脚不断地在地上蹬踢着 夏东阳双脚一盘 从后面将他的腰身 给死死地夹住 洛塞胡心头大害 腾出右手 不断地反砸夏东阳的脸部 夏东阳挨了两拳后 极力地将头往后仰 躲过洛塞胡的拳头 洛塞胡只得用手肘 不断地冲击夏东阳的腹部 这时候 自然是拼命了 夏东阳没办法躲 任由他击打着 嘴角鲜血不断地溢出 却是死也不放手 窒息感传来 死亡的恐惧笼罩在洛塞胡的心头 他加速地肘击着夏东阳的腹部 却也是无果 最后只得用手 去拔夏东阳的手 双脚也更是薄命的蹬踢 二人在地上挪动着 到了进门左侧的墙角 夏东阳的背抵在了墙上 右手小臂 被洛塞胡抓的是鲜血淋漓 随着挣扎与用力 鲜血也是不断自洛塞胡的 颈部大动脉喷出 将夏东阳身上 都染红了好一大片 二人僵持了一会 洛塞胡嘴巴极力地张着 发出绝望的呼气声 却是渐渐停止了挣扎 瞳孔开始放大了起来 继而 他双脚一松 双眼猛然一瞪 死亡彻底占据了他的身躯 但他的右手 仍然还死死地抓着 夏东阳的右手手腕 知道对方死了 夏东阳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是放松下来 顿时只感觉眼前一黑 意识也渐渐地模糊起来 他知道 死神的脚步正在向自己走近 这一刻 他脑海中不断地闪现出 父母的英容笑貌 在部队中训练的耗子声 战友们的笑声 一幕幕渐渐远去 赵雪岩 于飞的身影 从黑暗中相继走出来 喊着 夏东阳 夏东阳 夏东阳听不出请他们说什么 他们的身影却已经淡去 紧接着 妹妹夏东清的身影 从黑暗中走来 只哭喊着 哥哥 哥哥 不要离开我 你说过 要代替爸爸妈妈 照顾我一辈子的 哥哥 哥哥 身影渐渐被黑暗淹没 夏东阳只看见 自己的身子 坠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越落越深 这一刻 他没有恐惧 没有惊慌 有的只是担忧和愧疚 以后只有妹妹一人了 对妹妹的承诺 他没能做到了 对赵正明承诺 要照顾赵雪岩 他也食言了 最后 他身子 被黑暗彻底的吞没了 老舅的街道上 两旁的居民楼中 这时候被惊醒的人 也是越多了 看着李有良出来了 不少人都感叹着 老李这是 又要管闲事了 真是被坑不怕啊 原来 李有良之前曾在街头 帮助过一位求救医药费的人 那一次 他给了三千块钱 可给了钱后 那人便再也没有音讯了 这件事 老婆周翠没少和他吵 更是没少束落他 街坊邻居也都是知道 还有人经常拿着是笑话他 但李有良每次都是摇摇头 没有多说 他始终相信 这个世界上 好人还是绝大多数的 再说 他帮助那人 也没想过 要图个什么报答 一听赵雪岩喊报警 李有良是二话不说 连忙打报警电话 这时 周翠从厨房拖了一把菜刀 快速跟了上来 他就试着刀子嘴斗抚心 终究还是要支持男人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才拿了把菜刀 周翠这近距离 也是看见了赵雪岩身上的血污 以及脚上的血迹 知道这应该不是碰瓷 或是鬼怪什么的 便是连忙将菜刀放下 上千扶着赵雪岩 问道 大大妹子 你这是怎么了 赵雪岩连忙道 我被人绑架了 我的朋友为了救我 现在还在酒厂的地下室 和绑匪搏斗 啊 周翠吓了一大跳 想不到还有这事 他内心又是猛然一跳 这会不会因为救了这人 而连累自己的家庭 他有些矛盾了 这边 李有良已经打通了报警电话 而且将赵雪岩刚才所说的 快速转述了一遍 而后蹲着身子 说道 大妹子 我看你伤得不轻 我们送你去医院 赵雪岩连忙说道 不不 我就在这里等着警察来 夏东阳现在身中剧毒 还与那落腮胡在地下室搏斗 他生怕自己去医院 这一昏睡过去 醒来的便是天人永格了 周翠见赵雪岩要坚持着警察过来 刚才心头的想法也落了下去 连忙劝道 大大妹子 你别别这样啊 我看你身身上的伤不清 先先去医院吧 你朋友肯肯定会没事的 警警察很很快就会来了 抛开了内心的矛盾 夫妻这么多年 周翠还是被李有良正统的人生官 给潜移默化了不手 不过 听着他说话 真的是心都累啊 心急的人 只怕都会抓狂 赵雪岩却是摇头道 大哥 大嫂 谢谢你们肯出来 帮我打电话报警 我已经很感谢了 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 李有良见赵雪岩这么坚持 他连忙道 小翠 你在这里看着妹子 我回去拿点纱布酒精什么的 好 李有良说着 弯腰将菜刀剪了起来 还不忘看看老婆 周翠面上有些不好意思 这短短的眼神接触 完全可以看出 这对夫妻的感情 铁定是极好了 来 大大妹子 我扶扶你到旁边坐 谢谢大嫂 不多时 李有良回来了 周翠帮着 给赵雪岩处理伤势 看着赵雪岩脚上的口子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白肉都露了出来 心头也是自责着 应该早一点出来的 就在这时 一整嘈杂的脚步声 自街头传来 快速向这边跑来 为首的可不正是傅青霜吗 他是接到报警中心 那边的通知 说了这边的情况 他第一反应便是 会不会是夏东阳 就赵雪岩出来了 青霜 青霜 听见脚步声 赵雪岩急忙转头看去 见到是傅青霜 顿时便欣喜地大喊着 见果然是赵雪岩 傅青霜心头的大石头 总算是落下来了 连忙问道 怎么救你一个 夏东阳呢 赵雪岩连忙道 青霜 快 那边的酒厂地下室 夏东阳中了毒 还在与绑匪搏斗 傅青霜不敢怠慢 连忙指挥道 你们两个留下 其余人 跟我走 快 嘎吱 地下室内 右侧那老旧的门 背手持着枪的傅青霜 一脚给踹开 他一个干净利落的翻滚 便进了房间 紧接着 另外两个队员 也分别闪身到门口 二人一左一右 用手枪描着房中 配合得十分的默契 傅青霜单膝跪地 双手持枪立于房中 乍见进门右侧的墙角 满脸发黑 嘴角一血的夏东阳 还保持着用手臂 从后勒着 那落腮弧的情形 夏东阳 傅青霜一声惊呼 赶忙冲了过去 门外的警员 也快速于贯而入 但见到这情形时 都是面色大惊 这时 谁还看不出来 夏东阳是中了毒 拼着最后一口气 活活地勒死了绑匪 与绑匪是同归于境 所有警员 各个眼中皆是敬佩 情绪使然之下 众人更是当自发的抬手 对夏东阳敬礼 这是一条汉子 与匪徒殊死搏斗的英勇汉子 值得所有人的尊敬与敬佩 傅青霜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夏东阳帮了他好几次 彼此间也是朋友了 而且 夏东阳的正直 正义感与英勇 他一直都深深地敬佩着 如今 他如何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他心头抱着一丝希望 颤抖着手去试探夏东阳的鼻息 顿时面色大喜道 都把手给我放下 他还有呼吸 快叫120 一个警员反应过来 第一时间拿出电话 拨给了急救中心 接着 傅青霜便说道 小刘留下来 其余人都出去 让空气流通一些 大家火得令后 连忙退了出去 年轻警员小刘走上前去 他知道 队长是有事 要吩咐自己 果然 傅青霜便说道 我们先把他挪出去 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 好 小刘一点头 二人蹲着身子 先是想将落腮胡给拖开 可落腮胡的右手 还一直紧抓着夏东阳的用手 二人也是费了点力气 方才将落腮胡的手给掰下来 接着便是要将夏东阳 还着落腮胡的手臂给松开 然而 任凭二人怎么用力 夏东阳的手臂 却一如石化了一般 竟是没办法拉开 傅青霜的眼泪 更是止不住地滑落而下 他知道 这是因为夏东阳在昏迷之前 坚毅的抑制 和憋着的那一口气力 造成了肌肉的筋卵与僵硬 即便是昏迷过去 也维持之前的情形 这情况 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 如果强行掰动的话 对夏东阳的肌肉 肯定会造成损伤的 所以 父亲双二人 也只得放弃 二人心头的敬佩之一 更浓烈了 不自禁地幻想起 当时夏东阳 与着落腮胡的打斗 是何等的惨烈与悲壮 不多时 救护车来了 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 外加两个身着蓝色服装的护工 当四人一进地下室 看着夏东阳 与落腮胡所保持的情形 惊骇之余 也都是敬佩不已 毕竟 现场的情形 谁都能想象得到 当时殊死搏斗的惨烈画面 一生权衡之下 最后只得考虑着 向左边横着拖动落腮胡 这样对夏东阳的肌肉 应该不会造成损伤 废了一番手脚 终于是将落腮胡给拖了出来 夏东阳右手弯曲平于胸前 一如一的电影中 英勇的八路军 冲锋在国旗下的姿势 让人敬畏钦佩 即便是那护士双眼中 眼泪也是直打转 几人合力将夏东阳 给抬上了担架 快速送上了救护车 车上 医生便对夏东阳进行急救 必须要将他的生命迹象 给维持下去 具体情况 才能在医院中进一步的处理 青霜 他怎么样 怎么样 看着救护车呼啸离开 赵雪岩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见傅青霜过来 也是不顾脚上的伤势 颠着脚上前急切地问道 傅青霜面色敬佩地说道 他身上受了七处刀伤 凭着一口气 硬是活活勒死了绑匪 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昏迷了 但他的手都还勒着绑匪的脖子 不肯松开 医生说他情况很不妙 具体情况 只有在医院才能处理 听着傅青霜的讲述 赵雪岩脑海中自然地幻想着 夏东阳身中剧毒 忍着腹中非人的痛苦折磨 与洛三胡周旋搏斗 拼着几处刀伤 勒死洛三胡的画面 他的眼泪如断线的珍珠般 不断地滑落而下 抓着傅青霜的手臂 焦急地喊着 青霜 送我去医院 我要陪着他 送我去医院 这个自然不用他说 傅青霜也会的 毕竟 赵雪岩也是受了伤 赵雪岩对李有良夫妻道了谢 便上了傅青霜开来的警车 想着 等下东阳好了后 再来感谢这对好心的夫妻 很快 老旧的街道上 又冷清了下来 大街上 只剩下了李有良夫妻二人 不过 两旁的居民楼上 亮起的灯火却更多了 毕竟 周翠不禁感叹道 能能为一个女女孩子 这这样活活出性命 他一定很爱爱她 李有良也深以为然 周翠这时 又将双手合十在身前 对着夜空作一 而后一脸虔诚地祈祷着 大大慈大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虽然并没有见过下东阳的面 但周翠还是为他祈祷着 是他淳朴的善心 也是被下东阳的英勇而感动 这一次 李有良并没有反对老婆 甚至 他也是如此期盼的 继而便说道 小翠 我这次没有救错人吧 周翠也不得不承认 点头道 没 没就错 那你不会和我没完吧 李有良表情有些畏惧 但眼底却是藏着笑意 老夫老妻了 周翠如何看不出自己的男人 这是在向自己讨好 便是假装沉怒地说道 当当然没没完 我这这一辈子都和和你没完 李有良却是一副受用的样子 伸手拉着周翠的手 笑道 这个是肯定的 我就喜欢你和我没完 死死笑 还不滚滚回去做包包子 周翠面上微红 抬手打了男人一下 心头却是甜滋滋的 救护车移到医院门口 便有几个医生和护士迎了上来 这是因为夏东阳的情况 实在太严重 那急救的医生 在车上便和医院沟通了 出来接的医生 都是医院的专家人物 两个护工抬着夏东阳抬出来了 当几个医生和护士 看着嘴唇乌黑的夏东阳 以及保持着那怪异的姿势 都是纷纷一惊 其中 一个医生更是惊呼道 怎么又是他 原来 他竟然是那次夏东阳小楼 救赵雪岩后 为夏东阳做过手术的医生 也是他将夏东阳 那残破身躯的情况 告诉给赵雪岩等人的 想不到这才过了多久 夏东阳竟又受这么重的伤 而且看样子 还是中了毒 夏东阳 怎怎么会这样 接着 一旁一个护士 也是惊呼了起来 虽然他戴着口罩 但从那水汪汪的眼睛 不难看出他是温情 要知道 不到一个小时前 他可是亲眼看到 夏东阳完好的跑出去 可没曾想回来就成这样了 他内心自责不已 当时应该拦着夏东阳的 当然 他这时候并没有考虑到 他根本就拦不住夏东阳 这时 赵雪岩在父亲霜的搀扶下 一点一点的快速走了过来 看着夏东阳那惨然的面色 以及弯曲的手臂 他心如刀割般痛着 快快快 进抢救世 那位夏东阳做过手术的医生 显然地位颇高 不敢丝毫怠慢 连忙催促着护工 赵雪岩点着脚 跟着后面哭着喊道 夏东阳 你一定要坚持住 一定要 然而 他话还没说完 眼前便是一黑 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他的身体实在承受不起了 雪岩 雪岩 父亲霜眼急手快地将他扶着 而后连忙对前面急匆匆的医生护士喊道 医生 这里还有一个 温情一见是赵雪岩 面色更是大变 急忙上前帮忙 快 送那边急救室去 一个医生大声喊着 一时间 大厅的气氛紧张了起来 父亲霜站在走廊内 一回看急救室 一回看抢救室 有记得 之前商业大厦车库爆炸 也是这般情形 他不仅暗叹了一口气 夏东阳这二人在一起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这样多传呢 这次背后的黑手 又会是谁呢 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在这里等着 救人是医生的职责 而他的职责是抓人 现在最要紧的是 抓紧时间从那个落塞壶身上 找到突破口 当即 父亲霜让小刘在这边守着 有什么情况 立刻给他打电话 而他则是回警局 刚才在地下室中 找到了两部手机 一部是赵雪岩的 另外一部自然就是落塞壶的 落塞壶肯定与幕后之人有联系 这时候 那幕后之人肯定还不知道情况 正是试探的最好时机 警员小刘全名叫刘安 父亲霜交代了 他自然在这边尽忠直守地等着 一步也不离开 当然 他内心也是十分敬佩下东阳 毕竟 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中了毒 硬是将绑匪给勒死 那是何等的毅力啊 在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 急救室先打开了 女医师走了出来 刘安连忙迎了上去 问道 医生 他情况如何 那女医师一脸疲倦地说道 醒过来了 只是受到外伤 加上身体贫血 体力透支太大 不过并没有生命危险 刘安一听 面上一喜地点头道 那就好 谢谢医生 那女医师看了看刘安 问道 你是病人的家属吗 刘安摇了摇头 同时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女医师一看 只好说道 等会家属来了 请警官转告家属 病人有中度贫血 身子十分虚弱 以后要注意调养 好 谢谢医生 刘安又带围到了一声谢 女医师离开后 刘安急忙进了急救室 不等他说话 赵雪岩便不顾手上打着点滴 撑起身子急切地问道 警官 夏东阳他怎么样了 他声音十分的沙哑 听上去完全没有往日的清脆 面色更是苍白如指 嘴唇干裂的都甚至血丝 留在房中照顾的温情 内心也是带着自责 毕竟 今晚是他的班 若是严格追究的话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刻他赶忙双手扶着赵雪岩 悉心地照顾着 看着赵雪岩现在的精神状态 刘安本想隐瞒 但也能看出赵雪岩对夏东阳的感情 也是不忍心隐瞒 于是便说道 医生还在抢救 不过他一定会没事的 是 他一定会没事的 赵雪岩也是点头说着 是啊 夏东阳经历了那么多的险境 每次都能挺过来 他相信这次也肯定不例外 这时 外面传来叮的一声响 刘安回头一看 便是喊着 抢救室门打开了 赵雪岩一听 急忙道 温护士 快 麻烦推我过去 好好 温晴也是担心夏东阳 丝毫不敢耽搁 刘安也上前帮忙 将赵雪岩推出了急救室 来到了抢救室门口 赵雪岩撑着身子 急切地向那曾卫下东阳 做过手术的医生问道 医生 他情况怎么样 那医生取了口罩 疲倦的面上 神色颇为复杂 似有惊诧 骇然 又有凝重 接儿说道 不幸中的万幸 他体内似乎有某种抗体 对毒药的抗体 要不然根本坚持不到现在 总算是脱离生命危险了 赵雪岩一听 担忧 愧疚 欣喜 顿时化为无法抑制的泪水 如断线的珍珠般 不断地滑落而下 连连念道 我就知道 他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一旁的温晴和刘安 也都是面上大喜 赵雪岩没顾及自己的形象 连忙又问道 康教授 那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那医生康教授 都被他体内的抗体给清除了 但终究对身体 还是有很重的损伤 特别是他的肠胃 被灼伤得十分严重 对中枢神经 也有一定的影响 加上他身上的旧伤 我担心的是 他醒过来后 只怕会对行动有所影响 赵雪岩一听 也是不顾身上的伤 从担架车上翻了下来 踉跛着上前 急切地问道 康教授 你是说 他会会瘸吗 他情绪激动 当然更多的是担忧害怕 以至于声音都有些发颤 温情急忙将担架车推进 以免赵雪岩将刘志真给扯落了 温情心头也是急切心骄不已 他和夏东阳 也有相互帮衬救治的恩情 之前还和夏东阳约定 有时间吃个饭的 可想不到 这才过了几天 情形已变化如丝 康教授也是叹了一口气 说道 之前我就对你说过 他的身体如果在受伤的话 随时都有瘫痪的可能 不过他的身体素质异于常人 只有等他醒来后再看吧 康教授全名叫康涛 他之前给夏东阳做过手术 所以对夏东阳的身体状况 十分的清楚 而随着他的话落 走廊中气氛变得更加的凝重起来 赵雪岩深吸了一口气 又问道 康教授 那他什么时候会醒 康教授摇了摇头 说道 这个看他自己的意志力了 当然 若是醒得早 他的伤势应该会更恶观 赵小姐 你可以多和他说说话 鼓励刺激他 好 谢谢医生 赵雪岩微微点头说道 应该的 康教授说了一声便离开了 剩下的便是护士和护工的事情了 要将夏东阳转移到病房中去 一行将夏东阳给转移到病房中 赵雪岩坐在病床边 握着夏东阳的手 就那么静静地握着 一旁的温情欲言又止 他知道这时候 自己说什么安慰的话 都什么意义的 甚至站在这里都是多余的 还是将空间都留给赵雪岩吧 于是便默默地退了出来 门外 刘安正通过电话 向父亲双汇报夏东阳与赵雪岩的情况 病房中 看着夏东阳有些发紫的脸和嘴唇 赵雪岩眼泪止不住地滑落而下 夏东阳每一次的受伤都是因为他 上一次虽然死里逃生 却加重了救患 这一次更是因为救他喝了毒药 再一次陷入危境 赵雪岩从来不信那些虚无的说法 但这一刻 他觉得自己和夏东阳就是八字不合 只要待在一起 不是发生意外的碰触 就是发生伤害 不过 此时此刻对于赵雪岩来说 他甚至希望发生的是意外的碰触 也不是这样的伤害 可这会想 那些又有什么用吗 他紧握着夏东阳的手 而后说道 夏东阳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高考了 是东青人生最为重要之一的时间来了 他肯定希望你能到现场去支持他 鼓励他 这样他会更加的有信心 夏东阳 你知道东青为什么今天也不打个电话过来吗 东青肯定是想着 烧烤店现在出事了 你肯定很忙 所以就连高考都不舍得给你增加压力 你们兄妹都是这样 总是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而麻烦别人 可是 你们是兄妹 不是别人 夏东阳 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到学校去给东青加油打气的 你一定在新闻中也看到过 几乎所有考生的家长都会到学校门口等着的 东青就你一个至亲了 你肯定不想缺席他这人生中的大事吧 所以夏东阳 醒过来 站起来 东青肯定等着你的 我知道你能听到我的话 醒过来 天 很快亮了 距离高考时间也不过几个小时时间了 夏东阳仍旧没有转醒的迹象 赵雪岩自然不会放弃 他一直紧握下东阳的手 不停地说话 时间很快到了七点半 学校教师宿舍中 李晶晶和夏东青正张罗着早餐 反正住在学校中 时间一定来得及的 看着吃饭都心不在焉的夏东青 李晶晶暗叹了一口气 说道 现在还有时间 想对你哥说 你就打电话过去吧 昨晚让你打你不打 是啊 正如赵雪岩猜测的一样 昨晚李晶晶就对夏东青说 打个电话给夏东阳 问问夏东阳 今天有没有时间来学校陪他 可夏东青却说 哥哥正在处理烧烤店的事情 那边情况也很着急 时间的临近夏东青心头却越是希望哥哥能过来 毕竟从现在窗口看下去 已经看到有家长送考生来了 加上又担心烧烤店的情况 所以夏东青心头越发的不安 不过此刻夏东青还是说道 算了 老师 别打了 哥哥那边肯定也忙 李晶晶摇了摇头 心到这两兄妹都是一样的固执 也不理会夏东青 继而拿出电话 直接给夏东阳拨了过去 赵雪岩这边 因为不停的说话 以至于喉咙干涸 声音都哑了 却听见夏东阳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急忙从旁拿过来 一键上面的来电显示是李老师 他念头一转便想到是李晶晶 也是想到 这时候 只怕是李晶晶要问夏东阳 为什么不过去陪考的事 赵雪岩心头计较着 而后方才接通了电话 还没来得及说话 那头便传来李晶晶泼辣的声音 劈头盖脸的指责道 夏东阳 你还知道接电话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不过来陪考 就算了 一个电话都不打吗 烧烤店比妹妹高考都重要吗 赵雪岩知道李晶晶火辣的脾气 沉吟了一下 说道 那个 晶晶 我是雪岩 啊 那头 李晶晶一声低呼 不用想也知道这时候尴尬得很 顿了几秒后 他方才问道 雪雪岩姐姐 夏东阳他人呢 夏东阳现在还没醒 赵雪岩也只好谎称道 哦 他在洗手间 昨晚因为处理烧烤店的事情 忙了一整晚 所以没时间给东青打电话 不过我们马上就准备过来了 让东青安心 李晶晶听的自然是想到 夏东阳与赵雪岩应该是整晚都在一起 内心有种莫名的失落感 有些心不在焉的说道 那我让东青在门口等一等你们 八点半就要进考场了 他说着便直接挂了电话 赵雪岩这边紧握着电话 心头更是沉重不已 刚才这个谎言撒得实在太大了 当然 他也只是想要夏东青安心的考试 可若是夏东阳没有在高考前醒过来 只怕夏东青的内心将会更加的杂乱 赵雪岩心急如焚 再一次紧握着夏东阳的手 说道 夏东阳 你听见了吗 东青在学校门口等你 你醒过来 快醒过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八点了 一中大门口 以及旁边的街道上 早已经围满了家长和学生 无意不是家长们对孩子 殷切期盼和鼓励 宝贝 好好考 考完我们去旅游 儿子 好好表现 考出自己平时的水平 儿子 不要有压力 放松心态才能超常发挥 虽然还没考试 但是现场的气氛已经十分的紧张了 一股浓浓的高考气息溢满开来 因为人流量太大 加上高考是每年的大事 所以 现场不仅有学校的保安职情 更有警察维持现场治安 时间很快过了八点 不少的考生在家长的目送下 走进了校门 而夏东青也从李晶晶的宿舍出来到了门口 李晶晶因为要监考 所以就没有陪夏东青过来了 反正昨天都已经去考场看过了 不担心夏东青找不到 考生们都向校内走 唯有夏东青一人向外面走 显得十分的违和也十分的艰难 毕竟人实在太多了 夏东青逆着人潮 想要走到外面 却被校友们撞得在人潮中晃来晃去的 好不容易 夏东阳总算是挤到了靠近外面的地方 正好碰到了刚与父母分开的闺蜜张雪 张雪诧异地问道 东青都快考试了 你出来干什么呀 夏东青眼神向外望着 寻找着 同时说道 我等我哥 他说过会过来的 张雪更是诧异地说道 怎么 你哥哥还没有来吗 夏东青点了点头 继续向前面走去 希望哥哥过来时 能第一眼就看到自己在这里 张雪看了看手表 现在已经快八点二十分了 等会进学校 还得好几分钟 若是再单个下去的话 到时候就太过匆忙了 不过 张雪还是一咬牙 跟在了夏东青的身边 他决定再陪自己的闺蜜等一等 张雪的父母一见女儿回来了 连忙上前关切地问道 宝贝 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张雪看着夏东青说道 东青在等他哥哥 我陪他等一等 张雪父母这才将眼神挪到夏东青身上 他们眼中只有女儿 自然没有注意到夏东青 其实 夏东青是去过他们家的 而且还不止一次 这时 张雪的母亲便劝说道 东青 时间快到了 进去吧 你哥哥或许是有事情耽搁了 张雪的母亲也知道夏东青家里的情况 所以耐心地劝说着 夏东青却是坚持到 阿姨 我想再等等我哥哥 说着 他又对张雪说道 张雪 你快进去吧 不用等我了 张雪仍然说道 没事 东青 我陪你再等等 他说着 转头看着爸妈 说道 爸妈 你们回去吧 等会我和东青会 及时进去的 张雪母亲却是说道 没事 我和你爸陪着你 显然 他们是担心自己的女儿太过死心 到时候硬是要陪着夏东青 而耽误了考试时间 毕竟 只子莫若妇嘛 夏东青感激地看着张雪 张雪则是伸手握着他的手 闺蜜情意净险无疑 张雪父母也就在旁边等着 心头却是急切得很 毕竟 时间可不会因为等待而停留 眼看着就到八点半了 门口的大部分考生 几乎都静笑了 张雪的父母心头急切了起来 张母更是忍不住要出口劝说了 啊 然而就在这时 左边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声 将夏东青几人的注意力 都吸引了过去 只见一个男子 竟然手持着菜刀 冲进考生群中 挥刀乱砍 而且直奔夏东青 四人所在的地方而来 啊呀 一时间 校园门口一片混乱 家长以及考生们 纷纷坐鸟受散 雪儿 快快跑 张雪爸爸连声大喊着 一手抓着妻子 一手拉着张雪 快速向旁边跑去 夏东青一下就只剩下孤身一人 而且 那持刀的男子 已然冲劲了 张雪回头急切地大喊道 东青 快跑 跑啊 夏东青自然也是回过神来 快速向外面方向跑去 这时候 门口的考生们 一瞬间都散开了 夏东青向外跑的身影 便显得尤为的突出孤立 那男子持刀 快速地向夏东青追击而去 途中 瞬间砍上了两个 护着考生的家长 门口执行的保安和警员 也都是反应过来 纷纷拿着电棍 向那男子追了过去 但他们所在的地方在边沿 加上慌万四散的家长 以及考生这么一冲击 追击的速度与效率 被大大延误降低了 夏东青一边惊慌地跑着 一边下意识地回头看着 眼看着那男子 距离自己不过三四米远了 他心头更是惊慌无比 脚下一个没稳住 一下扑倒在地上 另一头 张雪因为担心 在父母的强硬拉拽下 仍然不断地回头看下 东青的情况 一见夏东青摔倒在地上 他整个人面色大变 一声惊叫着 竟然挣脱了父母的手 向夏东青跑去 张雪父母吓得脸都白了 张富反应过来 几个剑步追了上去 将张雪给抱住 喊道 雪儿 别过去 危险 张雪双腿连连灯踢着挣扎着 急得眼泪都出来 大喊道 东青 东青 快起来 起来啊 四处围上来的保安和四个警员 这时候最近的距离那男子 都还有六七米远 根本来不及 最近那个警员 指得急切地大吼道 住手 夏东青趴在地上 惊慌地转过身 就见那男子扬着菜刀 向自己砍来了 顿时吓得他面色煞白 一声惊叫 眼看着那带血的菜刀 就要砍在夏东青肩颈部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手机飞速划空而过 重重地飞砸到那男子的右眼眶上 哼 那男子一声闷哼 身子往旁边一扭 手中的菜刀 也就劈了个空 趁着这个停顿 就近的那个警员 一个飞扑上去 那将男子给扑倒在地上 与此同时 一个人影快速从街道对面飞奔而来 不是夏东阳还会是谁呢 夏东青惊魂未定 急忙想要爬起来 但刚才吓得他已经是手脚发软 撑了一下 竟然是没爬起来 下一刻 他陡然感觉到肩膀一紧 吓得他下意识地挣扎着一声大叫着 耳边却是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喊道 小妹 别怕 是哥哥 夏东青回过神来 抬头一看 竟然真的是哥 他双手一把 死死将夏东阳给抱住 放声大哭了起来 夏东阳内心自责不已 连忙拍着妹妹的背 安抚道 小妹 对不起 哥来晚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时间回过二十多分钟前 医院病房中 见时间越发接近高考了 夏东阳仍然没有转醒的迹象 赵雪岩更是心急如焚 因为生理原因 他起身到厕所中去 想着等会出来时 自己的亲自去一趟学校 起码能安抚一下夏东青 然而 就在他刚进厕所 躺在病床上的夏东阳 右手食指便轻轻一动 继而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正如之前康教授所说 夏东阳虽然是在昏迷之中 但潜意识还在运转中 还是能听见赵雪岩的话 他意志力努力地抗争着 终于醒了过来 赵雪岩收拾好后 打开厕所门 就乍见夏东阳竟然坐了起来 顿时连手上的水渍都不及擦拭 快速到了床边 欣喜地说道 夏东阳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说着 泪水更是控制不住地滑落而下 夏东阳转头看着他 直道 赵总 谢谢 赵雪岩含泪 微笑着连连说道 醒来就好 醒来就好 夏东阳接着便说道 赵总 我得尽快赶去学校 今天东青高考 我必须去支持鼓励他 赵雪岩却是担忧地说道 可你的身体状况 要不你给东青打个电话 赵雪岩考虑着 夏东阳毕竟中毒 加上身上还有刀伤 这才醒过来 还是不以活动为好 夏东阳却是摇头坚持说道 没事 我一定要过去 他说着便起身下床 但身子刚一站直 脚下便是一晃 赵雪岩急忙扶着他 担忧地说道 夏东阳 你现在真的不能出去 没事 赵总 麻烦你开车 赵雪岩暗叹了一口气 也知道自己劝不住 便扶着夏东阳向外走 外面 刘安还一直等着 刘安开着警车 直接送下东阳和赵雪岩到学校 但学校外面的街道上 到处停着车 所以 三人 只得在街外下车 而后急匆匆地赶过来 刚到街对面 正好看到校门口混乱的一幕 而夏东阳 更是第一眼看到妹妹玉璽 情急时刻 他便将自己的手机扔了过来 也亏的是他 若是换了其他人 隔着这十几米的距离 就算能将手机扔过来 也绝对没有他的准备 啊 正安抚着妹妹 突然 旁边传来一声怒吼咆哮声 只见那被警员扑倒在地的男子 竟然挣脱了警员的束缚 挥舞着菜刀又向夏东青这边冲来 那警员手中的电棍 戳在他身上竟然没有效果 他似乎就是认准了夏东青 夏东青吓得又是一声惊叫 不过 夏东阳已然第一时间 将他给拉在身后护着 赶来的警员纷纷大喊道 快躲开 同时向那男子扑了过去 然而夏东阳不仅没有躲开 反而一步上前 一脚踹在那男子的腹部上 这一脚含怒而出 那男子顿时被踹得飞杂而出 跌落在三米开外 手中的菜刀也掉落在地上 几个保安和警员 纷纷都是一愣 想不到夏东阳会这么生猛 接着便回过神来 纷纷向那男子按去 可突然 那男子竟然再次爬了起来 咆哮着不断地挥动着拳头 不过这时候 他手中没有了菜刀 几个保安和警员 纷纷扑上去肉搏 手中的电棍 更是猛戳在他身上 然而诡异的是 电棍戳在他身上 竟然没有多大的反应 反而因为电流的原因 致使抓着他的那两个保安被牵连 脚下一软 就瘫倒在地上 啊 那男子又是一声咆哮 向夏东阳冲过去 似乎是认准了夏东阳 或是被夏东阳给激怒了 不过 但看着那男子眼神中的狂热 夏东阳只觉这人 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 亦或者说是少了人性 多了几分兽性 他下意识地觉得这事情 只怕不是这么简单 想着 他脚下一动 再次迎了上去 一抬手便将揪住了对方的手腕 而后往后面一扭 同时一脚踹在对方的脚弯上 不过一招便将其制服了 哎呀 那男子却是极力地转过头 壮若疯狂地大吼着 发出的吼叫声 似乎都蕴含着几分兽性 夏东阳仔细看着他的眼睛 发现这男子的眼睛中 竟然泛着丝丝绿光 夏东阳历时一皱眉 这绝对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眼神 思寸间 他却察觉到 那男子的手正在极力地扭转挣扎着 发力十分的大 夏东阳只得再次发力 将他给死死地按住 这时 几个警员一拥而上 其中一个警员拿出手铐 将那男子给反靠 但那男子仍然是怒吼着 极力地挣扎着 不过双手被铐住 加上还有两个警员撤肘着 他的挣扎也是突然 一个警员连忙对夏东阳致谢 这位先生 多谢 夏东阳点头道 应该的 看着几个警员将那男子压走 跟上来的赵雪岩急忙走到夏东阳身前 关切地问道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当然谁都看得出来 刚才夏东阳并没有受伤 赵雪岩所问的是夏东阳自身的伤 夏东阳摇了摇头 接而来到妹妹身边 安抚道 小妹 没事了 走吧 哥陪着你进去 这边 见清新被控制了 张雪也是第一时间冲了上来 抓着夏东清的手问道 东清 你没事吧 夏东清心头感动着 摇头道 我没事 一行这才向校门口走去 刚才夏东阳制服那男子的情形 在场不少家长和学生都看着 这时候都对夏东阳投以敬佩的目光 甚至有人带头鼓掌起来 听着大家的掌声 感受着大家的目光 夏东清虽然心头仍然有几分后怕 但小脸上却是难免有几分得意和小骄傲 自己的哥哥是健义勇为的英雄 来到校门口 几人停下脚步 夏东阳看着妹妹 与其温和地说道 去吧 好好考 加油 他说着 做了一个握拳鼓励的姿势 赵雪岩也是鼓励道 东清 加油 夏东清重重地点了点头 而后和张雪一起向校内走去 还一步三回头 夏东阳笑着再次鼓励 他站在门口 一直目送着夏东清 直到夏东清的身影 彻底淹没在考生人潮中 这时候 考场的提示音已经传来了 夏东阳方才转身对赵雪岩说道 我们先回医院 听夏东阳的语气 赵雪岩面色一变 连忙扶着夏东阳 向外面车边走去 刘安这边一直在帮忙处理 那行凶男子的事情 将那男子送上了警车离开后 他方才过来 但看着赵雪岩扶着夏东阳 他也没多想 毕竟 夏东阳本来身上就有伤 扶着一下也正常 他上前说道 夏先生 赵小姐 你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送你们 然后我得归队了 也是 之前刘安之所以留下 是因为傅青霜的回队处理 赵雪岩被绑架的后续跟踪工作 而且也担心夏东阳的情况 所以让刘安留下 现在夏东阳醒了 刘安自然得回去了 夏东阳指道 刘警官 没事 我这慢慢走走 活动活动 你有事就快去处理吧 刘安可没有那么细心 也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既然夏东阳都如此说了 他便点头道 那好 那我就回去了 他说着 对赵雪岩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接着便上了警车 快速离开了 他一走 赵雪岩历时没好气地说道 这段路不好打车 你这时候逞什么墙 我怎么说你呢 夏东阳却是说道 我这有没什么危险 不用浪费占用警力 你 赵雪岩也是无语了 眼前这个男人总是这样 丝毫不顾及自己的情况 也只好扶着夏东阳 继续向前走 赵雪岩的脚上也有伤 所以走起来一颠一颠的 在外人看来 二人相互搀扶着 俨然就是一对亲密的情侣 走出了中学所在的这条街 等了好几分钟后 终于等到了一辆出租车 一回到医院病房 赵雪岩还来不及说话 夏东阳突然双腿一软 向地上栽去 赵雪岩面色大变 急切地喊道 夏东阳 夏东阳 你怎么了 他手上发力着 不仅没有拉住夏东阳 反而自己也被带到坐在地上 夏东阳瘫倒在地上 抬手摸着自己的腿 眼神惊骇地说道 我的腿没知觉了 赵雪岩一听 面色更是大变 连忙起身一颠一颠地 快速向外跑去 同时急切地大喊道 医生 医生 来人啊 来人啊 恰好 康涛康教授 就在隔壁的病房中 给病人诊治 听到赵雪岩的喊声 急忙跑出来问道 赵小姐 发生什么事了 赵雪岩一见康涛 连忙一把抓住他 就向病房拖 同时说道 康教授 夏东阳他说 腿没知觉了 你快去看看他 康教授一听 也是面色一变 连忙跟着赵雪岩 来到了病房中 两个护士也跟在身后 一见夏东阳瘫坐在地上 几人合力将夏东阳 给搀扶起来 坐在病床上 接着 康教授便细细地 给夏东阳检查 赵雪岩在一旁 一脸焦急地看着 即便是他不懂医术 也看得出来 康教授几次 对夏东阳双腿 进行应激测试 夏东阳都表示没有反应 他一颗心越来越沉了 检查中 护士发现了 夏东阳身上的伤口 已经肾血了 急忙将医疗用品拿过来 给夏东阳重新包扎好伤口 康教授检查询问的 十分的细致 这样的时间 对一旁的赵雪岩来说 简直就是煎熬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康教授方才停下手来 赵雪岩第一时间地问道 康教授 情况如何 康教授摇了摇头 叹息道 目前看来 他的双腿没有任何应急反应 我会用相关仪器 对他双腿的神经 以及穴位进行刺激 如果今天之内 他的腿还没反应的话 情况就不妙了 极大可能会如我之前 所说的那种情况 赵雪岩听个面色大害 急切地说道 康教授 求求你一定要想办法 一定要治好他 赵雪岩已然用上了 恳求的语气 可见此刻他心头 是何等的着急 康教授自然能理解 病人家属的心理 知道 他若是今天不贸然跑出去 加重伤势的话 情况 应该还不至于这样严重 赵小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 治疗夏先生的 康教授知道 夏东阳是一位退伍军人 更知道他身上的旧伤 那是在部队里留下来的 绝对是一位 不为人知的国家英雄 可现在 至于要落得瘫痪的结局 惋惜心痛之际 他也是觉得无奈与悲情 想想 现在随便一个娱乐圈人物 结个婚 生个娃 闹离婚 甚至小到今天 又换了一件什么名牌衣服 小编都要写几篇报道 可如下东阳这样 曾经为国家 为人民 流过血汗 最后落下一身伤病的英雄 又有谁会知道他们的事呢 有道是 汐子家事先下之 英雄目前无人识 赵雪岩尽量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 连连说道 谢谢康教授 谢谢康教授 康教授点了点头 说道 我下去准备一下 赵小姐 你可以给他的腿部按摩按摩 多刺激他腿部的关节和突出 赵雪岩点头道 好 谢谢康教授 康教授暗叹了一口气 实际上 刚才他并没有说出来 下东阳这次的伤 他个人觉得并不乐观 不过 总得还是要试一试 待到康教授与两个护士出去后 赵雪岩忍不住抱怨道 让你不要过去了 救了东青就算了 非要动手帮忙抓人 现在好了 你 说着 声音乌液起来 更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眼泪便滑落而下 不过 他终究好强 转身默默地擦拭着眼泪 不愿意让下东阳看到 下东阳能从赵雪岩语气中 感受到浓浓的关切 便说道 赵总 别哭了 我会好起来的 赵雪岩转过身 冷声道 谁哭了 像你这种怎么劝都不听的酱牛 就该让你受罪 虽然如此说着 但他还是举步来到了床边 而后坐在床檐上 伸手放着下东阳的腿上 说道 我估计 应该是短暂的血脉经络不通 我帮你按按 等康教授将机器拿过来 专业的治疗后 你的腿肯定就会好起来了 他越是说着 却是越将头埋得更低 不想让下东阳看见 他眼中一忍再忍的泪水 因为 他又何尝看不出 康教授眼神中的凝重吗 看着赵雪岩低着头 下东阳哪能不知道他的担忧 他抬起手 想要去拍赵雪岩的手 不过 终究还是放下了手 吉儿说道 赵总 这么多年来 我经历了太多的受伤 也都是同样挺过来了 这次 我同样能挺过来的 别担心 赵雪岩听的一抬头 看着下东阳嘴硬的说道 谁担心你了 我只是不想东清伤心而已 说着 他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 躲开了下东阳的眼神 继续给下东阳捏着腿 心头却是一个劲的狂跳着 下东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 他自己的伤自己清楚 内心虽然暗淡 但他从不曾放弃过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再站起来的 叮叮叮 这时 电话响了起来 下东阳拿过电话 只见是傅青霜打过来的 他连忙接通道 傅警官 你好 那头 傅青霜说道 下东阳 我查过那个绑架雪岩之人的电话 电话拨过去后 是一个女人接的 听声音很难辨认是谁 再说 这样的声音就算知道是谁 也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他很快识破了我 然后挂了电话 我即使让人跟踪信号 但号码是个太空号 而且用了特殊的方式干扰 根本查不到信号出处 下东阳 抱歉 这是只怕还需要时间 是谁出的手 下东阳心头自有计较 傅青霜暂时没有什么收获 他心头也早就预料 于是便说道 多谢傅警官 我知道 那头 傅青霜又说道 下东阳 我知道这次的绑架事件 对你和对赵雪岩都造成了伤害 但现在一切都没有证据 我希望你不要冲动 到时候落人把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下东阳点了点头 说道 我不会乱来的 是 现在想乱来都不行了 至少等腿衣好了再说 傅青霜接着便挪开话题 问道 对了 你的伤没大问题吧 下东阳不想傅青霜到时候 医院和警局跑 过来看自己 于是便善意地隐瞒道 没事 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那就好 下东阳又说道 对了 傅警官 今天一中门口 那个暴徒伤人的事情 你应该听说了吧 傅青霜说道 听说了 我刚开了会出来呢 我听刘安说 又是你出的手材 制服了他 下东阳 说真的 要不你真的过来应聘吧 下东阳一笑 说道 以后再说吧 傅警官 我想说的是 今天那个暴徒 我看他的眼神很不正常 只怕是服用了某种药物 你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查一查 傅青霜一听 语气变得凝重起来 然后说道 好 我立刻下去和他们说说 先挂了 电话挂了后 赵雪岩忍不住说道 自己都成这样了 你还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下东阳放下电话 面色有些凝重的说道 我觉得 今天这个暴徒的出现 只怕不是偶然 赵雪岩一听 捏腿的动作微微一顿 然后看着下东阳说道 你的意思 这背后有人指使安排 或是什么 下东阳摇了摇头 然后说道 希望我是多想了吧 赵雪岩觉得不对劲 双眼直勾勾的 盯着下东阳的眼睛 问道 你不会是怀疑 也是孙家安排的吧 下东阳抬眼看了看窗外 说道 我们赶到的时候 东青几乎是到了街边 而从那个暴徒跑来的方向 可以猜测出他是从校门不远处过来的 那一片只剩下了东青一人 说明什么 赵雪岩是何其的聪明 明亮的大眼一瞪 便说道 说明那个暴徒是一直追着东青过来的 他是有目的的砍杀 下东阳捏了捏拳头 正要说话 这时 想起了敲门声 赵雪岩便说道 请进 进来的是康教授 他带着两个护士 推着一台机器进来了 下东阳与赵雪岩同时喊道 康教授 康教授点了点头 上前看着下东阳 说道 遇到这样的情况 下先生仍然保持这样良好的心态 这为我们治疗 也提供了前提保障 真是难能可贵 康教授这话 也并不是恭维 他从已几十年了 遇到的病人太多了 见到过太多 因为病情而寻死觅活 对生活绝望 甚至跳楼自尽的病人 如下东阳这样好心态的 的确真是很少 下东阳也是很会说话 直到 我只是信任康教授的医术 呵呵 下东阳如此轻松 康教授也是轻松地笑了起来 接儿说道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现在 我们先把机器安好 刺激你腿部的经脉和学位 下东阳点头道 有劳康教授了 康教授点了点头 而后开始为下东阳安装仪器 两个护士也上前协助 很快将仪器安置好 康教授对赵雪岩叮嘱了一番 注意仪器哪些地方数据的变动 及时通知他 康教授带着两个护士出去后 下东阳的电话却是响了起来 是赵如荣打来的 问道 下哥 有新一步的进展了吗 下东阳说道 张队长那边 已经做了重新检测 我们店内的食品没问题 现在他们再进一步跟进 相信我们店很快就可以重新开门了 赵如荣听后 连声说道 好 太好了 下哥 有进一步的消息 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啊 当然 挂了电话后 赵雪岩说道 也不知道张亚那边 抓住那个化验员没有 下东阳摇头道 估计没有 否则肯定会打电话过来 张亚之前对于失查的事情 已经十分的愧疚了 想必 这回正在火急火燎的搜寻那位化验员 所以 他也没有打电话再去催促 很快 时间就到了中午 期间 康教授带着护士来过一次 不过 下东阳的双腿 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康教授离开后 赵雪岩看了看时间 说道 东青上午应该考完了 刚才康教授说 你这腿至少得再观察一天 学校肯定是去不了了 你想到 怎么对东青说了吗 下东阳摇了摇头 有些一筹莫展 赵雪岩也知道 要这个男人想谎言 的确有些难 便说道 我帮你想好了 你就说烧烤店的一些东西 要到省上才能化验 可能要耽搁几天 下东阳一想 赵雪岩所说的 的确是符合当下的情况 应该不会引起妹妹的怀疑 于是便点头拨通了妹妹的电话 下东青这边 也是刚下考和张雪会合 只听周围的校友们 谈论的并不是上午的考题 而是发生在校门口的恶行事件 当时在门口的考生还不少 下东青这会 也是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顶着大家的议论声 下东青和张雪吉 忙向李晶晶的宿舍跑去 李晶晶是给了一套钥匙给他的 二人刚一到李晶晶的宿舍 下东青便听见自己的手机铃声 自房中传了出来 他赶忙跑进去 电话自己是哥哥下东阳打来的 他回来的正是时候 下东青接通电话道 喂 哥 那头 下东阳尽力让自己的语气平稳 问道 小妹 上午考得怎么样 卷子难吗 他不想再提早上学校门口的恶性事件 怕影响到妹妹的心境 下东青只道 还好 正常发挥 那就好 下东阳放下心来 实际他一直都担心着 妹妹会受影响 继而沉吟了一下便说道 对了小妹 烧烤店这边 有些东西必须要拿到省上去化验 所以 我可能要单个一两天 只怕不能及时回来接你 不过你放心 哥争取 在你考完最后一颗钱回来 下东青一听 自然也就没有多想 说道 我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烧烤店那边的事 你放心去做就是了 我会好好考的 不用担心我 下东阳只叹妹妹是真懂事 继而又叮嘱道 那这样 这两天 你就还是在李老师那边 毕竟就在学校里 方便一点 回来哥哥再感谢他 下东青点头说道 哥 我知道的 毕竟 之前经历了绑架 早上又是恶性的砍杀事件 下东青也不是傻子 内心还是能想到 只怕是有人想要利用自己来对付哥哥 待在学校里 自然就是最安全的 下东阳这边 又叮嘱了几句后 方才挂了电话 而接下来的时间 便是期许着仪器对腿部的刺激 能够取到作用 三合会所 萧天虎的办公室内 九指向萧天虎汇报了昨天晚上 赵雪岩被绑架 下东阳营救受重伤的事情 毕竟 昨晚的事情 在老城区也是闹得不小 事后议论的人不少 九指这边很容易就能打听到消息 萧天虎听后皱着眉头 夹着烟的右手 指头轻轻地敲着桌面 面色颇为的凝重 站在桌前 双手交叉放在身前 微微弓身的九指 说着自己的猜测 会长 我总觉得这一连窜的事情 很是蹊跷 哦 萧天虎眉头一挑 说道 你说说看 九指便说道 烧烤店食物中毒 鱼润推动 那是我们下的手 目的是要逼迫他关门赔钱 让他名声败坏 在江阳求职无门 可那四个小弟 却是被郝大金给毒杀了的 而后他也被杀了 紧接着 赵雪岩被绑架 夏东阳受重伤 我琢磨着 背后还有一只手 比我们更狠 想要将夏东阳 再往死里整 萧天虎咧嘴一笑 点头道 不错 看到了背后的手 不过 你看得还太浅 太浅 九指面色诧异地问道 会长的意思是 萧天虎敲击桌面的手指 加大了一点力道 跟了萧天虎这么多年 虽然是下属 但二人之间 还是培养起了默契 九指历时会议过来 一点恍然地道 会长 你的意思背后的人 是想通过夏东阳 来对付我们 不然为什么会是好大惊 萧天虎反问着 九指点了点头 直到 这么说来 好大惊是被杀人灭口了 他去码头 本来是想要离开的 萧天虎摇了姚老板 以颇为满意九指的反应 而后道 他只是一颗可怜的棋子而已 从一开始 他来到我手下 就注定他有今天的结局 九指一听 惊叉地道 会长 你的意思是 好大惊式的内奸 难道不是吗 那会是谁布下这么大一盘棋 难道是乔振东 九指猜测也不无道理 毕竟 乔振东的新药会所旗下 实力也是很雄厚 硬是在三合会所的笼罩下 在江阳的这些休闲娱乐行业中 夺得了一席之地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三合与新药 已然是敌对的状态了 而且 最近因为一些生意问题 下面的小弟 都已经发生了好几次摩擦 萧天虎却是道 我上位的时候 乔振东还没有回来 应该不是他 那会是谁呢 九指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嫌疑人 萧天虎旁敲侧击道 你别忘记了 那个走了的人 九指一听 面色大变 冲口而出的道 孙中兴 会找你说的是他 可你们俩不是 说到这里 他似乎顾忌着什么 硬生生的截断的话 萧天虎抽了一口雪茄 颇有深意地说道 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 从他的话中不难听出 他与孙中兴之间不仅认识 而且可能关系还不浅 九指这时 面色也是凝重起来 问道 会长 如果真的是他出手 那我们该如何反击 看来他一方面 想为他那儿子报仇 一方面要利用夏东阳对付我 好一个一剑双雕致敬 不过 我有个反一剑双雕的计谋 看看到底是谁成为最后的猎人 萧天虎一脸的镇定 继而对九指招了招手 九指走了过来 他耳语交代着 九指听得连连点头 面上的凝重之色 也是渐渐散去 显然是听了萧天虎的计谋后 他是觉得十分的可行与精妙 末了 他问道 会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牟修文那边 还要继续吗 萧天虎私存了一下 说道 这样吧 让人密切注意夏东阳的情况 如果他出院的话 立即实施计划 那就是一剑三雕了 高 会长 这实在是高啊 九指毫不吝啬地拍着马屁 萧天虎受用地点头道 你下去暗中安排吧 是 九指下去后 萧天虎便又吸了口雪茄 而后沉声道 孙中兴 既然你想要开战了 那我们就看看 谁的手段更绝吧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夏东阳也给妹妹打了电话 不过 却是谎称 自己已经去了省城 而他的腿到现在 也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 康教授也来过两次 表示情况不太乐观 只怕得想另外的办法了 赵雪岩 则是一直在病房中 陪着夏东阳 丁丁 这时 夏东阳电话响了起来 他拿起电话看了看 是侯元文打来的 夏东阳还记得 之前在云省边境的深山中 郑男生坠落到悬崖下 侯元文带着人搜索了好些天 确定郑男生应该是 被人给救走了 他因为要处理其他的案子 所以回了江阳 不过他还留了人手在云省 而且与云省那边的龙顿部门 以及警方都做了沟通部署 这时候打电话过来 莫不是有郑男生的消息了 喂 你好 后队 那头 侯元文关切地问道 你好 夏东阳 之前地下车库爆炸 你的伤好的如何了 没过来看你 真是对不住 看来 那次地下车库爆炸 侯元文也是知道消息的 也是 龙顿嘛 很多时候比警方掌握的消息更全面 夏东阳道谢道 谢谢后队关心 只是一些高温的灼伤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你有你的工作 不用放在心上 好了就好 侯元文说着 语气便是一正 说道 我这次给你打电话过来 主要是想对你说说郑男生的事 果然如此 但听侯元文接着说道 他在一个偏僻的苗寨中 又犯下了两死一伤的大案 暴露了踪迹 夏东阳一听 顿时怒火大起 沉声骂道 这个畜生 真是该死 苗寨之中 郑男生在这里养伤 也是有鱿鱼了 不知道是因为雪莲阿爹的苗药太好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他那断腿 竟然恢复得十分的快 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可他这才鱿鱼 就这固定板 竟然可以下床 勉强走路了 而且 随着内伤外伤的好转 郑男生更是感觉到 自己的体力精力什么的 竟是都比以前更好了 他也没有多想 只当是这大山中 正宗的药材 效果就是好 毕竟 这段时间 也是喝了雪莲阿爹不少补药的 这粤鱼来 郑男生凭借着自己那富豪皮囊 加上油嘴滑舌 对外面世界吹得是天花乱坠 用那些新奇的事物 轻易将从不曾出过山 单纯的如一张白纸的苗族少女雪莲 给哄得团团转 心头是甜滋滋的 两天前的一个上午 郑男生好歹将 卫星电话的电板给修好了 他终于是联系上了组织内的救援组 他们答应 会立刻安排人手过来接应 不出意外情况的话 三天时间就能到达这苗寨 他将手机放好 想着即将要离开了 再想着雪莲那无暇的面孔 娇小玲珑的身姿 以及他身上那股大让人迷惧的山茶花香 他内心便是生出一股不舍与不甘 那感觉就如猫抓一般 更甚的是 体内似有一股邪火 因那不舍与不甘 快速地滋生而起 急速向他的脑门上窜 然而就在这时 房门被敲响了 一声轻恩声传来 明显是带着询问的意思 郑男生一听 顿时犹如炮胀遇到了火药 整个人都差点爆了 不过 这简直是来得太及时了 不过 他怎么说也是 多年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来的 所以 这时候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 清了清嗓子 郑金威坐在床上说道 雪莲 快进来 房门被轻轻推开 雪莲端着一碗汤药 缓缓走了进来 她天生不能说话 但脸上时刻都保持着笑意 配着她那颜色多彩的苗族服饰 发际上的布摇 简直就是步步生连 让人迷醉 嗯 雪莲始终是那么的温柔 温柔得一如一只小猫 即便是轻恩声 都似乎能腻到人心底 如果她能开口说话的话 声音只怕是比柳千千还好听 更加堪比天赖 然而 她哪里知道 她笑脸对着的男人 帅气俊朗的外表下 却藏着一坑昂芳无比的黑心 听着雪莲的轻恩声 郑南生几乎没忍住 就要跳起来 一把将雪莲那娇弱的身躯 给抱在怀中 但她还是按那下来了 结果药碗顺势地问道 谢谢你 雪莲 阿爹呢 嗯 哎呀 雪莲一边轻恩着 一边用一只手笔划着 看样子 应该是说阿爹出去了 郑南生也是看懂了 按道真是好机会 这段时间总是见惑地下着小雨 老头子都没怎么出门 雪莲哪里知道 郑南生正在打邪恶的主意 将药碗向郑南生轻轻推了推 明显是在催促郑南生喝药 好好 郑南生心头一动 大口的将药给喝了 却是故意地咳嗽起来 雪莲立时就紧张起来 连忙上前两步 伸手为郑南生俯着背 自责焦急地 口中不断发出笨嫩的声音 郑南生却是趁机 一转身 抓着雪莲柔弱的肩膀 一下将她给按在了床上 英明 被郑南生突然这么一下压在床上 雪莲猝不及防地发出一声 足以让人骨头都酥软麻醉的轻横声 她那双唇洁清澈的大眼 叮叮地看着郑南生 血满了不解 嘴角扬起一抹邪气的笑容 然后说道 雪莲 这月鱼来 你喜欢男生哥哥吗 嗯 雪莲点了点头 殊不知 她正被郑南生 一步步地带入坑内 郑南生继续说着 那男生哥哥 和你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好吗 雪莲听得满脸的好奇 连连点了点头 郑南生便是微微将头埋下 嘴对着雪莲的耳垂吹了吹 雪莲的耳朵很敏感 顿时周身便酥麻起来 内心更是有一种痒痒麻麻的感觉 但她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全当是郑南生 在给自己挠痒痒 她轻恩着 下意识地将头给偏开 躲开郑南生的袭击 根本没有丝毫娇羞 因为她压根不知道 郑南生现在正在挑逗她 郑南生也是郁闷了 这一直以来百事不爽的手段 怎么在雪莲这里就没用了呢 而且 雪莲的火没起来 她的火倒是暴燃着 当即将心一横 一下亲在雪莲的嘴唇上 嗯 雪莲双眼瞪得老大 满眼诧异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这一刻 她便是觉得好羞羞了 郑南生则是趁机 将舌头伸入她口中 同时手势慢慢下滑 雪莲一张翘脸 顿时羞地大红起来 一片头就躲开了郑南生的嘴 同时 用手去推郑南生的肩膀 郑南生双眼紧盯着 静在咫尺的雪莲 更是无法控制体内的邪火 说道雪莲你难道不喜欢男生哥哥吗 雪莲自然地摇了摇头 哪里知道郑南生又在给他挖坑 继而 郑南生便说道 那就是了 听话 男生哥哥给你做了这个游戏后 我们就可以一辈子在一起 到时候我带你去大山外面 带你去找最好的医生 我等着你对着开口说话 好不好 雪莲一听 脑海中是下意识地就去想着 这些天 郑南生对他说的那些美好新奇的事物 更是忍不出去憧憬着 自己开口说话 和男生哥哥过的每一天 但趁着他出神之际 郑南生已然更进一步 一张白纸的雪莲 就这么懵懵懂懂的 在郑南生的脸孔带片下 将自己交给了他 咒语出些 郑南生整个人都是满足了 雪莲忍得身子的不适 整理着衣裙 他娇美的俏脸上 还留着余韵 唇节中又多了两分妩媚 眉宇尖四 引着几分娇羞与幸福 看上去更加的美了 郑南生看得心头一动 说实在的 这一刻 他内心不自禁地 生起一股罪恶感 但他紧接着 便自己说服着自己 我也没骗他 我是喜欢他 到时候走的时候 大不了带他一起走就是了 反正他也不能说话 以后什么都听我的 我随便做什么 他也不会吵架 简直就是完美了 再说 带他到外面去 也算是拓宽他的眼界 不至于一辈子 窝死在这大山之中 活得多没趣啊 想到这些 他心头那点罪恶感 瞬间便被冲得烟消云散 继而 他便一览血帘娇弱的肩膀 说道雪帘 你真是天底下最美 最温柔的女人 当然 他没说出来 也是最笨 最傻的女人 听着郑南生柔情蜜语 雪帘心头也是甜滋滋的 小脑袋不禁在郑南生的胸膛上 如小猫一般蹭了蹭 郑南生被他这么一弄 心头又是痒痒的了 手也开始不老实了 然而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雪帘阿爹的喊声 男生 雪帘在你这里吗 郑南生与雪帘一听 顿时如被雷炸了一般 同时从床上弹了起了 面色慌张的赶忙整理着衣服 特别是郑南生 这时候还是光溜溜的呢 嘎吱 老舅的木门被推开了 雪帘阿爹走了进来 入眼就见到床上惊慌的郑南生与女儿 二人哪里料到 老爹会推门进来 郑南生吓得是连忙用被子 将赤果果的身子给捂着 而丫头雪帘更是恨不得钻到床底下去 你你们 雪帘阿爹气的 整个人都要炸了 胸口剧烈的起伏着 差点一口气没顺过来 阿爹 你听我解释 郑南生连忙喊着 雪帘阿爹急得身子都在颤抖 双手摆着左右看了看 继而快速转过身 推到了门外 瞥眼就看到挂在外面柱子上的柴刀 一把取下柴刀便进门向郑南生冲去 郑南生这下可是吓得射魂了 慌忙的将身子往墙角缩 同时用被子将身子给挡住 连连喊道 阿爹 别别 你听我解释 解释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好心好意的救你 你却骗我丫头的身子 你个畜生 我今天一定要杀你 阿爹哪里肯定 怒骂着 手中的柴刀那是毫不留情面 高高扬起着 狠狠向郑南生给劈去 这一下若是给劈实了 郑南生的头怕是都得被劈成两半 嗯嗯 雪帘一剑顿时面上大吉 口中胡伦着 是不顾一切的扑在郑南生的身前挡着 阿爹见状 面色大害 赶忙硬生生的将手一转 可这一下实在太突然 老爹也是无法完全收住力 咔嚓 那锋利的柴刀 一下劈在木窗的靠背上 竟是将手臂粗的转脚 都给劈下来一大块 郑南生看得暗暗咽了咽口水 背脊不禁冒了层冷汗 不过 好歹还是被雪帘给挡了下来 他也是常常出了一口气 总算是逃过一劫 的确 郑南生现在这情况 腿伤还没有完全好 阿爹又手持力气 拼命起来 他就算年轻点 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丫头 让开 你让开 阿爹今天飞载了这个畜生不可 阿爹怒气仍然未消 一把将柴刀给抽了出来 坐视又要看 郑南生吓得又是下意识的一缩 雪帘却是面色焦急地扑了上去 双手将阿爹的手给抓住 口中支支吾吾的 急得小脸是通红一片 让开 丫头 让开 阿爹连连仰手 双眼死死地盯着郑南生 杀气腾腾的 郑南生见雪帘拦着 连忙道 阿爹 我真的很喜欢雪帘 我可以照顾她一辈子的 请你相信我 郑南生可不管那么多 说点软话 又不会死人 再说 她向来都是靠脸和嘴巴吃饭的 先忽悠住阿爹 过了这一关再说 嗯 听到郑南生的话 雪帘也是连连支吾着 她清楚阿爹的脾气 绝对会杀了郑南生的 她如何能忍心看见自己 将身子给予的人 被阿爹砍死 所以抓住阿爹的手 是丝毫没有放松 郑南生见阿爹的面色稍松了一点 连忙趁热打铁着说道 阿爹 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雪帘一个机会 难道你忍心看到她 一辈子终老在这大山之中吗 嗯 雪帘又是支吾着 手不断地摇着阿爹的手 眼中满是央求之色 但看着丫头那央求的神色 阿爹心头是软了 紧握着柴刀的手 也是缓缓放了下来 郑南生一见 这才算是彻底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逃过一劫了 哪知道 阿爹继而便说道 郑南生 你说得再好听 也不如行动来得实在 我们寨子里来有规矩 男子 如果在没成婚前 夺走了女子的身子 那就必须当在落花女神前 割肉以正自己的诚心 那样 才能知道自己肩头上的责任 知道因为自己的冲动 给女子带来了什么伤害 割肉 更可以切身体会 女子以后 生孩子 所要承受的痛苦 知道女子不容易 以后才会一辈子 对自己的妻子吼 这规矩虽然很迂腐 身子荒唐 但不得不说 很有惩戒之意 让那些抱着侥幸 享受一时冲动 带来快胆的男子 内心有一层顾忌 郑男生听后 吓得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 额头上都冒出冷汗 安骂道 马德 谁他们这么缺德 留这么个破规矩 郑男生 你敢不敢在落花女神前 与血肉启示 一辈子对丫头好 阿爹双眼 紧盯着郑男生 沉声问着 郑男生心头暗想着 自己现在要是敢说半个不字的话 恐怕分分钟又是柴刀临头 马德 老不死的 没办法 行事比人强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郑男生当即一咬牙 装着面色坚定 一往无前的样子 大声道 既然有这样的规矩 我有什么不敢的 血连听得 心头自然是大为感动 却也是不忍心看到郑男生割肉 连忙转头看着阿爹 双手摇着阿爹的手 要求着 啊 嗯 阿爹心头实际已经软了 只是 他就这么一个女儿 而且还是雅女 郑男生虽然外表无可挑剔 但阿爹注重的是内心 外表对于他来说 一文不值 他只想要女儿跟着郑男生 不要受什么委屈 落花女神前的 以血肉启示 虽然只是一个仪式 但在阿爹看来 这已经是他的底线了 他必须要考验郑男生 当即也是不顾雪连的要求 说道 丫头 是厨房拿把刀过来 嗯嗯 雪连不忍心 含泪地摇着头 双手摇着阿爹的手 继续要求着 阿爹却是面色一沉 低喝道 是不是不听阿爹话了 快去 雪连实在没办法 转头看了看郑男生 郑男生这时候 完全是表决心了 微笑着说道 去吧 没事的 雪连这才含着泪 又看了看阿爹 他虽然单纯 但并不代表傻 相反是心思玲珑 他的意思很明显 要求阿爹 别趁着自己出去的时候 伤害郑男生 阿爹心头痛啊 自己含心如苦养大的女儿 竟然为了一个 认识不过粤鱼的男人 怀疑起自己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阿爹内心叹息了一声 直到 放心 我不会伤害她的 去吧 得到阿爹的允诺 雪连心头这才稍安 向门外走去 雪连走后 阿爹便转头 看着郑男生 郑男生心虚的身子一抖 特别是看着阿爹手中 仍然还紧握着的那把柴刀 他心头就直打鼓 可不敢肯定这老东西 会不会反水给自己来是挤刀 毕竟 他现在的情况 腿脚不变啊 于是 他当即便是争取主动 说道 阿爹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对雪连好的 阿爹却是不怎么受用 沉声道 衣服穿好 下来 好好 郑男生连忙硬着 赶忙穿衣服 余光却是一直防着阿爹的 待他穿好衣服后 雪连也是进来了 他看着郑男生没事 心头是松了一口气 只见他拿着一把小刀 那小刀小的 几乎都可以用袖针来形容了 差不多就小学生削迁比那么大 他颤颤巍巍 面带犹豫的 将小刀递给了阿爹 阿爹接过刀 将刀扔给了郑男生 之前他之所以没将手中的柴刀 直接给郑男生 实际也是防着郑男生的 郑男生拿着小刀 暗暗咽了咽口水 这刀虽然小 却是磨得十分的锋利 寒光闪闪的 阿爹面色阴沉的说道 哥吧 雪连一听 面上便是紧张起来 郑男生心头一动 问道 阿爹 哥哪里 随便你 阿爹语气沉着的说着 郑男生又是问道 不是当着落花女神钱吗 落花女神的像呢 阿爹面色敬畏的说道 落花女神就在你心中 对着窗户跪着哥吧 如果你下不去手 我可以帮你 很显然 阿爹是看出 郑男生是在有意拖延时间 语气很是不快了 甚至还抡了抡手中的柴刀 马德 老不死的 郑男生心头狠狠骂了一声 连忙道 我哥 我哥 开玩笑 让他柴刀来一下 不知道的少多大一块肉 说着 他只得无奈的跪倒在窗前 挽起左手的衣袖 嗯嗯 看着郑男生真的要割肉 雪连又是急切地支舞起来 阿爹却是毫不为所动 郑男生握着小刀的右手抬了起来 颤抖着对着左手小臂 心头一个劲地 骂着老不死 等救援的兄弟来了 看老子在慢慢炮制你 阿爹持刀在一旁监督 郑男生只得一咬牙 把心一横 手中的小刀向小手臂上一划 啊 郑男生这种人 哪里承受过这样的痛苦 顿时痛得一声惨嚎 赶忙将小刀给丢在地上 浑身都直哆嗦 雪连看得心头大痛 松开阿爹就扑到郑男生的身边 只见郑男生的左小手臂上 划出了一条 怕是得有十厘米长的口子 虽然没真的割下柔来 但血肉翻卷着 鲜血淋漓的 触目惊心 郑男生痛得咬牙切齿的 浑身直冒冷汗 心头是咒骂不已 更是冤屈的不得了 他本来打算是随便 划一道两三厘米的口子 整脱点皮就行了 哪知道 那小刀实在太锋利了 一划竟然是没收住 血连面色大吉的 连忙起身跑出去 不用说 应该是去拿药和包扎之物了 郑男生捂着手 咬着牙站了起来 看着阿爹 声音是抑制不住的颤抖 问道 阿爹 这下 你应该相信我了吧 阿爹仍然是面色阴沉 直到 我就暂时相信你 郑男生 如果你有一点对丫头不好 我饶不了你 显然 阿爹并没有幼稚到 郑男生割了一刀 就彻底的相信他 不过 语气也还是松动了一些 郑男生听得 心头不禁是暗骂道 马德 老不死 你他妈这是耍老子 不过 他面上却依然是抢拉起笑容 语气坚定的说道 阿爹 你放心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对雪莲好的 这时候 雪莲拿着一些基本的治疗外伤之物 火急火燎的跑了进来 一脸担忧的 给郑男生处理着伤口 阿爹暗叹了一口气 也只得提着刀 默默的走了出去 当他转身的那一瞬间 丫头雪莲并没有发现 阿爹似乎一瞬间就苍老了十岁 他浑浊的双眼中 也是一片朦胧了 他的背影 显得是那么的孤寂 是啊 若是雪莲真的跟着郑男生 走出大山的话 以后等待阿爹的 将只有这一片大山 和孤寂的岁月了 当然 恐怕更多的 还是没日没夜的担心着雪莲 丫头会不会在外面 受到什么委屈 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丫头长大了 正如郑男生所说 总不可能让他一辈子 都待在这大山中吧 自己终究有离世的那一天 到那时 谁又来照顾丫头呢 不甘 不舍 不愿 又能如何呢 看着阿爹出去了 郑男生一直紧绷的心弦 总算是彻底松了下来 雪莲细心温柔的 给他包扎好了伤势 郑男生知道 这两天还是得表现好 至少等到救援的兄弟来了 那时候 一切就自己说了算了 当即 他看着雪莲 一脸柔情 温和的笑道 别担心 没事 不痛的 只要阿爹答应我们 这点伤不算什么的 呜呜 他不说还好 这一说 雪莲更是禁不住哭了起来 郑男生伸手将他给拥在了怀中 眼中却是荡起一抹得意的音效 他知道自己是彻底将雪莲给征服了 时间又过了一天 期间 阿爹也是没给郑男生多少好脸色 反正在阿爹看来 郑男生夺走了雪莲的清白 在他心头 终究还是一根刺 而且 现在二人又没有正式澄清 这天上午 阿爹又去给人村里的老人看病了 雪莲也不知道 因为什么事而出去了 郑男生向来谨慎 他知道 外面的警察 肯定在追击自己 他生怕被进山的人给看见而报信 所以基本都没走出过吊脚楼 他又通过卫星手机联系了 组织内的救援组回应说 已经过来了 不出意外情况的话 明天就应该能到这里 习惯了外面的花花世界 习惯了花天酒地 习惯了游走花丛的郑男生 这些天待在这个破地方 早就闷得都快得抑郁症了 好在还有雪莲打发寂寞 他将卫星手机收好 因为快没电了 这里又没充电器 所以他必须要留着电 与进山的救援兄弟随时联系 想着夏东阳与赵雪岩 想着那么久的布局 被夏东阳弄得功亏一篑 他心头便愤恨憋门的紧 于是便推开了窗户 不想 却是乍见楼下不远的岔路上 雪莲正和一个进山的男子比划着 而后还抬手向自己所在的地方指了指 正男生吓得赶忙 将身子缩在窗后 他面上顿时浮现出无比的惊慌与愤怒 看与雪莲对话的那人 年纪并不大 而且比较壮实 想着 他战战兢兢的将身体贴在窗后 向外面看去 却乍见雪莲竟然带着那人 向小楼这边走来了 正男生心头更是大惊 赶忙缩回身子 惊慌的在房中走了几步 念头急转着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一定要主动出击 想着 他抓起卫星电话放在口袋中 竟然便快速跑出了卧室 来到厨房中 找到了那把之前他割手的小刀 而后快跑到吊脚楼梯正对的大屋 实际也就是客厅 他握着刀藏在了门后 心头说不出的紧张害怕 然警察找到了这里 身上肯定也是带了枪的 他如何能不害怕 咚咚咚 这时 外面响起了上楼的脚步声 藏在门后的正男生 一颗心更是狂跳了起来 正男生紧了紧手中的小刀 他的手心已全然被冷汗给浸透了 他凭住呼吸 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生怕自己有任何异动 等待的就会是外面 雪莲带来的那个警察手中的枪 咚咚咚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正男生一颗心几乎都要跳到嗓子眼了 因为过度的紧张 他额头上的汗 如痘大斑几颗几颗的不断滑落而下 两道斜长的影子 在阳光的照射下 当先投进了门内的地上 正男生并没有轻举妄动 只待到雪莲与那警察都进门 背对着他的时候 正男生陡然抱起 手中的匕首 从后面一下刺入那警察的后腰肾脏部位 啊 那人一声惨叫 转过身来 一脸惊恐不解地看着正男生 而后捂着腰缓缓倒了下去 雪莲听着声响 快速地转过身来 他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甚至表情都不及变化 便只是感觉胸口一下剧痛 正男生手中的小刀 已然深深地扎在了他的胸口中 雪莲一脸的痛苦 满眼的不解地看着面前面目猙獰的男人 口中发出嗡嗡的声音 鲜血便从他口中一出 顺着下巴滑落到他白皙的脖子上 是那么的淒美可悲 他无法理解 自己托付身子的这个男人 前一会儿的语气是那么温柔 笑容是那么的柔情 致使他在出门去迎接这个药伤之时 都忍不住蹦蹦跳跳 可怎么就这么一会 他就变得这么的可怕 甚至还将这么锋利的刀 刺入自己的身体 他脑海中 那些无比美丽的憧憬 正男生给他讲过的汽车 高楼等等 在这一刻 就如肥皂泡沫一般 全部破裂开来 化为了泡影 正男生完全无视了雪莲眼中那满满的不解 手中的小刀 甚至还向前面送了送 他身子微微雪莲倾着 面目猙獰的咬牙骂道 贱人 你竟然敢出卖我 你去死吧 雪莲口中的鲜血加速的一出 他不明白什么出卖 自己只是带了一个新的药伤回来 什么没有做 没有做 是啊 正男生哪里知道 躺在地上做最后垂死挣扎的男子 哪里是什么警察 只是一个无辜的药伤而已 误会 这是因为他的猜忌 与小人之心 造成的天大误会 毫无挽回余地的误会 看着正男生那双眼中的绝情 冷漠与愤怒 雪莲只感到天大的委屈 滚滚的眼泪滑落而下 那痛得几乎要死的心 是更加的憋屈冤枉 经不住又大吐了一口血 混着眼泪顺着他的脖子 将胸口本就是红色的描浮 染得更是鲜红夺目 他本就朦胧的双眼中 正男生的身影 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无比的冤屈 委屈 心痛 绝望等情绪 化作一股血气 堵在他的喉咙中 竟是促使他张口 结巴而吃力地说道 我我没处处卖你 正男生双眼瞪得老大 满脸都是惊骇 雪莲竟然开口说话了 是啊 他竟然说话了 他自己也想不到 自己竟然说话了 只是他更想不到的是 自己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在这样的场景下 或许 这也是他这辈子 最后的一句话了 说了这句话后 雪莲整个人的力气 似乎都被一瞬间抽空了 抓着正男生的双手 也是无力地松了下来 身子缓缓向地上倒去 原本刺在他胸口中的小刀 也因为他的倒下 而被动抽离出来了 历时 一股血柱自他胸口的伤口内 喷溅积湿而出 正好喷在正男生的脸上 惊愣的正男生回过神来 看了看躺在地上 瞪大着双眼看着自己 满身是血的雪莲 他哪里敢停留 转身就跑 可因为太过惊慌 也是忘记了 旁边还躺着那警察的尸体 当然 是他认为的警察 这一下被绊倒在地上 他赶忙爬了起来 手脚并用地向门口跑去 倒在血泊中的雪莲 模糊的视线中 看着正男生慌忙逃跑的背影 他心头更是绝望了 他想不到 自己费心费神地照顾正男生一个多月 更是将自己清白的身子给了他 最后换来的 却是绝情残酷的杀戮 他轻轻转动着眼珠 眼神空洞地看着上空 他突然迷茫了 搞不懂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善变 有什么话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 但他得不到答案了 他的视线越来越模糊 眼皮也是愈发地沉重起来 最后两行眼泪在他闭眼的那一刻 沿着他的眼角滑落而下 与此同时 刚跑到门口的正男生 迎面就和一个人撞得满怀 正是回来的阿爹 他手中提着的鸟笼打翻在地上 鸟笼中 管有一只长得十分漂亮的百灵鸟 是阿爹今早上出去捕到了 他希望能用这只百灵鸟逗丫头开心 让丫头知道 阿爹对你仍旧是很好的 他是心头害怕 害怕丫头有了正男生 就忘记了阿爹 一个父亲 竟然和女儿心仪的男子争宠 父亲淳朴的心思中 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然而 但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丫头 阿爹面色大变 急忙向房内冲去 却是突然转身 一把揪住正男生 愤怒地喝道 正男生 你的丫头作哼 然而 他话还没说完 便是一声痛哼 双眼猛然一瞪 难以置信地低头 看着自己的胸口 只见他的胸口要害处 正刺着那一把 当初正男生割肉起尸的小刀 阿爹颤抖着抬起头 双手死死地 抓着正男生的衣服 口吐鲜血地怒骂道 你个畜生 畜生 正男生面目猙獰地骂道 你个老不死的 逼得老子挖肉 你当真以为 老子会对那个哑巴好 老子不过是玩玩意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 刚才 雪莲他竟然开口说话了 不过可惜 你是听不见了 但你可以到地下去听 正男生想着 反正都杀了 现在被阿爹发现了 如果不杀的话 自己的行踪就会暴露 所以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将阿爹也给杀了 当然 他那心本就对阿爹怀中仇恨 这时候 也是恶向胆边生 听着正男生说 他竟然只是玩玩丫头 阿爹心头愤怒到了极点 即便是听正男生说 丫头竟然说话了 他也毫不在意 你个畜生 我和你拼了 阿爹怒骂着 不顾胸口被深深刺着的小刀 猛然向前一扑 张口就对着正男生的耳朵 咬去 啊 正男生一声惨嚎 怒骂着 你个老不死的 松口 松口 去死吧 去死吧 他一边骂着 握着小刀的右手 便是连连向阿爹的胸口那捅着 也不知道 这一连捅了多少刀 阿爹终于是支持不住 向地上瘫倒 他双眼瞪得老大 胸口更是一片血肉模糊 那满是血污的口中 分明就还咬着大半只耳朵 啊 咋看着阿爹口中的大半只耳朵 正男生这才从愤怒中回过神来 捂着耳朵惨叫了起来 我的耳朵 我的耳朵 好几许 他方才从剧痛中喘息过来 连连几脚重重地踹在阿爹身上 面目扭曲地大骂道 老不死的 你再起来啊 起来啊 马德 一阵发泄后 正男生方才稍稍平复下来 而后持着匕首 向房中去找药去了 地上 阿爹双眼瞪得老大 他的意识也模糊了起来 甚至双眼都变得空洞起来 他恨 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救正男生 他恨 恨自己几天前 为什么不狠心杀了正男生 也不至于发生现在的事 他更恨这贼老天 自己一生从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 妻子意外摔死了 得一个女儿又是哑女 好不容易拉扯大 现在却遭到这样的悲惨结果 甚至还害了女儿的性命 他泪水不断地滑落而下 拼命地想要 转头去看一眼 躺在里面点的丫头 但他这时候 实在是没力气了 无论他怎么的努力 除了眼皮轻轻地跳动之下 便再也做不到其他了 不多时 他双眼一蹬 瞳孔急剧地放大 便再没了呼吸 只留下那不闭的双眼中 满满地不甘于后悔 不一会儿 简单包扎了一下耳朵的正男生出来了 想着自己被咬掉的大半只耳朵 他就更是气不过 大步走到阿爹的尸体边 对着尸体 又重重地踹了两脚 然后呸了一口 骂道 你个老不死的 骂完 他又转眼看了看里面点的雪莲 直到 真特么可惜 就完了一次 你为什么不等到下午点 下午点我的人来了 我就可以带你走了 当然 他没有后悔 只是有点可惜而已 继而 他也没有再多逗留 毕竟死了人 先离开这里再说 他将房门关死 想要将他的罪恶 也一并关在这房中 徒留下 那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百灵鸟 挣扎得四处飞扑着 一如正男生 正在挥挥法网之下 四处的逃窜 然而 正男生哪里知道 没过一会儿 雪莲的睫毛 却是轻轻颤动了一下 当然 这一段发生在苗寨的可悲之事 夏东阳并不知道 就是打电话来的侯元文也不知道 他只是知道最后的结局 两死一伤 是 雪莲并没有死 这个畜生 死一百次 也不足以偿还他所犯下的罪念 听完了侯元文的讲述 夏东阳愤怒的 差点将手机都给捏碎 很明显 正男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杀害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还有一个无辜的购药伤人 正男生现在怎么样 那头 侯元文指导 那个购药伤人 是和一个同伴一起进山的 他那个同伴 因为拉肚子 所以落下了一段路 很快就找到了那对苗族妇女的吊脚楼 而后及时地报警 云省那边的龙盾 与几个警员 其实也正好搜索到那个 几乎被世人遗落的苗族村落 所以接到吊派后 很快赶了过去 他们根据线索 很快追踪到正男生 不过 正男生已经和他的同伴接上头 双方一番激战 云省的龙盾战士牺牲了一个 警员牺牲了两个 最后还是让正男生逃掉了 可恶 为了捉到正男生 又牺牲了三个人 夏东阳气得一拳砸在床上 那头 侯元文情绪明显也不好 沉默了一会 方才说道 夏东阳 这次正男生是彻底逃出去了 他在那小苗寨中逗留了这么久 很明显是受了很重的伤 你破坏了他对赵雪岩的计划 又让他坠牙受伤 他这种人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要当心 他可能会雇佣人对你下黑手 夏东阳听后 没有丝毫的惧怕 只冷声道 我倒是希望他亲自过来找我 侯元文知道 夏东阳的意思是 只要正男生还敢回来 他就会亲手捉住他 而实际上 夏东阳这时候 因为愤怒 却已然是忘记了 自己现在的处境 是多么的惨 如果这个时候 正男生真的带着人杀过来的话 任凭夏东阳有多厉害 怕是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深吸了一口气后 夏东阳便转换了话题 问道 对了 那个苗族的女孩子 现在情况如何了 侯元文语气凝重地说道 他受伤很重 从山上运下来 颠簸不算 而且耽误了不少时间 现在早已经到了医院中 不过还在昏迷 医生说 能不能安然度过危险期 还说不清 夏东阳仅咬了咬后牙槽 为那对苗族妇女 感到惋惜痛惜之际 内心也有几分自责 毕竟 如果不是自己的追击 也不会连累 那对无辜的妇女了 见夏东阳沉默着 侯元文又叹了一口气 猜到了几分夏东阳的想法 便说道 夏东阳 别多想 这一切不能怪你 只能怪正男生 太过丧心病狂了 我知道你比较关心 那苗族女孩的情况 这样吧 一旦有最新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夏东阳回过神来 知道 好的 谢谢后队将这些告诉我 侯元文语气沉重地说道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宁愿不告诉你这些 夏东阳知道 他也仍然是十分惋惜那对妇女 二人在电话里又沉默了一会 侯元文方才说道 那好吧 你那如果有什么事 记得打电话给我 我们是朋友 当然 我不希望你有事 没事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拒绝 侯元文能上位 夏东阳直接间接都起到了作用 所以 侯元文一直都感激他 当然 侯元文也是真心将夏东阳当作朋友看待 好的 到时候一定讨扰后队 二人含旋了两句后 便挂了电话 想着侯元文之前的讲述 夏东阳的拳头不自禁地握紧了 心情是越发沉重了 他真后悔 当时应该顺着悬崖下去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或许一切的结局都又改变了 他甚至都忘记了 当时他自己也是受了不轻的伤 他想着 应该抽时间过去 看看那位苗族的少女 他现在是截然一身了 能帮就帮 可继而 他却回神过来 自己现在弄成这样子 又能干什么呢 但想着丧心病狂的正男生 想着那对苗族妇女 特别是那老阿爹 死之前肯定是十分的懊悔 夏东阳内心便是一股憋屈的怒火 他猛然一咬牙 手一撑床便缓缓挪了下去 他必须要站起来 为了妹妹 为了赵雪岩那些关心自己的朋友 为了为了给那对苗族妇女 讨一个公道 他必须站起来 夏东阳刚才接电话 所以赵雪岩便去接了一些开水回来 进门就见夏东阳一脸的愤怒 便问道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夏东阳想着 这事情还是暂时不要告诉赵雪岩 否则 他内心肯定也会自责的 一切的事情 还是自己来背着吧 于是便说道 侯元文打电话来 说郑男生没死 他藏在山中养伤 等接应他的同伴 最后逃了 赵雪岩听的 也是愤怒不已 也指的说道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总有一天他会罗网的 夏东阳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 内心却是十分的沉重 特别是想着那一对苗族妇女 以及那个购买药材的商人 实在是太冤枉了 时间到了晚上 傅青霜却是打来了电话 说道 今天早上学校门口的那个暴徒 我们仔细盘查过 他就是一个流浪汉 不过我们通过天网系统 察觉到 他是今早被人带到了一个偏僻的相子中 出来的时候 一身的行客就换了 而后便直接来到了学校门口 还潜伏了一段时间再动手的 从现场的视频来看 他似乎是有意针对你妹妹夏东青 所以我们怀疑 这事是有人策划 针对你的一场阴谋或是报复 夏东阳听的 五指一收紧 捏得电话滋滋作响 看来之前的猜测是没错的 只是 这次到底是谁策划的 孙家吗 还是 现目前来说 夏东阳真的说不清楚 不过 他也实在想不到 除了孙家 还会有谁出手对付自己 然而 现在他所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尽快好起来 站起来 否则 那只藏在暗中的手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对自己身边的人下手 那头 父亲双见夏东阳半天没说话 便问道 夏东阳 你是不是有什么怀疑的对象 夏东阳摇头道 没有 父亲双又说道 夏东阳 我们会继续跟进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指使流浪汉的人 我相信 天下间没有完美的犯罪 肯定会有什么蛛丝马迹的 好的 谢谢父亲官 父亲双又叮嘱道 夏东阳 我知道你妹妹在你心头的地位 但现在一切都没有证据 即便是 你有怀疑的对象 我也希望 你不要冲动行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显然 父亲双认为 夏东阳是怀疑孙家 生怕夏东阳不理智 到时候被人抓住把柄 这是之前 他也叮嘱过的 夏东阳自然是答应下来 现在即便是他想做什么 也是有心无力了 父亲双也没再多说 便挂了电话 接着 夏东阳对赵雪岩说了说这事情 赵雪岩听后 也是面色凝重 而后说道 我总感觉 孙家 应该不会这么快又下手 这是只怕不那么简单 夏东阳也是面色凝重的点了点头 这么多年游走在生死边缘 他这一刻 内心也是警惕起来 正如赵雪岩所说 只怕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省城孙家 邵美华一直没等到消息 他心头知道情况不妙了 因为在绑架了赵雪岩后 那洛塞胡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甚至还发了一张赵雪岩被绑的图片 可这都过去多久时间了 差不多一夜一天了 洛塞胡还没有消息传回来 这说明洛塞胡已经失败了 邵美华虽然为儿子报仇的心迫切 但也清楚一个弄不好会将自己也搭进去 所以 他甚至没有再给洛塞胡打电话 直接将电话卡给销毁了 接着 他又用另外一部电话 发了一条信息过去 让对方打听一下赵雪岩和夏东阳的近况 大概等了半个小时 对方就给他回了 短信上大概的意思 昨晚在江阳城北老城区 的确是发生了一起绑架案 听目击者的描述 很像是赵雪岩 还有一个男子受了伤 还有一个死者 直接被警方给带走了 但具体的身份还不知道 邵美华看后 完全可以确定 洛塞胡失败了 那个被警方带走的死者 应该就是他了 他心头暗骂了一声废物 不过 那个受伤的男子 应该就是夏东阳了 他心头的怒气 这才稍稍削减了一些 他坐在窗前 遥望着江阳的方向 点了一支女士烟 吐了一口烟 冷声道 夏东阳 这次让你逃过一劫 等着吧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想着儿子孙德明 现在还一副吃傻的样子 而且看见自己还喊老巫婆 邵美华心头就是痛得低血 更是恨不得将夏东阳给碎尸万段 然而 他哪里知道 正是因为他的沉不住气 反而打乱了自己男人的计划 为孙家带来了几乎是一场灭顶的灾难 病房中 因为接连接到的电话 加上想着 有人指使那个流浪汉的事情 夏东阳一直在私存着 而赵雪岩 因为要关注仪器的变化 也还坚持着没睡 动动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夏东阳喊道 请进 只见进来的是 两度为他做过手术的康教授 他这时候还没睡 还过来查看 虽然是因为职业班 但这份关心 夏东阳已然是铭记于心 当先打招呼到 康教授后 赵雪岩也是起身喊道 康教授 康教授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一头花白的短发 看上去十分的慈祥 他点了点头 上前温和地向夏东阳问道 感觉如何 夏东阳指道 其他的倒是没什么 就是这腿仍然感觉 康教授听后 上前捏了捏他的腿 说道 这个是自然 那毒素是专门攻击人神经系统的 正常人和你那么多的话 不用一分钟就铁定死亡 你本就受过伤 特别是后腰上那颗压迫着神经的子弹 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了 夏东阳轻轻摇了摇头 这不是他要的奇迹 还远远不够 不过 他倒是有些好奇地问道 康教授 那毒素到底是哪方面的毒 我的意思是 植物还是动物类的 夏东阳清楚自己的体质 一般的毒药 绝对造成不了这么强的破坏 所以 他很是好奇 康教授便说道 我也连夜化验了那毒素 应该是从南非一种毒吸体内提取出来的 那种毒吸生长在沙漠之中 数量绝少 体内毒液的产量更少 若是真要提取的话 一直能提出来 三滴就不错了 可别小看这三滴毒液 一滴若是滴在一立方米的水中 人喝两口 若是抢救不及时 都得致命 所以 你喝的毒药 应该是经过稀释的 夏东阳一听 不禁问道 康教授 你说的莫非是多莫苛火稀 康教授一脸诧异地看着他 说道 想不到你也听说过 偶然在书中看到的 夏东阳随口说着 十个心头颇为骇然 甚至记忆犹新 他还记得一次 是和俄国的几位战士 联手追击一伙跨国的军火 走私团伙 成功完成任务后 夜间扎营 便遇到了一条多莫颗火稀 那东西小得如壁虎 全身黑红相见 夜间灯光照上去 一如着火一般 所以被称为火稀 两个俄国的战士不防 被那小东西咬伤 不过几秒钟 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当大家施救时已经晚了 那次原本完美的任务 也成了夏东阳几人心头 永远的遗憾 所以 他对那多莫颗火稀 印象会如此深刻 甚至心有余境 只是 他想不到的是 竟然会有人 可以提取那东西的毒液 来害人 这时 康教授又说道 理论上说 这种毒液稀少罕见 即便是在医院工作 一辈子也不一定会遇到一次 想不到 我却接连遇上了 上次孙中兴 孙董的夫人 也是中的这种毒 夏东阳 听得眉头一抬 是了 上次就是在这医院中 孙中兴用戒指中 藏着的毒针暗算他 结果被他躲过 误中了邵美华 虽然有巧合的成分 但夏东阳却是更觉得 最近这一系列的事 都是孙家在背后下黑手 见夏东阳没说话 康教授也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说道 哦 夏东阳 对了 这次 我来主要是想对你说 你这腿 只怕得用另外一种方法治疗了 夏东阳一听 连忙追问道 什么方法 康教授指道 我回去左思右想 你这种情况 用我们华夏的国术针灸 应该能取到 很好的治疗效果 我认识一位大国手 他早年曾对我有点拨针 我一直遵他为我的老师 他以前在京都医院工作的 甚至还被请到一些 军区去医治 退休后 又被请回去工作了十年 他老家就是我们川省荣城的 所以回家养老 如今想来 也有好些年了 如果你能得到他的治疗 相信有很大机会 能够重新站起来 一旁的赵雪岩一听 心头是大喜 急切地说道 康教授 请你一定要为我们引荐 你的大恩 我们一辈子都会铭记在心 显然这回 他早已经把自己和夏东阳 看着了一个整体 康教授一脸正色地说道 赵小姐 不谈 我与你父亲是旧时 只谈夏先生身上的旧伤 那是保家卫国留下的 他是英雄 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英雄 再说 救死扶伤 本就是我们学医之人的职责 只是今晚时间太晚了 明天一早 一早我就联系老师 夏东阳连忙说道 谢谢 谢谢康教授 不用 不用 康教授微笑着 他说道 那好 明天一早 我过来通知你们 康教授走后 赵雪岩是无法压抑内心的喜悦 说道 夏东阳 我就说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 你的腿一定能医好的 夏东阳是一点头 然后说道 赵总 你脚上的伤还没好 如果明天真的要去省城 我自己去就行了 赵雪岩一听 原本脸上的喜悦 瞬间就散了 看着夏东阳质问道 夏东阳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嫌我会拖累你吗 夏东阳听得几乎脱口出道 不是 我只是不想你那么辛苦 赵雪岩原本一脸的冰霜 在夏东阳一句话后 历史又散开了 心头也有些欢喜 这应该是夏东阳第一次这样说出心声吧 不过 他也没有怎么太过的将心情表现出来 便说道 你是为了救我而受伤的 照顾你是应该的 再说 我脚上的伤没什么大问题 我必须和你一起去 夏东阳也知道赵雪岩的性子 他决定的事情 牛都拉不回来 想着 若是孙家再对赵雪岩出手 自己现在这样子 也起不到保护作用 索性带着赵雪岩一起去省城 去孙家的眼皮下 那样说不定更加安全 于是便点头道 好吧 见夏东阳答应 赵雪岩心头暗松了一口气 他也清楚夏东阳的性格 那是十分的将 生怕夏东阳会坚持不答应 接着便说道 那好 休息吧 他说着 便自顾自的到了旁边的陪护床椅上 而后侧过身 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小窃喜 脸上浮起一抹笑意 心头感觉是暖暖的 只是 他脑海中突然闪过于飞的身影 忍不住想到 自己一直和夏东阳下去 真的合适吗 会不会有多闺蜜之爱的嫌疑 不行 这样下去可不行 到时候如何给飞飞解释呢 可夏东阳现在情况这么具体 自己又如何能离开呢 左思右想之下 赵雪岩觉得当务之急 还是先陪着夏东阳去省城之腿 至于后面如何与夏东阳相处 后面再说吧 想到这些 赵雪岩这一夜 却是难以入睡 一日一大早 康教授便带来了好消息 说他那位老师答应了 赵雪岩一听 面色大喜地说道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康教授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康教授却是问道 赵小姐也要一起 赵雪岩毫不犹豫地说道 当然 康教授便说道 赵小姐 你脚上的伤也还没好 也不是不能跟去 不过 我有一个建议 夏先生最好还是 再找一位男子陪同 虽然赵小姐和你的关系 不在乎男女之别 但终归 还是要方便一些 赵雪岩一听 翘脸不禁发烫起来 很显然 康教授误会了 他与夏东阳的关系 不过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毕竟 康教授又不是什么常见的人 于是干脆转头 看着夏东阳 问道 你觉得找谁合适 夏东阳私存了一下 说道 看来只有找五二了 赵雪岩也觉得比较合适 毕竟 赵如龙 许昊成他们 都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和家庭 夏东阳便拨通了五二的电话 说明了情况 五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 不过十几分钟就赶来 康教授这边也没什么收拾的 便有五二开那辆赵正明留下的大众车 四人便前往省城求医 三合会所总部 萧天虎的办公室内 九指安排在医院的小弟传回了信息 听了汇报后 萧天虎谈了谭言辉问道 这么说来 夏东阳的腿应该是受伤了 下面的人有没有打听到 他的伤情如何 九指似乎永远都是双手交叉 放在腹部下一脸的谦卑 说道 据一个小弟打听到 说他是中了毒 双腿有些严重 目前站不起来 站不起来 萧天虎一皱眉 按道孙中兴下手 可是真够狠的 继而又说道 这么说来 他应该是去治腿了 具体是去什么地方 这个不清楚 他们出来后 就立刻上了车 九指摇了摇头 不过 我已经安排了三个小弟 让他们分别开一辆车 轮番跟踪 确定最后的目的地 萧天虎点了点头 这就是九指能成为 他心腹的原因 九指总是知道 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而且做得十分的严谨 叮叮叮 这时 九指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拿出电话一看 也没有汇报 当着萧天虎的面接通了 整个接电话的过程 也不过就十几秒钟 萧天虎静静地抽着烟 等待着九指的汇报 会长 有小弟汇报 他们应该是去省城 萧天虎一听 顿时眉头一挑 而后阴沉的一笑 说道 真是天助我也 孙中兴现在的大本营就在省城 而夏东阳也去了省城 得好好安排一下 推波助澜一番 让夏东阳与孙中兴正面交锋 再无退路 九指自然知道会长的想法 便说道 会长 图刚现在就在省城 让他安排一下 应该很快就会有 我们期待的效果 萧天虎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这也是他的想法 继而道 这事 我会亲自安排部署 必须要做到滴水不漏 毫无破绽 而且要将孙中兴逼到绝路 一路无话 夏东阳这边来到了省城医院 时间也刚好中午十二点 所以 夏东阳几人 就在医院外的餐厅中吃饭 而后让五二给康教授 在医院旁边的宾馆 开了三个房间 毕竟 康教授上了年纪了 这中午休息一下也好 也不能让赵雪岩 一直在病房照顾 总得回来洗漱什么的 五二也是一样 至于医院病房 康教授早已经联系好了 只是想着 午后再去拜会那位老中医 毕竟这大中午的前去 打扰老人家休息 颇不礼貌 医院外的一辆黑色的商务车中 里面坐着四个人 在后排靠左的位置上 坐着的是一位 留着小平头的圆脸男子 从他那白皙的小圆脸来看 看样子像二十五六岁 而从他坐着的比例来看 估计身高也不高 一米六顶天了 他埋着头 一个劲地盯着手机 正在血拼着王者 一如一个资深的宅男 似乎只有美女 才能吸引他的抬头 这时 一个叼着烟 穿着气氛裤 平头发型上 左边侧发上 还留着一个闪电形状的男子 从医院内走了出来到车上 向那低头丸王者的圆脸男子汇报道 钢哥 已经打探清楚他所住的病房了 他看上去就一个残废的样子 能有多大的能力 会长至于让我们这么劳实动众吗 钢哥 是啊 有谁又会想到 这低头丸王者的圆脸男子 身材并不高大 看上去面上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竟然会是萧天虎手下 最能打的人图刚 据说他的实力 还在星耀的乔震东之上 听了那小弟的汇报 图刚猛然一抬头 一巴掌扇在那小弟的脸上 这一巴掌不轻 那小弟的身子 完全无法自控的向前一侧 重重的撞在前排座位的靠背后 同时 一颗牙齿混着血雾 从他嘴中喷了出来 图刚刚才还温和的神色 立马就变得冷冽起来 沉声道 会长的决定 用得着你来避避避 老子最讨厌舌头长的人 是不是不想要舌头了 那小弟赶忙坐着身子 甚至捂都不敢无以然红肿的脸 一脸惊恐的道歉道 钢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再也不敢了 因为牙齿飞落 加上脸上红肿 他说话有些漏风 图刚面色依旧阴沉 直冷声问道 几楼几号病房 窗户靠哪边 窗户对面是什么地方 他这几个问题 问得十分的专业 房号就不说了 窗户靠哪边 对面是什么 已然可以决定监视的方便 与可取性了 那小弟一听 面上顿时一正 他又岂会想得到那么多 战战兢兢的说道 钢钢哥 我再去看 手拿出来 图刚却突然说着 那小弟一听 顿时更加惊慌起来 扬求道 钢钢哥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图刚却是面色 更加冷烈地说道 我的话只说一遍 那小弟吓得浑身一抖 面色惊恐 颤抖着伸出左手 图刚一把揪住他的食指 猛然一发力 咔嚓 啊 一声骨骼被折断的清脆声 伴随着那小弟的一声 惨叫传出 车上的其余三人 个个都不自禁地 打了一个冷战 净若寒蝉 在我这盘游戏打完前 我要知道打 滚 图刚冷喝一声 接着便又埋头 打起了游戏 是 是 那小弟捂着手 痛得满头冷汗的 连忙退了出去 车上 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各个心头都直打鼓着 暗暗咽着口水 他们都是 才进入三合会所的 不过也是听说过 图刚是会长 萧天虎手下第一个高手 一直就有传言 说当初萧天虎刚上位 会中很多人不服 甚至还有人设计 几时把刀将萧天虎 围在会所中 图刚只凭着一双铁拳 硬是护着萧天虎 杀出一条血路 后用铁血手段 将那些不满之人 全部镇压 更有人简直 把他给传成了 三头六臂的 可谁知道 传说中的人物 却不过是这样一张圆脸 看上去还很温和的样子 几个小弟这段时间 跟着图刚 更见图刚是天天打游戏 私下更是有人议论着 就这么个矮个子 怎么可能成为 会长手下最有实力的人 但现在看来 他们却是都知道了 图刚这人表面上温和 而且不会多言 但一出手 绝对是雷厉风行 快准狠 以后 怕是没人再敢 在私下多说半个字了 谨记 多做事 少说话 否则 怕引来的不止是 折断手指那么简单了 不多时 又一个小弟回来了 他还没走近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 一个小弟 便连忙 对他使着眼色 大家平日在私底下 都走得十分的近 还是有几分默契程度的 那小弟进到车内 见图刚正在打游戏 想着刚才那兄弟的眼色 他便在一旁 安安静静地等着 就这样 一等就是十来分钟 这时 那个手指被折断的小弟 也回来了 图刚的游戏也刚刚打完 他算是逃过一劫了 他快速而简洁地 对图刚汇报了 图刚听后 轻轻地点了点头 直到 滚 下次管好自己的嘴巴 他其实早就对下面的人 对自己私下议论的是有耳闻 他不过是借题发挥 杀鸡儆猴而立威而已 是 是 那小弟暗松了一口气 赶忙退了下去 他得立刻去吃手指了 看着兄弟手指被折断 脸上的红肿手印 前一个回来的小弟 心头更是经不住 倒吸了一口冷气 说吧 这时 图刚简短地说着 那小弟经不住咽了咽发干的嗓子 连忙说道 刚哥 他们先到医院旁边的宾馆 开了三个房间 我在那老头隔壁开了一个房间 以便随时监视他 这小弟做事还算机灵 考虑是也考虑到前面一点 图刚听后 颇为满意地点头道 很好 监视那老头的事就交给你了 是 那小弟的令后 可不敢多逗留 连忙下去了 继而 图刚方才说道 去那残废对面的楼看看 下午三点左右 下东阳 一行便前往医院 下东阳腿脚不便 所以 康教授便先向医院 借了一架公用轮椅 有五二推着 一行进了医院大厅 不多时 四人就到了一号住院楼的电梯外 康教授按下了电梯 只见左边那部电梯 还在十五楼 而且还在上升 右边的也停在富二楼 很快 右边那部电梯就上来了 电梯打开后 只见里面站着两男一女 那女子身着黑色的小西装 挽着九红色的胯包 看上去年纪的有三十几许了 一张标致的瓜子脸 乌黑的头发高高盘起 脖子上佩戴着一块佛牌 整个人颇有几分气质与韵味 而那两个男子 都是身着黑色的薄西装 笔直地站在那女子的左右 他们都提着一个公文包 看上去像是律师会是什么的 这些观察 不过都在几个呼吸间 吴二便推着夏东阳 向电梯内走去 哪知道 站在那女子右侧的男子 却是一步上前 对着夏东阳四人说道 抱歉 请你们坐下一趟吧 他说着 就要伸手去关电梯 吴二立时就不一了 将轮椅往前面一推 两个轮子就卡在电梯门朝内 致使电梯无法关上 继而 他双眼盯着那保镖 说道 凭什么呀 你们三就要霸占一个电梯啊 我们都是有急事的 那男子听后 又是重复了一声 直到 抱歉 我们实在不能让你们上来 嘿 怪了 你说不让上就不让上了 我们还就要上来 咋的 吴二也是血气方刚 一声冷喝着 硬是推着夏东阳 就向电梯里去 那男子见吴二强硬 顿时面色一变 一脚就抵在轮椅的右轮椅上 让轮椅无法进去 吴二双眼一瞪 一个侧身 一记手刀 就向那男子劈去 那男子神色不变 脚步向前微微一驱 左拳由下而上 后发至人的 向吴二的手腕击去 这人一出手 夏东阳顿时眼中金光一闪 便是看出 这哪里是什么律师之类的 绝对是好手 而且实力 恐怕还不在吴二之下 尺寸间 吴二已然变招 同样趋步上前 手上的速度加快 指头直戳对方的咽喉 这是个两败俱伤的招式 如果对方不收招 喉咙必然被吴二的指头戳中 而吴二的手也会被击中 当然 看情况来说 还是吴二要占据一点上风 可那人却是不躲不避 任由吴二的手指戳在喉咙上 吴二一正 不 他的手指并没有戳在对方的喉咙上 而是在前一刻 对方的下巴一沉 竟然用坚硬的下额 挡住了吴二的手指 这一下以软碰硬 吴二也是吃了个暗亏 赶忙要收手 可已然来不及了 眼看着对方的手 就要击中吴二的手腕 夏东阳哪里会让吴二吃亏 夏东阳的动作 心头也是一怒 毕竟 夏东阳一出手 那就算是二打一了 而且 夏东阳也是有偷袭之嫌 当即 他快速向后一退 顺势一脚 就向夏东阳胸口踹去 你敢 吴二双眼猛然一瞪 怒喝一声 要知道 夏东阳现在身上有好几处刀伤 更是坐在轮椅上 练武之人讲究的是力从地上起 而且这么近的距离 夏东阳就算出拳的话 也使不出多大的力道 要躲的话更是不急了 吴二要想救 这回又是隔着夏东阳的轮椅 根本不好施展 住手 电梯里 那个那人也是一声大喝 想要阻止 但这一脚已经近在咫尺了 根本收不住 眼看着那人 一脚就要踹在夏东阳胸口 就见夏东阳右拳陡然发力 一拳击在对方的脚板上 登登登 那人如遭受到重击 竟是连连向后退去 电梯内 一瞬间寂静下来 吴二嘴张德老大 还保持着想要营救的侧身阻挡姿势 后面的康教授剑打起来了 是一脸的急切 却也不知这其中的门道 只有后面的赵雪岩 始终一脸的平静 他相信夏东阳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稳住局势 只是那没出手的男子 此刻却是一脸的惊讶 当然 最为惊讶的 还是被夏东阳震退的那男子 他满脸惊讶地看着夏东阳 几乎是从牙缝中蹦出两个字 寸净 要知道 刚才夏东阳出拳道击中他脚底 整个距离不过二十来厘米 最可怕的是寸拳的发劲更讲究力从地上起 也就是说 夏东阳这一拳 还远不是他寸拳的全部力量 试问 那男子如何不惊 夏哥 你没事吧 五二连忙问道 医院内的电梯都是纵深叫深 否则 这还真是转不过来 夏东阳摇了摇头 说道 没事 我们坐下一趟吧 他说着 瞥眼看了看站在后面的那女子 那女子却是一脸的歉意 夏东阳伸手扶着轮椅 主动向电梯外退去 赵雪岩则是帮着夏东阳退了出去 五二冷眼瞪了瞪那还一脸惊叉的家伙 双眼中尽是战役 他可不认为自己比对方差 这地方窄 他所学的适合在宽敞的地方基站 若是 若是有大哥一起 联手合击 那该是多好了 对方却是双眼紧紧地盯着夏东阳 眼中尽是凝重与戒备 似乎夏东阳是什么匪徒大盗之类的 五二也指的跟着夏东阳退出了电梯 一出电梯 被卡了这一会的电梯 便是自动关上了 但那人的眼神 却是一直都没离开过夏东阳 电梯上去了 五二看着电梯 不甘心地说道 夏哥 若是没在电梯内 我他们肯定打得他满地找牙 夏东阳并没有争论这个问题 直到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旁的康教授也连忙说道 是啊 真打起来 大家都得不到什么好处的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给夏先生支腿 电梯来了 走吧 夏东阳说着 果然 耽搁了这一会 左边的电梯是来了 五二便推着夏东阳进电梯 在右边的电梯中 那个与夏东阳交手的男子 右脚暗暗在地上抹了抹 因为他脚底这回还有些麻木 另一人也是暗暗注意到 自己这兄弟的情形 便是低声道 他是个可怕的人 那交手之人点了点头 语气凝重地说道 更可怕的是 他腿脚似乎不方便 刚才那一拳 恐怕不过是他一半的实力 这样怪异而强大的人 却正好与我们在这里碰上 我怕是有另外的目的 你不会怀疑 他腿上是伪装出来的吧 另一人敏感地问道 那交手之人不置可否地沉默了 继而便对那女子说道 嫂桑姐 你放心 我们兄弟绝对会保护你毫发无损的 这人语气笃定 而且十分地有信心 他们单个实力本来就强 而且还练习了一套合机术 同时出手的时候 目前还并没有尝过败迹 另一人也说道 是 桑姐 有我们兄弟在 你大可以放心 那女子点了点头 眉目尖似 总有几分愁容 而且细看的话 还可以发现 她的双眼丝还有点红肿 想来前不久 肯定是哭过 而且 应该还是哭了不短的时间 想来在她身上 肯定是 发生了什么悲伤至极的事 她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那块佛牌 眼神有些空洞 显然是在思寸回忆着什么 夏东阳这边 不多时就来到了十二楼 也就是她那位老师病房所在楼层 然而 刚走几步 康教授就停了下来 康教授 怎么了 看着康教授 面色有些不自然 吴二便问道 康教授向走廊右边 靠窗的方向挪了挪头 吴二一见 顿时是一正 低声道 不会这要巧吧 夏东阳自然也是看见了 只见走廊右侧靠窗的病房门口 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人 不正是刚刚才电梯内 交上手的那两人吗 至于那个女子并没在 想来应该是进了那个病房 看康教授的反应 不用多说了 那位老中医所在的病房 铁定就是那个病房了 而那个女子 应该还是那位老中医的后辈 康教授指道 说明情况应该没事的 他说着便当先向前走去 看来是打算先去解释一番 别又让吴二上去 一言不合又给干上了 夏东阳立马示意 让吴二推着自己跟上去 四人来到病房外 那两人一见 又是夏东阳四人 顿时心头也都是起了警觉 同时拦在门口 意思很明显了 这个病房不让进 康教授连忙说道 二位兄弟 我是卢老师的学生 是在这位病人前来求医的 之前和卢老师联系过 请二位通报一声 那与夏东阳在电梯中交手的男子便说道 老先生 实在抱歉 现在不方便让你们进去 请你们等一等 一听夏东阳三人是来求医的 这人语气也不似之前那么生意 康教授想着 对方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就等等吧 便说道 好吧 我们在一旁等等 说着 便示一下东阳二人到 旁边步行楼梯口等等 吴二是满心的不愿 四人来到步行楼梯口 他便嘀咕道 见个医生而已 搞得像是古时候见皇帝似的 真是邪门了 夏东阳哪里听不见他的话 便是说道 或许真是不方便 也不急在这一时 我们等等吧 也不急在一时 其实 这会要说最有些不好意思的 自然是康教授了 本来是联系得好好的 哪知道会突然杀出这么三个人 有种被打脸的感觉 他本想打电话问问卢老师 但考虑着之前电梯里的那个女子 这会应该是在病房中 或许就是卢老师的亲人 也就不好打扰老师续亲情 赵雪岩也是看出 康教授颇为不自然的表情 便是宽慰道 康教授不用放在心上 康教授不自然的笑着点了点头 然而 三四人这一等 几乎就快一个小时了 五二在楼梯拐角的窗口 来回都抽了六七之烟了 耐心全化为了香烟 飘荡到窗外 被风给吹散了 马德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骂了一声 大步向病房门口冲去 他也是个急性子 五二 五二 夏东阳腿脚不变 就是想拦 也是没拦住 赶忙转着轮椅跟了过去 康教授见五二冲过去 面上也是大惊 赶忙跟了过去 也是没来得及管下东阳了 但见五二冲到那病房门口 对二人喝道 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我们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让开 他说着 就要向病房内冲 那两人同时 往中间一挡 五二更是大怒 感觉这两家伙 就是因为刚才电梯的事 有意不让自己几人进去 他抬手一拳 就向那男子 脸上轰去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 五二这挑衅意图十分的明显 那男子显然也是被激怒了 更是觉得 五二这样接连挑事 恐怕是有其他的目的 当即也是果断出手 二人瞬间打在一起 在这走廊内 那是拳脚来往 闪转腾挪 看上去也是旗鼓相当 这可吓坏了一旁的康教授 他连连喊着 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快住手 住手 就在他话音刚落 五二的左肩 却是被那男子击中了一拳 他连连向后退 足足五大步 方才站稳身子 双眼惊骇地看着对方 十招 五二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刚才还大言不惭地对着夏东阳说 能打得眼前这家伙满地找牙 转而 自己竟然只能在对方手里称十招便被击中了 他心头如何能不惊骇 如今 他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这无疑是他自己打自己脸了 不过 五二也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 当即一声怒吓 又向那人冲去 五二 住手 这时 夏东阳操作着轮椅 也是赶了过来 连忙和止着 五二听到夏东阳的喊声 硬生生地停下了脚步 五二知道 夏哥 这两家伙一副牛逼轰轰的样子 你再等我几分钟 我铁定能将他们踹开 学武之人自然好强一些 更好面子一些 想着之前对夏东阳所说的话 他这回是说什么 也要咬牙上去干 五二 站住 夏东阳赶忙大喝着 快速滑动着轮椅 拦在了在五二和那人中间 这时 病房门也是打开了 之前在电梯内的那个女人走了出来 问道 怎么回事 这么吵 桑姐 这四个人 看样子是跟着我们 还说是来求医了 我让他们等一会 结果就上来动手了 那与五二动手的人 转身对那女人说道 康教授一听 连忙上前说道 这位小姐 我叫康成林 是江阳人民医院的医生 是卢老师的学生 我之前和老师联系过 说是 带我这位病人过来 我们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 那女子一听 连忙道 原本是这样 康医生 你们快进来吧 桑姐 那两个保镖 同时紧接地喊着 那女子却说道 没事 你们也一起进来吧 她这样一说 那两个保镖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不过却是满怀戒备地 看着夏东阳 在那女子的引路下 夏东阳四人来到了病房中 只见这是一个单人病房 怕是得有三十平方 VIP的设定 而在进门右侧 靠墙 则安置着一张大床 床上正坐着一位 几乎头发花白 带着老花镜的老者 她正看着报纸 而在床边 还站着一位看样子 不过五十左右 双手叠在身前 微微拱着身子的大婶 估计是保姆 或是陪护之类的 外公 这时 那女子对那病床上的老者 喊了一声 原来这女子 竟然是这老者的外孙女 以他的年纪来看 这老者怕是得有七十好几了 老师 这时 康教授对着那老者 喊了一声 听他的语气 颇有些激动 卢老看着他 也是有些激动地喊道 成林 老师 康教授康成林 急忙跑了上去 伸手抓着卢老的手 语气更是激动地说道 老师 见到你身体安康 我就放心了 有心了 成林 你有心了 卢老也是颇为激动 两位年纪合起来 早超过一百的老者 就这么紧握着彼此的手 互相凝视着对方 两双眼 却已然是湿润朦胧了 夏东阳等人都也是有感 看得出师徒二人的深情厚意 这回 即便是 刚才还对着那两个保镖 冷眼相对的五二 也是面色松了下来 病房中 大家都安静地等待着 一会儿后 师徒二人回过神来 卢老当先道 成林 我们这是有多少年没见了 时间太长了 卢老年纪的确大了 也实在记不清了 康成林却一口答到 再有三个月 就二十年了 一句话 便更能体现他对卢老的尊敬 卢老更是感动 抓着他的手 紧紧地 久久地 不松开 只是浑浊的老眼中 更加的朦胧了 又过了一会儿 卢老方才回神过来 将眼镜取下 擦拭了一下湿润的双眼 方才说道 对了 成林 让你那位病人过来吧 康成林也是回过神来 连忙直起身 眼神示意夏东阳 五二一剑 连忙就要推夏东阳过去 却是被夏东阳抬手阻止了 接着 夏东阳便从五二手中 将拐杖给拿了过来 竟然是要撑起身子 五二剑撞 连忙喊道 夏哥 同时伸手就要帮忙 赵雪岩却是伸手阻止了他 他清楚 夏东阳可以这样站起来 也是为了表达对老先生的敬意 说着 夏东阳借着双手的力道 已然将身子给撑了起来 一旁的女子 倒是颇为差一加佩服地看着夏东阳 至于他左右站着的两个保镖 却并没有多大的惊讶 毕竟 以夏东阳之前那一瞬间展现出来的实力 要撑起身子来 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夏东阳拄着拐杖 十分平稳地走到了床边 康承林虽然惊讶 但还是没阻止夏东阳 毕竟 这是夏东阳的一片心意 却绝非左台 卢老也是颇为动容 连忙道 承林 快扶我下来 让这位小兄弟坐在床檐上 是 老师 那女子也急忙上前 扶着卢老的左臂 说道 外公 慢点 他这一上前 那两个保镖自然也是跟了上去 接着 卢老便为夏东阳详细的检查询问了一番 老师 怎么样 康承林是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是真心想看到夏东阳这位英雄 能重新站起来 一旁的五二也是心急地等着 自然 作为伤者的夏东阳 更是迫切地想要知道卢老的诊断结果 卢老臣迎着 并没有立刻回答 这更是让康承林 五二 即便是赵雪岩 也有些着急了 却也是不敢说话催促 两三分钟后 卢老却是问道 夏先生 我听承林之前说 你后腰还有就伤 介意给我看看吗 之前康承林也说过 夏东阳双腿的病患 与后腰的就伤有很大的关系 便想着卢老看 应该也是为了诊治 于是便点头道 卢老您是医生 我是患者 自然不介意了 他说着 便腾出右手 去拉后腰的衣服 一只手却是撑不起身子 身子一偏 就向旁边倒去 小心 然而 他这一倒 正好是倒向那卢老的外孙女 那女子一声惊呼 赶忙伸手将夏东阳给扶住 赵雪岩都是慢了一步 一旁那两个保镖一剑 面色陡然一变 同时出手扣在夏东阳的肩膀上 五二一剑 连忙喝道 你们干什么 夏东阳在那女子的帮助下 也是稳住了身子 感觉到肩膀上扣着的手传来的大力 他不着边际的一斗肩 竟是巧妙地将二人的手给震开了 两个保镖心头更是大惊 特别是之前与夏东阳对了一招的那个保镖 若说刚才在电梯中 夏东阳那一剂寸拳 是将寸进发挥到了精钥 那么刚才这两下斗尖 更是将寸进发挥到了极致 而且其中明显还加上了八级拳的精钥 这人到底是谁 两个保镖心中同时犯起这个疑问 当然 心头的防备也更加的重了 这些念头 也不过就在他们脑海中一闪而过 而夏东阳也没去管他们 便对那女子说道 谢谢 不用 你没事吧 那女子微微点头说着 没事 夏哥 我帮你吧 五二瞪为眼那两人 便是去帮着夏东阳 那两人见夏东阳 也的确没做出什么 对小姐有损伤的事 也就没再动手了 这些小小的变化 一旁的卢老和康成林 也是没看出什么门道 啊 这时 那女子却是一声惊呼 因为五二已经将夏东阳的T恤给拉了起来 将夏东阳那伤痕累累的背语腰给露了出来 那两个保镖一看 也是经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心头惊骇不已 难以想象 这个双脚似有残疾的人背上 会有这么多的伤 而且 他们还都看得出来 夏东阳这背上的伤 有的是枪伤 有的是刀伤 匕首伤 还有一些类似倒钩之类的伤 他们不禁同时想着 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怎么会受这样的伤 那女子更是经不住抬手捂着嘴 她无法想象 一个人能承受这么多的伤 而且 又肩上现在都才缠着纱布 显然是还有心伤 这人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 卢老也是面色大动 惊骇不已 同时心头也是下了一个决定 一旁的五二也是惊骇不已 他这也还是第一次看到夏东阳的后背 从来没想过 夏东阳身上会有这么重的伤 卢老深吸了一口气 便是上前查看着 他的手指小心翼翼的在夏东阳的后背上按着 都是生怕将这个支离破碎的人给散架了 一旁的那女子也都是不敢出一口大气 不知道怎么的 他似乎都感觉到后背传来隐隐的疼痛 卢老查看得很细致 问得也很是细致 一翻下来后 乌二这回是忍不住急切地问道 卢老 他情况怎么样 那卢老便说道 以我近五十年的行医经验来看 你双腿之所以没有什么知觉 是因为经脉不通 应该是有什么东西 压迫堵塞着你腰部的经脉 导致双腿出现了问题 听卢老的话 看来康成林之前 并没有将自己后腰有颗子弹的事情说出来 怎么说 这也太过惊世骇俗 而且 也是自己的隐私 他对康成林微微遗憾手 算是感谢 继而便对卢老说道 我后腰的确有些许义武 卢老 那我这腿还有救吗 卢老面色颇为凝重地说道 现在我也不敢多说 这样吧 我用精真是探一番 看看你这腿部经脉的反应程度 旁边的那女子一听 顿时面色一紧 抱着卢老的手臂 说道 外公 你要动真吗 卢老却是拍了拍他的手 说道 放心 没事 你去帮外公拿过来 外公 那女子却是不一 卢老 听话 卢老语气微微加重了一些 那女子卢老 也只得点头答应下来 而后眼神颇为复杂地 看了看下东阳 转身来到床的另外一侧 打开储物的柜子 拿出了一个红色的小盒子 看样子 还是用紫檀木造的 就那盒子 恐怕也是价值不菲 卢老面色严肃地接过了盒子 颇有些干枯的手 轻轻地抚摸着盒子 一如抚摸着逝去的老伴 眼神中充满着柔情 与某种亲切蹊迹 总之 神色颇为的复杂 看得出来 她明显是对这盒子 有某种特殊的感情 或者说是 这盒子对她来说 有重大的意义 大家也都是没打扰她 而 她终于是将那盒子 打开了 只见里面 卷着如电视中眼的那种 看上去陈旧的布 上面插着各种金色的针 卢老将那卷 插着金针的布拿了出来 平铺在旁边的桌上 而后说道 这金针 我天天都消过毒 所以夏先生 不用担心卫生问题 夏东阳谦卑的说道 卢老叫我东阳就行 卢老对夏东阳的谦卑 十分的满意 示意他坐在床檐上 而后挽起裤腿 这些事 赵雪岩便上前帮忙 卢老取了一根 细入牛毛的金针 在夏东阳左腿 膝盖处扎了一针 而后轻轻的转动着 一旁的武二与康成林 都是紧张的看着 可那轻儿却是 一眼不眨的看着卢老 满脸的都是担忧 也不知道在担忧着什么 突然 夏东阳的左小腿 一如生物学的突出反应般 幅度不小的 向前弹踢了一下 武二顿时欣喜地大喊道 动了 动了 赵雪岩面色也是大喜 有反应 那就证明还有救 见夏东阳腿动了 武二第一个欢呼了起来 康成林也是面上大喜 当然 最欣喜的还是夏东阳了 刚才那一刻 他分明就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腿的存在 老师 康成林满眼欣喜 与殷切地看着卢老 夏东阳几人也都是看着卢老 卢老缓缓将金针给收了起来 而后道 我用针法刺激他的经脉 应该有六七分的把握能站起来 武二一听 激动地双手抓住夏东阳的肩膀 喊道 太好了 夏哥 你能站起来 你能站起来了 夏东阳紧咬着后牙槽 对武二点了点头 也看了看赵雪岩 继而便对卢老郑重地说道 卢老在生之恩 东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卢老面色温和地说着 夏先生严重了 救人本就是我们医者的本分 再说 现在说谢也研制过早了 夏东阳却道 不管如何 卢老肯出手 东阳都已经很感激了 再来的路上 康成林提了提 卢老其实已经封针多年了 很多人都要求过他 他几乎都没动过针 而这次即便是他生病住院了 却依然答应为夏东阳施针救治 夏东阳如何能不感激 卢老泰然地接受了夏东阳的感激 接而说道 我会在今中午十二点时 给你施第一次针 接着三天 应该会有很大的好转 一旁的那女子轻而易听 急切地喊着 外公 你不能 可卢老已然打断了他的话 说道 好了 成林 你先带夏先生下去准备一下吧 最好换套宽松的衣裤 我也得准备准备 好的 老师 康成林点头说着 卢老 我们就先出去了 夏东阳恭敬地说着 去吧 卢老面色总是那么的温和 待到夏东阳四人离开病房后 拿签抱着卢老的手臂 一脸急切关心地说道 外公 医生让您不要行针了 太耗费心神 对您身体有很大损伤的 卢老坐在床上 一摆手 大气地说道 无妨 他们是医生 我也是医生 我自己的身体 我还不清楚吗 他说着 将那装针的盒子 拿在手中 又是斧着那盒盖子 眼神也是变得无比地柔和起来 语气温和地问道 亲儿 你还记得这金针吗 亲儿看着那金针盒子 眼神也是变得柔和起来 点头道 当然记得 这是外婆的嫁妆 是啊 卢老抬起头 看着窗外 说道 我和你外婆的娘家 当年都是医药世家 我们最初是因为一位中药认识的 当时还发生了争吵 后来我们因为那位药材还打赌 结果你外婆输了 后来她就一直刁难我 总是给我出难题 你外婆十分的精明 每次都整得我灰头土脸的 她才笑得最为开心 说到这里 卢老双眼不自禁地湿润朦胧起来 话语也停顿了 看着窗外湿神起来 显然是陷入了回忆之中 亲儿也是听得有感 虽然外公说和外婆的故事 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但她每次听都十分地认真入神 甚至不自禁地 便是想象着 外婆与外公当年的争斗 那肯定就一如电视电影中演绎的欢喜冤家般 好一会儿 卢老收回了思绪 浑然不觉两行青泪 已然从她那皱纹满布的脸上 滑落而下 她接着说道 我和你外婆打的闹闹的 却是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 后来 我们两家的家族都发生了巨变 我们必须携手共度难关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成了一家人 五十年 五十年啊 今年是我和你外婆结婚五十周年 可可没想到 她竟忍心先离我而去 外公 亲儿听得早已经是泪流满面 一下扑倒在卢老的怀中 气不成声 是啊 再过几天 就是卢老与老伴结婚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了 这可是今婚啊 卢老是准备了很多的话 五十年后不久老伴却去世了 这也成了老两口永远的遗憾了 卢老也就一病不起 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月 才勉强下床 但这几个月来 他身体是每况愈下 便是将这和当初老伴的嫁妆 给随时带在身边 也算是有个念想 好孩子 好孩子 卢老轻抚着亲儿的背 一脸悲气地说道 你妈妈走得早 这些年 你虽然没对我说什么 但外公知道 你在外面工作 生活得肯定十分的不容易 这次让你大老远的回来 怕是又得耽误你工作 外公心头真是过意不去 亲儿一听 连忙抬起头 语气刺撑地说道 外公 您说什么呢 您生病了 我回来看您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耽误什么呢 卢老点了点头 转换了话题问道 阿鹏对你好吗 他那工作 仍然是没几天在家的吗 亲儿听后 眼泪却是突然去 绝地的湖水般落下 卢老一看 连忙微微转身问道 亲儿 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亲儿听后 赶忙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微微转头抹了一把眼泪 说道 没 没事 阿鹏对我很好 真的很好 卢老听后点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听着他的话 一旁那两个保镖男子 面色却都是一尘 眼神中藏着两分悲痛 默契地向外走去 不站在这里 打扰天伦之乐 继儿 卢老又问道 对了 彤彤知道 你回来吗 亲儿摇了摇头 说道 我还没告诉他吗 亲儿 你和阿鹏工作就是在忙 还是要多抽时间 和彤彤在一起 不然 对孩子的成长 会有很大的影响 你们工作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童童吗 不要舍本竹末 到时候造成遗憾 老爷子是苦口婆心地说着 过来人 加上到了这年纪 感慨自然是颇多 亲儿一如一个犯错的小孩子般 点头道 外公 我知道了 我会的 卢老又说道 这样吧 反正你也回来了 让孩子上来 你们娘俩拒拒 我也好看看我的增外孙女 好 外公 我等会就去联系 亲儿应了下来 接着便是插开话题问道 外公 要不我来代替您施针 你在一旁把关吧 卢老却摇了摇头 你虽然很有天赋 但终究火候没到 他的伤势太严重 一个把控不好 以后再想医治 就几乎没多大机会了 可是您的身体 亲儿一脸担忧 没事 来 陪外公好好聊聊天 卢老是一切坐在床边 康成林在医院沟通了一下 给夏东阳安排了一间病房 距离老爷子病房不远 这样方便治疗 病房中 康成林落座后说道 东阳 这下 你大可放心了 卢老师家祖上是太医 家传的真法 医学绝对正宗 在我们医学界 十分有名望 原本 以他的名望 完全是可以留在京都养老 但他想落叶归根 所以就回来了 也好在如此 不然我们得去京都一趟 谢谢康教授 夏东阳真诚地说着 赵雪岩也是道谢道 康教授您费心了 康成林指道 快别道谢了 我平生最敬重军人 能为你出力 我十分的荣幸 三人接着又闲聊着 陡然 夏东阳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 他不动声色地 向窗户对面的大楼瞥了一眼 以他的眼力 历史就发现 在一扇窗户的窗帘缝隙后 藏着一双眼睛 他不经一皱眉 自然地就想到 看来孙家的眼线 是知道自己来省城了 不过他这回 也只得任由着他们了 先治好腿 再慢慢算账不迟 而且 看对方似乎也没其他的动作 不多时 吴二提着两套宽松的睡衣回来了 而同一时间 正对着病房窗户的大楼中 一个套房的客厅内 四个小弟正抽着烟 其中 那个被涂刚掰断手指的小弟 也在其中 他的手指已经上好了加板 其中一个小弟 很是差一个说道 你们说 刚哥喊我们监视这个残废 为什么又要让我们 故意露出点破绽 让他发现呢 另一个家伙也说道 就是 而且我们 坐得这么隐蔽 这个残废 怎么可能发现我们 刚哥这葫芦里 到底卖什么药呢 谁知道啊 整天打游戏 一声不吭的 搞得人紧张得很 说句话又不会死人 三人对涂刚颇为微词 毕竟 怕归怕 但私下也是可以说几句的 那个被掰断手指的小弟 经不住劝说道 刚哥让我们干什么 就老实干就是了 你们这样话多 难道不怕像我吗 他这话一出 其余三人纷纷打了一个寒战 不过 那最先说话的小弟 却是有些不满地说道 我们又不是多嘴 只是有些疑问而已 再说 刚哥又不在 大家都不说 他又会知道什么 就是 阿诚 你不是被吓破胆了吧 哈哈 三人竟是对断指的阿诚 取笑起来 阿诚面色铁青着 愤怒地站起身 向卧室走去 切 脾气还不小 那最先说话的小弟 不懈地说着 哎 我说他不会向刚哥告密吧 一个家伙担忧地说着 那最先说话的家伙 便有恃无恐地道 他一张嘴 还能说得过我们三张嘴 再说 大家都是出来讨生活的 又都是新人 他能干个什么 也对 之前刚哥就对他很不爽了 他要是再打小报告的话 怕是另外几个手指都得断 来来 别管他 我们喝着 卧室中的阿诚 自然是听到了 三人有意味加压低的声音 面上是愈发的阴沉了 傍晚 下东阳四人来到了卢老的病房外 那两个保镖仍然处在门口 也不知道卢老的这外孙女 到底是什么身份 身边跟着 这两个实力如此强硬的保镖 康教授上前敲响了病房门 那两个保镖 这次倒是没阻拦了 不过 吴二仍然是挑衅 向那与他动手的保镖看了看 他就希望将这面子给找回来 他就不信自己干不过 但眼下为下东阳治疗要紧 他还是能看清局势的 来到房中 那两个保镖 一如狗皮膏药似的跟了进来 生怕下东阳几人 会对卢老的外孙女 做什么一般 这种防备 卢老又哪里会看不出来 虽然心头有些疑问 但也没问出来 他看了看一眼大家伙 说道 我为夏先生试真 病房里不宜待这么多人 成林 清儿已经得我的真传 就让他一人留下来辅助我就行了 好的 老师 有劳您了 康成林点了点头 便示意吴二和赵雪岩出去 吴二拍了拍下东阳的肩膀 意思是 一定能治好的 而后便和康成林一起出去了 清儿也对那两位保镖说道 两位兄弟 有劳你们出去等我 这里没事的 二人眼神凝重地看了看下东阳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出去了 夏东阳注意到 这位卢老的外孙女 对那两位保镖十分的客气 按理说 如果是他自己雇佣的 应该不会如此 这很有可能是别人帮他雇佣 或是安排的 当然 夏东阳也没去纠结这个问题 毕竟是别人的私事 继而 他便对卢老说道 卢老 我需要做些什么 卢老指道 你的癥结终究是在后腰上 所以得先趴在床上 我为你施针 梳理后腰尾锥那里的经脉 好的 夏东阳一点头 双手便撑着轮椅扶手 站起身来 一旁的清儿赶忙伸手扶着他的左手 说道 我帮你吧 谢谢小姐 夏东阳自然不会拒绝 毕竟 卢老留下这外孙女 也有这一层帮忙的意思 清儿微笑着说道 夏先生不用这么客气 我叫桑宇清 桑叶的桑 宇文的宇 严真清的清 你叫我名字就好 谢谢桑姐 夏东阳自然不会真傻到喊名字 一声桑姐 既不唐突 更有尊敬的意思 桑宇清笑着点了点头 帮着夏东阳坐在了床上 这时 张罗好相关器具的卢老便说道 夏先生 你得把上衣也脱了 卢老叫我东阳就行了 这样实在太别扭了 夏东阳谦和地说着 好 老头我也觉得先生先生的 别扭得很 卢老也是豁达得很 看样子也是性情中人 这时 夏东阳将上衣给脱了 但看着夏东阳胸前的伤 桑宇清又是惊害得经不住 抬手将嘴巴给捂住 那是一具什么样的身躯 用支离破碎来形容 也不为过了 特别是胸口上一道刀痕 几乎是从左肩斜滑到右侧里 桑宇清不敢去想象 当时那伤口会是多深 这个男人又会流多少的血 是如何能活下来的 而且 有几个小圆孔伤疤 桑宇清就算是没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 看得出那是枪伤 他不禁猜测着 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会受这么多的伤 一旁的卢老眼神 虽然也很是惊讶 但总给人一种 他似乎见识过的感觉 而且 他眼中更是带着浓浓的敬佩之意 继而道 东阳 趴着吧 一番失真下来 便是耗费了近一个半小时 卢老坐在旁边的软椅上 满头的大汗 似乎一瞬间又苍老了几岁 桑宇清连忙上前 用纸巾帮他擦拭着额头上的汗 担忧关切地问道 外公 夏东阳一听 急忙动手就要撑起身子 卢老连忙抬手阻止道 东阳 别动 你还得趴半个小时才能动 夏东阳指的作罢 只是一脸担忧地问道 卢老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有点累而已 别担心 卢老语气的确有些乏力 桑宇清赶忙从一旁倒来一杯热水 外公 喝点水 夏东阳心头感激不已 他对针灸有所耳闻 之前在队里 有位兄弟的父亲是中医 说是这针灸 看着并不是什么体力活 但失真时 却是十分的累 因为失真者必须要全神贯注地 控制每一根针 轻重 旋转 身前等 都是有非常的讲究 特别越是高深 传承久远的正宗阵法 失真者更是累 对心神耗费更是大 卢老本就年事已高 加上身体本来就不好 这样也还是坚持失真 夏东阳心头如何能不感激 喝了两口热水后 卢老看上去要缓和一些 而后向桑宇清问道 清儿 刚才的过程与手法力度 你都记下了吗 嗯 桑宇清点了点头 不过面上倒是有些不自然 的确 刚才卢老是有用夏东阳当实验品 给桑宇清当现场教学的嫌疑 所以 桑宇清是怕夏东阳误会 面上才不自然 卢老自然看得出 自己之外孙女的想法 便是坦诚地对夏东阳说道 东阳 这真法的运用 现场教学配合病者的反馈 方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夏东阳自然理解卢老 当然更不会将这事放在心上 毕竟 卢老是真心实意地 为自己施真救治 当即便说道 卢老 如果能以我的病情为例 让桑姐的医术更精进一步 那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 卢老听的是暗暗点头称赞 桑宇清也是如此 若是换作心思稍微狭隘的人 恐怕已然将这事给记在心头了 继而 卢老叹息了一声 说道 东阳 成林应该对你说过 你现在腰后的伤势 如果不取出那义务 绝对是无法痊愈的 但要硬取的话 很多未知的因素 恐怕更糟糕 所以 用真酒便是保守的治疗 但我就算连续施真三天 也最多能控制你这伤情半年时间 半年之后 怕是会复发 我年岁大了 轻而若能进得这套真法的精髓 以后或许能专研出 配合现代医学 助你彻底解除隐患的方法 原来 卢老还有这一层更关键更深的意思 而他的考虑 无疑最大的 还是在为着夏东阳 夏东阳听后 连忙道 让卢老你费心了 东阳感激不尽 快别这么说 东阳 或许你会奇怪 为什么我只给你施针三天 夏东阳点了点头 他的确有这样的疑问 卢老指道 这套真法 是我卢家祖传真法 我也一直在寻求着突破和改良 这些年也算是小有所得 现在都用在了你的身上 但这套真法太耗费心神 而且 对患者的身体天赋要求很高 连续施针超过三天的话 恐怕会对本源造成损伤 夏东阳心头了然 原来是这样 卢老继而又交代道 东阳 这三天的施针期间 你都不能下床 否则对效果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记住了 多谢卢老 还有 明天早晨七点来施针 后天晚上十一点来施针 卢老又说着 夏东阳心头诧异得很 这针灸对时间 竟然还有这样的怪异规定 显然卢老也是看出了他的疑惑 耐心地解释道 人体内分阴阳二气和五行 而阴阳二气的交替 便与时间息息相关 我们华夏中医 博大精深 施针对时间 便对应阴阳二气的交替之时 切合自然规律 效果自然更佳 这是西医永远也做不到的 接着 卢老便是讲了一些中医的理论与皮毛 夏东阳是听得津津有味 毫不觉得他是啰嗦 甚至偶尔还会提一些疑惑 然而 这可是苦了在外面等待的赵雪岩三人 毕竟 这一下来都是快两个小时了 五二更是急得跑到窗口 这来回的都是抽了大半包烟了 仍然是不见夏东阳出来 或是里面有什么动静 他好几次都到门口 都想敲敲门 但终究是忍了下来 生怕给里面卢老魏夏东阳失真造成影响 当然 这期间 康成林也是拉了他多次 不过 那两个站在门口一左一右的保镖 却是一直都没有动 当然 以他们的耳力 是隐隐能听见房中的谈话声 虽然听不清楚 但已然可以肯定 里面是没有任何危险了 他们其实是可以告诉五二的 不过 这回也是有点小心思 就是想要捉弄捉弄五二这小子 如果这让五二知道的话 肯定立马就会打起来 赵雪岩脚上的伤还没有痊愈 但这两个小时来 硬是全程站在 一颗心都记挂在病房中的夏东阳身上 房中 卢老与夏东阳谈论了不少中医方面的事 甚至到后来 桑雨卿也是参与了进来 这回 卢老与桑雨卿却都是微微皱着眉 私存了起来 因为这一段谈话过来 夏东阳竟然是从最初的一知半解 渐渐地略懂略懂 再到后面侃侃而谈 现在更是提出了一个疑问 让卢老与桑雨卿一时间竟解答不了 过了一会儿后 卢老猛然一拍腿 豁然站起身来 上前一把握着夏东阳的手 满脸激动地喊道 天才啊 东阳 你简直是个学中医的天才啊 我卢俊熙从已五十年 从来没见过 能像你这样 如此举一反三的人 我等到了 终于等到了 东阳 我要收你为徒 夏东阳一听 整个人都是愣了 这这什么情况 自己刚才不过是依照内心 最真实最直接的想法发问 怎么把老爷子激动成这样了 竟然要收自己为徒 一旁的桑雨卿更是惊骇不已 他清楚 外公这么多年来 的确是有很多学生 甚至可说是逃离满天下 他虽然将自己所学的都倾囊相授 但这祖传的真法 终究是没找到一个 最最最为合适的学生 他也清楚 即便是自己 也还不能达到外公的要求 可现在 夏东阳出现了 外公多年的夙愿 是要实现了